圣天大落 飞玉成 后山 一道身影略显消瘦 站在一座大山之巅 双手紧握 身躯颤抖 那紧握的双手已经泛白 有青筋暴突 指甲已经掐入肉中 从那指缝之中流出丝丝鲜血 咯噔 这人面色猙獰 额头青筋 如同球龙一般蔓延 腮帮子鼓鼓 牙关紧咬 那牙齿都已经咬碎 仿佛是受到了极大的屈辱一般 那鲜血顺着嘴角流淌 青天大帝 你敢杀我真身 青天大帝 你敢灭我神魂 视天大帝 你敢回我仙根 足我成就至尊 我秦晓天重修十万年 必杀入三十三重天 杀儿等真身 灭儿等神魂 悔儿等仙根 我秦晓天 终有一日 要将今日的屈辱 施加而身 少年名叫秦晓天 重生之前 乃是三十三重天之上的秦帝 而且是 唯一一个 即将突破至尊的人 可是 遭人妒忌 被几位先帝联手暗害 毁其仙根 挖其刚自生的至尊仙谷 最终落了一个 生死盗销的下场 不过 秦晓天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穿越重生了 不但穿越重生 还穿越到了 同名的废物身上 这废物也叫秦晓天 乃是非语成城主 秦雄的子嗣 拥有天宗之姿 更是拥有修仙界 人人羡慕的天灵根 这秦晓天十分了得 三岁便可宁气 十岁便达到了 宁气七大圆满 更是有望在十五岁之前 突破驻姬七 不但被玄天宗 收为记名弟子 更是被宗主许诺 只要秦晓天 能够突破驻姬七 便将女儿许配给他 哪里知道 秦晓天在十五岁的时候 不知为何 那天灵根突然间崩溃 所有修为富诸东流 一夜之间 从人们口中的天才 变成了废柴 这秦晓天 经过三年的努力 虽然修为恢复到了 宁气七三层 可终究 无法与当初相提并论 于是在意志消沉之下自尽 也就是这时 自己在其身上重生 可是 在别人眼中是废物 可是在自己眼中 这简直就是上天赐 给他的天纵良机 天灵根崩溃 狗屁 在这秦晓天的体内 滋生了一根金色的骨头 正是因为这根金色的骨头 将那灵根称爆 别人不知道 这金色骨头是什么 可是身为先帝 甚至即将突破 至尊的秦晓天 却是知道 这金色骨头代表着什么 至尊仙骨 这金色的骨头 乃是成为至尊之后 才能够滋生的至尊仙骨 雍至尊仙骨者 掌至尊 控万骨 可见 这至尊仙骨 是多么的恐怖 可悲 可叹 如此惊艳之辈 居然被人称之为废物 甚至还让其自尽 放心 本地 会让那些嘲笑你的人 付出代价的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仰望苍穹 那目光仿佛是落在了 三十三层天外一般 那星早就遨游宇宙 仿佛自己成就至尊 站在几位仇人面前 俯瞰他们一般 少主 云家的人来了 云家 云家的人来做什么 秦晓天眉头一簇 看向了身后 爬到山巅的一位侍从 不清楚 跟云家人一同前来的人 还有玄天宗的人 飞玉成一共两大家族 其一便是秦家 其二便是与秦家始终对立的云家 除此之外 便是这方圆数十万里之内的 唯一先宗玄天宗 玄天宗的人 难道是为了 玄天宗弟子的名额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要知道 飞玉成唯一败入玄天宗的人 便是自己 只不过 自己这些年 在别人眼中变成了废物 恐怕这云家和玄天宗的人 已经商议好了 想要取而代之 走 回家看看 秦晓天喊了一声 直奔秦家而去 刚刚进入秦家的大门 便看到一位虎背熊妖的人 站在了那里 看到秦晓天到来 脸上立刻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废物天 你终于回来了 这人口中 传来一道嘲讽的声音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真是可笑 哪里来的一条疯狗 居然在我秦家乱废 秦晓天同样嘲讽一声 因为这人正是自己曾经的手下 败将云无痕 哼 废物天 你躲了老子多年 今日老子就先给你一点颜色尝尝 顺便告诉你 你这个玄天宗弟子的名额 老子要了 这云无痕口中低骂一声 一拳轰向了秦晓天的胸口 接我一招 风云拳 就凭你 再修炼一百年吧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话音落地 脚下一个滑步 直接避过了云无痕的拳头 身形一闪 便冲向了大唐 凭借自己先帝的底蕴 就算修为不行 想要玩死一个宁气七大圆满的云无痕 那还是很轻松的 但是 秦晓天知道 自己不能 现在弄死云无痕 那只能给秦家带来祸端 秦雄 你那废物儿子 如今已经跌落到了宁气七三层 败入玄天宗 那简直就是丢玄天宗的脸 为了你们秦家 也为了我们飞玉成的面子 小弟不才 跟玄天宗的使者商议过后 决定让小弟的儿子云无痕 取代你那废物儿子的名额 云傲天 你不要太过分 距离十八岁七满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秦雄听到云傲天的话 面色一黑 立刻冲着云傲天吼道 秦雄 你那儿子已经废物了 全飞玉成的人都知道 难道你想让我们整个飞玉成的人丢脸 丢到玄天宗不成 你 秦雄 云兄 依在下所见 不如在一个月之后 让秦小天和云无痕进行一场比武 二人谁胜出了 谁便与在下一起 回到玄天宗如何 这时 那玄天宗使者看到二人争执不休 这才站出来面带微笑 对着二人说道 云傲天当即拍板 就听使者的 可是 秦雄却是面色一黑 气得全身颤抖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云傲天早就跟这使者商议好了 恐怕这使者好处也没有少拿 正在秦雄为难之际 一道声音传入了秦雄的耳朵 正是那冲进来的秦小天 在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秦小天就听到他们的谈话 父亲 答应他 一个月之后 儿子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儿子还是五年前的天之骄子 好狂妄的小子 希望你不要食言 云傲天听到秦小天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怒容 冲着秦小天喊道 废话真多 到时候让你儿子保住性命便是 秦小天邪逆云傲天喊了一声 这才对秦雄喊道 父亲 送客 好 很好 云傲天口中低贺一声 跟着与玄天宗的使者离去 而秦雄此刻 却是露出了担忧之色 天儿 你真的有把握 父亲放心 这个玄天宗的弟子 孩儿当病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也不管秦雄说什么 便独自离去 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刚好可以让自己重塑精深 虽然不知道 秀薇能不能恢复到宁气气大圆满 但是弄死那云无痕 还是手到擒来 一个月的时间 秦小天足有三日的时间 都在房间里面偷着笑 自己上一世修炼 都没有修出至尊仙谷 没有想到 这一世居然轻轻松松就得到了 还真是造化弄人 剩下的十日 秦小天也没有进行修炼 整日都是 跟秦雄要了一些钱财 购买了一些灵草 将自己泡在一个木桶里面 之所以这样 秦小天正在使用一种古法 来恢复自己的天灵根 而且 这至尊仙谷 也需要隐藏起来 一旦被有心人发现 恐怕自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转眼间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飞宇成热闹非凡 许多档口都开设了 秦小天与云无痕比试的赔率 秦小天胜 一比十八 云无痕胜 一比一 可以看出来 飞宇成的人都看到云无痕 毕竟如今的秦小天 已经从天才跌落到了废柴 当然了 这也是云家父子有心为之 否则飞宇成的人 怎会知道 二人要进行大比 你们猜 是秦小天胜 还是云无痕胜 早早的 在飞宇成公开的擂台周围 就聚满了人 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精彩的神色 开始议论起来 你觉得秦小天还能胜吗 现在的云无痕 当之无愧 是我们飞宇成的第一脚子 也是 听说这个秦小天 自从零根蹦碎之后 便一蹶不振 虽然修为恢复了一些 不过却只是宁气七三层 如何与宁气七大圆满的云无痕相比 所以啊 我压了一万钱 在云无痕的身上 我也压了八千钱 在云无痕的身上 我 我 我压了一千钱在秦小天身上 啥玩意 你这不是有钱烧的吗 没关系 我还压了一万钱 在云无痕身上 我操 你太奸诈了 不得不说 飞宇成的人都不看好秦小天 在他们眼中 秦小天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们看 云傲天父子来了 就在这时 一道呼喊声传来 只见远处云傲天父子 站在一辆华丽的碾车之上 正朝着飞宇成的擂台而来 秦雄父子也来了 不过 那秦雄和秦小天二人 也是从对面的地方 驾着一辆碾车赶来 在秦小天的身上 众人居然看不到任何沉重之色 奇怪 这个秦小天 怎么显得这么自信 难道有所依仗不成 恐怕是装的吧 只老虎而已 待会就要现原刑了 很快 双方便来到了擂台旁边 那云无痕 看到秦小天 脸上立刻露出嘲讽之色 秦小天 今日你这天才的身份 就要彻底地陨落了 数年了 老子 终于等到这一日了 云无痕的眼底深处 透出一丝怨恨 自从秦小天被誉为天才 自己就始终被秦小天碾压 哪怕是秦小天从神坛跌落 自己也没有机会 正面地教训秦小天 可以说 这十八年来 云无痕活得很是压抑 哎 你急着来送死 小爷 又何必慈悲为怀 今日小爷就收你了 让你知道 你永远都在小爷的脚下 哼 牙尖嘴利 有种上了 云无痕冷哼一声 脚下一点碾车 立刻跃到了擂台之上 只见这擂台足有百丈之距 四周被四根巨大的石柱围着 在那石柱之上 雕刻着龙凤 显得十分霸气 尤其是这擂台的地面 居然是花岗岩 十分的坚硬 想要轻易地砸碎 没有筑基漆 根本做不到 既然使者都到了 那小爷就让你得偿所愿 秦小天喊了一声 同样脚下一点 纵身而起 落在了擂台之上 而那使者 此刻也是从天而降 脸上略带亚色地 看了一眼秦小天 拜见使者 云奥天和秦雄二人 同时拜见这位使者 这位使者挥了挥手 既然你们的子嗣 已经上了擂台 那比试就开始吧 秦小天 受死 风云泉第一试 风雷动 云无痕听到使者的话 率先出手 口中低吼一声 一拳朝着秦小天轰了过去 这一拳 隐隐带有风雷之音 风云泉 果然了得 只可惜 漏洞百出 秦小天看到云无痕 使出了风云泉 脸上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口中低音一声 这一拳 若是再加三分力 略微下沉一寸 那威力恐怕会增加五成 秦小天口中喃喃着 身形一闪 避开了云无痕的风云泉 一个滑步 来到了擂台的对面 面带笑容地盯着云无痕 秦小天 你是胆小鬼不成 有种正面对战 云无痕大骂一声 再次握紧拳头 朝着秦小天轰去 风云泉第二试 风潮云涌 随着云无痕的低含 这一拳如同风云一般 带了一股惊人的气浪 朝着秦小天胸口砸来 只可惜 秦小天依然摇了摇头 再次轻易躲过 可惜 可惜 你们组长的风云泉 到了你们这一代 还真是落寞的可以 这一拳明明是一招长法 却让你们变成了拳法 可悲 可叹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那使者听到秦小天的话 脸上略微露出一丝亚色 因为秦小天说的 正是风云泉之上的漏洞 秦小天 老子弄死你 风云泉第三世 风云天下 今日小爷就指点你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风云三世 要知道 当年小爷指点的小丫头 如今早就是昆仑老母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居然单手握拳 一招风雷动的拳法 直接朝着云无痕砸了过去 一时间 风雷作响 如同雷鸣 一道道如同闪电一般的拳影 立刻封住了云无痕的全身 砰砰砰砰砰 下一刻 云无痕的身上 直接被秦小天轰了数拳 云无痕的身体 立刻倒飞而去 砰 一道烟红的鲜血 从其口中喷洒 直接洒落了一地 而云无痕 也直接撞在了那擂台的石柱之上 这才是风云三世 动如雷霆 拳拳倒肉 咔嚓 咔嚓 一道道裂痕 在那石柱之上呈现而出 那云无痕跌落之后 口中再次喷出几口烟红的鲜血 脸上露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我云家的风云泉 好 啪啪啪啪 就在这时 那使者大赞一声 双手更是连拍 眼中透出一丝喜色 虽然秦小天只是施展了一招 可是这使者已经发现 秦小天的修为 居然恢复到了宁气七八层 一个月之前 这秦小天还是一个废物 只不过是宁气七三层呢 这短短一个月 居然提升到了宁气七八层 不过 随着使者的一声大赞 那云傲天 却是面色漆黑 全身颤抖 他不相信 自己的儿子 居然败在了一个废物的手中 秦小天 你耍诈 云傲天怒吼一声 居然跃上了擂台 风云泉立刻施展 朝着秦小天轰了过去 秦雄看到 面色大惊 立刻怒吼一声 就要跃上擂台 云傲天 你敢 父亲 杀鸡何须宰牛道 您看着就是了 然而 此刻的秦小天 却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盯着那杀来的云傲天 口中同时对着秦雄喊了一声 风云泉第二是 风潮云涌 下一刻 秦小天居然再次施展了 风云泉的风潮云涌 一时间 狂风大作 又阴云成现 一股不可匹敌之力 瞬间就笼罩了云傲天 碰 那云傲天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秦小天的这一掌 直接拍在了他的胸口之上 碰 一道烟红的鲜血 从云傲天的口中喷出 云傲天的脚下更是不稳 连连后退 蹭蹭蹭蹭蹭 云傲天足足退出了八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脸上露出一副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 云兄 差不多可以了 这场比试 秦小天胜 就在此刻 那使者喊了一声 跟着脚下一点 跃到了擂台之上 伸手抓住了秦小天的手臂 朝着高空一举 今日 秦小天便是我玄天宗弟子 谁敢辱墨秦小天 便是辱墨玄天宗 使者高呼一声 但是却面不改色地低呼一声 好小子 你的灵根居然恢复了 难怪这云家父子不是你的对手 使者 你好奸诈 借着此由 居然叹我虚实 秦小天露出一丝苦笑 轻声对着使者说道 看来我玄天宗算是收了一个好苗子 走吧 回家收拾一番 便随我去玄天宗吧 要知道 入我玄天宗 那是你天大的造化 没错 我入了玄天宗 那真是玄天宗的天大造化 使者神色一愣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好小子 够狂够嚣张 那是 人不嚣张往少年 秦小天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口中应了一声 跟着便在使者的大笑之下 一同离去 只留下了被震惊当场的一群飞羽成子民 乖乖 是老子眼瞎了吗 秦小天居然胜了 胜了 天啊 我的一万钱啊 我的一万钱啊 当秦小天三人离去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不可置信的惊呼 更有一道道痛苦的哀嚎 因为他们损失了无数钱 秦夫 秦小天露出一副不舍之色 与秦雄拥抱在一起 去吧 除英总有非天使 你已经长大 岂能始终在为父的怀抱之中 父亲 你要保重 孩儿担心这一去 便是天人勇哥 秦小天露出一副悲伤之色 虽然与这秦雄接触的时间 也就是一两个月 可是能够感受到 秦雄对自己的爱 当然了 秦雄的爱 是给了那已经失去的秦小天 无妨 当你成为玄天宗弟子的那一刻 为父就准备好了 秦雄知道 一旦秦小天踏入了仙门 虽然不可能长生 但是活个几百年不是问题 到时候 自己早就是黄土一堆了 行了 人总有一死 只不过是早死完死而已 不过 我跟你保证 保你秦家百年不灭 这时 那使者开口说道 秦小天和秦雄 这才在依依不舍之下 就此告别 半个钟之后 秦小天站在使者的背后 其脚下乃是使者驾驭的一柄飞剑 秦雄师说 你这飞得也太慢了吧 这什么时候才能够到玄天宗啊 秦小天抱怨一声 这使者道号秦雄 乃是玄天宗五位之士当中的一位 这五位之士分别以金木水火土来命名 而这秦雄排行第一 你小子 得了便宜还卖官 秦雄虽然笑骂一声 不过脚下轻轻一点 那速度瞬间暴增 比起之前快了两三倍 可是 秦雄心中却是微微惊讶 因为秦小天居然稳如泰山 好小子 秦雄口中赞许一声 再次加快了速度 也就是半日的时间 便飞越了数万里之遥 来到了一片大山之中 远远的 便可以看到 在这大山之中 有一座高族有十万丈的仙山 那仙山之上 还能够看到 有人遇见飞行 小子 那里就是玄天宗了 你不过是外门弟子而已 想要成为内门弟子 还需要一番修炼 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秦小天口中反问一声 没有想到 这下界的宗门规矩还不少 当然了 你以为这内门弟子那么好当的吗 想要成为内门弟子 除非是为宗门做出了巨大贡献 或者是在宗门大比之中 获得前三 哦 无妨 不过 弟子倒是有个事情 想要询问一下金云师叔 但说无妨 我们玄天宗 有漂亮的妞吗 金云一个亮枪 那脚下的飞剑 一个七歪八斜 二人差点在落在地 小子 我修道之人 应当看淡七情六欲 清心寡欲 方能成就大道 你这样无法并除七情六欲 想要成仙得道 恐怕很难 妾 你到死清心寡欲了 那你还收了我父亲五十万钱 你 哼 金云哑口无言 只能冷哼一声 加快速度 带着秦晓天来到了玄天宗的山门处 立刻 一派仙家景象 出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在那山门处 一块足有千丈的青石处立 上面龙飞凤舞的书写了三个大字 玄天宗 秦晓天看到 却是露出一副摇头叹息的样子 口中喃喃一声 唉 如此平静的山门 居然也敢自称仙门 还真是辱没了仙门的名头啊 冲耳不闻 对于秦晓天的话 金云冲耳不闻 实在是这个秦晓天 有些太狂妄了 不过没关系 进入了玄天宗 这个秦晓天必然会知道 狂妄的代价是什么 拜见金云师叔 就在此刻 两位负责守山的弟子出现 恭敬地朝着金云一拜 金云立刻露出一副长者的姿态 嗯 将这个秦晓天带去办理身份 顺便给他 讲一下我玄天宗的规矩 话音落地 金云直接踏见而行 飞向了自己的住处 仿佛收了秦晓天 只是为了秦晓天父亲的五十万钱 可惜 秦晓天哪里知道 区区五十万钱 在金云眼中算个球 之所以答应秦晓天的父亲 正是当年在秦雄手中 得到过一件宝贝 秦师殿 请随我来 前面带路 秦晓天一如既往地 露出一副少主的样子 对着那守山的弟子喊道 这让那守山弟子眉头一蹴 但是碍于秦晓天 是金云亲自带回来的 就没有发作 很快 秦晓天在这弟子的带领下 领取了身份牌等物 又被安排了住处 痛死告诫一番 那玄天宗的规矩 在储物带的里面 便匆匆离去 秦晓天也不在意 更没有看什么玄天宗的规矩 在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尽快地恢复修为 杀回三十三重天 找那几个仇人算账 而恢复修为最快的办法 就是灵丹 各种各种提升修为的灵丹 这方面 秦晓天倒是累积了很多的知识 缺的就是灵药 想要灵药 那药园必然是最佳之地了 很快 秦晓天便知晓了药园的所在 只可惜 想要进入药园 必须要接取任务 在玄天宗 想要修习功法 领取灵丹 那都是需要贡献的 而这个贡献 便是为玄天宗做任务来累积 秦晓天以外门弟子的身份 直接接取了培育灵草的任务 便匆匆赶往了药园 在其看来 任务是假 盗取灵草 炼丹是真 弟子秦晓天 拜见木云师叔 当秦晓天来到了药园 立刻看到一位弟子 正在培育灵草 这位弟子长得胖胖的 圆圆的 五官都要挤在一起了 尤其是那一双小眼睛 简直都快成一条缝了 就这样一双小眼睛 还时不时的 东张西望一下 瞅着没人 立刻吃上一口灵草 刚好这弟子在偷吃的时候 秦晓天来了这么一嗓子 吓得他一个机灵 差点尿了 你大一大 瞎叫唤什么 不知道木云师叔正在炼丹吗 打扰了木云师叔炼丹 小夕为你是问 这弟子瞪了一眼 秦晓天道 这才偷偷抹了一下嘴角 从药园走出来 一副大刺刺的样子 上下打量秦晓天 你来干什么的 这位师兄 小弟是来做任务的 什么 做任务的 这弟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立刻露出一副戒备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仿佛这秦晓天 是来跟自己呛行的一般 没错 小弟接了培育灵草的任务 这步 想找木云师叔汇报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叫秦晓天 今日才入门 原来是才入门的师弟啊 为兄金胖子 既然接了药园的任务 那就是自己人了 以后我金胖子照着你 金胖子听到私财入门的 立刻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拍了拍胸口道 放心 以后有我金胖子吃的 便有你吃的 金胖子话音落地 从怀中掏出一株灵草 直接嚼了几下 吞入了腹中 当看到秦晓天古怪的眼神时 金胖子直接塞给了秦晓天一株灵草 给你 既然拿了我金胖子的灵草 那就是自己人了 为兄带你去看看住处和药园 至于木云师叔 估计还得几个十阵 才能够练完蛋 很快 秦晓天在金胖子的带领下 安顿了住处 同时带着秦晓天 视察了一圈药园 别说 这药园不小 足有万丈之据 里面培育的灵草不下万种 只可惜 都是一些低级的灵草 秦晓天根本看不上眼 碰 也就在秦晓天和金胖子 回来的时候 一道乍响 立刻传入二人的耳中 那金胖子 立刻露出一丝苦笑 该死 师叔又炸炉了 我们有的忙活了 走吧 准备挨血 金胖子话音落地 拉着秦晓天 就进入了一座洞府之中 跟着就看到一位老者 正满脸漆黑 气冲冲的从里面走出来 可恶 金胖子 都是你 是不是又搞错灵草了 要不然 老朽怎么会炸炉 师叔 冤枉啊 这些灵草 可都是你亲自过目的 怎么能怪弟子呢 是吗 这是谁 这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沐云师叔 主要负责玄天宗炼丹 乃是玄天宗唯一的炼丹师 不过 此刻的沐云看到秦晓天 却是眉头一簇 询问起来 师叔 这是刚接了要员任务的弟子 名叫秦晓天 这不 我俩一起来给你打扫一番 去去去 打扫什么 赶紧去给老朽准备灵草 还是之前那些 没错 沐云的话刚落地 那金胖子仿佛早就知道了一番 立刻递上了两个储物袋 师叔 里面正是您需要的灵草 弟子早就准备好了 不错 不错 今日师叔很高兴 死 听到沐云的话 金胖子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畏惧之色 这倒是让秦晓天疑惑 人家高兴 你怕什么 顺便传授你们炼丹的知识 走 一听到传授炼丹的知识 金胖子的神色 顿时间就垮了下来 仿佛是要遭受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完了完了 上次师叔要传授炼丹知识 胖爷可是在床上足足躺了半个月 那炸炉的威力 堪比助击高手权力的一掌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愕然 确实 这炸炉的威力真的很恐怖 不过 在沐云的威胁之下 二人还是乖乖的进入了 天木草 流云草 天牙草 六叶灵芝 很快 这沐云开始整理新的丹炉 将灵草逐个放进了丹炉之中 而一旁的秦晓天 听到这些灵草的名字 却是眉头一簇 下意识地开口道 师叔 这个丹 不是这么练的吧 小子 你说什么 听到秦晓天的话 沐云面色一黑 瞪了一眼秦晓天道 老朽练丹一百几十年 若是不知道 这丹是怎么练的 那老朽 还算是七品丹师吗 秦晓天刚要反驳一句 一旁的金胖子 立刻扯了扯他的衣袖 做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秦晓天这才闭嘴不言 那沐云看到 这才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这才对吗 好好地在一旁看着 别在那里不懂装懂 哎 要炸炉了 当秦晓天看到 沐云固执地 将灵草再次放入丹炉 然后利用地火 开始炼丹的时候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跟着就往洞外走去 那金胖子看到 露出一副诧异之色 不过也跟在了秦晓天身后 下一刻 一道惊人的炸响 立刻传入了金胖子的耳中 碰 卧槽 又炸了 金胖子脱口而出 不过 眼中却是带着一丝惊讶之色 盯着一旁的秦晓天 仿佛在说 老弟 你怎么知道炸炉了 不过 秦晓天却是双手一摊 并没有说什么 跟着再次走了进去 继续看着沐云炼丹 当看到沐云再次放错了灵草 秦晓天再次走出了洞外 砰砰砰 砰砰砰 一时间 半天的功夫 这沐云师叔 足足炸了六次炉 而这六次 秦晓天和金胖子 都安然地避过了 神 神乎其神 师弟 不 秦大哥 你就是神仙啊 居然能够预测炸炉 金胖子满脸都是崇拜之色 冲着秦晓天喊道 秦晓天则是摇了摇头道 放错灵草 当然要炸炉了 小子 你说什么呢 什么放错灵草 老朽可是按照单方炼制的 古人的单方 岂能有错 就在这时 那沐云再次出现 听到秦晓天话 立刻露出不悦之色 再乱说 小心逐你出师门 哎 沐云师说 咱能不以老卖老吗 那流云草生性蜀粮 天木草生性蜀热 单凭这两种相伯的 属性灵草 就足以炸炉了 你还放进去天火星 那不炸了才怪了 胡说八道 老朽之前就这么炼制出了一炉 侥幸炼制出了一炉 恐怕品级也是下品 小子 你再胡说 信不信老朽一巴掌 直接派死你 哦 听到沐云的话 秦晓天轻殴一声 跟着双手背负 昂首挺胸 脸上露出一副自信的神色 盯着沐云 沐云师说 既然你如此说 那弟子斗胆支点你一二 不 就跟你打个赌 这单弟子练 若是练成了 以后给弟子安排一个练丹的地方 这药原的灵药 弟子随便使用如何 老邦菜 不信你不上钩 秦晓天话音落地 心中暗道一声 从一开始 自己就在这里 等着沐云长老 之前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自己 拥有一个练丹的地方 现在这沐云 已经被自己用话逼着 以他的脾气 必然会答应下来 好 老朽答应你 就看你怎么练丹 若是失败 老朽立刻逐你出师门 居然敢指点老朽 老朽可是七品丹师 七品 一言为定 秦晓天应了一声 跟着看向了金胖子 金胖子立刻拿出一个橱物袋 交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接过 直接进入了洞府之中 来到了丹炉旁边 师叔 借丹方一关 哼 沐云直接将丹方丢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接过 看了一眼丹方 这丹方的名字叫做天星丹 主要是预防修炼时 走火入魔的灵丹 将丹方熟记于心 秦晓天开始将灵草一一准备 不过 却是从里面挑出了两种灵草 丢在了一旁 跟着将灵草一一丢入了丹炉之中 天火星 流云草 沐云看到秦晓天丢出的两种灵草 正是天火星和流云草 口中喃喃一声 师叔 弟子修为不足 这个炼丹的事情 还得师叔来 不过师叔放心 这炉必成丹 秦晓天露出一副自信之色 对着沐云说道 沐云却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看了一眼秦晓天 但是没有说什么 帮助秦晓天炼丹 果然 半个时辰过后 这丹炉并没有爆炸 反而传出一股清香 渐渐的清香变成了丹香 真的成丹了 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吧 金胖子闻到这丹香的味道 就知道这一炉成丹了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盯着秦晓天 至于那沐云 却是面色胀红 没有说话 当这一炉天心丹炼制成功 沐云二话不说 直接离开了洞府 哈哈 秦兄高明 居然让沐云师叔吃扁了 金胖子看到 立刻大笑起来 冲着秦晓天竖起了大拇指 可是秦晓天却是眉头一簇 看向了沐云离去的背影 心中有一种要被算计的感觉 秦兄 秦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 若是炼制出什么灵丹妙药 可不要忘记了我金胖子 金胖子原本是师兄辈的 可是现在立刻变成了小弟 这倒是让秦晓天有些无语 实在是这个金胖子太无耻了 比自己还无耻 剑锋就钻啊 大约过去了半个时候 那沐云才姗姗归来 看到秦晓天也不说话 直接丢给秦晓天一个腰牌 金胖子看到 立刻露出了一丝亚色 乖乖 居然是要革弟子的腰牌 秦大哥 你可是我玄奸宗 第一位要革弟子啊 秦大哥 小弟对你的敬仰 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 不可收拾 金胖子立刻拍着马屁 低头哈腰 一副小弟的样子 跟在了秦晓天的身边 要革 秦晓天听到这话 脸色立刻变得漆黑起来 很明显 从这一刻起 自己成为这沐云师叔的 免费劳工了 大爷 到底是自己坑了这沐云 还是被这沐云给坑了呀 秦晓天口中低骂一声 跟着耳中就传来沐云的声音 这让秦晓天心中一凸 秦晓天 过来 老朽准备指点你一二 教你炼丹 传授是假 请教才是真 只不过 沐云爱着面子 岂能跟秦晓天低头 很快 在沐云威胁的眼神之下 秦晓天只能就范 让着沐云指点自己一二 沐云师叔 这个天仙草 应该是最后放进去吧 哼 这个老朽能不知道吗 沐云师叔 这个千叶路 直接丢进丹炉 不怕炸炉吗 那个啥 一不小心手滑了一下 沐云师叔 这不是七宝聚灵丹 而是七宝三宫丹吧 休士吃了 不但不能够快速的聚集灵气 反而会将体内的灵气溃散 修为毁之一旦 这简直就是坑人绝佳灵丹啊 哼 臭小子 你知道的太多 这 十数天之后 沐云的脸上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拍了拍秦晓天的肩头道 秦晓天 这段时间很不错 通过老朽的教导 你已经要成为合格的丹师了 哼 听到沐云的话 满脸疲惫的秦晓天 差点喷出三声老血 明明这十数天的时间 自己帮助沐云解决了多年以来 炼丹上的难题 怎么就变成他教导自己了 罢了罢了 为人要低调 免得造人极恨 多谢沐云师叔 弟子受益良多 这不再有三日就是传道的时间了 弟子想要去休息一番 去吧去吧 好好休息 对于我们炼丹师来说 修为也是很重要的 多谢沐云师叔 弟子告退 很快 秦晓天退出了那山洞 不过还没有走几步 那沐云的声音却是再次传来 对了 过段十日 老朽要开炉炼制住鸡丹 到时候 你在老朽身旁 老朽随时指点你一二 听到这话 秦晓天一个亮强 面色变得有些漆黑 不过却头也不回的 静止走出了山洞 直奔药员而去 哼 金胖子 不要认为你成为了专职药员弟子 就可以不给维兄面子了 只要为兄动动手 你就要在床上躺个三个月 你信不信 也就在秦晓天刚刚来到了药员外围 一道低骂声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簇 站在药员外 朝着里面看去 只见 此刻的金胖子 正低头 站在三位玄天宗弟子的面前 那双拳紧握 有青筋略微暴突 那身躯也在微微颤抖 这三人 都是身穿青袍 跟自己一般无二 都是外门弟子 至于修为 根本不入秦晓天的法眼 少阳师兄 我真的拿不出来 我一个康管药员的弟子 哪里去给你弄一百零食啊 啪啪啪 听到金胖子的话 那少阳师兄 立刻拍了拍金胖子的肩头 露出一副你傻的神色 盯着金胖子 金胖子啊金胖子 我们相处三年了吧 你怎么这么不上当呢 没有零食 你有灵丹妙药啊 随便拿出几枚 都可以卖上几百零食了 远处的秦晓天 听到少阳师兄的这句话 眉头轻轻一蹴 心中对这少阳师兄 没有了丝毫的好感 随便拿出几枚 开什么玩笑 你这不是让人去偷吗 身为修真界的一份子 应当正直无私 你怎么能够叫人吓到 去偷去抢呢 本尊这辈子 最恨的就是肖小之徒 你这少阳 本尊看着不爽 虽然秦晓天看着少阳不爽 但是并没有出手相助 依然站在那里 看着金胖子 可是 这些灵丹都是沐云 师叔康管的 我怎么敢去偷 再说了 我金胖子就算再穷在憋屈 也不会做这样无耻的事情 不错 很不错 本尊看好你哦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心中再次按道一声 这个金胖子为人不错 最起码 做人拥有自己的底线 啪 就在此刻 一道清脆的山嘴巴子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只见金胖子的脸上 出现了一道五指山 而那少阳 此刻却是将脑袋 凑到了金胖子的嘴边 金胖子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咯噔 咯噔 当这少阳的话响起 一阵牙齿咬碎的声音 从金胖子的嘴中传了出来 甚至这金胖子的腮帮鼓鼓 嘴角有烟红的鲜血流出 很明显 已经在极力的压制心中的怒火了 哟 你这是想要出手吗 少阳看到 立刻露出一副兴趣的神色 冲着金胖子笑道 来来来 让围兄看看 这些时日 你有没有长进 别说还是宁气气四层 不曾有丝毫的提升 哈哈 少阳的话 立刻让伸手的二人 也跟着大笑起来 少阳师兄 这金胖子就是一个废物 入门三年了 还是宁气气四层 怎么敢在少阳师兄面前耍横 就是啊 也不看看他是什么样子 跟少阳师兄你比起来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你们啊 不要总说实话 毕竟现在的人 都很少爱听实话的 少阳立刻露出一副严谨的神色 回头看了一眼二人 仿佛在责备二人一般 可是二人都知道这少阳的意思 少阳师兄 我们二人在你面前 从来都是实话实说的 可嗨嗨 低调 低调 还真是不要脸到家了呀 就在少阳三人一唱一和的时候 秦小天终于忍不住出声了 跟着就看到 秦小天屁颠屁颠 一路小跑到了金胖子身边 少阳的面前露出一副恭维之色 想必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少阳师兄吧 你是 少阳眉头一蹴 略微诧异地看了一眼 秦小天问道 他记得这药园 只有金胖子一个人 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个人 毕竟路德玄天宗的弟子都卯足了近在修炼 谁有功夫去培育灵草啊 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小弟秦小天 刚刚入门十几天 被分配到了药园 跟随木云师叔炼丹 跟随木云师叔炼丹 那你现在是何意 少阳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又看了一眼那金胖子 仿佛在说 你是不是要给金胖子出头 秦小天岂能听不明白少阳话中的意思 只见其伸手一番 手中多出两枚灵丹 那扑鼻的灵气 立刻引来少阳三人惊诧和贪婪的目光 就是一旁的金胖子 也是露出一丝亚色 这是七宝巨灵丹 听到少阳三人的惊呼声 秦小天眼底深处 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奸诈 面带微笑 再次对少阳说道 没错 这正是七宝巨灵丹 这不 小弟刚跟木云师叔炼制了两炉七宝巨灵丹 便看到少阳师兄驾灵药员 小弟久闻少阳师兄的大名 以后想要跟着少阳师兄混 所以 小弟是来给少阳师兄献丹的 哈哈 好好 少阳听到秦小天要给自己献丹 立刻大笑一声 连说了三个好字 同时伸手拍了拍秦小天的肩头 秦小天是吧 你很实相 比起某个胖子来 要强多了 以后就跟着微兄混 微兄保你在玄天宗外门弟子当中 如龙得水 少阳话音落地 伸手朝着那两枚七宝巨灵丹抓了过去 秦小天也没有丝毫的吝啬之意 反而双手送到了少阳面前 这一次 微兄不须此行 居然劫舍秦老弟 这样 今日微兄做东 请秦老弟喝一杯 就算是给秦老弟接风了 这个 听到这话 秦小天露出一副为难之色 少阳看到 故作不悦 怎么 不给微兄这个面子 非也 小弟这是 抽空出来换换气 待会还要跟着沐云师叔练丹 据说 沐云师叔要练制住鸡丹 死 听到秦小天的话 不但是少阳 就是那两个根本和一旁满脸怒气的金胖子 都不约而同的倒吸一口冷气 住鸡丹 是啊 沐云师叔要练制住鸡丹 小弟想着 要是练制成功了 能不能趁着沐云师叔不注意 偷 哦 不 拿来一两枚送给少阳师兄 也算是小弟的敲门砖了 一时间 少阳心跳不已 仿佛有万头草泥马 在心间奔腾一般 让他久久不能平息 住鸡丹啊 那可是传闻之中 能够让宁气七大圆满的人 突破住鸡七十 增加三成成功率的鸡丹啊 多少弟子想要拥有一枚 可是这鸡丹就那么多 唯有那些天之骄子才能够获得 至于他 根本就不入流 如何获得鸡丹 修士一旦突破到了鸡丹七 不但修为要比宁气七大圆满的墙上几倍 就连寿元都可以达到三百多岁 如此一来 便有了冲击结丹七的资本 现在 垂手可得的造化就在眼前 让这少阳如何不激动 许久 这少阳才深吸几口气 压制心中的激动 露出一副严肃之色 对着秦小天说道 秦老弟 墓云师叔练丹 那是大事 耽误不得 至于接风 就等下次吧 这 什么这的 那的 你听维兄的 维兄岂能害你 好吧 秦小天最终露出一副 勉为其难接受的样子 应了一声 不过 冒似几个呼吸之前 还是秦小天自己不想去的吧 如今转眼的功夫 就变成了少阳求着他不去了 对了 墓云师叔让我找金胖子 拿一些灵草 师兄您看 去去去 维兄还是知道事情轻重的 绍阳面带严谨之色 对着秦小天说道 同时板起了面孔 瞪了一眼金胖子 金胖子 以后秦老弟就是我兄弟 你若是敢怠慢 休怪维兄对你不客气 绍阳立刻警告了一番金胖子 这才露出笑容 对着秦小天说道 秦老弟 维兄就不耽误你练单了 不过 我们约好了 等这次练单结束 维兄一定要为你接风 就这么定了 小弟恭送绍阳师兄 红福齐天 永垂不朽 哈哈 看你这话说的 为兄走了 很快 绍阳面带激动之色 带着人离开了药园 这时 一旁的金胖子 才露出一副愤怒之色 狠狠地瞪了一眼秦小天 哼 没有想到 你也是这样的人 以后离我远点 我先脏 111 我帮你呢 你反而狗咬吕洞兵 不知好人心 秦小天立刻露出一副 饶有兴趣的神色 冲着金胖子喊道 恐怕你才是那狗 一个舔绍阳屁股的狗吧 算了 跟你说太多也无用 不过 你应该知道 那绍阳住在哪里吧 咋地 现在就等不及 要去给那绍阳舔屁股了 金胖子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邪逆秦小天道 秦小天心中 知道这金胖子 对自己之前的样子有气 也不在意 你呀 怎么跟你说好呢 那就不要说 我金胖子还懒得听呢 罢了罢了 这么说吧 我敢打赌 这绍阳不出半个时辰 恐怕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你可相信 听到秦小天的话 金胖子没有说话 只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盯着秦小天 秦小天则是笑道 不信 你现在就带我去找那绍阳 为兄让你看一出好戏 走 今日我金胖子就看看 你怎么让那绍阳变成废人 若是你能够做到 我金胖子以天道发誓 永远都是你的小弟 唯你命是从 金胖子立刻指天发誓 可见这金胖子 受到了这绍阳多少的屈辱 恐怕恨不得绍阳 现在就直接死去吧 很快 秦小天在金胖子的带领下 来到了绍阳所在的住处 伸手指着一处木制的屋子道 就是这里 玄天宗的外门弟子 住的不是茅草屋 就是木制的屋子 唯有成为内门弟子之后 才能够获得洞府居住 不过 能够住着木制的屋子 也能够看出 这绍阳的地位不低了 稍等片刻 距离半个时辰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秦小天看了看天色道 跟着一炷香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秦小天这才露出一副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的眼神 看了眼睛胖子 下一刻 秦小天露出一副慌张之色 立刻冲向了那绍阳的屋子 甚至一路奔跑 一路还跌倒了几次 同时口中大喊 绍阳师兄 绍阳师兄 咦 你不是那个药园的秦小天吗 怎么慌里慌张的 找绍阳师兄什么事情 就在秦小天呼喊的时候 从那屋子里面 立刻走出两人来 这两人正是跟随绍阳 去了药园的那两个小跟班 是你吗 快点告诉我 绍阳师兄在那里 大事不好了 绍阳师兄刚服用了七宝巨灵丹片刻 正在修炼呢 什么 绍阳师兄这么快就服用了 该死 快带我去见他 看到秦小天焦急的样子 二人心中一惊 立刻推开房门 带着秦小天就要进屋子里面 可是刚刚推开门 却是听到 里面传来一道惨叫的声音 啊 我的修为 该死 绍阳师兄 那七宝巨灵丹不能服用啊 木云师叔练错丹了 那不是七宝巨灵丹 而是七宝散工丹 什么 七宝散工丹 在那屋子里面 立刻传来一道惊呼声 跟着就是一阵怒骂和惨叫声 秦小天 我去你妈的 你居然害我 啊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绍阳师兄 这不怪我吧 我哪里知道 木云师叔练错丹了 这不 刚从木云师叔那里得知 就立刻赶快告诉你吗 谁知道 你这么快就服用了 这么快就服用了 你大爷的 谁得到了这样的灵丹妙药 不赶紧服用 难道留着长毛不长 这一刻 不但是屋内的绍阳傻眼了 就连那两位小 根本都露出了一副 无法置信的神色 甚至那远处躲着的金胖子 听到秦小天和绍阳的声音 也是整个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金胖子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甚至在其眼底深处 带着一丝惊恐 仿佛是遇到了什么 让他恐怖的事情一般 之前 金胖子真的认为 秦小天说的话 那只是为了要让自己 带着他来找绍阳 让他成为绍阳的小跟班 可是现在看来 那秦小天说的话 都是真的 而且这一切 仿佛都是秦小天有意为之 想到这里 金胖子的心脏一阵狂跳 甚至连自己都能够听到 如同雷鸣一般的心跳声 实在是金胖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秦小天居然如此奸诈 不够 金胖子想到了秦小天的奸诈 贝戟顿时间 生出了一身的冷汗 仿佛秦小天那奸诈的面容 始终在盯着自己一般 完了 完了 老子被坑了 金胖子突然间想到自己之前 发出的天道誓言 一时间 整个人都变得萎靡起来 跟着这样一位坑主 恐怕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至于此刻 在那绍阳的屋子里 不断地传出惨叫声 立刻引起了诸多外门弟子的注意 一个个从屋子里面走出 看向了绍阳的屋子 绍阳师兄怎么了 为何如此惨叫 有的人脸上露出一副酸爽的神色 仿佛曾经被绍阳欺负 现在绍阳出事了 心中感到十分愉快一般 貌似听见绍阳师兄惨叫 是因为吃错灵丹了 有的人脸上 则是露出一副诧异之色 不知道这绍阳 为什么会吃错灵丹 绍阳师兄果然牛 居然有灵丹可以吃 有的人 脸上则是露出一副 羡慕极度恨的神色 毕竟身为外门弟子 能够得到一枚灵丹服用 那简直就是羡煞旁人的造化 不过 也有人却是冷眼旁观 甚至还有人连屋子都没有出 仿佛这绍阳的生死 都跟自己无关一般 哼 什么事情 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这时 一道冷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金云长老踏剑而来 落在了绍阳的屋子前 不过 当落下 金云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他 没错 金云一眼就看到了秦小天的身影 不知道秦小天 为什么会在绍阳的屋子里 而且看其面色 仿佛有些惊慌 不过 为什么老朽好似看到 这秦小天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奸诈的笑容呢 难道是老朽看错了不成 拜见金云师叔 当金云进入了少阳的屋子 看到少阳近其多 出气少的样子 眉头轻轻一蹴 而秦小天三人 则是立刻拜见金云 这秦小天 怎么废了 金云的一句话 立刻让在场的秦小天三人 面色变得煞白无比 仿佛根本没有想到 这少阳居然变成了废人 怎么可能 明明少阳师兄服用了七宝巨灵丹 怎么会变成废人了呢 那两人满脸疑惑的难难道 跟着想到了秦小天之前的呼喊声 立刻露出一副怒容 瞪着秦小天 秦小天 是你 一定是你害了少阳师兄 那七宝巨灵丹 就是你给少阳师兄的 嗯 听到此话 金云眉头一簇 口中轻恩一声 看向了秦小天 至于秦小天 虽然面色惨白 可是却露出一副 以礼俱征的神色 怎么能够怪我 要怪 也是怪沐云师叔练错丹了 明明炼制的是七宝巨灵丹 谁知道沐云师叔 给炼制成了七宝三宫丹 再说了 若不是你们三个去要原闹事 找那金胖子麻烦 让其偷沐云师叔的灵丹去卖 我也不会拿着沐云师叔 炼错的灵丹给你们啊 秦小天的一席话 立刻让二人面色俱变 果然 当他们感受到 一股冰冷的气息 在金云的身上散发而出的时候 二人全身无力 瞬间跪了 师叔 不怪我们啊 是少阳师兄 非要去找金胖子 索要一百零食的 没有零食 让其偷灵丹来乡底的 不怪我们 真的不怪我们啊 哎 这就是人性啊 看到这二人如此 秦小天心中叹息一声 明明之前还一口一个少阳师兄 一口一个马屁拍的啪啪响 现在倒好 责任全是少阳的 未废了的少阳师兄 哀莫三秒钟 哼 你们还真是很好的混账啊 金云听到这话 立刻冷哼一声 吓得那二人一个颤抖 直接趴在了地上 不断的求揉 还不快滚 金云看到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厌恶之色 因为这二人已经没有了骨气 秦小天 让你走了吗 也就在二人离去 秦小天也想要顺着尿道走的时候 金云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秦小天的耳朵 顿时间让秦小天面色一苦 金云师叔 我父亲可是给了你五十万钱啊 我去 哪怕是金云修炼了一百多年 可是听到秦小天 这突然间爆出的一句话 愣是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秦小天 现在老朽谈的是少阳的事情 立刻将事情原原本说出来 否则别怪老朽朱你出师门 啥破地方啊 灵气这么稀薄 本子还不想待着呢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不过还是将事情原本的说了一遍 基本上跟那二人说的差不多 不过 金云却是眉头一簇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盯着秦小天的眼睛 可惜 金云想要从秦小天眼中看出什么 根本就做不到 若是被金云看出了秦小天的想法 那他上一世 岂不是白白修炼到了准至尊的行列 很好 秦小天你很好啊 金云看到 秦小天眼中出了一丝惊慌之意 再看出不出 认出其他的神色 口中立刻嘀喝一声 一手抓着秦小天的手臂 一手提着少阳 脚下一点 直奔耀元而去 秦小天岂能不知道金云的想法 神色不变 心中却是暗道一声 沐云啊沐云 你可不要让本尊失望 毕竟本尊还要指点你 练之助击丹呢 胡说八道 老朽什么时候练错丹了 金云 虽然你是老大 可是你这样栽赃老朽 老朽跟你没完 药园的煽动之中 秦小天 金云和沐云三人正在对峙 当金云将秦小天说的事情 告诉沐云时 沐云直接怒了 区区一个外门弟子 废了就废了 这批大典的事情 也要来烦老朽 不知道老朽要练制助击丹了吗 那面红脖子粗的样子 仿佛要吃人 尤其是沐云说到 要练制助击丹的时候 更是吓得金云 立刻闭上了嘴巴 还有你 胡乱说什么话 不好好练丹 乱跑什么 还不快点 跟老朽去练丹 老朽有点 有点东西要指教你 沐云瞪了一眼 秦小天道 跟着再次狠狠地刮了一眼金云 转身进入了山洞之中 你看 我说沐云师叔不会承认吧 你非要来对治 现在好了 沐云师叔生气了 我这任务算是没法做了 秦小天白了一眼金云道 跟着露出一副悲痛的样子 仰天高呼 父亲啊 你的五十万钱算是白瞎了 以后再给人钱财 可要睁大眼睛了 不要给他白眼 咦 秦云师叔慢走 弟子就不送了 秦小天 你很好 很好 远处传来秦云的低喝声 很明显 这所谓的五十万钱 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痛点 呼吱呼吱 而这时 远处却是跑来一个胖胖的身影 看到秦小天 那胖胖的身躯一颤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跑了过来 正是那姗姗来迟的金胖子 大哥 你真牛啊 居然兵不认血 就将那少阳坑死了 小弟服了 从今以后 只要大哥你一句话 小弟上刀山 下火海 咱能不说这些场面话吗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以后有大哥我吃肉的时候 绝对不会让你喝汤 秦小天直接打断了金胖子的话 不过 金胖子听到秦小天的话 却是心中激动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大哥 我 总算是找到组织了 金胖子一激动 那眼泪鼻涕一阵狂流 就插搂住秦小天的大腿了 行了 这段时间注意点 免得被人搞了 秦小天莫名地丢下了这样一句话 直接进入了山洞之中 根本不管那有些傻眼的金胖子 毕竟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需要指点沐云一二 数日的时间 秦小天都没有离开山洞 在那山洞之中 不断地传来沐云和秦小天的对话 嗯 不错 不错 老朽 没有白白的传授你知识 这个青云丹炼制得不错 居然出了一枚上品 沐云师叔 人家是将你的青云丹改良了之后 才炼制出的上品青云丹好不好 这个爆裂丹不能外流 一旦被人荡成原羊丹给服用了 恐怕会直接炸碎了经脉 就此变成一个废人 沐云师叔 人家炼制的明明是原羊丹 你怎么就给炼制成了爆裂丹 依人家看 你这不是来炼丹的 是来坑人的吧 胡说八道 老朽炼制的灵丹 岂能是坑人用的 那可不好说 之前炼制的七宝散工丹 不就把那个叫少阳的给坑了吗 你 滚滚滚 在沐云的一阵怒骂之下 秦小天连滚带爬 冲出了山洞 来到了药园 刚好看到了金胖子 正在那里偷吃灵草 何妨萧小 居然偷吃灵草 没 我没有偷 我就是看的 不知道怎么 这灵草就跑进我的嘴里了 被秦小天这么一鹤 金胖子一阵惊慌 刚吃到嘴里的灵草 也直接吓得喷了出来 大哥 是你 咱能不吓唬人吗 不过 当金胖子看到来人是秦小天的时候 却是透出一股忧怨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 跟着挪动那胖胖的身子 来到了秦小天的面前 胖子 你这天天偷吃灵草 也没有看到 你修为精进啊 秦小天虽然来了接近一个月了 可是经常看到这金胖子 在偷吃灵草 按理说 就算吃的不是灵丹 以灵草的药力 金胖子也应该有所提升才是 可是 这金胖子 居然还是宁气七四层 没有丝毫的提升 更何况 这金胖子在药园三年了 吃的灵草可想而知 我也不知道啊 每次吃了饭 都觉得很饿 所以我就爱吃灵草 吃了灵草之后 那些饥饿感才会好转一些 金胖子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我也很无奈的样子 冲着秦小天说道 这让秦小天一愣 脑海之中疯狂的运转 好似在哪里听到过 这样的体质一般 跟着面色一害 不是吧 难道你是 哼 那个叫秦小天的 给老子滚出来 还有那个金胖子 都一起滚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就在秦小天惊呼之时 那话语却是被一阵怒喝声打断 跟着就看到 在那药园外面 出现了八道身影 其中两人正冲着 自己和金胖子喊着 哎 怎么才来 我还以为这次练丹之后 可以直接出来 帮胖子出气呢 没意思 看到有人前来找茬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却是让一旁的金胖子 身躯一颤 都满身的横肉都抖了一抖 眼中透出一丝 不可思议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的侧脸 越看秦小天的侧脸 金胖子心中 越是生起了一个想法 该死的 俺金胖子 早晚要被这个秦小天坑死啊 不过 看到秦小天走了出去 金胖子只能咬牙 跟在了后面 总不能刚发完天道誓言 转眼就给违背了吧 你们是何人 居然在药园大呼小叫 不知道沐云师叔正在练 秦小天冲着那些人 边走边喊了一声 可是这话还没有说完 脚下一个踉枪 直接扑倒在地 咕噜噜 也就在秦小天扑倒在地的时候 从其怀中立刻滚出了三枚芬芳扑鼻的灵丹 刚好滚在了那八人的脚边 这八人看到 面色同时一喜 因为他们一眼就认出 这灵丹正是鸳鸯丹 不好 我的鸳鸯丹 然而 秦小天却是惊呼一声 就要爬起身 冲向那三枚鸳鸯丹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一人立刻蹲下 将三枚鸳鸯丹收起 送到了一人面前 露出一副恭维之色 少坤师兄 你的鸳鸯丹掉了 这名叫少坤的弟子 眉头一簇 口中轻恩一声 眼睛在那三枚鸳鸯丹上面 瞄了几眼 发现确实是鸳鸯丹无疑 这才收了 确实是本少掉的 我去 无耻 简直无耻到了极致 听到这少坤的话 秦小天口中低骂一声 跟着面带怒涩 走到了这少坤的面前 手一伸盯着少坤 我的鸳鸯丹 哼 什么鸳鸯丹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没错 小子 刚才你那一跤摔傻了吧 哪里有什么鸳鸯丹 倒是你 你应该就是那个秦小天吧 当秦小天的话出口 这少坤的手下 立刻挡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冲着秦小天叫嚣道 这一手吞没钱财的手段 简直就是熟练至极 你们 好好 我这就去找沐云师叔来评脸 这三枚鸳鸯丹 是沐云师叔给我的 秦小天露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满脸通红 冲着众人喊道 跟着就要转身离去 好似要去找沐云 秦小天 不要认为有沐云师叔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告诉你 少阳的仇 我们报定了 没错 识相地跪在我们少坤师兄面前 磕三的响头 再喊三声爷爷 或许我们少坤师兄会放你一马 这狗腿子 做得还真不错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不过却是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的少坤 少阳的仇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少阳自己吃错了丹 搞得一身修为净废 还怪骑我来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看向了少坤 其实秦小天心中已经大致猜到 这少坤跟少阳有可能是兄弟 秦小天 告诉你 我们少坤师兄 正是少阳师弟的兄长 你想要在玄天宗混下去 最好跪下来磕头 那狗腿子 立刻露出一副嚣张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原来是少阳的兄长 失敬失敬 之前金云师叔已经过来对质了 确实是沐云师叔练错单了 跟我没有关系 金云师叔可以作证 秦小天却是以礼俱争 直接搬出了金云和沐云二人 这让那少坤眉头一簇 面色略微发黑 好 很好 居然用两位师叔来压本少 秦小天 本少记住你了 希望你能够一直都待在药园之中 走 少坤面色不悦地 冲着秦小天喊道 那威胁之意十分明显 只要秦小天走出药园 那就是秦小天还账之时 很快 少坤带着手下离开 一旁的金胖子 这才抹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盯着秦小天 大哥 这个少坤可是一个狠人 在我外门弟子当中排名前五 据说马上就要成为那门弟子了 这次我们可是麻烦了 怕什么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更何况 这少坤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次见到我们 秦小天说着 脸上露出一丝奸诈的笑容 这金胖子看到 那满身的肥肉明显抖了几抖 立刻想到了之前 秦小天不小心滚出的三枚圆羊丹 嘶 不是吧 难道那三枚圆羊丹也是假的 一时间 金胖子的心脏 如同万头草泥马在奔腾一般 让其心房不断的炸响 他见过奸诈的人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秦小天这么奸诈的人 同样的手段 用在了同姓兄弟身上 貌似这同姓兄弟也上当了 惊恐 骇然 无法想象 这一刻 金胖子真的觉得 秦小天是一个恶魔 一个不可招惹的恶魔 这能怪我吗 至于秦小天 却是露出一副如此可教的神色 双手一摊 看了一眼金胖子道 这才揪着金胖子的衣领 进入了药园的茅草屋 走 让大哥的给你看看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吃了那么多灵草 就算是普通人 恐怕早就成仙了 成仙 金胖子面色一苦 脑袋里面立刻胡思乱想起来 虽然成仙乃是一个幸福的奢望 可是此刻金胖子知道了秦小天的为人 立刻将成仙的意思理解反了 大哥 饶命啊 我还没有活够 我不想死啊 苍天啊 大地啊 哪位神仙姐姐下凡 来搭救我胖子啊 很快 金胖子的声音 就淹没在了一阵暴走之下 至于秦小天将金胖子 拖进了茅草屋做什么 外人却是不得而知 然而 在外门弟子当中 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当这件事情出现之后 所有外门弟子 皆都对林丹产生了恐惧之心 话说那少坤带人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直接拿出了五十枚零食 交给了那几位手下去分 可以说 这少坤御人之术 还真的有一套 当那几个手下被打发走 少坤这才露出一丝激动之色 掏出了三枚圆羊丹 不过 想到自己的胞弟被秦小天暗害 少坤还是带着一丝戒备 仔细地查看着圆羊丹 甚至 少坤掏出一枚圆羊丹 仔细对照 无论是样子 颜色 还是扑鼻的灵气 皆都丝毫不差 这才放心下来 四枚圆羊丹 足以让本少提升到宁气气大圆满了 这一次的内门弟子之争 本少要定了 少坤脸上露出一副得意之色 直接将自己的圆羊丹服下 半个时辰之后 再次服用了一枚 一时间 那胖派的灵力 瞬间就充斥了少坤的全身 这让少坤激动不已 还认为是秦小天的圆羊丹 乃是刚炼制出来 要力强悍的作用 很快 少坤便运功 准备吸收这灵气 然而下一刻 少坤的面色却是陡然大变 该死 秦小天 老子要弄死 不 少坤大骂一声 可是那狠话还没有说完 一口烟红的鲜血 直接从其口中喷出 跟着就看到 一股狂暴的灵力 瞬间就冲爆了少坤的长袍 露出了那强劲的身躯 在其身上 居然出现了一道道 好似球龙一般的青筋 那青筋更是不断地滚动 仿佛有什么活物 在里面奔腾一般 不 不 不 一时间 少坤口中悲呼一声 那球龙一般的青筋 此刻轰然爆裂 扑扑扑扑扑 下一刻 少坤全身的筋脉 皆都爆裂开来 一道道惊人的伤痕 呈现而出 那筋脉混着烟红的鲜血 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可以说 少坤此刻筋脉禁肺 比起少阳更是凄惨 而那少坤 也是在剧痛和悲痛之下 直接晕死过去 不过 守在门外的手下 听到少坤的惨叫声 却是面色大惊 立刻冲进了房间 当看到沙坤满身鲜血 筋脉已经破烂的时候 这些手下彻底的傻眼了 完了 完了 少坤师兄也着了道 不是吧 刚才是少坤的惨叫声吗 难道少坤出现了什么变故 这一刻 凡是听到少坤惨叫的人 如同之前少阳惨叫一般 皆都出现 围住了少坤的居所 甚至连外门弟子当中 那排名前五的四个人 此刻也都出现 嘶 少坤的筋脉肺了 当他们看到 少坤满身是血 那暴露的筋脉 已经破烂不堪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心中 生起了一股寒意 心中惊呼一声 能够看到 他们的面色十分凝重 眼中透出一丝亥然之意 仿佛无法相信 少坤居然会变成这副样子 快点起奏金云长老 一时间 立刻有人去请了金云 当金云听到少坤的事情 整个人都不淡定起来 什么 少坤经脉劲爆 彻底变成废人 苍天啊 大地啊 若是时光能够倒流 老朽绝对不会要那 请小天父亲的五十万钱啊 这哪里是什么天之骄子 这简直就是一个灾心啊 金云心中悲呼万分 身形一闪 立刻出现在了少坤的居所 当看到少坤凄惨的样子 哪怕是金云 也是虎蛆一颤 金云长老 是那请小天 是那请小天 给了少坤师兄三枚鸳羊蛋 然后少坤师兄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少坤的手下 立刻呼喊一声 一时间 众人皆都惊呆了 之前他们就听到了 请小天的名字 可是他们并没有在意 然而 这再次听到 却是让他们觉得如此刺耳 不 是如此的毛骨悚然 这请小天兵不认血 只是用区区几枚铃丹 就将这少阳 少坤兄弟俩 还得修为尽废 甚至少坤 更是变成了一个废人 无法想象 这请小天 是多么的恐怖 一时间 众人心中都生起了一个想法 坚决不吃铃丹了 最起码 坚决不吃 从请小天手中流出的铃丹 至于那金云 则是心中悲呼一声 该死的请小天 果然是 果然是你 老朽拿了你父亲的五十万钱 难道让老朽 付出百年的名声不成 此事 金云却是面露凝重之色 冲着所有的外门弟子 喊了一声 跟着身形一闪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洞府 不管了 老朽也管不了 修行意图 本就是在刀尖上填写 他们被坑死 那只能怪他们贪心 一时间 金云算是彻底的不管了 任由这个请小天造作去吧 以他这样的性格 早晚要陨落 虽然这样想 可是金云更恨自己 恨自己 为什么要收取秦雄的好处 让自己被请小天制约 死破脸吗 自己百年的生育 岂不是毁于一旦 更何况 自己还要参加一年之后的 内门长老之争 若是生育受损 那自己得不偿失 金云长老甩手 立刻让这些外门弟子傻眼了 秦小天做出如此事情 却没有受到责罚 岂不是说 这个秦小天来头很大 大的连金云长老都不敢管 乖乖龙地动 少昆少阳兄弟俩 岂不是白白的被人搞废了 那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想去帮他俩报仇血恨 难道你就不怕 以后吃的灵丹是毒丹 可是 我们外门弟子 难道是后娘养的不成 爹不亲 娘不爱 这一刻 所有外门弟子 都被秦小天 这个身份神秘的弟子吓到了 最起码 他们不敢去招惹秦小天 更不敢随便地吃灵丹了 可是 明天就是发放灵丹的日子 当一个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所有的外门弟子 皆都颤了一颤 一股尿意立刻袭来 惊得他们立刻顿走 至于秦小天 此刻正在里里外外地 将金胖子查看了一番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骇之色 心中暗道一声 乖乖 了不得呀 居然是吞天神体 当秦小天看到金胖子的身体 就好似无底洞一般 那全身的每一处 都仿佛是张大了的嘴巴 疯狂地吞噬金胖子的灵气 这样的身体 在秦小天的记忆当中 唯有那传说中的吞天神体 传闻 这吞天神体若是修成 张口可吞天十海 闭口可崩碎日远 乃是仙界三十三重天之中 为数不多的绝顶神体 可惜 能够修成吞天神体的人 却是少之又少 至今秦小天没有见到一个 实在是这吞天神体太过惊人 不是因为拥有者的无知 而导致没有察觉 最后耽误 被吸了一个精进人亡 就是财力不够 无法支撑 最后活活饿死 可以说 这吞天神体 那就是一个无底洞 只要是蕴含灵气 仙气的物品 皆可以吞噬化解为其所用 现在 这金胖子 便是这第一种情况 别看他天天吃灵草 胖得跟一头猪似的 实质上却是虚得很 每天之所以感受到 就是因为他吸收的灵气 无法支撑吞天神体的消耗 所以饿的时候 才会疯狂偷吃灵草 这也是金胖子 为什么修为 始终停留在 宁气气四层的原因 还好 多亏这金胖子遇到了自己 否则再过半年 这金胖子 不但会修为全无 恐怕还会被吸了一个 精进人亡 大哥 我这身体咋回事啊 不会是什么 千年难得一遇的 顶级神体吧 金胖子露出一副 弱弱的样子 那迷成一条缝的小眼睛 盯着秦晓天问道 这个金胖子 居然猜对了 可是 本尊会告诉他 这是吞天神体吗 绝着屁股等着吧 这个 秦晓天眉头一簇 露出一副为难之色道 只不过 这话只说了一个开头 却没有了下文 一时间 金的金胖子 全身肥肉一个劲的颤 大哥 难道我要死了 金胖子惊呼一声 实在是秦晓天的样子 在其看来太恐怖了 就好似自己得了 不治之症一般 不死也差不多了 果然 当秦晓天这句话 出口的时候 金胖子全身无力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面色煞白 整个人都变得呆滞起来 嘴巴还在颤动着 完了完了 我就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要不然 我那父母 为什么将我丢弃了 完了完了 难怪这几年 总是感觉吃不饱 老子得了不治之症 不治之症 啪啪啪 看到金胖子失心疯 秦晓天上去 就是三个大嘴巴子 直接将金胖子打醒了 哇 大哥 我要死了 要死了 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 我还没有唱过女人的味道呢 哭个什么劲 我不过是说你快死了 现在又没死 你怕什么 再说了 有我在 你能死得了吗 啥玩意 大哥 你能救我 当然了 救你的办法只有一个 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什么办法 秦晓天嘴角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很简单 把你当猪养 大哥 你骂我 金胖子面色依然煞白的 白了一眼秦晓天道 你还不够资格让我骂你 秦晓天随口说了一声 顿时间让金胖子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原来自己 在秦晓天眼中 连挨骂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 我是真的能够救你 只可惜 你这辈子 注定要在我身边当个小跟班了 听到这话 金胖子露出一副诧异之色 盯着秦晓天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秦晓天却是从其眼中 看到了一丝鄙 好似在说 自己是在坑他一般 不信吗 秦晓天口中低音声 眼中充满了不屑 按一下你的丹田下三指 看看有什么感觉 按照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点了一下 自己丹田下三指的地方 一阵刺骨的疼痛 立刻传遍了全身 让金胖子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就瞬间软倒在地 一时间 金胖子的眼中 充满了惊慌之意 更是蕴含了一丝祈求 看向了秦晓天 你可以不信我 但是这痛点生到了你的丹田 就算是有大罗惊险 也无法营救你了 秦晓天满脸无所谓的 冲着金胖子喊了一声 吓得金胖子一阵机灵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瞬间就冲到秦晓天脚边 抱住了秦晓天的大腿 大哥 你就是大腿 以后小弟就抱着你的大腿了 金胖子一副 吃定了秦晓天的样子 抱着秦晓天的大腿 就不撒手 秦晓天叹息一声 冲着金胖子摇了摇头 虽然秦晓天很想告诉他 之前都是自己骗他的 可是告诉了金胖子 自己以后还怎么混 单天下三指的地方 随便找个人来按都会疼 因为那里是大鹤穴 大哥 大哥 你得救我 不救我 我就抱着你的大腿不撒手了 看到秦晓天一副要放弃自己的样子 金胖子立刻呼喊道 起来吧 治你这个病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疯狂的吃灵丹 啥 不过秦晓天的话 却是让金胖子傻眼了 治自己的办法就是吃灵丹 大哥 你不是开玩笑吧 金胖子露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样子喊道 别说吃灵丹了 就是吃灵草 我都得偷偷的吃啊 我让你偷偷的吃了吗 要吃 也是光明正大的吃啊 秦晓天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狠狠的敲了金胖子一个暴力道 自己是什么人 那可是准至尊 虽然重生了 可是自己炼丹的手段和丹方有的事 养活金胖子还不容易吗 光明正大的吃 金胖子傻眼了 别说玄天宗的外门弟子了 就是内门弟子 一个月也只有三颗元阳丹 外门弟子更可怜 三个月一颗 就这还让自己光明正大的吃 带你去光明正大的吃丹 秦晓天话音落地 揪着金胖子的衣领 直接朝着木云炼丹的山洞走去 进入了深处 那木云依然在炼丹 木云师说 弟子给你找来一个是丹的 看到木云 秦晓天将金胖子 直接丢在了木云的身边 冲着木云喊了一声 那木云也不客气 直接丢出了数个丹瓶 吃死了我可不管 毕竟这都是你 是我直接你炼制的灵丹 木云喊了一声 可是这话 却让金胖子一个颤抖 朝着秦晓天 投去了差异的眼神 仿佛在说 大哥 这就是你所谓的光明正大的吃灵丹 尽管吃 吃死了我负责 秦晓天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冲着金胖子喊道 那金胖子还是不幸 毕竟之前秦晓天给人吃了两次灵丹 可是两次都给人吃废了 哎 还有半年时间 早死完死都是死 不如是一试了 你说呢 看到金胖子的神色 秦晓天露出一副你不吃 早晚都得死的眼神 盯着金胖子说道 这让金胖子神色一愣 哼 死就死 就算是死 也要当一个饱死鬼 一时间 金胖子天人交战之后 露出一副狠色 抓起一个瓷瓶 倒出里面的三颗灵丹 直接吞入了嘴中 别说 这灵丹芬芳扑鼻 吃到了嘴中 立刻就化成了香叶 滑入了肺腑 而金胖子那长时间饥饿的身体 仿佛开了混一般 疯狂的吞噬灵气 倒是那暮云 此刻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 盯着金胖子 又看了看金胖子手中的瓷瓶 口中喃喃一声 对啊 这是七宝散公丹啊 这个胖子 怎么没有散公呢 听到七宝散公丹 金胖子虎去一阵 脸上露出一副苦瓜一般的神色 看向了秦晓天 他可是记得 秦晓天就是用这七宝散公丹 坑死了少阳 正因为这样 那少阳已经被送出了山门 失去了成仙的资格 怕什么 对别人来说是独丹 对你来说就是独丹 你得的是绝症 只有以毒攻毒 才能够奏效 秦晓天瞪了一眼金胖子道 仿佛因为金胖子始终不相信自己 而感到了愤怒一般 不信你就运功试试 看你的修为 是不是提升了一丢丢 金胖子满脸疑惑的运功 当感受到自己的修为 确实提升了一丝 顿时间脸上就露出了惊喜之色 大哥 真的提升了 真的提升了 那还等什么 吃吧 这是爆裂丹 秦晓天再次拿起了一瓶 之前炼制的爆裂丹丢给了金胖子 一旁的木云 立刻瞪大了眼睛盯着金胖子 爆裂丹 金胖子听到这爆裂丹 身躯还是一颤 因为那绍坤就是吃了爆裂丹 搞得经脉皆都爆裂 连宁气的资格都失去了 不过 看到秦晓天自信的眼神 想起之前吃的七宝散公丹 金胖子还是露出一副狠色 直接将里面的六颗爆裂丹 全部倒出来 直接吞入了腹中 跟之前一般无二 这爆裂丹化成了香叶 变成了灵气 充斥肺腑 根本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甚至 在这六颗爆裂丹被吸收了之后 金胖子的身体 立刻传来了一阵暴斗一般的声响 噼里啪啦 一股宁气七五层的气息 立刻在金胖子身上散发而出 这让金胖子彻底的傻眼了 而一旁的木云 也是彻底的猛圈了 金胖子吃的明明是爆裂丹啊 人没事不说 修为居然还突破了 天哪 这就突破了 可是这胖子吃的明明是爆裂丹啊 金胖子和木云二人傻眼了 可是秦小天却是老神在在 管他灵丹还是独丹 对于吞天神体来说 一般无二 只要是灵药炼制的灵丹 皆都可以吞食吸收 这就是吞天神体的好处 也是吞天神体的坏处 行了 今日就吃到这里 将剩下的灵丹收起来 帮助木云师叔炼制原羊丹 毕竟后天就是发放灵丹的日子了 秦小天开口喊道 将剩下的三个瓷瓶 都塞入了金胖子的怀中 这才来到了木云的旁边 木云师叔 还有丹炉吗 弟子也想要尝试炼丹 这样一来 像什么壁骨丹啊 清水丹啊 这些低级的丹药 就不需要师叔炼制了 弟子就可以代劳 当然了 秦小天自己想要炼丹 一方面是为了自己 一方面也是为了金胖子 毕竟金胖子以后 需要吞食的灵丹 要以海量来形容 不提前做好准备 那怎么行啊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有备无患 去那里 那里还有地火 低温较低 刚好可以炼制壁骨丹 清水丹和圆阳丹之类的 木云听到 直接丢给了秦小天一个丹炉 指着石树杖之外的 一处封闭的地火喊道 待会老朽要炼制开阳丹 到时候 老朽可以指点你一番 多谢石树 弟子晓得了 秦小天咧嘴一笑 投去了一个只有 你知我知的眼神 别看木云总是指点 秦小天炼丹 实质上 这是二人进行的一个约定 一个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的天道是约 秦小天的丹道造诣 毫无疑问 那是无人能及 木云被秦小天 骗一次两次还好说 可是三次四次 木云还感觉不出来吗 可以说 在第二次的时候 木云就已经怀疑了 到了第三次 第四次 木云更是断定 秦小天的身份不简单 在木云的逼迫之下 秦小天只能让木云 发出天道誓言 不可泄露自己的身份 只有这样 自己才可以告诉木云 自己的来历 同时指点木云炼丹 尤其是 秦小天抛出了一个 让木云无法拒绝的条件 那就是 可以指点木云炼制 增加劫丹几率的一元太清丹 木云岂能抵受劫丹的诱惑 当时就发出天道誓言 绝对不会泄露秦小天的身份 秦小天这才告诉木云 自己乃是丹圣转世 别说 这木云还真信了 毕竟秦小天的炼丹造诣 根本不是秦小天这个年纪该有的 而且指点起自己来 头头是道 根本不能作假 目前只能在玄天宗混混饭吃了 一时间 秦小天和金胖子二人 开始炼制简丹的灵丹 秦小天主导 金胖子在一旁携从 很快 金胖子也从秦小天身上 学到了不少的炼丹知识 不愧是丹圣 一旁炼丹的木云 心中赞叹一声 在秦小天从头讲解之下 许多不曾开悟的难题 豁然开朗 心中对秦小天暗自佩服 很快 秦小天炼制的壁骨丹 清水丹不断的出炉 两天的时间 足足炼制了上千颗壁骨丹 数百颗清水丹 而且品级都不低 最差的都是中品 这让一旁的木云心中 十分的羡慕 恨不得那拥有丹圣身份的人 就是自己 之后 秦小天开始炼制圆鸯丹 一共炼制了三炉 出品了上百枚 自己留下了十几枚上品的 剩下的全部丢给了金胖子 金胖子看着上百枚圆羊丹 差点幸福的晕死过去 当时就吞了三颗 每名其约 是这三日炼丹的补偿 这是三千枚圆羊丹 你们二人去给我 玄天宗弟子分发一下吧 发放临丹的日子到了 一早 木云就交给了秦小天一个储物袋 里面装着三千枚圆羊丹 让其和金胖子 去给众多弟子发丹 在金胖子的带领下 秦小天带着三千枚圆羊丹 一路来到了玄天宗的广场之上 刚刚到来 就看到广场之上 已经占了接近千人 这千人分成了两对 一对大约五百多人 有男有女 不过那些内门弟子 也有人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看着秦小天 甚至随着秦小天走向了高台 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都带着一丝诧异 各位师兄师姐 虽然小弟知道自己很帅 很讨人喜欢 可是你们这样看着小弟 小弟还是会害羞的 别说秦小天这话一出口 那面孔立刻变得红润起来 仿佛真的害羞一般 可是这一变化 立刻让不少师姐亮瞎了眼 原本秦小天 就拥有一副刀削一般的身材 浓眉大眼 白白净净 给人一种英俊潇洒的感觉 现在在这英俊潇洒的面孔之上 带着一丝娇羞之意 立刻让一些师姐犯了发痴 嘻嘻 这位小师弟长得好俊俏啊 师姐看了好欢喜呢 是啊 这位小师弟可有众议人 要不然师姐给你当老不可好 一时间 有些开朗的师姐 纷纷讨侃侃秦小天 不过 秦小天却是摇了摇头 多谢各位师姐太爱了 不过小弟喜欢那种高冷的女子 比如这位师姐 就很符合小弟的择偶标准 秦小天话语间 伸手一指那站在第一排的内门弟子当中的一位面如冰霜的女子喊道 这女子皮肤白皙 弯眉毛 大眼睛 穷鼻红唇 十分亮眼 只不过 那神色却是冰冷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此刻在秦小天的讨侃之下 这位女子更是面色一寒 目光如见 直接刺向了秦小天 完了完了 我已经沦陷了 这位师姐 请你不要抱怨 要抱 就抱我吧 不要抱怨 抱我 如此土味情话 饶是那女子冷若冰霜 面色也是不由一红 跟着心中升起一股怒意 眼中透出一丝沙鸡 盯着秦小天 可嗨嗨 小弟秦小天 乃是沐云师叔派来发放灵丹的人 看到这女子眼中透出一丝沙鸡 秦小天立刻连可几声 冲着众多弟子喊道 不过 陡然间 秦小天面色一变 立刻跑到了那位冷若冰霜的女子面前 塞给了她一个储物袋 哎呀 这位冰冷的师姐 抱我拿一下 我的东西忘记了 回去取一下 取东西 秦小天的举动 也是让这女子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对 我要取你 秦小天丢下这句话 满脸激动地接过储物袋 再次跑到了台上 只留下了那有些娇羞 却是变得更加冰冷的女子 在那里狠狠地瞪着秦小天 那个啥 各位师兄师姐 请大家排好队 到我这里领取鸳鸯丹 内门弟子三枚 外门弟子一枚 我要取的人 三十枚 一时间 秦小天的话音落地 立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尤其是树到灵力的目光 蕴含着杀鸡 如同刀子一般 搁在了秦小天的身上 秦小天并不在意 心中明白 这些目光 必然是爱慕那女子的人投来 可是 自己会怕吗 但是 那些开朗的师姐们 却是让秦小天 有些受不住了 要要要 小师弟这土味情话 有些过分了 就是啊 我们这么多师姐在这里呢 你这样 让我们亲和以看 好好 各位师姐 也都三十没如何 秦小天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那些叫嚷的师姐们 一个个脸上 满是不知所措的样子 不过 一时间 那些师兄们 却是露出杀人一般的眼神 盯着秦小天 如果眼神 能够杀人的话 秦小天已经死上无数次了 哈哈 开个小玩笑 各位师兄师姐见谅 现在开始领取鸳鸯丹吧 不过小弟保证 这次美人会多出一枚 秦小天看到众人的神色 立刻改口喊道 同时给金胖子试了一个眼神 金胖子立刻上前一步 各位师兄师姐 每人五颗鸳鸯丹 我做主了 哼 这还差不多 众人听到金胖子的话 立刻冷哼一声道 毕竟金胖子和秦小天比起来 他们对金胖子 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每次分发鸳丹 金胖子都会跟在沐云的身边 很快 众人开始领取鸳鸯丹 就如同金胖子所说的 每人分发了五枚 这让内门弟子各个脸上 都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终于轮到了 那位冷若冰霜的女子 当慈女来到秦小天面前 身上散发出的寒意 让秦小天如坠冰枯 师弟秦小天 敢问师姐方明 秦小天面带笑容 对着慈女问道 同时从储物袋里面 掏出五枚圆羊丹 交给了慈女 哼 慈女却是冷哼一声 结果圆羊丹 脚下一点 直接踏空而去 豪萨的身姿 如同仙子 秦小天立刻赞许一声 那声音落入了慈女的耳中 让其身躯微微一颤 不过还是眨眼之间 消失在了秦小天的眼界之中 这位师弟 人家是玄天宗第一美女 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能够染指的 小心你的脑袋 这时 一位师兄上前 面带一丝告诫之色 对着秦小天说道 若是你多给我五枚圆羊丹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此女的方明 滚 我最讨厌 你这样的货色 然而 秦小天却似面色一怒 居然趁着此人不注意 一脚踹在了此人的肚子上 将此人踹下高台 立刻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给秦小天踹下高台 颜面无存 顿时间面色如同猪肝 冲着秦小天吼道 怕你不成 秦小天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这位师兄喊道 各位师兄师姐 此人要挟小弟 多给他五枚圆羊丹 你们说 我能答应吗 师弟做得对 这次就不是个好东西 前不久还威胁我呢 今日师弟惩戒他 真是大快人心 立刻 有人附和 很明显 这人坑的人不少 不过 秦小天却是眉头一簇 暗自将此人记在心中 毕竟 能够坑人 还活得滋润的人 必然有些本事 不出意外 这次分担之后 此人就会来搞自己 哼 你千万别来 来了就别怪本尊不客气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大有深意地看了那人一眼 不过还是手指一弹 直接丢出了五枚圆羊丹 那人也不客气 结果之后 狠狠地刮了一眼秦小天 仿佛在说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之后让你好看 很快 内门弟子的圆羊丹 分发完毕 接下来 轮到了那些外门弟子 可是 这些外门弟子走上前的时候 却是有些战战兢兢地 看着秦小天 咋地 不想要啊 秦小天看到他们的样子 立刻训斥一声 让那些人一个颤抖 可见 秦小天的凶名 已经深刻他们的心中 小师弟 这丹 放心吧 跟少坤的不同 多谢小师弟 那人听到秦小天的话 也不管真假 立刻感谢秦小天 接过圆羊丹 直接退去 半个时候之后 外门弟子的圆羊丹 秦小天这才与金胖子二人 朝着药园走去 只不过 二人不知道 那些外门弟子 在领取了圆羊丹之后 根本不敢服用 该死的丹煞 他分发的临丹 我们敢服用吗 我可不敢 宁可少吃一枚圆羊丹 我也不要变成 少坤少阳兄弟俩的样子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你们想死就去 不要拖着老子垫背 一时间 外门弟子人人手中 都多出了一枚 不敢服用的圆羊丹 甚至这些圆羊丹 白送给人 人家都不要 至于秦小天和金胖子二人 刚刚回到了药园 却是看到 在这药园的外面 站着一道 如同仙子一般的身影 看到这身影 秦小天心中一荡 仙子姐姐 你这是舍不得小天吗 秦小天高呼一声 立刻冲到了那女子的面前 那女子正是之前 秦小天调戏的 玄天宗第一美女 咦 仙子姐姐 脸上有点东西啊 不过 来到了这女子面前 秦小天却是露出 一丝疑惑之色 看着此女的脸 此女下意识地伸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发现并没有东西 这才目光一寒 盯着秦小天 不过 秦小天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此女扑斥一笑 哎呀 原来是有点漂亮 扑斥 在秦小天的土味情话之下 这女子直接笑出声来 不过笑容却是立刻消失 再次被寒冰取代 哼 油嘴滑舌 你这一张嘴 恐怕被骗的女子不少吧 是不是该将你的舌头割掉 虽然这女子的神色 再次变得冰冷起来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样子 可是秦小天心中 却是微微一笑 不管你这个人多么冰冷 还是多么高冷 只要抓到了笑点 就算是再冰冷 再高冷的人 也会开怀大笑 冰冷姐也不告诉小弟你的方面 既然如此 不知冰冷姐 为什么要来小弟这里等待 此女听到秦小天的话 带眉一簇 仿佛没有想到 这秦小天 居然敢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 冰冷姐 你胆子倒是不小 不过 你之前说给我三十枚原羊丹 还做数不 要丹的 听到此话 脸上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盯着此女 一时间 此女心中有些窘迫 但是面色依然冰冷 原本自己不想来跟秦小天索要的 可是最近 自己有了要突破住击期的征兆 若是有了这三十枚原羊丹 便可以让自己的宁气期达到巅峰 所以 在思前想后之下 还是硬着头皮来找秦小天 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 人情啊 欠钱好还 这个人情吗 秦小天这话刚出口 这女子脚下一点 直接踏空而去 看得秦小天有些傻眼 不过还是伸手一丢 一枚储物袋丢向了此女 冰冷姐接着 记住了 人情我就不要了 我要娶你 此女娇躯一颤 好齿轻咬红唇 那一双冰冷的眼睛 如同利剑一般 扫了一眼秦小天 不过 还是伸手接过了储物袋 跟着踏空而去 唉 三十枚原羊丹 让本尊白捡了一个老婆 秦小天看到此女离去 口中叹息一声道 而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从这秦小天竖起了大拇指 大哥手段高明啊 玄天宗第一冰山美人 居然都成为你的老婆了 还是白捡的 啥时候 也给小弟白捡一个 不 一群老婆啊 哦 你知道此女的名字 秦小天听到金胖子的话 面色一喜 立刻询问金胖子此女的名字 只可惜 金胖子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 对不起 只是玄天宗有这么一个冰山美人 却不曾知晓美人方面 你大爷的 秦小天狠狠地给了金胖子一个暴力 疼得金胖子字牙咧嘴 最后只能将气撒在了灵丹上面 狠狠地抓了一把塞入嘴中 那样子 仿佛在咬着秦小天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就是半年的时间 秦小天自从败入了玄天宗 始终待在药园 仿佛这药园成为了他的专属用地一般 而这半年时间 秦小天修为也恢复到了宁气七九层 这还是他没有刻意的修炼 否则早就回到了宁气七大圆满 至于金胖子 这半年的时间 那真是足足地胖了三圈 用金胖子的话来说 自从跟了秦小天之后 自己就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感觉了 不但如此 金胖子如今是红光满面 气势十足 那修为更是不知不觉间 提升到了宁气七八层 比秦小天还高出了一层 就是一只专心炼丹的沐云看到 也是羡慕不已 恨不得跟金胖子一样 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然后修为突飞猛进 不过 这三日的时间 秦小天和金胖子却是十分的忙碌 因为明日就是外门弟子的大比 只要能够进入前五 便可以成为玄天宗内门弟子 秦小天和金胖子都想参加 并非是为了争夺内门弟子的名额 而是为了扬眉吐气 招风影蝶 没错 金胖子入门三年 可是受尽了外门弟子的鄙视 这半年时间修为好不容易突飞猛进 当然要显露一番 而秦小天则是准备招风影蝶 毕竟想要勾起一个女人的爱意 就必须要引起这个女人的注意 虽然这冰龙节 乃是内门弟子当中的佼佼者 可是同样会关注一些事情 而这次外门大比 便是一个很好的事端 所以啦 金胖子和秦小天要的 并非是这内门弟子的名额 而是如何让自己更加出彩 这三日的时间 秦小天和金胖子都泡在了外门弟子 能够进入的藏经阁之中 修习自己可以修炼的法术 秦小天宪法虽然很多 可是太高级了 先不说拿出来会不会惊世骇俗 单单是这个使用条件 就不是秦小天能够承受 毕竟最差的宪法 都需要大罗金仙的修为 方能够施展 他区区一个宁气七层的人 施展出来 还不一次性被吸成人干 最后 秦小天选择了一个 非常旁门的法术扇嘴神通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佬 居然研制出了如此神通 没错 这门法术的名字就叫扇嘴神通 虽然贵为神通 可惜却被摆放在角落 落满了灰尘 因为这门法术 专门以扇别人嘴巴子 来羞辱对方 实质上根本没有什么伤害 只能说打脸是一绝 可是 谁又没事 将脸凑到你的手边 让你删呢 因此 这门法术虽然引起了很多弟子的注意 可是看过之后 根本无人休息 至于金胖子 秦小天却是特意给他选择了一门法术 金中照 说白了 就是一种挨揍的法术 金胖子心中不愿 可是秦小天一句休息金中照 对你的绝症有帮助 就让金胖子如获之宝 在获得了这两门法术之后 二人便回到了药园开始修炼 秦小天修炼起来 那是得心应手 毕竟这扇嘴神通 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力 而秦小天重生之前 乃是准至尊 论控制力 有谁是秦小天的对手 金胖子的金中照 也是循序渐进 虽然只有三日时间 可是在秦小天非常人的手段之下 愣是让其修炼到了金中照第二层 哪怕是秦小天的手掌拍上去 那是发出金铁一般的声响 这让金胖子之前心中的不爽 荡然无存 日生日落 转眼就是第四日凌晨 一大早 金胖子就顶着一个熊猫眼 将秦小天喊醒 拉着秦小天的手臂 就要去大比场地 大哥 走了 我们赶紧去参加外门大比 小弟可是激动了三天没有睡觉 终于想到了拉风出场的方式了 玄天宗 教舞场 地方不大 也就是千丈左右 在这教舞场的中心 有三座擂台 周围已经围满了数百位 身穿青色长袍的弟子 这些弟子 正是玄天宗的外门弟子 此刻 这数百位外门弟子 正露出激动之色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在这一次宗门小比之中 能够有所表现 当然了 那排名前二十人的 皆都希望在这次小比之下 成为前五 不如玄天宗内门弟子的行列 只有这样 才算是真正的踏入了先途 步入了先门 可见 这一次宗门小比 这数百位外门弟子 是多么的重视 要我说 这次不出意外 聚灵师兄必然会夺得头盔 那可说不准 这些年寻空师兄也是崛起得很快 据说已经达到了宁气期大圆满 而且还得到了内门一位长老的赏识 那有什么用 我听说伏柳师姐 还得到了采霞长老赐雨的领绑呢 你们说 伏柳师姐是不是会成为内门弟子 你们看 聚灵师兄他们来了 就在众多弟子议论纷纷的时候 树道身影 这才踏空而来 其中九男一女 这女子正是伏柳 而那九位男子 便是外门弟子当中排名前十的人 很快 聚灵 伏柳等人落下 一个个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扫了一眼中人 这才站在了最前方 等待主持的长老前来 当 此刻 随着一道壮重的声音传来 一位长老踏空而来 直接落在了中间的擂台之上 脸上露出一副 目空一切的神色 扫视众人 这人正是负责这次宗门小笔的长老 道号听乐 乃是负责内门弟子 遗传柱形的长老 算是一个油水很足的职位 时辰一道 外门弟子大笔正式 碰 咚咚咚 也就在听乐长老要宣布 外门弟子大笔开始的时候 一道沉重的撞击声 直接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就连这地面 也因为撞击声颤了三颤 传来一阵嗡鸣声 一阵烟尘四起 跟着就听到一阵咳嗽声 可嗨嗨 抱歉 弟子来晚了 很快 那烟尘落定 两道身影现身而出 正是秦小天和金胖子 众人看到二人 非但没有露出痴笑之色 反而眉头一蹴 尤其是看到金胖子手中 居然丢出了一枚鸳丹 吞入了嘴中 在那里嚼着的时候 一个个脸上 露出了羡慕 极度恨的神色 出场方式有些拉风 容俺金胖子 再吃一颗鸳丹压压经 金胖子说着 果然从怀中 掏出了三枚鸳鸳丹 直接塞入了口中 随便嚼了几下 直接咽入了腹中 这才露出一副满意的神色 一时间 众人看得眼热 恨不得从金胖子口中 抠出那鸳鸳丹来 吃吧吃吧 直接撑死你算了 最好跟少阳少坤兄弟俩一样 直接撑爆你的金脉 众人一阵嘀咕 诅咒金胖子不得好死 可是 当他们看到金胖子身边的秦晓天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时 却是一个个身躯颤抖了几下 哼 既然知道来晚了 还不快点退到一旁 耽误了大笔 唯你是问 不过 那擂台上的听乐长老 却是冷哼一声 眼中透出一丝不悦之色 冲着金胖子喝道 说实话 看到金胖子如此吃灵丹 就是听乐长老也是一阵眼热 这个该死的胖子 吃元阳丹 还有这么吃法的吗 就不怕直接被灵气撑爆了 老朽要好好观察一下 搞不好 我玄天宗要出现一个怪胎 听乐长老可是听说过不少怪胎 现在这金胖子如此吞赴灵丹 可见这金胖子体质不一般 寻常人等吃了元阳丹 都需要立刻运功调息的 外门弟子大笔正式开始 大笔点到为止 凡是恶意重伤者 逐出师门 听乐长老的话刚刚落地 就看到一道巨大的身影 直接落在了左边的擂台之上 碰 咔嚓 咔嚓 一道巨响传来 跟着就是一阵碎裂的声音 这一变化 吓了众人一跳 就是听乐长老也是面色微微一愣 定睛一看 居然是那刚才吃灵丹的金胖子 不过 当听乐长老刚要发火训斥金胖子 却是看到金胖子站起的地方 居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心中却是一惊 好家伙 这擂台可是经过特别处理的花岗岩 寻常弟子想要击碎 根本不可能 这胖子不过是跳上来而已 就将这花岗岩踩碎 看来果然是一个怪胎 那个啥 长老抱歉 弟子金胖子不才 准备挑战诸位师兄师姐 有不服的 尽管上来吧 死 听到金胖子的话 众多弟子都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更多的 却是充满了鄙视之意 就算你金胖子再狂再嚣张 吃了再多的灵丹 凭借你的修为 想要挑战所有的师兄师姐 这不是找虐吗 金胖子 咱能不开玩笑吗 就是啊 凭你也想跟几位师兄师姐 相提并论 不需要诸位师兄师姐出手 老子就能够灭你了 一时间 不少弟子都在摩拳擦掌 想要教训一下金胖子 这样的想法 他们早就有了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再者了 这个金胖子 始终跟秦小天在一起 他们还真担心 教训了金胖子之后 秦小天会给他们 吃一些稀奇古怪的灵丹 此刻别说是那些弟子了 就是听月长老 看到金胖子嚣张的神色 也想要飞过去拍他一巴掌 不过 这金胖子 已经入了听月长老的法眼 现在当然要看一下 这个金胖子的底蕴了 或许真是一个怪胎也说不定 准 一时间 听月长老直接喊了一个准字 那些弟子立刻露出嚣张之色 脚下一点 立刻有人送到了擂台之上 金胖子 你还真是嚣张啊 这人送上擂台 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冲着金胖子喊道 金胖子看到此人 双瞳微微一缩 那足有四百斤的身体 同时一颤 口中嘀喝一声 天鹿 很明显 金胖子对这个叫天鹿的弟子 十分感冒 貌似之前经常受到 这个天鹿欺负一般 而天鹿看到金胖子的样子 也是露出了一副满意之色 这才是我认识的金胖子嘛 乖 只要跪下给师兄 我刻三个想头 师兄我就放你一码 金胖子听到天鹿的话 双瞳猛的一缩 不过 却是看向了擂台下方的秦小天 当看到秦小天微微点了一下头 金胖子那四百斤的身体 猛的一横 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是可杀 不可辱 天鹿 今日就让你尝尝胖爷的厉害 那命来 那命来 随着金胖子的一声怒吼 金胖子全身都释放出一股惊人的气势 朝着天鹿扑面而去 那气势 仿佛要将天鹿直接弄死一般 就是天鹿也被金胖子的气势惊到了 一时间手忙脚乱 裂开寄出一面铜镜 挡在了身前 甚至还有一把飞剑 悬浮在了头顶 然而 让天鹿想不到的是 想象当中的狂风暴雨并没有降临 非但如此 天鹿的耳中居然传来了一阵大笑的声音 哈哈 就这乌龟样子 还要挑战我们所有人 金胖子 咱能不开这样的玩笑吗 多亏这是宗门内的鄙视 这若是四宗大鄙 你这样的人上去 岂不是丢进我们玄天宗的脸 随着众人一阵嘲笑 天鹿这才发现 那刚才气势十足的金胖子 居然像乌龟一般 站在原地不动 在其身体外面 居然呈现了一道虚幻的金钟 那样子 就好似一只顶着乌龟壳的乌龟 哈哈 金胖子 你是爱搞笑的吗 天鹿也是大笑一声 跟着伸手一指 那悬浮头顶的飞剑 立刻朝着金胖子 幻化出的金钟斩去 可是 在一旁的听乐长老 却是双瞳微微一缩 顶着金胖子身上幻化的金钟 心中微微吃了一惊 好一个金胖子 居然将金钟罩 修炼到了大成的境界 没错 金胖子施展的 正是秦小天 让其选秀的金钟罩 而且在秦小天半年的指点之下 直接迈入了大成的境界 当 也就在听乐长老心中的话语 刚刚落地 那天鹿的飞剑 直接斩在了金胖子 幻化出的金钟之上 立刻传来一道 震耳欲龙的撞击声 金胖子 你不是很能耐吗 怎么就知道 躲在龟壳里面不出手 当当当当当 随着天鹿的嘲讽 天鹿驾驭的飞剑 立刻连斩五次 那震耳欲龙的声音 不断地传来 可是 管你怎么攻击 怎么嘲讽 金胖子就是不说话 反而在天鹿几次斩击之下 变得信心十足 双手掐腰 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咋店 胖爷就不出去 有种你劈死胖爷啊 劈死胖爷 算胖爷倒霉 金胖子的样子 任谁看了 都很生气 尤其是跟金胖子对战的天鹿 几次攻击无果 脸上露出一丝利色 金胖子 你找死 天鹿怒骂一声 再次驾驭飞剑 不断地斩击金胖子 幻化而出的金钟 当当当当当 这惊人的撞击声 不断地传来 只是斩查的功夫 这天鹿就再次 劈出了数十件 身在台下的秦晓天 此刻却是咧嘴一笑 口中喃喃一声 差不多了 当 叮当 下一刻 就在天鹿再次 斩出了一击之后 这天鹿仿佛内力不济 那飞剑居然 直接在撞击之下 跌落在地 这一变化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露出了一丝亚色 他们有些傻眼了 这金胖子还没有反击呢 天鹿的飞剑 怎么就跌落在地了 天鹿 刚才你很嚣张啊 咯噔咯噔 就在此刻 那身在金钟罩里面的金胖子 立刻高呼一声 同时塞了两枚猿羊丹在嘴中 大嚼起来 天鹿双瞳猛的一缩 心中低呼一声 不好 瞬间 那金胖子动了 如同脚兔一般 那脚下猛的一蹬 那重达四百多斤的身体 如同炮弹一般 瞬间射向了天鹿 四 好快 众人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下一刻 就看到金胖子 如同炮弹一般的身躯 直接撞在了天鹿的胸口之上 碰 搜 一道猛烈的撞击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天鹿的身体 倒飞而去 破 不但如此 随着天鹿的身体 倒飞 那口中直接喷出一道血剑 洒落在了擂台之上 更是喷了金胖子一身 还好 金胖子幻化出的金钟罩 还没有消失 为其挡下了这一口血剑 不过 此刻场面却是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露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金胖子 还有那撞在擂台边缘 倒在地上晕死过去的天鹿 他们不相信 天鹿居然败在了金胖子的手中 这简直就是听大的奇闻 不可能吧 是老子眼瞎了 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这金胖子 绝人胜了 简直亮瞎老子 24K太惊眼 这金胖子 还是半年前的金胖子吗 众人惊呼不断 实在是金胖子 给他们太强烈的冲击了 之前还如同乌龟一般龟缩 可是动起来的时候 如同狡兔一般迅速 眨眼之间 天鹿就败了 然而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那排名前20人的都看出来 这天鹿内力不济 最后才会被金胖子击败 但是 他们心中也是金骇 这个金胖子的底蕴太强了吧 承受了天鹿几十次飞剑攻击 那金钟居然都没有破碎 而这里面最为震撼的 当属听月长老了 只不过 听月长老惊骇的 除了金胖子的底蕴之外 还有那指点金胖子的秦小天 之所以发现 这金胖子受到了秦小天的指点 完全是因为 听月长老始终在关注金胖子的原因 这金胖子在与天鹿对战的时候 那目光始终有意无意的看向了秦小天 这才引起了听月长老的注意 当发现秦小天嘴皮子动了几下之后 这天鹿内力不济 金胖子才爆发而起 一击击败了天鹿 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居然有这样的算计之力 不简单 不简单 听月长老心中暗道一声 原本这次来主持大笔 心中也就料定是那几个弟子 比如聚灵 比如福柳 可是 听月长老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还出现了让人意外的事情 这就让听月有些难办了 因为内定的那几块料子 早就被几位长老瓜分了 一旦出现变故 让自己如何交代 你们这几个老家伙 是不是也该过来瞅瞅了 这次外门弟子当中 居然出现了两个好玩的小家伙 一时间 听月只能给那几位内定的长老 传去了消息 让他们自己过来做主 来啊 还有谁不服 今月胖爷崛起 一发不可收拾 来一个灭一个 来一双 胖爷灭你一双 今月这内门弟子 胖爷当定了 而此刻 一道怒吓声 却是传入了听月长老的耳朵 让听月长老都忍不住抱了粗口 我去 你这个死胖子 太嚣张了吧 还有谁 经胖子再次怒吼一声 全身撒发出一股王八之气 那绿豆一般的小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在人群之中扫过 来来来 让胖爷领教一下你的高招 还有你 运河师兄 八个月前 你不是抢了胖爷一枚原羊丹吗 来来来 今日胖爷跟你一起算算 那个谁 躲什么躲 说的就是你 那个贼没鼠眼的太和 一年前 你不是抢了胖爷三株天羊草吗 利滚利 今日已经价值三十羊十了 一时间 金胖子如同霸王一般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点着人名 这些人都是曾经欺负过金胖子的人 如今 金胖子一招得势 那记仇的小本本 立刻拿出来 一一跟这些人算账 乖乖 这是哪里来的胖子 居然这么狂妄 有意思 别看着胖子 足有四百多斤 体内的灵气倒是惊人啊 这个胖子我要了 很适合修炼我的蛤蟆神功 就在金胖子叫嚣的时候 三位内门的长老横空而来 落在了听悦的旁边 脸上露出一丝玩味之色 盯着那擂台上叫嚣的金胖子喊道 听悦看到三人到来 脸上露出一副 你们自己看着扮的样子 朝着金胖子和台下的秦小天 努了努嘴 虽然这动作做得很是隐蔽 可是台下的秦小天 却是心中一领 不过却是装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继续看着擂台之上的 金胖子叫嚣 能够看到 此刻擂台上的金胖子 已经如同天人 台下的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 赶上台去跟金胖子较量 甚至数百位外门弟子 皆都将目光投向了巨灵 寻空和浮流等人 仿佛只有他们 才能够与金胖子抗衡一般 巨灵 寻空和浮流等人 此刻也是被众人盯得 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他们上也不是 不上也不是 因为这金胖子明显很难缠 一旦无法击败金胖子 反而被金胖子击败 那自己的名声 可就算是交代了 咋地了 都尾了 年前那会 你们不是一个个嚣张的 要弄死胖爷吗 来啊 有种来啊 今日胖爷不将你们做的生活 不能自理 胖爷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金胖子一阵叫嚣 甚至那话语 将巨灵等人说得面红耳赤 毕竟数百位外门弟子 都在盯着他们呢 既然没有人来挑战胖爷 那内门弟子的名额 胖爷就占一位了 以后你们看到胖爷 都要喊胖爷师兄 我来 终于 在金胖子的挑衅之下 有人忍不住了 这人正是排名第十一的烽火 是非常有力争夺前五的人 而且 能够成为内门的弟子 只有五人 若是让金胖子 这么轻易地占用了一个名额 很快 这烽火直接冲上了擂台 与金胖子对峙起来 而金胖子看到有人来 二话不说 直接撑起了金钟罩 如同乌龟一般 缩在了金钟罩里面 不但如此 金胖子担心自己的灵力不足 立刻吞了三枚羊羊丹 看得众人一阵怒骂 无耻 太无耻了 老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该死的金胖子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羊羊丹 不会是在沐云长老哪里头的吧 抵制金胖子 抵制龟缩打法 我们不服 那抵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至于秦晓天 一看形势如此 心中立刻苦笑一声 知道自己完大了 可是事已至此 又能怎么办 既然完大了 那就完得再大一些 只见秦晓天脚下一点 居然也跃到了擂台之上 只不过 却是站在了金胖子的身边 这不但让在场的众人愣住了 就是金胖子也愣住了 倒是听悦四位长老 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有意思 有意思 没有想到 一个外门小笔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弟子秦晓天 自问略有一点才学 与金胖子 修炼双鸡互搏之术 今日 我们兄弟联手 挑战诸位师兄 争夺两个 拜入内门弟子的名额 诸位师兄可以双双联手 也可以五人联手 小弟与金胖子二人都接下了 只不过 小弟只有一个条件 败者失去这次 拜入内门的机会 秦晓天上台 立刻冲着众人喊道 只见其双手背负 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落在众人眼中 仿佛是天边的云 好小子 心如止水 风轻云淡 有一种大家的风范 恐怕在入我玄天宗之前 已经有了不菲的历程 看到秦晓天的样子 就是听悦四人 也是露出了一丝亚色 口中称赞道 不过 诸多弟子 却是直接看向了听悦长老 等待听悦长老的答复 毕竟秦晓天有些坏了规矩 准 然而 让众人意外的是 听悦长老 居然直接允许了秦晓天的提议 非但如此 还增加了一个条件 今日本长老做主了 凡是能够胜过这两个小子的人 皆都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反之 失去资格 死 众人听到这条件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有的露出难色 有的人却是激动不已 毕竟这样一来 他们都有了可以成为内门弟子的资格 除此之外 胜过这两个小子的人数超过五人 这两个小子 直接逐出师门 哼 本尊就知道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听到听悦的话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原本还打算让所有人都成为内门弟子呢 现在看来 只能淘汰他们了 一时间 秦晓天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 看了一眼台下的众多弟子 仿佛这些弟子 已经失去了资格一般 各位师兄 抱歉了 你们都将失去资格 要怪 只能怪听悦长老了 秦晓天 你太嚣张了 就是 好似你已经赢了所有人似的 你之前的话还算数不 最多可以五个人联手 秦晓天听到众人的话 立刻朝着前面跨出一步 全身爆发出一股 屁逆天下之威 冲着众人喊道 一个唾沫一个钉 我秦晓天说的话 那就是君子一言 好 我们来会你 一时间 足有五人 直接联手上台 直接将那烽火逼下了擂台 然而 这五人刚刚来到擂台之上 却是看到秦晓天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小心了 现在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双人快打 秦晓天话音落地 金胖子立刻消失在了五人的面前 这让五人心中一惊 不好 碰碰碰碰碰碰 下一刻 金胖子出现 那巨大的身体 如同锤子一般 狠狠地砸在了他们五人身上 直接将五人砸翻在地 就凭你吗 再修炼一百年吧 碰碰碰碰碰 随着金胖子的嘀吼 金胖子一脚一个 直接将那些被自己砸翻在地的五人 踢下了擂台 好快 一时间 众人惊呼一声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金胖子和秦晓天怎么出手的 这五人就直接落败了 有意思 有意思 不过 听悦四人却是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那些外门弟子没有看清楚 可是他们四人却是看清楚了 金胖子是被秦晓天一脚踹出去的 只不过 这一脚的速度非常快 仿佛二人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一般 踢的是那么的流畅 听悦四人哪里知道 秦晓天这样的一脚 踢出的次数 恐怕超过了十万次 可显而知 这半年的时间 金胖子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 除了听悦四人 还有几个人 也是看清了秦晓天和金胖子的手段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二人的手段居然如此直接 不过 他们心中都同时生起了一个想法 劲敌 我们来 这时 又有五人直接跃到了擂台之上 要挑战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 只可惜 他们如同之前的五人一般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被踢飞了 一时间 数百位弟子皆都被震撼到了 虽然上去的两组人 不算是众人之中最强的 可也是排名在前百的人 这样的人都输了 让他们还怎么玩 甚至他们连人家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他们就已经落败了 这位师姐长得好俊俏 可以直接过关 就在众人吃惊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来到了擂台的旁边 看向了扶柳 冲着扶柳喊了一声 这让扶柳微微一愣 有些不知所措 这让师姐 我多不好意思啊 无妨 小弟从来不对漂亮的女人动手 秦晓天冲着露出娇羞之色的扶柳喊了一声 那扶柳露出一副戒备之色 跃到了擂台之上 师姐请过关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 立刻伸手一挥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将扶柳请了过去 就这样 扶柳还在迷茫之中 居然就成为了内门弟子 秦晓天 你不是东西 你居然歧视我们 就是啊 凭什么扶柳师姐 可以不战而上 咋店 你们不服啊 来来来 让胖爷看看你们 不服在什么地方 听到众人的呼喊 金胖子立刻摆开架势 一副要教训他们的样子 一时间 那些人立刻闭嘴不言 聚灵师兄 寻空师兄 迎风师兄 金虎师兄 请过关 这时 秦晓天再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冲着排名前五的聚灵四人喊道 一时间 聚灵四人有些摸不走头脑 可是 不出力 便可以成为内门弟子的事情 谁不想啊 一时间 聚灵和寻空四人 也都跃到擂台之上 轻松地从秦晓天 和金胖子二人身边走过 甚至他们 站到了符柳身边 脑海之中 还没有缓过进来 秦晓天和金胖子 是什么意思 好奸诈的两个小子 此刻 听悦四位长老当中的一位 冲着秦晓天和金胖子喊道 仿佛已经看穿了 二人的心思一般 然而 在人群之中 不乏有聪明之人 立刻想明白了 秦晓天和金胖子的意图 秦晓天 金胖子 你们太无耻了 明知聚灵五人最强 为了避免厮杀消耗灵力 居然让他们直接过关了 该死的秦晓天 可恶的金胖子 你们太不是东西了 一时间 众人都明白过来 为什么聚灵五人 可以不战而胜了 聚灵师兄 福友师姐 你们听到了 他们居然讽刺你们 不战而胜 可是 秦晓天却是直接回头 冲着聚灵五人喊道 这让聚灵五人面色一恶 心中也是不爽起来 那不悦的目光 立刻扫向了在场的众人 好深的算解 这个秦晓天 是一个可造之才啊 一位长老双眼放光的 盯着秦晓天 这秦晓天一句话 就引起了聚灵五人 对众多外门弟子的不满 聪明人一看就知道 秦晓天这是祸水冬意 可是 秦晓天偏偏成功了 如此一来 秦晓天就可以见识 果然 当这位长老想到这里 秦晓天再次开口道 还有谁不服 觉得自己强国聚灵师兄五人 大可以上来挑战 够无耻 终于 那位长老高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脚下一点 居然跃到了擂台之上 直接拎住了秦晓天的衣领 你们不用比试了 就算了比了 你们也不是他们俩的对手 那位长老话音落地 回头看向了听悦三人 这个小子我要了 谁也别跟我抢 下一刻 那位长老踢着秦晓天的衣领 直接踏空而去 只留下了众人 愣在了原地 大哥 我呢 还有我呢 然而 金胖子看到 却是引颈高呼 下一刻 又是一位长老 抓住了金胖子的衣领 只不过 这着力的地方有点大 再加上金胖子一身的肥肉 这长老一把就抓住了 金胖子的肥肉 将其给提了起来 啊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老邦菜 你轻点 轻点 信不信我大哥一巴掌拍死你 金胖子一阵惨叫 那声音震天动地 气息绵长 这长老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乐了 好深厚的灵力 好绵长的气息 这个胖子老朽要了 剩下五个人 你们随便 很快 这位长老抓着金胖子一身的肥肉 同样踏空而去 只留下了巨灵和寻空五人 露出一副不甘的苦笑 明明这一场外门大比 自己才是主角 为什么自己感觉 就变成了配角呢 行了 你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那两个小子 一个奸诈无比 一个灵力非凡 若是跟他们较劲 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是 能够成为内门弟子 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 想太多 只能徒增困惑 哎 差太多 差太多 除了听悦之外 剩下的那位长老 看了一眼巨灵五人 不断的摇头叹息 最后居然放弃了他们五人 直接踏空而去 听悦师弟 交给你了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一时间 巨灵五人彻底傻眼了 啥玩意 自己居然连配角都不是 直接变成被处理的祸了 气死人 巨灵五人心有不甘的 随着听悦长老而去 心中发誓 他日必给秦小天和金胖子颜色看看 至于此刻的秦小天 被那位长老提着 直接进入了玄天宗的半山腰之中 举目望去 这玄天宗所在的山 足有十数万丈 山峰插入云层 看不真切 不过 这半山腰的灵气上算可以 按照秦小天的猜测 这里应该是内门弟子修炼之地 不错 不错 虽然灵气还是很稀薄 但是比起下面要强了不少 秦小天的声音就传入了这位长老的耳中 气得这位长老直接将秦小天一丢 不过 秦小天毕竟是准至尊重生 虽然落地的姿势不是很帅 但是一定要潇洒 所以秦小天的屁股 稳稳地来了一个屁股向后 凭沙落厌世 只见秦小天站起身 没有丝毫尴尬之色 伸手轻轻地弹了几下身上的灰尘 这才露出一副得到高人的样子 看了一眼那位长老 能够收弟子为徒 那是你的造化了 噗 这位长老彻底傻眼了 差点被秦小天这句突如其来的话 搞得喷血三声 臭小子 自己还没有说你胖呢 自己居然就先传起来了 这是打算给老朽一个下马威呢 还是以后不想在老朽手下好好混了 为啥要这样看着我 本来前辈招我为弟子 就不是想要传授弟子道业 难道弟子说错了吗 好小子 果然奸诈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老朽招你来 确实想要传授你排兵部阵之道 因为你适合此道 兵法 阵法 这长老话音刚刚落地 秦小天就反问一声 跟着眼中带着一丝不屑 看了一眼这位长老 差点让这位长老发飙了 实不相瞒 弟子在家博览群书 什么样的兵书 什么样的阵法没有见过 若是长老不信 我们大可以鄙视一番 小子 你欺人太甚了 那也要有本事不是 若是弟子胜了 请长老放任弟子散养如何 毕竟弟子在家里自由惯了 还真不太习惯被人管束 好好 本长老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既然如此 弟子就勉为其难地 指点长老一二了 跟着他修行 开什么玩笑 自己当年授业的小丫头 如今都是西昆仑的王母了 就算自己随便指点这老头一二 也足够这老头这辈子 都受用无穷了 小子 不要说得欢 一旦你要是输了 本长老可是让你面壁三十年 你可敢答应 这长老面色有些发黑 在其看来 秦小天输定了 而且以秦小天的才智 三十年的时间 兵法和阵法一到 绝对可以达成 哎 不以年长居自傲 不以年少人英雄 请长老出题 秦小天叹息一声 这话语说的这位长老一愣一愣的 也不知道秦小天 哪里来着这么多话 有哲理的话 小子 你太张狂了 问你 何为兵 这位长老被秦小天的高姿态 彻底的气到了 准备好好打磨一番秦小天 这样张狂的弟子一旦服输 绝对会对自己千一百顺 兵者 鬼也 秦小天脱口出 让这位长老神色一愣 跟着咧嘴一笑 盯着秦小天 再起看来 秦小天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兵者鬼也 老朽也知道 可是何为鬼也 不过 秦小天却是嘴角微微一翘 打有深意的看了一眼这位长老 这位长老心中一突 暗道一声 这个秦小天 又要起什么坏心思了 兵者 天下皆兵 你我他皆兵 甚至一草一木 皆兵 古有撒豆成兵 这豆也是兵 小子 若你只是这番才学 这对局停了也罢 这长老看到秦小天如此 立刻打断了秦小天的话 秦小天却是没有顶嘴 只是笑了笑继续说道 鬼也 拥兵者 兵乃死物 拥兵者为活物 凡拥兵者 应蹊跷玲珑心 百般变化 琢磨不定 方为鬼也 然时时变化万千 能应对者万中无一 实乃汉也 秦小天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而那长老却是面露一丝亚色 眼底深处带着一丝莫名的激动 虽然掩饰得很好 确实被秦小天看穿 何为阵法 阵者变数 敢问长老道号 秦小天说出阵者变数的时候 话锋一转 居然询问着长老的道号来 这长老神色一恶 朝着秦小天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三人行别我失焉 授业不分先后 长老都我授业 总要让我知道长老名号吧 我去 这长老嘴角一阵抽搐 差点骂娘 见过无耻的 从来没见过秦小天这么无耻 简直就是无耻的狂妄自大 老朽听语 好名号 语者遍布天下 滋润万物 也罢 我授业与听语长老 希望听语长老未来可以滋润我修仙界万万人 你大爷的 听语长老心中大骂一声 忍着要出手拍死秦小天的充送 他倒要看看这个秦小天怎么给他授业 阵者变数 阵法乃是死物 可是不阵之人乃是活物 兵者鬼也 如同此处 阵者变数 阵法应随着天时地利 随着入阵之人的强弱 进行一定变化 方可出其至盛 好 哪怕是听语长老面色不服秦小天 心中也是大赞一声 虽然秦小天解释不多 还是阵者皆要有蹊跷玲珑心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掌控局势的走向 从而应对突变之局 可是听语长老不能承认 很明显 秦小天乃是这方面的仆裕 只要耐心琢磨 将来必成大器 一时间听语长老不知如何应对秦小天 反而是秦小天面色微微一笑道 听语长老 弟子不求其他 但求可以无拘无束 请小天话音落地 听语长老露出一丝为难之色 当然了 弟子也会修行阵法之道 有所不解之处 也会让听语长老指点一二 秦小天真心不错 不要让老朽失望 至于你说的是老朽硬了 多谢长老 秦小天朝着听语长老喊了一声 可是没有任何的恭敬和叩拜之意 这让听语长老吹胡子瞪眼 哼 不笑弟子 听语长老冷哼一声 对于秦小天这样自傲的弟子 他是真心看不上 可是往往这样的弟子 将来才会有大出息 循规蹈矩的弟子 他也真心看不上 长老别走啊 弟子还有一事请教 看到听语长老要离去 秦小天立刻喊了一声 那听语长老眉头一蹴 你还需要请教老朽吗 很明显 听语长老与秦小天对局失败 让其心中很是不爽 这是除了长老 别人还真不知道 哼哼 你这算是求老朽吗 听语长老冷哼两声 邪逆秦小天 不过秦小天却是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的 求就算了 弟子只是怕我那兄弟精胖子饿死罢了 哼 好大的口气 那听语长老能让那胖子饿死的话 那老朽一头撞死算了 看到听语长老夸出海口 秦小天立刻双手一震掐算 跟着露出一副得到高人的样子道 长老 弟子这掐指一算 不出鱷鱼 你就要被打脸了 我打你卖 终于听语长老被秦小天气得全身哆嗦 怒骂一声 直接离去 而秦小天则是露出一副深邃的眼神 身形一闪 居然直奔耀元而去 数天的时光 秦小天一直在耀元帮助木云炼丹 聚灵五人在领取了内门弟子信物之后 便开始挑选灵气和道法 这是内门弟子才能够享有的待遇 不过 让聚灵五人疑惑的是 不但那秦小天没有了消息 就是那金胖子也不知所踪 为此 聚灵五人还特意打听了一下 相熟的内门弟子和负责接待的长老 都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一时间 聚灵五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自己成为内门弟子 只是按照规矩办事 可是人家秦小天和金胖子成为内门弟子 却是受到了内门长老的亲自接待 那种失落的心理 让聚灵五人很不爽 心中再次暗暗发誓 一定要出人头地 成为别人仰望的存在 转眼间就是十八天的时间 这十八天的时间 秦小天足足炼制了十八炉元阳丹 而且每一炉都承担了 这让木云心中再次佩服秦小天 要知道 就算是他炼制元阳丹 承担率也就是十之五六 而秦小天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一时间 这木云对秦小天的身份深信不疑 否则一个出出毛驴的小子 凭什么有这样的承担率 而且还能够指点自己 然而 这十八天的时间 有人却是叫苦连天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带走了 金胖子的听日长老 头几天尚渴 金胖子还有秦小天给他的存货 算是过得很逍遥 可是存货吃尽了之后 金胖子就开始跟听日长老索要灵丹 听日长老很好说话 直接给了金胖子十多枚灵丹 因为听日长老 已经查看过金胖子的身体 金胖子的身体十分奇特 不需要修炼 第一次见到这样身体 心中惊讶之下 也是满足金胖子的要求 可是 听日长老万万没有想到 金胖子居然这么能吃啊 十多枚的灵丹 只用了一日的时间就给吃干净了 而听日长老的存活也不多 将剩下的三十多枚灵丹 都给了金胖子之后 听日长老也算是一穷二白了 然而 让听日长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金胖子 在吃了这三十多枚灵丹之后 居然又来索要 听日长老 哪里还有灵丹给金胖子吃啊 一时间 六天的时间 金胖子从之前的四百多斤 报收到了二百多斤 非但如此 这金胖子居然趁着听日长老不注意 将其洞府翻了一个底朝天 凡是能吃的东西 都让金胖子给吃了 什么灵草灵啊 什么灵果灵酒 甚至到了十几天的时候 金胖子连听日长老私藏的 几千灵食都给吃了 听日啊 救命啊 那个清晓天啊 终于 这听日忍受不住爆发了 将金胖子暴虐一顿之后 直接拖着金胖子 直奔听日的所在而去 师兄 你这是 看到金胖子凄惨的模样 看到听日满脸痛恨的神色 听日有些傻眼了 别提了 维兄都要被这个胖子吃穷了 维兄的灵果 维兄的灵酒 都被这个胖子偷吃了 甚至连维兄私藏的八千多枚的零食 也都被这个胖子给啃了啊 这一次 维兄是真的穷了 被这个胖子给吃穷了啊 听日惊呼一声 心中生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想到了之前秦晓天跟自己说的话 一时间 听日感觉自己的脸颊生疼 仿佛被人扇了几个大耳瓜子一般 不过 听日还是不幸 立刻从听日的手中 接过金胖子查看起来 不用看了 这个金胖子再不吃灵丹 活不过三日 也就在此刻 听日长老露出一副苦涩的笑容道 维兄是真的养不起这个胖子了 你那弟子秦晓天呢 赶紧让他出来 维兄要将这个胖子还给他 死 听日倒吸一口气 耳中终于传来一阵啪啪啪的打脸声 因为听日知道 秦晓天的话真的灵念了 可是 让自己怎么喊出秦晓天啊 别说喊出秦晓天了 人家至始至终 都没有承认是自己的弟子啊 这个 貌似秦晓天去了药园 找木云失职了 听日的话刚刚落地 听日提着金胖子 就化成了一道清光 消失在了听日面前 很明显是去找秦晓天了 然而 听日却是露出一副愁愁之色 眉头紧锁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少许之后 听日眼睛一亮 立刻传出一道法指 臭小子 想要打老小的脸 这辈子你都别想了 听日话音落地 直接进入了洞府 开启阵法 选择闭关 而负责内门弟子的一位执事 在接到了听日的法指之时 面色却是猛的一惊 我去 这个叫秦晓天的 怎么得罪了听日长老 居然被秉为小杂役了 小杂役 在这位执事的心中 小杂役恐怕是 玄天宗最低级的存在了 可是 他明明听说 这个叫秦晓天的 被听日长老亲自带走了呀 虽然想不明白 不过 这位执事还是带着法指 直奔药园而去 至于此刻 那听日长老 已经带着金胖子 来到了药园 秦晓天 给老小出来 听日长老人还未到 声音先行 而那屋子里面的秦晓天 听到听日长老的呼喊声 嘴角却是微微一翘 终于来了 不过 本尊的好日子 估计也要开始了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走出茅草屋 刚好看到听日长老 提着金胖子到来 只见听日长老将金胖子 朝着秦晓天一丢 口中低骂一声 这金胖子是极品 你也是极品 你们兄弟俩都是极品 这胖子老小不要了 还给你 不要啊 长老 弟子好不容易将这胖子给推出去 你怎么 不准盯罪 不准违背 否则直接逐出师门 秦晓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听日长老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一脸不爽的神色 冲着秦晓天喝道 秦晓天只能闭上嘴巴 露出一副苦恼的神色 秦晓天 你压的就是一个混账 最后 那听日长老丢下这样一句话 直接踏空而去 不过 其刚刚离去 一道身影也是踏空而来 看到离去的听日长老 那神色明显一愣 秦晓天接指 不过 这人还是高呼一声 手中多出了一尊法指 这人不是别人 正式接到了听语法指的那位指士 从今日起 秦晓天入杂役处 负责玄天宗一切对外事情 为者 逐出师门 这 指士 搞错了吧 秦晓天听到这法指的内容 脸上露出一副错恶的神色 冲着那指士喊道 可是 秦晓天的心中 却是乐开了花 原本认为这听语 会将自己丢弃不管 自己还要困在内门当中 可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变成了小杂役 从此之后 自己彻底自由了 一入杂役伸四海 再回首 已然百年深 秦晓天 我只能说 任命接指吧 这只是露出一副 你真的很悲惨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道 秦晓天则是露出一副愤怒之色 接过了法指 不行 我要找听语长老理论 我不服 不服 虽然不知道你 怎么得罪了听语师叔 不过我还是奉劝你 安分守己 或许有一天 你还会翻身的 否则你连杂役都做不了 直接就逐出师门了 这只是叹息一声 露出一副语重心长的神色 对着秦晓天说道 当看到秦晓天神色呆滞 这只是摇头叹息 踏空而去 可惜 可叹 多少天之骄子 就因为这个脾性 最后落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下场 秦晓天 你好自为之 这只是为人还算是不错的 最起码还指点了秦晓天一番 帮其开导郁闷之心 可惜 这只是哪里知道 秦晓天的内心 早就乐翻了天 哈哈哈哈 一时间 远去的只是听到秦晓天一阵大笑声 面色更是无奈 仿佛认为秦晓天受不了打击 得了失心疯 感谢苍天 感谢大帝 感谢神仙姐姐 终于还我自由之身 从今日起 曾经狂傲的秦晓天 又回来了 秦晓天口中嘀吼一声 这才激动地扶起金胖子 看到金胖子饿得皮包骨头 心中一阵悲催 多少身体 因为长辈的无知 最后落了一个生死的下场 金胖子 你能够遇到本尊 真的是你的造化啊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直接抓起一把鸳鸯丹 塞入了金胖子的口中 那鸳鸯丹入口即化 化成了骨骨灵力 开始充斥金胖子的身体 被那细胞吞噬 欲速则不达 金胖子已经呈现了一种饥饿的状态 若是为的太饱 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秦晓天只是为了一把鸳鸯而已 足足过去了半刻钟 金胖子这才悠悠行转过来 看到面前的人士 秦晓天立刻抱住了秦晓天的大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起来 大哥 胖子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 起来吧 有我在 不死你就是了 秦晓天一把将金胖子拎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副鸡贼般的笑容 跟着就看到 秦晓天对着金胖子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别看金胖子 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 其实现在就是淬炼金胖子的最好时刻 这么说吧 之前秦晓天传授金胖子金钟罩的功法 算是拔苗助长了 不过 为了自己的计划 也只能委屈金胖子了 实质上 修炼金钟罩之类的功法 需要循序渐进 首先要修炼好铁布山 之后才是金钟罩 这样才能够完成 秦晓天要传授金胖子 顶级炼体之术的最基本的根基 不灭神体 这不灭神体一旦修成 威力比起金刚不坏之身还要恐怖 哪怕是先帝碰到 也要退避三射 只不过 想要修成不灭神体 并非那么容易的 需要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 经过非人一般的磨练 方可修成 但是 有秦晓天在 不愁金胖子修不成这不灭神体 届时 这金胖子再爆发出吞天神体 那真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所以 现在秦晓天要传授的就是 铁布山横练的功夫 这一类功夫 唯一修炼的途径 就是千锤百炼 一时间 在这药园之中 不断的传来 一道道惊人的惨叫声 而且那声音 一天比一天响亮 惊得那些路过的弟子 闻声丧胆 终于 在第十八天的时候 金胖子的铁布山算是小城 秦晓天这才露出满意之色 再次炼制了一些必须的灵丹 这才拍了拍金胖子的肩膀 胖子 走了 是时候告别药园的生活了 秦晓天的话 让金胖子神色一愣 开口问道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面色一喜 我就知道 跟着大哥 绝对顿顿有肉吃 那是 也不看看大哥是谁 从今日起 大哥就是玄天宗 最快乐的一名小杂役了 噗 秦晓天的话 直接让金胖子喷血三声 最后在秦晓天的拖拽之下 直奔杂役处而去 小杂役 玄天宗最低级的存在 甚至连外门弟子都赶不上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低端存在 却是迎来了一位 满面春风的人来 当然了 在其身后 还有一位满来郁闷的胖子 这二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和金胖子 从今日起 秦晓天和金胖子 便是玄天宗唯一的两位小杂役了 砍柴 挑水 洗衣服 端屎 端尿 洗澡水 这些活 当然全部落在了金胖子一个人的身上了 用秦晓天的话来说 这是在磨练金胖子的意志 可是在金胖子看来 为啥是秦晓天在欺负人呢 然而 这样的生活 金胖子足足抱怨了三日 直到第四日 金胖子不需要秦晓天催促 就屁颠屁颠的干起活来 非但如此 金胖子的口中 还哼着快乐的掉掉来 尤其是傍晚时分 金胖子提着洗澡水 就飞奔向了内门弟子的所在 那速度 比起兔子快多了 又是三日的时间 金胖子午夜时分 这才回归 眼中隐藏不住的激动 只不过 当金胖子回归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在门外等候 事情都办妥了 大哥 小弟办事 您还不放心吗 再说了 这可是关乎小弟的生死啊 那就好 清单给我 明日我们便下山 听到下山二字 金胖子眼睛一亮 自从入门的四年时间 自己从来都没有下山过 没有想到 跟着秦晓天来到了杂义处 才六日的时间 就能够下山了 大哥 小弟对你的敬仰 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请受小弟真诚一拜 金胖子说着 朝着秦晓天深深一拜 这一拜 金胖子是真心的 因为金胖子 实在是佩服秦晓天的手段了 原本金胖子认为 被贬杂义处 乃是秦晓天得罪了听语长老 哪里知道 这一切都是秦晓天的算计 可以说 秦晓天为的 就是被玄天宗的人排挤 然后遗忘 成为寻常不起眼的存在 如此一来 秦晓天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现在 金胖子拿出的清单 就是这三日时间 跟内门的那些师姐谈好的交易 上面罗列的物品 不下数十种 什么胭脂水粉 什么珍珠宝石 什么灵丹妙药 让秦晓天和金胖子赚取上百枚零食 大哥 这么多物品 那需要多少零食啊 我们满打满算 也只有十三颗零食 不过 金胖子却是入出一副为难的神色 这数十种物品 最低也需要几千零食吧 可是二人 从入门到现在 也只是分得了十三枚零食 如何购买这些物品 无妨 有一个便宜老爹 大哥 你这算是啃老吗 金胖子的一句话 直接换来一顿胖奏 用秦晓天的话来说 自己哪里是啃老 只能算是促进消费 毕竟货币不流通 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 自己老爹身为菲宇成的城主 有责任为了菲宇成的百姓 做出贡献 再说了 菲宇成还有云傲天一家子不是 第二天一早 秦晓天就直接找到了金云 在软磨硬泡之下 金云同意帮助秦晓天传训 只不过这代价稍微有点大 十没零食 不过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十没零食 换取更多的利润 秦晓天认了 在金云给菲宇成的秦雄传训之后 秦晓天便带着金胖子 直奔玄天宗管辖的一处方式而去 这方式距离玄天宗大约百里之地 秦晓天与金胖子一路及迟 只是两个时辰便来到了这方式 大哥 咱下次能遇见飞行部 来到了方式 金胖子气喘吁吁的喊道 人家出门都是遇见飞行 他们二人倒好 那是狂奔十一路 我倒是想了 你有飞剑 还是我有飞剑 别说飞剑了 我们连一剑像样的灵器都没有 还遇见飞行呢 我飞你妹啊 这 我们这么贫穷吗 金胖子一时间有些傻眼了 是啊 自己连飞剑都没有 喝谈遇见飞行啊 还不是因为你 搞得我连内门弟子该有的奖励都没有领取 秦晓天白了一眼金胖子 不过却引来金胖子一阵付费 明明是因为你 我们才失去了资格好吧 这次赚到零食 一定买一把像样的飞剑 金胖子狠狠地发誓道 跟着与秦晓天一路进入了方式 别说 这方式还真是热闹 刚进入方式的大门 就听到一阵吆喝声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了 新鲜出炉的极品灵器 只要三十零食 看一看 瞧一瞧了呀 俯禄之道 让你免去施法的痛苦 道友 我这里有一件好玩意 只要十枚零食 看 别走啊 再给你便宜点 八枚零食 对于这些吆喝声 金胖子透出了一副羡慕之色 而那秦晓天 却是充耳不闻 直接来到了一处客栈 当看到一位熟悉的面孔时 秦晓天面色一喜 立刻走上前去 父亲 您怎么亲自来了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的父亲秦雄 天 为父想你了 这几个月不见 你变得更壮实了 秦雄给秦晓天 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拍了拍秦晓天的后背道 父亲 东西带来了吗 小天啊 为了你 为父差点就倾家荡产了 这才兑换了三百零食 你可要省着点花 不是吧 不是让你去云家搜刮一番吗 哼 云家 自从你败入了玄天宗之后 云家举家搬迁 早就不知所踪了 啊 听到秦雄的话 秦晓天一阵惊讶 没有想到 这云傲天 还有这样的仙剑之名 算他的运气 父亲放心吧 带天修成筑机器 十倍 百倍的孝敬父亲 秦晓天笑呵呵的 接过了装有三百零食的储物袋 这才满意的说道 不过却引来秦雄一阵叹息 孝敬为父就算了 为父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能够学有所成 为我秦家光宗耀祖 要知道 你的曾曾曾爷爷 那可是筑机器的高手 若不是意外陨落 我秦家何须在一个小小的 非语城当城主 早就是我大秦帝国的重臣了 父亲放心 一个小小的秦国 并不放在天儿的眼中 天儿的目标 乃是成为盛天大陆 最强宗门的弟子 听到秦晓天的话 不但是秦雄 就是一旁的金胖子 也是道兮一口冷气 大哥 你说的不会是 圣天大陆的霸主 圣阳宗吧 圣阳宗 乃是圣天大陆 最强大的宗门 也是掌控 圣天大陆最强的存在 可以说 圣天大陆数百个国度 许多修真仙门 那都是在圣阳宗的掌控之下 许多修真仙门 对于圣阳宗 都处于仰望的角度 甚至这些修真仙门 唯一的梦想 就是与圣阳宗扯上关系 只可惜 像玄天宗这样的鞭锤宗门 别说是扯上关系了 恐怕这一生 都无人有缘见到圣阳宗 所以 秦小天的话 才会让秦雄和金胖子 如此震撼 毕竟那是仰望的存在 甚至有人传闻 圣阳宗里面有仙人 当然 与金胖子和秦雄来说 圣阳宗太遥远 可是对于秦小天来说 这圣阳宗 乃是自己 踏上仙界的必经之路 有志者是定成 天儿 为父相信你能够做到 非宇成还有很多事情 要为父处理 为父就先离开了 好 父亲将这个带上 或许对你的修为 会有所帮助 秦小天赛给了秦雄 十枚圆阳丹 这十枚圆阳丹 足以燃秦雄 达到宁气期的巅峰 至于筑基期 带自己练成了筑基丹 再回到秦家 帮助秦雄筑基 天儿保重 秦雄最后嘱咐了一番秦小天 给了秦小天一个拥抱之后 这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秦小天盯着秦雄的背影 直到消失不见 这才与金胖子 开始采购清单上面的物品 只可惜 三百零食虽然能够采购很多 终究是无法全部采购完毕 不过 秦小天早有准备 在花光了三百零食之后 秦小天带着金胖子 走进了一家 名叫天仙阁的商铺 这天仙阁里面卖什么的 都有 灵丹妙药 奇珍异宝 灵器灵宝 总之多不胜数 道友 需要买些什么物品 当秦小天和金胖子 进入了天仙阁 立刻有一位女子款款来 对着秦小天 迎迎一拜的 你们这里收灵丹吗 收 但是要看是什么灵丹 什么品级 嗯 秦小天应了一声 没有再多话 而是抬眼看了一眼 四周正在购买物品的一些修饰 这女子立刻明白秦小天的意思 道友请随我来 很快 在这女子的带领下 秦小天和金胖子 进入了一处客厅 道友 这里没人 有什么话 可以随便说 没人 呵呵 秦小天心中冷哼两声 这里确实没有外人 不过 却有一位助击器的高手 隐藏在了暗处 不要问秦小天怎么知道的 这是身为高手必备的一种感知 不过 秦小天还是伸手一番 一枚玉盒呈现在了此女的面前 此女接过 轻轻打开了玉盒 一股扑鼻的灵气 瞬间扑面而来 嘶 上品的天机丹 倒是有些严厉 既然道友识得此丹 那就开个架吧 在这女子惊呼之下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对着此女说道 啪 此女立刻将玉盒盖上 这才露出一副甜甜的笑容道 道友 这天机丹确实是真品 而且品级也不低 这样 我出一千五百零石如何 胖子 这方是只有这一家商铺吗 秦小天并没有回答此女的话 也没有接过此女手中的天机丹 只是回头看了一眼睛胖子 露出一副不悦之色问道 貌似还有一家 道友 这样 我再加五百零石 就算是道友去那天云阁 恐怕两千零石的价格 已经是顶峰了 此女岂能不知道秦小天的意思 直接加了五百零石 两千零石的价格 算是很高了 不过 秦小天却是摇了摇头 价格三千零石 不过 我不要零石 我要这些物品 同意 我们就交易 不同意 再下离开 此女接过金胖子地拐的清单 看到上面罗列的一些物品 总价值也就是三千零石左右 当即 此女直接敲定 好 就这些物品 道友稍等 此女话音落地 离开喊来一人 去准备物品了 而此女则是将天机丹放在了桌子上 大有一副 自己没有任何歪心的样子 道友 不知这样的天机丹 是否还有 有 不过品级并非是上品 这样 中品的天机丹 我们以一千零石购买 下品的天机丹五百零石 您看如何 秦小天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此女 心中冷笑一声 不过还是伸手一挥 五个单品出现在了此女的面前 三枚下品 两枚中品 要零石 此女接过五个单品 查看了一番 这才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直接拿出一个储物袋 里面装有三千五百零石 交给了秦小天 道友 若是还有类似的零丹 我们天仙阁可以全部收了 抱歉 只有这些 好吧 那以后道友还有的话 可以来我们天仙阁 我们给出的价格 保准让道友满意 嗯 秦小天应了一声 此刻那些物品也算是准备好了 秦小天直接收了 起身离开 当秦小天走出天仙阁 此女眼中闪烁一道寒光 跟着就看到 三名修士从天仙阁匆匆离去 至于秦小天和金胖子 离开了天仙阁之后 直奔天云阁而去 一人购买了一把灵器飞剑之后 秦小天便与金胖子 朝着方氏外面走去 胖子 准备双人快打 刚刚走出方氏的大门 秦小天的声音 就传入了金胖子的脑海 这让金胖子神色一愣 诧异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不过 秦小天却没有任何表示 静止走出了方氏 双腿用力 猛地加速 直奔玄天宗的方向而去 小子 哪里逃 就在金胖子还在诧异的时候 一道怒吼声 立刻传入了金胖子的耳朵 吓得金胖子一个机灵 多日来赤灵丹累积的灵力 瞬间爆发 猛地化成一道轻影 冲到了秦小天的身后 大哥 有人拦路 那还不快跑 秦小天低喝一声 二人再次加快了速度 只可惜 一道身影 欲见而行 瞬间就挡在了 秦小天和金胖子的面前 脸上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盯着二人 两位道友 你们觉得 还能够跑出老子的手掌心吗 当这人话音落地 全身一阵 一股宁气气大圆满的气息 立刻散发而出 吓得金胖子一个机灵 该死 是宁气气大圆满 大哥 就 碰 金胖子的话还没有喊完 迎接金胖子的 却是秦小天猛地踹出的一脚 下一刻 金胖子化成一团金光 瞬间朝着那位拦路的修士 撞了过去 哼 小子 别说大哥了 就是喊老天爷 也就不了你的命 这宁气气大圆满的修士 自持修为高强 一掌劈向了金胖子 然而 当其手掌劈到金胖子的身体时 一股惊人的力量 却是从金胖子的身体之中 黄涌而出 嘶 碰 咔嚓 咔嚓 随着一道剧烈的撞击声传来 一道道金断骨折的声音 立刻不绝于耳 就在那名修士口中喊出不好之时 金胖子的身体 如同一枚巨大的蹭驼一般 砸向了那人的身体 那人原本拍出的手掌 已经碎得不像样子 那手臂更是粉碎性骨折 就连那胸口的肋骨 也都断了十几根 胸口陷下去一大块 十分惊人 甚至那人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直接就晕死过去 恐怕那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金胖子的身体 居然如此坚硬 力量如此巨大 啪 咔嚓 咔嚓 当金胖子和那人的身体落地 再次传来一阵阵筋断骨折的声音 在金胖子近百多斤的肉身碾压之下 这人直接被压得进气多 出气少了 一口口烟红的鲜血 从那晕死之人的口中不断地涌出 甚至此人蹊跷流血 明显已经不行了 大哥 你动手的时候倒是说一声啊 吓死胖爷了 金胖子直接一个鲤鱼打挺 从那人的身上跃了起来 冲着秦晓天喊道 然而 秦晓天速度极快 一把收起那人掉落的飞剑 再从其怀中摸出一枚储物袋 拉着金胖子 头也不回地冲向了远处 嘶 该死 王赫师兄被杀了 立刻给刘前辈传训 不能让这个两个兔崽子跑了 也就在秦晓天拉着金胖子 冲出了数百丈的距离 后面立刻传来了一道惊呼声 正是那追兵已经赶到 不过 这二人明显修为不如王赫 并没有再次追击秦晓天和金胖子 而是立刻传训给那所谓的刘前辈 一道怒喝声传入了秦晓天和金胖子的耳朵 哼 真是废物 居然被两个宁七七八层的小子逃了不说 还杀了宁七七大圆满的王赫 你们回去 禀告小姐 我半个时辰就赶回去 敢杀我隐压绝情刘继量的弟子 老子弄不死他们俩 很明显 那老者名字叫刘继量 名号叫隐压绝情 此刻已经朝着秦晓天和金胖子杀来 而秦晓天听到这声音 眉头却是微微一簇 金胖子 此人修为铸鸡七 恐怕不好对付 四 啥玩意 铸鸡七 这是要搞死我们俩的节奏吗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全身一个哆嗦 差点后继无力 直接扑街 若不是秦晓天提了一把 恐怕金胖子已经倒在了地上 小子 你们哪里逃 就在此刻 一道怒吼声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和金胖子的耳朵 正是那追来的引牙 无情刘继量 很快 刘继量就出现在了二人的身后 口中发出一道恐怖的笑声 以他铸鸡七的修为 追击秦晓天和金胖子 还不是手道擒来 姐姐姐 小子 杀了老朽的弟子就想走 世上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 是 当刘继量的声音传出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只见那刘继量一拍自己的腰间 一把飞剑瞬间破开了虚空 直奔秦晓天的背心刺激而去 秦晓天眉头紧簇 当那飞剑临近之时 就地一滚 直接避开了这飞剑的攻击 不过 也因为这一耽误 彻底被那刘继量挡在了身前 反应倒是不错 可惜 今日你们难逃一死 前辈 我们是玄天宗弟子 就在此刻 秦晓天顺势起身 冲着刘继量直接喊了一声 这刘继量眉头一簇 脸上露出一丝黑色 哼 老朽管你们是谁 就算是玄天宗弟子 也不行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虽然刘继量如此说 可是并没有直接动手 很明显也是担心 秦晓天和金胖子的身份 前辈 若不是你那弟子建材起义 想要半路截杀我们师兄弟二人 恐怕也不会落了身死的下场 胡说 老朽乃是正派人士 门下弟子岂能做出如此事情 明明是你们二人杀人越货 居然颠倒黑白 诬赖老朽弟子 你们真是罪加一等 前辈 你这样直入为马 就不好了吧 很明显 这刘继量准备颠倒黑白 将罪名栽倒秦晓天和金胖子身上 如此一来 就算二人是玄天宗弟子 刘继量也不担心 被玄天宗找上门来 哼 说得好听 老朽那弟子的飞剑和财物 是不是在你们身上 既然如此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受死吧 刘继量口中怒吼一声 手掐剑绝 朝着秦晓天和金胖子一指 那飞剑立刻化成一道白光 朝着二人拦腰斩去 秦晓天和金胖子 立刻朝着旁边一躲 避开了飞剑 与此同时 秦晓天一脚踹向了金胖子 那角度刚刚好 直接将金胖子踹飞 砸向了刘继量 哼 这就是玄天宗弟子吗 居然抛弃自己的同门 任谁看到 都好似秦晓天 以金胖子为挡剑牌 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一般 这刘继量朝着金胖子伸手一抓 不过 一股强大的灵力 却是从金胖子身上 汹涌而出 屎 居然耍诈 刘继量不愧为助击7的高手 立刻就感觉到了 秦晓天和金胖子在耍诈 立刻该抓为拍 一掌拍在了金胖子的腰间 当 可是却仿若拍在了金铁之上一般 居然震得刘继量手掌发麻 不过 从金胖子的腰间 却是掉落了一枚碎裂的玉佩 人也直接被拍得趴在了地上 这刘继量看到 伸手一抓 将这碎裂的玉佩抓在了手中 哈哈 原来是玄天宗的杂役 老朽还以为 你们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既然如此 老朽还有什么担心的 你们可以去死了 刘继量看到这玉佩 乃是玄天宗杂役的腰牌 心中唯一的担心 也是荡然无存 口中大笑一声 双手掐绝 驾驭那飞剑 再次朝着二人斩去 是 那飞剑破开了虚空 传出一道尖锐的声音 展向了秦晓天 可是这刘继量却是没有看到 刚才受了自己一掌的金胖子 居然没有丝毫损伤的 从地上爬了起来 而秦晓天速度极快 冲到金胖子身边 抓住金胖子的裤腰带 猛地将金胖子 当成一面盾牌抡了起来 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那飞剑不断地 斩在了金胖子身上 可是却仿若 斩在了金铁之上一般 传来金铁交鸣声 刘继量看到 心中微微一惊 该死 居然是金中兆 老匹夫 现在反应过来 晚了吧 然而 秦晓天却是大吼一声 抡着金胖子 脚下一蹬 猛地冲向了刘继量 将手中的金胖子 如同一枚巨大的蹭驼一般 狠狠地砸出 哼 区区手段 也敢在老朽面前 丢人现眼 刘继量冷哼声一声 心中虽然微微惊讶 这金胖子 一身金中兆的功夫 可是对于两个宁气气的小子 并不放在眼中 只见其双手掐绝 朝着秦晓天和金胖子一按 瞬间 一条足有杖许长 手臂粗的火蛇 立刻朝着金胖子吞噬而去 果然如此 不过 此刻的秦晓天看到 脸上却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一根手指 暗中点在了金胖子的一处脉门之上 金胖子 给我歇 金胖子不明所以 不过 对于秦晓天已经形成依赖的金胖子 却是按照秦晓天的要求 猛地张开嘴巴 朝着那火蛇吸去 傻缺 用你的身体歇 秦晓天看到 立刻嘀骂一声 下一刻 金胖子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张开了一张大嘴 有呼呼的风声 直接灌入了自己的身体 一尘丹田 眼观鼻 鼻观心 心观全身 身随一动 可吞天是海 可吞世间万物 秦晓天立刻传授了金胖子一段口诀 这口诀很短 金胖子施展起来也容易 下一刻 金胖子一沉丹田 眼观鼻 鼻观心 心观全身 身随一动 一时间 金胖子发现 自己直接变成了一张大嘴 朝着那火蛇张口吞去 瞬间 那丈许的火蛇 直接被金胖子吞入口中 嘶 怎么可能 刘继亮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事情 自己施展的火蛇术 居然被金胖子的身体给吸收了 没错 在七眼中 就是被吸收了 好似那火蛇钻进金胖子的身体 就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了任何声息 哼 没见过的事情多了 你算老解 秦晓天冷哼一声 脸上尽是不屑之色 虽然自己的修为 只有凝气七八层 可是对于一个筑基七的 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抵运的老东西来说 足够 当这刘继亮施展的道法 只是火蛇术的时候 秦晓天就已经看出 这刘继亮没有什么抵运了 说白了 只有依附一些强大的势力 比如这刘继亮口中的那个小姐 很有可能就是其依附的势力 只不过 这刘继亮可能是刚刚依附 并没有被赐予什么高级的道法 这才会除了施展不咋地的飞剑 就是施展一些低级的道法 就连那助击七的修为 秦晓天也是感觉到 有些浮动不稳 很明显就是刚刚突破不久 而且是那种侥幸突破的最低级助击七 这就是眼界 眼界决定了一切 现在 秦晓天就有数十种办法 可是将这刘继亮击败 当然了 这也要看金胖子 是否能够跟上自己的意识了 秦晓天的办法虽多 可是以现在的修为根本无法施展 否则就凭这刘继亮 一口气就能将其吹死了 小子 你太嚣张了 老朽不信 你区区一个宁气七的蝼蚁 还能够战胜老朽这个助击七不成 老匹夫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就凭你还想在本尊手下活命 现在本尊就送你去轮回 听到刘继亮的话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口中嘀吼一声 再次抡起金胖子 猛地冲向了刘继亮 刘继亮知道 金胖子金钟罩得厉害 暂时没有手段可以破除金胖子的防御 一时间也不与秦晓天应战 身形一闪 避开了秦晓天的攻击 然而 让刘继亮没有想到的是 秦晓天居然头也不回 提着金胖子狂奔去 非但如此 秦晓天还往嘴里 直接塞了一颗圆阳丹 该死 上当了 刘继亮看到 立刻低骂一声 直呼上当 秦晓天毕竟只是名气七八层的修为 论持久力 哪里是自己的对手 更何况 这秦晓天手中 还提着一个四百多斤的胖子 灵力消耗更加巨大 又怎么敢真的跟自己缠斗 一时间 刘继亮再次招出非箭 欲箭而行 直追秦晓天 也就是片刻时间 再次挡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小子 想逃 哪里有这么容易 留下财物来 老朽给你一个痛快 痛快你妹 然而 秦晓天却是大骂一声 再次抡起金胖子 砸向了刘继亮 刘继亮看到 秦晓天舞的金胖子 虎虎声威 一时间也不敢太靠近 再次被冲了出去 一时间 双方一追一逃 一挡一冲 几个轮回下来 秦晓天的气息 明显有些不济 抡起金胖子的速度 也慢了很多 刘继亮看到 脸上露出一副争鸣的笑容 口中再次嘀吼一声 小子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刘继亮话音落地 在那里大口地喘息着 再看金胖子 也是全身无力 气喘吁吁 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 明显坚持不住了 哈哈 小子 逃啊 继续逃啊 你不是很能耐吗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不是要弄死老朽 送老朽不如轮回吗 哈哈 怎么了 现在伪了 刘继亮满脸都是嚣张得意之色 在其眼中 秦晓天和金胖子 已经是斩板上的肉 任他宰割了 一时间 刘继亮也不出手 只是一步一步迈向了秦晓天 他要让秦晓天充分感受到 临死之前的恐惧 他要让秦晓天心里遭受无尽的折磨 再杀了二人 很快 刘继亮距离秦晓天已经不足两丈 只见其伸手一挥 一道嗡鸣声 立刻从其头顶传来 嗡 一把刺目的飞剑 悬浮在了他的头顶 那剑身游自颤抖 如同菱形之时的斩头台 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小子 你可以去死了 刘继亮目吼一声 手掐剑绝 猛地朝着秦晓天胸口一指 那飞剑立刻发出一道嗡鸣声 就要刺入秦晓天的胸口 然而 刘继亮却是发现 秦晓天的嘴角 居然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其心中生起 不好 刘继亮立刻惊呼一声 抽身就要退走 同时那飞剑猛地射出 直取秦晓天的胸口 现在想走 晚了 秦晓天猛地一跃而起 抡起金胖子 猛地砸出 同时那胸口一偏 那飞剑直接刺入了秦晓天的尖头 噗哧 噗哧 然而 两道刺入血肉的声音同时传来 就在那飞剑刺入了秦晓天的尖头之时 金胖子那巨大的身体 也猛地砸向了刘继亮 一道明晃晃的飞剑 居然出现在了手中 直接刺入了刘继亮的眉心 不 可 嗯 刘继亮的双目暴突 透出一股不甘的眼神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自己面前的金胖子 口中传出不可能三个字来 跟着就看到 刘继亮的口中和鼻子里面 不断地涌出一道道烟红的热血 那气息逐渐减弱 快闪开 然而 此刻的秦晓天却是大吼一声 猛地一把将金胖子推开 跟着就看到从刘继亮的头顶 冲出一道虚幻的影子 直接冲进了秦晓天的身体 想要杀了老朽 你们做梦 而你 将成为老朽第八具身躯 随着那一道虚幻的影子 冲进了秦晓天的身体 秦晓天瞬间跌倒在地 那一旁被撞飞的金胖子 露出一副惊慌之色 大哥 大哥 刚才的一瞬间 金胖子听到了刘继亮的声音 可是这刘继亮明明被自己杀死了 那尸体还在那里 眉心还插着一把飞剑呢 可是 为什么自己还会听到刘继亮的怒骂声 同时 自己的大哥也栽倒在地了 一时间 金胖子露出慌张之色 开始查看秦晓天的身体 可是除了肩头被刺穿的剑伤 再没有其他受伤的地方 猛然间 金胖子虎去一阵 想到了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听玄天宗长老讲到的事情 修士有神 筑击方程 身随已死 神魂尚在 切记 若欲筑击敌手 必杀其身 灭其魂 方可真正杀之 否则只杀其身 不灭其魂 恐会反扑 夺你神魂 该死 这刘继亮 不会是要占据大哥的身体吧 想到这里 金胖子身躯一颤 露出了惊恐之色 不过 在秦晓天长期教导之下 金胖子也算是受益良多 先将秦晓天的身体摆放好 然后抽出刘继亮眉心的飞剑 直接将刘继亮的身体 剁得稀巴烂 这才持剑 横在了秦晓天的脖梗处 一旦秦晓天被刘继亮占据了身体 金胖子会毫不客气的 将秦晓天头颅斩下 不过 金胖子此刻 却是问心自问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真的能够斩下秦晓天的头颅吗 时间慢慢的流逝 能够看到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痛苦之色 这让金胖子更加紧张 手心满是冷汗 至于此刻的秦晓天 确实被刘继亮的神魂占据了身体 修士想要修成神魂 唯有在助击期之后方可修成 说白了 一位宁气期的修士 若是被一位助击期的修士占据身躯 那是轻而易举 而修士当中 称之为这种抢夺为 夺赦 只不过 夺赦在修仙界乃是令人不耻的事情 乃是邪门歪道所为 所以 正派修士遇到这样的人 都会彻底震杀 然而 刘继亮在夺舍了秦晓天的身体之后 却是疯狂的大笑起来 哈哈 想要杀老朽的人多了去了 可惜 他们都成为了老朽的身躯 真的认为 老朽只是刚突破助击期吗 其实 老朽早就是结单期的老怪了 该死的破阳真人 早晚有一天 老朽会将你碎尸万段 这刘继亮在大笑过后 脸上却是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从嘴中挤出一个名字来 很明显 这杀了刘继亮真身的人 是一个名叫破阳真人的高手 小子 跟老朽斗 你可知道 死了多少人 刘继亮此刻才查看 自己新得到的一副身躯 瞬间 刘继亮就傻眼了 天啊 这是什么人 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石海 石海 同样需要成就住击期 才能够开辟 在宁期期之时 修饰修炼的只是精神力 可是 刘继亮没有想到 这副身躯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石海 可是 他明明记得 这副身躯只不过是宁期期 哈哈哈哈 破阳真人 老朽这次算是捡到宝了 如此庞大的石海 修炼起来必然神速 待老朽重回杰丹期 便是你的死期 咦 那是什么 就在刘继亮激动的大笑之时 一道亮光 立刻刺入了刘继亮的眼睛 跟着就看到 一根被隐藏起来的骨头 出现在了刘继亮的面前 这是什么骨头 居然如此精英剔透 仿若水晶 好恐怖的气息 好强劲的抵御 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仙根不成 刘继亮此刻激动的全身颤抖 他可是听说 只有成为仙人 才会滋生仙根 而这仙根 便是由灵根所化 难道 这真是仙根 刘继亮在激动过后 立刻发现 这具身躯居然没有灵根 只有这一根晶莹剔透的骨肉 一时间 刘继亮虎躯一阵 脸上立刻露出惊恐之色 该死 刘继亮低骂一声 就要冲出秦晓天的身躯 可是 一股惊人的力量 瞬间就将刘继亮 直接禁锢起来 一时间 刘继亮的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双瞳更是猛的一缩 盯着面前 逐渐浮下出的一道身影 这身影渐渐清晰 刘继亮的恐惧之色 更是浓重 就连那呼吸 都变得沉重起来 你是 你是 你是什么人 刘继亮的口中惊呼一声 可是那话已经不成样子 变得颤抖不已 你说本尊是谁 当那身影来到了刘继亮的面前 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 盯着刘继亮的时候 刘继亮彻底的傻眼了 神念倒是很强 居然堪比元英七 本尊差点就着了你的道 这身影口中喃喃一声 仿佛没有想到 这刘继亮明明是金丹七的修为 为什么拥有元英七的神念 是你 是你 你不是死了吗 你不是被我夺射了吗 没错 这身影正是秦晓天 只不过 是秦晓天穿越重生而来的准至尊的神魂 被秦晓天自我封印的神魂 只是 秦晓天没有想到 这个刘继亮居然会夺舍自己的身躯 你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人 刚才那骨头是什么 为什么你的身体没有灵根 刘继亮满脸都是恐惧之色 盯着秦晓天口中不断地喊道 本尊秦帝 乃是仙界的一位仙帝 至于那骨头 你的猜测已经差不多了 只不过不是仙骨 而是更高级的至尊仙骨 至于灵根 你觉得拥有至尊仙骨的我 需要灵根吗 什么 你是仙帝转世 刘继亮彻底的傻眼了 没有想到自己夺舍的人 居然是一位仙帝 一时间 刘继亮全身无力 直接软倒在地 求仙帝绕我一命 刘继亮就算是做牛做马 也会报答仙帝饶命之恩 放过你不是不可以 听到刘继亮的求饶声 秦晓天面带笑容 口中低音一声 刘继亮听到 立刻连刻响头 多谢仙帝不杀之恩 多谢仙帝不杀之恩 可惜 你知道的太多了 然而 秦晓天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让刘继亮傻眼了 一时间仿佛失去了神一般 愣在了原地 而秦晓天的手指 也渐渐地点在了刘继亮的眉心之上 不 我知道一个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只要 傻缺 你觉得你的秘密 对于本帝来说 还是秘密吗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神色 口中低音一声 那手指 直接点在了刘继亮的眉心之上 可怜 刘继亮身为结单期的高手 夺赦八次 最终还是生死到消 确实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对本尊有用 秦晓天灭杀了刘继亮 知道了刘继亮的所有的秘密 跟着那身形逐渐消失 人也悠悠行转过来 然而 秦晓天刚刚睁开眼睛 一股凌厉的剑气 瞬间斩向了自己的脖梗 同时耳中传来金胖子的一道怒吼声 敢夺手我大哥 去死 我去 是我 我是你大哥秦晓天 听到金胖子的怒吼声 秦晓天就知道金胖子的意图 立刻惊呼一声 同时就地一滚 堪堪避过了金胖子手中飞剑的斩落 饶是如此 秦晓天的肩头 还是被这飞剑斩出了一道伤口 一道血剑直接喷洒而出 疼得秦晓天呲牙咧嘴 我去你大爷的金胖子 你想要搞死老子 然后当大哥吗 秦晓天大骂一声 从地上赶紧爬起来 生怕金胖子再给自己来这么一下 而那金胖子一击不成 确实又来了一击 只不过 听到秦晓天的呼喊声 金胖子立刻杀住了身体 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盯着秦晓天 你真的是我大哥秦晓天 你没有被那个刘继亮夺赦 夺你妹啊 就凭他 也想夺舍我 开什么玩笑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丝鄙夷之色 邪逆金胖子冲着金胖子喊道 不对 你不是我大哥 您气气的修饰 怎么能够抗拒住机气修饰的夺赦 刘继亮 还我大哥命来 金胖子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怒吼一声 握着飞剑 再次朝着秦晓天展露而来 是 虽然金胖子没有休息驾驭飞剑的方法 可是其底蕴还是很强大的 在这一展之下 这飞剑居然也破开了虚空 直奔秦晓天的胸口斜斜展露 你大爷的 老子白把你当猪痒了 连老子是谁都分不清 秦晓天再次大骂一声 不过也不敢应接金胖子的这一展 脚下一晃 轻松地避开了金胖子斩来的一剑 来到了金胖子的身后 一脚踹向了金胖子的屁股 啊 胖爷的肥屁股 金胖子惨叫一声 露出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 不过 眼中却是充满了惊喜 因为秦晓天的这一脚太熟悉了 只有秦晓天才能够踹出这么漂亮的一脚 大哥 真的是你 金胖子惊呼一声 立刻冲到了秦晓天脚边 抱住了秦晓天的大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喊道 大哥 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你死了 行了 不要在那里惺惺作态了 秦晓天再次一脚将金胖子踹开 刚好牵动了肩头的伤势 让秦晓天一阵皱眉 不过 秦晓天还是忍痛来到了刘继亮的尸体旁边 在其怀中一阵摸索 一枚储物袋和一枚储物手镯 被秦晓天翻了出来 神念轻轻一扫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大爷的 你这住机器的高手怎么当的 身家就这么点 在秦晓天的扫尸之下 立刻发现 这储物袋里面只有四千多零食 简直就是丢住机器高手的脸 不过 当秦晓天扫尸那储物手镯的时候 脸上才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在这储物手镯里面 存放了五十枚中品零食 还有两枚上品零食 零食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和极品 兑换比例都是一比一百 这五十枚中品零食 相当于五千枚下品零食了 而这两枚上品零食 相当于两万下品零食 绝对是一笔横财 而且 有了这一笔横财 秦晓天想要开展的敛财计划 就可以如期的展开了 不要认为修仙者就可以不理这些事物 要知道 这修仙界跟世俗界一般无二 没钱那是寸步难行 一枚高级零丹 或者一件上品零器 动辄就是几万 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零食 有了钱 在这些基础的物品上面 就可以占据优越性 咦 此刻心中略微满意的秦晓天 却是发出一道惊一声 在这储物手镯里面 除了五十枚中品零食 和两枚上品零食之外 还有一枚玉剪 不是吧 刘继亮拥有高级道数 被刘继亮存放在 储物手镯里面的玉剪 明显很不简单 可是这刘继亮 为什么没有施展呢 回天术 当秦晓天拿出这枚玉剪查看的时候 立刻发现 这居然是一部新法 名曰回天术 回天有术 方可长生 修此功法者 一旦回天 将会失去所有记忆 而神念则会增加一倍 回天次数越多 神念增加的就越强 看到此处 秦晓天全身一个颤抖 背脊伸出一身冷汗 心中更是一阵后怕 小心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很明显 这个刘继亮 必然是修炼了回天术 才会失去记忆 忘记了高级道法 否则凭借刘继亮 金丹七的底蕴 原音七一般的神念 自己如何在其手中逃生 好显啊 自己身为准至尊 差点着了一个金丹七小子的道 若不是刘继亮回天 恐怕自己真的要成为 第一个死在金丹七手中的准至尊了 修仙剑 好显恶 秦晓天心中再次暗道一声 这件事情 对自己来说 是一记想中 让自己要时刻保持警惕 毕竟蝼蚁也有汉天石 这刘继亮也是倒霉 遇到了自己 否则寻常人等 还真的要被其坑的死死的 秦晓天心中一阵苦笑 跟着继续看了下去 秦晓天越看 心中越是惊讶 更是直呼 创造这回天术的人 简直就是神人 这回天术一共可以回天九次 九次之后 这神念的威力 足足要增加五百多倍 虽然不能说平地非生 可是也足以傲视群雄 可想而知 一位金丹七的高手 回天九次 那神念绝对堪比杜劫期的高手了 这要是跟人对战 对方还不要被压得死死的 而秦晓天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刘继亮在夺赦自己的时候 明明听到对方说自己是金丹七 却拥有原因七一般的神念了 恐怕这刘继亮 已经回天两次到三次了 可惜 这回天术有缺陷 否则自己拿来修炼 整个仙剑 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不过 秦晓天也知道 若是这回天术 没有失去记忆这个缺陷 恐怕自己早就死在了刘继亮的手中 十爷 令爷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一旁的金胖子听到 立刻凑上前来 大哥 都有啥好玩意 有没有什么顶级的灵气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邪逆金胖子一眼 若是有顶级灵气的话 你觉得你我二人 还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吗 金胖子神色一恶 刘继亮拥有顶级灵气的话 恐怕自己二人早就死了 走了 回玄天宗 再不走 恐怕我们就要倒霉了 秦晓天话音离的 也顾不上伤势 与金胖子疯狂的朝着玄天宗冲去 也就在二人离去半壳中的时间 一道欠力的身影落在了此处 看向了地面刘继亮的尸体 带眉一蹴 不过嘴角却是微微翘起 露出一副狡黠的神色 玄天宗的弟子吗 本小姐看上你了 玄天宗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 经过一路狂奔 终于回到了玄天宗 只不过 二人并没有回到再杂役处 而是来到了药园 寻找了几种灵草 将其捣碎 抹在了尖头的伤口上 秦晓天这才与金胖子 回到了杂役处 而金胖子则是马不停蹄 直奔内门弟子的所在而去 足足过去了两个时辰 金胖子这才满脸激动的跑了回来 看到秦晓天立刻喊道 大哥 发财了发财了 这一次去了本钱 我们足足赚了三百五十枚零食 哦 秦晓天轻殴一声 三百五十枚零食 比起之前自己预计的 还要要出二百多枚 嘿嘿 我将事情大致跟那些师姐说了一下 然后将价格提升了两成 这些师姐真大方 二话没说 直接就负账了 还说有时间过来看看你 你不会出卖我色相了吧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露出一副狐疑之色 询问金胖子 金胖子绿豆一般的眼睛 不敢支持秦晓天 很明显被秦晓天说中了心事 用两根手指比量了一下 仿佛真的没有怎么出卖秦晓天的色相 算了 出卖就出卖吧 若是能够搞到零食 那也值了 秦晓天白了一眼金胖子道 跟着起身 带着金胖子朝着内门弟子的住处而去 虽然二人身为杂役 可是二人依然是内门弟子 哟 这不是我们的小师弟秦晓天吗 什么风把你从杂役树吹来了 当秦晓天和金胖子 来到了内门弟子的所在时 一道嘲讽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三位内门弟子 挡在了二人面前 秦晓天眉头一蹴 看了一眼这三人 脑海之中立刻划过有关这三人的记忆 一时间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原来是悬崖师兄的三个小跟班 好狗不挡到 实相的立刻给我让开 在秦晓天的记忆当中 这三人只是在发放灵丹的时候见过一次 而且是那种不起眼的存在 这三人当时貌似 站在一位名叫悬崖的师兄旁边 对那悬崖师兄十分恭敬 很明显就是悬崖的小跟班 当然了 秦晓天之所以知道悬崖的存在 乃是后期通过金胖子打听到的 因为当时自己调戏那位冰美人的时候 这悬崖的眼中就透出一丝很辣之色 对自己好的人 自己绝对不会忘记 但是对自己有敌意的人 自己更加印象深刻 所以秦晓天对着悬崖 很是印象深刻 果然 这三人听到秦晓天的话 面色一黑 露出一副怒色 秦晓天 见到师兄还不见脸 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呢 还是看不起我玄天宗的门规 没错 你身为一个小杂役 居然也敢对我们无礼 哦 听到他们的话 秦晓天轻殴一声 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副顽味的神色 瞄了这三人一眼 我确实瞧不起你们 但是 玄天宗的门规 也不是你们欺负师弟的手段 虽然我身为小杂役 可是我也是那门弟子 享受那门弟子的任何权利 秦晓天话音落地 那顽味的神色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片冰冷 眼神之中 更是透出一股寒意 让这三人心中微微一颤 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立刻滚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好大的口气 我们倒要看看 你怎么对我们不客气法 这三人被秦晓天的目光惊到 心中更是不悦 其中一人立刻喊了一声 可就在他的话音刚刚落地 秦晓天猛地倒飞三丈 跌落在地 头中更是喷出一道烟红的鲜血 来人啊 悬崖师兄的小根半杀人了 当秦晓天倒地的那一刻 秦晓天立刻高呼一声 这声音直接传出了很远的距离 而这个一个变化 立刻让那三人傻眼了 你们 你们 你们居然恶意出手伤人 今日我胖子跟你们拼了 经胖子看到秦晓天的所作所为 心中也是微微一惊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立刻冲向了那三位弟子 口中更是怒吼一声 双目赤红 然而 这三人彻底的被秦晓天震撼到了 尤其是看到秦晓天倒地之后的眼神 明显带着一种跟小爷斗 小爷坑不死你们的神色 让他们心中猛的一惊 秦晓天 你居然坑老子 老子弄死你 这三人立刻明白过来 秦晓天这是有意坑自己 一时间 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口中怒吼一声 就要出手 住手 就在此刻 一道怒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一位直视踏空而来 直接拦下了金胖子和那三位弟子 同时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身影的秦晓天 双瞳微微一缩 你们想要造反吗 居然在宗门之内私斗 难道就不怕门归处置吗 这直视低贺一声 怒视这三人 吓得这三人身躯一颤 立刻停手 露出一副怒色 直视 是他 是他故意倒在地上 要坑我们的 胡说 明明是 你们对我大哥出手 将我大哥击伤 居然还敢反咬一口 今日胖也给你们拼了 金胖子立刻发出疯狂一般的咆哮 双目赤红 满脸猙獰的冲着那三人吼道 甚至那四百多斤的身体 就要冲向这三人 却是被这直视拦住 哼 胡闹 这直视冷哼一声 冲着金胖子喝道 同时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而秦晓天也是 刚好看向了这位直视 眼中透出一丝 你看着半的神色 这直视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给秦晓天 送去法指的人 此刻看到秦晓天的眼神 心中立刻明白 这秦晓天是在坑人 因为秦晓天身上 根本连一丝痕迹都没有 那一口鲜血 明显就是自己逼出来的 秦晓天 你太奸诈了 想要本职是怎么裁决 这只是嘴皮子动了几下 给秦晓天传音道 只是 您看着半 将他们逐出师门 我也不觉得过火 让他们赔偿我万八千的零食 我也觉得可以 秦晓天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还万八千的零食 本职是还没有那么多零食呢 这两个条件都不行 那我只能装死 等其他长老来裁决了 当然了 若是你能够要出来零食 我们二一天做五 秦晓天话音落地 直接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 一副我就是无赖 你自己看着半的样子 哼 你们真是好样的 一人拿出二百零食 赔偿秦晓天 若是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直接逐出师门 一时间 随着直视的判决 这三人彻底的傻眼了 只是 我们冤枉啊 是秦晓天在坑我们啊 可惜 直视根本就不听这三人的呼喊 朝着秦晓天投去了一个眼神 仿佛在说 这下你满意了吧 然而 秦晓天却是露出一副鄙之色 看了一眼这直视 老家伙 你也是一个贪财的主 以后我们多多合作 哼 只是好大的威风啊 这颠倒黑白的功夫 堪称一绝 谁敢在这里 置一本直视 就在那冷哼的声音传出之时 这直视立刻低喝一声 当其回头看到了一道身影石 却是眉头一簇 王直视 明明弟子看到 是秦晓天自己跌倒了 你怎么能够颠倒黑白 说是他们三人击伤了秦晓天呢 然而 来人却是再次喊了一声 仿佛根本不将王直视的话 放在心中一般 同时那目光 带着一丝轻蔑之意 当秦晓天看到来人 心中暗道一声 因为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悬崖 这悬崖身穿白袍 腰间挂着一枚玉佩 一双剑眉下面的双眼 炯炯有神 高鼻梁 皮肤略白 身高一米八左右 倒是显得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难怪 这悬崖敢跟自己争抢冰山美人 果然帅气 只不过跟自己比起来 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原来是悬崖师弟 照你这么说 刚才的经过 你都看到了 王直视一改之前的神色 仿佛王直视很是惧怕这悬崖一般 这一切 秦晓天都看在眼中 心中知道 今日想要坑人钱财 是做不到了 那当然要问秦晓天师弟了 不过 这悬崖并没有回答王直视 而是露出一副玩味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笑道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簇 在悬崖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嘲讽之意 很明显 自己被这悬崖鄙试了 难道这还能做假 小弟这一口鲜血 是真的喷得出来吧 若这悬崖真的想要和解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对自己 露出嘲讽鄙试的神色 自己岂能示弱 大不了将事情搞大 大家一起遭殃 玄天宗还有没有天理了 先入门的弟子 被早入门的师兄欺负不说 居然还有更强大的师兄出来威胁 甚至连执事都要畏惧对方三分 玄天宗的门规 难道是摆上吗 这一刻 秦晓天立刻高呼一声 生怕事情搞不大事的 这让王直视和悬崖眉头 都是轻轻一簇 就是啊 玄牙 你仗着自己在内门弟子当中排名第三 就来欺压我们 说什么你在一旁看着 要胖爷 这三个人是你故意派来惹事的吧 为的就是几个月前 我秦晓天大哥 看上了你无法追到手的兵美人师姐 你想要报复我秦晓天大哥 对吧 一旁的金胖子看到秦晓天如此 立刻明白秦晓天的想法 同样高呼一声 甚至将冰山美人都给牵扯进来 别说 一时间不少内门弟子都走出洞府 朝着秦晓天这边聚来 甚至还有不少的师姐也都朝着这边走来 金胖子 你胡说什么呢 明明是秦晓天自己想要坑我们 才用内力逼出一口鲜血来 你觉得你恶人先告状好用吗 就是啊 人先告状不说 居然还要将事情闹大 非要将林飘然师姐拖进来 你巨心何在 哦 林飘然 听到这弟子的话 已经起身 但是嘴角依然在溢血的秦晓天 心中却是暗道一声 原来那位兵美人名叫林飘然 好美的名字 人如其名 不过 那悬崖再听到自己跟班的话 面色却是一黑 这两个人 岂不是不打自招了 确实 他们三人是悬崖故意派来挑事的 当秦晓天和金胖子 朝着内门弟子这边赶来的时候 悬崖就收到了消息 只是 悬崖没有想到 这个秦晓天居然会来这么一手 先栽赃了自己的跟班 还招来了执事 这也就罢了 这王执事明知道这三人是自己的跟班 居然还跟秦晓天联手 所要赔偿 若是自己再不出现 岂不是要被秦晓天打脸了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被冠上一个丢弃手下不顾的名头 以后谁还会跟着自己 哼 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 悬崖冷哼一声 瞪了一眼自己的三个跟班 这才看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 你认为只有围兄自己看到了吗 难道你还安排了别人藏在暗处不成 顺着悬崖的话 秦晓天脱口而出 同时脸上露出一丝你好阴险的神色盯着悬崖 一时间居然让悬崖无言以对 因为周围已经围了不下上百名弟子 秦晓天如此抢白 如此神色 很明显是在说 这一切都是自己提前安排好的 而且周围看热闹的那些弟子 已经在指指点点 脸上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神色 只不过顾忌自己的名头 不敢说出来而已 秦晓天 你休要 111 没有想到悬崖师弟又在仗势欺人了 就在悬崖的话还没有说完之时 立刻被一人的话语声打断 跟着就看到一位满脸笑容 长相有些魁梧 顶着一个国字脸的师兄 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泽峰师兄 你在胡说什么 悬崖面色一黑 立刻冲着那位师兄喊道 来人名叫泽峰 能够被悬崖成为师兄的人 自然修为高强 最起码也跟悬崖差不多 只不过 这泽峰比悬崖略胜一筹 排名第二 为兄在胡说吗 在场的人谁不知道 你悬崖只要沾上 飘然师妹的事情 就跟一头野兽似的 为此被你欺负的师弟还少吗 你 悬崖面如猪肝 双拳紧握 那拳头的关节已经泛白 明显心中愤怒至极 我什么我 我说的都是事实 这泽峰看似长了一个国字脸 样子好似很憨厚 可是这嘴巴还真是厉害 跟那崩斗一般 十分干脆 远的不说 就说眼前这位秦晓天师弟 人家不过回到自己该来的地方 你就派了三个根屁虫挑事 还将人家给击伤了 你真当我们是瞎子不成 这泽峰说着 冲着秦晓天眨了眨眼 秦晓天立刻回忆 泽峰师兄为小弟做主啊 小弟刚成为内门弟子 原本想要来挑选灵气和功法的 谁知道这悬崖师兄 因为当初分发灵丹时 小弟表现出对灵飘然师姐的爱慕之心 所以就派人来威胁小弟 让小弟以后离灵飘然师姐远点 否则要用一百种 是一千种方法 将小弟逐出师门啊 小弟虽然立丹是薄 可是爱慕灵飘然师姐的心 却是真的 当然不会同意 他们就出手击伤了我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掌印呢 秦晓天一阵哭诉 甚至伸手指了一下自己的胸口 果然 在其胸口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掌印 一时间 不但是悬崖四人傻眼了 就是泽峰和王直视 甚至是围观的吃瓜群众 也都傻眼了 他们来之前 明明看到 秦晓天胸口干干净净 这回居然就多出了一个掌印 很明显 这是秦晓天刚才偷偷按上去 上面的灰尘粘在上面呢 一时间 也不知道是谁 直接脱口而出 卧槽 这个秦晓天 是老子这辈子 见过最无耻的人了 此人当属第一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此人已经被秦晓天杀死无数次了 在狠狠地刮过了 此人眼之后 秦晓天依然是一副满脸痛苦的神色 甚至身体微微颤抖 双拳紧握 额头有青筋暴突 仿佛在极力忍耐一般 乖乖 亮瞎老子的二十四K太惊眼 就算奥斯卡影帝 也不过如此吧 这个秦晓天 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一个坑人栽赃的天才 以后可要离他远点 免得被坑得裤衩都不上 虽然秦晓天想要眼神 杀死那些诋毁自己的人 可是众人根本不在乎那么多 依然在那里小声地议论着 而悬崖的表情更是猙獰 样子比秦晓天更是愤怒 实在是他见过无耻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秦晓天这么无耻的人 居然当着众人的面 在那里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 甚至当在场的人 都是瞎子一般 在自己胸口按了一个掌印 简直就当他是白痴 秦 小天 悬崖一字一顿 从牙缝之中挤出了秦晓天的名字 甚至那腮帮子鼓鼓 牙齿咬得咯噔直响 那牙齿都咬碎 血丝顺着嘴角一出 泽风师兄救命啊 王子是救命啊 听语长老救命啊 悬崖师兄要杀人啊 看到悬崖的样子 秦晓天一阵大喊 甚至直接冲到了泽风身后 露出一副畏惧之色 全身颤抖地抓住了泽风的后背 我去 秦晓天 没有必要演得这么假吧 在场的人都不是瞎子 差不多就得了 被秦晓天抓住了后背的泽风 立刻给秦晓天传音 不过 还是配合秦晓天演戏 将其挡在了身后 一副防备悬崖出手的样子 事成之后 分我一半好处 不过 秦晓天还没有回话 这泽风就再次开口 让秦晓天心中一阵咒骂 都是一群剑前掩开得主 成 但是 秦晓天还是答应了泽风的要求 泽风这才低贺一声 悬崖师弟 你要做什么 难道栽赃不成 真的要出手伤人 性命不成 泽风 我去你 悬崖已经怒不可恕 那颤抖的身躯 已经朝着泽风迈开了步子 口中更是怒吼一声 只不过 这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道冷哼声打断 哼 随着冷哼声传出 听语长老终于现身 直接挡在了二人的中间 同时伸手一抓 直接将泽风身后的秦晓天 给拎了起来 臭小子 一个杂役不在杂役处好好待着 乱跑什么 还不给我滚 听语长老怒吼一声 直接将秦晓天朝着山下一丢 丢出了数十杖 才跌落在地 一时间 众人立刻露出一副痛快的神色 虽然他们都知道 悬崖经常欺负人 可是这个秦晓天太无耻了 无耻到他们都无法忍受的地步 还有你们 身为师兄 居然聚众闹事 罚你们面壁思过三个月 围观之人面壁思过一个月 听语长老丢出了秦晓天之后 立刻冲着悬崖和泽风喝道 二人神色一愣 露出一副不甘之色 尤其是那些围观的弟子 自己不过是看个热闹而已 居然也惹过上身 还真是一个惹是惊 早晚要死在他人手中 众人立刻骂骂咧咧 各自回到洞府面壁思过去了 在那悬崖的三个跟班 也要离去的时候 却是被听语长老喝住脚步 让你们三个走了吗 这三人身躯一颤 差点吓尿了 双腿一软 立刻跪在了地上 师叔 我们错了 知道错了 还不拿出零食赔偿人家 就给三千石灵 简单赔尝一下算了 啥 三千零食 顿时间 这三人露出苦逼的神色 三千石灵啊 可是他们三年的累积了 不过 在听语长老的怒视之下 这三人嘴角一阵抽搐 硬着头皮 拿出了他们的积蓄 一共两千六百零食 就这样了 若是你胆胆再来闹事 小心本长老逐你出师门 听语长老冲着秦晓天怒喝一声 将装着零食的储物袋 直接丢给了秦晓天 这才露出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离去 多谢听语长老 弟子就知道 你跟弟子是穿一条裤子的 接过了储物袋 秦晓天露出一副满意的笑容 冲着那听语长老喊道 一时间 不但是听语长老身躯微微一颤 就是那些回去面壁的弟子 也都身躯一阵 对了 弟子还没有去选择灵气和功法呢 原本想要离去的秦晓天 好似想到了什么 再次高呼一声 带着金胖子 立刻朝着藏宝阁儿去 不过 二人刚走出几步 耳中就传来了听语长老的声音 哼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从明月起 半年内不准进入内门半步 否则逐出师门 你大爷的 秦晓天听到这命令 口中低骂一声 不过这话语刚落 听语长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半年后内门大笔 若是你二人不能位列前摆 同样逐出师门 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啊 不但是秦晓天听到了这命令 就是悬崖等人 也都听到了这命令 一时间 众人大笑着喊道 心中郁闷之气 一扫而空 秦晓天 半年之后 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悬崖更是高呼一声 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洞府之中 去面壁撕过了 扫地出门 哼哼 到时候让你们尝尝 本宗的镇派神功 山嘴神通的滋味 秦晓天也是不甘示弱 冲着悬崖冷哼几声道 跟着与金胖子头也不回 进入了藏宝阁之中 寒酸 真寒酸 刚进入藏宝阁 看到藏宝阁里面的破烂玩意 秦晓天口中不免低骂一声 堂堂玄天宗 这藏宝阁里面 都放着一些什么破烂玩意 别说是几品灵器了 就是上品灵器 也没有看到一件啊 倒是下品灵器 堆了一大堆 中品灵器也就是那么几十件 简直寒酸的不能再寒酸了 一时间 秦晓天失去了兴趣 漫无目的地逛着 倒是那金胖子 二话不说 直接冲到了那些中品灵器的面前 东摸摸 西瞧瞧 最后选择了一柄六尺长 足有三寸宽的飞剑 上面刻着两个大字 重剑 金胖子立刻美滋滋的说什么 细小的飞剑容易栽根头 只有这么宽大的飞剑 才适合自己的体重 这引起秦晓天一阵鄙视 心中暗道一声 你知道鬼 等你吞天神地小成 想胖都胖不起来了 不过 就在秦晓天随处逛的时候 金胖子却是提着宽大的重剑 冲到了一件不起眼的灵器面前 冲着秦晓天喊了一声 咦 大哥 这是什么东东 怎么像是一坨 啥玩意 虽然秦晓天知道 这藏宝阁里面不能有什么好灵器 不过还是应了一声 朝着金胖子的身边看去 咦 看到一枚一圈一圈 好似那啥玩意的东西 秦晓天却是发出一道金一声 不知为何 从这不起眼的灵器之中 秦晓天感受到了一点灵光 有意思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来到了这灵器旁边 将其抓起 仔细打量了一番 那自我封印的神念 稍微延伸出一丝 探入了这灵器之中 噗通 不过 在这神念的探出之下 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直接趴在了地上 一副无法喘息的样子 这让秦晓天心中一惊 立刻收了神念 该死 大意了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立刻拿着这灵器 抬起金胖子 跟那首歌的弟子登记一番 便匆匆离去 然而 在这玄天宗的最高峰之上 却是出现了一位仙谷道峰的老者 这老者眉头青醋 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望着玄天宗的山下 奇怪 难道是老朽感应错了 不但是这位老者 就是玄天宗另外三座山峰之上 同样处立着三道身影 一女两男 也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宗主师兄 你感觉到了吗 你们也感觉到了 虽然只是一刹那 可是那神念 却是恐怖如斯 最起码也是元音七的老怪 恐怕是哪位元音七的老怪路过吧 说到元音七的老怪 这四人的脸上 都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尤其是那玄天宗的宗主 更是告诫三人 此事不可再提 免得招惹不该招惹的存在 很快 这四人各自回到了洞府 可是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 足足过去了数日 那恐怖的神念再没有出现 这才安心下来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 在这玄天宗的山下 不知道多少葬身的地方 一片空旷之地 一具棺材横在了半空之中 在那神念出现的一瞬间 这棺材 也是轻轻晃动了一下 至于此刻的秦晓天 已经跟金胖子 回到了杂役处 金胖子一脸猛圈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秦晓天也没有提 只是拿出带剑灵器 眼睛放过的盯着 虽然只是查看了一瞬间 但是秦晓天心中 却是欣喜若狂 在外人眼中 这确实是一剑不起眼的下品灵器 可是秦晓天知道 自己捡到宝了 胖子 将你的重剑借我用一下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立刻将重剑抱在怀中 露出一副戒备之色 盯着秦晓天 大哥 你不会没有找到好的灵器 开始打我这把重剑的主意吧 滚 什么破玩意 岂能入大哥的法眼 这样 我不用 你来 用重剑使劲劈这玩意 有多大力气 就用多大力气 秦晓天的话 让金胖子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不过处于对秦晓天的信任 金胖子还是抽出重剑 狠狠地朝着那灵器劈去 大哥 劈坏了 可别怪我 当 我 话音落地 金胖子就狠狠地劈落 一道惊人的金铁交鸣声传来 金胖子手中的重剑立刻脱手而出 直接插在了十数帐外的地面上 在那里游字颤抖着 蹭蹭蹭蹭 扑通 不但如此 金胖子也在巨大的反振力之下 脚下连连后退竖步 最后还是下盘不稳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草 不可能吗 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金胖子还是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盯着那件灵器 无法置信地喊道 只见这灵器上面 只有一道浅浅的痕迹 再看不到任何的伤痕 可见这灵器是多么的坚硬 乖乖 这玩意这么硬 别喊啊 赶紧的 继续 什么时候劈开这玩意 什么时候停 好 我胖爷就不信了 区区一剑下品灵器 我的重剑劈不开 一时间 金胖子也是来了倔脾气 屁颠地跑到重剑旁边 从地上抽出来 再跑到那灵器旁边 手起剑落 当当当当当 这一刻 金胖子使出了吃奶的劲 死死地握着重剑 不断地猛劈那好似一头的灵器 当当当当当 咔嚓 咔嚓 终于 在金胖子猛劈了数百次 劈的金胖子都要脱离的时候 那一坨灵器终于不堪重负 传来一道道碎裂的声音 巴搭 随着碎裂声传来 那一坨灵器瞬间分成了四块 散落在地 而那散落的地方 却是出现了一个 好似胡盖一般的东西 不过 这胡盖一般的东西 却是没有一丝光色 就好似是煤炭一般 可是 秦晓天却一把将其抓在手中 乖乖 果然是此物 秦晓天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不断地把玩这个盖子 这让一旁的金胖子 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 大哥 至于骂 一个马桶盖而已 你还当成宝贝了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露出一副鄙视之色 看了一眼金胖子 你知道个毛线 别看这玩意跟马桶盖似的 可是威力极大 就算是整个玄天宗的人来了 也要被这马桶盖一下拍死 啥玩意 一下拍死 大哥 咱能不搞笑吗 金胖子露出一副 你就吹霸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喊道 区区一个马桶盖 还有这样的威力 大哥 你不会是疯了吧 我可得离你远点 免得传染 金胖子说着 立刻抱着自己的重剑 跑到了一边 生怕被秦晓天传染的风病一般 尤其是金胖子抱着重剑 不断地摸着锋利的剑员 口中不断地称赞 甚是一件好宝贝 劈了这么多次 居然没有蹦牙 我胖爷要崛起了 以后谁敢欺负我胖爷 我胖爷一剑劈死他 看到金胖子如获重宝的样子 秦晓天一阵摇头 若是让金胖子知道 自己手中是什么宝贝 还不激动地死去 别看这漆黑的盖子不起眼 却是上古仙剑 一位逝去的先帝御用仙宝 而这位先帝威名赫赫 曾经使用一尊火炉 镇压无数高手 从来没有人是其对手 所以那些仙人 给这位先帝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永恒大帝 这永恒大帝 不知道是秦晓天 多少被之前崛起的人物了 乃是上古时期的强者 而那火炉 正是永恒大帝的随身 先保永恒炉 恰恰这不起眼的黑色盖子 正是永恒炉的炉盖 只不过 自从永恒大帝消失之后 这永恒炉就不知所踪 而且整个上古仙剑 都不知道这永恒大帝 为什么会消失 甚至至至今都是一个谜 秦晓天没有想到 这其中一个部件 居然隐藏在 如此小宗的藏宝格之中 如果秦晓天猜测不错的话 一旦这黑色盖子献出真容 上面便会呈现永恒二字 正是当初永恒大帝刻上去的 不过 秦晓天会让这永恒炉的盖子 献出真容吗 毕竟 秦晓天还不想死 更何况 以秦晓天现在的修为 根本无法驾驭永恒炉盖 也就在秦晓天喜获重宝 满心欢喜的时候 一道歉力的声音 却是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秦师殿 可否出来一见 听到这声音 秦晓天面色一愣 立刻收了永恒炉盖 非一般的冲出屋子 口中更是大喊一声 冰美人师姐 你这是想我了吗 哼 来人正是冰美人林飘然 此刻听到秦晓天的话 面色更加冰冷 口中也冷哼一声 转身就要离去 瞧我这臭嘴 冰美人师姐 到我这杂役处 有何贵干 看到林飘然要离去 秦晓天立刻改口 林飘然这才停下脚步 满脸寒冰的盯着秦晓天 若你在口无遮拦 我就 就打我 秦晓天直接接了话 同时将自己的脸 送到了林飘然的面前 那林飘然眼中寒光一闪 就要伸手扇一嘴巴子 可是秦晓天立刻缩回了自己的脸 打我 冰美人师姐绝对不舍得 所以就罚我当你的小跟班吧 呸 想得美 听到秦晓天的话 林飘然立刻清脆一声 不过好似想到了什么 那寒冰一般的面孔 红韵一闪即逝 哇 冰美人师姐生气的样子也好美 你快看我 看我的眼睛里面有什么吗 秦晓天喊着 立刻将自己的眼睛凑到了林飘然的面前 仿佛要让林飘然仔细看清楚一般 这让林飘然怠眉一蹴 哼 有 对 我的眼睛里有你 林飘然的话还没有说完 秦晓天再次接了话茬 这土味情话 立刻让林飘然翘脸一红 不过瞬间再次变得冰冷起来 哼 秦晓天 你不觉得累吗 林飘然冷哼一声道 明显对秦晓天有些不悦 可是秦晓天却是入出一副 自己真的很累的样子的 累啊 我在你的世界已经跑了好几圈了 天天围着你转 你说我能不累吗 你 饶是在冰冷的女神 听到秦晓天这样的情话 也是忍不住脸红 一时间林飘然居然无言以对 因为秦晓天说的都是 实话 哼 算你说的都是实话 林飘然冷哼一声道 不过那眼底深处 却是藏着一丝欢喜 只不过真的隐藏得很深很深 除了秦晓天这样的老油条 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 师姐 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呢 小弟秦晓天 敢问师姐方面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之前不是跟悬崖师兄 闹得很欢吗 听到秦晓天的话 林飘然露出一副不屑的目光 面色依然冰冷地说道 可是秦晓天却是知道 这林飘然心中对自己的防备 已经很轻了 哼 师姐乃是天人 悬崖算个什么东西 怎么能够配上师姐 也唯有小弟这样同为天人的 盖世英雄才能够配得上 哼哼 好一个盖世英雄 也不知道谁躲在泽风身后 师姐全都看到了 看来是师姐还是蛮关注小弟的嘛 既然如此 师姐何必吝啬告诉小弟 你的方便呢 你倒是执着 我叫林飘然 哇 林师姐上辈子一定是开心果 要不然我听到林师姐的名字 为什么开心得要冒泡了呢 哼哧 终于林飘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实在是这个秦晓天太无耻了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自己何曾见过这样的阵仗 不过 林飘然还是很快收起了笑容 依然是一副冰冷的样子的 就你嘴甜 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嗯 那个啥 林师姐来找小弟 有何贵干 听到林飘然的话 秦晓天直接无语 这简直就是话题终结准 难怪会这么冰冷 恐怕平日里很少跟人谈天说地了 哼 让你闹得正式都忘记了 这是还你的三十美元羊单 林飘然冷哼一声 直接丢给秦晓天一个储物袋 里面刚好放着三十美元羊单 林师姐 这就不需要还了吧 秦晓天接过储物袋 看也不看 冲着林飘然说道 我不喜欢欠人情 林飘然话音落地 转身就要离去 不过 秦晓天的一句话 却是让林飘然娇躯一颤 停下了脚步 不欠人情 给我利息就好了吗 一时间 林飘然变得冰冷无比 回过头看向了秦晓天 刚才对秦晓天产生的好感 瞬间荡然无存 因为他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是如此斤斤计较的一个人 不过 林飘然也是为难 这三十美元羊单 还是自己花费了好多零食 在师兄妹手中购买的 哪里还有林单付利息啊 其实我就想让林师姐 一直欠我人情 看到林飘然的样子 秦晓天就知道 这已经不是我之前的三十美元羊单了 除非林师姐 能够将之前的三十美元羊单还回来 否则这个人请你签订了 你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再次见到林师姐 秦晓天立刻打断了林飘然的话 这让林飘然神色一愣 跟着露出一丝娇羞之色 油嘴滑舌 虽然这样说 林飘然还是将三十美元羊单收了起来 这才转身离去 刚走出两步 林飘然却是停下 回身看了一眼秦晓天 三个月后 宗门试炼 若是能够排名前三 将会得到宗门下发的助击单 以你现在的修为 想要进入前三很难 林飘然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秦晓天 这才脚下一点 如同仙子一般 踏空而去 然而 秦晓天却是冲着林飘然的背影高呼一声 林师姐 别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 这辈子我啥也不娶 就娶你 林飘然离去的背影微微一颤 没有说话 还有一点 宗门试炼 就算林师姐进不了前三 小弟也会给你搞来助击单 让你助击成功 哼 难怪我们方圆百里没有耕牛 原来都让你给吹跑了 远远的 林飘然传来这样一句话 直接让秦晓天呆立当场 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 冷若冰霜的林飘然 居然也会开玩笑 放心 小弟答应你的事情 从来没有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等着小弟拿着助击单 给你下屁吧 也不管林飘然能不能听到 秦晓天高呼一声 这才立刻冲进了屋子 一把揪起金胖子 搞得金胖子投来抱怨的眼神 大哥 就算林师姐拒绝你 你也不用将气撒在小弟身上吧 撒你妹啊 走 跟去练单 我要下聘礼 秦晓天 你来得刚好 本长老要练住击单 刚好你在一旁 本长老也好指点你一二 秦晓天带着金胖子 刚刚来到药园 就看到沐云在收集一些灵草 看到秦晓天面色一喜 立刻冲着秦晓天喊道 妾 想要本尊指点 九明说 非要搞得好似本尊求你似的 来到 不过 秦晓天还是应了一声 与金胖子帮助沐云准备好一些灵草 匆匆进入了山洞之中 准备炼制助击单 单香鸟鸟 灵气十足 一炉助击单的炼制 需要三日的时间 这三日的时间 必须全神贯注 稍有不慎 就会彻底废弃 在秦晓天的协助之下 沐云炼制的助击单 还算是平稳 沐云一共准备了三份灵财 原本认为三份灵财 能够炼制成一炉 就算是心满意足 然而 在秦晓天的指点之下 第一炉就直接承担了 是指出了四枚 一枚还是中品 让沐云喜出望外 原本这次任务 只要能够炼制出三枚 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现在居然炼制出了四枚 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看到沐云激动的样子 秦晓天心中无语 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区区助击单 指出了一枚中品的 居然就激动成这样子了 待会本尊炼制出上品和极品的 岂不是激动的要死 沐云 按照我们的约定 剩下的两份助击单的灵财 应该给我了吧 秦晓天手一伸 冲着沐云说道 沐云立刻露出不舍之色 毕竟这助击单的灵财 每一份都价值上万灵石了 不过 沐云还是嘴角抽搐 忍痛割爱 将两份助击单的灵财 交给了秦晓天 毕竟以后要依靠 秦晓天的地方太多了 胖子 去找这些灵草来 收了两枚助击单的灵财 秦晓天再次拿出一个清单 交给了金胖子 金胖子立刻去药园采摘了 这引得一旁沐云很是无语 明明这药园是自己掌管 怎么现在看起来 倒像是秦晓天的后花园 不过 沐云也是起了一丝好奇心 毕竟秦晓天的炼单造诣 沐云是知道的 现在让金胖子准备灵财 很明显是要炼单 这样的机会 沐云岂能错过 于是舔着一个老脸 始终跟在了秦晓天的旁边 秦晓天也不在乎 刚好有人给自己打打下手 看啥 准备开炉 让为师指点一下 真正炼制祝鸡丹的方法 听到秦晓天的话 沐云心中一阵富匪 将秦晓天的十八代祖宗 都诅咒了一个遍 刚才自己炼制祝鸡丹的时候不指点 现在他要炼制了 让自己帮忙不说 居然还美名其约 再次指点真正的方法 自己倒看看 这祝鸡丹还能炼出花花来吗 很快 金胖子就按照清丹 采摘了不少灵草回来 交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一一查看 将一些年份不足的灵草全部丢弃 让金胖子按照年份族的灵草再次采摘 半个时辰之后 丹炉再次升起了鸟鸟丹香 在秦晓天的指点之下 沐云心中一惊一炸 因为秦晓天炼制的铸鸡丹的方法 跟之前的完全不同 足足过去了三日 这炉灵丹终于炼成 当开启丹炉的时候 那一股冲鼻的灵气 惊人的丹香立刻凝而不散 更是有一道隐隐的丹鸣声 传入了沐云的耳朵 这让沐云直接跳了起来 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眼中充满了无法置信 口中不断的惊呼 极品居然是极品 天啊 极品的铸鸡丹 老朽这辈子第一次见到 区区一个极品铸鸡丹 就让你如此大惊小怪 以后跟我练制更高级的灵丹 你还怎么活 极品 极品 这是极品啊 沐云明显还没有缓过进来 口中一直喊着极品二字 秦晓天摇了摇头 将这一炉五枚筑基丹收了起来 一枚极品 一枚上品 三枚中品 跟着练制第二炉 只不过 这第二炉 因为沐云还在震撼当中 大部分的操作 都是秦晓天完成的 当这第二炉 再次传来一道丹鸣声时 沐云已经彻底的麻木了 又是极品 真是可笑 老朽练了百年灵丹 算是什么 老小子 丹道意图虽然是道 可终究不是大道 当然了 有人凭借一枚灵丹 可以举下飞升 位列仙斑 可是 这样的仙丹 又有几个人 能够炼制出来 所以 我还是奉劝你 不要太执着于丹道意图 多将时间用在修炼上 这才是根本 再说了 想要炼制更高级的灵丹 也需要相应的修为不是 秦晓天这一句话 虽然不长 可是在沐云看来 却是如醍醐灌顶 一时间让其毛色顿开 确实 这么多年 自己进宁丹道 本以为会有所大成 却没有想到 原来自己钻了牛角尖 一时间 沐云居然朝着秦晓天 身身一败道 多谢仙长赐教 弟子受用无穷 此大恩大德 弟子永生难忘 秦晓天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直接收了四枚筑鸡丹 一枚极品 两枚上品 一枚中品 若是拿出去卖 恐怕都是有价无市 然而 沐云和秦晓天一系列的举动 却是让一旁的金胖子傻眼了 原本在其看来 奸诈无比的秦晓天 居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沐云都敬畏的仙长 不足五十年 想要有所突进 恐怕很难 不过 多亏你遇到了本仙长 这段时间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本仙长就赐你五十年寿源 让你有机会 踏入金丹七的行列 秦晓天露出一副长者的样子 俯视沐云道 一时间 沐云老居一颤 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因为自己的寿源 确实不足五十年 这些时间 根本不够自己突破金丹七 多谢仙长 沐云激动的再次朝着秦晓天 深深一拜 秦晓天也泰然受之 而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拽了拽秦晓天的衣角 投去了询问的眼神 大哥 你俩是在演戏吧 什么仙长 什么寿源 都是你们俩迷糊胖子我的台词吧 金胖子 不得对仙长无礼 否则主理出师门 然而 秦晓天还没有说话 沐云却是露出一副严肃之色 训斥金胖子 搞得金胖子 战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 倒是秦晓天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伸手一挥 冲着沐云喊道 老小子 还等什么 开炉炼丹 本仙长要帮助你们法骨洗髓 法骨洗髓 金胖子和沐云同时喊了一声 顿时间 沐云面色一变 露出激动之色 难道是传闻之中的法骨洗髓丹 如子可叫 若是让别人听到 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子 居然喊一位一百几十岁的老头为如子 不知会做何感想 可是 沐云却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立刻开炉炼丹 那样子 仿佛是三岁的孩童一般 走起路来都是跳着的 法骨洗髓丹需要的灵财 其实与助击丹差不多 只是有一位主要没有 秦晓天寻找了数种灵草代替 虽然效果能差点 但是了胜于无 很快 丹香四起 丹云笼罩 两日之后 甚至有丹龙成县 护住了丹炉 如此景象 让沐云和金胖子不断惊呼 连连咋舌 直到第三日 这金胖子愣住了 就是秦晓天也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不会吧 一炉都是极品 法骨洗髓丹 咔嚓 咔嚓 然而 就在即将丹城的时候 这丹炉之上 居然传来一道道碎裂的声音 足有九道裂痕 布满了丹炉 这让秦晓天和沐云心中一惊 那金胖子更是撒腿就跑 因为这正是要炸炉的景象 该死 秦晓天低骂一声 好不容易炼制出了一炉 都是极品的法骨洗髓丹 现在却要功亏愉快 其心不甘 就是沐云的嘴角 也在不断的抽搐 脸上露出不甘之色 恨不得这炸的是自己 而不是这丹炉 眼看着丹炉就要炸了 秦晓天集中生智 双手掐绝 解封一道神念 驾于那永恒炉盖 直接按在了丹炉之上 扑通 而一旁的沐云 直接被救这恐怖的威压碾压在地 在那里大口的喘息着 眼中透出一股恐惧之色 不但如此 就是那静修的玄天宗宗主四人 此刻再次冲出洞外 满脸惊慌 四处眺望 可惜 这恐怖的神念 只是出现了那么一丢丢的时间 根本就察觉不到在何方 在这玄天宗的山下 不知多少葬身的地方 同样的 那一尊棺材也是颤抖了一下 甚至那棺材盖子也吱嘎一声 掀开了一脚 一只苍老的手掌 慢慢地抓住了棺材的边缘 不过 不知为何 再次缩了回去 那棺材盖也再次盖上 立刻伸手掀开炉盖 取出了四枚极品法骨吸水丹 这才收了永恒炉盖 跟着就看到秦小天抓住滩倒 在地的木云 直接冲出洞外 这一些烈动作 行云流水 仿佛做了无数次一般 前后不过只用了半息的时间 哄 也就在秦小天抓着木云冲出洞外之时 那丹炉直接爆炸 一股惊人的气浪 直接顶着二人 飞出了数十丈的距离 这才跌落在地 我去 我这老妖啊 秦小天疼得一阵惊呼 不过还好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金胖子看到 立刻冲过来 扶起了秦小天和木云 大哥 炸炉了 你怎么不跑 跑 本仙长要是跟你一样跑了 你还能捞着法骨洗髓吗 秦小天瞪了一眼金胖子 露出一副你很鸡贼 居然丢下我 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的眼神 让金胖子虎去一颤 那个啥 习惯性逃跑 习惯性逃跑 金胖子一阵尬笑 却是觉得自己丢下秦小天 一个人逃走 有些过分了 木云 希望你能够记住本仙长的话 还有 哪怕是死 也不要透露本仙长的任何消息 此刻 秦小天露出一副严肃之色 冲着木云喊道 同时丢给木云一枚法骨洗髓丹 和一枚极品注击丹 先服用法骨洗髓丹 再服用极品注击丹 应该可以让你的修为 达到注击后期 话音落地 秦小天与金胖子二人匆匆离开 回到了杂役处 不知为何 秦小天心中 生起了一丝心悸的感觉 因为两次暴露自己的神念 两次都有一种毛果悚然的感觉 仿佛有人盯上了自己 回到了杂役处 秦小天同样丢给了金胖子 一枚极品法骨洗髓丹 便独自闭关去了 金胖子也不在意 直接将法骨洗髓丹给吞了 实在是这些日子 他吞的灵丹太多了 所以这次也没有在意 不过 刚吞下去之后 金胖子却是有一种燥热的感觉 跟着就听到一声惨叫 金胖子就没有了声息 死胖子 不让你受点罪 你还真不把本尊当回事 秦小天听到金胖子的惨叫 脸上露出一丝解恨的神色 跟着开始准备热水 竖个木桶 然后将自己置身于木桶之中 被热水浸泡 这才吞下了一枚极品法骨洗水丹 一时间 秦小天的身体变得滚烫起来 那本就很热的水 也在这热浪的侵蚀之下 翻起了泡泡 随着药力的发作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在其身上三一六千万汗毛孔 皆都张开 喷出一条条黑色的污秽 也就是片刻之间 这一桶热水就变得漆黑无比 而且还有一种恶臭 秦小天立刻换了一个木桶 跟着第三个 第四个 直到第五个 这木桶的水才变得清澈无比 一股扑鼻的香气 此刻居然从秦小天的身体之中散发而出 就好似秦小天是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那皮肤变得更加白皙不说 而且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而此刻的秦小天已经入定 脑海之中没有任何杂念 开始运功调息 渐渐的在秦小天的体内 那隐藏起来的至尊仙谷 居然喷出了一道惊人的灵气 这灵气在秦小天体内 足足游走了七周天 这才凝聚于秦小天的子府之中 逐渐扎根 慢慢地生出一朵艳丽的花朵来 嗡 一道嗡鸣声 在这花朵生出之时 立刻从秦小天的身上爆发而出 跟着就看到 在秦小天的身上 居然射出一道惊人的光芒 这光芒穿透了屋顶 直冲云霄 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一刻 秦小天的灵根再生 彻底恢复了 曾经妖念一般的资质 尤其是那至尊仙谷 在这灵根重生之下 焕发惊人的光彩 可是却逐渐消失不见 这一变化 立刻惊动了玄天宗的那些 驻鸡妻和金丹妻的老怪 一个个从洞府之中冲出 满脸惊骇的 盯着那冲天的光柱 眼中透出一股 无法置信之色 尤其是那玄天宗的宗主 在惊骇的神色之中 充满了疯狂的惊喜之意 天哪 居然是天灵根 居然是天灵根 我们玄天宗 居然出现了一位 天灵根的弟子 天佑我玄天宗 天佑我玄天宗 历经数千年 我玄天宗 终于再次出现了一位妖念 玄天宗宗主仰天高呼 眼中有老泪纵横 仿佛在抒发心中的憋屈一般 就是那三座山峰的长座 也都是满脸激动 立刻封锁消息 遮挡灵根光柱 此事不但不能让宗门内弟子知晓 更不能外露 否则我玄天宗会招来大祸 玄天宗宗主 立刻吩咐那三位长座 那三位长座脚下一点 立刻腾空而起 直奔那光柱而去 同时 四人联手施法 遮挡这灵根光柱 封锁一切消息 尤其是传令那些长老 此事绝对不可外传 杂役处 当这一切都结束 玄天宗宗主和三位长座 却是眉头一簇 因为这光柱的来处 正是杂役处 可是 他们怎么不知道 杂役处居然还有这样一位 资质妖孽的弟子 这光柱足足维持了半刻钟的时间 这才消失不见 而玄天宗宗主 也是喊来了厅字辈的长老 在询问之下 才从婷语口中得知 原来那杂役处的妖孽 是秦晓天 婷语 你也算是无心插柳了 既然如此 就让他待在杂役处 也好隐藏他的身份 不过 暗中要好好教育此子 待宗门大笔之后 本宗收他为徒 弟子领命 很快 婷语等人离去 不过心中却是惊骇连连 他们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这个放纵不羁 时常惹事的主 居然拥有天灵根 不过 这件事情玄天宗的宗主 处理得非常及时 除了这些长老之外 其他的弟子根本不知晓 秦晓天拥有天灵根 而此刻的秦晓天 也是从入定之中清醒过来 虎驱微微一阵 一股清灵的感觉 立刻传遍了全身 不错 灵根不但恢复了 就连资质也增加了不少 修为更是连破两极 达到了宁气气大圆满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没有想到 一枚极品法骨洗水单 让他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 如此一来 自己在那些师兄师姐的面前 又可以嚣张一番了 扇嘴神通 这一刻 秦晓天抬手 朝着远处的石桌轻轻一扇 那扇嘴神通 立刻施展而出 一股无形的力量 瞬间扇在了那石桌之上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那石桌在秦晓天的手掌之下 直接被扇成了碎片 散落一地 可想而知 如此力道的手掌 若是扇在人的脸上 会是什么样子 哎 太弱了 然而 秦晓天却是叹息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不满意的神色 这才从木桶里面起身 换了一套干净的白色长袍 走出了屋子 一股腥臭的气味 立刻钻进了秦晓天的鼻尖 让秦晓天一阵作呕 只见在那门口的地方 金胖子呼吸平稳 却四仰八叉地倒在那里 在其身体之上 满是黑色的污渍 地面也都被染成了黑色 秦晓天单手掐绝 立刻施展了一个清水树 一团足有丈许的清水 悬浮在了金胖子的头顶 哗啦啦 瞬间 秦晓天掐绝的手 朝着金胖子一按 那丈许的清水 立刻落在了金胖子身上 将其冲刷了一下 我去 下雨了 打雷了 快点收衣服了 金胖子立刻惊醒 口中呼喊一声 可是看到头顶的娇羊 脸上露出一副狐疑之色 不过 一股恶臭 全是钻进了鼻尖 让金胖子一阵作呕 我去 怎么这么臭 谁这个不讲究 随地大小便 死胖子 是你太臭了 还不去洗洗 竟给我丢人戒眼 秦晓天笑骂一声 自己身上传来的 大哥 我去去就来 搜 碰 哗啦啦 金胖子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就冲向了自己的房间 哪里知道 这身体轻盈得如同书液 在发力之下 猛地撞在了屋子之上 将屋子撞得稀巴烂 乖乖 这是胖爷的速度 一时间 金胖子傻眼了 这速度比起之前 最起码要快了三倍不止 难道胖爷睡了一觉 修为自己救 金胖子说到这里 面色陡然一变 立刻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 胖爷就是一个天才 随便睡了一觉 居然就突破到了 宁气气大圆满 有谁能够跟胖爷比 这个死胖子 最大的造化 就是碰到了本尊 看到金胖子得意的样子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这也就是金胖子 可以在睡觉的时候 身体自动炼化法骨 吸水单的药力 这若是给了旁人 恐怕早就爆体而亡了 这也是秦小天 为啥直接将金胖子 敲晕的原因 毕竟人家拥有 连秦小天都羡慕的吞天神体 转眼间 就是数十天的时间 这数十天的时间 秦小天除了再熟练 一些声色的倒数之外 就是不断的淬炼金胖子的 铁布衫和金中罩 除此之外 再帮助金胖子 练一些零食吃 免得这金胖子被饿死 至于那沐云 则是听秦小天的话 已经不再执着练丹 开始努力突破金丹期 再加上秦小天赐予他的 法骨洗水单和助击丹 如今的沐云 已经是助击后期的强者了 就是云自卑的金云等人 知道沐云居然突破助击后期时 也是羡慕得很 毕竟人家炼丹就可以突破修为 而自己却是需要苦修 还不一定有人家修为高强 转眼间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一日 玄天宗的上空 立刻传来了三道壮中的声音 随着壮中的声音传出 数百名内门弟子 皆都来到了广场之上 而秦小天和金胖子 依然是最后到来的 当看到众人投来怪异的眼神 秦小天非但丝毫不介意 反而冲着众人挥了挥手 大家好 虽然我知道自己位高权重 可是大家也不用这么列队欢迎我吧 秦小天的作作 立刻引来众人的鄙视 甚至一个个冲着秦小天指指点点 卧槽 这个秦小天 还是一如既往的无耻 该死的 我怎么感觉 这次见到秦小天 这思有了一丝变化呢 尼玛 居然突破到了宁气七大圆满 然而 当秦小天有意无意散发出 自己宁气七大圆满的气息事 在场的所有那门弟子都傻眼了 这个秦小天是什么鬼 修为居然精进得这么快 这才三个月的时间就宁气七大圆满了 该死 这个秦小天看来 真的跟听语长老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听到众人的话 秦小天黑黑一笑 露出一副自鸣得意的神色 冲着众人喊道 小弟不才 一不小心就突破到了宁气七大圆满 羡慕吧 嫉妒吧 恨吧 告诉你们 这次内门弟子的试炼 这头盔小弟要了 大言不惭 秦小天 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 真的认为突破到了宁气七大圆满 就是天下无敌了 告诉你 哪个不是宁气七大圆满 一时间 众人立刻朝着秦小天嘲讽起来 甚至有人跃跃欲试 想要冲上去抱走秦小天 实在是秦小天那一副神色 就是一副挨揍的样子 别看你们现在叫得欢 小心待会拉清淡 听到众人的嘲讽 秦小天魂不在意 反而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冲着众人喊道 一时间 树道灵力的目光 立刻落在了秦小天的身上 咋地 吓唬我啊 玄牙 你那目光咋个回事 上次的教训 是不是让你忘记了 得罪小爷的下场 告诉你们 小爷可是跟听语长老 穿一条裤子的 扑吃 一时间 秦小天的话 让不少女弟子 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尤其是那林飘然 居然也忍不住 伸手亲眼红唇 林师姐笑起来的样子好美 还记得小弟之前跟你说的话吗 啥都不娶 就娶你 然而 此刻的秦小天 却是高呼一声 用所有人都能够听到的声音 对着林飘然喊道 一时间 林飘然面色一寒 刮了一眼秦小天 可是心中却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进去 林师姐 这是小弟花费 数百万零食购买的灵单 绝对真品 为了给你下聘礼 小弟的老家都被掏空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一枚玉盒直接飞向了林飘然 林飘然下意识地伸手一抓 将这玉盒抓在了手中 然而那表情 却是瞬间凝固了 林师姐既然接受了聘礼 那以后就是小弟的人了 在这里小弟警告你们所有人 胆敢窥计小爷的女人 杀无赦 秦小天说话间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 僻逆天下的气势 将众人笼罩在内 尤其是那脸上的神色 带着一丝威严 让人一时间不可抗拒 就是那林飘然 也是露出一丝亚色 在其心中 秦小天属于那种 油嘴滑舌 奸诈之徒 可是没有想到 也有这么霸气的一面 好一个秦小天 好一个气势的掌控 恐怕在场的诸多弟子当中 论气势的运用 谁也赶不上他 此刻 在那玄天宗的四座山峰之上 那玄天宗的宗主 脸上露出一副赞许之色 对着身边的三人说道 慈子却是不同凡响 若是好好授业 将来必定会大放一彩 不过 慈子倒是有些嚣张了 若是让其长此以往的下去 恐怕对其不利 我们应该派人打压一下 一时间 玄天宗的四位大佬 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 打压秦小天是必须的 可是让谁去打压 派出住基期的长老吧 有些已大欺小 可是那门弟子当中 恐怕也无人是弃对手 罢了 随便派出一位清传弟子 去打压一下这个秦小天吧 玄天宗的宗主口中低音一声 旁边的三位长座 则是点了点头 就让本座的弟子 去敲打一番吧 其中一位长座开口道 跟着给自己的弟子传令 也就是片刻 一道身穿悬袍的弟子 从一座山峰之上遇见而去 也就在秦小天自名得意 俯视众人的时候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天而降 直接击溃了秦小天 好不容易凝聚的气势 非但如此 在这气势的碾压之下 秦小天不背之下 居然直接被碾压在地 与此同时 一双脚 直接踩在了秦小天的背上 哼 是谁这么不开眼 居然耽误本少落地 随着秦小天被踩 一道冷哼声 传入了秦小天和众人的耳朵 众人皆都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清传弟子 居然是清传弟子 我记得这位师兄 是玄光长座门下 排行第三的师兄 天灵子 哇 天灵子师兄好帅啊 天灵子师兄 我要给你生猴子 一时间 众人疯狂地呼喊起来 尤其是那些女弟子 一个个露出花痴的样子 不断地求爱 唯有那灵飘然 但没轻醋 看了一眼天灵子 最后将目光移到了 天灵子脚下的秦小天身上 可恶啊 居然抢了小爷的风头 胖子 你在搞毛 弄死他 秦小天此刻面红耳赤 自从自己成为先帝以来 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哪怕是被几位先帝联手坑杀 自己也是站着死去 如今不过是穿越重生 居然被一位 一位名气七大圆满的小子 踩在了背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原本 秦小天想要自己出手的 可是这天灵子 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居然踩得自己无法起身 否则秦小天也不会这么屈辱了 至于金胖子 听到秦小天的话 脚下一灯 立刻冲向了天灵子 在金胖子看来 清传弟子算个球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自己也只听秦小天的话 胖子 不想死的话 就老实待着 然而 天灵子却是喊了一声 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邪逆金胖子 只可惜 金胖子不惯他毛病 那已经接近五百多斤的身体 如同炮弹一般 射向了天灵子 哼 找死 天灵子冷哼一声 完全不将金胖子放在眼中 手掌运弓 朝着金胖子轻轻一拍 想要将金胖子拍飞 可是 天灵子的手掌 刚刚碰到金胖子的身体 却是感受到一股 比自己还要庞大的灵力 瞬间涌来 不好 天灵子心中暗道一声 猛的气沉丹田 运足了灵力 狠狠地拍落 啪 碰 随着天灵子的手掌拍落 那庞大的灵力 瞬间反噬而来 这一掌居然没有阻挡金胖子 反而让金胖子 狠狠地撞了一个满怀 蹭蹭蹭 蹭蹭蹭蹭 一时间 天灵子脚下一个踉枪 居然撞得连退数步 这才稳住身形 那金胖子也是盗飞树掌 这才落地 脚下连连退出了十几步 这一刻 场面变得鸦雀无声 任谁也没有想到 身为玄光长座清传弟子 众多少女爱慕的对象 被惊为天人的天灵子 居然被金胖子撞飞了 就是天灵子 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自己明明是受命 来碾压教训秦晓天的 怎么自己反而被撞飞了呢 然而 就在众人吃惊 天灵子心中 无法相信的时候 一道怒吼声 却是传入了 众人和天灵子的耳朵 我去你大爷的 小爷发起火来 连小爷自己都害怕 受我一掌 扇嘴神通 呼 随着秦晓天的怒吼声传来 一道呼呼的风声 立刻灌入了天灵子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一股无形的力量 瞬间扇向了天灵子的脸颊 天灵子大惊 这一股力量十分强悍 而且带着一股无间不摧之力 这要是被扇到 就算自己不死 恐怕这嘴巴子也要肿上几天 最最最主要的是 一旦真的被扇到了脸 那自己还有脸见诸多师兄师弟 还有自己的师尊吗 秦晓天 修咬张狂 唯兄乃是玄光长座清传弟子 你敢对唯兄出手 就是触犯门规 天灵印 天灵子嘀喝一声 不但用言语来恐吓秦晓天 双手更是掐绝 结成印法 双手分开 一手朝着秦晓天按去 一手朝着那无形的力量按去 碰 瞬间 秦晓天的山嘴神通就被天灵子挡住 一股气浪席卷 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吹得众人长袍烈烈作响 然而 天灵子不愧是常坐清传弟子 另外一手结成的印法 瞬间临近了秦晓天的头顶 将秦晓天笼罩 秦晓天脚下一个滑步 立刻避过了天灵子的印法天灵印 不但如此 秦晓天的身形飘忽不定 化成一道道残印 直奔天灵子而去 天灵印 天灵子口中嘀喝一声 再次施展天灵印 朝着秦晓天按去 只不过 秦晓天好似魅影一般 根本捉摸不到 天灵印再次击空 不好 然而 天灵子这一次击空 立刻发现 秦晓天居然临近自己不足三丈 而且 天灵子在秦晓天的眼中 居然看到了一丝奸诈之意 去 下一刻 天灵子口中嘀喝一声 单手掐绝 朝着秦晓天一挥 瞬间 一箭仿佛是石头一般的灵器 朝着秦晓天砸去 别看这灵器好似一块石头 可是剑锋变掌 瞬间就变成了杖许 化成了一座假山 劈头盖脸的砸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眉头一蹴 脚下一点 推出了树掌 避过了这假山的攻击 脸上露出一副不爽的神色 天灵子师兄 你太无耻了 居然使用仙宝 亏你还是长座弟子 这 别说 天灵子一时间 还真的被秦晓天给拿住了 毕竟秦晓天没有使用灵器 而自己身为长座弟子 消失在了天灵子的面子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天灵子的身侧 天灵子大惊 虎曲猛的一阵 一股气浪瞬间荡漾而出 恰恰就在这时 秦晓天的手掌已经扇了过来 碰 不过 秦晓天的这一掌 再次被天灵子给挡了下来 非但如此 天灵子就是拍出一掌 直取秦晓天的胸口 小师殿 你太奸诈了 然而 秦晓天根本不与天灵子缠斗 一击不成 立刻退去 连带着天灵子拍来的一掌 也顺利避过 咦 天灵子发出一道惊一声 眼中透出一丝诧异之色 小师弟这身法玄妙 貌似我玄天宗 还没有这样的身法 难道这是世俗界的武功 这一刻 天灵子终于关注到了秦晓天的身法 立刻开口询问 此身法 乃是我家族独有 并非是玄天宗的身法 原来如此 这身法十分玄妙 不知小师弟可愿交换 一时间 天灵子居然忘记了 自己是要来打压秦晓天的一般 居然跟秦晓天谈起了生意 秦晓天眼睛一眯 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天灵子道 你拿什么来交换 寻常之物 我可是不放在眼 秦晓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猛地冲向了天灵子 同时扇出一巴掌 直取天灵子的面颊 不过 与此同时 天灵子也是一手掐着剑绝 朝着秦晓天一指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瞬间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小师弟 你太无耻了 天灵子身形一闪 避过了秦晓天的山嘴神通 立刻冲着秦晓天喊道 天灵子师兄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秦晓天的脸上也是露出一副鄙夷之色 冲着天灵子喊道 不过那眉头却是微微一簇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 直接举起了一枚齿许的锅盖 当 天灵子施展的飞剑 直接被这锅盖给挡了下来 一时间 二人同时退后数丈 彼此露出一副惊讶之色盯着对方 这是什么灵气 跟一个马桶盖似的 居然不是飞剑 是飞刀 天灵子和秦晓天同时喊道 很明显都对对方施展的灵气 感到一丝惊讶 天灵子施展的飞刀 能够发出飞剑的声响 让秦晓天心中惊讶 而秦晓天手中漆黑的马桶盖 也是让天灵子吃惊 这个秦晓天 居然能够与天灵子战成平手 看来还是我们小看他了 是啊 此此果然是可造之才 只要这性格能够变得沉稳 出一个少宗主吗 秦晓天和天灵子在战斗 玄天宗的山峰之上 四位大佬正在观战 在他们的脸上 非一旦没有恼火之色 反而露出一副欣喜之意 再看看吧 此子的脾性如何 我们还不清楚 若是奸诈之辈 岂不是将我玄天宗 推入火坑 玄天宗宗主应了一声 眼中闪烁着一道金光 让天灵子试之回来吧 再逗下去 恐怕要说 玄天宗宗主突然间 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就是玄光三位长座 天灵子二人正在对峙 原本不服的天灵子 还想要出手 可是耳中却是传来 自己世尊的声音 这让天灵子面色一愣 跟着大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秦晓天 小师弟 唯兄有点急事 就先行倒退 希望你以后做人安分一些 毕竟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至于今日 你我二人算是平手吧 天灵子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瞬间冲天起 挤出之前的飞刀 一脚踏在上面 朝着玄天宗四风冲去 秦晓天看到 并没有说话 瞄了几眼那云层之上 下一刻 秦晓天的一声嘀吼 立刻让那冲天起的天灵子 一个亮翘 差点扑街 哼 看到了吧 天灵子师兄 都不是小爷的对手 现在仓华而逃 你们拿什么跟小爷斗 臭小子 这牛皮让你吹上天了 谁敢质疑小爷 秦晓天顺口怒喝一声 当看到一道冷峻的目光 盯着自己的时候 秦晓天立刻露出 一副谄媚的笑容 听语长老 弟子终于又见到你了 这些日子 弟子可是听你的话 没有踏入内门之处 一心再砸一处修炼 弟子乖不乖 我草 无耻 这个秦晓天 论不要脸的功夫 他自称第二 绝对无人敢自称第一 听到秦晓天谄媚的话 台下的众多弟子 立刻低骂起来 他们见过无耻的人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无耻的人 翻脸比脱裤子还快 哼 还不退下 听语长老冷哼一声 面色不善的喝道 秦晓天立刻屁颠屁颠 走下高台 居然甜不知耻的 来到了林飘然的旁边 林师姐 不 现在应该喊未婚妻了 秦晓天面带笑容 对着林飘然说道 一时间 林飘然俏脸一红 跟着狠狠的瞪了一眼秦晓天 然而 秦晓天的声音虽小 可是也被旁边的 几位师姐听到 一个个露出讥笑之色 没有想到 小师弟还是一个情种 就是不知道林师妹有没有意 就是啊 随便丢出一枚灵丹 就想要下聘礼 你可知道 好几位师兄许诺林师妹 林飘然面色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那握着玉和的小手 握得死死的 倒是秦晓天 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瞄了一眼这几位师姐道 修行意图 打者为先 秦爱一事 不分先后 林师姐已经是小弟的未婚妻 还请各位师姐自重 111 还没说你胖呢 你就喘起来了 就是啊 说什么花费几百万零食购买的灵丹 你当你这灵丹是鲜搭啊 还几百万 你全身上下加起来 有一万零食吗 哼哼 吃不到的葡萄 总是会被说成酸的 你们随便说 小弟并不在意 毕竟林师姐已经当众接受了聘礼 那就是我秦晓天的人 秦晓天冷哼两声 话语之中带着一丝嘲讽之意道 不过当那后面的话说出口 林飘然抓着玉和的手 立刻抬了起来 很明显要将林丹还给秦晓天 林师姐莫急 先看看手中的林丹 够不够资格成为聘礼 再退丢我不迟 被秦晓天猜中心意的林飘然 神色一恶 抬起的手定在了半空 他不知道秦晓天 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一时间 也是被秦晓天激起了一丝好奇心 哼 林飘然冷哼一声 抬手就要开启这玉和 可是刚刚开启一丝 一股扑鼻的灵气和丹香 立刻扑面来 在那林丹的上面 居然还有一条丹龙 这让林飘然心中一惊 立刻将玉和关上 然后死死地抓住 心脏的地方砰砰直跳 仿佛有小鹿在冲击一般 虽然玉和的开启只有一丝 但是林飘然已经感觉到 这玉和之中的林丹是什么了 不但如此 林飘然的眼中 透出一丝惊讶之色 盯着秦晓天 仿佛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能够拿出如此贵重的 而且还是他需要的林丹 助鸡丹 而且是极品助鸡丹 不但是林飘然 就是周围的那几位师姐 也是感受到了灵气扑鼻 丹香弥漫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想要看看是什么林丹 居然这么灵气十足 丹香扑鼻 只可惜 林飘然关闭玉和的速度太快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一个个嘴中嘟囔着 满脸都是不悦之色 倒是林飘然 此刻心中涌起万丈巨浪 能够得到助鸡丹 那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毕竟玄天宗三年 才会炼制三枚 如今 自己手中抓着的 不但是助鸡丹 还是极品助鸡丹 林飘然岂能不震撼 可是 林飘然在震撼的同时 心中也是十分的为难 一方面 自己真的需要这助鸡丹 来辅助自己 成就助鸡丹 一方面 自己若是接受了助鸡丹 那岂不是代表 所以说 林飘然是真的很为难 可是极品助鸡丹啊 一旦自己突破助鸡丹 很有可能提升一两个阶级 还给秦晓天 自己又舍不得 要知道 助鸡丹一共分为三层境界 分别是人级 地级 天级 想要助鸡 必须要在体内形成鸡丹 一到三个鸡丹 算是人级 四到六个鸡丹 便是地级 而七到九个鸡丹 便是天级 地级要比人级强大数倍 而天级又比地级强大数倍 可想而知 一个天级助鸡丹的高手 与一个人级助鸡丹的高手厮杀 毫无疑问 天级助鸡丹的高手 必然形成碾压之势 这里面还要分成一个鸡丹 至九个鸡丹 同为天级 七个鸡丹的人 必然没有九个鸡丹的人强大 所以 林飘然真的很难决定 自己该怎么办 可是 自己难道就为了一枚极品助鸡丹 而沦陷了吗 仿佛是看出了林飘然的心思 秦晓天咧嘴一笑 林师姐 不要为难 小弟也曾经答应过 为你找来这枚灵丹 若是林师姐 不想让这灵丹成为聘礼 那就算是小弟完成一个 对林师姐的承诺吧 秦晓天话音落地 林飘然诧异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虽然与秦晓天接触的时间不长 可是秦晓天为人奸诈的性格 他是知道的 一时间 林飘然不知道怎么办 若说秦晓天这个人 虽然很奸诈 但是对自己确实很好 经常可以逗自己开心 还送自己如此珍贵的灵丹 可是 自己败入玄天宗的那一天开始 自己就发誓 要成就无上先道 难道要让自己违背誓言不成 果然 林飘然这想法刚刚升起 就听到秦晓天继续说道 当然了 小弟说了 啥也不娶 就娶你 这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 林飘然顿时间愕然 可是这个你自刚出口 就听到一阵咳嗽声 可嗨嗨 哼 有些弟子很不重视这一次的试量 看来三枚猪鸡丹 也是无法引起这些弟子的兴趣了 这咳嗽声正是听语长老 一开始 听语长老就发现 秦晓天居然在下面 跟林飘然窃窃私语 只不过 听语长老是真的不愿意搭理秦晓天 可是这两人变本加厉 自己说的话都没有听进去 这就让他很不爽了 所以才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谁 是哪个不开眼的小子 居然不听听语长老训话 是不是不想在玄天宗待着了 不想呆着了到处小爷 小爷逐他出师门 我草 无耻 听到秦晓天的话 众人心中立刻怒骂一声 这个秦晓天简直无耻到了极致 明明在说他 他居然心生夺人 哼 都给老朽闭嘴 既然试炼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那试炼正式开始 听语长老再次冷哼一声 冲着众人喊道 同时一双冷目 狠狠地刮了一眼秦晓天 甚至眼底深处 带着一丝戏虐之意 然而秦晓天听到 听语长老的话 彻底的猛圈了 听语长老 你坑我 哈哈 秦晓天 你活该 我们看你怎么完成试炼 没错 秦晓天 你不是很嚣张很狂妄吗 大家都不告诉你试炼内容 看你怎么完成 扬言要成为试炼的第一名 这辈子 你都别想了 众人听到秦晓天的悲呼声 一个个开怀大笑 满脸都是得意之色 对于秦晓天 他们只要抓住机会 就会打压 不 应该说 他们每时每刻 都想着如何打压秦晓天 一时间 众人在秦晓天愤怒的目光之下 纷纷离去 甚至有几道寒光 在秦晓天身上扫过 让愤怒的秦晓天 眉头一蹴 大哥 不用担心 我知道失联内容 这时 整个广场上只剩下了三个人 秦晓天 林飘然和金胖子 而金胖子立刻高呼一声 露出一副谄媚之色 屁颠屁颠地跑到了秦晓天 和林飘然的面前 嫂子 金胖子已经身珠马屁之道 嫂子你放心 我大哥说了 只要你跟着她 未来保你成仙得道 成为人人羡慕的嫦娥仙子 虽然遭到了林飘然的白眼 可是金胖子 还是继续自己的马屁之道 那拍的秦晓天 是满脸笑容 哼 一秋之河 林飘然却是冷哼一声 不过那俏脸却是羞红 很想离去 可是又不知道试炼内容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等待 大哥 听与长老说了 这次试炼 需要去玄天宗西方 三百里之地的妖猴山 去摘取几种灵果和灵草 只要在十天之内取回东西 便算是完成试炼 就这些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还没有询问 一旁的林飘然却是醋没问到 不过 这话刚出口 林飘然好似感觉到了什么 立刻别过头去 听与长老还说了 名次按照所得进行排名 名单上面的灵草灵果 获得越多 排名就会越高 当然了 还要看个人的损伤程度 虽然金胖子说的并不全面 但是秦晓天和林飘然 都已经大致知晓 无非就是帮助玄天宗采集灵药 然后还要不受伤的回归就可以了 哼 你自己小心 知晓后 林飘然脚下一点 留下这句话 便腾空而起 跟着祭出飞剑 遇剑而行 林师姐带上我啊 我还不会遇剑飞行呢 看到林飘然离去 秦晓天立刻高呼一声 那林飘然一个亮枪 差点从飞剑之上跌落 不过很快 就驾驭飞剑 消失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唉 看到林飘然头也不回地离去 口中叹息一声道 而此刻金胖子 却是眼巴巴地盯着秦晓天 手中握着自己的宽大重剑 满脸都是期待之色 死胖子 入门四年 难道你连玉剑术都不会吗 秦晓天低骂一声 玉剑术算是修剑者最基本的法术了 这金胖子居然不会 可见这头三年 金胖子混到什么程度 直接丢给了金胖子一枚玉剑 里面记载的正式玉剑术 金胖子如获至宝 立刻将玉剑贴在了脑门开始查看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终于 金胖子可以驾驭自己的重剑 虽然歪歪斜斜 但是最起码可以预剑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金胖子足足浪费了三天的时间 在秦晓天的棍棒之下 终于可以预剑飞行 秦晓天这才一脚踏在了金胖子的重剑之上 金胖子立刻投来疑惑和询问的眼神 仿佛不知道 秦晓天踏上自己的重剑 是什么意思 想啥呢 赶紧走啊 我们可是被你浪费了三日时间 难道你想让本大仙亲自预剑飞行不成 啊 金胖子惊愕 不过还是脚下轻轻一点 驾驭重剑直奔妖猴山而去 速度之快 令人炸舌 比起零飘然的预剑速度要快的备许 这是预剑术 当秦晓天和金胖子预剑离去 听于几位长老从远处现身 盯着金胖子离去的方向 脸上露出一副诧意之色 乖乖 这个胖子的灵丹果然不是白痴的 这预剑飞行的速度跟老朽有的一拼啊 听日长老也是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将金胖子预剑飞行的速度 完全归功于金胖子吃了无数灵丹上面 岂不知 秦晓天传授给金胖子的预剑术 那可是先界改良过的预剑术 比起下界的预剑术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可造之才 可造之才啊 难怪玄天师伯会看上了这两个小子 不过 他们二人可是晚了三日时间 估计这个前三够呛 木云师弟难道就炼制了四枚铸鸡丹 就不能让他再多炼制一枚 可别提这个木云师弟了 这木云师弟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居然放弃了丹道 专心修炼呢 如今都已经半只脚踏入金丹期 就要成就贾丹镜了 再过不久 恐怕我们就要喊他为太上长老了 卧槽 这木云射什么枪要 居然这么猛 听自备的五位长老 个个都露出羡慕极度恨的神色 在木云的打击之下 站在中间的尾端 望着逐渐映入眼帘的妖猴山 脸上露出一副自信的神色 隔着老远 秦晓天都能够看到 妖猴山上有弟子在遇见穿梭 还有喊杀声传来 很明显 他们已经展开争夺了 妖猴山 看来这山中无老虎了 看到自己的同门正在与一群猴子厮杀 秦晓天口中低音了一声 当然了 这妖猴山除了漫山遍野的妖猴 根本没有其他的生灵 可以说 这前后三座大山都是妖猴的领地 金胖子仿佛知晓一般 对着秦晓天说道 虽然入门前三年一无所成 但是金胖子也是知晓了许多事情 尤其是这妖猴山 曾经有一位师兄进入此地 差点被这些猴子搞死 还是自己送去了灵丹 才救了那师兄的命 同时也知道了这妖猴山的一些事情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双眼一眯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口中低音一声 既然山中无老虎 那本大仙就在这里占山为王吧 大哥 你要跟猴子抢地盘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再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要跟猴子抢地盘 胖子 你知道什么叫做兵者鬼爷吗 秦晓天嫌逆金胖子 开口问道 金胖子立刻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那就对了 若你知道 你岂不就是大哥了 秦晓天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直接送下了重剑 直奔那妖猴山落去 金胖子则是神色一愣 跟着醒悟过来 大哥 你居然骂我傻 金胖子呼喊一声 同样驾驭重剑 直追秦晓天 很快 二人便落在了妖猴山之上 妖猴山 一共分为三山 山上草枝茂盛 灵气充裕 虽然比不上玄天宗的灵山 却也是侯杰地灵 秦晓天落下 并没有停留 顺着山林 一路前冲 速度之快 令人炸舌 身法飘逸 如同魅影 这可苦了在后面跟着的金胖子了 毕竟金胖子快有五百斤了 那笨重的身体 虽然也灵变 可是比起秦晓天 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时不时的就会撞上一棵大树 只不过 金胖子没啥事 这大树可是遭殃了 直接被金胖子撞得粉碎 到了后来 金胖子干脆不躲了 就这样横冲直撞 如同推土机一般 直接在这妖猴山之上 撞出了一条宽大的道路来 这让秦晓天一阵无语 自己可是传授金胖子飘灵身法的了 只可惜 这金胖子愚笨 很难理解 至今都没有修成 叽叽叽叽 就在此刻 一阵猴子的叫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树道黄影 直奔秦晓天袭来 秦晓天眉头一簇 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 砰砰砰砰砰 顷刻间 这几只猴子 就被秦晓天扇得飞向了侧方 在地上滚了几圈 撞在了大树上 这才停了下来 哼 一群连妖兽都不算的畜生 也敢对本尊出手 秦晓天冷哼一声 抬起手掌 就要拍死这几只 袭击自己的猴子 这几只猴子 虽然身具灵气 可惜不懂得恋化 只能说是长久以来 吸入身体累积下来的 所以 在秦晓天眼中 这几只猴子 跟畜生没啥区别 一时间 那手掌狠狠拍落 可是那山山而来的金胖子看到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惊呼一声 大哥不要 杀了猴子 就失去试炼资格了 手掌已经拍落的秦晓天 心中一惊 立刻收回了手掌 露出一封怒色 金胖子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道 不过 秦晓天却是面色不善 哼 林师姐若是失去资格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话音落地 秦晓天将那几只猴子一一敲晕 这才继续赶路 虽然路上有不少猴子拦截 但是都造不成危害 而这妖猴山的第一山之中 玄天宗的那些弟子 基本上也都不在了 很明显 已经进入了第二山和第三山 秦晓天也不甘落后 加快速度 直追而去 也就是几个时辰 便翻过了第一山 来到了第二山 刚刚进入第二山的半山腰 就听到一阵打斗的声音传来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不过还是避过了打斗的地方 朝着山顶而去 妖猴 受死 不过 同样的打斗声还是传来 秦晓天定睛一看 一位师兄正驾驭飞剑 与一只妖猴厮杀 这妖猴足有无耻 不断地跳跃着 手中还丢出一枚枚石头 那石头足有拳头大小 被其有力的双臂丢出 呼呼作响 当当当当当 叮叮叮叮叮 不吃 虽然那师兄不断地使用飞剑 将石头挡下 可是这妖猴丢出的石头速度太快 终于有漏网的石头 狠狠地砸在了这师兄的身上 该死妖猴 若不是不能杀了你们 老子早就一剑结果你了 这师兄怒骂一声 继续辗转腾挪 不断地躲避 从而进行反击 终于抓到一个机会 一剑拍在了妖猴的头顶 将其击晕 哼 终究是畜生 跟老子斗 脑瓜子给你拍开花了 这师兄冷哼一声 跟着身形一闪 来到了一棵大树旁边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脚下一点 冲上大树 速度极快 摘了三枚果子 在这果子上面 散发出一股扑鼻的灵气 被这师兄给收了起来 而秦小天和金胖子 却是借着机会 从一旁溜走 大哥 这猴子不简单啊 堪比明气七八九层了 嗯 可惜这些猴子没有人指点 要不然飞天蹲地都不是问题 秦小天应了一声 响起仙界之上的四大妖猴 那可都是堪比仙帝的存在 个个都有惊人的神通 曾经自己就差点败在一位 名叫六尔尼侯的手中 像之前的打斗 非常多 秦小天和金胖子都绕道行 足足用了两天时间 终于越过了第二山 来到了第三山 进入第三山的人明显不多 就算是有打斗的声音 也是相距很远 不过 秦小天发现 从第二山开始 凡是有灵草 灵果的地方 皆都有一只 甚至几只强大的妖猴把手 还好秦小天的智不在此 并没有与这些强大的妖猴正面碰撞 而是继续前行 终于找到了 自己这次进入妖猴山的目标之地 猴王 一只足有八尺八的妖猴 全身肌肉暴突 被金色的毛发覆盖 身上散发出一股住击漆的气息 手中居然还提着一根漆黑的铁棒 足有一丈二三 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 露出一副神武之色 眼中有金光暴射 大有一副掌控全局 俯瞰众人之威 不但如此 在其身边还有八只八尺的妖猴 此刻正虎视眈眈 仿佛是发现了秦小天和金胖子二人 正冲着二人呲牙咧嘴 露出一副争鸣之相 大哥 这猴子居然是助击漆 感受到这猴王身上的气息 金胖子虎躯一震 露出一副胆怯之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只猴子居然是助击漆的高手 叽叽叽叽 这时 那八只八尺的妖猴 立刻发出一道道刺耳的嘶吼声 身体不断地跳跃 想要冲杀秦小天和金胖子 尤其是那猴王 一双满是金光的眼睛 居然盯着秦小天和金胖子二人 眼中透出一丝愤怒之色 手中的漆黑铁棍猛地抬起 就要朝着秦小天一指 秦小天看到 心中欢喜 不过却露出一副谄媚之色 冲着猴王高呼一声 猴哥 不要出手 我是小天啊 难道你忘记了 曾经我们一起喝猴酒的师兄吗 秦小天再次呼喊一声 身上散发出一股轻松的气息 仿佛没有任何敌意一般 这不但让金胖子傻眼了 那猴王要指向秦小天的漆黑铁棍 也是定在了半空 果然已经通灵 看来这猴王已经迈入了拖变的道路上 看到猴王的举动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不过那人畜无害的气息依然没变 甚至蹦蹦跳跳 朝着猴王而去 完全不将那八只妖猴的威胁当回事 猛然间 在秦小天接近猴王不足三丈的时候 一股惊人的神念 瞬间笼罩了猴王和八只妖猴 噗哧 噗哧 一时间 包括这猴王在内 皆都在这神念的威压之下 跪在了地上 就连那猴王手中的漆黑铁棍 也都掉落 砸在了那山石之上 当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那山石直接被这漆黑的铁棍 砸得蹦碎开来 那碎石直接滚落 而那漆黑铁棍 也深深地镶嵌在了山石之中 可见这铁棍是多么沉重 叽叽叽叽 那猴王虽然被碾压在地 可是从那猴王的口中 还是传来一阵愤怒的吼声 小猴子 本尊知道你能够听懂人话 本尊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本尊只想要在 你这猴山当四天的大王 当然了 只要你同意 本尊会给予你好处 帮助你彻底脱变 届时上天入地 成仙得道 不在话下 秦小天给这猴王传闻 更是释放出了一丝 自己准至尊的魂力 那猴王眼中 立刻充满了惊恐之色 怎么样 本尊杀你如同囊中取物 但是本尊念你修行不易 这才跟你谈一下合作 给你三夕时间选择 钱 前辈 晚辈 与你 合作 这猴王立刻传来一阵 声色的话语声 跟着就看到这猴子的脸上 露出一副臣服之意 秦小天这才收了自己的神念 放过了猴王 叽叽叽叽 那八只妖猴刚刚起身 立刻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 就要冲向秦小天 可是却被那猴王给拦了下来 甚至那猴王看向秦小天的时候 身躯都是微微一颤 叽叽 叽叽 下一刻 猴王冲着这八只妖猴吼了几声 这八只妖猴这才退下 不知去做什么了 胖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 秦小天此刻却是看了一眼 那趴在地上 全身颤抖的胖子喊道 刚才在自己神念的笼罩之下 胖子也是被碾压在地 还好 这里距离玄天宗 足有数百里之地 秦小天并不担心 自己露出神念 会被玄天宗的大佬发现 也就是说 在这妖猴山 秦小天就是王 大哥 你没有感觉到吗 好恐怖的威压 胖子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压在了地上 金胖子狐疑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这才从地上爬起来 冲着秦小天喊道 当看到那猴王 居然恭敬地站在秦小天身边时 金胖子惊呆了 跟了秦小天这么久 金胖子也是经历不少事情 最起码 刚才那恐怖的威压 就经历了两三次 在想起秦小天之前的种种 聪明的金胖子 立刻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大哥 难道你真的是仙人转世 下意识的 金胖子猛地退了两三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盯着秦小天 难道你是刘继亮 金胖子想到 秦小天曾经被刘继亮夺射 立刻反应过来 嗤的一声 将重剑横在了胸前 露出一副戒备的神色 死胖子 你也算是聪明 居然猜对了一半 秦小天露出一副你很不错 但是从秦小天眼中 看到一丝戏虐之色时 金胖子立刻惊呼一声 大哥 你真的是仙人转世 天哪 难怪那刘继亮夺射你的身体 居然失败了 看来我胖子要发达了 哈哈 看到金胖子嚣张得意的样子 秦小天叹息一声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金胖子 这么大呼小叫的 让别人听到 自己的身份岂不是暴露了 小弟明白 该说的 不该说的 我都不说 金胖子知道 这样的事情不能暴露了 否则对于二人来说 那就是灭顶之灾 但是金胖子已经认定的事情 是不会改变了 他现在就等着跟秦小天吃香喝辣的 就你聪明 秦小天喊了一声 这才看向了满是敬畏之色的侯王 放松点 本大仙不会伤害你 就如同刚才说的一般 本大仙只当四天的侯王 四天之后 这侯王还是你 而且本大仙会传授你一套仙法 你只要好好修炼 必可成仙 秦小天传音道 那侯王立刻恭敬一拜 这才跑到一旁 提起自己的漆黑铁棒 仿佛是献宝一般 送到了秦小天的面前 大 大仙 这 这是我的 兵器 也 也是侯王的标志 侯王声色的对着秦小天说道 秦小天也不客气 伸手抓过漆黑铁棒 一股沉重的力量 差点让秦小天脱手 好家伙 这铁棒看似不大 居然是玄铁打造 恐怕有千金了 秦小天露出一副赞许之色 冲着侯王说道 跟着握紧铁棒 不断的挥舞起来 别说 这铁棒在秦小天手中 也事物的虎虎生风 看得侯王更加尊敬 看你满身金色毛发 本大仙就赐你名号 金尊 侯王立刻露出感激之色 又蹦又跳 最后朝着秦小天恭敬一拜 多谢大仙 多谢大仙 话倒是越说越流利 本大仙问你 你这一身修为是怎么来的 这铁棒又是哪里来的 大仙跟我来 侯王应了一声 随后带着秦小天和金胖子 朝着山顶走去 在这山顶有一座山洞 这山洞便是侯王的住处 进入山洞 侯王朝着洞壁一指 秦小天立刻看到 在这洞壁之上 有一幅模糊的人画 这人画正在修炼 很明显是一种练功的方法 你也算是聪明了 秦小天说了一声 跟着那侯王 带着秦小天进入了深处 只见这侯王 按在了一块石头上 一道暗门立刻呈现 在这暗门后面的空间不大 也就是树杖方圆 一座简单的石木 呈现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那侯王立刻朝着石木败了一拜 大仙 这兵器就是在这里得到的 秦小天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这石木的石碑 上面居然刻着碑纹 散灵老人埋葬于此 你曾经是这散灵老人的灵宠 看到这墓碑上面的字迹 秦小天开口问道 这侯王立刻点了点头 难怪你已经有些灵性 秦小天画音落地 伸手一抓 一把灵剑入手 朝着地面猛斩几下 这石木立刻深陷其中 秦小天再整了一些碎石 将其掩埋 这散灵老人功不可没 就算已经身死 也不应该被后人糟蹋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收了灵剑 而那侯王金尊 居然来到了秦小天面前 再次拜了三拜 多谢大仙 侯王金尊画音落地 居然来到了石木的旁边 朝着一块平整的山石一案 一道 暗格立刻出现 在里面放了一枚储物手镯 大仙 散灵老人曾经交代 若是有人发现他的墓碑 能够将其好生安葬 便将此物交于此人 哦 秦小天接过储物手镯 神念一扫 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在这储物手镯里面 居然存放了数万的灵石不说 还有几件灵器 其中一件居然还是上品 除此之外 便是三枚玉剑和一枚令牌 秦小天拿出玉剑 神念一扫 其中一枚是这散灵老人修炼的功法 另外一枚则是玉兽之法 最后一枚算是散灵老人的自传了 至于那令牌 上面则是刻了一个灵兽二子 背面则是刻了一个四子 应该是灵兽宗的长老令牌了 老朽散灵 原本是灵兽宗四代长老 修为贾丹靖 在外出任务的时候 被奸人暗算 最终逃到此地 偶遇一灵猴 全身金毛 便收在身边 以本宗御寿之法训练 出通人性 此灵猴常年以山上灵果为石 居然力大无穷 老朽便赠予玄铁棍 本代老朽伤势太重 已经无缘惊丹期 这三灵老人的名字时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看来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既然如此 你这小辈的东西 本大仙就受了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有些财物可以随便索取 但是有些财物 却是不能索取 如今算是因果循环 这三灵老人的遗物 自己收了 也算是天意 走吧 将你妖猴山的灵果 灵草啥的 都给我拿来 顺便帮我找找此女 一旦发现 有啥灵果灵草之类的 皆都给此女送去 秦小天说着 伸手一挥 在侯王面前出现了一副美女图 正是灵飘然的样子 侯王立刻带着此图 冲出了山洞 当然了 悬崖的画像 秦小天同样交给了侯王 并且特别嘱咐 遇到此人 和此人身边的人 给我枉死的揍 只要不死就行 大约过去了半刻钟 侯王带着那八只妖猴 冲进了山洞 在他们怀中 捧着许多灵果 还有灵草 除此之外 侯王还带着秦小天 来到了山洞的另外一处 在这里有一个仗许的石槽 里面居然盛装了侯儿酒 一股扑鼻的灵气 立刻扑面来 这侯儿酒 可是用灵果和灵草制成的 其功效如同灵丹一般 自然灵气充足 秦小天也不客气 直接让侯王找来一些葫芦 将这侯儿酒 直接撞了七成 这才心满意足 有了这些侯儿酒 最起码 侯王立刻来到秦小天面前 大仙 那个女人找到了 走 带我去看看 很快 在侯王的带领下 秦小天看到了 已经来到第三山的灵飘然 只不过 此刻的灵飘然 显得有些狼狈 脸上也有些尘土 看得秦小天一阵心疼 不过 秦小天并没有露面 而是安排侯王 让一只妖猴 带着灵飘然 去摘取灵果 咦 当这妖猴来到灵飘然面前 直接丢给灵飘然一枚灵果 这让灵飘然神色一愣 发出一道惊一声 之前遇到妖猴 那可都是大战一番 才能够击败妖猴 取得灵果 可是这妖猴 为什么直接丢给自己一枚灵果 叽叽叽叽 不过 灵飘然看到这妖猴 居然冲着自己不断的叫嚷 四肢不断比划的时候 灵飘然有些明白了 你是说 带我去摘灵果 灵飘然晃了晃手中的灵果 对着妖猴问道 那妖猴一阵呲牙咧嘴 上下乱蹦 当看到妖猴停在一棵大树上时 灵飘然有些傻眼了 这大树上接了树枚灵果 那妖猴直接采摘 丢给了灵飘然 为什么会这样 当这妖猴采摘了灵果 再次冲着灵飘然叫嚷的时候 灵飘然没有丝毫怀疑 立刻跟在了妖猴身后 一枚灵果 十枚灵果 数十枚灵果 灵飘然在这妖猴的带领下 足足摘取了数十枚灵果 甚至还有宗门指名的几种灵草 这让灵飘然激动的想要飞 那冰冷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笑容 仿佛冰山融化了一般 小猴子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啊 当灵飘然再次摘取了 几枚灵果之后 对着扔在笔画的妖猴问道 叽叽叽叽 可惜 妖猴哪里听懂灵飘然的话 只是一路笔画 带着灵飘然不断的摘取灵果 直到数个时辰之后 一只巨大的妖猴 手中抓着一根玄铁棍 霸气的出现在灵飘然的面前时 灵飘然终于露出了戒备之色 当其感受到 这妖猴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时 灵飘然面色一惊 瞬间抽出了自己的灵剑 死 住几七 灵飘然根本没有想到 这妖猴居然是住几七的修为 此刻正满脸怒容 透出一股霸气之色 盯着自己 呆 何方仙女 居然擅闯我妖猴山 又拐我手下猴 骗取灵果 当妖猴的声音 传入了灵飘然的脑海时 灵飘然彻底的惊呆了 你会说话 是我在问你话 你可知道 你如此行径 我们大王非常生气 特意让我前来捉拿你 死 听到妖猴的话 灵飘然面色一惊 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涌起万丈巨浪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退缩之意 对方可是住击七的妖猴 自己哪里是对手 哼 想逃 你认为 能够逃出我手中的玄铁棍吗 前辈 晚辈无疑闯入妖猴山 晚辈这就离开 灵飘然立刻回应一声 同时满脸戒备 手持零剑 脚下慢慢的后退 生怕这妖猴出手镇杀自己 现在想走 完了 我们大王说了 将你捉拿回去 当压寨夫人 什么 饶视灵飘然再怎么镇定 听到妖猴的话 也是惊呼一声 下一刻 转身就跑 什么御剑术 踏空而行 早就忘在了脑后 只可惜 灵飘然再怎么跑 也跑不过住击七的妖猴啊 哪里逃 随着妖猴的一声大吼 一股惊人的威压 瞬间笼罩了灵飘然全身 跟着就看到 妖猴直接挡在了灵飘然的面前 灵飘然大惊 手持零剑 朝着妖猴刺去 然而 灵飘然哪里是妖猴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 就被妖猴击落了零剑 不要过来 再过来 我就自尽 灵飘然看到妖猴步步紧逼 再次寄出一把零剑 横在了自己的脖梗之上 仿佛妖猴再次前进一步 自己就要自尽 甚至能够看到 灵飘然的身体在颤抖着 眼泪更是哗哗的流 一想到自己要成为侯王的压寨夫人 心中更是委屈不已 但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敢对本王的压寨夫人出手 就在此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灵飘然的耳中 跟着就看到一道身影 脚踏七彩祥云 身穿精灵铠甲 落在了自己面前 小天师弟 虽然眼睛已经被泪水蒙蔽 可是那声音 却是记忆犹新 正是那奸诈的秦小天师弟 灵飘然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关键时刻 秦小天如同天神一般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一时间 灵飘然的心理崩塌 更是将秦小天荡成了救星 直接扑在了秦小天怀中 这让秦小天心中一荡 灵师姐放一万个心 此妖狐不敢动你 秦小天搂着灵飘然的柳妖 拍着灵飘然的香肩 口中安慰道 大王 你怎么来了 然而 当那妖狐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不但是秦小天的手定格了 就是灵飘然的神情也定格了 仿佛此刻的时间已经停止了一般 大王不是说 让金尊抓仙女回去 给你当压寨夫人吗 你怎么还亲自出手了 还搂 搂上了 终于 当妖狐的这句话出口之后 一道冰冷的 如同利剑一般的眼神 搁得秦小天体无顽肤 可恶的金尊 就算你再开脚 也是一只猴子 秦小天立刻大骂一声 跟着露出一副尴尬之色 看着灵飘然 误会 都是误会 不要听这猴子乱说 我怎么会成为妖猴山的大王呢 哼 秦师殿 你的手现在可以撒开了吧 林飘然冷哼一声 再次化成了冰山的模样 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意 让秦小天忍不住打了一个颤抖 林师姐 你听我说 我真的 想让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原本林飘然认为 秦小天会辩解 哪里知道 秦小天居然喊出了心中的想法 这让林飘然冰冷的面容一愣 跟着直接笑了出来 扑斥 可恶的秦小天 我的形象全让你得毁了 你简直就是 我的灾心 这一刻 林飘然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笑意 冲着秦小天喊道 她是真的被秦小天打败了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表白的 林师姐 你笑起来真好看 秦小天脱口而出 那手飞弹没有松开 跟是将其搂紧 甚至二人的面孔 就差点贴到一起了 彼此的呼吸吹在脸上 实在太暧昧了 林飘然感觉自己的双颊一阵发烧 尤其是第一次 被充满男子气息的秦小天搂着 全身发软 脚下一个不稳 居然直接靠在了秦小天的怀中 原本二人就靠得很近 林飘然这一倒 那红唇直接朝着秦小天的脸上映了过去 一时间 林飘然眼中透出一丝惊慌之色 然而 秦小天非但没有避开 反而将面孔一转 直接将那大后嘴唇子 迎上了林飘然的红唇 顷刻间 四唇相对 林飘然娇躯一颤 想要挣扎起来 可是全身无力 非但没有起来 反而与秦小天的大后嘴唇子 贴得更近 如此一来 搞得好像是林飘然主动现吻一般 羞得林飘然直接趴在秦小天怀中 粉颈挪到一旁 不敢抬头 那个啥 林师姐 这不是你的错 是小弟故意的 秦小天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一股香甜 立刻传遍了全身 这让林飘然更是无地自容 全身都在发烧一般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哼 不准说 林飘然冷哼一声 努力从秦小天身上起来 可是一个不吻 再次扑了进去 那红唇再次印在了秦小天嘴上 那个啥 这次也是 我故意的 你 林飘然无语 见过无耻的人 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戾气 从秦小天怀中起身 虽然面颊依然羞红 但是却变得冰冷许多 林师姐 那个啥 你灵果够不够 不够我再给你搞点过来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副 意犹未尽的样子 略微有些失落 不过为了化解尴尬 秦小天还是开口说道 哼 果然这也是 你搞的鬼 林飘然冷哼一声 白了一眼秦小天 不过 看到秦小天的迥样 心中也是不忍 说 你是怎么当上 这妖猴山的山大王的 哈哈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 来 我们去那边坐下 让小弟好好跟你说 秦小天直接拉着林飘然的手 朝着一旁的一块巨石走去 林飘然虽然震了几下 可是秦小天的手恐无有力 根本震不脱 只能让其牵着 不过 也就在秦小天要对林飘然 说出自己壮举的时候 一道胖胖的身影 立刻冲了过来 同时口中大喊一声 大哥 终于找到那悬崖了 我们报仇的机会 金胖子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林立的眼神 带着一股杀鸡 如同利剑一般 刺向了金胖子 让金胖子的肥肉 一阵乱颤 那个啥 我跟猴哥去去就来 金胖子知道自己 搅和了秦小天的好事 拉着侯王金尊的手就要离开 可是侯王金尊毕竟才通灵性 哪里知道金胖子的心思 林飘然满脸羞红 心中暗道一声 看来自己这个压寨夫人的称号 算是抹不掉了 于是 那小手立刻伸到了金小天腰间 狠狠地掐了一下 金小天疼得是呲牙咧嘴 可是心中却是甜甜的 毕竟只有亲密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林飘然很明显 已经默默地接受了自己 一时间 金小天避免尴尬 猛地起身 大手一挥 哼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才 妖猴山第三山半山妖 树道身影正在奋力抵抗 能够看到 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一道道抓痕 白色的长袍 也一片烟红 在这树人的周围 围了不下数十只妖猴 甚至还有八只足有八尺的妖猴 体型健硕 强悍无比 一个个呲牙咧嘴 样子十分猙獰 该死 这些猴子为什么要围攻我们 刚才还好好的 突然间变得这么多了 悬崖师兄 我们撤吧 这些人的脸上 露出一丝退缩之意 冲着一人喊道 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悬崖和他的一些跟班 此刻的悬崖面色漆黑 眼中透出一丝恨意 满脸都是不甘之色 盯着远处一棵大树上面的 十树莓灵果 和下面的一些灵草 悬崖师兄 我们也得到不少灵果和灵草 加起来足有上百了 足够你 进入前三了 没有必要跟这些妖猴死磕 气煞我也 若不是有规定 不能杀了这些妖猴 老子真想一件劈死他们 悬崖师兄 若不然让我劈死他们算了 不行 长老说了 连带责任 长老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一旦追究起来 恐怕会让悬崖师兄失去资格 这些悬崖的小跟班 你一言我一语 可惜 就是拿这些妖猴没有办法 撤 最终 悬崖还是心有不甘 咬牙切齿的喊道 毕竟规则在那里摆着 虽然不知道 长老如何知晓 弟子有没有杀了妖猴 但是往年有人就这么做了 长老居然都发现了 所以 悬崖最后只能选择退走 或许还会有所收获 然而 就在悬崖发出撤退命令 众人要离去时 这些妖猴居然再次将他们围住 尤其是那八只巨大的妖猴 身躯一阵 释放出一股凝气气大圆满的气息 朝着悬崖等人杀了过去 该死 这几只妖猴居然懂得隐藏气息 怎么办 居然是八只凝气气大圆满的妖猴 这一刻 悬崖那些小跟班 露出一副惊恐之色喊道 一个个脚下不断的后退 将背部靠在了一起 悬崖师兄 怎么办 众人已经慌了神 六神无主 只能询问悬崖 悬崖面色漆黑 双目带着一丝寒意 那紧握灵剑的手 关节已经泛白 很明显 悬崖也是忍耐到了极限 恐怕就要爆发了 尤其是在他们询问之下 悬崖牙齿一有 灵剑横在胸前 就要下令 你们发现没有 这些妖猴居然只是围着我们 没有攻击的意思 不过 此刻却是有人喊了一声 这让面色漆黑的悬崖 眉头一皱 盯着这些妖猴 果然这些妖猴 没有攻击自己等人的意思 呆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命财 就在此刻 一道怒吓声 传入了悬崖等人的耳朵 跟着一股助击气的气息 瞬间将他们笼罩 四 助击气 悬崖等人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跟着他们眼前一花 一道金色的身影 立刻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当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只见这金色身影落地 手中的漆黑大棒 狠狠地砸在了一块 树齿的石头之上 将那石头砸得瞬间崩碎 悬崖等人的心 猛地一突 眼睛都跟着跳动了一下 身躯更是一颤 满脸都是畏惧之色 只见一只全身金毛 身材魁梧 肌肉暴突 手中握着一根漆黑铁棒 足有九尺的妖猴 站在了他们面前 尤其是他们从这妖猴的眼中 居然看到了一丝嘲讽之意 该死 我们是被一只猴子鄙视了吗 艺人脸上满是恐惧之色 可是却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不过这话刚落地 就被艺人撤了一下衣袖 嘘 小点声 这是一只住击漆的妖猴 这人也是身躯一颤 这才反应过来 虽然自己被一只猴子鄙视了 可是人家是一只住击漆的猴子 不但如此 这只猴子居然还会说人话 识相的 立刻交出你们的财物 否则别怪俺手中的铁棒不认人 这妖猴嘴皮子反动了几下 那威胁的声音再次传来 让众人心中一惊 前辈 我们是玄天宗弟子 艺人心中恐惧 立刻搬出了玄天宗弟子的身份 既然这猴子是住击漆 相比应该知道玄天宗的存在 否则宗门长辈 也不能让他们来这里试炼 哼 原来你们是玄天宗弟子 那就更加该死了 这么多年 本王灵山上面的灵果 灵草 让你们糟蹋多少 本王的猴子猴孙 都饿成什么样子了 刚好 今日你们不但要留下买命财 甚至连裤衩子 都要给本王拔下来 否则此时便是你们的下场 猴王怒吼一声 满脸都是猙獰之色 握着玄铁棒的手 猛的抡起 砸向了远处一块 足有树杖的青石 碰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顿时间 这树杖的青石 碎成了拳头大小的碎块 飞溅的到处都是 这让玄崖等人心中猛的一跳 前辈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们 我们玄天宗的长辈一定 哼 跟本王有约定是吧 告诉你们 本王如今是蛛鸡漆了 本王反悔了 猴王怒吼一声 跟着那玄铁棒 抑指那说话的人 将这个不开眼的小子 给我拖出来 本王要砸死他 一时间 那八大妖猴冲了过去 那人心中大惊 哪里敢反抗 满脸都是慌张之色 就差跪在地上了 前辈不要 我教 我教 那人说着 立刻将自己的灵石 灵气交出了一些 还有灵果和灵草 哼 都给本王交出来 啊 众人愣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 这猴王修为强大 居然还这么奸诈 知道他们有储物袋 因为他们真的打断 藏起自己的储物袋 当 猴王一砸手中的玄铁棒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交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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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哪里还敢违抗 纷纷交出自己的财物和储物袋 甚至连身上的白色长袍 都被拔了下来 唯独那悬崖 露出一副愤怒之色 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盯着猴王 就算猴王再强 能够说话 可是这也太奸诈了吧 连他们有储物袋都知道 就好似被人指使的一般 奇怪 你们绝没觉得 这声音有那么一点熟悉呢 悬崖口中喃喃一声 可是身边那几个跟班 却是露出一副苦逼的神色 不觉得 我只知道 我堂堂一位玄天宗内门弟子 居然被一群猴子给打劫了 苍天啊 大地啊 哪位神仙姐姐下凡来搭救我啊 不对 虽然众人在哀嚎 可是悬崖还是觉得不对 除了那声音有些熟悉之外 哪里不对 悬崖又说不出来 总之那种感觉怪怪的 可是 眼前这些小跟班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如今他们被洗劫一空 无论是灵石灵气 还是邻国楚无代 就连长袍都被这群猴子抢了 可恶啊 这些小跟班 一个个心中怒吼 盯着那些穿着自己长袍的猴子 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 直接拍死这些猴子 最后 他们只能认栽 朝着山下冲去 为啥不踏空而行 光溜溜的 他给谁看啊 然而 遭殃的却不止悬崖这一拨人 侯王金尊带着一杆小弟 在妖猴山疯狂的掠夺 那惨叫声不断的传出 天杀的猴头 老子与你势不两立 苍天啊 我的灵果 我的灵石 我的灵气 我的长袍啊 师姐 不要看我 丢人啊 在这妖猴山之上 不断的传出这样的嘶吼声 在侯王金尊的掠夺之下 玄天宗这些试炼的弟子 足有九成被洗劫一空 女的还好 最起码留下了长袍遮体 男的就剩下一个兜当裤了 秦 师弟 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林飘然望着那些 只能低头逃窜的众多同门 双颊微红 白了一眼秦小天道 至于那冰冷的神色 林飘然在秦小天面前 根本就无法坚持 林师姐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我是上天派给猴子的救兵吗 扑哧 听到秦小天的话 林飘然直接笑出了声 这个秦小天 从来就没有正经的时候 什么叫做上天派给猴子的救兵 明明就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好吧 林师姐笑起来真好看 秦小天望着林飘然 口中喃喃一声 立刻遭到林飘然一阵白眼 秦师弟 以后你能正经一点吗 那个啥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秦小天连可几声 从猴王金尊的手中 接过了所有掠夺资源 对着林飘然说道 同时将一大半资源 都交给了林飘然 惹得林飘然娇羞不已 不过还是收了 金尊 按照本大仙传上你的仙法 好生修炼 争取早日成仙得到 秦小天拍了拍猴王金尊的肩头 嘱咐了一番后 秦小天就要离去 不过 却是被猴王金尊直接拦住 甚至扑通一声 猴王金尊直接跪在了秦小天面前 大仙 曾经散灵老人告诉我 谁要是将他埋葬 就让我跟着谁 大仙 请你收我当弟子 猴王金尊话音落地 当当当 直接给秦小天刻了三个响头 这让秦小天眉头一蹴 心中有些为难 说实话 秦小天还真的喜欢这个猴王金尊 可是自己又不能收徒 再说了 将一只铸鸡器的猴王带在身边 玄天宗的大佬看到 会作何感想 弟子就算了 不如在这位大仙身边 当个灵宠吧 这时 林飘然也是被这金尊的行动感动了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在那里言嘴轻笑道 这也罢 既然压寨夫人都这么说了 那我这个山大王还能说什么 秦小天一阵苦笑 然而林飘然却是双颊羞红 一阵白眼 至于金尊仿佛是听懂了二人的话 再次当当当地磕了几个响头 多谢大仙 多谢夫人 你 还真是有什么主人 就有什么灵宠 林飘然听到金尊的话 气得娇哼一声 一跺脚 直接踏空而去 秦小天看到 一阵无语 拍了拍金尊的肩膀 一股无形的契约力量 立刻传入了金尊的脑海 这让金尊一愣 因为在这契约之中 金尊感受到了一股平等的力量 跟之前散灵老人收养自己 完全不同 之前散灵老人收养自己 完全是将自己当成下人 苦力一般 可是秦小天的契约却是平等的 说白了 牵与不牵 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金尊哪里知道 秦小天与其签订的契约 那是灵魂上的交流 是真正的契约 而散灵老人 不过是一种御寿的手段 毫无疑问 金尊选择了与秦小天签订契约 这让秦小天露出笑容 轻轻拍了一下金尊 下一刻 金尊居然消失不见 灵兽空间 这算是签订灵魂契约的一种好处 可以将灵宠收到独有的空间之中 只要心念一动 灵宠便会现身 搞定了这一切 秦小天便与金胖子一同遇见离开 当他们离去之后 妖猴山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失去了猴王 这些妖猴没有了管制 一时间 所有的妖猴都开始争夺猴王的位置 最后 被那八只强大妖猴当中的一只 夺得了猴王的位置 成为了妖猴山新的猴王 至于秦小天二人 半个时辰之后 便回到了玄天宗 只不过 二人并没有进入 而是留在了玄天宗的外门当中 将所有的外门弟子都召集而来 虽然这些外门弟子心中不愿 可是对于秦小天的位举和身份 众多外门弟子还是汇聚在一起 在秦小天的带领下 来到了山门外列队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五个时辰 足足过去了五个时辰 秦小天终于看到了一道尴尬的身影 贼一头贼脑 朝着玄天宗扇门冲来 不但是秦小天 就是诸多外门弟子 也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眼中充满了无法置信 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 天啊 这不是悬崖师兄吗 怎么悬崖师兄光溜溜的 难道被人洗劫不成 好眼力 听到这位弟子的话 秦小天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这位弟子 心中更是赞许一声 能够看出悬崖被洗劫 那眼力真的不一般 哇 这不是悬崖师兄吗 你怎么没有穿衣服 秦小天立刻冲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冲着悬崖喊了一声 那脸上讥讽的神色 没有丝毫的掩饰 这让悬崖面色一黑 尤其是看到外门弟子 居然都在山门外 甚至还列队观看 更是让悬崖心中充满了羞耻之意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找来了所有外门弟子 在这里列队讽刺自己 很明显 秦小天早就知道自己 被妖猴洗劫一空 一股惊人的杀鸡 在悬崖身上散发而出 那一双满含杀鸡的冷木 更是如同一刀利刃一般 刺入了秦小天的身体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悬崖早就杀死秦小天无数次了 秦小天 我与你势不两立 你嘛 这么多人 也就在悬崖从牙缝之中 挤出这句话的时候 后面又来了不少光溜溜的弟子 看到这么多人列队等待 一个个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卧槽 是老子眼瞎了 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那些男弟子都变得光溜溜了吧 一时间 那些男弟子 皆都露出兴奋之色 不断地朝着远处眺望 仿佛在期待什么出现一般 而那些女弟子 则是一个个盯着 面前这些惊骇的身躯 一面露出娇羞之色 一面则是透过手指缝 不断地看着 甚至有些花痴 更是不断尖叫 啊 悬崖师兄的肌肉好迷人啊 风云师兄的皮肤好白啊 悬崖师兄 我要给你生猴子 当这句话隔空喊出的时候 不但是悬崖 就是那些所有归来的内门弟子 身上皆都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杀鸡 仿佛对猴子情有独钟一般 这一刻 众人虽然对猴子充满了杀鸡 可是谁也没有说话 此时此景 谁先说话 谁尴尬 哼 一个个光着身体 成何体统 还不赶紧给我回去 也就在此刻 一道冷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 听自备的几位长老 皆都到来 当然了 他们的脸上除了愤怒之外 同样带着一丝惊讶 悬崖等人修为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一时间 也顾不上暴露不暴露了 直接踏空而去 还有你们 不好好修炼 在这里看什么热闹 还不快滚 听语长老怒视这些外门弟子 吓得这些外门弟子 皆都灰溜溜的离去 不过 内门弟子这一次的光荣之举 却是在玄天宗流传了数百年之久 可惜 这么好的一幅风景 居然看不得 哎 唯独那秦晓天露出一幅惋惜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在听语长老的怒视之下 朝着山门内走去 秦晓天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搞的鬼 不过 听语长老却是直接喝住了秦晓天 冲着喊道 秦晓天却是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不知的神色 耸了耸肩 不清楚 弟子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这样了 滚 若是老朽信了你 死了棺材板都盖不上 听语长老直接怒吼一声 这让秦晓天愕然 没有想到 这听语长老看得这么准 一时间 秦晓天只能灰溜溜的回到了山门内 这个秦晓天 怎么做到的 其他听语长老 一个个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盯着秦晓天的背影 口中喃喃道 实在是秦晓天离去的样子 已经在说明 这就是秦晓天做的 这个秦晓天也算是敢做敢当 就是不知道 心中又在算计什么 不过 他们都明白 秦晓天是有意让他们知道 否则以秦晓天的奸诈 怎么会露出这样的神色 哎 走吧 我们去看看其他的弟子 免得此事传出去 给我们玄天宗丢人 一时间 不但是听自备长老 就是云自备的长老 也都纷纷出洞 迎接的迎接 安慰的安慰 恐吓的恐吓 总之就一个宗旨 此事绝对不能外传 足足过去了大半日的时间 外出历练的弟子 才全部回到了宗门 此刻正列队在广场之上 一个个面色漆黑 杀气冲天 尤其是这大部分的弟子 都将杀气笼罩在了秦晓天的身上 因为没有秦晓天 他们就不会遭到外门弟子的耻笑 哼 你们真是好啊 好的玄天宗的面子 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在那高台之上 听自备的长老满脸漆黑 云自备的长老也都战战兢兢 那听以为这次试炼的主持者 更是怒火冲天 从今日起 你们都给我面笔撕过三个月 不三年 看到你们老朽就生气 还不快滚 听以长老怒吼一声 恨不得一巴掌拍 直接拍死他们 至于试炼的成功就不用提了 一个个都光溜溜的回来 哪里还能有成果 也就在众人离去的时候 秦晓天站出来了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冲着听以长老喊道 长老 这就不对了吧 好歹也是试炼 他们没有成果 难道我还没有成果吗 就是啊 好歹我们也是 奋战了数天数夜的时间 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金胖子看到秦晓天出面了 岂能落后 也向前跨出一步 冲着听以长老喊道 就是那林飘然 也是欲言又止 哼 这么说 你完成试炼任务了 听以长老被秦晓天和金胖子逼宫 心中虽然恼怒 可是毕竟是试炼 大部分完不成 难道还不允许小部分完成吗 当然了 不但是弟子 就是胖子 还有飘然师姐 我们三个人都完成了 刚好占据前三的位置 秦晓天话音落地 也不客气 伸手一翻 一个储物袋出现在手掌之中 跟着朝着地面一倒 哗啦啦 无数的林果 无数的林草 皆都散落在地 直接堆了一大堆 那数量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了 就连金胖子 也是拿出一枚储物袋 同样道出 那数量 比起秦晓天还要多出一倍 足有两千多 至于林飘然 好齿轻咬红唇 在秦晓天鼓励的眼神之下 也是走上前来 拿出两个储物袋 居然倒出了更多的林果和林草 数量足有五六千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惊讶了 一个个脸上露出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三堆林果和林草 他们想不到 自己被猴子洗劫了 为什么秦晓天三人 却拥有这么多的林果和林草 也就在这时 一人突然间惊呼一声 不对 我怎么看那被咬了一口的林果 跟我摘取的一样 随着话音落地 一道身影立刻冲到了金胖子 到处的林果林草面前 抓着一个被啃了一口的林果 查看起来 秦晓天看到 心中暗道一声 坏了 要露线了 也就在秦晓天这个想法刚刚升起来 那人再次惊呼一声 质问金胖子 没错 这就是我吃了一口的林果 这林果明明被猴子洗劫了 为什么在你这里 这一刻 不但是此人 就是其他人 也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秦晓天三人 当看到金胖子 面露慌张之色 想到秦晓天 居然带着外门弟子列队观看 立刻恍然大悟 秦晓天 是你们 是你们使诈 联合猴子 洗劫了我们 秦晓天 老子杀了你 大家一起出手 杀了秦晓天 一时间 所有人的杀鸡 皆都涌向了秦晓天二人 一个个面带争鸣 双目赤红 都要朝着秦晓天二人冲杀而去 你们修斗了吧 小爷联合猴子洗劫你们 我看你们才是猴子派来搞笑的 自己无能 被猴子洗劫 反倒是怪起别人了 秦晓天看到众人的样子 没有丝毫的担忧和畏惧之色 毕竟有十位长老在这里坐镇 自己怕个毛 秦晓天 如果不是你 联合了猴子洗劫我们 你这些灵果哪里来的 就是啊 就算是我们数十个人联合在一起 摘取的灵果和灵草 也没有你们一个人的多 众人虽然杀气腾腾 可是也知道 有十位长老坐镇 自己就算出手也是无用 只能质问秦晓天 让秦晓天认罪 说你们是猴子派来搞笑的 你们还不信 且不说小爷能不能摘得 这些灵果灵草 就是跟猴子联合 你们觉得 小爷能做到吗 秦晓天露出一副嘲讽之色 冲着众人喊道 别说是小爷了 恐怕就是在场的十位长老 也做不到吧 当秦晓天这话落地 众人露出一副沉思之色 刚才太冲动 现在仔细想来 确实如此 秦晓天想要跟猴子联手 最起码就无法沟通了 可是 这些灵果怎么解释 你带着外门弟子 在外面看我们笑话 又如何解释 虽然众人都觉得 秦晓天不可能联合猴子 但是 还是质问了秦晓天两个问题 先给你们解释第二个问题 带着外门弟子去看你们笑话 那是小爷故意 只不过 小爷想要看的 只是悬崖师兄的笑话而已 在小爷和金胖子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悬崖师兄 那大白屁股在乱晃 小爷当然要看笑话了 而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吧 小爷也没有想到 你们居然也撞了过来 秦晓天的话 立刻让在场的众人哑口无言 悬崖更是全身颤抖 双拳紧握 满脸紫杖 头顶冒黑线 秦晓天与悬崖有仇 在场的人都知道 被秦晓天这么一说 众人倒是觉得合理 至于第一个问题 小爷说 在那些猴子洗劫你们的时候 小爷就发现了 所以 我们三人联手 洗劫了猴子的老窝 你们信吗 满口胡言 别说他们不信 就是老朽 也不信 就在秦晓天话音落地的时候 那天日长老立刻高喊一声 眼中透出一副看笑话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对啊 我们怎么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这个 其实也简单 不知道几位长老可认识词词 秦晓天话音落地 直接丢给天日长老一个瓷瓶 天日长老满脸疑惑地打开瓷瓶 一股扑面的酒香和灵气 立刻钻进了鼻尖 猴儿酒 天日长老惊呼一声 直接将猴儿酒 交给了天日等人查看 确实是猴儿酒 这猴儿酒 只有在猴王的山洞里面拥有 当年玄光长座就带回来一壶 我们几个都喝了 没错 这是老朽也记得 看来这个秦晓天 说的是真的了 当这话从几位长老的口中传出 在场的众人都傻眼了 这毫无疑问 就是断定 秦晓天说的话都是真的 一时间 众人面红耳赤 眼中充满了不甘之意 当然了 也有人露出了一丝苦笑 现在没话说了吧 秦晓天露出得意之色 冲着众人喊道 婷宇长老 现在可以宣布试炼的结果了吧 婷宇长老再次被秦晓天逼宫 虽然心中有着一丝怒意 但还是开口宣布了试炼结果 这次试炼 林飘然第一 金胖子第二 秦晓天第三 好 婷宇长老话音落地 秦晓天就高呼一声 立刻引来众人的侧目 不过 秦晓天并不尴尬 就如同之前说的 谁先说话 谁尴尬 沐云失职 此刻 婷宇长老喊了一声 沐云立刻上前 拿出三枚铸鸡丹 分别交给了秦晓天三人 那金胖子结果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乖乖 这么久了 就听过铸鸡丹的名字 从来没有吃过是什么味道 话音落地 金胖子直接将玉盒打开 一口就吞了铸鸡丹 这铸鸡丹入口即化 芬芳扑鼻 让金胖子流连忘返 我草 暴残天物 暴残天物啊 该死的 这可是铸鸡丹 就这么给吃了 众人看到金胖子 直接吃了铸鸡丹 一个个露出羡慕 极度恨的神色 不过 他们一个个都在等待 然而 金胖子除了砸巴了几下嘴之外 就是冲着秦晓天抱怨了一声 大哥 这铸鸡丹没啥味啊 还不如鸳鸯丹 我草 我齿 我草 这就完事了 然而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那十位长老在内 皆都露出一副亚瑟盯着金胖子 要知道 这可是铸鸡丹啊 是辅助修士突破铸鸡使用的 可是金胖子呢 完全就给荡成了糖豆了 吃了之后 居然一丝反应都没有 哼 暴残天物 朽木不可刁眼 听语长老实在看不下去了 口中低骂一声 直接踏空而去 就是其他长老 也都露出一副惋惜之色 纷纷离去 仿佛恨铁不成钢一般 尤其是那听日 更是喃喃一声 还好 之前将这傻雀送了出去 否则老朽都无言见人了 金胖子听到 只能暗中送听日长老一句 你大爷的 秦晓天拍了拍金胖子的肩头 露出一副鼓励的神色 这才冲着将要离去的 众多弟子当中的一人 喊了一声 泽风师兄请留步 死我给你 算是报答之前 师兄出手相助针 秦晓天说话间 手指一弹 立刻将装有助鸡丹的 愈合弹的飞向了泽风 泽风下意识地伸手接住 脸上露出一股惊骇之色 别说是泽风了 就是其他弟子 也都露出了无法置信之色 要知道 这可是助鸡丹 价值十数万零食的助鸡丹 秦晓天居然随随便便 就送给了泽风 这怎么可能 可是事实就摆在这里 由不得他们不信 秦师殿 你这里太重了 唯兄受不起 泽风露出一副感激之色 将愈合推到了秦晓天 可是能够看到 泽风眼中透出一丝不舍 泽风师兄 你这是看不起小弟了 区区一枚助鸡丹而已 如何比得上师兄 对小弟的相助之情 若是你不收下 那小弟直接丢了卫侯 你信不信 众人听到秦晓天 要拿住鸡丹卫侯 尤其是秦晓天 说到卫侯的时候 冲着自己等人 露出一副大有深意的神色 一个个恨不得出手 直接拍死秦晓天 一时间 众人只能恨恨地离去 因为他们担心 自己会忍不住 直接对秦晓天出手 这 你就拿着吧 等你突破了铸鸡七 小弟还要仰仗你呢 好吧 唯兄受之有愧 但是你这个老弟 唯兄认了 以后有什么事 只要知一声 唯兄当人不让 那就多谢泽锋师兄了 知道师兄心中着急 小弟就不送了 秦晓天冲着泽锋 眨了眨眼道 泽锋一阵尴尬 不过还是收了助鸡丹 告别了秦晓天 很明显是急着回去 突破铸鸡七了 秦晓天 你让我刮目相看了 而此刻 林飘然却是突然间 来了这么一句话 跟着脚下一点 就要离去 不过却是被秦晓天 一把抓住了他的耗腕 林师姐 你这助鸡丹无用 就给金胖子吧 秦晓天突然间 来了这么一句 让正在娇羞的林飘然 神色一恶 不过还是将那助鸡丹 丢给了金胖子 这才挣脱了秦晓天的手 脚下一点 踏空而去 同时传来一句话 秦晓天 我刚才的话收回 死胖子 都是你害的 秦晓天低骂一声 刮了一眼金胖子 迈不离开 金胖子则是露出 一副无辜的样子 打开那玉盒 再次将助鸡丹给吞了 这才喃喃一声 蹬在了秦晓天身后 怪我了 可是这助鸡丹 真的没有效果啊 这个胖子 体质特殊啊 在那玄天宗的四风之上 玄天宗的宗主 玄天子盯着那离去的 秦晓天和金胖子 口中喃喃一声 这胖子不是一个 隐藏的天才 恐怕真的就如同 听与侍子所说 乃是朽木 玄光子应了一声道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 金胖子吃了两枚助鸡丹 居然没有丝毫突破 助鸡丹的征兆 要知道 这两枚助鸡丹 要是交给悬崖这样的弟子 十有八九 必成助鸡丹 倒是这个秦晓天 很让本作意外 居然能够得到活酒 那金毛活王可是助鸡丹 当年本作也是费了一番周折 才得到活酒 这个秦晓天心思缜密 得到活酒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能够让出助鸡丹给泽风 倒是让本作意外 嗯 本作也是很意外 另外两位常作 一男一女 也是开口说道 仿佛他们对秦晓天的性格 有了新的认知 不出意外 此子的性格 跟玄灵子师妹差不多 玄天子看了一眼 那位女子道 那女子正是三封常作之一的玄灵子 乃是玄天子师妹 至于剩下一位常作 道号玄弟子 这四位大佬连起来 便是天地灵光 抑制玄天宗秉天地之御 可见他们的师尊 心中对他们有很大的期待 三个月后 便是内门弟子的大秉 到时候 宗主师兄便可以将慈子借机收入门下了 玄灵子面带微笑道 虽然年岁已经二百几十岁 可是依然如同少女一般娇柔 只可惜 这玄灵子也是终身未嫁 慈子有些难以驯服 而且这三个月 本宗还真担心 他在闹出什么花样来 宗主师兄 刚好半年之后的四宗大笔 由我们玄天宗主持 这个送信的任务 不如交给他如何 玄弟子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提议道 也好 让婷宇带着他们俩吧 很快 玄天宗四位大佬各自回到了洞府 而玄光子也是招去了婷宇 半刻钟之后 婷宇面色漆黑的从玄光子的洞府飞出 至于秦晓天与金胖子直接回到了杂役处 在秦晓天对金胖子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 秦晓天也是露出苦笑之色 这吞天神体太过恐怖 虽然金胖子已经吞噬了这么多的灵丹 还吃了两枚助机丹 可是依然没有填饱金胖子的身体 按照秦晓天的推算 金胖子想要突破助机器 最起码需要三十枚助机丹 还是极品的助机丹 这只不过是助机器 未来还有金丹器 原因器 甚至更高的境界呢 真的无法想象 这吞天神体成仙 需要多少灵丹来支持 一时间 秦晓天都想丢弃金胖子 让其自生自灭了 可是想到吞天神体的恐怖 秦晓天还是免其为难 慢慢养着吧 穷啊 最后 秦晓天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自己 接下来的数天 秦晓天都在进行修炼 如今灵根已经重生 境界也达到了宁气七大圆满 下一步便是迈入助机器 只不过 迈入助机器 秦晓天还需要一番准备 毕竟秦晓天乃是准至尊重生 既然重生 那每一个境界都要走到极致 就比如 这宁气七大圆满 看似已经圆满 可是秦晓天知道 在这圆满之后 还有一层 那就是完美 只有达到完美宁气七 才算是真正的圆满 这也是秦晓天 为什么没有突破助机七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 想要达到完美宁气七 并非那么容易的 许多人都不知道 如何突破完美宁气七 甚至都不知道完美宁气七的存在 想要突破完美宁气七 必须要以灵根为基 让灵根扎根在丹田之中 让灵根完美盛开 只有完成了这一步 才能够成就完美宁气七 也只有完成这一步 在助机七之时 才能够走出完美之境 成就完美助机七 足足过去了八天时间 秦晓天都在进修 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之后 秦晓天终于开始 让自己突破完美宁气七 只见秦晓天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光芒 那光芒包裹了秦晓天的全身 仿佛是将秦晓天封印了一般 跟着就看到 秦晓天那封印的庞大神念 愤出了一丝 朝着子府之中的天灵根去 在这光芒的包裹之下 秦晓天神念没有外泄嘶吼 在这强大神念的融入之下 这天灵根居然开始滋生根须 那根须不多不少 刚好石根 这石根根须不断的延伸 顺着秦晓天的子府直奔丹田而去 能够看到 秦晓天的身体 随着那石根根须的穿透 在剧烈的颤抖着 额头的冷汗 更是不断的冒出 背后的衣巾已经被打湿 终于在秦晓天的毅力之下 那天灵根的根须 齐齐奔向了丹田 更是在冲击之下 直接刺破了丹田 扎根在了丹田之中 破 饶是秦晓天做足了准备 可还是在丹田受到冲击之下 喷出了一道烟红的热血 不过 秦晓天的嘴角 却是生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随着那根须扎根在丹田之中 一股玄妙的气息 立刻笼罩了丹田 通过这石根根须 让这丹田与子府的天灵根 紧密的相连 一股超越了宁气气 大圆满的气息 在秦晓天身上 立刻爆发而出 直接让那木制的房间 都颤抖了起来 不 一道清脆的碎裂声传来 仿佛是桎梏被冲破了一般 秦晓天的虎去一阵 仰天发出一道高亢的嘶吼声 哦 随着这一道高亢的嘶吼声传来 秦晓天全身的变化 归于平静 那神念也逐渐被封印 可是 秦晓天此刻 却是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 仿佛此刻的秦晓天 就是一团灵气一般 与天地相容 秦晓天知道 这便是完美宁气气 能够与天地相容的完美宁气气 不过 这样的情况 只是维持了几个呼吸 秦晓天便恢复了原样 而此刻 秦胖子也因为秦晓天的嘶吼声 立刻冲了进来 那木门直接被其一脚踹飞 发出光当一声巨响 大哥 你怎么了 看到秦胖子满脸担忧之色 秦晓天露出了一副满意的笑容 最起码知道这秦胖子 是真的担心自己 没事 就是闲着无聊 吼一吼嗓子 哼 那也不能在宗门乱吼 惊动了其他弟子修炼 你承担得起吗 就在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冷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 听语满脸不悦地出现在了面前 什么风将听语长老 吹到我这杂役处的破庙了 看到听语长老到来 秦晓天立刻喊了一声 心中却是暗道一声 这老帮菜怎么来了 难道要找事不成 哼 你当老朽愿意见到你 若不是长作 让我带你去四大宗送信 老朽才懒得来这破地方 听语长老的话 让秦晓天神色一愣 跟着秦晓天就明白为什么了 于是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盯着听语长老问道 啥玩意 让我这小杂役 去四大宗送信 就不怕我这小杂役 毁得玄天宗的名声 而敢 听语长老怒喝一声 可是心中却是 生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跟着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晓天 还不收拾一下 跟老朽走 秦晓天听到 立刻拍了拍屁股道 走就走 大不了惹了事 你们还擦屁股 世间有仙宗 上仙遇见来 世人皆崇拜 实则万古魂 在那苍穹之上 三道身影急迟而过 一前二后 那前面的则是听语 后面的便是金胖子 在这秦晓天 此刻 秦晓天俯瞰大地 口中朗朗而出 引来金胖子一阵负匪 到时那听语听到之后 心中着实感叹 这个秦晓天也是明白人 原本听语是 不想带着金胖子上路的 但是秦晓天 只要带着金胖子 听语也没有办法 实在是秦晓天给出的理由 让他无法拒绝 我不会废 胖子是我的代步工具 要不我在你后面搂着你 一听到秦晓天这句话 听语就忍不住 打了一个颤抖 想到带着秦晓天 去送信 本就是将麻烦带走 于是也就同意了 好事 好事啊 也只有看透世间真谛的人 才能够 迎出这样的好事来 秦晓天一阵感叹 实则是太无聊了 这一路 迎师不下白手 毕竟这一飞 他们可是飞了八天时间 听语长老 那飞云宗还有多远啊 秦晓天三人 此刻所去的宗门 便是与玄天宗齐名的飞云宗 除此之外 还有飞凤宗和赤眼宗 可以说 在这秦国之内 这四大宗算是最大的势力了 每隔十年 四大宗都会进行一次大比 来分配秦国这弹丸之地的资源 玄天宗算是在秦国的东方 而这飞云宗距离玄天宗最近 大约有十九天的路程 一个来回 便是一个半月 只不过 带着秦晓天和金胖子 原本只需要一个半月的路程 恐怕需要两个月 所以听雨才提前半个月出发 带回去之后 也差不多是宗门大比了 当然了 飞凤宗和赤眼宗 是别的长老去通知 听雨只是负责通知飞云宗 快了 快了 仿佛这样的询问 听雨听到了好多次一般 只是不耐烦地应付了一番 继续飞行 大约到了傍晚时分 听雨这才带着秦晓天和金胖子 落在了一处山间准备休息 咕噜噜 大哥 我的铃铛快要吃光了 刚落下 金胖子的肚子就传来一阵咕噜声 这让金胖子面色一苦 这次出来 金胖子没有想到会这么久 准备的灵丹已经吃了七七八八 剩下的灵丹 金胖子也不敢胡吃海吃了 生怕断了口粮 将自己给饿死 这不 没有灵丹的补充之下 金胖子再次感受到了饥饿 你呀 秦晓天无奈地喊了一声 跟着伸手一番 一个酒壶出现在了手中 里面装的正是猴儿酒 金胖子看到 面色一些 就从秦晓天手中接过酒壶 直接灌了几大口 看得一旁听雨 也是不断的砸把嘴 先不说这猴儿酒可以恢复体力 就说这味道 也是世间一绝 听雨虽然是筑基七大圆满 可也只吃过一次猴儿酒 要是有野味烤着来吃 我们再灌上几口猴儿酒 那滋味 绝对会没翻了 秦晓天挑起篝火 那火光硬着面孔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这让拉不下面子 要酒喝的听雨心中一动 两个雷坠 罢了罢了 老朽就去打几个野味回来吧 听雨话音落地 刚要离开 漠然间站住了脚步 一双冷目盯着远处的一道身影 露出了戒备之色 小哥 老朽有野味 刚刚裂了一头零路 不如跟小哥换点火酒喝如何 很快 那道身影到来 手中提着一只足有百金的零路 直接丢在了秦晓天旁边 脸上露出一副期待之色 盯着金胖子手中的火酒 在那里用衣袖擦着哈喇子 这人是一位老者 身材健硕 仿佛常年在山林之中打猎一般 甚至这老者没有丝毫 掩饰自己的修为 助击期大圆满 哼 老朽当是谁 原来是飞云宗的赤脚老 不过 这老者出现 那听雨却是双瞳一缩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冲着那老者喊道 啊 你认识了 我草 大晚上撞了鬼 这不是玄天宗的雨瞎子吗 什么疯 将你这一片雨给吹来了 这老者听到听雨的话 原本有些疑惑 怎么会有人识得自己 可是看到 是听雨的时候 这老者却是一阵讽刺 不过 秦晓天却是从这老者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奸诈之意 很明显早就认出了听雨 还不是要去给你们飞云宗诗语 要不然 老朽会来这兔子不撒尿的地方 很明显 这听雨和赤脚老杠上了 不出意外 二人曾经是有什么恩怨 秦晓天也懒得管 直接将林露收拾一番 架在了火堆上烤 别说 这林露烤起来还真香 再配上猴儿酒 那味道更是滋润 那赤脚老和听雨 原本还在讽刺对方 看到猴儿酒 也不吵吵了 直接从秦晓天手中接过 各自吃喝起来 酒足饭饱 赤脚老拍了拍肚子道 小哥此行可要小心一些 这些十日 在我们两宗之间 出现了不少命案 前段时间 我们飞云宗一位外门长老 就被人袭杀了 听到赤脚老的话 听雨面色一宁 要知道 能够成为外门长老 最差都是住击七处七 能够杀了住击七处七的人 恐怕修为不简单 此去我飞云宗 应该还有二十几天的路程 老朽还要追查那凶手 告辞了 赤脚老话音落地 居然真的离去 听雨也没有挽留 反而带着秦晓天和金胖子 连夜启程 不但如此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那是日夜赶路 倒是一路平安 终于在十八天之后 一行三人来到了飞云宗 来者何人 虽然听雨修为不俗 乃是玄天宗的长老 但是来到飞云宗 也要按照规矩来 在这山门处 立刻被八位弟子拦下 老朽玄天宗长老听雨 特来贵宗送信 听雨倒也没有觉得什么 直接回应了一句 不过 那八位弟子 却是面色不善 哼 谁知你是真是假 可有什么证明 那书信拿出来 我直接教育宗门长辈 听雨眉头一蹴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盯着面前对自己不敬的 飞云宗弟子 可是 还没有等到听雨说话 那弟子居然再次喝倒 哼 看你们三人的样子 就知道是骗子 也敢冒充玄天宗的长老和弟子 还不速速滚蛋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就在这弟子话音落地 听雨的面色彻底变黑之时 金胖子瞬间出手 直接给那弟子来了一个冲天炮 嘿 小兔崽子 你这是吃了枪药吧 敢对我们长老无礼 胖爷 我打不死你 碰 金胖子这一记冲天炮来得太突然 那弟子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 就被金胖子一拳轰在了下巴上 咔嚓 扑通 一道金断骨折的声音传来 这弟子的下巴 直接被金胖子轰得脱臼 眼睛一黑 直接栽倒在地 晕死过去 这一变化 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听雨也露出了一丝亚色 跟着那漆黑的面孔 变得严肃起来 你们敢在飞云中闹事 找死 剩下的七位弟子看到同门倒地 这才反应过来 立刻上去 两人扶起晕死过去的同门 匆匆进入了山门内 另外的五人立刻抽出零件 直指金胖子 哼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们长老问话 让你们飞云中的长辈出来打话 否则四宗大比 今日就先比比 金胖子冷哼一声道 直接将听雨长老给拉了进来 甚至大有一副不服就干的架势 听雨长老诧异地看了一眼金胖子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秦晓天身上 金胖子哪里有这样的脑袋 这一切必然是秦晓天指使的 不过 听雨也没有责怪二人 毕竟这飞云中守山弟子 有些太过分了 自己堂堂玄天宗内门长老 居然被八个守山弟子拦在了门外 连通报都没有 找死 听到金胖子的话 这五位弟子立刻怒喝一声 就要出手 不过 一道冷哼声却是传入了众人耳朵 哼 还嫌不够丢人 退下 随着冷哼声传来 三位身穿轻袍的弟子 居然踏空落在了秦晓天三人面前 脸上露出一副不善之色 在三人身上掠过 最后盯着金胖子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来干什么 既然在我飞云中山门前闹事 是不是不将我飞云中放在眼中 三人当中的一人 面色不悦 冲着秦晓天三人喊道 另外一人更是伸手 指着金胖子 满脸都是嚣张之色 刚才就是你出手 伤了我们师殿 不开眼的东西 伤了又如何 金胖子也是硬气 胸口的肥肉一挺 冲着那指着自己的人喊道 那架势 明显就是要约架啊 好 很好 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了 那弟子话音落地 脚下一个滑布 朝着金胖子杀来 单手掐绝 乘法印朝着金胖子胸口一按 一股凝结不散的灵力 瞬间隔空印来 眼看就要印在金胖子的胸口之上 就在这时 一只手掌直接拉着金胖子 朝着后面一拽 刚好脱离了对方攻击范围 哼 你们觉得 凭借你们飞云宗内门弟子的身份 来欺负一个玄天宗的小杂役 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说话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 秦晓天一眼就看出来 金胖子不是对方的对手 这才将金胖子拉了回来 然后出言讽刺 果然 对方一听到金胖子 是小杂役的身份 眉头一簇 你说什么 他是玄天宗的小杂役 宁七七大圆满的小杂役 咱能不开玩笑吗 打不过就打不过 非要找一个小杂役的身份来推唐 很明显 对方根本不相信秦晓天的话 只是将其当成一种不敢对战的推托 我们长老就在此处 不信你们大可以询问 秦晓天根本不与对方争执 直接将婷宇给搬了出来 婷宇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这二人确实是玄天宗两个小杂役 话音落地 婷宇也懒得搭理这些小辈 直接将自己驻姬七大圆满的气息释放而出 很明显在告诉飞云宗那些看热闹的人 再不出来 本长老就真的生气了 哈哈 原来是婷宇道友 你们这帮小辈太不懂事了 这位是玄天宗婷宇长老 你们非但不快点通报 还将其拦住 罚你们面壁三日 还不快滚 果然 一道大笑声传入了婷宇等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一位驻姬七大圆满的老者踏空而来 当落地之后 立刻训斥一番门下弟子 清云 这便是你们非云宗的代客之道吗 看到来人 婷宇面色一黑 冲着来人喝道 这人乃是非云宗的内门长老 道好清云 婷宇道友 小辈们不懂事 勿怪 勿怪 倒是老朽看着两个小辈 心中很是喜欢 待在你们玄天宗当杂役 有些浪费了 不如转让给老朽如何 这清云说着 看向了秦晓天和金胖子 脸上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小娃子 在玄天宗当小杂役 多没有面子 不如来我非云宗 当一位内门弟子如何 抢人 这是明白这抢人啊 虽然众人都知道 这个人抢不到 可是秦晓天却知道 这清云是要下听雨的面子 果然 听到这清云抢人 听雨面色有些漆黑 但是却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了秦晓天 前辈抱歉 我们虽然身为小杂役 但也是玄天宗培养了我们 至于转头飞云宗的事情 就算了吧 若是前辈实在看不上你那些弟子 统统逐出师门便是了 反正他们 连我们这个小杂役也打不过 不得无理 听到秦晓天的话 清云和那几位弟子面色一黑 反而听雨 却是直接开口训斥一声秦晓天 这才大笑一声 哈哈 清云不要怪罪 他们毕竟是小辈 而且还是小杂役 至于转头的事情 他们二人不同意 那就算了吧 谁让我们玄天宗拥有凝聚力呢 既然如此 那老朽就不勉强了 不过你们这些玄天宗的小杂役 口出狂言 老朽这些弟子不服啊 清云面色漆黑 但是话语之中 竟是挑衅之意 尤其是清云身后的那些弟子 立刻叫嚷起来 没错 既然是小杂役 那我们也派出小杂役 看看两宗的小杂役 谁更厉害 这不好吧 听雨露出一副为难之色道 可是眼中竟是不屑之意 盯着清云说道 毕竟老朽是爱送信的 若是这俩个小杂役 一不小心胜了 那你多没有面子 好好 去 将我们飞云中的那几位杂役 都给我喊来 清云听到清云的话 直接就怒了 立刻回头朝着那几位弟子喊道 那几位弟子 立刻心领神会 立刻回去搬救兵去了 清云看到 心中岂能不明白 立刻邪逆清云 但是却对秦小天喊道 清云啊 你还是那个臭皮切 既然如此 你们就陪他们玩一会吧 记住了 我们是客人 人家是地主 不要太过分 就算输了 我们也不丢人 长老放心 弟子虽然身为小杂役 但是从来不知道 丢人为何物 秦小天立刻应了一声 跟着露出一副自傲的神色 看了一眼清云 因为弟子从来没输过 好一个从来没有输过 什么时候玄天宗的小杂役 都这么嚣张了 就在秦小天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不屑的声音 传入了秦小天的耳中 跟着就看到一位 身穿蓝色长袍的少年 落在了秦小天面前 戴着一副 比秦小天还高傲的样子 冲着秦小天喊道 你就是玄天宗的小杂役 没错 正是本少 巧了 本少也是飞云宗的小杂役 来来来 让我们过两招 这蓝袍少年 露出一副你死定的神色 对着秦小天喊道 不过 秦小天却是鼻孔朝天 双臂还于胸前 抱歉 本少与人对局 从来都是带有彩头的 没有彩头的对局 本少不做 秦小天话音落地 那蓝袍少年 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 有点意思 本少就喜欢打压你这样的人 既然你要踩头 那话下道来吧 豆腐 听到这蓝袍少年的话 秦小天心中 生起这样一个词来 豆腐的事情 自己在仙界的时候 都完烂了 没有想到 重生到下界 居然也有这样的事情 一时间 秦小天也是 露出了兴趣的神色 既然如此 那本少就让 这位师兄知道 穷人是什么样子 话音落地 秦小天伸手一挥 哗啦啦一声 足有数万的零食 直接散落在地 一时间 不少弟子的目光 皆都放光 青云也是露出一丝压色 尤其是青云 那目光落在听雨身上 当看到听雨 也是惊讶的时候 心中立刻明白 这秦小天 必然是藏私了 哼 区区数万零食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没有想到 本少今日 算是见到什么是穷人了 这蓝袍少年冷哼一声 心中也是微微惊讶 不过还是伸手一挥 一片哗啦之音传来 足有七八万的零食 散落在地 比起秦小天 足足多了两倍 哎 人呀 跪在自知 秦小天话音落地 直接寄出上百枚葫芦 跟着随便拿出一枚 打开了筛子 一股扑鼻的灵气 蕴含着酒香 立刻钻进了众人的鼻尖 嘶 这是猴儿酒 那青云倒吸一口冷气 吐口而出 上百枚葫芦的猴儿酒 那绝对价值上百万零食 乖乖 这是老朽的错吗 这个局有点大了啊 一时间 青云心中暗道一声 在这豆腐的方面 自己的弟子是真的输了 上百万的零食 自己这弟子哪里搞去 面色一黑 虽然没有喝过活酒 但是也知道其价值 哎 本少从来不欺负人 若是这位师兄的灵石 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大可以要回来 这时 秦小天却是开口喊道 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 而那蓝袍少年一听 眼睛却是一亮 天残师弟 你上次借我的五十万灵石 为兄一直没有凑够 不如就用这枚灵丹代替吧 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了秦小天等人的耳朵 跟着又看到一位 身穿蓝袍的弟子出现 冲着那之前的蓝袍弟子喊道 同时拿出一枚玉盒 天丰师兄 那小弟就不客气了 这两人 一位名叫天残 一位名叫天丰 实质上 都是飞云宗的那门弟子 而且排名都在前五 话音落地 天残接过天丰手中的玉盒 轻轻打开 一股扑鼻的丹箱 立刻钻入了众人的鼻尖 四 居然是上品的助击丹 价值何止百万 市面最低也是一百五十万灵石以上 看到这玉盒之中 放着的乃是一枚上品的助击丹 旁边的轻云立刻喊道 同时那脸上 也是荡漾着胜利者的笑容 天为何物 恐怕井底之蛙永远也无法看到 区区一枚上品的助击丹 就让前辈如此 晚辈实在是有些不忍啊 秦小天话音落地 巴搭一声 一枚玉盒居然掉在了地上 刚好那玉盒的盖子被撞得开起 哎呀 晚辈的灵丹不小心掉了 虽然这样说 可是秦小天 没有丝毫想要收起的意思 反而满脸的笑容 盯着天蚕和青云等人 那一副看小丑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忍不住 想要上去痛扁 尼玛 极品助击丹 这一刻 那些飞云宗弟子 都忍不住惊呼一声 极品助击丹啊 可遇不可求 甚至有价无事的灵丹 曾经方式之中 有人出价三百万零食 都没有收到 别说收了 就是见都没有见到过 然而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日居然亲眼所见了 而却还被对方拿出来当彩头 一时间 众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一个个眼睛放光地 盯着那极品助击丹 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直接吞了 就是那青云 也是面色胀红 眼中放光 盯着那极品助击丹看了一眼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 秦晓天的身上 这个小子 太富有了 简直就是一个富有的小杂役啊 这一刻 不但天才面色变得阴沉无比 就是天风面色 也变得难看起来 本来拿出一枚上品助击丹 已经够碾压秦晓天了 哪里知道 人家居然拿了几品助击丹来 这不是啪啪 在打自己的脸吗 是可忍 熟不可忍 天蚕师弟 曾经借你们的五百万灵石 现在也该还了吧 一时间 天风看向了身后那些弟子 而且这声音很高 很明显是想要提醒众人 我已经出手了 山穷水尽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天蚕师兄 上次借你的灵石 我用灵丹代替 我也用灵丹代替 很快 在这里的几位弟子 皆都拿出了自己的存货 虽然价值不高 但也有个几万灵石 不过 很快从飞云宗的山门之内 飞出一位弟子 天蚕师兄 这是小弟 上次借你的千万灵石 小弟只能以这两件 极品灵器和八枚大环丹 代为补偿了 看到这位弟子 天蚕和天风面色都是一喜 尤其是这位弟子拿出的物品 价值绝对超过千万 天蚕师弟 何须如此 何须如此啊 天蚕叹息一声道 不过却无法掩饰心中的喜悦 直接大笑出声 并且朝着秦晓天 投去了一个你在跟本少比亚的眼神 嘲讽了秦晓天一番 哎呀 我的灵带又掉了 秦晓天惊呼一声 跟着邪逆天惨等人 口中低音一声 何必呢 豆腐 你们真的不是我的对手 随后众人就看到 又是一枚玉盒 从秦晓天手中扔了出去 那玉盒再次自动开启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眼皮猛的一跳 你妈 又是什么灵带 飞云宗的那些弟子 心中狂跳 口中低骂一声 然而那清云看到那玉盒之中 出现了一抹金光 心脏都差点跳出胸口 更是惊呼一声 卧槽 全是一元太清丹 一元太清丹 居然是一元太清丹 天啊 这可是价值数千万零食的 一元太清丹 还是中品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一个个不断的惊呼出声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拿出了一元太清丹 一时间 包括听雨和清云二人都愣住了 那盯着一元太清丹的眼睛 释放出道道金光 更是带着一丝贪婪之色 一元太清丹 那是可以增加 结丹三成几率的无上灵丹 有价无市 多少住击期的高手 想要得到这一元太清丹 可是苦于没有零食 更没有门路 而且如此重要的灵丹 谁会没事拿出来炫富 别说是炫富了 他们连剑都没有剑过 更别说秦晓天 直接拿出来当赌约了 这还让他们怎么玩 一时间 场面变得鸦雀无声 只有那一道道粗重的喘息声 众人已经有了忍不住 想要出手抢夺的样子 秦晓天 你惹了大祸了 终于 那听雨回过神来 冲着秦晓天传音道 可是秦晓天听到之后 居然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天蚕师兄是吧 没有回答听雨的话 秦晓天露出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反而冲着天蚕喊了一声 既然本少赢了 那本少就不客气 将这 慢 就在秦晓天要宣布 自己豆腐胜利的时候 那清云终于开口了 这让秦晓天双眼一瞇 盯着清云 眼中透出一丝不悦之色 可惜 清云管你爽不爽的 直接伸手一番 出现了两件极品灵器 跟着丢在了天蚕的那一堆财物之中 邪逆秦晓天 这两件极品灵器一拿出来 立刻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 那灵器直接让众人的眼睛挪不开了 一时间 砰砰砰的心跳声 不断地传入众人的耳朵 他们感觉自己都无法呼吸了 任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面子之争 居然会演变到这种程度 不但连一元太清单都拿出来了 甚至还有两件极品灵器 天蚕 上次你托老朽购买的两件极品灵器 老朽已经帮你买回来 一共三千六百万灵石 还剩下四百万灵石 待会回去给你 不过 这些足够与一元太清单对比了 长老 那弟子就不客气了 清云 你能再无耻一些吗 也就在天蚕话音刚刚落地 面色紫障的听语 立刻低骂一声 若是天蚕拿不出对等的物品 秦晓天大可以将一元太清单收回来 到时候就算输了 损失也不大 现在被清云这么一搞 想拿回一元太清单都不可能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一元太清单啊 就算是两件极品灵器 在听语的眼中 也不如一枚一元太清单 听语 小辈之间的对局 我们身为长辈的 就不要参合了吧 清云话音落地 不等听语搭话 直接开口喊道 对局开始 胜者得对方全部资源 上钩了 听到清云的话 秦晓天心中大笑一声 自己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清云反悔 清云 我去你妈 听语直接破口大骂 可见听语的心情 是糟糕到了极点 但是秦晓天心中 却是再次按道一声 漂亮 这简直就是神助攻啊 听语 你这叫 清云想要反驳 不过却是被秦晓天打断 开始就开始 不过这资源就放在这里 有些太显眼了吧 秦晓天说话间 居然伸手一挥 不管是自己的 还是天残的 所有资源都被秦晓天 收到了一枚储物手镯之中 秦晓天 你做什么 一时间 飞云宗的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天残 更是急得满脸通红 刚要出手 却是被清云一把拦住 无妨 你先收着 一旦你输了 也不怕你跑了 清云开口说道 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什么叫做底气 这就是底气 要知道 这里是飞云宗 在人家的地盘 就算秦晓天想要趁火打劫 也要掂量一下 自己能不能逃走 至于听语 人家会怕吗 人家随便动动手 恐怕碾压听语的人 大有人在 清云前辈果然够胆色 既然如此 晚辈与天残师兄的比试 就开始吧 话音落地 秦晓天脚下一点 直接落到了一片空旷之地 天残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纵身过去 只不过那面色有些焦急 生怕秦晓天逃走一般 天残 稳住心态 他不是你的对手 清云看到天残焦急的神色 立刻嘱咐一声 完全没将听语放在心上 这让一旁的听语面色 变得更加漆黑 别人不知道秦晓天 听语还不知道吗 入了宗门 啥道法都没有学 就学了一个善嘴神通 这哪里是天残的对手 不过 秦晓天却是自信满满 完全没有任何担忧之色 当然了 除了秦晓天 还有那金胖子 在金胖子眼中 秦晓天就是无敌的存在 天残师兄 出手吧 小弟担心自己先出手 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大言不惭 听到秦晓天的话 天残直接就怒了 一拍自己的额头 一把零剑瞬间破开虚空 发出一道尖锐的声音 朝着秦晓天胸口刺了过去 秦晓天嘴角微微一翘 伸手一翻 那好似马桶盖的永恒颅盖 直接抓在手中 朝着那灵剑猛的一砸 这是没有灵气了吗 居然拿着一枚马桶盖 老子劝你 还是滚回玄天宗的杂意处吧 就是啊 没事居然跑到我们飞云宗来挑衅 还你马逗父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的天残师兄斗法 众人看到秦晓天 居然拿出一枚漆黑的马桶盖 立刻嘲讽起来 就是清云也露出一副嘲讽之色 邪逆听雨 一时间听雨面色漆黑 身体都在颤抖 他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拿出一枚马桶盖来应对 我的意愿太清单啊 听雨只能心中悲呼一声 完全没有看到 一旁金胖子 居然没有任何担忧之色 反而一脸期待盯着秦晓天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知道 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多牛 就连自己的重剑都劈不开 当 咔嚓 啪哒 瞬间 那灵剑在秦晓天一砸之下 发出一道金铁骄鸣声 被秦晓天手中不起眼的永恒颅盖 直接砸得断成两截 跌落在地 随着那灵剑被砸碎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个个双眼暴突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盯着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 又看了看地上断成两截的灵剑 你妈 这是什么马桶盖 这妖妞 终于 有人低骂一声 而那天蚕也是满脸赤惊之色 那清云更是心中 看到了秦晓天逐渐翘起的嘴角 你妈 老朽怎么感觉要被坑呢 哎 小弟说什么 小弟不能先出手 天蚕师兄请继续 嘲讽 这是赤裸裸的嘲讽啊 尤其是天蚕 听到秦晓天这句话 差点破口大骂 不过 天蚕还是伸手一拍自己的腰间 又一把零剑飞向了秦晓天 赤 来得好 当 咔嚓 啪哒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结果 随着秦晓天的低喝声 同样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秦晓天 天蚕咬牙切齿 怒吼一声 不过却没有停止 再次祭出了一件灵器 只不过 这次祭出的灵器 却是一枚大印 这大印祭出 剑锋变长 瞬间变成了仗许之巨 朝着秦晓天头顶砸了过去 来得还是好 秦晓天再次大吼一声 可是这话语出口 立刻让众人心中猛的一跳 我草 不会又砸碎了吧 当 咔嚓 咔嚓 随着众人脱口的话语传出 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 再次狠狠地砸在了那大印之上 瞬间一道道碎裂的声音传来 虽然这大印没有崩溃 不过明显已经不能再次使用 这让天蚕心中一痛 要知道 这大印 可是自己唯一的中品灵器 难道 这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是 上品灵器不成 一时间 不但是众人顶着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 就是天蚕也盯着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 仿佛要看出一个究竟 不要看了 本少手中的乃是极品灵器 秦晓天看到众人的样子 立刻举起自己的马桶盖 冲着众人喊道 一时间 众人心中一跳 双筒猛地一锁 完了完了 天蚕师兄要说 众人心中同时生起这样的想法 一个个面色漆黑 身上散发出一个愤怒的气息 哼 借着极品灵器之威获胜 有什么得意的 若是这般 这场对局本少认输 虽然天蚕心痛自己的中品灵器 可是 天蚕更担心自己会输 要知道 这可是涉及了数千万灵石的对局 别的不说 就是青云长老的两件极品灵器 自己还一辈子都还不起 更别说还有其他师兄弟的财物了 现在 天蚕唯一想到的办法 就是用言语来激怒秦晓天 让其舍弃极品灵器 与自己以法术来拼高下 就是 灵器终究是身外之物 有胆量跟天蚕师兄比拼法术 众人立刻明白天蚕的心意 再加上 他们也不甘心输掉资源 立刻帮枪 恐怕 你不敢与天蚕师兄比拼法术吧 确实不敢 所以这局本少胜了 然而 秦晓天的一句话 立刻让叫嚣的飞云中弟子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这么闹 就是那青云此刻也是面色漆黑的盯着秦晓天 眼中透出一副不甘之色 反而那听雨 此刻 却是满脸得意之色 哈哈 青云道友承让承让 既然比试结束 那老朽就离开了 你妈 青云听到听雨的话 心中立刻怒骂一声 那如同刀子一般的眼神 不断地刮着听雨和秦晓天二人 秦晓天 你真是一个孬种 赶紧带着你的战利品 滚回玄天宗吧 哼 恐怕玄天宗的人都是一群孬种 这时 飞云中的那些弟子 立刻高呼怒骂起来 一个个愤怒的样子 恨不得现在就出手拍死秦晓天 哼 听雨立刻冷哼一声 面带不悦之色 一双冷目扫过了飞云中弟子 最后落在了青云的身上 哎 本来不想打你们脸 你们非要将脸凑过来让本少打 既然如此 本少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打你们的脸 显直一如反掌 秦晓天叹息一声 不过却是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冲着飞云中那些弟子叫嚣道 秦晓天 你做什么 既然赢了 就不准你再出手 难道你不怕天下人耻笑青云道友吗 听雨面色一黑 立刻低骂一声 明明到手的胜利 这个秦晓天难道要拱手相送不成 要知道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秦晓天会什么法术了 大爷的 耻笑就耻笑 小辈 你可说话算数 这一刻 清云终于开口了 虽然有些丢脸 可是清云也顾不上了 毕竟自己的灵气都要被人引走了 无奈君子 秦晓天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来 这让清云面色一黑 毫无疑问 秦晓天再骂他是小人 可是在数千万灵石面前 小人就小人了 清云心中一横 立刻冲着天残喊道 天残失职 不要让老朽失望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赢了 没人能带走你的资源 清云明显在告诉天残 一切由我给你撑腰 哪怕是杀死了秦晓天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赢 弟子谨遵法旨 天残立刻应了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负死之色 他知道 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 若是不赢 自己唯有一死 秦晓天 那命来 天残怒吼一声 双手掐绝 瞬间数百道法绝打出 跟着双手结印 猛地朝着秦晓天按出了一掌 道法 天虎吞噬 吼吼吼 随着天残这一掌暗出 立刻从其掌中 喷出一股惊人的灵力 一道道惊人的唬吼声 立刻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一只猛虎 居然幻化而出 露出一副猙獰之色 张牙舞爪 朝着秦晓天吞噬而去 这灵力幻化的猛虎 足有数掌 那血盆大口张开 足以吞下一头牛 可见 这天残真的是 拿出了所有底蕴 想要一招击杀秦晓天 该死 秦晓天 快退 天虎看到 立刻嘀骂一声 就要出手帮忙 可是却被清云出手拦住 天虎 小辈之间的对局 我们就不要插手了吧 要不老朽陪你玩玩 清云 你混蛋 你能把老朽怎么样 一时间 天虎与清云对峙起来 飞云宗的其他弟子 也是露出一副 你死定了的眼神 盯着秦晓天 然而 秦晓天却是摇了摇头 露出一副惋惜之色道 哎 什么才是实战的法术 秦晓天话音落地 虎驱猛的一阵 完美凝击的底蕴 轰然爆发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抬手 猛的一扇 扑斥 随着秦晓天这一巴掌扇出 一道足有数丈的大手幻化而出 如同扇嘴巴子一般 直接扇在了那猛虎的脸上 下一刻 那猛虎直接被扇得崩溃开来 化成了一股溃散的灵气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不可能 天蚕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无法知心之色 再次掐绝 还要施展法术 可是秦晓天却摇了摇头 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也就是鄙视 若是生死之战 你早就死了 随着秦晓天的话音响起 那还在掐绝的天蚕 立刻感觉到一股大力 朝着自己的脸上扇来 啪 一道脆响传来 天蚕的法觉直接被打断 身体也是一阵摇晃 在那脸上 更是出现了一道五指扇 这一刻 所有人都懵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天蚕居然被秦晓天打了脸 居然还在愣神 此刻不想应对之法 难道在想这么死吗 啪 蹭蹭蹭蹭 又是一道山嘴巴子的声音传来 那天蚕的脚下不稳 斜斜地退出了树步 才稳住了身形 露出一副无法置信之色 盯着秦晓天 啪啪啪 然而 又是数道山嘴巴子的声音传来 同时秦晓天的话语声再次响起 如此智商 如何传成飞云中的大统 今日本少就要打醒你 让你知道 先不是这么修炼的 啪啪啪啪 噗 这扇嘴巴子的声音 如同鞭炮一般响起 那天蚕直接被秦晓天山的倒飞而去 嘴中更是喷出了一道烟红的鲜血 眼睛一黑 直接晕死过去 这一刻 场面无比的寂静 除了那心跳的声音 众人仿佛连呼吸都忘记了 一个个傻眼地盯着那倒地晕死的天蚕 眼中透出一股亥然之色 还有谁 你们大可以出手 剩了 天蚕的物品还给你们 秦晓天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一股屁腻天下之威 在其身上散发而出 一双充满战意的眼睛 扫视众人 只可惜 居然没有人敢出手应战 更无人敢出声讥讽 这一刻 他们已经被秦晓天的手段震撼到了 甚至他们同样感觉 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仿佛被人扇过一般 好 老朽服了 玄天宗有这样的小杂役 真的让老朽意外 这一局 你胜了 不过 老朽希望在四宗大比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你 这一刻 清云终于开口说话了 虽然心中不甘 面色也是漆黑 但是输了就是输了 本来自己已经面上无光了 岂能让人再说三道四 前辈名势力 实乃君子也 秦晓天话音落地 伸手一抖 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传来 一件极品灵器 立刻飞向了清云 被清云一手抓住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盯着秦晓天 前辈 晚辈虽然胜了 但是晚辈心中知晓 是前辈太爱 原本想要两件极品灵器 全部归还给天才师兄 不过 晚辈确实缺少一把灵件 好小子 清云心中赞许一声 对于秦晓天的想法 立刻有了改变 这秦晓天虽然为人狂傲 但是却懂得事实 实属难得 这归还的一件极品灵器 不但让自己 少了一两千万灵石的损失 这话语 还让自己保存了颜面 老朽真的很期待 这一次四宗大笔 不过区区灵器 老朽还不在意 就暂且放在你那里 等待四宗大笔 老朽再找人收回来 清云话音落地 手腕一抖 那件极品灵器 再次飞向了秦晓天 被秦晓天抓在了手中 既然如此 晚辈就咱是帮助前辈保管了 送客 当秦晓天话音落地 清云大手一挥 立刻露出了一副送客的样子 秦晓天也不怠慢 朝着清云一败 这才看了一眼金胖子 金胖子立刻祭出重剑 秦晓天一跃而上 在金胖子的遇见之下 冲向了远处 听雨 你们玄天宗收了一位好弟子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长起来 当听雨要离去之时 清云喊了一声 那听雨身躯微微一颤 不够还是遇见而去 哼 一群废物 连一个小杂役都打不过 还有什么脸在飞云踪 今日起 你们天自备的 全都给我闭关修炼 四宗大笔 不将那秦晓天揍成猪头 你们就可以滚了 清云冷哼一声 冲着天风喝道 天风身躯一颤 立刻抱着天蚕 直奔洞府而去 至于此刻的秦晓天 哪里敢停留 这一路急奢数千里 这才放缓了速度 等待听雨 好你个秦晓天 居然拥有如此抵御 连老朽要被你骗过了 稍许 听雨追上来 立刻冲着秦晓天喊道 不过那脸上 却竟是得意之色 哈哈 秦云痛快啊 那清云恐怕长子都毁清了 则则则 两件极品灵器啊 老朽这一百几十年 也不过才三件极品灵器而已 听到听雨的话 秦晓天一把就捂住了自己的储物袋 露出一副戒备之色 盯着听雨 你嘛 老朽能抢你的灵气 听雨看到 直接低骂一声 倒是秦晓天露出一副鄙视之色 邪逆听雨 不怕贼抢 就怕贼惦记 你嘛 听雨再次低骂一声 不过那双眼却是一眯 露出一副贪婪之色 盯着秦晓天 不 应该说盯着秦晓天的储物手拙 老匹夫 你不会再惦记我的一员太清单吧 那个啥 老朽跟你打个商量 以后在玄天宗有老朽罩着你 你的一员太清单给老朽如何 哼 果然是在惦记我的一员太清单 不过 我需要你罩着吗 秦晓天冷哼一声道 一双满是戒备和嘲讽的眼睛 却是邪逆听雨 给你也可以 你拿什么话 听到秦晓天松口 听雨心中激动 伸手一翻 一枚匕首立刻出现在了手掌之中 居然是一枚极品灵气匕首 不行 起码得两件 你知道这一员太清单的价值 哼 秦晓天 你不要太过分 大不了一拍两散 老子直接给胖子吞了 你 给他就是暴残天物 经胖子听这话就不愿意了 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看了一眼听雨 刚要说什么 听雨一个眼神恐吓 就将胖子吓得缩了缩脖子 不敢说话 两件就两件 听雨看到秦晓天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牙齿一咬 从牙缝里面挤出这几个字来 你真的要画 这可是给沐云留着的 秦晓天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再三询问听雨 废话 听雨低骂一声 再次祭出一枚灵器 乃是一面同静 哎 那只能对不起沐云了 听雨师叔 这可是 你要求换呢 到时候可别怪我 秦晓天叹息一声道 跟着伸手接过两件极品灵器 丢给了听雨一枚玉盒 听雨打开一看 果然是那一员太清单 大哥 听雨长老不会弄死我俩吧 噓 快走 漠然见 秦晓天和金胖子对话的声音 传入了听雨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 在金胖子的预见之下 急迟而去 这让听雨面色一惊 想到秦晓天的为人 虎曲猛的一阵 手指用力 立刻捏碎了一元太清单 一时间 从里面滚出了一枚 充满灵器的上清单 一时间 听雨终于明白 为什么秦晓天对局之时 非要自己先收了所有的资源 感情这个一元 太清单是假的 秦晓天 你居然坑老朽 老朽弄死你 假的 从一开始 这一元太清单 就是假的 那是秦晓天 在上清单上面 裹的一层外衣而已 以秦晓天的手段 造假一枚一元太清单 岂不是易如反掌 不但易如反掌 造假之后 只要不被捏碎 或者吞服 基本上就看不出来 这是假的一元太清单 当然了 秦晓天是想用 这假的一元太清单 去坑天仙阁的人 没有想到 天仙阁的人还没有坑呢 这清云和听雨 就先跳进来了 所以秦晓天心中一动 这才准备用二人练练手 果不其然 连这二人都没有看出来 数天之后 秦晓天在听雨的逼迫之下 只能答应听雨 若是沐云炼制出了一元太清单 保准被他拿一枚 听雨这才没有让秦晓天 交出两件灵器 当然了 听雨心中也是疑惑 秦晓天怎么能够云目混珠 秦晓天只能将这一切 推到了自己博览群书上面 当时听雨就脸黑了 想到之前被秦晓天打脸的事情 一时间 听雨居然放弃了追问 只是让秦晓天发誓 沐云炼丹 务必给他搞出来一枚 时光飞逝 转眼秦晓天一行人 距离玄天宗 只有九天的路程 当他们遇见飞行之时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位 神色慌张的修士 这修士看到秦晓天三人 面色一喜 立刻冲着三人冲来 同时口中高呼 前辈救我 道友救我 秦晓天三人眉头一蹴 刚要开口询问 却是看到一片黑云 冲天起 瞬间笼罩了此人身体 不 一道惨叫声 从这人的口中传出 跟着就听到一阵滋滋滋的声音 也就是一两个呼吸的时间 那黑云直接吐出一具干尸 瞬间消失不见 四 邪羞 秦晓天三人同时 倒吸一口冷气 那听雨更是脱口出 跟着就看到 听雨将二人挡在身后 同时寄出一把零件 你们两人电后 老朽去看看 听雨话音落地 身形一闪 遇见离开 秦晓天则是眉头青醋 凝视那具干尸 而金胖子却瑟瑟发抖 眼中充满了一丝恐惧 怕什么 就算是邪羞 只不过手段有些残忍而已 总归来说 邪羞也是人 既然是人 你有什么好怕的 秦晓天拍了一下金胖子道 那金胖子差点吓尿 毅然惊慌地盯着秦晓天 让秦晓天直摇头 你忘了 我是什么身份了 秦晓天冲着金胖子眨了眨眼道 那金胖子这才反应过来 秦晓天是先人转世啊 有些人给自己撑腰 自己拍个球 一时间 金胖子胆气也撞了起来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当然了 秦晓天应了一声 金胖子脚下一点重剑 立刻追着廷羽而去 不过那具干尸的除物袋 却是被秦晓天收走 姐姐姐 老东西 就凭你也想阻拦老子 老子直接吞了你的血肉 到时候便可以突破金胖七了 哈哈 刚刚飞出树里之地 秦晓天就听到一道恐怖的笑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远处 一位全身罩在黑袍之中的人 正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 盯着那已经晕死在地上的老者 死 听雨 当看到那晕死在地的老者 秦晓天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那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离去不久的听雨 秦晓天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听雨居然如此不济 这前后才几个呼吸的时间 居然就被人干晕了 就是金胖子看到晕死的听雨 也是身躯一颤 踏着重剑 就要逃走 连听雨都不是对手 他留下来找死不成 不过 秦晓天却是将金胖子拦住 金胖子看到秦晓天没有丝毫聚色 胆子再次壮了起来 但是 秦晓天的惊呼声 也是引起了那邪修的注意 当其看到秦晓天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 哈哈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秦晓天 金玉便是你的死期 这邪修大笑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冲着秦晓天喊道 秦晓天眉头一蹴 盯着这位邪修 心中没有想到 这邪修居然认识自己 你是 哈哈 秦晓天 今日就让你当一个明白鬼 老子云傲天 这邪修正是当初被秦晓天击败 然后离开了飞禹城的云傲天 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邪修居然是云傲天 是你 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 云无痕呢 秦晓天满脸都是惊讶之色 冲着云傲天喊道 可是在其眼中 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无而如今已经是圣子 不久将来 就会成为圣尊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秦国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今日你走没运 碰到了老子 老子刚好先杀了你 再去杀了你的老爹 哈哈 云傲天面色猙獰的喊道 最后想要秦晓天父子 都要死在自己手中 立刻得意的大笑起来 卧槽 这羊牛 圣子 圣尊 你俩不会离开飞禹城之后 就投身邪修 修炼邪功了吧 秦晓天嘀骂一声 从这云傲天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浓重的怨气 仿佛有很多人 不明不白地死在了 他的手中一般 秦晓天 修要在那里废话了 内命来吧 云傲天怒吼一声 双手掐绝 朝着秦晓天一指 一片黑云立刻呈现而出 在其指点之下 立刻画成了一道黑影 朝着秦晓天笼罩而去 看到这黑云 秦晓天眼中立刻抱射一道金光 跟着就看到 秦晓天寄出了那马桶盖 朝着那黑云猛的一砸 噗哧 那黑云应声而碎 云傲天也是发出一道痛呼声 果然如此 秦晓天口中嘀喝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盯着那云傲天喊道 云傲天面色一惊 仿佛没有想到 秦晓天一眼就看穿了 自己的手段一般 秦晓天 你知道又如何 凭你宁气气的修为 如何与老子斗 老子如今是筑基气大圆满 去死 云傲天怒吼一声 再次寄出一团黑云 朝着秦晓天笼罩而去 甚至这次在黑云之中 居然呈现了一副猙獰的面孔 正是那云傲天 胖子 将他的肉身轰爆 就在云傲天驾驭那黑云 朝着秦晓天吞噬而来的时候 秦晓天猛的一踹金胖子 口中更是大吼一声 那金胖子 立刻画成了一道轻影 瞬间就来到了云傲天的肉身旁边 提起重剑 狠狠地朝其头顶展露而去 云傲天大惊 没有想到秦晓天真的看出了自己的弱点 那一团黑云 猛的就要溃散 可是 一股恐怖的神念 瞬间就将那黑云禁锢了起来 不可能 云傲天惊呼一声 下一刻 只能眼睁睁地盯着自己的肉身 在金胖子的重剑猛劈之下 被劈成了两半 这还不算完 金胖子手起剑落 再次猛劈了几次 云傲天的肉身 直接断成了十数块 甚至祭出一团刚修炼成的火焰树 直接将其肉身化成了灰烬 啊 秦晓天 你找死 云傲天的肉身被毁 立刻怒吼起来 只可惜 被秦晓天强大的神念禁锢 根本无法一动丝毫 一时间 云傲天的脸上露出了恐惧之色 不可能 不可能 秦晓天 你不可能比我还强大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这辈子都无法知晓了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若是亭羽没有晕死过去 或许秦晓天会忌惮 现在亭羽已经晕死过去 区区一个云傲天 拿什么跟自己斗 不过 秦晓天也没有直接灭杀云傲天的神念 而是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 口中一字一顿 说出了让云傲天满脸都充满了恐惧之色的四个字来 搜魂大法 不 秦晓天 我去你大爷的 然而 这是云傲天留在这世上唯一的一句话 很快 在秦晓天的搜魂大法之下 云傲天直接被毁灭 而秦晓天也知道了具体事情的由来 原来 在自己拜入了玄天宗之后 云傲天和云无痕父子俩 担心被秦晓天算计 这才连夜搬出了飞雨城 原本二人想要进入秦国中心地带 可是二人没有想到的是 半路上居然碰到了一个名叫邪灵殿的邪修组织 二人在威胁之下 加入了这个邪灵殿 没有想到 在修炼了邪灵殿的功法之后 二人的修为水涨船高 尤其是云无痕 只用了三个月就突破了筑基期 半年时间就突破到了筑基期大圆满 这立刻被邪灵殿的殿主赏识 让其成为了众多圣子当中的一员 而修炼了邪宫的云无痕 性情变得更加残忍 在外出任务的时候 从来都是全灭对手 一时间居然被分派到了邪灵殿的分舵 成为了一名舵主 恰恰这邪灵殿的分舵 就在飞云宗的附近 从而才让飞云宗损失了不少弟子 这才引起飞云宗的注意 上次碰到的飞云宗赤脚长老 追踪的就是邪灵殿分舵的人 知道了这一切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凝重之色 因为在这云傲天的记忆当中 秦晓天还知道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邪灵殿准备铲除四大宗 如今邪灵殿正在准备 只要一切就绪 就会对四大宗发起总攻 原本以云傲天的地位 还无法知晓这一切 妖怪只能怪云无痕当上了这个舵主 才将这消息透露给了云傲天 如今却是被秦晓天得知 大哥我们发财了 这个老混蛋居然有数百万灵石 低级的灵器都有数十件 还有两件上品灵器 灵丹都有上百枚 这次我饿不到了 金胖子此刻呼喊一声 满脸都是惊喜之色 甚至话音落地 直接拿出了几枚灵丹吞了起来 但是秦晓天却是面色凝重 身形一闪 来到了听雨的身边检查了一番 发现只是晕死过去 这才放心下来 在一番施救之下 听雨这才悠悠行转过来 看到秦晓天立刻虎去一阵 小心那邪羞狠 不过听雨的话没有说完 却是看到金胖子身边一堆灰烬 上面还充斥着一股邪气 那邪羞被你们杀死了 是 不过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 这邪羞有组织 名叫邪灵殿 这个邪灵殿要对我们四大宗不利 什么 听到秦晓天的话 听雨面色一惊 立刻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秦晓天 你是怎么知晓的 秦晓天眉头一簇 露出一副为难之色 不过还是告诉了听雨 实不相瞒 我秦家有一法 名曰搜魂大法 搜魂大法 听雨听到搜魂大法 面色一惊 口中更是重复了一句 不过 秦晓天 此法有伤天和 最好不要使用 弟子知晓了 弟子只能说 尽量 听雨深深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这才摇了摇头 算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至于你和金胖子 先行离开 老朽要回飞云宗一趟 将此事告知 一路小心 听雨话音落地 丢给秦晓天一枚遇见 身形一闪 便直奔飞云宗而去 至于秦晓天和金胖子 也没有停留 直奔玄天宗而去 虽然秦晓天知道 这个邪灵殿分舵的所在 但是并没有告诉听雨 因为听雨知道 必然会通知飞云宗 而飞云宗 必然要去剿灭 这个邪灵殿的分舵 如此一来 这邪灵殿 必定会有所警觉 到时候想要剿灭 这邪灵殿 恐怕会难上加难 不如只是通知一下 有邪灵殿的存在 而且 这邪灵殿要针对四大宗 让四大宗警觉 皆是邪灵殿发起攻击之时 四大宗才会形成反扑 彻底剿灵邪灵殿 只是 秦晓天计划得很好 可是 这一切 真的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吗 又过去了数天的时间 秦晓天和金胖子 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玄天宗 一回来 秦晓天二话不说 将听雨留下的预解 交给了金云 金云看了一眼 面色大变 立刻将此事 通知了玄天宗的宗主玄天子 玄天子立刻派人通知了 飞凤宗和赤燕宗 至于听雨 在二十多天之后 这才回归玄天宗 一回来 就匆匆去了玄天子的所在 商议事情了 这二十多天 秦晓天和金胖子 一直待在了药园 与沐云一起练丹 什么上清丹 圆阳丹 筑鸡丹 还有法骨洗水丹 秦晓天炼制了一大堆 更是给了沐云数百万的零食 让沐云直接去采购了 一元太清丹的零财数十份 又是十数天的时间 一元太清丹 秦晓天足足炼制了数十炉 除了八炉炸了炉 其他居然都成功了 沐云看到上百枚一元太清丹 整个人激动的 都差点晕死过去 秦晓天则是千叮万主 让沐云千万不要透露丝毫 并且丢给了沐云十三枚 让他自己看着办 这才与金胖子匆匆离去 又是两日的时间过去 这一日 骄阳高挂 万里无云 玄天宗的山峰之上 立刻传来了三道壮中的声音 一时间 无论是外门弟子 还是内门弟子 皆都来到了广场之上 因为今日便是宗门大比的日子 同时也是定下参加四宗大比的人 一共十人 内门弟子五人 外门弟子五人 如此一来 只有排名前五的人 才能够参加四宗大比 能够看到 许多弟子皆都露出了期待之色 只有少数人 面色有些严峻 而他们都是排名前二十的人 但是 这些人却是在四处查看 仿佛在寻找什么 直到一道高呼声传来 立刻汇聚了所有人的目光 哇 这么多人 难道是在迎接我这个小杂役吗 秦晓天 你能不往自己脸上贴金吗 来人正是秦晓天和金胖子 众人看到秦晓天那一副趾高气扬 目中无人的样子 心中就有气 就是啊 真当自己是我玄天宗第一高手了 且不说三位常坐的清传弟子 就是在内门弟子当中 你恐怕都未必是第一 一时间 众人立刻嘲讽秦晓天 而且是一致性的 全都在嘲讽秦晓天 仿佛只要是秦晓天出现 就如同那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臭虫 滚出我们玄天宗 还我们玄天宗一片蓝天 老鼠人人喊打 你就是那过街的老鼠 秦晓天一阵无语 就是那灵飘然 也在人群之中眼嘴轻笑 无知的人们啊 本少是来搭救你们的 秦晓天邪逆众人 露出一副 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样子 冲着众人喊道 跟着脚下一点 居然直接跃上了高台 今日宗门大比 因为诸位长老有要事在身 所以由本少来裁定 当秦晓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立刻引来了众人的不满 一个个露出愤怒之色 盯着秦晓天 你算了什么东西 不过是臭虫老鼠而已 凭什么大比由你来裁定 就是啊 就算是裁定 也轮不到你啊 你一个小杂役 有什么资格 众人一阵鼓动 见过不要脸的 没有见过秦晓天 这么不要脸的人 然而 当秦晓天伸手一挥 五眉助鸡丹 立刻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四 助鸡丹 当众人看到五眉助鸡丹的时候 一个个都惊呼出声 他们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拿出了五眉助鸡丹 这就是本少的资格 五眉助鸡丹 内门弟子只要排名前三 外门弟子只要排名前二 这助鸡丹就会发放给大家 看到众人的神色 秦晓天很是满意 伸手再次一挥 五眉助鸡丹立刻收了起来 这可是本少花费了五百万零食 为大家购买的助鸡丹 要求只有一个 我 金胖子和我的未婚妻林飘然 不需要参加比试 直接位列前五 秦晓天话音落地 扫了一眼众人 看到众人露出一副为难之色 秦晓天再次开口道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不要 我们三人也可以参加比试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前五 我们三人要定了 霸气 嚣张 这一刻的秦晓天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狂霸之气 将众人震撼在当场 秦晓天并非是在跟众人商议 而是通知 非但如此 秦晓天还在告诉众人 参不参加 自己都会进入前五 只不过 让自己参加大比 那就对不起了 助鸡丹没有 我同意 维兄也不需要这助鸡丹 可以将助鸡丹 让给排名第三的人 但是这个名额 唯兄要一个 这一刻 泽锋立刻呼喊一声 同意了秦晓天的提议 随同泽锋的呼喊 一股助鸡丹的气息 立刻在泽锋身上散发而出 众人心中一惊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当他们想到泽锋之前 从秦晓天手中 得到了一枚助鸡丹时 一个个变得更加激动起来 恭喜泽锋师兄 突破助鸡丹 我也同意 我这助鸡丹 可以让给排名第四的人 这时 林飘然也是喊道 同样的 在其身上散发出一股 助鸡丹的气息 众人心中再次一惊 哈哈 不愧是本少的女人 就是与众不同 秦晓天再次喊了一声 让林飘然一阵恶寒 不过那双颊却是羞红 更是狠狠地白了一眼秦晓天 该死的 好白太让猪给拱了 众人看到 一个个心中低骂一声 毕竟林飘然可是玄天宗公认的美女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样一位美女 居然被秦晓天勾引到手了 唯独那悬崖 此刻面色漆黑 因为排名前三的人当中 唯独他没有突破助鸡七 这让其心中很是不爽 对秦晓天的恨意更浓 不过 这对于悬崖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只要让出四个名额 那自己就有希望得到助鸡丹 到时候便可以突破助鸡七 我也同意 果然 悬崖为了自己未来考虑 还是同意了秦晓天的提议 哪怕他心中恨死了秦晓天 倒是秦晓天露出一副 果然如此的神色盯着悬崖 仿佛早就猜到 悬崖会同意一般 如此一来 有了泽风 林飘然和悬崖的支持 其他人想要反驳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还有谁不同意吗 秦晓天高呼一声 果然 众人不再搭话 很明显 已经默认了秦晓天的提议 不过 就在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悬崖却是高呼一声 为兄要一个名额 有谁不同意吗 悬崖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冲着众人喊道 自己不是悬崖的对手 然而 在那玄天宗的四风之上 玄天九子却是露出了震撼之色 尤其是那天灵子 眼中透出一股羡慕 极度恨的神色 盯着那高台之上的秦晓天 该死的 这个秦晓天到底是什么来头 居然拥有这么多猪忌蛋 据为兄所知 这次秦晓天随着廷宇长老 去了一趟飞云宗 那是大有收获啊 就连我们九人的零食加起来 恐怕都没有人家多 我也听说了 这个秦晓天 居然赢了飞云宗弟子 数千万的零食 听到这消息 差点没把我吓死 数千万零食啊 该死的 这个秦晓天 就是一个爆发户 不知道走什么大运 居然让他给赢了 天灵子失地 恐怕你是担心 诸位失地突破住击器之后 要碾压你一头吧 胡说 我天灵子是那样的人吗 就是那样的人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这让天灵子面色胀红 恨不得现在就冲下去 跟秦晓天抢夺一枚住击丹 行了 都专心修炼 三个月后的四宗大比 若是你们给我们丢人 看我们怎么惩罚你们 就在这时 三位掌座皆都出现 尤其是玄光子 话音落地之时 直接丢给了天灵子 一枚住击丹 赶紧去突破住击器 免得在那些内门弟子面前丢人 天灵子接过住击丹 面色一喜 立刻冲着玄光子一败 这才匆匆离去 而那玄灵子 却是冲着一位弟子喊道 这个秦晓天 有他的地方 就没有安宁过 天云子 你去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 在玄天宗 并非是他说的算 弟子领命 天云子应了一声 脚下一点 直奔那高台而去 临近高台 天云子立刻嘀喝一声 哼 谁人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扰乱宗门大别 是天云子师兄 天云子师兄来了 众人看到天云子到来 一个个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眼中透出一丝细虐之意 盯着秦晓天 很明显 天云子到来 就是为了镇压秦晓天来的 今日得见 天云子师兄 果然玉树临风 潇洒涕躺 实乃人中龙凤 比起那天 灵子师兄 强上百倍 听到众人的呼喊 秦晓天立刻露出恭敬之色 冲着天云子奉承道 这让刚刚落在了高台上的天云子 神色一恶 伸手不打笑脸人 秦晓天还如此奉承自己 让自己如何教训他 不过 师尊发话了 要打压一下秦晓天 自己当然不能违背使命 你就是秦晓天 天云子眉头一挑 邪逆秦晓天 正是小弟 你在扰乱宗门大笔 哪个我妈蛋在那里胡说八道 小弟明明是为了诸多师兄造福 怎么能够说小弟扰乱宗门大笔呢 秦晓天听到天云子的话 立刻怒喝一声 露出一副公正言明的神色 仿佛在说 自己从来不会迅思一般 哦 那刚才怎么有师弟向为兄汇报 你正在用助机单在收买人心 要直接进入前三的名额 师兄 冤枉啊 小弟一心想要为了诸位师兄造福 这不 拿出五枚助机单来奖励排名前几的师兄 至于收买人心 更是谈不得了 你看林飘然师姐和泽峰师兄 他们二人已经是助机器 就算是参加大笔 恐怕也没有人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再看我和金胖子 之前试炼就是排名前三 师兄觉得 有谁能够比得上我们俩的 还有悬崖师兄 那实力是有目共睹 小弟为了节省时间 让诸位师兄师姐修炼 这才提议 内门弟子不需要进行比试了 大家也都一致同意了 秦小天仿佛早就知道 会有人来给自己屎半子一般 那措辞早就准备好了 说出来头头是道 就是众人和天云子听到 都是一愣一愣的 不对 为兄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呢 天云子突然间喊了一声 跟着稍微一思考 就想到了不妥之处 但是还没有开口说话 就被秦小天打断 师兄 这是五枚助机单 还请师兄当一个见证 到时候奖励给诸位师兄师姐 秦小天话音落地 就将五枚助机单 直接塞在了天云子的怀中 天云子刚要拒绝 嘴角却是猛的一抽 眼睛更是金光一闪 那个啥 这五枚助机单 为兄就暂时帮你保管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那为兄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大笔开始吧 你好好主持 为兄去去就来 天云子话音落地 带着五枚助机单 直接腾空而起 朝着风顶冲去 秦小天盯着天云子离去的背影 嘴角微微一翘 大手一挥 大笔开始 有没有人挑战悬崖师兄的 一时间所有人都傻眼了 他们不知道天云子师兄 咋个回事 任谁看都认为 天云子师兄 是来惩罚秦小天的 可是却雷声大 雨点小 不过 天云子都这样说了 大笔还要继续 一时间 居然无人挑战悬崖 悬崖就这样 获得了前五的名额 至于天云子 回到了风顶 直接跪在了旋灵子的面前 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冲着旋灵子喊道 师尊 弟子让你失望了 请师尊责罚弟子 你呀 这是痴人的嘴短 男人的手短 玄灵子大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天云子道 只不过 那脸上却是露出 一副古怪的神色 其他妻子听到 立刻露出一副 惊讶的神色 盯着天云子 啥玩意 天云子失地也沦陷了 天云子一听 立刻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伸手一翻 一枚灵丹出现在了手掌之上 你们说 有了这玩意 我能不沦陷吗 嘶 一元太清丹 妻子同时惊呼一声 因为天云子手中的灵丹 正是一元太清丹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用一元太清丹 来贿赂天云子 该死 这个秦晓天 简直就是大手笔啊 咦 你们看这是什么 就在妻子惊讶的时候 一人立刻指着天云子手中的 一元太清丹 喊了一声 唉 世人往往都被眼前的利益 蒙蔽的双眼 真正看清楚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都是一场空 就在这时 玄灵子突然间叹息一声 这话让天云子心中猛的一突 再加上一位师兄的呼喊 一股不祥的预感 立刻充斥心头 只见天云子 朝着那一元太清丹上面 看去 只见在那一元太清丹 上面刻着一行小字 反请天云子师兄 将此丹交给天宇长老 秦晓天 我去你大爷了 老子拍不死你 天云子顿时间就怒了 立刻大吼一声 就要冲下去教训秦晓天 可是却被玄灵子拦住 哼 你还有脸下去 教训那个秦晓天吗 还不将此丹交给天宇失职 然后回去面壁思过 我 弟子遵命 天云子满脸不甘之色 带着一元太清丹直接离开 嘴中还嘟囔着 秦晓天 你给老子等着 别看你现在闹得欢 将来跟你拉清丹 这个秦晓天 太鸡贼了吧 看来以后要离这个小子远点 免得给我们卖了 我们还在帮他数钱 剩下的六子口中喃喃道 而玄灵子三人看向六子的时候 这六子皆都摇头晃脑 生怕下去教训秦晓天不成 反被秦晓天坑了自己 唉 这个秦晓天也是一个妖念 玄灵子看了一眼玄光子和玄弟子 口中喃喃一声道 师妹 若是实在气不过 为兄过去帮你出气 玄弟子拍了拍胸口道 那玄光子也是站出来 同样对着玄灵子喊道 没错 师弟也义不容辞 敢惹师姐生气 那就该收拾 一时间 玄灵子白了一眼玄弟子和玄光子 而那六子则是眼嘴偷笑 眼中透出一副深意之色 算了 受了这个小子五眉蛀鸡蛋 也算是惩罚了 玄灵子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众人身形一闪 皆都消失不见 至于宗门大笔 很快结束 排出了名次之后 众人都在望着秦晓天 秦晓天却是偷偷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望着那三丰之上 露出一副无语之色 该死 本尊居然也有被坑的时候 我的五眉蛀鸡蛋啊 天杀的天云子 别再让本少看到 再次拿出了五眉蛀鸡蛋 秦晓天心疼的嘴角直抽 恨不得杀上三丰 找那天云子算账 这一场大笔 直接帮助玄天宗 造就了五位铸鸡蛋的高手 尤其是那悬崖突破的时候 更是仰天长笑 生怕别人不知道一般 至于秦晓天 原本想要与林飘然多聊聊 林飘然却直接给了秦晓天 一个白眼便离去 不过离去之前 秦晓天硬塞给林飘然 一枚法骨洗水丹 林飘然当时就惊呆了 完全不知道 秦晓天到底从哪里 搞到的这么多几品灵丹 要知道 沐云只不过是七品丹师而已 秦晓天在林飘然的逼问之下 只能告诉林飘然 这是用几百万灵石买的 林飘然这才将信将疑 接受了灵丹 不过 最后还是给秦晓天丢下一句 我真的看不懂你了 便踏空而去 大哥 人家都是助击期了 我咋办 回到了杂役处 金胖子满脸苦涩的喊道 不过 秦晓天却是眉头一簇 胖子 难道你不觉得 以宁气期胜过助击期 这样的胜利 才让人激动吗 万一 没事 有本大仙在 你觉得有万一吗 秦晓天话音落地 就听到金胖子 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金胖子的磨练 再次开启 在秦晓天两个月的疯狂磨练之下 金胖子的铁布衫 直接达到了圆满的程度 金中照更是达到了大成的境界 两者相辅相成之下 威力暴增数倍 甚至秦晓天喊来了泽锋试验 金胖子的金中照 足足硬挺了泽锋石书掌 全力攻击都没有崩溃 这让泽锋嘖嘖称奇 想要跟着秦晓天修炼 可是看到金胖子惨叫的模样 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任凭秦晓天怎么挽留 泽锋愣是离开了 不过 剩下的时间 秦晓天也是与金胖子 经过听语的特许 进入藏经阁 再次挑选了道法 不但如此 秦晓天更是将 不灭身体的修炼法诀 传授给了金胖子 并且千叮万柱 千万不可透露 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一时间 金胖子修炼的速度 更是一日千里 只不过 那消耗的速度更加快了 还好 秦晓天炼制了不菲的灵丹 让金胖子 始终保持最佳的状态 至于秦晓天自己 也没有打算突破住机器 就好似之前说的 以弱胜强 那样才有成就感 所以 秦晓天这三个月 除了修炼善嘴神通 便是修炼了一种 名叫乾坤剑阵的法术 这乾坤剑阵一旦施展 便会化成万千飞剑 经久不息的攻击对手 不死不休 算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剑阵 为此 秦晓天还付出了一枚一元太清单 才跟廷宇换得 并且又从廷宇那里 搞到了一把极品零剑 这乾坤剑阵 最少需要三枚零剑 才能够组成剑阵 而三枚零剑 只能够施展出 三九二十七次攻击 若想让这乾坤剑阵的攻击 经久不息 唯有凑齐九九八十一枚零剑 而且需要九组 就算是凑齐了 想要全部施展出来 没有原因期的神念 也不可能 不过 玄天宗的人不可以 秦晓天却是可以啊 毕竟秦晓天的神念 那可是十分庞大的 虽然赶不上曾经的神念 但是也有三成保留下来 所以 秦晓天才会选择这乾坤剑阵 而且配合这乾坤剑阵 还有一套身法 名曰乾坤大挪移 两者相辅相成 配合施展 威力倍增 与金胖子的铁布山金中 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把灵剑 目前已经足够秦晓天使用 再加上这三把灵剑 都是极品灵器 威力可想而知 当这三个月 秦晓天修成了乾坤剑阵 和乾坤大挪移之后 施展出来 威力直接炸锅 三丈的侵蚀 轻松被秦晓天 穿透了27个窟窿 这样的威力 看得金胖子都连连咋舌 直呼不可与秦晓天立敌 三个月的时间 过得很快 在这三个月当中 邪灵殿的人 居然也销声匿迹 仿佛在做最后的准备一般 也就在四宗大比的前一日 秦晓天和金胖子 居然被婷宇带走 直接来到了玄天宗的大殿 当看到玄天子四人 皆都在场的时候 秦晓天心中一灵 秦晓天 还不拜见宗主和三位长座 不怕本长老揍你们吗 婷宇看到二人的样子 立刻嘀喝一声 秦晓天和金胖子 这才恭敬一拜 秦晓天 金胖子 拜见宗主 拜见三位长座 婷宇师弟 不得无礼 好歹你这个太上长老 也是人家赐给你的 你这样以大欺小 岂不是让人寒心 宗主明见 弟子和胖子 自从入门以来 时常被婷宇偿 不 被婷宇太上欺凌 至今我们俩还是小杂役呢 请宗主为我们做主啊 秦晓天 你 哈哈 本宗说什么 这个秦晓天鬼精正呢 想要从他身上捞到好处 必须要付出双倍的代价 玄天子大笑一声道 三位长座 也是面带笑容盯着秦晓天 只有那听语 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晓天 这才转身离去 宗主 好歹弟子 也帮助玄天宗 增加十二位住击器的高手 更是造就了三位太上 难道宗主 就不表示一下吗 好歹给弟子来一个 终身荣誉弟子 所有玄天宗弟子见到 都要跪拜之类的 当然了 极品零件啥的 越多越好 毕竟弟子可是付出了 全部家当啊 上亿的零食啊 你这小子 宗主师兄不过 刚放出话来 你就顺着杆子爬 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 哇 长座简直貌如天仙 赛过貂蝉 比过西施 不过以弟子看 长座 貌似还有手工杀在身 告诉弟子 哪个混蛋 居然耽误了 长座开支散叶 弟子直接去削死他 秦晓天之前 还露出一副谄媚之色 不过越说越是气氛 最后全身怒火生疼 杀鸡更是爆发而出 大有一副 要为玄灵子 长座出头的架势 这让在场的四个人 全都愣住了 不过 在玄天子三人的眼中 却是露出一副愧疚之色 看了一眼玄灵子 玄灵子也是一阵苦笑 你这个小子 没大没小 该打 玄灵子只能瞪了一眼秦晓天 不过秦晓天 却是露出一副乖巧的神色 长座 要不弟子给你当儿子吧 死 这一刻 不但是玄天子三人 倒吸一口冷气 就是金胖子 也倒吸一口冷气 尤其是金胖子 知道秦晓天胆大 可是没有想到这么胆大 居然战场坐得便宜 秦晓天 信不信本宗 直接逐你出师门 一股灵力的气息 在玄天子身上爆发 甚至玄弟子和玄光子 也散发出一股愤怒的气息 三人的气息 瞬间笼罩了秦晓天 娘 他们欺负我 然而 让玄天子三人 和金胖子吃惊的是 秦晓天居然直接 扑进了玄灵子的怀中 开始撒娇起来 尤其是那一声娘 喊得玄灵子身躯一颤 哼 玄天子三人立刻掩气息鼓 哪里还有刚才 半点凶恶的气息 金胖子看到 立刻冲着秦晓天 竖起了大拇指 口中下意识地喊道 大哥牛 看到漂亮妹妹就喊媳妇 看到漂亮长辈就喊娘 小弟服了 不过 金胖子话音落地 同样扑进了玄灵子怀中 娘 你不能只疼大儿子 不疼小儿子 你妈 绕是三位大佬定力再好 也是忍不住爆出粗口 他们算是见识了 秦晓天和金胖子的无耻了 好好好 都是为娘的好儿子 既然是为娘的好儿子 那玄天宗以后的繁荣 可都叫在你们二人的手中了 玄灵子大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玄天子三人 这才冲着秦晓天和金胖子说道 一时间 玄天子三人 立刻冲着玄灵子 偷偷竖起了大拇指 娘放心 孩儿在 玄天宗就在 没错 孩儿是与玄天宗共存亡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立刻也喊了一声 再起看来 秦晓天不死 玄天宗就在 玄天宗在 自己就不会死 好奇怪的理论 有你们这句话 为娘就知足了 这令牌你们拿着 从今日起 你们就是玄天宗宗主 清传弟子了 万事都要以玄天宗的荣誉为己任 将玄天宗发扬光大 玄灵子说着 容不得二人拒绝 直接将两枚令牌 交给了秦晓天和金胖子 娘偏心 大哥的是玉的 为啥我的是金子的 金胖子立刻翻看了令牌 当看到两枚令牌的不同 立刻询问一声 这倒是让秦晓天眉头一簇 只见自己的令牌之上 一面刻着哨字 一面居然刻着宗字 居然是少宗主的令牌 坏了 完大了 秦晓天立刻意识到了不妙 心中暗道一声 就要将令牌塞给玄灵子 只可惜 玄灵子记高一筹 一句话就给挡了回去 你大哥是兄长 自然是玄天宗的少宗主了 你大哥只要不死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娘 您 您的山头有漂亮姐姐吗 秦晓天无语 而玄灵子四人 却是笑盈盈地看着秦晓天 仿佛就在等着这一刻似的 这让秦晓天心中无奈 果然三个臭皮匠 顶上一个诸葛亮 自己终日打咽 还是被咽着了 娘 咱们家山头 有漂亮的姐姐吗 然而志在四方 岂能被儿女思琴拖累 你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带领玄天宗弟子 让玄天宗发扬光大 你娘说的对 现在咱们玄天宗就很困难 买灵丹的零食都没有了 把你的零食贡献出来 一解宗门燃眉至极 对啊 四宗大比 你总不能看着玄天宗丢人吧 毕竟你是玄天宗的少宗主啊 大哥 我怎么感觉你掉坑里了 金胖子脱口出 立刻引来玄灵子的不满 只见玄灵子抓住金胖子的衣领 直接丢出大殿 将这胖子先送回杂役处 娘 不要啊 金胖子大喊一声 那声音凄厉 传遍了整个宗门 让那些弟子 一个个露出傻眼的神色 心中猜测 金胖子口中这个娘是谁 还是说金胖子在骂娘呢 你们太黑了 坑人不带这么坑的 都是为娘的孩 让为娘坑坑又如何 玄灵子话音落地 直接按住了秦晓天的肩头 跟着就看到玄天子三人不振 将秦晓天封印在其中 不要抵抗 否则变成痴儿 为娘可不负责 一时间 玄灵子的神念 立刻侵入了秦晓天的脑海 开始查看秦晓天的记忆 只可惜 以他的修为 如何跟秦晓天斗 别说查看秦晓天先帝之时的神念了 就连炼丹的事情 都是假的 身份没有任何没问题 玄灵子传音道 玄天子三人听到 脸上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跟着就听到大殿之中 传来六道壮中的声音 封 秦晓天为玄天宗宗主 清传弟子 执掌杂役处 封 金胖子为玄天宗宗主 清传弟子 执掌杂役处 当这封命传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 一跃成为宗主清传弟子 更没有想到 二人居然还是执掌杂役处 这风来风去 二人不还是一个小杂役 要受到所有人欺压吗 不理解 不明白 但是他们心中却是知晓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不能惹了 人家背后有宗主荡套山了 不是东西 太不是东西了 至于秦晓天 此刻却是在回到杂役处的路上 这一路 秦晓天都在大骂 因为自己身上的灵石 灵丹 灵器 皆都被玄天子四人搜刮走了 总价值超过了五千万灵石 现在留给自己的 只有三枚极品灵箭 和一枚马桶盖了 当秦晓天回到了杂役处 这才四处张望了一下 跟着从嘴里吐出一枚储物戒指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哼 你有纵云梯 我有张良记 就你们几个小娃子 想要坑本尊 还是太嫩了 秦晓天口中冷哼一声 这储物戒指 是之前回到宗门时买的 怕的就是被人坑 大哥 怎么样 被坑了多少 金胖子看到秦晓天回来 立刻询问起来 仿佛早就知道 秦晓天会被坑一板 不多 就区区五千多万灵石而已 我操 他们太黑了吧 金胖子喊道 五千万灵石了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灵石 无妨 都是一些身外之物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一双冷目望着远方 口中再次喃喃一声 现在最主要的是 如何应对邪灵殿的袭击 邪灵殿 一个神秘的组织 凡是加入邪灵殿的人 多为心术不正之人 例如云无痕和云傲天父子俩 此刻 在秦国境内 一处深山之中 邪灵殿的老巢便在此处 能够看到 这邪灵殿并没有多么宏伟 反而十分的简单 一座大山 不高 只有万丈左右 在这大山之上 到处都是洞府 这些洞府四通八达 仿佛风潮 在这大山之上 笼罩了一层毒杖 这毒杖常年不散 甚至连烈日都无法穿透 能够看到 在这蜂巢一般的洞府深处 连接着一处空旷的 足有数千丈的空间 在这里 树立着一尊 足有百丈的雕像 这雕像漆黑 面色猙獰 左手抓着一枚骷髅头 右手抓着一条毒蛇 显得阴森恐怖 在那雕像下方 便是一枚足有十丈的椅子 这椅子乃是枯骨制成 此刻上面正坐着一位 全身罩着黑袍的人 那黑袍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胸口之上 修着一尊邪神 在其下方 足有百人 分战两旁 此刻一人正在汇报着 启奏尊主 四宗已经出发前往大笔地点 皆有一位金丹七高手 和四位住击七大圆满长老带领 弟子人数不多 也就二十多人 有一大半是住击初七和中七 好 退下吧 在那骷髅椅子上的尊主大手一挥 那人立刻退下 诸位长老 圣子 你们有何良策 属下认为 我们应该兵分五路 四路只取四宗 一路只取大笔之地 到时候通通镇压 入我邪灵殿者 种下邪根 不入者 杀无赦 属下负义 属下也负义 好 既然大家都这样认为 那就由四大护法 各自率领十位金丹七长老 二十位圣子 只取四大宗 本尊带领一队 只取大笔之地 这一次 我们邪灵殿必须成功 不准失败 只有我们打赢了这一仗 以后才能在邪宗之中立足 而且 这一次并非只有我们秦国 展开清剿行动 就是数百个国家 都在清剿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 所以 邪神大人很看重这一次行动 哪一个国家的人 做得漂亮 将会受到邪神大人亲自封赏 就算是成为一宗之主 也是可能 邪神威武 一统天下 尊主霸气 千秋万代 一时间 诸多人皆都高呼起来 那尊主更是起身 大手一挥 出发 这一次必然要拿下四宗 很快 这尊主带领邪灵殿百味骨干 分成五队 坐着一座巨大的传送阵 直奔四宗所在而去 至于此刻的秦晓天已经整装待发 由玄灵子带队 听子被长老跟随 齐刷刷地坐上玄灵子祭出的一枚青藤 直接欲空而去 娘好牛啊 这青藤不是宝气吧 秦晓天站在了玄灵子身后 双眼放光地盯着脚下 足有数十丈的青藤 给玄灵子传音问道 修士使用的法宝 分为许多阶层 有灵器 宝气 灵宝 这灵器算是制式装备 任何境界的高手都会使用 灵宝唯有结单七高手才能驾驭 但是却十分稀少 也唯有那些猿鹰老怪 才会经常使用 而这灵宝就十分惊人了 乃是元神才可以操控的 最低都是需要猿鹰七大圆满的人才能够操控 当然了 除此之外 还有仙气 仙宝之类的 那都是仙人使用的 而这些法宝 以秦晓天的神念 皆都可以操控 只可惜 秦晓天没有啊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说再多 没有这些法宝 秦晓天也是干瞪眼 眼力倒是不错 这确实是宝器 算是本 为娘的随身法宝吧 好东西啊 要是孩儿也有一件就好了 秦晓天露出一副羡慕之色道 那玄灵子一阵无语 天儿 不要耗高无远 这宝器 只有结单七的高手才能驾驭 如果你是结单七高手 为娘送你都不是问题 可是你现在连住击七都不是啊 这 孩儿不屑突破而已 否则孩儿早就突破了 您知道的 孩儿有这个资本 那为什么不突破 要做人上人 秦晓天直接说出了这五个字 玄灵子则是露出一副亚瑟盯着秦晓天 眼中投去了询问之意 想要做人上人 那就必须同境界无敌手 更可以倚若胜强 所以 孩儿的目标是 久坐基台 好小子 为娘没有看错你 你果然非时钟之物 为娘祝愿你能够做到 若实在做不到 为娘也不会看不起你 嗯 这也太小看孩儿了吧 不出意外 这次大笔结束 若是不出现问题的话 孩儿就会选择突破 秦晓天说着 伸手一番 一枚玉盒出现在了玄灵子的面前 那玉盒打开了一道缝隙 玄灵子看到里面三颗灵丹时 立刻惊呆了 好小子 你居然还私藏如此灵丹 为娘还是小看你了 孩儿的私藏多的是 只不过不告诉你们罢了 秦晓天黑黑一笑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道 跟着牧师前方 因为他已经看到 在那远处的一座大山之上 站了不少人 正是其他三宗之人 不但如此 秦晓天还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青云 天蚕 天蜂 和天蕴等人 而他们也同样仙道了自己 脸上露出一副怒色 要知道 天蚕可是损失惨重 那天蜂也是损失几百万灵石 那天蕴同样损失了两件上品灵器 价值也是不菲 秦晓天更不用说了 直接损失两件几品灵器 所以看到秦晓天 如同仇人一般 分外眼红 只不过 当三宗之人看到玄灵子带人前来 那些弟子一个个脸上露出一丝亚色 因为除了秦晓天 五人是宁气器之外 剩下的人居然都是筑机器 玄灵子道友 多年不见 你居然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那么美丽 这时 一位全身穿着红袍的老者 一跃而起 来到了玄灵子面前 满脸笑容 带着一丝爱慕之意 冲着玄灵子说道 赤虎 你倒是苍老了许多啊 玄灵子倒是不客气 话语之中带着一丝火药味 呛得赤虎满脸尴尬 哈哈 玄灵子道友还是那么火辣 老朽为你守身一百多年 难道就不能让老朽得偿所愿 对于如此不要脸的赤虎 玄灵子有些感冒 一时间眉头青醋 居然无言以对 不过 就在此刻 一道低喝声 却是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臭不要脸的 离我娘远点 否则小爷让你当太监 什么 你有孩子了 赤虎并没有发怒 反而惊呼一声 你什么时候嫁人了 我怎么不知道 赤虎说着 看了一眼玄灵子 又将目光投在了 那挡在玄灵子面前的 因为秦小天跟玄灵子长得完全不像 而且 一位金丹七高手 与人结成道理 那必然会让天下人知晓的 他并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哼 玄灵子冷哼一声 眼中透出一股冷意 让那赤虎一阵尴尬 哈哈 既然我们四大宗的人都到齐了 那就准备大笔吧 毕竟这一次的大笔非同小可啊 小天 回来吧 玄灵子轻唤一声 看向秦小天的眼神 充满了暖意 不管秦小天是真是假 关键时刻能够挡在自己面前 这让自己心中真的很暖 娘 都怪孩儿修为不济 否则非要一巴掌 直接拍翻他不可 行了 为娘知道你的心意了 玄灵子笑道 跟着收了青藤 面带一丝严肃之色 带着秦小天一赶人 来到了其他三宗的对面 玄灵子拜见三位道友 一时间 玄灵子与其他三宗的大佬寒暄起来 而秦小天 这才查看了一下 四周等我景象 此地算是一处绝佳的鄙视之地 四面环山 不多不少 刚好四座 在这四座大山中央 形成了一个盆地 恰好 在这盆地中央 也有一座大山 只不过这大山被人斩去了一段 比起四面 等我大山矮了万丈左右 而那被斩断的大山 刚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台 这平台足有数丈方圆 可能经过四大宗修整 地面全部铺设了巨大的花岗岩 在这花岗岩之上 雕刻着古朴的花纹 明显被人加持过 恐怕筑基器的高手 也无法损坏 平台四周 则是围着一根根巨大的铜柱 铜柱上面 同样刻着古朴的花纹 一共八枚 八枚铜柱之间 则是拴着手臂还粗的铁链 大约过去了半刻钟 四位金丹七的高手 应该是商议完毕 此刻各自回到了队伍之中 带着门下弟子 分别飞向了四座大山之上 而天日则是留在了平台之上 露出一副严肃之色 看到四宗已经准备好 这才阵臂高呼 各位道友 今日四宗大笔 分别由清传弟子 内门弟子 外门弟子 三组组成 梅组五人 胜者晋级 败者直接淘汰 这次大笔梅组的前三名 将会得到四宗奖励的灵丹和灵器 第一名更是可以得到中品灵器和助击丹 好了 多说无意 大笔开始 首先是外门弟子 请二十位参赛的弟子 现在出来抽签 很快 四宗二十位外门弟子出现 抽取自己的出场顺序 在一番疯狂的争斗之后 这第一名 居然被赤燕宗一位宁气气大圆满的小子获得 这差点让玄天宗的弟子骂娘 因为代表玄天宗外门弟子出战的 可是有两位助击器的弟子 这两人居然都败在了这个小子手中 不过 这二人虽然败了 可是在场的人都知道 这二人败得不愿 因为那赤燕宗的弟子 恐怕并非只是外门弟子这么简单 第一局 赤燕宗排名第一 玄天宗第二 飞云宗第三 飞凤宗第四 这是第一名的奖励 一枚助击丹和一件中品灵器 平日说着 伸手一挥 一枚玉盒和一把灵箭 飞向了那赤燕宗的弟子 被其稳稳抓在手中 各位承让 这头筹 就由我们赤燕宗摘得了 赤虎的脸上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冲着三宗大佬抱了抱拳道 至于那获胜的弟子 更是不客气 直接寄出助击丹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始突破助击器 第二场 内门弟子比试 第一名将会得到一枚法骨洗水单 和一件上品灵器 现在请参赛的内门弟子前来抽签 一时间 负责参赛的内门弟子 纷纷踏上了平台 秦小天和金胖子赫然在列 除了二人 还有林飘然 泽风 以及悬崖 只不过 秦小天和金胖子上场 却是遭到了众人的嘲讽 因为二十人当中 唯有他俩是宁气妻 尤其是天残 看到秦小天依然是宁气妻 脸上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邪逆秦小天 只不过那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恨意 看来玄天宗真的没落了 这次大比别说第二 恐怕第三都保不住了 不知道玄天宗怎么想的 居然让两个宁气妻的弟子出战 在那四风之上的三宗弟子 纷纷嘲讽起来 仿佛玄天宗 因为秦小天和金胖子出场 必输一般 然而 秦小天身为准至尊 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只见其嘴角一翘 一手掐腰 一手还指三风之上的三宗弟子 脸上露出一副狂傲之色 乱费什么 也不知羞耻 告诉你们 本少乃是杂役处统领 小心本少将你们统统镇压 啊 玄天宗的小杂役 哈哈 玄天宗是真的没人了吗 居然连小杂役都派出来了 小杂役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吧 哈哈 众人听到秦小天的话 立刻大笑起来 在他们眼里 不管秦小天是内门弟子 还是小杂役 那都是必输无疑 一群无知的东西 若是本少成了第一 要挑战你们三宗清传弟子 你们可感应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众人喊道 这 不符合规矩吧 天阳开口喊道 不过那赤虎看到秦小天如此嚣张 想起之前的事情 赤虎立刻高呼一声 江山带有阴才出 既然这位如此自傲 赤彦宗答应了 哼 本座也答应了 看到赤虎 玄灵子也是冷哼一声 硬了下来 而那飞云宗和飞凤宗的大佬看到 也只能答应 来吧 本少刚好是一号 那个不开眼的是本少对手 秦小天听到四宗皆都允许 心中一喜 跟着脚下一点 跳到了平台中心 冲着众人一喊 狂妄的小杂役 是这场鄙视的规则 救了你的命 随着一声怒吼 一道身影直接落在了秦小天的对面 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盯着秦小天 完全不将秦小天放在眼中 这人正是赤焰宗的一位弟子 秦小天看到 痴鼻一笑 今日就让你们知道 你们连玄天宗的小杂役都不如 话音落地 秦小天抬手朝着那人扇了过去 那人看到 满脸都是轻蔑之色 刚要再次嘲讽秦小天几句 却是发现 一股大力化成一只手掌 瞬间出现在了 让自己的耳畔 死 不好 快躲 赤焰宗的其他弟子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然而 为时已晚 这一巴掌 狠狠地扇在那人的脸颊之上 啪 噗哧 请客间 这位弟子的脸上 传来一道山嘴巴子的声音 脸颊之上呈现了一道五指扇 那身体更是被扇得朝着远处飞去 碰 破 这弟子狠狠撞在了铜柱之上 口中喷出一道烟红的热血 直接晕死过去 寂静 场面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然而 那三宗的金丹七大佬 却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盯着那得意洋洋的 秦小天河地上 晕死的赤焰宗弟子 奇怪 这手法怎要有些熟悉 该死 这是玄天老祖的山嘴神通 山嘴神通居然再现江湖 山嘴神通居然是山嘴神通 这扇嘴神通明明随着玄天宗老祖陨落之后 便销声匿迹了 没有想到 时隔几百年居然再次出现了 三位大佬脸上露出震撼之色 脸颊更有一种火热传来 仿佛这扇嘴神通扇在了他们的脸上一般 还有谁 不过 此刻的秦小天在一巴掌山菲那弟子之后 立刻还指三峰之上的弟子 露出一副嚣张之色喊道 一时间 三宗弟子皆都露出愤怒之色 一个个要冲到擂台 教训秦小天 不过却是被三宗长老拦住 小杂业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待会就弄死你 各位师弟给为兄揍死他 你们还真嚣张 不过本少还是奉劝你们一句 别惹我 秦小天听到三宗弟子的怒吼声 脚下一点 退到了一旁 让出了场地 不过却引来众人满是恨意的目光 接下来几场 都是三宗弟子在比 直到第五场终于轮到了悬崖 别说 悬崖还是有些底蕴的 在于对手厮杀了数百招之后 一剑将对方拍在了地上 赢了一场 第七场则是金胖子 那一身铁布山金钟罩 对手根本轰不开 最后在历劫之下 被金胖子反扑 为此 金胖子被众人好顿臭骂 更是冠上了一个缩头乌龟的名号 第九场则是林飘然 如同仙子一般的林飘然 几招下去 就将对手制服 立刻被三宗弟子奉为女神 这让秦小天心中十分不爽 将那些对林飘然有爱意的人 纷纷记在心中 准备有机会一一教训 不过 当林飘然下场 秦小天还是向着众人 宣示了自己的主权 将林飘然搂在怀中 立刻引来众人杀人一般的目光 第十场 则锋意外地遇到了强敌 二人大战了数百招之后 对对方一记大印 拍在了地上 遗憾败北 很快就进行了第二轮 林飘然 金胖子和秦小天胜出 悬崖遗憾败北 一时间 秦小天和金胖子 立刻受到了关注 任谁也没有想到 两个宁七七的小子 居然杀入了前五 金胖子尚可 毕竟那一身龟壳 只要人破不开 就是稳操胜算 至于秦小天 那就很轻松 谁来都是一巴掌直接放倒 想躲都躲不掉 直到第三轮 秦小天遗憾抽到了金胖子 金胖子只能让位 而林飘然 却是在一阵猛攻之下 取得胜利 而飞凤宗的一位弟子 则是轮空 直接晋级 这位师姐 出手吧 第四轮 林飘然轮空 秦小天则是对上了 飞凤宗的那位师姐 小天师弟 你可要手下留情哦 这位师姐露出一副娇柔之色 冲着秦小天 抛了一个魅眼 缓缓朝着秦小天走去 一时间 秦小天的神色 变得有些迷茫 林飘然看到 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因为此女施展的 乃是魅惑之法 自己明明提醒她了 她怎么还着了道 林飘然心中焦急的喊道 看到那飞凤宗的弟子 已经临近秦小天 步足丈许 那仙仙御守 已经朝着秦小天胸口按去 林飘然心中更是焦急 啪 眼看着飞凤宗师姐的御守 就要拍在秦小天胸口 秦小天的手突然抬起 拍在了这师姐的御腕之上 嘴角微微翘起 师姐 你这是喜欢上本少了吗 居然离本少这么见 看到秦小天 没有被自己的魅惑之法迷惑 这师姐面色一惊 想要退走 却是为时已晚 不要 这师姐惊呼一声 可惜秦小天的巴掌 已经拍在了她的腰间 直接将其拍的送出了平台 这力度恰到好处 没有让这师姐受到丝毫伤害 林飘然看到 这才放心下来 然而 看到那位师姐的时候 戴梅却是轻轻一蹴 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小天师弟 你这手 推不老实了 这位师姐双颊羞红 露出一副娇羞之色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这才脚下一点 纵身而去 这 秦小天一脸蒙圈 没有想到这师姐 最后居然来了这么一手 让她措手不及啊 尤其是看到林飘然 称怒之色 更是满脸苦笑 小杂叶 你敢当众不规矩 找死 就是 红霞师姐 岂是你能够染指的 众人听到那师姐的话语 尤其是看到那师姐回归之时 明显在轻轻抽蹄 立刻露出怒容 朝着秦小天怒吼起来 秦小天眉头一蹴 看了一眼那名叫红霞的师姐 眼中透出一丝冷意 秦小天没有想到 这红霞居然因了自己一道 很好 真的很好 秦小天口中低贺一声 跟着那目光看向了林飘然 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轻者自轻 不过小弟想要让师姐自动认输 听到秦小天的话 林飘然神色一动 尤其是感受到秦小天身上 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林飘然点了点头 我信你 我认输 林飘然先是朝着秦小天应了一声 这才冲着听日等人高声喊道 自动认输 而秦小天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若是林飘然对她露出丝毫怀疑之色 秦小天都会选择放手 可是 林飘然居然选择了无条件相信 这让秦小天很是感动 直接一步上前 拦住林飘然的腰间 在其额头轻轻吻了一下 惹得林飘然面红耳赤 白了一眼秦小天 不过 秦小天温柔甜蜜的话语 却是传入了林飘然的脑海之中 你信我 此生我绝不负你 秦小天话音落地 双手轻轻一送 将林飘然送出了平台 跟着目光一灵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扫视众人 小杂役 看什么看 真的认为获得了大笔第一名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 没错 再敢露出这样嚣张的神色 信不信老子挖了你的眼 立刻 在秦小天的冷目之下 三宗一些自认为无敌的弟子 冲着秦小天喝道 尤其是那些三宗的清传弟子 更是充满了嘲讽之色 不要跟他废话 他刚才不是说要挑战我们吗 老子这就让你知道 你一个小杂役 跟我们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随着一道怒喝声传来 飞云宗的一位清传弟子 立刻踏空而来 甚至人未到 已经双手掐绝 朝着秦小天隔空一按 一尊大手印 立刻袭向了秦小天 本少说了 真的别惹我 然而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众人喊道 跟着那手掌猛的一扇 一股无形的力量 瞬间删出 啪 噗哧 这一巴掌 直接将那飞云宗的那位清传弟子 扇得口喷献血 倒飞而去 本少说了 你们真的 别惹我 别惹我 好狂妄的话语 好嚣张的自信 众人虽然被秦小天 这一掌扇得有些蒙圈 可是听到秦小天的话语 众人的怒火瞬间生疼 一个个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秦小天 你太狂妄了 小杂役 你算个什么东西 接我一招 老子一掌直接送你归西 众人不断怒吼 更有人冲杀而来 秦小天全身爆发出一股冲天的战意 那手掌再次猛地扇出 啪 噗哧 那冲来之人 瞬间就被秦小天扇飞 跟着就听到秦小天怒吼一声 一群只懂得乱废的东西 都来吧 今日本少毒战群全 秦小天 你找死 大家不要留守 直接弄死这个小杂役 一时间 秦小天直接激起了众人的怒火 纷纷杀向了秦小天 秦小天没有任何惧色 反而露出一股闭腻天下之威 冲着天日大手一挥 长老 你退下 弟子担心 但会见血在你身上 这 天日为难 担心秦小天不是众人对手 一时间没有退去 不过此刻玄灵子却是喊了一声 天日 你回来吧 天日无奈 只能嘱咐秦小天一番 这才飘身离去 秦小天 死 小杂役 那命来 一时间 足有数道身影 杀到了秦小天的身前 秦小天嘴角一翘 善嘴神通立刻施展 瞬间就扇出了数道巴掌 啪啪啪啪 一阵打脸的声音立刻传来 那最先冲向秦小天的几个人 立刻被秦小天扇了一个阵阵 将这几个人直接扇蒙了 善嘴神通果然不凡 曾经在玄天宗老祖的手中 就没有人能够躲过 现在落在这个秦小天手中 依然强悍如斯 云丰子 别在那里大放厥词了 你的弟子都要说了 赤虎听到飞云宗云丰子的话 立刻嘀吼一声 确实 飞云宗的弟子本就恨秦小天 这次又败北 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飞云宗的弟子是最先出手的 这个秦小天 不会得了玄天宗老祖的真传了吧 飞凤宗的凤灵子 也是露出一丝差异之色 询问云丰子和赤虎二人 这让云丰子和赤虎二人面色一愣 这个玄天宗的老祖 不会没死吧 云丰子下意识地说道 可是赤虎却是喊了一声 怎么可能 这玄天宗老祖已经消失三四百年了 就算当初他是金丹七大圆满 也就是千岁的寿元 岂能还活着 再说了 这个玄天宗老祖消失之前就有千岁了吧 如果没有突破原因期 恐怕早就陨落了 是啊 据我所知 这个玄天宗老祖消失之前 还被仇家追杀 估计是凶多吉少 听到赤虎和凤灵子的话 云丰子嘴角一阵抽搐 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老朽还记得 年轻奈会可是被扇了一巴掌 算啥 我被扇了两巴掌 虽然我没有被扇 可是却看到同门师兄被扇 那个年代 谁是玄天宗老祖的对手 当之无愧是四宗第一 三位大佬回忆当年 一个个都露出痛苦和神往之色 一方面痛苦自己被扇 一方面希望自己成为玄天宗老祖一般的存在 你们三个不要说了 邪灵殿冒死来了 就在赤虎三人聊的时候 玄灵子的声音传来 让这三人一惊 哼 这些邪宗的人终于来了 今日若是让他们逃跑一个 我赤虎一辈子不跟你提提亲的事 行了 别乱发誓 邪灵殿敢对我们四宗动手 必然有所依仗 再说了 看看我们这些弟子 凤灵子冲着二人传音道 这时二人才发现 自己带来的那些弟子 居然都倒在了地上 尼玛 灵儿 你们玄天宗出了一个妖孽啊 赤虎心有不甘的喊道 就是云丰子也是面色漆黑 一群饭桶 这次打笔 应该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还是按照之前的分配吧 凤灵子叹息一声道 宣布结果吧 只是不知道 这些弟子能有多少人回到宗门 凤灵子再次喊了一声 只不过那后半句 却是导出了心中的不忍 我宣布 大笔结束 秦晓天第一 这是奖励 很快 在玄灵子授意之下 听日宣布了结果 那三宗弟子 一个个露出不甘之色 可是却没有办法 秦晓天收了奖励 发现居然是三把极品灵剑 露出一副差异之色 看了一眼听日 不过 秦晓天却是眉头一簇 看向了远方 终于来了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跟着冲到了林飘然的身边 同时喊来金胖子 待会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你们俩一定要待在我的身边 秦晓天低声道 这让林飘然和金胖子 露出一丝亚色 不知道秦晓天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注意 不要分散 都待在本座身边 这时 玄灵子也是喊了一声 让门下弟子皆多一愣 不过还是 朝着玄灵子靠近了一些 因为他们发现 其他三宗的大佬 也都吩咐下去 那些弟子也都纷纷朝着大佬靠拢 不但如此 他们更是发现 四位大佬和那些长佬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副凝重之色 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 小天 待会你跟胖子 一定要待在为娘的身边 为娘尽量保护你们 玄灵子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脑海 跟着众人的耳中 就传来一道怒吼声 哈哈 四宗的小子们 你们的命 金月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哈哈 随着这一声怒吼传来 一片惊人的黑云 足有数万丈之巨 从远处腾空而起 朝着他们四宗飞来 一股股惊人的气息 不断地从那黑云之中散发而出 更是带着一股惊人的邪气 四 邪羞 感受到这一股惊人的邪气 四宗弟子立刻惊呼一声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盯着那满天的黑云 大家小心 杀不过尽量顿走 玄灵子高呼一声 直接祭出了青藤 横在了胸前 大有一副 要与这些邪羞大干一场的架势 然而 一股恐怖的气息 却是从那黑云之中爆发而出 直接笼罩了这方天地 当这气息出现 无论是玄灵子 还是赤虎和云风子三人 面色都是陡然一变 不好 是圆阴七老怪 大家快逃 该死 大家快逃 这是圆阴老怪 不能立抗 赤虎也是怒吼一声 提醒众人赶紧逃走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次邪宗的人杀来 居然出动了圆阴七的老怪 结结结 逃 逃去哪里 你们认为 你们的宗门还能存在吗 现在 本尊主就送你们一起去见同门 免得他们在黄泉路寂寞 什么 众人惊呼一声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心中更是不断的狂跳 听着殿主的话 很明显 他们四大宗的宗门也遭到了袭击 不出意外 袭击宗门的邪修 恐怕也有原因期的存在 这让四宗弟子心中惊慌不已 就是长老和长作 也都心中涌起万丈巨浪 不过 众人吃惊当中 三道身影瞬间冲向了远处 这错不及防的举动 不但让四宗的人吃惊 就是那邪灵殿的店主 也是没有想到 这三个小娃倒是聪明 只可惜 店主赞许一声 下一刻 一片黑云飞出 直奔那逃走的三人追杀而去 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只要臣服于本尊 成为我邪灵殿的门下 本尊饶你们一死 对于那三人的逃走 邪灵殿店主并不在意 毕竟他需要掌控大局 休想 就算是死 我们也不会加入邪修的行列 玄灵子怒吓一声 跟着握紧手中的青藤 朝着门下弟子一挥 他已经顾不上门下弟子了 杀出去 不要恋战 能跑一个是一个 对方可是圆阴七 别说保护这些弟子了 就是玄灵子自己 恐怕也很难活命 然而 就在众人准备逃走之时 那圆阴七的店主 伸手一挥 那惊人的黑云 立刻翻滚起来 请客间就笼罩了数千丈方圆 将大部分人都笼罩在内 想走 你们能跑出去吗 杀 一个不留 店主嘀喝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大手一挥 立刻有许多身穿黑袍的人 驾驭黑云 冲着众人杀去 尤其是冲出的黑袍人 足有七八名金丹七 这让玄灵子四人心中大惊 一边祭出法宝迎敌 一边朝着远处退去 不吃 不吃 石叔救我 长老救命 一时间 四宗弟子纷纷发出惨叫 向四宗的金丹七高手 和铸鸡七长老求救 只可惜 他们都自顾不暇 又哪里顾得上他们 很快 四宗弟子足有半数 皆都被邪灵殿的人击杀 非但如此 那些邪灵殿的人 更是将这些死去弟子的精血吸食 玄灵子等人看到 心中不忍 可是无能为力 只能顿走 结结结 玄灵子 你觉得还能跑得掉吗 就在玄灵子且战且退的时候 一道阴森的笑声 传入了玄灵子的耳朵 这让玄灵子戴眉一簇 因为这声音 让他感到一丝熟悉 玄灵子 难道你不认识老子了 五十年前 你还记得一个卑微的追求者吗 五十年前 卑微的追求者 玄灵子口中喃喃一声 神色猛的一遍 你是 天和 结结结 玄灵子 你终于想到我了 当年高傲的你 想不到也有今天吧 哈哈 天和话音落地 双手掐绝 立刻朝着玄灵子一指 一枚漆黑的骷髅头 立刻朝着玄灵子飞了过去 甚至从那漆黑骷髅头的口中 喷出了一道漆黑的云雾 天和 看来你跟这个小娘们有私怨 既然如此 老子就让你出手 老子在一旁帮你掠阵 多谢杜云大哥 等小弟一长多年夙愿之后 便让大哥也尝尝先 天和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 冲着杜云喊道 不过那一双满是怨毒的眼睛 却是盯着玄灵子 好 果然是好兄弟 杜云大喝一声 真的退到一旁 为天和掠阵 只不过 天和没有发现 这杜云的眼底深处 透出一丝狠色 玄灵子 哪里跑 天和大喊一声 立刻追向了玄灵子 因为玄灵子根本没有恋战 反而借助一击之力 朝着远处顿去 很快 玄灵子和天和三人 一逃二追 逐渐远去 至于秦晓天 正是那率先逃走的三人 在那黑云出现的一刻 秦晓天心中 就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所以 秦晓天没有给对方 任何思索的时间 直接拉着金胖子 和林飘然逃走 身经百战的秦晓天知道 只有这个时刻 是最佳逃走的时间 因为这邪灵殿的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 再加上让秦晓天心中 有绝对的把握 让自己产生不祥预感人 绝对不会追杀自己 这便是自信 是身为先帝 身经百战的自信 果不其然 当秦晓天三人逃走之时 那追来的人虽然多达五人 还都是助击器的修为 可是秦晓天没有丝毫的畏惧 足足逃出了数百里之地 秦晓天这才故意放慢了脚步 这让金胖子心中微惊 大哥 杀了他们 我们再赶路 秦晓天没等金胖子说完 身上就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打断了金胖子的话 小子 看你还往哪里逃 恰好此刻 那五位邪羞追了上来 冲着秦晓天三人喊道 哼 区区两个凝器器 一个助击器 居然这么能逃得这么快 逃得快又如何 还不是要死 则则则 这个小娘子长得倒是水灵 先把这两个小子杀了 留下这个小娘子 让我们搁几个快活快活 哈哈 妙 妙 妙 就这么办 封印这两个小子 让他们看着我们搁几个快活 一时间 这五个邪羞双眼微眯 露出一副吟笑 盯着林飘然喊道 林飘然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别说是屈辱了 就是这样的话语 都是第一次听到 一时间被气得面色发青 全身颤抖 你们找死 林飘然娇喝一声 直接祭出零剑 就要冲杀过去 不过 却是被秦晓天一把抓住 杀鸡何须宰牛刀 再说了 本少的未婚妻被人这样侮辱 自己还是男人吗 腰腰腰 修为不高 脾气道不 听到秦晓天的话 五人立刻露出一副讥讽之色 其中一人更是开口嘲讽 可是 那话还没有说完 五人的面色陡然一变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居然动不了了 不好 下一刻 五人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想要呼救 可是却发现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一时间 五人瞪大了眼睛 无法置信地盯着前面 满脸微笑的秦晓天 哎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继续嚣张啊 继续狂妄啊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 一步一步走向了五人 五人心中惊恐不易 看到秦晓天走来 仿佛看到恶魔走来一般 欺负本少的女人 都该千刀万剐 秦晓天话音落地 手中一枚极品灵器匕首不断翻飞 下一刻 这匕首朝着五人的脸上招呼而去 叱叱叱叱叱叱 羞羞羞羞羞 一片片薄如蝉翼的血肉 随着秦晓天手中匕首的翻飞 不断地被削弱 五人脸上的肉 直接被削了数十片 因为秦晓天的速度太快 五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甚至因为速度太快 连那鲜血都没有来得及涌出 让五人的脸颊变得森白 啊 我的脸 这时 五到七里的惨叫 几乎同时传来 那钻心一般的疼痛 瞬间袭遍了他们的全身 刺刺刺刺刺刺 不但如此 秦晓天手中的匕首 一直在翻飞 他们身上罩着的黑袍被削弱 连带着一片片血肉 同样被削弱 啊 杀了我 杀了我 啊 求求你 直接杀了我 五人不断地惨叫 那声音越来越低 当他们的声音消失 他们身上的血肉 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森白的骨头 甚至在那骨头之上 没有沾染丝毫的鲜血 恐怖 残忍 林飘然早就别过头去 不敢去看 就是金胖子 也是满脸 惊恐地盯着秦晓天 盯着那五具已经死去 变成了森森白骨的邪羞 他们没有想到 秦晓天的手段居然如此残忍 可是 他们又能说什么 实在是这五人该死 哼 这就是欺负本少女人的代价 秦晓天口中冷哼一声 不过 随着秦晓天话音落地 五道神念瞬间朝着秦晓天三人袭去 大哥 小心他们夺射 金胖子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想到了曾经刘继量夺射秦晓天的情景 然而下一刻 金胖子闭口不言了 只见秦晓天手掌一握 一道道引爆的声音不断地传来 扑扑扑扑 这五人的神魂瞬间就被秦晓天捏爆 彻底的生死盗销 秦晓天将五人的储物带收走 这才来到了全身颤抖 面带一丝恐惧 不忍和疑惑神色的林飘然面前 不要问我 为什么能够杀死他们 也不要说我手段残忍 这一切 只因为他们欺负你 秦晓天没有让林飘然说话 但是说出的这句话 却是让林飘然娇躯一颤 直接埋首在秦晓天的胸口 这一刻 林飘然脑海之中出现了一句话 你信我 此生我绝不负你 嗯 我信你 林飘然抬起头 爽往往的大眼睛 满是柔情的盯着秦晓天 冲着秦晓天委婉一笑 而秦晓天也摸了摸林飘然的秀发 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 胖子 你保护飘然回旋天宗 记住 不要进入宗门 在外围等待 随时跟我保持联络 此刻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对着金胖子说道 大哥 你要干嘛什么 虽然是我们便宜的娘 但是对我们却是不错 我不能丢下她 秦晓天应了一声 但是 金胖子没有任何怀疑 在其心中 秦晓天就是无敌的存在 可是 林飘然却是露出了担忧之色 小天 对方可是原因其老怪 金丹七也有十数人 我知道 我劝你不要去 你不会听 我只希望 你要保护好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够救更多的人 虽然林飘然满脸担忧之色 但是没有劝阻秦晓天 只是嘱咐了一番 嗯 我知道了 秦晓天应了一声 跟着掏出许多灵丹和灵石 交给了金胖子 对着金胖子嘱咐道 保护好你的大嫂 话音落地 秦晓天脚下一点 寄出一把零剑 欲剑而去 林飘然望着秦晓天离去的背影 口中喃喃一声 我等你 不见不散 很快 林飘然与金胖子 直奔玄天宗而去 至于秦晓天 那封印的神念 瞬间祭出了一丝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立刻 不少四宗弟子被追杀的景象 落入了他的感知当中 不过 秦晓天并没有出手 而是继续搜寻 挤了呼吸之后 秦晓天面色一黑 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杀鸡更是冲天气 你们敢 秦晓天口中嘀吼一声 脚下猛的一点 那林剑瞬间破开虚空 发出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直奔西北方而去 半刻钟的时间 秦晓天足足跨越了上百里地 一道放荡的大笑声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哈哈 玄灵子 这次看你还这逃 不如乖乖的 从来我们兄弟俩 我们兄弟俩快了之后 给你的痛快 只见 那天何宇杜云将玄灵子围在中间 而玄灵子身上 也有了多处伤口 那烟红的鲜血鼓鼓而出 甚至有的伤口深可见骨 不但如此 玄灵子面色苍白 没有丝毫的血色 那身体更是摇摇欲坠 却是呼气急促 眼中带着一丝魅惑之意 身躯不断的颤抖 甚至红唇都被咬破了好处 明显在极力忍耐 秦晓天看到 心中立刻明白 玄灵子备下了药 心中怒火生腾 杀鸡毕露 你们找此 秦晓天大吼一声 立刻冲到了玄灵子面前 一把将其搂在怀中 果然玄灵子的身躯一阵滚烫 而玄灵子却是眼神迷离 手中的青藤朝着秦晓天就要砸落 却是被秦晓天一把抓住 娘 是我 小天 秦晓天喊了一声 玄灵子面色一愣 口中吐出一句 你怎么回来了 下一刻 玄灵子眼睛一黑 直接晕死在了秦晓天怀中 妖 好一副母子情深的画面 那杜云看到 脸上露出一副嘲讽之色 在其神念的扫尸之下 他已经发现 秦晓天不过是一个宁气气的蝼蚁而已 不过 那天河却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不对啊 玄灵子的手工纱明明还在 怎么会有儿子呢 难道就不能是义子吗 天河被杜云这么一说 立刻反应过来 哈哈 原来如此 可怜这个玄灵子 手伸如玉一辈子 今日就要便宜我们俩了 听到天河与杜云的话 秦晓天面色变得冰冷无比 一股滔天的杀意 更是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你们真的该死啊 秦晓天一字一顿 从牙缝之中挤出这句话 那天河与杜云 却是满脸轻蔑 立刻大笑起来 哈哈 一个凝气气的蝼蚁 也敢大放厥词 今日就先送你上路 待我们兄弟二人尝过仙之后 再让你们母子团 天河的话还没有说完 面色瞬间变得凝固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恐惧之色 就连那杜云也是虎去一阵 面色骇然 身躯根本无法一动嘶吼 你 你是什么人 天河与杜云惊恐了 这一刻 他们被一股超越了 原因期的神念禁锢 可是 周围只有秦晓天一个人 老子是要你们命的人 去死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口中怒吼一声 那五指如刀 瞬间朝着天河的丹田处抓了过去 扑斥 秦晓天如刀的五指 瞬间插入了天河的丹田之中 跟着猛的一抓 一枚金丹 立刻被秦晓天抓了出来 啊 天河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 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尤其是看到秦晓天手中 抓着自己的金丹之时 天河的面孔 立刻变得扭曲起来 啊 我的金丹 小子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天河口中不断地传出 一道道凄惨的嘶吼 那嘶吼的声音 甚至传出了几十里远 让那些正在厮杀的人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颤抖 本少说了 要你们命的人 秦晓天话音落地 一掌拍向了天河的头颅 扑斥 天河的头颅 瞬间就被拍得崩溃开来 那烟红的鲜血 混着白色的脑浆 飞溅得到处都是 非但如此 拉天河的神魂 想要夺舍秦晓天 却是被秦晓天一把抓住 使劲一捏 直接将其捏爆 可怜 堂堂一位金丹七的高手 就这样死在了秦晓天的手中 至于那杜云 已经彻底的吓傻了 眼前这个宁气气的小子 哪里有正牌之修的丝毫样子 那残忍的手段 比起他们邪修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要杀我 前辈饶命 前辈饶 杜云心中已经恐慌 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意 只是不断地求饶秦晓天 希望秦晓天放他一命 只可惜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秦晓天的手 同样刺入了他的丹田 抓住了金丹 当着他的面 直接捏爆 同样的 秦晓天首期涨落 直接将这杜云脑袋拍得粉碎 再将其神魂捏爆 这才在二人身上搜刮了一番 收了除无袋 脚下一点 欲见而去 再也就在秦晓天离去不足时期的时间 一片黑云奔袭而来 当看到地面上两具无头尸体时 那黑云猛地画出了一道身影 哦 四宗居然还有如此厉害的角色 居然连两位金丹七的长老都不是对手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邪灵殿的殿主 只不过 这殿主脸上没有丝毫的怒意 反而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有意思 本尊倒看看 这个人是谁 话音落地 这殿主展开神念 朝着四周搜寻而去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殿主再次画成了黑云 朝着秦晓天逃去的方向冲去 至于秦晓天 带着玄灵子不断的顿走 方向正是玄天宗 只不过 秦晓天刚刚奔袭了百里之遥 立刻感受到 一双手臂居然缠上了自己的脖梗 你啊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啊 秦晓天面带一丝苦笑 知道玄灵子的迷药开始发作 只能苦笑一声 希望玄灵子能够清醒 果然 玄灵子娇躯一颤 虽然那手臂还缠在了秦晓天的脖梗之上 不过却是抬头看了一眼秦晓天 小天 虽然玄灵子认出了秦晓天 可是那天何用的迷药太强了 这玄灵子再次迷失起来 身体也变得更加滚烫 甚至 那原本毫无血色的面容 此刻也变得红润起来 就连呼吸 都变得十分急促 那一口口蓝芳之气 吐在秦晓天的脸上 让秦晓天时不时的颤抖一下 若是寻常时刻 秦晓天倒是有办法去要 原炼制一枚解毒丹 为其解毒 可是现在 哪里去找灵药 更别说炼丹了 甚至 秦晓天在玄灵子不断的挑逗之下 有的时候心中发狠 不如将玄灵子 直接就地正法 毕竟 自己身为先帝之时 也是后宫家里三千 非子无数 要不然 也不会看到林飘然 就要将其勾引到手 而且 这玄灵子 长得也却是漂亮 虽然不如林飘然清秀 可是也绝对是一个美人胚子 因为是金丹七的原因 你容貌更是如同二十岁的大姑娘 不过 秦晓天还是忍住了 一手按着玄灵子的双手 一手拿出传讯玉佩 给金胖子传音 胖子 你们到哪里了 大哥 我们在玄天宗北方百里的刺钩 大约过去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金胖子立刻传回了讯息 秦晓天再次加快了速度 直奔刺钩冲去 眼看距离刺钩 只有二三十里之遥 可是玄灵子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居然猛地挣脱秦晓天的手掌 身躯猛地一扑 下一刻 秦晓天在没有防备之下 直接被玄灵子扑倒 二人直接跌落在了一片山溅之中 刚好跌进了一个地洞 玄灵子 不要啊 只听那地洞之中 传来了一道略微不甘的嘶吼声 跟着就没有了声息 玄天宗 此刻正被邪灵殿的高手围攻 那原本安静的大山 如今喊沙声震天 虽然玄天子等人 早就从秦晓天哪里收到了消息 而且也做足了准备 可是玄天子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次来袭的邪修 居然有一位元英七老怪 一时间 玄天宗的弟子被杀了数百人 就连长老都战死了数人 甚至那玄光子也是陨落 玄弟子更是被断去了一臂 玄天子 再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成为我邪灵殿的人 老夫就放你一马 在那玄天宗的四风之上 一道同样照在了黑袍之中的老者 冲着那站在大殿之前的玄天子几人喊道 这老者正是那元英七的老怪 而玄天宗 除了玄天子 还有断了一臂的玄弟子 刚刚突破金丹七不久的婷语和沐云二人 此刻 更是痛苦不堪 眼中充满了自责和不甘 老祖 弟子不孝 让玄天宗千年的积业 毁在了弟子手中 弟子该死啊 玄天子没有回答那元英老怪的话 而是仰天悲乎 脸上露出一副决意之色 跟着就看到 玄天子抬起手掌 朝着自己的头顶落去 哼 不孝子孙 本祖就是这样教育你们的吗 也就在玄天子即将自裁的时候 一道冷哼声立刻传来 跟着一股大力 凝聚成了一只足有十丈的手掌 猛地朝着那元英七老怪扇去 死 扇嘴老祖 那元英七老怪 看到这惊人的手掌 立刻惊呼一声 跟着化成一道黑云 朝着远处逃串去 玄天子等人看到 面色鲜视一惊 跟着露出狂喜之色 老祖 你没死 玄天宗百里之外刺钩 距离这刺钩二三十里的一处地洞 此刻有两道身影 正尴尬地盘坐在那里 一道身影满脸都是苦笑之色 一道身影则是满身的寒意 这二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和玄灵子 只不过 能够看到 这地洞之中一片散乱 更有被撕碎的衣衫散落在一旁 仿佛刚才经历了什么大战一般 而玄灵子手臂上的手弓纱 此刻已经消失不见 秦晓天则是盯着满脸寒霜的玄灵子 不断地苦笑 玄灵子 不管事情怎么样 我秦晓天会对你负责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不过却话来玄灵子身上 洒发出的寒意更甚 一时间让这地洞仿若冰枯 可是 我秦晓天要跟你说一句话 听到秦晓天的话 玄灵子戴眉一条 眼中带着一股恨意 看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深吸一口气 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这才从口中吐出一句 差点让玄灵子钻进地洞的话来 玄灵子 那个啥 这是真不是我主动的 秦 小 天 一时间 玄灵子羞愧难当 娇躯更是在微微颤抖 口中一字一顿 喊了一次秦晓天的名字 其实 谁知道是自己主动的 玄灵子才没有击杀秦晓天 否则 此刻的秦晓天 早就是玄灵子的长下亡魂了 当然了 若是此刻不是身处地洞之中 玄灵子真的想要钻进地洞里面 实在是自己没有脸 去面对秦晓天 虽然当初这个儿子 是因为与秦晓天互相算计 才这么叫的 可是秦晓天毕竟是他的晚辈 就算没有这样的称呼 但以晚辈的身份 玄灵子就没有脸活着了 你回我清白 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 玄灵子冰冷的话语 从口中传出 立刻抬起自己的手掌 就要披落 可是秦晓天却猛地一惊 一股强大的神念 立刻禁锢了玄灵子的身体 你做什么 就算是自尽 你也要先问下我 因为我现在是你的男人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冲着玄灵子喊道 不过 却是伸手一番 手中多出一件干净的长袍 给玄灵子穿上 至于玄灵子 此刻却是惊呆了 秦晓天是什么修为 他是知道的 不过是区区一个宁气七而已 就算是比助击七还强 那也不可能禁锢自己 一时间 玄灵子娇躯一颤 想到了天河与杜云 他们二人也是金丹七的高手 连自己都不是对手 这秦晓天 是如何从他们二人手中 救下自己的 秦晓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之前玄灵子因为羞愧 根本没有想太多 现在清醒 回想起来 立刻觉得眼前的秦晓天 变得让他不认识了 这还是之前那个奸诈无比 无力不起早的小杂役秦晓天吗 这简直就是堪比原音七老怪 哪怕是原音七老怪 想要轻松的禁锢自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可是 秦晓天却是做到了 哎 玄灵子 你若是不自禁 那本尊可以告诉你 本尊的一些事情 看到玄灵子的样子 秦晓天就知道 自己不暴露一些事情 这玄灵子是不会相信自己了 甚至有可能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 选择自禁 而玄灵子此刻 却是带眉轻醋 朝着秦晓天 投去了询问之意 秦晓天立刻站起身 双手背负 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仰望苍穹 虽然那苍穹只有井口大小 可是秦晓天 依然如同高高在上的天神一般 实不相瞒 本尊乃是仙人转世 死 听到秦晓天的话 玄灵子倒吸一口冷气 满脸都是惊骇 和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仙人 多么遥远的存在 可是 这世上真的有仙人吗 玄灵子心中生起了许多疑惑 先不说这世上有没有仙人 就算秦晓天是仙人 为什么会转世在了玄天宗 既然是仙人 为什么要装出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 不要奇怪 之所以隐藏本尊的身份 那是因为本尊的仇人太强 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存在 而且 你不觉得本尊这样因人 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吗 秦晓天说着 嘴角微微翘起 哪里还有一点仙人的风范 就算是仙人 那也是一位奸诈的仙人 本尊也知道 你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是本尊会让你慢慢的接受 也会让你慢慢的接受本尊 因为成为本尊的女人 是你的造化 呸 听到秦晓天不知廉耻的话 哪怕是如同冰山的玄灵子 此刻也是双颊羞红 冲着秦晓天清脆了一声 不过 秦晓天却是咧嘴一笑 才对吗 娘子娇羞的样子 简直无敌 本尊也要感谢玄天子三人 若不是有他们三人在 恐怕本尊还娶不到娘子这样的仙子 你 一时间 玄灵子哑口无言 可是脸上却露出一副痛苦和自责之色 娘子不要自责 你好好问问你的心 真的喜欢玄天子三人吗 不正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三人 所以才一直守身如玉到现在吗 看到玄灵子露出痛苦和自责之色 秦晓天却是开口说道 当这话出口 玄灵子愣住了 是啊 自己真的喜欢玄天子三人吗 数百年来 自己一直被玄天子三人追求 可是 自己真的动心过吗 难道真的如同秦晓天所说 正是因为自己不喜欢玄天子三人 所以才一直守身如玉吗 可是自己守身如玉数百年 怎么就便宜了这个奸诈之徒 哎 一时间 玄灵子居然叹息一声 久久不曾言语 倒是秦晓天再次说道 这就是命运 你的人生 注定会遇到我 成为我的女人 所以今日才会尾身于我 这是我的荣幸 同样 也是你的造化 玄灵子再次愣住了 自己真的见过许多无耻之辈 可是如同秦晓天这么无耻的人 恐怕世上根本不存在 然而 就算是自己尾身秦晓天又如何 自己剩下的寿源 已经不足三十年 而秦晓天真如他所说 乃是先人转世 那未来前途 必然不可估量 多了不说 活个几百年 上千年不是问题 到时候 自己红粉骷髅 又有何用 放心 本尊会让你成仙 仿佛是看出了玄灵子心中的忧愁 秦晓天直接开口道 而玄灵子却是看了一眼 秦晓天露出一丝苦笑之色 秦晓天 你真的很无耻 可惜 我不能跟你 且不说我已经受缘不多 就是在林飘然那里 你又做何解释 原本玄灵子认为 自己这话出口 秦晓天会露出难以抉择之色 可是玄灵子万万没有想到 秦晓天非但没有露出那样的神色 反而露出一副激动的神色 更甚深手搂住了自己 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你 你只要答应就好 本尊虽然不能说 将所有的爱都给你 但是本尊保证 你信我 我此生永不负你 多亏林飘然不在 否则一定会指着 秦晓天的鼻子大骂 你勾引女人的手段 只有这一句话吗 可是听到秦晓天的话 玄灵子却是神色一愣 跟着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随缘吧 随什么缘 本尊说了 我就是你的造化 本尊带你回玄天宗 找你飘然妹子 你 真的很无耻 虽然如此训斥秦晓天 可是听到玄天宗三字 玄灵子还是露出交集之色 跟着祭出一套长裙穿好 这才与秦晓天冲出地洞 直奔玄天宗而去 然而 二人刚冲出地洞 一道不爽的声音 却是传入了二人的耳朵 哼 两个小娃子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 死 原因老怪 玄灵子惊呼一声 伸手朝着秦晓天的后背 猛的一推 快走 我来挡住他 哈哈 倒是有情有义 不过你们身上 散发出一股淫晦的气息 不会刚刚够和完吧 邪灵殿殿主大笑一声 冲着玄灵子和秦晓天喊道 在其脸上 更是浮现一副讥讽的笑容 不过那眼中 却是透出一股饶有兴趣之色 你怎么不走 虽然邪灵殿殿主这么说 不过玄灵子 看到秦晓天居然没走 又掉头回来 脸上露出一副焦急之色 女人就是这样 只要没有深仇大恨 对战友自己的男人拥有好感 真的会心软 此刻的玄灵子就心软了 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 玄灵子口中呼喊 眼泪刷得一下滑落 看得秦晓天一阵心疼 直接上前 搂住了玄灵子的柳腰 你不走 我不走 再说了 是为一个男人 怎么能够让一个女人挡刀 秦晓天全身都散发出 一股男子汉的气息 一时间玄灵子看得有些吃了 哈哈 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小子 不愧是名门正派 只不过 你们做的事情 哪里是什么名门正派所为 一派长座居然与弟子够合 说出去 简直让天下人耻笑 不过 你们的倒是很对老夫的胃口 这样 给你们一个机会 发誓成为老夫的门下 修行老夫的功法 老夫饶你们一命 如何 白日做梦 区区一个原因期的小子 也敢在本尊面前叫嚣 真是不知死活 秦晓天话音落地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朝着邪灵殿殿主笼罩而去 口中更是嘀吼一声 动手 死 好强的神念 随着秦晓天洞口二字传出 邪灵殿殿主立刻惊呼一声 跟着就感受到 一股风静之力 要将自己禁锢 面色陡然一惊 那身体瞬间就被禁锢 不过 邪灵殿殿主 居然没有丝毫聚色 虎躯一阵 居然直接将禁锢震开 这让秦晓天面色一惊 该死 重生之后这么弱了吗 好小子 没有看出来 你的体内还藏了一个人 下一刻 邪灵殿殿主 同样释放出一股庞大的神念 与秦晓天的神念 缠斗起来 一旁的玄灵子 也立刻祭出了青藤 朝着邪灵殿殿主砸了过去 不过却被邪灵殿殿主 一掌击飞 镇压 不过 邪小天却是嘀吼一声 借助这一丢丢的时间 释放出自己所有的神念 瞬间就将邪灵殿殿主禁锢 下一刻 秦晓天抓着玄灵子的手臂 疯狂地逃蹴而去 快走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秦晓天嘀吼一声 玄灵子立刻明白 夹带着秦晓天 朝着玄天宗冲去 该死 怎么就无法使用权力 秦晓天在玄灵子等我夹带之下 耳畔立刻传来呼呼风声 可是秦晓天心中却是疑惑 自己明明还有更强的神念 为什么就施展不出来 可以说 秦晓天目前能够施展的最强神念 也就是圆阴后期而已 连圆阴大圆满都不如 否则也不会让那邪灵殿殿主挣脱禁锢 很快 秦晓天再次尝试解封神魂 释放出更强的神念 可是刚刚解封一丝 秦晓天全身立刻传来一股 要炸裂一般感觉 尤其是脑袋 嗡的一声 仿佛要爆炸了似的 立刻惊得立刻停止尝试 小娃子 你们哪里逃 邪灵殿殿主的声音再次传来 玄灵子面色一惊 秦晓天再次释放出神念 与其缠斗 一时间 秦晓天和玄灵子二人且战且退 居然也跑出了几十里地 原本秦晓天想要去寻找林飘然和金胖子 可是有邪灵殿殿主追击 秦晓天又怕四个人在一起更加难逃 这才直奔玄天宗而去 哼 小娃子 老夫怒了 就算你们逃回玄天宗 等待你们的 依然是我邪灵殿原因期高手 今日 你们注定难逃一死 秦晓天和玄灵子面色俱变 他们没有想到 邪灵殿的底蕴居然这么强大 除了这邪灵殿殿主之外 居然还有原因期老怪 恐怕这一次四大宗都在劫难逃了 秦晓天面色阴沉 对着玄灵子说道 玄灵子娇躯一颤 小天 待会我缠住这老怪 你走 反正我的寿源已经不足三十年了 这一生能够遇到你 已经是我的运气了 不 我的女人我保护 就算是死的那天 也是我先死 秦晓天面色凝重道 玄灵子听到 脸上露出幸福之色 双眼满是柔情的望着秦晓天 不要胡思乱想 有本大仙在 虽然保镖整个玄天宗 但是保护你不是问题 嗯 玄灵子十分乖巧的硬道 一时间 玄灵子也是卯足了劲 带着秦晓天狂奔 终于在半个时辰之后 看到了玄天宗 咦 当二人看到玄天宗居然没有战火 邪灵殿的人也不在的时候 二人发出一道惊一声 是玄灵子掌座 玄灵子掌座回来了 立刻 二人耳中传来了玄天宗弟子的声音 跟着就看到为数不多的人 踏空而来 师妹 你没事太好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玄天子和玄弟子等人 当玄灵子看到玄弟子 只剩一条手臂的时候 立刻惊呼一声 二师兄 你的手 无妨 只是损失了一臂 可是 玄弟子面色憔悴 脸上更是露出一丝苦涩 玄光子失地呢 玄灵子仿佛是感受到了悲伤的气氛 又没有看到玄光子心中一突 立刻询问 小师弟他 陨落了 玄天子面带苦涩到 玄灵子胶躯一颤 本就受伤的身体 一阵晃动 秦晓天眼疾手快 立刻上前扶住了玄灵子的相间 玄灵子也下意识地 靠在秦晓天怀中哭泣起来 这让玄天子和玄弟子等人面色一恶 尤其是玄天子和玄弟子 更是眉头一簇 师妹 你的 玄弟子心细 立刻发现 玄光子手臂的手工纱消失不见了 不过 后面的话并没有喊出来 因为玄天子阻止了他 玄灵子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从秦晓天怀中起身 抹了一下眼泪 脸上露出一副痛恨之色 邪宗 你们都该死 妖 这不是数百年前的小灵子吗 几百年不见 你都成为长座了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这让玄灵子娇躯一颤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能够喊他小灵子的人只有一个 老祖 你还活着 啥玩意 玄天宗老祖 秦晓天有些惊呆了 没有想到玄天宗老祖还活着 如今恐怕足有一千几百岁了吧 难怪邪灵殿的人退走了 秦晓天可是看过玄天宗历史的人 知道这个玄天宗老祖多么牛叉 不但创立了玄天宗 成为了四宗之首 那一手善嘴神通 更是删变天下无敌手 现在 死去的人居然又活了过来 还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确实让自己有那么一点吃惊 随着玄灵子的声音落地 一位身穿七彩长袍 长得十分精神的一位老者 出现在了秦晓天等人的面前 正是玄天宗老祖 玄灵子看到 满脸都是激动的神色 眼中含泪 直接扑进了老祖的怀中 老祖 你没死太好了 梨儿好想你 玄灵子话音落地 瞬间就暴雨梨花 哭得稀里哗啦 那眼泪直接将老祖的衣精都给打湿了 好了 不哭 老祖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可是 可是玄光子失地他 哎 人固有一死 只不过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小光子能够为了玄天宗战死 那是所得其所 是小光子的荣耀 玄天宗老祖露出一副悲壮之色 对着玄灵子喊道 那声音很大 仿佛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一般 不过 秦晓天却是觉得 自己在这玄天宗老祖眼底深处 没有看到任何悲伤之色 反而还带着一丝享受 尤其是看到玄天宗老祖的手 居然在小灵子背部摸索的时候 秦晓天眉头一蹴 差点骂娘 玄灵子仿佛也是感觉到了不妥 从玄天宗老祖的怀中离开 秦晓天立刻发现 玄天宗老祖眼底深处 生起了一丝失落之意 小灵子 看来你已经许配人家了 就是不知道是小天子 还是小弟子 玄天宗老祖说话间 抬眼看向了玄天子和玄弟子 老祖可是记得 这两个小娃子 当年追你追得紧啊 当玄天宗老祖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玄天子和玄弟子二人面色一黑 倒是玄灵子双颊一红 居然露出一副小女生的姿态 偷偷地瞄了一眼秦晓天 虽然这个动作很小 却是被始终盯着玄灵子的玄天宗老祖 和玄天宗老祖和玄天子三人看在了眼中 一时间三人都是一乐 尤其是玄天子和玄弟子二人 更是面色铁青 秦晓天感受三道炽热的目光盯着自己 仿佛被利刃割过一般 让秦晓天一阵尴尬 小子 你与本老祖有缘 本老祖就代师收你为徒吧 啥玩意 死 当玄天宗老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不但是秦晓天 就是玄灵子和玄天子三人 都是齐齐惊呼一声 那些远处的弟子 更是露出了亥然之色 倒吸一口冷气 老祖 这个不妥吧 玄天子惊讶地问道 明明只是一个宗门小杂役 前不久才被自己说为清传弟子 现在摇身一变 居然要成为他的小祖师爷 这样的变化 别说是玄天子了 就是玄弟子和玄灵子等人 也是无法接受 师弟秦晓天 拜见师兄 然而秦晓天却是恭敬地 朝着玄天宗老祖拜了一拜 师兄放心 师弟绝对会守护好玄天宗 不被那些邪修迫害 同样的 师弟也会守护小灵子一生 师弟 为兄越看你越是喜欢 既然你认了 那就要知道 为兄和师尊的法号 玄天宗老祖大笑一声道 秦晓天 则是露出一副恭敬之色 而玄天子三人 也是面色凝重 因为玄天宗老祖 从来没有说过玄天宗的来历 为兄道号天宗 不过世人倒是喜欢喊 为兄打脸老人 打脸老人 那善嘴神通 不会是师兄的绝学吧 听到这名号 秦晓天脱口而出 天宗老祖却是一愣 你知道 师弟偶然间所得 用起来倒是顺手 咱玄天宗的道法 师弟只选择了一门 秦晓天说着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天宗老祖更是大笑一声 哈哈 小天师弟 你果然跟本老祖是一路人 有了你 玄天宗和仇没有接班人 一时间 玄天子和玄弟子等人 心中都是低骂一声 没错 这秦晓天跟老祖一般无二 都是那么无耻 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为兄要说的是 我们玄天宗的来历 师弟 你一定要记好了 若是有一天 可以杀入圣天大陆中心 一定要将圣阳宗给我灭了 死 听到这句话 包括秦晓天在内的四人 皆都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心中更是有万头草泥马在奔腾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玄天宗的敌人 居然是圣天大陆最强宗门的圣阳宗 一时间 秦晓天四人都在等待 天宗老祖接下来的话 因为天宗老祖是传音 所以其他弟子都没有听到 为兄师臣 圣天道人一脉 更是玄天宗第十七代宗主 圣天道人便是我 玄天宗第一代宗主 我玄天宗十万年前 曾经是圣天大陆最强宗门 曾经更是先界的代言人 一声令下 圣天大陆的宗门莫敢不从 听到天宗老祖的话 秦晓天四人一阵激动 只不过 秦晓天激动的心 跟玄天子等人不同 玄天子三人 激动的是玄天宗曾经的强大 而秦晓天激动的是 自己这一次穿越重生 到底过去了多少年 自己为什么从来不知道 修仙界 还有仙界的代言人 当时 我玄天宗还跟仙界有联系 仙界时常会降下仙旨 显化世间 可是有一天 玄天宗居然无法与仙界沟通了 当时还以为事情不是很大 直到下一次 仙界显化世人 依然没有出现 圣天道人才知道 事情要坏 恰恰就在这时 圣阳宗居然出现 并且当众沟通仙界 显化在世人面前 并且 这圣阳宗居然污蔑我玄天宗 被仙界丢弃 一时间 我玄天宗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也是因为当年得罪的宗门太多 直接引起了讨伐 我玄天宗从此没落 而门下弟子死的死 逃的逃 还有许多人被逼 退出了玄天宗 最后 圣天道人率领 为数不多的弟子 在重重包围之下 逃出了圣天大陆中心 只不过 圣天道人受伤太重 还来不及留下顶级道法 便撒手人寰 最后那些弟子 只有几人 还继承圣天道人一致 想要重现玄天宗的风采 可惜 圣阳宗发出了追杀令 足足追杀了数百年 最后剩下的弟子 只能隐姓埋名 逃到了边陲之地 经过十万年的过渡 传到了维凶这一带 才重新组建了玄天宗 天宗老祖说到这里 玄天子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身上更是散发出阴沉的气息 让这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原本 维凶想要将此事 告诉他们几个的师尊 只可惜 他们的师尊为人太正直 若是让其知道 恐怕会引来祸端 到了他们这一带 维凶也是不敢说 以为他们四个 也都是耿直之辈 哪里知道 此事没说 维凶却遭到了暗算 只能躲在玄天宗山底 苟延残喘 难怪 难怪老祖突然间失踪了 原来是这样 老祖 害你的人是谁 弟子却灭了他 看到玄天子和玄弟子如此 天宗老祖一阵苦笑 看向了秦晓天 仿佛再说 现在你明白 为啥不告诉他们了吧 既然如此 师兄为什么要告诉我 秦晓天心中 隐隐升起一丝被坑的感觉 果然 天宗老祖开口 秦晓天差点骂娘 因为师弟比我还奸诈啊 乖乖 太无耻了 秦晓天听到天宗老祖的话 而玄天子和玄弟子二人 直接惊呆了 唯有玄灵子在眼嘴轻笑 想要杀回圣天大陆中心 只有更无耻 为兄遇到你之前 已经自认很无耻了 可惜 只是重建了宗门 最后还被人暗算 可是看到你 为兄看到了希望 毕竟你连师叔都赶上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所以 想要玄天宗再次重现昔日的辉煌 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才可以做到 我去 秦晓天低骂一声 玄灵子则是满脸羞红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玄天子和玄弟子二人 则是面色铁青 看向秦晓天的眼神 好似要杀人 没有什么羞愧的 我玄天宗原本就是以修为来说话 只要达到了一定的修为 年龄差距再大 也可以成为道理 现在你是玄天宗 除了本老祖之外 辈分最高的人 谁敢说你 凭你的辈分 娶一个门下弟子 有什么关系 谁敢说三到四 直接一巴掌拍飞便是 天宗老祖说话间 狠狠瞪了一眼 玄天子和玄弟子二人 仿佛就是在警告他们一般 不过 此刻的秦晓天却是说道 师兄 泡妹的事情 小弟在行 至于光复玄天宗的大业 你还是自己来吧 来个屁 若是几百年前 为兄真有这个想法 至于现在 为兄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若不是玄天宗遭难 为兄现在还在棺材里面躺着呢 秦晓天心中一惊 看了一眼天宗老祖 不过 却是从天宗老祖眼中 看到了一丝奸诈和死意 一时间 秦晓天暗中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暗道一声 乖乖 这个老鬼 不会知道本尊底细吧 师弟 现在说话 只能你我听到 为兄知道 用玄灵子和玄天宗的光复大业 绑不住你 因为为兄知道 你体内还有一个人 小辈 上次在山下感受到的气息 果然是你 秦晓天面色不变 冲着天宗老祖喊道 什么小辈前辈的 现在你就是我师弟 我就是你师兄 为兄知道你体内的那个人 是原因后期 如若不然 你认为为兄会收你当师弟 天宗老祖面带笑容 盯着秦晓天传音道 不过 老朽很奇怪 你貌似不是夺赦 反而像修炼了某种功法 小辈 算你有点眼力 老夫修炼的 乃是回天术 回天术 听名字就知道是顶级的功法 可惜 我已经没有多久的寿源了 要不然一定抢来修炼 毕竟谁想死呢 是啊 这世上的人 谁又想死呢 秦晓天心中叹息一声 跟着说道 老朽答应你 若是有机会 必定将玄天宗发扬光大 这是回天术 那就多谢师弟了 你现在立刻带着门下弟子 进入山体 为兄早就在很多年前 做好了逃走的准备 撕 邪宗又要来了 没错 这一次 恐怕就是为兄陨落之时了 天宗老祖话音落地 一枚储物戒指 立刻丢给了玄天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张地图 玄天子 立刻带着门下弟子 按照地图的路线离开 切记 不要回头 天宗老祖面色陡然一变 立刻冲着玄天子喊道 结结结 打脸老皮肤 你果然还没死 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声音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听到这声音 秦晓天和玄灵子面色一变 因为这声音 正是邪灵殿店主的声音 快走 不要回头 保住我玄天宗的血脉 天宗老祖面带疯狂 冲着玄天子吼道 老祖 玄天子悲呼一声 立刻明白了 天宗老祖的意思 弟子不走 弟子与玄天宗共存亡 弟子也不走 蠢货 秦晓天听到众人的喊声 立刻大骂一声 保住血脉 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留在这里就是枉死 现在我以玄天宗小祖宗的身份命令你们 快走 通通都走 一时间 秦晓天直接从玄天子手中抢过弟图 拉着玄灵子 立刻按照弟图的路线冲去 快走 难道你们要本老祖白死不成 你们这是不孝 天宗老祖再次怒吼一声 老祖 玄天子等人满脸泪痕 朝着天宗老祖深深一拜 掉头跟着秦晓天冲去 看到众人离去 天宗老祖露出欣慰的笑容 邪灵老儿 当年一掌之仇 今日也该结算了 天宗老祖怒吼一声 为了争取时间 立刻冲向了远处 准备应战邪灵殿殿主 打脸老匹夫 当年没派死你 是你走运 这一次 你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一时间 天宗老祖消失不见 而邪灵殿殿主也没有了声息 不过 一片黑云却是飞来 开始寻找玄天子等人的所在 玄天宗山腹之地 秦晓天等人已经来到了地图的尽头 看到了一具开启的棺材 众人知道 这里就是天宗老祖藏身之处 在这棺材的旁边 有一座可以容纳五十人的传送阵 秦晓天立刻带着众人 进入了传送阵之中 望着身边不足四十人的弟子 秦晓天一阵苦笑 两天前 玄天宗弟子足有两千多人 现在居然只剩下这么点了 小祖宗 临时已经安装好了 启动 秦晓天立刻高呼一声 一道白光立刻笼罩了传送阵 将众人涵盖在内 然而秦晓天却是一闪身 离开了传送阵 小天 玄灵子惊呼一声 就要冲出去 拉住他 秦晓天同样也喊了一声 玄天子立刻拉住玄灵子 放心 我不会死 待我找到林飘然和金胖子 就去找你 或许 我还可以救下天宗师兄 秦晓天面呆不舍 对着玄灵子说道 玄灵子满脸泪痕 被玄天子死死抓住 不要 不要 玄天子 保护好你小祖奶 否则本老祖为你是问 小天 我等你 玄灵子话音落地 传送阵嗡的一声 那白光赤裂 当白光消失 众人也消失不见 等我 我一定找到你 请小天话音落地 直接释放出自己原因后期的神念 包裹身体 隐藏气息 将传送阵轰暴 直接冲出了山腹 启奏长老 没人 长老 我这里也没人 长老 这里有个山洞 追 别让他们逃了 一时间 邪灵殿的人纷纷冲进了山腹 而秦小天在他们进去之后 这才从一个角落冲出 直奔数十里之外的刺儿勾冲去 三十多里地 只用了一刻钟 可以说 秦小天用了全力 可惜 当秦小天呼喊林飘然和金胖子 却是没有任何回应 非但如此 秦小天在查看之下 立刻发下了打斗的痕迹 一时间面色一黑 感动本尊的女人 你们找死 一路及时 秦小天足足飞出去数百里 可是都没有林飘然和金胖子的踪迹 倒是碰到了几位被追杀的玄天宗弟子 秦小天三下五除二 将那些邪宗弟子击杀 这才开口问道 你们可曾见到林飘然和金胖子 没有见到 不过 数个时辰前 在西方数百里的地方 倒是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大扫小心 那声音倒是像金胖子 一位弟子说道 秦小天面色一黑 立刻指点他们不要回玄天宗 让他们去南方数千里之外 寻找玄天子等人 虽然没有坐着传送阵 但是秦小天知道 这样的传送阵 最多只能传送三四千里的距离 而东北西三个方向不适合逃跑 所以秦小天断定 天宗老祖的传送阵 应该是传送到南方 这几位弟子 谢过秦小天之后 立刻朝着南方冲去 而秦小天立刻朝着西方狂奔 也就是半个时辰 就来了那几个弟子指点的周围 果然发现一些打斗的痕迹 飘然 你若与胖子出世 本尊要所有圣天大陆的携修陪葬 秦小天话音落地 再次寻找起来 那庞大的神念 望在脑后 一天 十天 一百天 秦小天足足寻找了一百天 可是并没有找到林飘然和金胖子 倒是在路上救了不少四宗逃亡的弟子 在他们口中得知 如今的四宗已经彻底覆灭 在这秦国的边陲之地 完全受到了邪灵殿的统治 秦小天寻找林飘然二人 也变得更加艰难 直到秦小天寻找的第三年 秦国的神武宗知道消息 派了十位元英七高手杀了过来 才将师弟收回 只不过 邪灵殿也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消息 在神武宗杀来时 居然销声匿迹 神武宗可谓是扑了一空 不过 这边陲之地 却是被神武宗接管 更是派了两位元英七高手助手 也建立了传送阵 这边陲之地 才变得平静下来 虽然有林散邪宗弟子闹事 也都是被镇压 秦小天在这边陲之地 足足寻找了四年时间 依然没有林飘然任何消息 这一日 秦小天来到了一座名叫 沧海城的小城 里面修士 凡人混杂 不过 秦小天却是在打听之下 才知道 这里也遭到了邪宗袭击 后来也是神武宗派人镇压 才算是收回失地 而沧海城 因为邪宗入侵 不少修士都冲进了沧海之中 找了一些小岛避难 这让秦小天心中一动 既然有人逃进了沧海之中 那林飘然和金胖子 会不会也逃进了沧海的某座小岛 一时间 秦小天急不可耐 就要独自出海 打听之下 却被人拦住 道有 那可是西沧海 许多修士 想要一探西沧海尽头 却从来没有人回来过 而且海中也有海妖 十分强大 甚至连元英七的海妖也是存在 你若是想要出海猎杀海妖 获取内单 最好是组队 雇佣一艘大船 这样才安全 在下不裁 刚好有一艘大船 也有人出海猎杀海妖 不如一起 只需要三百零十 感情这人是毛遂自荐来了 不过 秦小天觉得 此人说话有理 好 不知何时能够出海 算上你 只要再有一人便可 这人笑道 跟着继续拉人 只可惜 人家根本不搭理他 反而是秦小天 在焦急之下帮忙拉人 还真被拉到了一人 秦道有 你说的船大吗 秦道有 我可是听说 西沧海海妖强大 人少的话 容易挨揍 这人名叫妖月 乃是一位散修 在了解之下 秦小天知道这妖月 还是一位炼丹师 同样的 这一路走来 秦小天知道 这个妖月 还是一个画楼 秦道有 你可需要灵丹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妖月真的是一位 无品炼丹师 秦小天一路上 满脑袋的飞线 这个妖月 简直无敌 自己说一句 他简直能说十句 到了 终于 秦小天看到了 那船长和十三位修士 只不过说完这俩字 秦小天立刻闭口不言 生怕这妖月 会接上自己的话茬 各位道友 在下妖月 是一位无品炼丹师 若是诸位道友 想要炼丹 可以找我 猎杀海妖的那单 也可以卖给我 绝对会给各位道友 一个合理的价格 这位姐姐 看你根古齐家 一看就是修炼的好材料 若是配上 我妖月炼制的灵丹 绝对可以事半功倍 对不起 不需要 这女修立刻回绝了妖月 妖月非但没有失落 反而眼睛一亮 这位姐姐 在下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至今单身 如若是姐姐有益 我妖月可以入坠 到时候保你吃灵丹不花钱 这女修面色一黑 立刻瞪了一眼妖月 姐姐是在跟我眉目传情吗 妖月收到了 看着海景 绝对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不如我们去逛逛 这女修面色更黑 甚至身上 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各位道友 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上船吧 一人三百零食 该不设账 这时 那船长看到 女修有了一种 想要离去的意思 立刻开口道 她可不想 好不容易凑够的人 被这个不起眼的妖月逼走 不起眼吗 其实这个妖月 还真的很帅 虽然比不上 秦小天的玉树临风 可也是潇洒倜躺 唯一让人不爽的是 这个妖月满脸的奸诈 给人一种 不是好人的感觉 当然了 通过刚才的一幕 秦小天断定 这妖月确实不是傻好东西 最起码 这妖月是一个好色之徒 很快 众人交出了三百零食 在这船长带领下 朝着西苍海走去 那妖月好似缠上了那女修 居然跟在了人家屁股后面 不断自夸 众人看到 立刻露出不爽的神色 恨不得上去教训妖月 秦小天看到 倒是不介意 最起码自己落了一个清静 很快 众人看到了一艘 大约三十丈的大船 上面还有休息的地方 船上有单间 只要五十零食便可 有没有道友想要住单间呢 上了船 那船长立刻喊道 一时间 众人心中都在怒骂 这船长是个奸商 不过那女子仿佛是被妖月气急了 直接交出五十零食 进入了单间 妖月也想要跟进去 却是被船长拦住 妖月苦于囊中羞涩 只能作罢 但是这个妖月是话牢啊 岂能闲得住 立刻跟其他人套近乎 其他人本就讨厌妖月 一个个根本不给妖月好脸色 妖月最后只能 回到了秦小天身边 开始喋喋不休 虽然秦小天不说话 但是妖月也不介意 他需要的 只是一个听众而已 各位道友 开船了 进入西沧海 生死由天定 一时间 船长高呼一声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拉下一个手闸 大船立刻迎风破浪 冲进了西沧海 大船速度很快 也就是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看不到了陆地 众人坐在船板上 各自修炼 唯有秦小天 闭着眼睛 眉头青醋 秦道友 看你还没有突破宁气期 是这里修为最低的人 这要是出海猎杀海妖 恐怕不容易 不过你放心 刚好我这里有一枚助击单 你吃了之后 进入单独的房间修炼 可以轻松突破助击器 秦小天为啥皱眉 正是因为这妖月 在其耳边喋喋不休 让秦小天很是烦躁 想要封闭六时 兄弟这价格绝对同所无期 只要十万零食 便可以将助击单给你 到时候突破助击器 猎杀海妖 获得内单 很快就可以回本 而且你不知道 在这海域当中 时常会遭遇海盗 突破助击器 也有一个自保能力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可是 这妖月仿佛深入无人之境 依然在那里喋喋不休 为自己推销 秦道友放心 我妖月就是一个不倒的牌子 在沧海城 没有人不知道的 用我的话来说 我为自己代言 我去 秦晓天心中低骂一声 这个妖月太能说了 居然连为自己代言的话 都说出来了 还真是无耻之人 遇到不要脸的人 服了 各位道友 前方就是猎杀海妖的区域了 大家可以在那小岛之上落脚 夜间海妖就会出现 很快 这船长将大船靠岸 众人纷纷踪上了海岛 而船长直接收了这大船 秦晓天在一旁看得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 这大船还是一件灵器 难怪刚才会有灵力的波动 一时间 秦晓天有些心动 当船老大上岸 秦晓天来到他的身边 道友 你这灵船还有吗 在下想要购买一艘 这船老大 听到秦晓天的话 露出一丝压色 仔细看了一眼秦晓天 道友 不是我不想卖给你 凭借你的修为 想要深入沧海 恐怕只有喂海妖的份 这里安全 适合你这样修为 和助击器的猎杀海妖 道友 实不相瞒 在下入沧海 是找人的 秦晓天露出一丝苦笑之色道 跟着简单的说了一下 这船老大 露出一副赞许之色 像你这样 重情重义的人少了 这次邪修入侵 确实让不少人妻离子散 既然如此 在下就卖你一艘 不过在下嘱咐你 最好不要深入太远 船老大说着 以十万零食 卖给了秦晓天一艘灵船 并且送给了秦晓天一张海图 再次嘱咐秦晓天 画红色区域的地方 千万不要靠近 秦晓天谢过之后 请教了灵船的使用方法 请在下可以帮忙 只要五 不 三万零食 在下给你当手下 如何 邀越露出一副和善的笑容 冲着秦晓天说道 秦晓天却是在 其和善的笑容之下 看到了一丝猥琐之意 既然这邀越想死 那自己就免费送他一程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刚才自己跟传老大交易的时候 不但其他人盯着自己 就是这邀越也盯着自己 如今这邀越无视献殷勤 那是真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那就多谢邀越道友 在下可以给你五万零食 不过 在下有两个条件 听到五万零食 邀越面色一喜 放心 只要有零食 你就是胖揍我一顿 我也认了 哈哈 这倒不至于 在下的要求很简单 事成之后付款 不过 我可以先付一万定金 邀越听到 立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道 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条件呢 秦晓天咧嘴一笑 邀越突然间有点寒意 在下没有跟你说话 你不要跟我说话 否则四万零食取消 啊 邀越面色一惊 没有想到秦晓天 提出这样的要求 一时间 邀越面色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牙齿一咬 同意秦晓天的条件 这位道友 小心某些人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就在秦晓天要离去的时候 那位女修却是开口提醒道 秦晓天则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那邀越想要反驳两句 看到秦晓天没说话 也只能憋回去了 哼 看到秦晓天居然没有搭理自己 那女修却是冷哼一声 明显有些不悦 很快 秦晓天驾驭临船 朝着沧海深处而去 同时交给了邀越一万灵石 至于这座海岛 秦晓天并不认为 林飘然和金胖子会在上面 毕竟这里经常有船只出现 若是二人在这岛上 应该早就回到陆地了 不过 在秦晓天驾驭临船离去 却是没有看到 跟他同船的五位修士 却是跟船老大对了一个眼色 跟着这五人 与船老大驾驭临船离开 剩下那几个人看到 心中微微一惊 尤其是那女修 立刻明白过来 秦晓天的离去 无意中救了他们一命 这让他们背脊生出一身冷汗 不过 他们却是心中暗道一声侥幸 便在岛上寻找其他修士 免得船老大等人回来 会对他们出手 秦晓天此刻却是与邀越 已经深入数十海里之外 然而 秦晓天却是将陵船停了下来 这让邀越有些疑惑的 看了一眼秦晓天 但是邀越却是没有说话 哪怕是憋得面色通红 也没有开口 秦晓天看到 却是微微一笑 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停船 秦道友 你可憋死我了 没错 我就是想问这个 还有 你为啥要一个人出海啊 不怕海妖吗 海妖海盗 不过你放心 有我邀越在 什么海妖 什么海盗 通通拍死 你不知道 我邀越可是 邀越的话还没有说完 却是发现 秦晓天居然没有在听 反而望着远处 不过这没关系 不耽误自己说话 我可是助记后期的高手 那些海盗来一个 就拍死一个 有我在 你大可以放心 我是邀越 我为自己代言 我 行了 知道你厉害 刚好来了一伙海盗 就交给你了 啊 听到秦晓天的话 邀越神色一愣 果然 在后方一艘临船速度极快 冲破风浪 直奔这边来 同时在那船上 还传来几道怒吼声 他们在那里 冲过去 拦住他们 小子别逃 交出你们的财物 老子等人饶 你们不死 是你们 邀越看到这临船 挡住了秦晓天的临船 再看到船上的人 面色一黑 立刻冲着他们嘀喝一声 死邀越 不要在这里 惺惺作态了 你跟着这个 叫秦晓天的小子 还不是 想要抢夺他的财物 就是啊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也敢跟我们 搁几个抢夺食物 简直就是找死 船上的几个人 立刻朝着邀越嘲讽道 在他们眼中 邀越也不过是 看到秦晓天人傻才多 想要捞一把而已 小子 奉劝你交出财物 老子们 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没错 若是搁几个出手 恐怕你只能 掉进海里为海妖了 那几个人一唱一鹤 仿佛是双簧一般 倒是说得秦晓天乐了 嘿嘿 有点意思 船老大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秦晓天黑黑一声 居然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反而看向了那船老大 询问了一声 那船老大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秦晓天 又看了一眼邀越 不知道秦晓天 哪里来的自信 可是 怎么看 这一次都是轻松的买卖啊 那要看到有怎么想的 我们搁几个 只是求财而言 只要秦道有交出财物 我们搁几个可以不杀你 还让你去寻找你的妻子 哈哈 好 很好 秦晓天大笑一声 下一刻 面色陡然一变 一股杀鸡 立刻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妖月 还等什么 杀了他们 妖月一愣 不过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既然拿了秦晓天的一万零食 那就要 有当雇员的样子 你们别怪老子出手不留情 一时间 妖月虎躯一阵 寄出一枚零件 朝着船老大六人当中的一人 立刻斩杀而去 是 吱吱吱吱吱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在那妖月寄出的零件斩击之下 那人的头颅 居然直接被斩落 烟红的热血 如同喷泉一般 不断地喷洒而出 不但将那海水染红 就连那船老大五个人身上 也是被喷得满身是血 一时间 船老大五人都惊呆了 咕噜噜 扑通 然而 那人被斩落的头颅 此刻 却是掉落在了船板上 留下了一道血痕 最后滚落到了沧海之中 逐渐的沉默 嘶 不可能 老六居然死了 这时 船老大等人才回过神来 其中一人更是惊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无法置信之色 别说是他们五个人了 就是妖月也傻眼了 自己就算是助击后期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要知道 对面的六人 可都是助击器 虽然被自己斩落的那人 是助击初期 可是也不能这么轻松 妖月 还等什么 你大展神威的时候到了 然而 秦小天的呼喊声 却是立刻传入了 妖月和传老大等人的耳中 妖月自信心暴涨 脸上更是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敢对我妖月的雇主动手 你们都死吧 妖月再次怒吼一声 驾驭那灵箭再次斩了过去 而且这一次 居然是斩向了两人的搏梗 退 传老大立刻嘀喝一声 下一刻 足有三人直接退出了树杖之外 可是那剩下的两人 却是永远停在了原地 嗤嗤 吱吱吱吱吱 就跟刚才的画面一般无二 这两人再次被妖月轻松斩杀 那烟红的鲜血 喷得到处都是 直接将传老大三人吓到了 妖月 你居然隐藏了修为 传老大惊呼一声 立刻认为是妖月隐藏了修为 否则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斩杀 他的三个兄弟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助击期啊 居然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你们算个球 需要老子隐藏修为吗 对你们 老子一手一个 一箭一双 去死 妖月立刻大吼一声 满脸都是嚣张之色 那手中的灵箭再次寄出 直奔另外二人展露而去 不好 我被人 下一刻 其中一位助击后期的修士惊呼一声 可是那话还没有说完 妖月的灵箭再次展露 叱叱 吱吱吱吱吱 咕噜噜 噗通 噗通 同样的画面第三次出现 这传老大也彻底的傻眼了 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的五位兄弟就被妖月斩杀了 哈哈 谁敢跟老子斗 老子大展神威 天下无敌 妖月大笑一声 完全将这些人的死去 当成了自己的功劳 那得意嚣张的样子 差点让传老大吐血 噗通 瞬间 这传老大直接跪在了船板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声响 跟着就听到砰砰砰的磕头声 饶命 大侠饶命 我也是被他们逼的 我若是不随着他们出手 他们就要对我的家人出手啊 我上摇老 下摇小 还请大侠大人有大量 当小的是一个屁 放了吧 看到这传老大痛哭流涕的样子 妖月眉头一簇 看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则是点了点头道 留你一命也可以 但是你要给我撑船 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被妖月斩下来 直接喂海妖 多谢大侠饶命 多谢大侠饶命 小的一定好好给你撑船 可怜传老大 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次居然碰到了硬点子 这个妖月居然如此恐怖 就好似会妖法一般 瞬间就杀了他的五个兄弟 现在只能委屈求全 先保住自己的小命了 妖月 将他们的财物都给收过来 再将船老大压过来 秦晓天喊了一声 妖月面色一喜 脚下一点 跃到了对面的临船之上 将五人的财物都收了过来 同时一脚将五人 都踢到了沧海之中 哼 若是你敢有丝毫一心 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妖月再次冷哼一声 跟着踢着船老大 跃到了秦晓天的船上 同时将那临船收走 秦道友 这是他们的财物 妖月倒是很正直 居然将那五人的财物 交给了秦晓天 只不过 妖月眼中的贪婪之色 却是出卖了妖月的心思 秦晓天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在检查一番之后 留下了两把极品零件 和二十万的零食 还有一些零丹 其余的财物 都丢给了妖月 总价值达到了四十多万零食 嘶 这都给我了 妖月倒吸一口冷气 没有想到秦晓天这么大方 出手 就是价值四十多万零食的财物 这简直够他花销五年了 不要 可以 拿来 秦晓天咧嘴一笑道 那妖月立刻将财物揣入怀中 露出一副恭维的笑容 要 干嘛不要 这可是你给我的奖励 对了 这次事情结束 别忘记还要付给我四万零食 你 还真是为你自己代言成功了 秦晓天无语的说道 对于妖月有了很大的改观 可以说 妖月刚才若是倒戈相向 那死的不单单是那五个人 还有妖月 可以说 妖月的做人的底线 算是救了他自己一命 妖月之所以能够轻松的斩杀那五个人 完全是因为 秦晓天将那五个人封印了起来 否则以妖月的底蕴 只能被人家丢进沧海喂海妖 很快 传老大在妖月的威胁之下 朝着沧海的深处而去 数天的时间 秦晓天在传老大的帮助之下 尽量地避开了海妖出现的区域 寻找了几个小岛 只可惜 都没有林飘然和金胖子的身影 最后 秦晓天指着一处靠近红色区域的海岛 让传老大开过去 传老大虽然不愿 可是在妖月的威胁之下 只能就范 也就是半天的时间 就靠近了一处危险区域 那海岛也是出现在了秦晓天的眼中 不好 是金丹七的海妖 就在这时 那传老大惊呼一声 妖月心脏猛的一跳 直接手持零剑 跳到了船弦 想要阻挡那海妖 可是 哪里还有什么海妖 顿时间 妖月虎去一阵 立刻惊呼一声 耳赶 可惜 当其想要回身营救秦晓天的时候 那传老大手中的零剑 已经架在了秦晓天的脖梗之上 哈哈 妖月 现在你的雇主就在老子手上 只要老子 然而 这传老大的话刚刚说到这里 面色猛的一惊 整个身体都凝固了 那双眼更是暴突 露出一副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你 是你 然而 传老大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秦晓天咧嘴一笑 而这笑容在其眼中 比恶魔更加恐怖 你知道的也太多了 扑吃 一道烟红的血柱 更是冲天气 一颗头颅 更是被血柱冲上了半空 那脸上满是不甘之色 眼中更是充满了恐惧 只见秦晓天手中的匕首 在传老大的身上磨了几下 跟着收了传老大的财物 一脚将其尸体踢入了沧海之中 这才回头冲着妖月笑了一下 可是 妖月却傻眼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这传老大 居然无缘无故就死在了秦晓天的手中 要知道 秦晓天只是宁气漆 尤其是看到秦晓天自信的笑容 仿佛完全不将传老大刚才的奇袭放在心上 一时间 妖月虎去一颤 立刻明白过来 是你 秦道友 你隐藏得好深啊 妖月先是惊呼一声 跟着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他终于明白 之前自己轻易击杀那五人 完全是秦晓天暗中出手 不要太自卑 因为在本尊面前自卑的人多了去了 秦晓天咧嘴一笑 冲着妖月说道 跟着才驾驭临船 直奔那岛屿而去 仿佛之前杀了传老大 对于他来说 真的不当成一回事 服了 原来真正的大神在这里 妖月苦笑道 不过背脊却是生出了一身冷汗 就连脖梗也感觉凉嗖嗖的 仿佛有一把阴森的匕首 架在自己脖子上一般 妖月知道 自己捡了一条命 若是自己对秦晓天有丝毫的异心 恐怕自己早就被扔进沧海为鲨鱼了 不过 就在秦晓天驾驭临船 想要靠近那海岛的时候 这海面居然一阵翻腾 只见一群海妖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直奔那传老大的尸体而去 甚至有的海妖 为了争夺这尸体 立刻大开杀戒 在这海面一阵翻腾 许多海妖都被翻出了海面 露出了猙獰的面容 不但如此 在那传老大的尸体 被一只强大的海妖吞噬之后 这些海妖立刻朝着秦晓天和妖月冲伤而来 该死 是金丹七的海妖 妖月感受到 这海妖身上洒发出的气息 立刻惊呼一声 然而 秦晓天却是露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无妨 你就准备收割这些海妖的那单便是 听到秦晓天的话 妖月神色一愣 跟着一副恐怖的画面 出现在了妖月的面前 差点没把妖月吓尿了 只见那一只金丹七的海妖 此刻居然倒戈相向 开始驱赶那些住击七和宁七七的海妖 那些海妖在金丹七海妖的驱赶之下 居然全部停留在了林船旁边 然而 这些海妖居然没有一只发起攻击 反而乖巧地排成了两排 将脑袋瓜子伸到了妖月的面前 那两天眼中透出一丝恐惧之色 还等什么 赶紧收割啊 你以为本尊能够控制很长时间吗 一听到本尊二字 妖月那虎区再次一颤 差点栽入了沧海之中 若不是一只海妖用身体接住 恐怕就要成为落汤鸡了 乖乖 前辈无敌 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妖月终于明白过来 眼前的这位看似宁七七的小子 实实在在的是一位大神 于是激动地高呼一声 手持零剑 开始了砍头大叶 一只 两只 死在他灵剑下面的海妖足有数千 就连那灵剑都砍得泵崖了 这才停了下来 最后一数 妖月差点笑抽过去 朱鸡七的内丹 足有三千六百多 宁七七的足有五千多 其中还有两枚是金丹七的内丹 没错 那负责驱赶海妖的金丹七海妖 秦小天也没有放过 最后成为了妖月的剑下王魂 恐怕这两只 海妖在阎王面前 绝对会将秦小天诅咒死 发财了发财了 前辈无敌 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妖月冲到秦小天面前 再次高呼一声 整个人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 哎 区区几千万灵石而已 何须如此激动 当年本尊跟人对局 一句就是五六千万的灵石 别说是极品注击单了 就是极品的一员太清单 本尊都拿来对局过 秦小天叹息一声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可是眼中却是带着一丝平常心的眼神 盯着妖月说道 前辈 晚辈哪里能够跟你相提并论啊 别说几千万 就是几百万的灵石 晚辈也没有见过啊 不 做梦的时候见过 妖月不断地打量着 自己储物袋里面数千的内丹 满脸幸福地说道 这些内丹 秦小天足足给了他三分之二 不过那两枚金丹器的内丹 秦小天却是自己留着了 饶是如此 这些内丹也是价值数千万了 足够妖月挥霍一辈子了 当然了 这只是妖月的想法 在秦小天看来 这数千万灵石 真的就是一场对局而已 很快 秦小天在这海岛之上搜寻了一圈 只可惜 依然没有灵飘然和金胖子的身影 这让秦小天的面色变得阴沉起来 因为 秦小天不相信 灵飘然和金胖子死去 甚至秦小天悔恨 当初为什么不留下 灵飘然和金胖子的神魂遇见 时间慢慢地流逝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秦小天按照海图 在这沧海之上 足足转了半年的时间 寻找的危险区域 足有时机处 只可惜 依然没有灵飘然的身影 别的不说 光这海妖 秦小天就猎杀了不下数十万 驻击七的海妖最多 而金胖七的海妖也足有上百 这都导致 外围的海域 很长一段时间 居然没有海妖的出现 让那些出海猎杀海妖的修士 大骂不已 恐怕连秦小天祖宗十八代 都骂了一个遍 而这海图之上的危险区域 只剩下了两处 一处乃是画着小一点的红圈 一处则是画着一个大叉 仿佛这标记大叉的地方 是绝对危险地带 不能踏入一般 又是数天的时间 秦小天在猎杀了 数只金丹七的海妖之后 登上了最后的一座岛屿 当其转了一圈之后 却是停在了一处 简陋的山洞面前 在这里 有人居住过 因为有木柴燃烧的灰烬 在这山洞里面 还有干枯的青草 上面有盘坐的痕迹 前辈 你看这里 这里有字 就在秦小天端向着山洞 心中猜测 是不是林飘然和金胖子 居住过的时候 那夭月却是冲着秦小天 喊了一声 秦小天立刻走了过去 只见在一排 被斩断的青石上面 刻满了字 大哥 我和大嫂流落在这岛屿 已经十天的时间了 看到这字 秦小天虎去一颤 眼中一热 两行热泪立刻滑落 胖子 是胖子 秦小天口中喊道 那嘴唇都在颤抖 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你们没死 没死 哦 秦小天口中喃喃着 最后仰天长笑 将这数年时间 压在心中的郁闷之气 全都释放出来了一般 就是一旁的夭月看到 也是热泪盈眶 因为这一幕 真的很感人 这半年的接触 夭月已经知道了秦小天为人 其实很重情重义 最起码对待自己身边的人非常好 所以 心中更是为秦小天感到欢喜 前辈 平常心 平常心 我们要太激动 这样对身体不好 秦小天听到夭月的话 这才看了一眼夭月 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继续朝着后面看去 大哥 我和大嫂已经在这里38天了 我的灵丹都吃完了 我好饿 大哥 我和大嫂已经在这里70多天了 我将你给我的极品一元 太清单给了大嫂 大嫂终于突破金丹期了 可以时常猎杀一些海妖果妇 大哥 三年了 你能想到 曾经500多斤的胖子 暴瘦到100多斤 是什么样子吗 大哥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大嫂说足有六年了 大哥 今天终于看到一艘巨大的海船 我和大嫂准备上这艘海船 听说是去什么天涯海阁 这句话留下之后 便没有了字迹 很明显 金胖子和林飘然二人上了海船 去了什么天涯海阁 妖月 你知道天涯海阁吗 这时 秦小天冲着在旁边数着那单丸的 妖月问了一声 那妖月听到天涯海阁四个字 虎曲猛的一颤 眼底深处透出一副恐惧之意 盯着秦小天 天涯海阁 传闻中的仙岛 仙岛 秦小天嗤鼻一笑道 区区下界的一座岛屿 也敢自称仙岛 没错 传闻之中 这仙岛乃是在沧海深处 从来没有人知道 这仙岛在何处 所以 至今这仙岛都是一个谜 不过 有人曾经在这沧海之上 看到过仙人 而这仙人不识云语 造福大众 曾经就过不少人 而这仙人自称是仙岛而来 那仙岛便是天涯海阁 当然了 这些都是流传出来的 从来没有人验证过 妖月将自己知道的事情 告诉了秦小天 秦小天眉头却是青醋 仙岛自然是谈不上 仙人更是不用说了 根本就不存在 只能说 那传闻之中的仙人 只是强大的修士而已 或许超过了原因期 或许更高 不过 不管是什么样 这天涯海阁 自己必须要去 妖月 最近你的收入也不少了 这是一艘灵船和海图 趁着那些海妖还没有过来 你走吧 秦小天将一艘灵船和海图 交给了妖月 让其独自离开 可是妖月却是眉头一簇 前辈 你不是要去天涯海阁吧 是 我要去天涯海阁 不出意外 那个画着大叉的地方 应该就是通向天涯海阁的道路 秦小天应了一声 并没有隐瞒妖月 不过 妖月却是沉思起来 足足过去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妖月的脸上露出一副坚定神色 前辈 我跟你去 你 秦小天看了一眼妖月道 是 说实话 晚辈在这沧海城待了十数年了 每日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 可是碰到前辈之后 晚辈才知道 自己这样活下去 恐怕很快就会入土为安了 既然要死 不如跟前辈一起拼一下 到时候晚辈只想 前辈能够传授晚辈一些长生之道 让晚辈可以永生不死 好大的口气啊 还永生不死 你真当这世上存在什么永生不死吗 秦小天听到妖月的话 心中好笑 永生谈何容易 别说是现在 就是过去身为准至尊的自己 都不敢说自己永生不死 这个妖月居然大言不惭地说 想要让自己赐他永生不死 前辈 请收我为徒 噗通 随着妖月的话音落地 妖月直接跪在了地上 脸上露出一副真诚和期待的声音 神色望着秦小天 罢了罢了 遇到本尊算是你的造化 不过 本尊不能收你为徒 因为本尊的辈分太高了 若是收了你为徒 到时候你见到那些几百岁 几千岁的老妖怪 他们还要喊你一声老祖 那他们多没有面子 啊 妖月听到秦小天话 神色有些恶然 眼中露出一副失望的神色 前辈 那晚没跟在你身边 当你的小跟班也行啊 啊 这次轮到秦小天恶然了 没有想到 这妖月是死心塌地的 要跟着自己了 罢了罢了 既然你如此诚心 那本尊就带我那些徒子徒孙 收你为徒吧 真的 妖月一听 秦小天要带徒子徒孙 收自己为徒 立刻露出惊喜之色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玄天宗 第二十二代弟子了 要以光复我玄天宗为己任 时刻督促自己 好生修炼 弟子拜见老祖 妖月立刻朝着秦小天 砰砰砰地刻了三个响头喊道 跟着露出一副喜色 冲着秦小天问道 老祖 您是第几代弟子啊 嗯 本老祖乃是第十八代弟子 老祖 刚才听您说 什么光复我玄天宗的大业 我们玄天宗 难道被人灭了吗 算你聪明 哼 谁这么大胆 敢灭我玄天宗 弟子 去将他的老挝给点了 圣阳宗 哼 该死的圣阳宗 老子早 晚 四 妖月说到这里 立刻幡然醒悟 整个人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慨之色 盯着秦小天 啥玩意 圣阳宗 那个最强大的 统治圣天大陆的圣阳宗 没错 就是这个圣阳宗 妖月 你肩膀上的担子非常重啊 秦小天露出一副任重道远 你责任很是重大的样子 拍了拍妖月的肩头道 那个啥 秦道友 在下退出玄天宗可以吗 嗯 这个沧海的海妖 貌似很喜欢吃人肉 听到妖月的话 秦小天也没有看妖月 只是眯着眼睛 盯着那沧海 口中喃喃一声 这妖月身躯一颤 差点吓尿 哼 什么圣阳宗 圣阴宗的 在弟子眼中狗屁不是 早晚有一天 弟子要一把火 将圣阳宗给烧成灰烬 一时间 妖月昂首挺胸 露出一副屁腻天下的样子 狠狠地说道 不错 不错 这才是我玄天宗第二十二代弟子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满意的神色道 而那妖月再次身躯一颤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露出一副弱弱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问道 老祖 弟子问一下 在弟子下面 还有几代弟子 嗯 这个问题很好 本老祖正在打算 什么时候让那些徒子徒孙 招收第二十三代弟子呢 啥玩意 目前弟子是最后一代弟子 妖月 老祖发现你便聪明了呀 秦小天露出一副因死你的笑容 冲着妖月说道 自从知道林飘然和金胖子还活着之后 秦小天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变好了 没事捉弄一下妖月 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老祖 妖月恨你 一时间 这岛屿之上 到处都是妖月悲惨的呼喊声 恐怕在其心中 已经将秦小天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无数遍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将临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冲山 半个时辰之后 在这沧海之上 一艘灵船 在妖月的驾驭之下 直奔那海途上 画着大叉的海域冲去 而秦小天则是 站在灵船的船头 口中喊出了一首 仙界一位剑仙 名叫李白的作品 身后的妖月听到 那是一阵马屁拍过 老祖好湿 好湿啊 老祖 你的长袍都湿了 脱下来 弟子帮你晒晒 老祖 你的裤衩子也湿了 虽然这么说 可是妖月却是满脸泪痕 一想到自己被秦小天坑 妖月的眼泪就哗哗烫 若是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秦小天早就横尸遍地了 足足过去了六天时间 临船在妖月的驾驭之下 终于来到了这片最危险的海域 然而 秦小天和妖月才发现 这片海域居然没有丝毫的风浪 就连那灵船 此刻也是停了下来 这让秦小天和妖月心中有些惊讶 老祖 我们还是回去吧 弟子怎么感觉 这里有一股不祥的气血 怕什么 有本老祖在 还能丢你 去为鲨鱼不成 秦小天立刻露出一副威胁的眼神 盯着妖月道 妖月哭了 真的哭了 可是在秦小天的威胁之下 妖月只能消耗自己的灵力 催动灵船 直奔那片风平浪静的海域而去 然而 这灵船刚刚进入这片平静的海域 这海面上 立刻出现了一片惊人的雷云 更有暴风卷起了万丈巨浪 不好 快退 秦小天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然而那妖月 却是露出一副苦涩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老祖 还退个毛啊 你看后面 妖月 你怎么将床开进妖兽堆里面了 秦小天看到后面成片的海妖 身上还散发出一股金丹漆和元音漆的气息 那心脏如同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一般 老祖 冲吧 妖月知道 退后必死无疑 唯一的活路 就是冲向那暴风地带被卷起的万丈巨浪 妖月 老祖若是死了 下了地狱 都要拉你当垫背 秦小天怒吼一声 直接退后 抱住了妖月的大腿 下一刻 二人随着那灵船 直接冲进了万丈巨浪之中 砰砰砰砰砰 一阵阵海浪拍打灵船的声音传来 在这海浪的拍打之下 秦小天和妖月二人根本无法喘息 只要一张口 必定要灌进来一大口海水 老祖 别隐藏了 拿出你的最强修为 带着弟子破开这风浪 要不然 咱俩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妖月实在无法忍受了 冲着秦小天传音道 妖月 不是老祖不想帮你 是老祖空有一身修为 根本施展不出来 你没看到 老祖只是宁气气大圆满的修为吗 老祖 你坑死我了 不如让我直接淹死在这海浪之中吧 妖月悲呼一声 这段时间 妖月一直在暗中观察秦小天 发现秦小天除了神念强大之外 修为真的只是宁气气 现在终于验证了 妖月恨不得找一块豆腐 直接撞死 妖月 你要挺住啊 你死了 老祖也不活了呀 秦小天惨叫一声 那抓住妖月大腿的手臂更紧了 没错 自己神念确实很强大了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 有个屁用啊 以自己的修为 抓不住妖月大腿 那只有死路一条 老天爷啊 你直接劈下一道惊雷 劈死我妖月算了 劈喀哄 随着妖月的哀嚎 那雷云之中 立刻暴射一道惊雷 直接朝着妖月和秦小天劈来 二人大惊 老天爷 我在开玩笑呢 妖月吓得再次惊呼一声 劈喀哄 哗啦啦 瞬间 这道惊雷劈在了秦小天和妖月身边 直接将这灵传劈的崩溃开来 妖月吓得直接抓住了一块巨大的碎片 秦小天则是死死地抓住了妖月的大腿 一道道惊人的巨浪打来 将二人掀翻在海底 又因为木板的浮力再次漂浮上来 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 二人全身都传来一阵疲惫的感觉 最后 秦小天干脆寄出一枚绳子 将妖月捆在了木板上 自己则是捆在了妖月的大腿上 就这样随波逐流 生死全游天定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二人彻底晕死过去 当一缕阳光照进了他们的眼中 终于将二人当中的秦小天照醒了 全身立刻传来一股酸痛 仿佛要散了架一般 嘴唇也是干裂 全身的皮肤更是被晒得爆裂 鲜血早就染红了全身 那样子显得十分猙獰恐怖 还好 秦小天神念强大 先让他醒了过来 一探妖月脉搏 还活着 秦小天这才放心下来 最起码他知道 自己和妖月都没死 至于身上的衣物 早就破烂不堪 怀中揣着的储物袋 也丢了不少 秦小天感受一下自己的手腕 还好 储物手镯还在 自己的大部分财物 都放在手镯里面 立刻祭出一枚灵丹吞下 恢复了体力 这才祭出灵传 将还晕死的妖月放了上去 塞了一枚灵丹在妖月口中 这才祭出清水丹 大口地吸食起来 睡 睡 睡 妖月扶了灵丹 也是行转 不过因为脱水 还有些迷糊 秦小天将清水丹塞进妖月的嘴里 妖月立刻贪婪地吸食起来 过去了半刻钟 妖月才醒了过来 第一眼不是看向秦小天 而是看向了自己的怀中 顿时间妖月哭喊起来 苍天啊 大帝啊 哪位神仙姐姐下凡来 如此折磨我啊 我的储物袋 我的内单 我的书一零食啊 行了 别哭了 能活着 已经是我们走了大运了 秦小天 都是你 都是你 老子掐死你 啪 就在妖月嘶吼冲向秦小天的时候 秦小天一巴掌扇出 那扇嘴神通出手 直接将妖月拍在了船板上 你 你怎么这么快恢复体力了 妖月没有喊疼 可是却惊讶 秦小天为什么恢复体力了 自己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呀 更别说修为了 老祖我有这个 秦小天咧嘴一笑 冲着妖月晃了晃手臂 那一枚储物手镯 立刻映入了妖月的眼睛 一时间 这储物手镯仿佛释放出万丈光芒 刺得妖月睁不开眼 老祖 弟子对你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妖月高呼一声 满脸都是惊喜之色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直接冲到了秦小天腿边 抱住了秦小天的大腿 只不过 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 却是盯着秦小天手腕上的储物手镯 钱财啥的 都是身外之物 秦小天晃了晃手臂道 跟着伸手一番 两枚壁骨丹和数十枚清水丹 出现在手掌中 跟着吞了壁骨丹 将数十枚清水丹在头顶捏碎 哗啦啦 一大坨清水 立刻冲刷秦小天的全身 将那污秽和海水洗净 这才换了一套长袍 再次玉树临风的 站在了姚月面前 姚月直接看傻眼了 彻底的 被秦小天这一番操作震撼到了 他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还有壁骨丹 和这么多的清水丹 老左 你这出门别的不带 就带壁骨丹和清水丹吗 姚月惊讶地问道 要知道 到了他们这样的境界 什么壁骨丹 清水丹之类的 根本就不需要了 所以根本没人带 可是秦小天却带着 仿佛知道自己会遭难一般 提前准备好的 姚月啊 你要记住一句话 人无远率必有近忧 虽然这壁骨丹 清水丹看似非常非常低级 可有的时候 真的能救命 秦小天说着 同样寄出壁骨丹和清水丹 给了姚月 又给了姚月一套长袍 这才抬头朝着四周看了过去 只见 那雷霆暴风雨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却是正常的风浪 不但如此 秦小天还看到 极远的地方 居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 这岛屿不是很高 也就是万丈而已 可是却有祥云笼罩 甚至还能够看到 仙秦异兽在上空翱翔 不但如此 还有一道道身影 正在岛屿上空飞翔 那形态 如同仙子一般 这时 姚月也终于换好了一副 抬头看到这样一副仙家景象 整个人彻底的惊呆了 老左 倩 倩 仙导 天涯海哥 就在姚月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交呼声 传入了二人的耳朵 师姐 有男人 老左 有仙子 随着那道交呼声传来 姚月也是高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只见两位仙子踏着海浪 朝着他们这里奔来 哼 故弄玄虚 秦小天看到二女踏浪而来 心中却是暗道一声 这二女根本不是踏浪而来 在他们脚下 只是两只金丹七的海妖而已 很快 这两位女子就来到了秦小天和姚月面前 其中一位女子面带雀月之色 另外一位女子却是带眉青醋 上下打量秦小天和姚月 师姐 真的是男人啊 那满脸雀月之色的女子 再次交呼一声 显得更加雀月 可是那带眉青醋的女子 却是有些不善之色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来到蓬莱仙岛 蓬莱仙岛 不是天涯海阁吗 听到这女子的话语 姚月却是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哼 什么天涯海阁 这里明明是蓬莱仙岛 说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要知道 我们蓬莱仙岛 可是被一座天然大阵笼罩 别说你们这样的修为了 就是圆英七的人也休想进来 那面色雀跃的女子 此刻却是双手掐腰 露出一副称怒之色 冲着秦晓天和妖月喊道 不是吧 妖月直接无语了 刚要辩解几句 却是被秦晓天拦住 抱歉 我们二人并非是有意闯入贵斗 我们只是寻人的时候 遇到雷霆暴风雨 这才迷失了方向 来到了这里 胡说 根本不可能 连圆英七的人都进不来 一场雷霆暴风雨 就把你们刮进来了 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说 你们是不是敌人派来 打探底细的 呃 我们这是来找人的 一男一女 女的是我妻子 名叫林飘然 男的是我小弟 名叫金胖子 秦晓天被这位 天真无邪的少女打败了 这都什么和什么 刚才还说 没有人能够进来这里 现在又说什么 敌人派来的奸细 秦晓天真的很想问 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一句 咋能不这样坑人玩吗 不过 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头 是龙得盘着 是虎得握着 总之一句话 在人家屋檐下 就敲摸的呆着吧 什么林飘然 什么金胖子 我们这里除了你们这两个外人 从来就没有来过人 小云 不要说了 直接带他们去见长老 让长老处置 那面色不善的女子开口喊道 那叫小云的女子 才瞪了一眼秦晓天和妖月 走 跟我们见长老去 看我干啥 人家的地盘 走吧 在二女的威胁之下 妖月看了一眼秦晓天 秦晓天直接回瞪过去 低骂一声 跟着二人随着二女的身后 直奔那蓬莱仙岛而去 此时此刻 在那盛天大陆的秦国 与赵国边境 一道身影四处张望 发现没人 这才钻进了一处 隐藏的山洞之中 能够看到 这山洞是新开辟出来的 在里面做了七八位神色疲惫的人 那人进去之后 这几个人立刻警觉 发现是熟人 其中一位女子 才满脸焦急地喊道 二师兄 可有秦晓天老祖的消息 这一行人不是别人 正是玄天宗坐着传颂阵 一路逃亡的玄天子 和玄灵子等人 只不过 被邪修一路追杀 逃到了赵国的边境 更是死去了十几位弟子 如今只剩下这几个人了 没有 不过我探听到 邪灵殿的人 已经被神武宗的人杀退了 这出去探听消息的人 正是玄弟子 看到玄灵子询问秦晓天的消息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不过还是告诉了玄灵子 玄灵子听到 面带伤心之色 眼中有泪水滑落 一旁面色苍白的玄天子看到 叹息一声 哎 小师妹 秦晓天老祖不像夭折之相 倒是你 不要太伤心 否则你的伤势难以恢复 恐怕 玄天子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玄灵子营救他的时候 被拍了一张 伤势很重 而他们的灵丹也都用尽 再加上玄灵子伤心过度 这伤势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秦晓天死去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玄灵子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是一阵伤神 不过玄天子 却是看向了玄弟子问道 既然沈武宗赶走了邪灵殿 我们回去吧 然而 玄弟子却是摇了摇头道 难啊 沈武宗又扶车四个新宗 我们回去 也没有我们玄天宗的地方了 而且 师妹伤势太重 不宜周车劳顿 玄弟子说着 再次看向了玄灵子一眼 眼中尽是伤痛之色 他恨不得跟秦晓天对换 那个失踪的人是自己 也不愿看到玄灵子相消欲语 他和玄天子都看出来 玄灵子若是没有绝世灵丹服用 恐怕活不过五年 我再去探 最不计 也要给师妹找一些灵丹回来 玄弟子摇紧牙关道 跟着头也不回 冲出了山洞 而玄天子也没有阻拦 西沧海 在这沧海深处的一座岛屿上 一位女子站在牙头 瞧手一望 这样的举动 这位女子已经连续半年之久了 在其身边 还有一位身材消瘦 眼眶深陷的男子 脸上露出一副自责之色 时不时望着海面 时不时望着这位女子 大嫂 已经六年了 你天天都在看着海面 这样下去不行啊 没错 这女子在这海岛上望了半年 可是在另外的海岛上 足足望了五年半 只可惜 心中期待的那道身影 始终没有出现 大嫂 我相信大哥不会死的 她一定会来 你再这样下去 胖子我就先被那可恶的天号搞死了 这二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胖子和林飘然 当时二人按照秦晓天的吩咐 在刺沟等待 谁知道 秦晓天没来 邪灵殿的人却来了 二人只能杀出重围 一路向西南方向逃去 最后逃到了沧海城 只可惜 邪灵殿的人有入侵了沧海城 二人慌乱之下 与人逃到了沧海之中 经过几次惊险的转折 二人才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之上 还好 胖子林丹不少 再加上猎杀海妖 二人才没有死去 而胖子林丹吃光了 剩下一枚极品的一员泰青丹 最后给了林飘然 林飘然不负所望 突破金丹期 金胖子和林飘然 在这岛上一住 就是五年半 终于二人碰到一条大船 询问之下是天涯海阁的少主 金胖子这才流言 与林飘然来到了天涯海阁 只不过 这个天涯海阁的少主 看上了林飘然 一直在追求 金胖子当然不同意 被这少主围了好几次 若不是林飘然出手相救 金胖子早就死了 该死 那天号狗又来了 金胖子发现 那天涯海阁的少主天号又来了 每当林飘然来这里 他都会跟一只根定狗一般跟来 唉 这时 林飘然叹息一声 朝着金胖子走去 蓬莱仙岛 秦晓天和妖月 在二女的威胁之下 被带到了蓬莱仙岛之上 站在了一位老玉的面前 那名叫小云的女子 立刻露出雀跃之色 跳到了老玉面前 露出一副妖功神色 伸手指着秦晓天和妖月喊道 长老 我和妙染师姐抓到两个奸续 奸续 老玉听到这小云的话 脸上露出一副笑容 口中喃喃一声 对啊 他们说是被大风刮进来的 这怎么可能啊 你压的才是大风刮来的 你全家都是大风刮来的 秦晓天瞪为言小云 这才露出一副 自认为很善良的笑容 前辈 晚辈是寻找妻子和兄弟的时候 遇到了雷霆暴风雨 最后穿沉了 才飘到了这里 若是前辈不相信的话 可以送我们俩离开 不过 在离开之前 希望前辈能够告诉晚辈 有没有一位名叫林飘然 和一位名叫金胖子的人来到这里 秦晓天十分客气 甚至话音落地 朝着老玉拜了一拜 我们蓬莱仙岛已经数万年没有人进来过了 恐怕小哥要失望了 老玉也没有隐瞒秦晓天 直接说出了实情 多谢前辈 既然如此 晚辈希望前辈只条名路 该如此离开蓬莱仙岛 那天涯海阁又如何过去 实不相瞒 老生活了几千年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蓬莱仙岛 也不知道如何离开蓬莱仙岛 更别提什么天涯海阁了 这 秦晓天傻眼了 感情这蓬莱仙岛就跟世外桃源一般 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 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外面 哼 什么这的那得 我看 你们就是奸细 小丫头骗子 老子不能忍啊 什么奸细不奸细的 老子有必要跟你一个小丫头骗子撒谎吗 这时 一直被小云打压的妖月 再次听到小云的话时 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了 直接冲着那小云怒吼道 告诉你 老子和老祖并不是奸细 也不知道你们的敌人是谁 老子只是跟老祖来找人的时候 不小心遇到暴风雨 飘到了这里而已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一口一个奸细 这么善良的奸细吗 别说被妖月这么一吼 这小云直接就傻眼了 露出一副惊恐和憋屈的神色 盯着妖月 跟着放声大哭 哇 长老 这男人太恐怖了 我怕 我怕 啊 顿时间 妖月傻眼了 那妙然和老玉都露出一副痛恨的神色 怒瞪妖月 吓得妖月一个哆嗦 而那小云却是躲在老玉身后 冲着妖月扮了一个鬼脸 哪里还有半点委屈的样子 长老 这个男人如此凶恶 一定是奸血 是奸血 呜 扑 妖月直接喷血三声 果然是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啊 一时间 妖月甘拜下风 只能躲在秦晓天身后生嫩气 前辈抱歉 我这徒孙有些口无遮拦 还请前辈海涵 骗鬼呢 你们俩年岁跟我和妙然师姐差不多大 他怎么就是你的徒孙了 依我看 你们就是奸血 长老 拿下他们 丢进万龙窟吧 这小丫头骗子还真是刁蛮 一时间让秦晓天也是头疼起来 眉头青醋的盯着老玉 你是哪个宗门的 年纪轻轻 怎么就成为宗门老祖了 这老玉开口问道 眼中也是露出一副不幸的样子 毕竟那小云说的有几分道理 实不相瞒 晚辈确实是玄天宗的小老祖 师承圣天道人门下第十七代弟子 晚辈算是第十八代 而他则是第二十二代弟子 哼 骗鬼呢 那小云听到再次喊了一声 不过 看到秦晓天眼中透出一丝寒意 立刻吐了吐舌头 躲在了老玉身后 然而 老玉听到秦晓天说出圣天道人的时候 面色却是陡然一变 小子 你说的是圣天大陆最强宗门 玄天宗的创始鼻祖 圣天道人 看到老玉面色 秦晓天心中猛的一跳 按道一声 坏了 踢铁板上了 不过 话已经说出口 秦晓天也不能收回了 只能点了点头 没错 只可惜 如今的玄天宗 已经被圣阳宗取代 落魄的连宗门前不久 都被邪宗给灭了 剩下为数不多的人 也都失去了联系 秦晓天说着 脸上露出一副痛苦之色 而那老玉面色 却是变得更加不善起来 哼 你们在这里等着 此事 老神要请示我们的岛主 老玉话音落地 居然留下了秦晓天和姚月 带着小云和妙染二人离开 仿佛根本不怕二人逃走一般 老祖 我们逃吧 看到老玉三人离去 姚月立刻喊了一声 可惜 秦晓天却是摇了摇头 逃 往哪逃 难道去沧海为海妖不成 海妖算什么 老祖一到神殿就可以控制了 刚还弟子内丹都没了 杀了这些海妖 还能回回本 你呀 以后做事学精明点 在这海域之上 你认为只有金丹七的海妖吗 没有看到 那两个刁蛮的小女娃子 都是金丹七 这 确实 那小云和妙染都是金丹七 而那老玉 妖月更是看不透 不过 从其说自己 在这蓬莱仙岛活了数千年 最差也是圆阴七大圆满 甚至更高 毕竟 金丹七的寿元 哪怕底蕴再强 也不会超过千年 基本上就是五六百年而已 底蕴强的 能活个七八百年 若是有金人造化 也就是九百多年 千年 那是一道金丹七 无法逾越的鸿沟 必须要是圆阴七 才能够拥有 圆阴初期 寿元大约一千五六百年 圆阴中期两千五六百年 圆阴后期 三千五百多年 圆阴七大圆满 才能够活个五六千年而已 难道我们在这里等死不成 我可是看到 那老玉面色不善 眼中透出一丝杀机 凭借秦晓天的感知 岂能不知道 根本不需要妖阅提醒 只不过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逃出去 且不说这老玉 就是海妖 也有原因期的在镇守 自己可不想成为海妖的负中餐 若是这样 还不如死在老玉手中 所以 秦晓天没有离去 反而想要赌一把 因为这老玉面色的变化 明显知道玄天宗的存在 最差也是 只到圣天到人 否则不会转变这么大 既然秦晓天不离去 那妖月只能陪着秦晓天等待了 足足等了半个时辰 那妙染才姗姗而来 对着秦晓天说道 我们岛主要见你 随我来 话音落地 妙染带着秦晓天和妖月 直奔岛主所在而去 秦晓天和妖月二人 这才一路看到了 蓬莱仙岛的景象 不得不说 这蓬莱还真是仙境 到处都是奇花异草 还有祥云笼罩 云雾相伴 更有奇珍异寿 比如那天上飞的仙鹤 还有地上跑的灵兽 甚至秦晓天 还看到一只好似神兽 白虎一般的 全身雪白的灵虎 更不要说什么仙宇楼阁了 简直妙不可言 美不胜收 当秦晓天感叹 仙界也不过如此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一座大殿之前 在那大殿之上 书写着不凡的四个大字 蓬莱仙殿 在这蓬莱仙殿的四个大字上面 秦晓天居然感受到了 一股半仙的气息 这让秦晓天心中吃惊 很明显 这四个大字 乃是出自渡过仙节之人的手 正当秦晓天心中震撼的时候 那妙然立刻娇喝一声 哼 进入蓬莱仙殿 若是有半句虚言 小心剁了你们当花肥 秦晓天和妖月心中惊讶 没有想到这妙然这么狠 不过 就在此刻 一道如同天籁一般的声音 却是传入了秦晓天和妖月的耳朵 妙然 不得无礼 让两位道友进来吧 看看你们岛主 多有仙人风范 同样是仙子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听到这天籁一般的声音 妖月立刻邪逆妙然 嘲讽一句 然而 当这天籁的声音再次传来时 妖月差点骂娘 待本主询问过后 再杀了他们当花肥也不迟 果然我娘说的话是对的 突然间 妖月来了这么一句话 不但让妙然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就是秦晓天也没头青醋 看了一眼妖月 漂亮女人说的话 都是骗人的 牙尖嘴利 长嘴 这时 那蓬莱仙殿之中再次传来那天籁一般的声音 只不过这次略带怒气 啪啪啪啪 不过 一道道山嘴巴子的声音却是传来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 直接扇了妖月五个大嘴巴子 咦 山嘴神通 秦晓天惊一一声 因为这手法自己太熟悉了 正是那扇嘴神通 只不过在这岛主手中变得更加微妙罢了 一时间 秦晓天心中生起了一个想法 这蓬莱仙岛的人 很有可能跟圣天道人有不浅的关系 哼 若是再敢口无遮拦 直接割了舌头 再剁吧剁吧当花肥 这话传来 妖月吓得直接伸手捂住了嘴 看得秦晓天一阵无语 这妖月嘴巴再没有个把门的 以后恐怕真要死在这一张嘴上了 进来吧 随着声音再次传来 这蓬莱仙殿的大门自动开启 一股仙气扑面来 更有一股忧香 独属于女人的忧香 秦晓天挺起胸膛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迈开步子 进入了这蓬莱仙殿之中 那妖月也跟在后面 走了进去 嗡 秦晓天刚进入这蓬莱仙殿 脑海之中立刻传来一道嗡鸣声 跟着还没有看清里面的景象 眼睛就是一花 跟着 秦晓天发现 自己仿佛处于一片迷雾之中 一道道看不清的仙影在眼前飘过 还有一阵悦耳的音律 这一刻 秦晓天仿佛身在仙境一般 有一种仿若成仙的感觉 非但如此 在那悦耳的音律之下 更是显得美轮美奂 故弄玄虚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这不过是一片幻想 是那音律产生的幻想 对于旁人来说 或许奏效 可是对于自己来说 真的无用 不过 秦晓天也知道 这是对方给自己的考验 只有度过这个考验 才能够见到 这蓬莱仙岛的岛主 一时间 在秦晓天面前 出现了不少的仙子 这些仙子曼妙的舞姿 朦朦的身影 每时每刻都在搏动 秦晓天的心弦 非但如此 不过 秦晓天如同老僧入定一般 对于这些仙影 没有任何举动 这个秦晓天 应该抵受不住九天玄阵 也不一定 现在这个秦晓天 还没有为其所动 这时 有声音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他知道 定然是这些人 觉得自己 已经陷入了幻想 听不到他们说话 只可惜 他们太小看秦晓天了 此刻的秦晓天 不但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更是能够从这幻想之中 轻易脱离 但是 秦晓天没有这样做 反而伸至幻想之中 继续聆听 定力不错 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面前景象陡然一变 一道憔悴的身影 却是出现在了秦晓天面前 小天 一道呼唤声传来 让秦晓天身躯一颤 直接睁开了眼睛 飘然 在秦晓天面前出现的身影 正是林飘然 只不过林飘然满脸憔悴 身上淤血 满脸都是痛苦之色 小天 对不起 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林飘然满脸不舍之色 那身影居然逐渐远去 秦晓天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思念 猛地冲向了林飘然 不 不 我不要你离开我 我跟你保证过 你信我 此生我绝不负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留下我一个人 看到林飘然消失不见 秦晓天痛苦地喊道 小天 这时 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秦晓天身躯再次一颤 玄灵子 面前出现的身影 正是玄灵子 同样的 玄灵子全身淤血 那娇媚的容颜变成了红粉窟窿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保护好玄天宗 没有保护好门下弟子 不 不 是我 是我不好 我对你说过 我会保护你 只要你信我 此生我绝不负你 难道 你也要离开我吗 唉 没有想到是一个多情种 在这叹息声传来 秦晓天的面前再次陡然一遍 一道胖胖的身影立刻出现 正是那金胖子 你 可以了吧 还要试探我到什么时候 导主 就在金胖子要出现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低喝一声 跟着身躯一阵 面前的幻想全部消失不见 嘶 你居然自己脱离幻想了 难道九天玄阵对你无用 下一刻 在秦晓天面前 出现了数十位女子 站在蓬莱仙殿的两侧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在那仙殿中央 一位绝世嘉丽 蒙着面纱 眼中透出一丝亚色 什么九天玄阵 迷阵就迷阵 想要看我是否有情有义 何须如此 难道导主觉得 这样刺痛别人的心 很好玩吗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丝怒涩道 查看自己是否好色也就算了 可是将自己心中担心的事情 引出来 那就不对了 秦晓天的话 让这些女子立刻面罩寒霜 那岛主也是带没青醋 大胆 对我们岛主无礼 该斩 左右先使 拔掉她的舌头 将其堕烂 埋入花丛 当花肥 哈哈 好大的口气啊 你们见过险吗 你们杀过人吗 来来来 我就站在这里 让你们杀 秦晓天听到这话 立刻大笑一声 这让在场的女子皆都一愣 心中立刻自问一声 是啊 怎么杀啊 蓬莱仙岛与世隔绝 从来不曾有人能够进入过 可以说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生人 更别说杀人了 你很聪明 嘟嘟嘟 这时 一句话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听到一阵拐杖敲地的声音 之前那位老狱长老 居然扶着一位更加苍老的老狱 出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可惜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们确实没有杀过人 但是老生却是满手血腥 老了 看到这两位老狱出现 众人立刻露出恭敬之色 喊了一声 就是那岛主也从上面走下来 亲自扶着这位老狱 看到这老狱 秦晓天心中涌起万丈巨浪 从这老狱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堪比杜杰气高手 秦晓天怎么也想不到 蓬莱仙岛有这样的高手 晚辈秦晓天 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拜见前辈 拖出去 直接当花肥 然而 秦晓天的话刚落地 这老狱居然直接下令 让人将秦晓天拖出去当花肥 这一变化 直接让秦晓天在内的众人傻眼了 从这老狱身上 秦晓天真的感受到一丝杀鸡 仿佛这话并非是开玩笑一般 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那岛主也是带眉青醋 没有想到姥姥上来就要杀人 一时间 眼中露出不忍之色 圣天道人啊 圣天道人 你到底怎么把蓬莱仙岛的人得罪了 人家一听本尊是玄天宗弟子 就直接要杀了本尊了 感受到老玉的杀鸡 看到两人直接朝着自己走来 秦晓天心中真的很郁闷 有了 不过 看到那岛主眼中不忍之色 秦晓天灵机一动 跟着高呼一声 前辈 无奈奉圣天道人一致 来蓬莱仙岛提亲的 小子 你找死 听到秦晓天的话 众人都愣住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会说出 要提亲这句话来 不过 那长老却是怒吼一声 一掌拍向了秦晓天 碰 秦晓天直接被这一掌拍飞 直接飞出了仙殿的大门 口中更是喷出一道热血 将这大殿的地面都给染红 至于嘛 不就是来提亲吗 你们居然吓死手拍我 既然不愿意 那你们就送我离开吧 秦晓天只能抱怨一声 根本不敢跟人家应拼 因为自己真的不想死 否则也不会在情急之时 喊出来提亲的话 小瓜子 老身先撕落你的嘴 那长老低贺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怒色 就要冲出去 咦 不过 那姥姥此刻却是惊疑一声 眼中露出一丝亚色 盯着秦晓天手指上 不知何时套上来的一枚戒指 住手 那姥姥立刻喊住了长老 此刻那长老 已经扑到了秦晓天的面前 正要出手撕烂秦晓天的嘴 但是听到姥姥的话 却是停了下来 秦晓天面色惊慌未定 暗中暗道一声 大爷的 非要让本尊被上秦斋吗 是的 秦晓天自从接过天宗老祖的戒指 就已经查看过戒指里面的物品 上品几个亿 中品几百万 上品几万 还有十几枚几品 预检除了圣天道人留下的功法和道法之外 就是一枚记录玄天宗世纪的事情 从圣天道人留书来看 圣天道人曾经付过一位女子 不过却与此女有过约定 未来弟子会上门提亲 迎娶这女子的弟子 而这罗帕 便是与这女子相约之物 至于这枚戒指 实则就是玄天宗宗主信物 只有获得此戒指 才算是玄天宗真正宗主 也就是说 秦晓天便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之所以不想戴上这戒指 正是因为秦晓天不想背负玄天宗的重任 毕竟秦晓天的目标是 先见那些害了自己的先帝 当秦晓天无意间闯入蓬莱仙岛 爆出自己家门的时候 看到对方的细微表情 秦晓天就觉得这个蓬莱仙岛 可能与玄天宗相熟 再加上从对方口中得知 这是蓬莱仙岛 居然与圣天道人流言的蓬莱仙岛 一般无二 秦晓天才断定 这姥姥立刻认出了 这枚代表玄天宗宗主的戒指 堵堵堵 姥姥拄着龙头拐杖 走到了秦晓天的面前 盯着秦晓天手上的戒指 小子 这戒指哪里来的 姥姥 这 哼 这姥姥也是你叫的 那长老立刻怒喝一声 打断了秦晓天的话 无奈玄天宗第十八代弟子 未来蓬莱仙岛岛主的夫君 自然要叫姥姥了 秦晓天挺了挺胸膛 没有丝毫畏惧之色 冲着那长老喊道 那长老面色一黑 怒瞪秦晓天一眼 而那扶着姥姥的岛主 虽然遮着面纱 不过却翘脸一红 羞涩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原来是圣天道人的徒孙 也罢 你说圣天道人一致 让你来迎娶岛主 你可有信物 这姥姥开口问道 秦晓天立刻上前一步 不过却被那长老拦住 无奈 秦晓天只能隔空 祭出一条蚕丝罗帕 果然是仙祖之物 这姥姥也不担心秦晓天做鬼 结果蚕丝罗帕 仔细端想 看到那罗帕的一脚 绣着一片仙岛 上面有个棚子 口中低音一声 小子 你叫秦晓天 是圣天道人第十八代传人 姥姥开口再次询问一声 秦晓天眉头一簇 却是狐疑地看了一眼姥姥 没错 正是晚辈 好 姥姥居然喊了一个好字 跟着大手一挥 张灯结彩 今日便让你与岛主完婚 死 这一刻 不但是秦晓天傻眼了 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姥姥的决定 也太无断了吧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居然今晚就要完婚 姥姥 晚辈倒是没有什么 只是人家岛主愿意吗 一时间 秦晓天哭笑不得 这变化来得太快 自己一时间无法接受啊 虽然一切都听姥姥的吩咐 哪里知道 这岛主翘脸一红 朝着姥姥吟一拜 居然同意了姥姥的话 听见了吧 小子 姥姥看了一眼秦晓天道 姥姥 实不相瞒 晚辈已经有了两位红颜知己 无妨 杀了就是 啊 秦晓天顿时间傻眼了 没有想到这姥姥这么果断 也行 那姥姥送晚辈出去 晚辈杀了他们再回来 小子 你倒是打得好算盘 是不是觉得 姥姥已经老糊涂了 秦晓天老脸一红 晚辈怎么敢欺骗姥姥 行了 不杀也没事 反正进入庞岸仙岛 你也出不去 外面的事情 就此断了便是 姥姥话音落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长老 带着姑爷去准备一番 晚上准备与岛主完婚 堵堵堵 话音落地 也不管秦晓天答不答应 直接与岛主远去 那岛主娇羞地回头看了一眼 眼中静视甜甜的笑意 很快 秦晓天就被长老和几位女子带走 顺带着 将那姥月也从幻想之中拉出带走 让姥月一阵哀嚎 说什么 自己刚要与众仙子洗劫连里呢 不过听到秦晓天要与岛主完婚 姥月直接傻眼了 最后冲着秦晓天竖起了大拇指 说了一句 老祖牛叉 居然连人家岛主都勾搭上了 仙儿 你不会怪姥姥吧 当姥姥和岛主来到了寝宫 姥姥这才拉着岛主的手 满脸慈爱地说道 这岛主名叫云仙儿 仙儿不怪姥姥 云仙儿娇羞羞地应了一声 哎 这个小子滑头得很 恐怕与你完婚之后 会千方百计 从你口中套得离去的办法 记住了 千万不要告诉他 男人 很容易健忘的 一旦他离开了你 就会把你忘记 所以 你一定要牢牢地抓住他 实在不行 直接打断他的腿 若是让秦晓天听到姥姥这番话 绝对要吓尿了 这姥姥也忒狠了 姥姥 这 云仙儿倒是露出一副不忍的样子 不过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姥姥打断 你呀 就是心态善良了 从小到大 连一只海妖都不舍得杀 估计你也不忍心打断他的腿 姥姥 仙祖真的与那个圣天道人 有什么约定吗 云仙儿露出一副询问之色 看着姥姥问道 唉 这已经是十万年前的事情了 姥姥口中叹息一声道 跟着与云仙儿 说出了仙祖曾经的往事 云仙儿也是听得双目含泪 心口好似被一块大石头压着 原来彭莱仙岛并非与世隔绝 曾经也在圣天大陆之上现身 那个时候 彭莱仙岛的仙祖认识了圣天道人 可惜 造化弄人 圣天道人与彭莱仙岛的仙祖有缘无分 彭莱仙岛的仙祖不知为何 突然间外宣不嫁 这才与圣天道人擦肩而过 至于什么原因 无人得知 最后圣天道人与其约定 后人会去彭莱仙岛 迎娶他们仙祖的后人 这才有了秦晓天这么一出 而彭莱仙岛也因为这件事情 被仙祖封闭了仙岛 从此与世隔绝 不理外事 姥姥 仙祖真可怜 可是为什么仙祖突然间宣布不嫁了呢 具体原因 姥姥也不知道 只是祖上流传 与一个名叫圣阳的人有关系 听到这里 云仙露出一副亚瑟 脱口出 圣阳 不会是秦晓天口中 灭了玄天宗的圣阳宗吧 云仙在猜测 是否是因为圣阳宗的问题 拆散了圣天道人 和其鼻祖的好事时 秦晓天已经被人带到了一处阁楼沐浴更衣 当一身大红袍上身之时 已经是夜幕时分 蓬莱仙岛也是张灯结彩 人稀嚷嚷 准备大婚的事情 老祖 你真幸福啊 在找女人的路上 居然又被女人看上了 人家还是一岛之主 再看看你 不过是落魄宗门的老祖而已 还有什么好抱怨呢 腰月看到秦晓天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对着秦晓天喊道 这样天大的好事 咋个就没有落在自己身上 唉 秦晓天叹息一声 倒进心中无奈 其实自己不想的 可是不知为何 这桃花运总是缠身 要知道 自己是要杀进三十三重天外 镇压几位先帝的人 现在倒好 而女思琴 缠了一身 虽然自己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也用不上女人见到自己 就投怀送抱吧 成就感 真的是荡然无存啊 秦晓天仰望阁楼之外的星空 仿佛那思绪 早就飘到了星空之外 三十三重天之上 姑爷 及时已到 姥姥和岛主已经在等待了 这时 小云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走吧 总是要面对的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开启了房门 与小云走向了蓬莱仙殿 今晚的大婚正式在这里举行 主婚人便是姥姥 蓬莱仙殿灯火辉煌 布置的更是喜气洋洋 仙导的所有人都赶来 为秦晓天和云仙这对星人祝贺 一番注辞之后 二人拜堂成亲 姥姥也是大方 直接送给秦晓天一件极品零件 和许多奇珍一宝 半个时辰之后 秦晓天和云仙 被送进了新布置的新房 一时间 这新房的气氛 便得有些尴尬起来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秦晓天都没有任何举动 终于 云仙忍不住 先出口了 夫君 难道你不问我 怎么才能离开蓬莱仙岛吗 就在云仙这话出口的时候 云仙居然走到了秦晓天面前 握着秦晓天的手 挑开了自己的带头 没 没得让人窒息 哪怕秦晓天心不在此 看到云仙的容颜 也是惊为天人 就好似是仙界的仙女夏凡一般 千秋无绝色 月幕是佳人 倾国倾城茂 仙女夏凡来 秦晓天口中传来一句赞美的诗句 让云仙原本就娇羞的面色 变得更加粉中带红 一股蓝芳之气 更是钻入了秦晓天的鼻尖 人家问你 怎么不问人家离开的方法 云仙虽然露出一副称怒的神色 不过明显就是装的 问又如何 恐怕姥姥已经嘱咐你 不要听信我的花言巧语吧 你 你怎么知道 云仙露出一副亚色道 秦晓天摇头一笑 自己好歹也是准至尊 若是连这都猜不出来 还怎么混 因为我不安套路出牌啊 秦晓天笑道 跟着直接拉过云仙的手 将其拉入怀中 云仙娇躯一颤 想要挣脱 可是全身居然酸软无力 一时间倒在了秦晓天怀中 你我已经是夫妻 不需要害羞 我也不想要欺骗你 在你之前 我还有两位红颜之己 而且 他们都在等我去救他们 所以我必须离开 不过你放心 我不是圣天道人 我不会忘恩负义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你若信我 此生我定不负你 又是这句话 若是林飘然和玄灵子在这里 会不会给秦晓天一个大瓜子 不过 云仙却是动情了 一双迷离的眼睛盯着秦晓天 呼气都有些粗重 其实 其实是我的祖先 辜负了圣天道人 破 听到云仙这句话 秦晓天一个亮呛 差点喷出三声老血 自己再怎么想 恐怕也想不到 圣天道人原来是被抛弃的 秦晓天立刻为圣天道人 头顶的一片青青草原 挨没三秒钟 其实 也不算是辜负 貌似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名叫圣娘的人 最后让先祖拒绝了这段婚姻 并且回到了蓬莱仙岛 将蓬莱仙岛封印起来 与世隔绝 圣阳 圣阳宗 秦晓天惊呼一声 没有想到当年还有这么一段新秘 若是这样 玄天宗的被灭 会不会是因为圣娘宗 对蓬莱仙岛先祖的爱慕 才由爱转恨 报复在了玄天宗之上 有意思吗 修道之人 应该不为七情六欲所动 如此一来 如何成就先祷 秦晓天心中无语 这简直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而毁了三个可以成仙得道的人 是的 具体原因 我也不知道 云仙说道 秦晓天则是皱起了眉头 久久不语 仙 我想离开先祷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没有询问云仙离开的方法 因为秦晓天知道 云仙若是想要告诉自己 自己不问 也会说的 我知道 云仙露出一副失落的神色 应了一声 那两位姐姐长得漂亮吗 虽然没有你仙尘飘逸 但是也是沉于若燕 碧月修花 最主要的是 我答应过他们 绝不辜负他们 跟着 秦晓天将自己和二女的事情 缓缓到来 云仙也是被秦晓天的情意感动 尤其是听到秦晓天不顾危险 营救玄灵子和寻找林飘然的时候 眼泪忍不住的滑落 若是有一天我也消失了 你也会这样吗 会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秦晓天眼带真诚 语气坚定的说道 谢谢你 我这就带你离开 云仙说道 这让秦晓天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云仙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这哪里是 自己不按套路出牌 简直就是云仙不按套路出牌啊 别想了 待会别让姥姥发现了 那样你就离不开了 可是妖月 我早就 让小云带着她去等你了 云仙应道 然而 秦晓天却是突如其然的 林飘然和玄灵子就回来找你 不需要回来 为啥 难道你要抛弃我 听到云仙的话 秦晓天有些傻眼道 脑海之中立刻想到了 盛天道人头顶那一片青青草原 别傻站着了 我要跟你一起离开 啊 秦晓天惊讶地叫了一声 云仙却是露出一副期待之色 拉着秦晓天的手 其实 我和小云早就想离开蓬莱仙岛了 话音落地 秦晓天在云仙的拉扯之下 朝着蓬莱仙岛的某一处冲去 也就是半炷香的时间 秦晓天就来到了海边 果然看到 妖月与小云等在那里 老祖 妖月看到秦晓天 面带惊喜地 立刻喊了一声 不过 秦晓天看到树枝金丹七的海妖 停在那里 眉头却是微微一簇 看了一眼面前的云仙和小云 漠然间站住了脚步 口中朝着远处喊了一声 老祖 你这样戏耍晚辈 有意思吗 老祖 你这是 听到秦晓天的话 妖月先傻眼了 但是那小云和带着秦晓天离去的云仙 却是瞪了一眼秦晓天 跟着就看到云仙一抹面孔 这人立刻变成了妙然 这是怎么回事 妖月有些傻眼的问道 哈哈 好聪明的一个小娃子 算你过关了 这时 姥姥的笑声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云仙扶着姥姥 出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小娃子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出来 眼前这个并非是仙的 非要说吗 秦晓天看了一眼 姥姥问道 哼 你是在哪老生开心吗 晚辈不敢 其实妙然姐姐扮得很像 不 应该说 姥姥不应该临时换人 哦 听到秦晓天的话 姥姥轻殴一声 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望着秦晓天 一开始拜堂的时候 确实是心儿 可是在入洞房的时候 换了人 实在是妙然有一股抗拒的情绪 虽然很淡 可还是被晚辈感觉到了 若是晚辈猜测没错的话 心房的床下应该有机关 趁着晚辈关房门的时候 换了人 当然了 若是没有那蜡烛 将晚辈陷入了片刻幻境 恐怕想换人也不容易 啪啪啪啪啪 姥姥听到秦晓天的话 双手指拍 脸上露出笑容 你是怎么知道 那蜡烛有问题的 若是晚辈说自己是单道宗师 姥姥相信吗 不信 也信 老生不信 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信是因为你神殿太强了 姥姥不愧是杜节期的高手 实不相瞒 晚辈修炼了回天术 秦晓天仿佛早就猜到 姥姥看出自己神念强大一般 已经准备好了措辞 居然是回天术 老生记得 这是回天老人独有的功法 威力十分强大 只可惜 这回天术有伤天河 那回天老人已经陨落了 没错 回天老人虽然陨落了 可是功法还在 晚辈无意间获得 这才修炼 已经回天三次 神念堪比原因期大圆满 秦晓天半真半假的话 让姥姥点了点头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说明 秦晓天为什么神念如此强大 小子 不管你是谁 既然与祖上有约 那这个婚还是要结的 姥姥开口喊道 当然了 也可以不结 只是 只是要当花肥是吧 秦晓天苦笑道 一旁的妖月身躯一颤 差点吓尿了 倒是姥姥大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秦晓天 你真的很聪明 走吧 回去入洞房 真的 然而 秦晓天却是眉头一挑 看了一眼姥姥问道 不是真的 还是假的 那好吧 秦晓天无奈的摇了摇头 走到了姥姥和云仙的身边 伸手朝着云仙的手腕抓去 云仙双颊羞红 欲拒还迎 可是 当秦晓天的手掌落下时 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秦晓天 你做什么 休要对姥姥无礼 云仙立刻娇喝一声 只见秦晓天的手掌 居然抓住了姥姥的手腕 导主 不 应该说云仙 你这样有意思吗 然而 秦晓天并没有搭理 扶着姥姥的云仙云仙 反而看向了姥姥问道 你 真的很聪明 姥姥面色一愣 蹲着露出一丝苦笑 伸手一抹面孔 立刻露出了倾国倾城的面容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真正的云仙 盯着秦晓天问道 其实 从看到仙姐姐的第一眼 我就看出来 蓬莱仙岛并没有什么姥姥 只有想将我骗走的云仙 不可能 小姐的易容术 唯妙唯笑 不可能被你看出来 听到秦晓天的话 一旁假的云仙 娇和一声 确实微妙微笑 只可惜 一位杜杰妻的姥姥 身上哪里会有少女的幽香 再说了 仙姐姐易容的时候 能不能把你后颈一起易容啊 秦晓天望着云仙 粉嫩的后颈道 一时间 云仙双脚火辣辣的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秦晓天 你太可恶了 云仙瞪了一眼 秦晓天连足一跺 转身离去 小姐 等等我了 那假的云仙 立刻喊了一声 就是妙然和小云 也是刮了一眼秦晓天 跟着云仙离去 老祖 这是咋回事 我怎么就没有看懂啊 妖月有些晕头转向 对着秦晓天喊道 这简直就是狗熊坐海盗船 都把我整晕了 秦晓天看了一眼妖月 拍了拍妖月的肩头道 走吧 以你的智商 也只能到这里了 很快 秦晓天与妖月回到了住处 而此刻真正的云仙 却是出现在秦晓天 一个发下不了的地方 盯着秦晓天 在其身边还有三女 小姐 这个秦晓天眼睛也太毒了 这都被她看穿了 是啊 我们整的可是九转连环戒 这都能看出来 小青 小云 小冉 你们说 我嫁还是不嫁 云仙根本没有听到二女的话 一双眼睛 只是盯着秦晓天 最后问出了自己的话 这要看小姐的意思了 姥姥闭关的时候说了 你有情节 若是情节过了 必然可以成仙得到 过不去 此生无望成仙 小青开口说道 这让云仙皱起了眉头 一时间没有办法抉择 要说我 嫁 为什么不嫁 我们庞来仙岛 从来没有男人进来过 这好不容易进来男人了 还是与我们先祖有约定的男人 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小姐的缘分 对啊 上天赐给小姐的缘分 谁还敢不同意 嫁 嫁给她 但是也不能便宜她了 小云话音落地 就是妙然也一改常态 冲着云仙说道 上天赐给的缘分最大 当然了 那好 我嫁 但不是现在 总不能我嫁了男人 还要我一个女人来保护她吧 小姐说的对 她不过是宁七七而已 如何跟小姐度节七相提并论 最起码 她也要成为合体七啊 那还不如让小姐孤独终老吧 小姐可是修炼了八百年 还配备了许多灵丹妙药 这个秦小天想要突破合体七 恐怕没有上万年 根本追不到 到时候 小姐都成老姐了 还嫁什么 那怎么办 云仙露出一副为难的神色 也是没有了方寸 倒是那小青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副狡黠的神色道 我有办法 让她闯三栋九窟 小青 三栋九窟是不是有些太过了 不但是云仙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就是小云和妙然都是开口喊道 要知道 这三栋九窟可是惩罚手段 从三栋九窟里面走出来的人 就算是活着 也要半残了 不怕 大不了她坚持不住 我们将她放出来就是 再说了 我们也只是想考验她的真心 好吧 不过 一旦发现她扛不住 要立刻叫她出来 云仙儿应了一声道 跟着四女开始行动起来 而此刻的秦晓天正在打坐 妖月则是毫无心思 在那里数着自己的内单 秦晓天 小姐说了 只要你能够闯过三栋九窟 就让你离开 半个时辰之后 小青来到了秦晓天的住处 推开门之后 冲着秦晓天喊道 放我离开 不是要嫁给我吗 秦晓天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冲着小青喊道 小青却是瞪了一眼秦晓天 想得美 凭你名气气的修为 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小姐 我们家小姐可是杜杰妻 成就仙人 指日可待 这是你的话 还是你家小姐的话 秦晓天眉头一挑 冲着小青喊道 一时间 小青不知该如何回答 哼 当然是我们家小姐的话了 好 秦晓天应了一声 面色反而变得平淡起来 走吧 带路 秦晓天面目表情地喊了一声 与之前判若两人 那小青瞪了一眼秦晓天 便在前头带路 妖月则屁颠屁颠地 跟在秦晓天后面 很快 小青便带着秦晓天 与云仙会合 云仙虽然冲着秦晓天 嫣然一笑 不过秦晓天 却是没有什么表示 这让云仙眉头一簇 跟我来 一时间 云仙的语气 变得有些冰冷 脚下一点 纵向了蓬莱仙岛的深处 秦晓天等人 立刻跟在了身后 不过这云仙速度太快 当秦晓天等人 气喘吁吁地赶来 云仙一直面前 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到 这里便是三洞九窟 只要你闯过 自然可以离开 一言为定 秦晓天感受到 云仙语气的冰冷 话音落地 一头扎进了这黑洞之中 一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 皆都神色一愣 云仙更是带眉青醋 眼底深处 透出一丝担忧之色 却是冷哼一声 哼 走 在镜头等他 话音落地 云仙带着小青等人 朝着远处纵去 妖月看了一眼 深不见底的黑洞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跟在了云仙等人的身后 呼呼呼 秦晓天也是憋气 这才二话不说 跳了下来 可是听到这呼呼的风声 秦晓天心中就后悔了 秦晓天知道 这话并非是云仙说的 而是那小青自己说的 可是这云仙身为岛主 气质高 自己也是准至尊 凭啥自己 要受对方的气 不过 人都跳进来了 又能怎么办 立刻释放出自己的神念 这黑洞之中的景象 立刻映入脑海 还好 下面并非是龙潭虎穴 只是一座水潭 扑通 秦晓天憋了一口气 直接跌入了水潭之中 直接下沉了数十丈 一股刺骨的寒意 立刻传遍了秦晓天的全身 让秦晓天忍不住 打了一个颤抖 死 不过 刚刚跌入水潭 秦晓天就到吸一口冷气 在这水潭之中 居然出现了 数只金丹七初七的海妖 这海妖面色猙獰 立刻朝着秦晓天撕咬而来 那潭水更是不断地翻滚 激起了一道道暗流 率先冲击秦晓天的身体 屈居金丹七海妖 也敢在本尊面前嘚瑟 刚好当我做齐 秦晓天的神念 立刻笼罩着几只海妖 将其控制 下一刻 一只最大的海妖 立刻乖巧地来到 秦晓天屁股下面 拖着秦晓天 朝着水潭深处而去 很快 秦晓天便被这海妖拖着 钻进了一个洞口 刚钻进去 那刺骨的寒意更甚 不过 秦晓天却是不敢大意 这洞穴之中 居然还有海妖 金丹七中七 这么简单 秦晓天有些惊讶 这三洞 不会都是金丹七的海妖吧 这哪里是考验 简直就是送自己出岛啊 果然 控制了第二洞的海妖 进入第三洞 里面只是金丹七后期的海妖 秦晓天轻轻松松 就渡过了三洞 来到了所谓的九窟 这九窟 倒是与三洞不同 里面并没有水 而是有一只金丹七大圆满的海妖 这让秦晓天笑了 一路冲进第六窟 一只修为达到了出窍七的殿满 修士的境界 一共分为宁气七 筑基七 金丹七 元阴七 出窍七 合体七 杜结七 化灵七 非生七九大境界 当达到了化灵七 基本上就是半仙之梯了 化灵七之后 便是非生七 也就是非生仙界 成为仙人 成为仙人之后 便是人仙 帝仙 天仙 金仙 大罗金仙 仙君 先帝七大境界 当然了 先帝之后便是至尊 至于至尊后面有没有啥境界 秦小天也不知道 毕竟 他也只是准至尊 而这出窍七的殿满 秦小天的神念 却是无法控制 毕竟现在秦小天能够控制的海妖 只有圆阴七 大圆满而已 不过 不能控制 却不能说秦小天没有办法度过 只见秦小天嘴角一窍 伸手一翻 树枚灵丹出现在了手掌之中 那出窍七的殿满 立刻感应到 这灵气扑鼻 咕噜噜 下一刻 秦小天将手中的灵丹丢出 而且一丢就是三枚 那殿满立刻朝着灵丹冲了过去 秦小天则是借机冲进了第七窟 无耻 太 三栋九窟的镜头 云仙等女通过一面镜子 看到秦小天的所作所为 立刻傻眼了 那小秦更是骂秦小天无耻 可是这话还没有骂完 就听到腰月大骂起来 啊 老左 你太败家了 极品筑鸡蛋 每一颗价值都是数百万零食啊 糟蹋也不能这么糟蹋 苍天啊 大帝啊 那位神仙姐的夏凡 直接劈死这个败家的老左算了 五枚极品筑鸡蛋啊 不 腰月还没有喊完 看到秦小天进入了第八窟 直接丢出了两枚极品一元太清丹 直接喷血三丈 天杀的秦小天 这是一元太清丹啊 还是极品啊 一枚价值数千万零食啊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谁都不要拦着我 咦 各位姐姐 怎么不拦着我呢 哼 一丘之和 然而 当秦小天丢出了五枚极品一元太清丹之后 顺利的进入了第九窟 云仙等人小手紧握 申请明显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大爷的 这是要玩死本尊的节奏吗 居然是化灵七海妖 进入第九窟的秦小天 差点吓尿了 还好经历过大场面 并没有出球 不过那身躯也是颤抖起来 这是一只足有数十丈的八爪鱼 那八条爪子绳展开 足有数百丈 每一只爪子 最细的地方都有水桶那么粗 整个趴在那里 就好似一座小山一般 死死挡住了秦小天的去路 而那出口 便在八爪鱼的一只爪子旁边 刚好塞进了出口里面 还好 这八爪鱼好似睡着了 秦小天贴着墙边 慢慢的移动 终于来到了出口的地方 看到刚好留有一人通过的缝隙 秦小天心中一松 呼 下意识的 秦小天吐出一口气 然而 秦小天的面色却是大变 该死 秦小天大骂一声 跟着就看到那八爪鱼的一只爪子 狠狠地拍向了秦小天的头顶 噗哧 咔嚓 咔嚓 秦小天虽然避过要害 可是却拍在了秦小天的尖头 顿时间将秦小天的尖头 拍得筋断骨折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然而 秦小天忍着剧痛 还没有跳出来 脚下去是瞬间踩空 直接跌落下去 一阵眩运感 更是袭遍了秦小天全身 大爷的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是要搞死 就在秦小天晕死之时 那一眼 却是映入了一道绝世的容颜 天人 当秦小天口中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那身体却是直接砸在了一团柔软之上 朦胧之中 秦小天仿佛抱住了一位仙子 这仙子身罩青纱 皮肤白皙 穷鼻闭嘴 眉毛弯弯 睫毛长长 可是那眼睛却是紧闭 仿佛还颤动了几下 不知不觉间 秦小天感觉这仙子的身体十分温暖 下意识的更是抱紧了这位仙子 可是秦小天却发现 这仙子居然搂自己搂得更紧 不但如此 秦小天发现 自己迷糊之中 居然被这仙子霸王硬上弓了 正所谓 欲经出世紫皇军 经旅鸳鸯满将群 先攻一臂无消息 姚结芳心向碧云 时间流逝 一阵钻心的疼痛 却是袭遍了秦小天的全身 直接将秦小天疼醒 猛的一下 秦小天坐起身躯 大口的喘息着 四周除了满世尖兵 空无一人 此刻的秦小天 正坐在一处融化的岩石之上 不过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刚才被人霸王硬上弓了的 感觉那么真实 难道都是自己 在做梦不成 咦 然而 当秦小天沉寂下来 却是发现自己的肩头不疼了 刚才的伤势 居然全好了 不但如此 丹田之中 居然还传来一股暖意 嘶 突破了 秦小天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秦小天惊骇的面色垮了下来 不要啊 本尊可是要走完美驻鸡漆的路 然而 当秦小天惊呼至此 内势之下 再次惊呆了 只见自己的丹田处 居然出现了十座鸡台 没错 秦小天足足数了三次 就是十座鸡台 哈哈 完美驻鸡漆 没有想到 本尊一梦之下 居然突破完美驻鸡漆了 也不枉本尊重修一番 秦小天一阵大笑 虽然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突破了 但只要是完美驻鸡漆 那也无妨 难道是本尊晕死之时 体内至尊仙谷大发神威了 也不枉本尊压制了这么久没有突破 算了 还是想想 怎么离开这里吧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那庞大的神念 立刻朝着四周洗脚去 脸上露出一丝无语的神色 虽然突破完美驻鸡漆 那解封的神念 却依然是原因期大圆满 仿佛这是一个稚固一般 不过 秦小天也不在意 搜寻了好久 除了那上方塌陷的地方 别无出口 下一刻 秦小天脚下一点 直接朝着上空冲去 不小片刻 就消失不见 当秦小天消失了半炷香的时间 一道仙影呈现而出 脸上露出一副复杂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离去的地方 久久不曾言语 唉 没有想到 本座的仙节 居然印在了他的弟子身上 难道是天意吗 这仙子口中喃喃一声 再次盘息而作 可是 怎么也无法静心 一时间 此女直接纵身离开 至于秦小天 此刻已经从那出口离开了 当来到了外面 却是发现 云仙等女 正满脸焦急的等在这里 甚至几女的脸上都挂着泪痕 尤其是腰月 更是放声大哭 好似死了爹娘 可是 当众人看到秦小天出现 面色一喜 异口同声的喊道 你没死 呗呗呗 童言无忌 你们死了 本座都不会死 秦小天看到众人的样子 有看到一面铜镜 里面正映着第九窟的景象 立刻明白过来 刚才那八爪鱼来这么一下子 他们还以为自己死了 不过 秦小天也是奇怪 难道自己跌下去的景象 没有映出来不成 否则 自己还真想问问他们 是不是自己被一位仙子霸王 映上弓了 秦小天 你没死太好了 我们还以为你死了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只是气不过 云仙口中低音一声道 脸上竟是歉意之色 这让秦小天心中也是不忍 算了 都过去了 不过我想告诉你 我们俩可能真的有缘无分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送我和姚月离开 一时间 云仙面色有些煞白 完全失去了血色 不过 那九居高位 养成的高傲性格 立刻让秦面色一寒 你想的太多了 我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若不是祖上与你老祖有约 我都不会搭理你 这 小云 妙然 送他们俩离去 秦小天刚要说两句好话 却是直接被云仙打断 跟着就看到云仙与小青纵身离去 而小云和妙然 却是面色一寒 露出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冲着秦小天喊道 走吧 我们送你俩离开 希望你俩不要再来 否则 真的将你俩当花匪 随着妙然的花落地 树枝金丹七的海妖出现在了岸边 四人踏上海妖 直奔外海而去 小姐 都怪我 若不是我这张臭嘴 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云仙和小青并没有远去 当秦小天离去之时 二人再次出现 小青看到云仙的样子就知道 云仙有些喜欢秦小天 不怪你 或许我俩真的没有缘分 云仙说着 眼泪居然禁不住的滑落 跟着掉头朝着住处奔去 小青满脸泪痕 跟在身后 至于秦小天 在小云和妙然的带领下 穿越了层层阵法 终于离开了蓬莱仙岛的海域 秦小天立刻寄出临船 朝着远处急迟而去 哼 最好不要回来 否则让你好看 望着秦小天离去的背影 小云狠狠地说道 倒是那妙然叹息一声 希望再也不见 否则小姐 真的要伤头心了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看看小姐吧 你呀 什么时候能长点心 回到了蓬莱仙岛 然而 无论是秦小天还是云仙 都没有发现在这蓬莱仙岛的上空 两道身影却是横空而立 一位手拿龙头拐杖的婆婆 一位却是拥有绝世荣年的仙子 此刻二人 那目光都落在了远去的秦小天身上 主公 要不让老神去杀了这个小子吧 居然饶你清秀 坏你倒横 真的该死啊 这婆婆的脸上露出一副狠辣之色 身上散发出一股杀鸡 一股无形的气息 锁定了秦小天随时准备出手 婆婆 你还记得当初我对仙说的一句话吗 这仙子却是达非所问 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 老神当然记得 你对老神说 让老神告诉仙 他的仙节是秦节 听到婆婆的话 这仙子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 已经远去的秦小天 这才说道 婆婆 恐怕这仙节没有印在仙儿身上 要印在我的身上了 什么 难道这个小子 仙子一脸苦笑 说出了七个字来 他就是我的仙节 仙子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消失在了这位婆婆面前 臭小子 若是连儿无法成仙 老神哪怕是挖地三尺 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姚月 你感觉到一股寒气没有 不知为何 秦小天在吉时之下 感觉背脊生寒 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有 这海风多惬意 没事杀杀海妖 获取内丹 何乎快哉 没心没肺的玩意 跟金胖子一个德行 秦小天低骂一声 离开了蓬莱仙岛的海域 一路急迟 终于在数十天之后 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 当来到岛屿旁边 秦小天立刻见到 在这岛屿之上的一处绝壁 居然刻着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天涯海阁 终于到了 看到天涯海阁四个字 妖月立刻呼喊一声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秦小天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也是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举目望去 这天涯海阁拥有一座巨大的码头 在这码头之上 停靠着一些巨大的船只 便是一座集市 人稀嚷嚷 吆喝声此起彼伏 非常热闹 秦小天和妖月二人来到了码头 收了临船 走进了集市之中 这集市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灵丹 灵器 药材 炼器材料 甚至还有出售各种小吃和皮草的 一家酒楼之上 秦小天与妖月走路其中 点了一些酒菜 开始猛吃海吃起来 听说了吗 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 天涯海阁的少阁主要大婚了 是啊 听说迎娶的女子 简直就是绝世嘉丽 听说此女并非是岛上的人 而是圣天大陆的人 是少阁主出海云游的时候 就回来的 就在秦小天和妖月胡吃海吃的时候 这酒楼时刻谈话的声音 传入了二人的耳中 这让秦小天眉头一簇 放下了筷子 这天涯海阁已经贴出了告示 少阁主大婚 将会大宴十天 凡是岛上的居民都可以去参加 算了吧 就我这点零食 哪里够资格入人家的大门啊 也是 这样的浑水 还是少烫为妙 不过 我们不进入城内 在城外 吃事一样的 毕竟人家天涯海阁的少阁主大婚 咱这个面子要给啊 否则以后在天涯海阁 还怎么换 好吧 吃了饭 直接去海中猎杀几只海妖 用内担当贺礼吧 这位道友 不知 这少阁主要迎娶的人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时 秦小天终于按耐不住了 来到了这几位修士的旁边坐下 面带微笑地问道 这几人眉头青醋 看了看秦小天 面色有些不爽 秦小天则是笑道 各位道友 这顿小弟请了 还需要什么 尽管点就是了 道友说笑了 一听到秦小天要请客 这几个人才露出了笑容 其中一人推脱了一下 不过 另外一人却是喊了一声 老板 八宝真在给我们来一套 千年竹叶再来识经 任谁一看 就知道这几个人 要狠载秦小天一顿 那邀约看到 面色都有些不爽 而秦小天 却是没有任何怒色 这少阁主迎娶的人 是外来人 是啊 听说是圣天大陆的人 这圣天大陆 不是遭到邪修迫害了吗 不少圣天大陆的人 都逃离到了海外 这人便是 少阁主营救的一个人 哦 各位可知道 这人姓什么 叫什么吗 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知道 有个小子 却是天天去 天涯海阁门口叫嚷 说什么 还会他的大嫂 要不然他大哥来了 非要灭了天涯海阁不成 听到这里 秦小天心中一动 觉得这人就是金胖子 但是却不动声色 继续听着他们在那里说 听说这个小子挨了不少揍 不过那少阁主也是奇怪 按照他的性格 早就应该杀了这个小子才是 不知为何 放人到了现在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二阁就是天涯海阁的首位 我听他说 这个小子不用少阁主出手 命已经活不过三日了 算算时间 今日应该就是最后一日了 秦小天听到此刻 起身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同时冲着那小二喊了一声 小二 这一桌的钱 本少结了 算账 多谢道友 那几个人听到 脸上露出一副满意的笑容 这一桌下来 最起码也是四五百的零食 他们算是赚到了 截了账之后 秦小天没有露出任何神色 当其踏出酒楼的时候 妖月却是发现 秦小天的身上 居然透出一股浓重的杀鸡 只不过 这杀鸡一闪即逝 妖月不敢说话 紧紧地跟在秦小天的身后 二人一路穿过了集市 终于看到 一座占据了大半个岛屿的城池 这城池非常巨大 城墙都有三十丈高 一眼望去 更是一层一层 很明显是一座城内城 在那巨大的城门处 更是书写着天涯海阁四个大字 果然 当二人来到了天涯海阁的城门前 看到一道趴在地上的身影 这身影气息游走 瘦得皮包骨头 可是 依然能够从此人的口中 听到虚弱的呼喊声 还我大嫂 还我大嫂 在那城门处 还能够看到几名侍卫 正在指指点点 脸上也是露出不忍之色 可是 他们并没有出手相助 胖子 看到这即将游进灯窟的身影 秦小天双眼一阵湿润 口中轻唤了一声 立刻冲了过去 那身影却是微微一颤 就没有了动静 直到秦小天浮起了他 那眼中的泪水立刻滑落 落在了这人的脸上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胖子 只不过 如今的金胖子 面如金指 气息游走 瘦得皮包骨头 恐怕连六十斤都没有了 或许是秦小天的泪水滑落 让金胖子有了一丝知觉 那紧闭的眼睛 慢慢地睁开了一条缝隙 大哥 是你吗 看来 胖子我已经不行了 居然会看到大哥 大哥 我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 金胖子迷糊之中 口中喃喃的几句话 再次晕死过去 秦小天见状 立刻塞了一枚灵丹 在金胖子的口中 跟着抱起金胖子 朝着远处而去 天涯海阁岛屿的一处峭壁上 秦小天双手背负 仰望苍穹 只不过 这苍穹之上 笼罩了一层阴云 仿佛有暴风雨 要来了一般 妖月盯着秦小天的背影 一句话都不敢说 此刻在起眼中 秦小天就仿佛是 从地狱之中 回归的杀神一般 全身都散发出 一股惊人的杀迹 那寒意 更是让周围的温度 都骤然下降 破 就在此刻 躺在妖月身边的金胖子 口中喷出一道乌黑的乌血 人也悠悠行转过来 老左 金胖子醒了 妖月立刻喊了一声 秦小天那冰冷的身躯 猛的一颤 那杀鸡和寒意 动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副关切之色 金胖子悠悠行转过来 那迷离的双眼 逐渐清醒 当看到两位 满脸关切之色的身影时 金胖子的眼泪 刷了一下 直接滚落 大哥 胖子终于见到你了 没有想到 我们再次相见之时 已经是天人永格 或许是我胖子心中不甘 要托梦给你吧 大哥 胖子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大嫂 被那天涯海阁的 少阁主掠走 这个天杀的天号 活活把胖子 我给饿死了啊 大哥 你一定要救出大嫂 为我报仇啊 金胖子看清 其中一人正是秦小天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戾气 直接扑在了 秦小天的大腿之上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喊起来 这时 秦小天伸手狠狠 拍了金胖子的肩头几下 这让金胖子 骨瘦如柴的身体 猛地一颤 止住了哭泣 面带无法置信的神色 望着秦小天 大哥 我不是在给你托梦吗 你怎么拍得我这么疼 秦小天咧嘴一笑 眼中却是透出一股杀机 盯着那天涯海阁的方向 口中低音一声 有大哥在 你死不了 毕竟大哥 还要让你亲手杀了 天 好 当天号这个连个字 从秦小天牙缝之中挤出来 那一股惊人的杀机 冲天起 仿佛因为秦小天的怒火 搅动了苍穹一般 皮卡轰 瞬间 电闪雷鸣 更是在乌黑的苍穹 留下了一道道惊人的裂缝 仿佛这苍穹都被劈开了一般 哗啦啦 大雨倾盆下 不断地洗刷大地 仿佛要洗刷所有的冤屈一般 在这大雨降临前 秦小天三人进入了一座 新开辟的洞穴之中 金胖子虽然保住了性命 可依然太虚弱了 一时间 金胖子在夭月的木凳口呆之下 猛吞了十数枚灵丹 这才觉得有了一些戾气 开始对秦小天诉说自己 与林飘然的经历 原来金胖子与林飘然 被这个天号少阁主救了之后 这个天号少阁主 对林飘然穷追不舍 可惜 林飘然对其不屑一顾 再加上金胖子从中阻挠 让其并没有得逞 最终 这天号少阁主露出了本性 派人海揍了金胖子一顿之后 以金胖子的性命 逼着林飘然就范 林飘然无奈之下 只能先答应了天号少阁主 让其放了金胖子 不过 这个天号少阁主 简直坏出水了 居然将林飘然的修为封印 当场就要占有林飘然 最后还是林飘然以死向逼 这才让天号少阁主 将占有林飘然的时间 推到了大婚之后 但是 金胖子却是被天号少阁主好顿侮辱 更是给其为了慢性毒药 在他与林飘然大婚之后 金胖子刚好可以毒发身亡 只可惜 天号少阁主根本不知道金胖子的体质 听到守卫一天天的汇报 还以为是他的杰作 哪里知道 金胖子纯粹就是恶的 听到秦小天的述说 别说是秦小天杀鸡冲天 就是妖月当场就要杀进天涯海阁 最后还是被秦小天拦了下来 不着急 明日不是这个天号少阁主的大婚之日吗 本祖要让他在明日变成他的忌日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副狠辣之色道 一旁的金胖子却是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盯着秦小天 又看了看妖月 大哥 你什么时候变成老祖了 这个叫妖月的又是谁 大哥如今是玄天宗老祖了 也是玄天宗第十八代掌门 这位是老祖的徒孙妖月 第二十二代弟子 秦小天露出一副自傲的神色 对着金胖子说道 金胖子微微一惊 大哥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我这咋地没咋地 就变成师叔祖了 当金胖子师叔祖三个字出口 立刻挺胸抬头 邪逆妖月 妖月顿时间露出一副苦逼的神色 老祖 咱能不能给我提提辈分 这看到了一个人都是祖宗辈的 让弟子还怎么活啊 没事 好生修炼 当你突破金丹期的时候 便可以增加一倍 到了原因期 又可以增加一倍 毕竟我们玄天宗 是以修为来说话的 秦小天投去了一个鼓励的眼神 对着妖月说道 一时间 妖月立刻来了精神 老祖 先赐给弟子几枚极品的一元太清丹吧 滚 思想有多远 你就滚多远 大哥的所有灵丹都是我的 看到妖月索要灵丹 金胖子当时就怒了 自己都饿成什么样子了 这妖月居然还跟自己抢夺灵丹 虽然金胖子还是一副骨瘦如柴的样子 可是底气却是增加了许多 而且在其吞了接近上百枚灵丹之后 更是红光满面 这让妖月嘖嘖称奇 寻常人这么吃灵丹 可是要直接称爆了的 这金胖子居然没事 你大爷的 早晚称爆你 妖月用了只够自己听到的声音 嘴中嘀咕了一句 那金胖子立刻瞪了一眼妖月 看到妖月畏畏缩缩 这才露出满意之色 大哥 可有什么计划 经过一晚的修炼 金胖子这一身肉虽然还没有尝回来 可是那修为却是已经恢复 这让一旁的妖月 更是羡慕极度恨金胖子的身体 你一个宁气气的人 就算老祖有计划 你又有何用 妖月对金胖子有些不爽 直接开口鄙视道 是的 金胖子的修为还是宁气气大圆满 并没有丝毫突破 一个徒子徒孙 也敢对本祖如此说话 该罚 金胖子话音落地之时 瞬间消失在了妖月的面前 当妖月吃惊要躲避的时候 金胖子一巴掌 直接将妖月拍落在地 你这胖子 几年不见 身法倒是见掌了 秦小天看到 称赞了一声 金胖子却是露出一副尴尬的笑容 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这些年 我一直给大嫂未招 挨打多了 自然就学会了 哈哈 谁让本胖子是一个天才呢 金胖子说完 立刻沾沾自得地大笑起来 那妖月在一旁 却是不断付菲 什么胖子 明明就是一个瘦子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秦小天看了一眼洞外的天色 虽然这天还是阴沉沉的 不过已经是黎明时分 当秦小天三人离开了洞穴 却是发现在那沧海之上 居然有一艘数千丈的大船驶来 那大船之上 居然还插着一面大旗 神武宗 看到这大旗上面的三个大字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完了 这个神武宗的人要倒霉了 金胖子和妖月 看到秦小天奸诈的神色 一口同声的喊道 很明显 秦小天又要阴忍了 很快 秦小天三人就来到了码头 刚好看到那神武宗的大船 靠在了码头之上 从这神武宗的大船之上 走下了十个人 其中一人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看人的神色也是目空一切 这人年岁不大 也就是二十郎当岁 身穿紧袍 手拿折扇 面红齿白 倒是显得英俊潇洒 在其身边跟随的九人 修为都不低 其中八位居然是金丹七的高手 尤其是仅仅跟在那少年身边的老者 更是一位元英七的高手 神武宗少主驾临 还不速速避让 这时 那八位金丹七的高手 立刻冲到少年的前方 开始为少年开路 感情这少年居然是神武宗的少主 难怪会有这么多高手陪护 很快 这神武宗少主露出一副耀武扬威的神色 在人群羡慕的目光之下 朝着那岛上的天涯海阁走去 这天涯海阁与集市中间 相隔了大约数十里的距离 此刻的秦晓天就埋伏在了这里 因为这里是必经之路 大哥 来了 当看到神武宗少主带人走出了集市 踏上了这必经之路时 金胖子立刻跑到了石树里的地方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冲着秦晓天喊道 秦晓天嘴角微微一翘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妖月和金胖子 二人心领神会 直接拦在了道路中央 哼 神武宗少主驾临 闲杂人等速速让开 半炙香的时间 那神武宗少主终于到来 那八位金胖七的高手 看到路上居然有人阻拦 立刻上前低贺一声 此树是我在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哼 太岁头上动土 你们俩找死 金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其中一名侍卫 立刻低贺一声 身形一闪 朝着金胖子和妖月杀去 也就在神武宗少主等人觉得 金胖子和妖月 会被轻松震杀的时候 那元英七的老者 却是神色陡然一变 不好 少主快 然而 这元英七的老者话还没有说完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入侵了他们的十海 将他们禁锢起来 跟着就看到 秦小天满脸笑容的 从一旁走了出来 冲着金胖子喊了一声 胖子 动手 大哥 发财了 当金胖子和妖月 将神武宗少主等人直接绑走 带到了之前的洞穴之中 立刻冲着秦小天喊道 就这一回的功夫 二人就在神武宗少主等人的身上 搜刮了无数的财富 光灵石就达到了五亿 灵丹更是数百枚 秦小天更是在这些人身上搜到了八件宝器 尤其是那元英七的老者 身上搜刮的宝器达到了三件 其中一件还是商品 一时间 秦小天三人简直就成为了爆发户 尤其是秦小天将神武宗少主的修为封印之后 换上了神武宗少主的服饰 让秦小天显得更加风流倜傥 小子 你可知道 我们乃是神武宗的人 就在秦小天洗劫了众人 准备施展自己的栽赃计划时 那元英七的老者居然苏醒了过来 不愧是元英七中期的高手 这么快就苏醒过来 秦小天回头看了一眼那元英七的老者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思喊道 看来你是知道了 没错 就是知道 你们是神武宗的人 本少才留下你们一命 否则 你觉得 你们还有命在吗 秦小天的话 让这元英七的老者眉头一蹴 没有再说下去 也就在秦小天走出洞穴之时 这老者再次传来话语声 你身为元英七大圆满的强者 居然还用偷袭的手段 是不是有些过来啊 小娃子 你知道的太多了 听到这话 秦小天猛的回头 眼中闪过一道杀机 落在了那元英七高手的身上 这让其身躯一颤 眼中透出一丝巨色 晚辈之错 这元英七老者 立刻应了一声 更是低下了头 不敢去看秦小天 这还差不多 放心 你们身上的禁锢 三日的时间就可以自动解开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头也不回的 与金胖子和腰月二人 直奔天涯海格而去 来者何人 就在秦小天三人出现在了城门前时 那守卫立刻拦住了秦小天 口中询问了一声 瞎了你的狗眼 连我们神武宗三少主都拦着 找死不成 金胖子看到 满脸都是怒容 冲着那侍卫喝道 那侍卫眉眉头一簇 刚要说什么 却是看到 一人从城门内迎来 原来是神武宗三少主 在下天涯海格的管家 有失远迎 望三少主海涵 这人来到了秦小天面前 露出一副恭维的笑容 不过并没有邀请秦小天进城 秦小天看到 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从鼻子里面 发出一道冷哼的声音 哼 看来有人不信本少啊 秦小天邪逆此人 伸手一挥 一枚物件丢向了那人 那人伸手接过 查看一番 确实是神武宗少宗的腰牌 这才露出一副怒容 哼 连三少主都敢拦着 罚你一个月的俸禄 这人训斥一声那守卫 这才再次堆满了恭维的笑容 双手将令牌交还给了秦小天 三少主请 很快 秦小天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随着此人进入了城内 跟着迈入一座传送镇 直接传送到了内城 出现在了一座豪华的宫殿面前 哈哈哈哈 恭迎神武宗三少主 这时 一位老者满面春风 穿着一身锦袍 龙行虎步 朝着秦小天迎来 这位是我们阁主龙傲天 晚辈拜见龙前辈 晚辈来时 家父特意嘱咐 让晚辈一定要拜见龙前辈 秦小天恍然大悟 不过却露出一副很臭屁的样子 对着龙傲天说道 龙傲天非但没有不悦 反而面带笑容 不愧是神武宗的少主 气度不凡 不过 老朽接到你父亲的书寒 明明说是派大少前来 不知大少为何没来 我大哥突破原因期 到了关键时刻 这才临时派了晚辈前来 原来是这样 三少主请 在龙傲天亲自接待之下 秦小天以贵宾待遇 被迎到了内堂 并且坐在了龙傲天的旁边 不过 秦小天却是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龙傲天 哈哈 老朽忘记了 还有件事 要与三少主说 请随老朽来 很快 秦小天在龙傲天的带领下 进入了后堂 并且龙傲天遣散了众人 小侄神风 拜见三叔 之前的无礼之处 还请三叔海涵 这是家父让小侄交给三叔的书信 秦小天一改之前嚣张的神色 露出一副恭敬之色 朝着龙傲天一拜 这才将一封信件交给了龙傲天 原来这龙傲天与神武宗的宗主乃是兄弟 只不过这龙傲天乃是宗主的异地 并非是亲生 不过 龙傲天眼底深处的一丝疑虑 却是消失不见 大哥最近可好 家父挺好 只不过最近忙着邪宗的事情 有些倒不开身 要不然 家父还想亲自前来 不过 家父主妇小侄 通知三叔 一定要尽快派人 接管秦国外围 嗯 龙傲天应了一声 这才打开了书信 仔细地读了起来 几个呼吸之后 龙傲天将书信点燃 化成了灰烬 这才说道 沈丰 你先出去吧 小侄告退 秦小天应了一声 退出了后堂 回到了内堂 再次露出一副高冷的神色 而龙傲天大约斩茶的功夫 也满脸笑容的出现 坐在了高堂的位置 及时已到 婚宴开始 有请新人 很快 主持婚宴的人高呼一声 众人也不断地喝采起来 大约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对新人缓缓而来 不过 能够看到 那新娘子的身躯 明显有那么一丝颤抖 而且也能够听到 一丝抽屉的声音 明显在哭泣 秦小天看到 心中一痛 但是却没有任何神色表露出来 因为秦小天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一番跪拜之后 新人被送进了洞房 众人也开始吃喝起来 新郎更是被众人留下 不断地敬酒 直到夜色袭来 众人才逐渐散去 秦小天也被安排了住处 而新郎也摇摇晃晃 在两位侍女的搀扶之下 进入了洞房 小娘子 我来了 今日你就要成为本少的人了 不要过来 否则我就自见 然而 房间内却是传来了 林飘然的声音 门外的守卫听到 脸上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小娘子 这房间可是被本少下了迷香 你觉得 你还有力气自尽吗 没错 这房间内 早就被他们俩下了迷香 恐怕那林飘然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对 这小娘子 怎么还能说话呢 下一刻 这两名侍卫 仿佛是发现了什么 面色一惊 就要推开房门进入 只可惜 一股惊人的神念 直接将二人禁锢 突破 两把零件 直接抹过了二人的脖梗 跟着就看到两道身影 将二人直接拖到了隐蔽处 这才进入了房间 跟着就听到金胖子嘀吼一声 天昊 你的狗娘养的 来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你看看 老子是谁 房间之中 传来一阵呜呜呜的声音 只见那天昊跪在了林飘然的面前 下巴已经脱臼 此刻看到出现的金胖子 眼中透出惊骇之色 俺胖子说过什么 你还记得吧 只要我大哥来的那一天 就是你的死期 金胖子全身颤抖 手中握着重剑 恨不得现在就一剑 披了龙天号 不过 秦小天没有发话 他只能忍耐 很快 一道身影 从房门外走了进来 脸上露出一副得意之色 不过 身上却是透出一股灵力的杀鸡 正是秦小天 小天 林飘然看到进来的人 满脸惊喜的喊了一声 立刻扑进了秦小天的怀中 眼泪暴雨梨花一般低落 将秦小天的胸前打湿 秦小天将林飘然搂在怀中 轻拍相间 不断的安慰 没事 我这不是来了吗 待会相公就带你离开 那跪在地上的龙天号 满脸惊讶 这人明明是神武宗的三少主 之前还跟自己一起推杯换盏呢 怎么现在 自己的媳妇就扑进了她的怀中了 这可是自己明媚正娶的媳妇 只可惜龙天号的下巴 已经被林飘然卸了下来 更是被林飘然封印 无论怎么叫喊 只是听到一阵呜呜呜的声音 是不是很意外 是不是很惊喜 去你大爷的 噼里啪啦 咔嚓 咔嚓 一时间 秦小天三人全脚相夹 将这龙天号一阵胖揍 哪怕是林飘然看到龙天号的样子 也是忍不住的别过头去 实在是太惨了 不说这脑袋变成了猪头 牙齿落了一地 眼睛也瞎了一只 就连这全身的骨头 都没有一个好地方 甚至在金胖子残忍的手段之下 这龙天号身上的肋骨 更是根根插入了肺中 现在明显进气多 出气少 还伴随着满口的鲜血 在金胖子的一阵摧残之下 龙天号直接隔屁 就连那神魂都没有逃走 被秦小天一手捏爆 更可恶的是 金胖子最后还编尸 足足编了一百多次 将那龙天号的尸体都抽烂了 这才吐了几口唾沫 将其财物全部搜刮走 与秦小天一同离开 当秦小天带着装扮一番的 林飘然离去 足有数个时辰 天色即将亮起的时候 在这天涯海阁的内城之中 才传来一阵阵愤怒的嘶吼 一时间 天涯海阁立刻封锁了城市 挨个盘查 最后发现 神武宗的三少主不见了 龙傲天立刻亲自冲到了码头 看到神武宗的大船 还在心中猛的一突 该死 中计了 立刻找 看看神武宗的少主 是不是被人洗劫了 龙傲天看到神武宗的大船 还在 立刻就明白过来 之前自己见到的神武宗三少主 根本就是别人装扮的 果然 当龙傲天的手下 在一处山洞之中 找到了被绑的神武宗少宗主之后 心中断定了一切 一时间 不但是龙傲天发出了追杀令 就是神武宗也发出了追杀令 更是派出了数百艘大船 在这沧海之上 开始搜寻秦小天的所在 至于秦小天 此刻已经远在数千海里之外了 正与林飘然轻轻握握 诉说这数年的相思之苦 小天 你到底是怎么解开我的封印的 夜幕时分 林飘然依靠在秦小天的怀中 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对着秦小天问道 之前林飘然在送进洞房之时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旦这龙天号要占有自己 自己就咬舌自尽 可是 在路上 林飘然却是发现 自己的封印无缘无故的解开了 不但如此 林飘然的脑海之中 还传来了秦小天的声音 这让林飘然差点兴奋的要尖叫 若不是秦小天及时阻止 恐怕就要露线了 至于那两人下的迷香 更不用说了 以林飘然经单期的修为 发现之后 直接就闭住呼吸化解了 根本起不到作用 飘然 你要记住了 为父乃是仙人 秦小天看了一眼林飘然道 那意思仿佛在说 这世上就没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不过是解开林飘然的封印 只要神念充击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 但是 秦小天此刻心中 也是生起了一丝担忧 经单期原因期不在话下 可是一旦自己碰到出窍期呢 自己的神魂被禁锢 哪怕是修为突破了完美驻基期 修成了石海 格外拥有了一道神魂 也无法解开 这要是圣天大陆的外围还行 可是进入中心呢 甚至自己成就仙人 再次杀入仙界呢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的神魂还是无法解开 那自己还混个屁啊 要知道 身为一名修士 神魂力量却强大 底蕴就越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 会出现一个回天术的原因 嗯 我相信你 虽然秦小天没有过多的解释 但是林飘然对秦小天 早就无底线地相信了 这样秦小天很是满意 飘然 实不相瞒 本大仙除了你这位红颜之己外 还有一位 秦小天原本想说 还有两位的 不过 想当那梦境之中的仙子 只是一场梦而已 这才改口 不过 林飘然依然是娇躯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哀伤的情绪 秦小天感受到 搂着林飘然的手臂 再次紧了紧 更是在其额头亲吻了一下 放心 我永远也不会辜负你 嗯 只要守在你身边 其实多几个姐妹也无妨 林飘然虽然还有那么一丝哀伤 不过还是硬了一声道 同时将自己的脸 靠在了秦小天的胸膛 感受秦小天胸膛的温暖 其实 那一位红颜之己你也认识 谁 林飘然抬头看到了秦小天的脸上 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 心中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不会是玄灵子长座吧 啊 秦小天直接愕然 没有想到林飘然一下就猜中了 这让秦小天的脸颊有些发烧 毕竟在其眼中 自己睡了宗门的长辈 有些说不过去啊 嗨嗨嗨 那个啥 其实在本祖的眼中 你和玄灵子都是晚辈 因为本祖已经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也就是你们的老祖 啊 林飘然再次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 当秦小天将天宗老祖代师收徒的事情 告诉了林飘然 林飘然这才是人 这才是我认识的秦小天 这才是我相公 那个奸诈无比 胆大妄为的人 好啊 你居然敢讨侃相公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哥 不好了 有船追来了 就在秦小天要调教林飘然的时候 金胖子却是惊呼一声 只见后方有一艘大船追来 上面挂的旗帜 正是天涯海阁的旗帜 与此同时 一道怒吼声传入了秦小天的耳朵 让秦小天面色一变 小子 看你还往哪里逃 随着这一道怒吼声传来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瞬间划破了夜空 一柄宝剑 隔空朝着秦小天的头颅斩来 宝气 看到这宝剑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同时惊呼一声 不过 林飘然却是跃起 手中多出一把极品灵剑 朝着那宝剑一跳 叮当 顷刻间 那宝剑被林飘然挑飞 不过 林飘然也是被这一击之力 撞得要飞出灵舟 还是秦小天眼疾手快 一把将其拉了回来 你用这灵剑太吃亏 给你这个 秦小天说着 寄出一把宝剑 同样是一把宝剑 换下了林飘然手中的灵剑 如此一来 自己的极品灵剑 也达到了九把 接过宝剑 林飘然也没有询问 秦小天哪里来的 立刻将宝剑横在胸前 凝视远处的大船 对方也是借机收回了宝剑 而那大船速度 要比林船快了许多 这一回功夫 已经距离不足三十丈 小子 乖乖的束手就擒 随老朽回去认罪 或许我们阁主 还会给你一个痛快 那站在大船之上的一位老者 手持宝剑 冲着秦小天这边喊道 好大的口气 区区一个金丹七大圆满的老儿 也敢如此叫嚣 有种你过来啊 可惜 秦小天岂会在乎对方 别说是金丹七大圆满了 就是原音七的老怪来了 自己也不拒 是吗 那老夫倒看看 这位小友有什么本事 如此张狂 就在此刻 一道威严的声音 从那大船的船舱之中传来 一股惊人的威压 立刻朝着秦小天等人笼罩而去 四 原音七的老怪 金胖子和妖月再次惊呼一声 他们没有想到 这大船之上 居然有原音七的老怪 这还怎么玩 哼 原音中七而已 有种你来啊 看本少娘子 能不能一脚将你踢进海里 不过 秦小天依然是一副毫无畏惧之色 冲着对方喊道 金胖子和妖月这才反应过来 原音七而已 根本不是秦小天的对手 好 很好 那原音七的老怪 口中低喝一声 下一刻 就要出手镇压秦小天等人 不过那位金胖七大圆满的修士 却是喊道 杀鸡何须宰牛刀 清光前辈 晚辈出手 就能够弄死他们了 好吧 不过格主要活的 那原音七的老怪 应了一声 而此刻大船距离秦小天的灵州 更是不足实战 那金胖七大圆满的高手 脚下一点 立刻腾空而起 小子 还不束手就齐 娘子 用这玩意 将他轰下海味海妖 就在那金胖七大圆满的高手 腾空杀来之时 秦小天直接丢给了林飘然 一尊黑色的山峰 林飘然结果一看 又是一剑宝器 二话不说 立刻施展神念 控制着宝器 朝着那纵身而来的 金胖七大圆满的高手 砸了过去 呼呼呼 一时间 这黑色的山峰 剑锋变长 瞬间就变成了树杖之巨 带着一股沉重的力量 朝着对方碾压而去 哼 雕虫小记也敢拿出来 丢人现眼 给我飞 这金胖七大圆满的高手 冷哼一声 手中的宝剑猛地 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朝着那树杖的 黑色山峰一挑 叮 扑哧 然而 其手中的宝剑 刚刚挑中了 这黑的山峰 却是发现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禁锢了自己的全身 这让其心中一惊 只可惜 这人还没有来得及惊呼 就被那黑色山峰砸个正着 其肩头立刻被砸得崩溃开来 烟红的血雨飞溅得到处都是 这人一头朝着沧海之中 跌落而去 不过 那金胖子 却是眼疾手快 直接在其身体之上摸索了一阵 一枚储物手镯 和一个储物袋 还有其手中的宝剑 都被其摸了过来 扑通 这人跌落沧海之中 许久都没有出现 跟着就看到这沧海的海面 居然翻起了一阵浪花 浪花之中 还有烟红的血水 和一些残枝断海 可怜 此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直接被海妖吞噬了一个干干净净 大哥 不愧是金丹七高手 总价值数益了 金胖子看了一眼这人的财物 跟着将灵石 灵气 和那把宝剑 丢给了秦晓天 至于灵丹妙药 自己却是留了下来 一时间 看得妖月一阵眼热 下一刻 妖月的目光 从金胖子身上移开 落在了那大船的船舱之中 小月子 你若是敢跟本老祖抢夺财物 本老祖直接把你脑瓜子干开花了 你信不信 金胖子立刻从妖月拿里 感受到了一丝威胁之意 立刻冲着妖月恐吓一声 不过 金胖子的为人 跟他在一起 想要得到财物 那唯有一个条件 就是抢 至于什么辈分不辈分的 自己突破 出窍期便是了 这一刻 那元英七的老怪 居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没有想到 秦晓天四人 居然这么快击杀了自己的手下 要知道 自己的这位手下 可是金丹七大圆满 就算那个林飘然再强 也不过是金丹七初七而已 有古怪 一时间 这位元英七老怪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跟着想到了之前 有关神武宗少宗主的事情 心中立刻涌起了万丈巨浪 要知道 神武宗的少宗主身边 可是跟着一位元英七的老怪 这样的人都着了道 可见有一位爵士高手在帮忙 不过 他的心中也是奇怪 从这四位小娃子的身上 根本没有感受到 出窍期强者的气息 别说是出窍期了 就是元英七 也没有感受到 难道那人帮助了 这几个小娃子之后 便离去了 既然如此 那自己的这位手下 又是如何死去的 小娃子 算你们有一些手段 可是 今日你们注定要死 这元英七的老怪不姓邪 怒吼之下 再次派出了一位金丹七的高手 这金丹七的高手心中一颤 但是畏惧着元英七老怪的修为 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娘子 砸死他 秦小天再次大吼一声 果然 林飘然再次祭出了那件宝器山峰 在这宝器山峰的杂落之下 那人同样一头跌落沧海 妖月 我去你大爷的 这时 金胖子却是大骂一声 手中只来得及抓到了 这人手中的零件 剩下的财物都进入了妖月的腰包 哼 这年头 手快要 手慢无 妖月冷哼一声道 说时迟 那石块 就在妖月的话音响起之时 一箭宝器瞬间朝着妖月击杀而去 老祖救我 妖月下意识地呼喊一声 立刻朝着秦小天冲去 然而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副怒色 狠狠地瞪了一眼妖月 你这个傻缺 搞得本老祖又少坑一位老怪 嗖嗖嗖 秦小天双手掐着剑绝 九把零件瞬间冲天起 形成了乾坤剑阵 在这苍穹之上 立刻出现了一座乾坤的图案 那九把零件 在这乾坤的图案之中 不断地飞舞 由九化千 带着一股庞大的威能 散播开来 跟着就看到秦小天那 掐着剑绝的手 朝着那件宝器一指 嗤嗤嗤嗤嗤嗤 瞬间 那化千的零件 以三把为一组 形成了剑阵 直接破开了虚空 射向了那宝器 当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这零件不断地 撞在了宝器之上 将那宝器直接挡了下来 甚至在撞击之下 那宝器居然跌落沧海 嗡 不过 那宝器刚刚跌落沧海 就被一股力量 瞬间收了回去 正是那圆阴七的老怪 站在了船头之上 收回了宝器 道友 你隐藏得好深啊 这圆阴七的老怪 双目寒光一闪 盯着秦小天喊道 从这乾坤剑阵之上 这圆阴七老怪 已经感受到了 不弱自己的威能 还好 那圆阴七的神念 不断地操控乾坤剑阵 一时间 那千把零件 仿佛活了一般 不断地在那乾坤图案 下方游走 哼 大言不惭 老朽妖道看看 你这剑阵 能够抵抗老朽几次攻击 这圆阴七老怪冷哼一声 再次寄出了宝器 这宝器乃是一件圆盘 样子好像是盘子 但是上面却是刻画了 古朴的花纹 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双方再次交手 那圆盘宝器 再次被秦晓天击落 被圆盘七老怪 收了回去 虽然这宝器 再次被击落 但是这圆盘七老怪 却是看出了一丝端倪 这秦晓天 明明是助击期的修为 为什么拥有 圆盘七的神念 夺赦 这圆盘七老怪 立刻想到了夺赦 再加上 刚才妖阅呼喊老祖 这圆盘七老怪 仿佛明白过来一般 立刻大笑起来 哈哈 道友 原来你是夺赦 既然如此 老朽就不客气了 下一刻 这圆盘七老怪 双手不断的掐绝 只见 在其身边 居然出现了三枚圆盘 那三枚圆盘 不断的环绕老怪全身 瞬间化成了九枚 去 圆盘七老怪 低喝一声 双手掐绝 那九枚圆盘 立刻形成一条直线 直奔秦晓天杀了过去 嗡嗡嗡嗡 一道道惊人的嗡鸣声 不断的从那圆盘之上 传递而出 带着一种迷惑之音 一时间 包括林飘然在内的三人 心中大惊 掐着剑绝的双手 立刻控制乾坤剑阵 不断的攻击那九枚圆盘 同时口中嘀喝一声 一道叱咤之音传来 直接冲破了 那嗡嗡嗡的迷惑之音 将林飘然三人惊醒 当当当当当 与此同时 那九枚圆盘 再次被秦晓天击落 非但如此 秦晓天掐绝的双手 猛的朝着圆盘七老怪一指 叱叱叱叱叱叱 顷刻间 那飞剑立刻组成了九朵剑花 朝着圆银七老怪 飞射而去 圆银七老怪也是大惊 立刻将三枚圆盘挡在身前 那三枚圆盘不断旋转 化成九枚 抵抗秦晓天的乾坤剑阵 走 这时 秦晓天面色一黑 那庞大的神念立刻发现 数十里之外 一艘大船正疯狂地 朝着自己这边冲来 秦晓天立刻明白 这圆银七老怪 一直用宝器拖着自己 是在等待增援 恐怕后续而来的人会更多 再不走 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 在秦晓天的低贺之下 立刻收了乾坤剑阵 金胖子也没有任何的停顿 鼓足灵力 疯狂地催动灵船 一时间 这灵船如同利剑一般飞出 哪怕是妖月 和那大船之上的 圆银七老怪 也是吃了一惊 他们都没有想到 金胖子不过是 宝器七大圆满 居然拥有如此浑厚的灵力 也就在圆银七老怪 愣神这回功夫 金胖子催动的灵船 已经逃到数千丈之外了 追 不能让他们逃了 圆银七老怪心中震撼 立刻下达了追击的命令 这哪里还是宁器七啊 就算是金胖七 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速度 一时间 在金胖子的催动之下 这灵船的速度 居然与大船保持了一致 这让圆银七老怪 面色漆黑 不过 他也不担心 毕竟金胖子的灵力 总有耗尽的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的死期 一个时辰 五个时辰 一天 五天 十天 这一刻 圆银七的老怪 彻底的傻眼了 这还是人嘛 十天啊 足足十天啊 就算是一个圆银七的高手 如此全力的催动灵力 恐怕也坚持不了十天啊 哪怕是在催动的时候 吞付灵丹来恢复 那也没有这般的威风啊 至于妖月 那是彻底的傻眼了 十天的时间 一直这么痴呆的 顶着金胖子 在其心中 金胖子简直就是成仙了 如此雄厚的灵力 妖月从来没有在 宁器七的人身上见过 别说是宁器七了 就是筑鸡七 甚至是金丹七 恐怕也没有这样变态的灵力 最最最让妖月吃惊的是 金胖子吞付灵丹的转化速度 那简直就是非一般 根本不需要运功吸收 更不需要做什么 灵丹吞下去之后 片刻间就转化成了灵力 这十天的时间 金胖子吞付的灵丹 绝对超过了五百枚 甚至连极品助鸡丹 极品一元太清丹 都被其胡人吞早一般给吃了 甚至是 这金胖子吃了之后 居然没有丝毫的突破迹象 还是宁七七大圆满 最后 妖月只能丢下一句话 真是见了鬼了 老子服了 二十天 三十天 五十天 当金胖子足足服用了 价值十数亿的灵丹 十数亿的内丹之后 秦晓天等人终于看到了一片大陆 这是真正的大陆 并非是海岛 而这大陆 正是圣天大陆 胖子 再加把劲 甩开他们 否则上了陆地 我们也难逃一死 秦晓天看到圣天大陆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年了 终于再次见到了圣天大陆 啊 给我抱抱抱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双目赤红 口中不断地怒吼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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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刻 金胖子的全身都传来一阵 桎梏破碎的声音 一股住击器的气息 瞬间在金胖子身上爆发而出 一时间 那灵传速度暴涨 瞬间消失在了 那元英七老怪的面前 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 当元英七老怪 传来这样一道惊呼的时候 那妖月算是彻底的傻眼了 我去 这样都能突破 胖子 你还是人吗 妖月算是彻底的被金胖子震撼到了 他见过各种各样突破修为的方式 唯独没有见过金胖子这样突破的方式 该死 不过 当妖月的话音落地之时 秦晓天却是低骂一声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被灵飘然抱起 一个纵身 跃到了半空 那妖月也是大惊 直接扯着金胖子的衣领 冲天起 砰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瞬间 那灵船直接撞在了岸边 冲上了岸 撞在了一块足有数十丈的岩石之上 将那岩石撞得直接爆裂开来 那灵船也是彻底报废 快走 秦晓天再次低贺一声 给林飘然使了一个眼色 林飘然一个回旋 一手抓住妖月的尖头 双脚一阵连点 祭出宝剑 直接破空而去 不但如此 秦晓天更是展开了自己庞大的神念 将四人包裹在内 隐去了气息 同时让林飘然直冲山林而去 该死 这里是赵国边界 原音七老怪面色漆黑 看到那撞碎的岩石和林船 口中低骂一声 直接腾空而起 朝着深处追去 大约过去了半炙香的时间 又是数条大船靠岸 在询问之下 足有五位原音七老怪 同样冲向了大陆深处 只可惜 哪里还有秦晓天四人的身影 那率先冲进去的原音七老怪 足足追了数千里地 根本没有看到秦晓天四人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跑得这么快 这原音七老怪心中虽然愤怒 但还是静下心来 思索一阵之后 这原音七老怪立刻掉头回去 开始在这数千里之内寻找起来 快躲 在这山林之中 四道身影正在急迟 他们不敢露出丝毫的修为 全凭脚力 这四人正是秦晓天四人 不过 秦晓天却是传音 下一刻 四人立刻躲在了一片山石之后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那原音七的老怪 就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小兔崽子 老朽知道 你们就在附近 你们跑不掉的 这时 在秦晓天四人身后数十里的地方 传来了这原音七老怪的声音 秦晓天四人不敢停留 再次急迟而去 清光道友 可抓到他们 也就在秦晓天四人继续逃顿的时候 那追击而来的五位原音七老怪 碰到了之前那位 其中一人离开开口问道 该死的 这几个小兔崽子 好像消失了一般 不过 老朽推测 他们应该跑不远 最多万里方圆 清光面露漆黑之色 对着那人说道 无妨 我们六人在这里 难道还抓不到他们四个小瓜子 我与紫妍道友一路 朝着东北方向追 清光尼与金雕道友去西北 血压与飞蟹去北方 好 老朽不信了 抓不到他们 清光应了一声 与那金雕二人 朝着东北方追去 一时间 除了沧海的方向 六位原音七的老怪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铺盖 地毯式的搜索 至于秦晓天四人 此刻已经深入 盛天大陆数千里之地 可是 他们的速度 也是变得缓慢起来 因为从之前的一位原音七老怪 此刻变成了两位 还是两位不认识的人 这让秦晓天知道 来的人恐怕不止三人 所以 秦晓天四人走走停停 终于在三天之后 穿越了数万里之遥 快要进入了赵国的境内 可是 让秦晓天四人惊讶的是 那几位原音七老怪 居然还没有放弃 甚至他们搜索的范围 由高空变成了地面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传授 你们一种隐藏起息的功法 希望能够避过 这几位老怪的追杀 秦晓天实在是顶不住了 哪怕自己拥有 原音七大圆满的神念 在不眠不休之下 要笼罩四人 隐藏起息 也是承受不住了 很快 秦晓天将仙界的一种 高级的隐藏气息的功法 传授给了四人 没法子 秦晓天根本没有低级的功法 一时间 林飘然三人根本无法理解 秦晓天只能一一讲解 足足过了大半日 林飘然这才第一个领悟 无奈之下 秦晓天只能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挖了一个地洞 让四人藏身之内 同时布置了隐藏气息的阵法 这才修复自己的体力和神念 足足过去了六日时间 这金胖子和妖约二人 才算是掌握了 至于林飘然 已经可以熟练运用 只不过 想要达到秦晓天说的水平 那根本就做不到 饶是如此 也足够他们在 原音七老怪面前隐藏气息了 很快 秦晓天收了阵法 带着隐藏气息的林飘然三人 朝着赵国的境内而去 小娃子 你可曾见过这些人 不过 就在秦晓天四人 刚刚奔袭了数百里之地 一道声音 却是传入了秦晓天四人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四人心中一惊 立刻藏起了身形 只见 那追击自己的原音七老怪当中一人 手中拿着一张画像 这画像上面 刻画的正是自己四人 正站在数百丈之外 询问一位修士 只不过 当秦晓天看到这位修士的时候 心中却是猛的一惊 玄弟子 秦晓天惊呼一声 不过却是以传音的方式 通知了林飘然和金胖子三人 一时间 林飘然和金胖子 都露出一副紧张的神色 老祖 这玄弟子是 算是你的祖宗辈吧 他是第二世代弟子 唉 妖月听到秦晓天的话 只能叹息一声 怎么论 自己都是孙子辈啊 回禀前辈 晚辈并没有见过这四人 玄弟子看到这画像的时候 心中猛然一惊 不过却面不改色的印刀 小辈 你慌什么 虽然玄弟子面色不改 可是那心跳却是有些加速 立刻被这位原音七老怪发现 晚辈看到前辈 自然心慌 玄弟子面色依然不改 心中却是猛的一跳 冲着对方恭敬一败道 小辈 老朽觉得你在撒谎 所以 老朽要查看你的诗海 这原音七老怪话音落地 那五指如钩 立刻朝着玄弟子的头顶抓去 玄弟子大惊 立刻退开 前辈 你做什么 哼 做贼心虚 小辈 实相地告诉老朽 他们在哪里 否则 别怪老朽手下无 乾坤见证 就在此刻 一道低吼声 传入了这老怪和玄弟子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在这老怪的头顶 出现了一座乾坤的图案 这老怪大惊 立刻惊呼一声 各位道友 此子在这 然而 这老怪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股庞大的神念 再起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瞬间就将其禁锢 玄弟子 杀了他 死 请 老祖 玄天子听到这道呼喊声 立刻认出 正是秦晓天 下一刻 玄弟子祭出灵箭 直接斩下了 这位原音七老怪的头颅 小辈 你们找死 不过 原音七老怪 岂是那么容易杀死的 只见一个只有数寸的小人 与这老怪一般无二 从那斩断的脖梗之中冲出 瞬间顿天而去 该死 快走 秦晓天低骂一声 瞬间冲到了这老怪的尸体旁边 将其尸体收走 拉起玄弟子的手臂 神念包裹其全身 朝着远处冲去 之前在天涯海阁 打劫神武宗的人 秦晓天为什么没有出手杀了他们 就是因为那原音七的老怪 太难杀了 就算是毁了真身 还有原音可以存活 若不是有相当的底蕴 想要彻底震杀原音七老怪 根本做不到 老祖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原音七老怪 为什么要追杀你 玄弟子满脸惊慌的问道 秦晓天却是回了一句 暂且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玄灵子等人在什么地方 当秦晓天说起了玄灵子之时 玄弟子面色一黑 露出一副痛苦之色 这让秦晓天心中猛的一跳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心头生起 老祖 玄灵子师妹他 玄弟子说到这里 有些哽咽 到底怎么了 快说 秦晓天怒喝一声 吓得玄弟子立刻说到 玄灵子师妹身受重伤 原本不多的受缘 只剩下三年好活 再加上心系老祖 忧郁成疾 这外伤内患 让玄灵子师妹一蹶不振 就在三个月前 秦晓天听到这里 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痛苦之色 就是身后紧紧跟随的 林飘然三人 也是黯然伤神 眼中充满了泪水 林二 我对不起你 男儿有泪不轻痰 可是 秦晓天眼中 却是滑落了两行情类 这让一旁的玄弟子 面色有些为难 老祖 我没说玄灵子师妹死了 不 我 真想一巴掌拍死你 秦晓天直接喷了 气得全身发抖 就在三个月前 玄灵子师妹 被一位老玉带走了 这老玉说 有办法救她 可是这老玉并没有告诉我们 要带着玄灵子师妹去哪里 这么说 林二是被人掠走了 差不多吧 好 林二没事就好 将那老玉的画像给我 到时候 我亲自去找林二 对了 其他人怎么样了 玄天子呢 秦晓天这才想起了玄天子 这才问了一声 玄弟子立刻印道 玄天子师兄 已经在赵国的洛阳城安顿 我原本想要出来寻找玄灵子师妹的 没有想到遇到了老祖 洛阳城距这里多远 大约三日的路程 这时 秦晓天露出一副沉思之色 自己带着三个人 已经非常麻烦了 若是再带着玄弟子 恐怕更加难逃 我们这样不是办法 我引开那些老怪 你们司机逃走 到时候 我们在洛阳城会合 一时间 秦晓天做出了一个决定 只见秦晓天停下了脚步 直接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挖了一个地洞 将玄弟子等人都丢了进去 布置了隐匿的阵法之后 秦晓天就要冲天起 可是林飘然却是紧紧地 跟在了秦晓天身后 秦晓天无奈 知道林飘然是 不会离开自己 只能无奈地看了一眼林飘然 二人立刻驾驭宝剑 冲天起 三大脸 小子休逃 刚刚逃出了百里之地 一叨叨怒吼声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足有三位元英七老怪 直奔自己杀来 不但如此 那逃走的元英七老怪的原因 此刻正站在一位元英七老怪的肩头 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血压 飞线 子言 留下此子的性命 老朽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 然而 就在那老怪的原因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血压老怪的手掌 瞬间抓住了这老怪的原因 血压 你做什么 哼 残影 我们已经受够你了 没错 你凭什么跟我们露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若你不是阁主的外妻 老朽早就弄死你了 血压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捏死 血压三人立刻露出鄙视之色 在他们心中 早就对着残影充满了恨意 这残影修为没有他们高 仗着外妻的关系 对他们耀武扬威 他们早就想弄死残影了 残影 以后投胎记住了 想要凌驾与他人之上 修为一定要高于他人 不 不要 我的姐夫是龙傲天阁主 你们不能杀 残影满脸惊慌的喊道 只可惜 血压手掌用力 直接将残影的原因捏爆 扑哧 残影的原因 直接化成了一股纯净的天地之力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这突然间的变化 让秦小天和林飘然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三个老怪 如此心狠手辣 居然连自己的同伴都不放过 不过 想想也是 谁要是整天对自己耀武扬威 喝来喝去的 自己也要想办法弄死对方 小娃子 乖乖束手就擒 老朽三人 或许会给你一个痛快 血压冲着秦小天喊了一声 可是 秦小天和林飘然 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 非但如此 林飘然直接咬破舌尖 施展血盾 那速度再次暴涨数倍 瞬间落下了三位老怪数万丈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老朽三人 心狠手辣了 一时间 双方一追一逃 眨眼间就是数千里之遥 当来到了一片巨大的湖泊之上 秦小天和林飘然 瞬间冲进了湖泊之中 哼 想要水盾 哪里有这么容易 紫妍看到秦小天二人 跃进了湖泊之中 立刻冷哼一声 人还未到 一掌拍出 直奔那湖泊拍了过去 碰 哗啦啦 顷刻间 这湖泊被拍得涌起了万丈巨浪 那湖水立刻朝着岸边翻涌而去 当那巨浪消退 这湖泊的水 居然少了一大半 在那里 飞歇伸手一指 只见那湖泊之中 有两道身影 正在朝着深处游去 跟着面色一喜 身形一闪 立刻冲进了湖泊之中 飞歇 不要 然而 那紫妍却是惊呼一声 可惜 为时已晚 那飞歇已经冲进了湖泊之中 一股惊人的神念 瞬间进过了飞歇的身躯 跟着一把宝剑 直接朝着飞歇的头颅 斩落而去 扑斥 飞歇的头颅 直接被斩落 一股烟红的血水 直接喷出 染红了这湖泊的水面 嗖 不过 飞歇的原因 却是露出一副惊慌之色 直接冲出了湖泊的水面 看也不看紫妍和血压 直接顿空而去 感情这个飞歇 根本不敢找血压和紫妍帮忙 毕竟之前的残影 就是前车之剑 所以才会直接顿走 该死 紫妍怒骂一声 不过 那一旁的血压 却是冷哼一声 哼 无知 真身被毁也活该 紫妍双目寒光一闪 看了一眼身旁的血压 可是血压却露出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看了一眼紫妍 难道老朽说错了 明知道这个小子与众不同 之前就阴死了残影 还敢单独进去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一时间 这个紫妍露出了一副凝重之色 望着水下的两道 不断下沉的身影 和已经被染红的湖水 立刻嘀骂一声 杀千刀的小子 居然连飞泻的尸体都收走了 至于那飞泻的尸体 早就进入了秦晓天的储物袋 毕竟是原因七老怪 那资产绝对不会少 血压倒有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走吧 难道我们真的 要为龙奥天卖命不成 这 紫妍露出一副为难的审色 不过那血压却是说道 老朽已经想好了 天涯海阁是不回去了 刚好在这赵国境内 我就接到去送国 而且算算时间 那个地方应该也要开启了 血压的话刚落地 紫妍眉头一簇 最后牙齿一咬 好 老朽也不回去了 这些年得到的供奉 也足够修炼一段时间了 到时候那个地方开启 老朽也会去 到时候我们联手 就这么定了 后会有期 血压应了一声 朝着紫妍拱了拱手 直接腾空而去 不孝片刻 就消失不见 小瓜子 算你运气好 紫妍看了一眼 胡敌已经消失的身影 口中低骂一声 同样腾空而起 奔向了赵国的境内 可怜 这残影和飞蟹 为了真功 却是死在了秦晓天的手中 在人家泻压和紫妍心中 什么天涯海阁 什么秦晓天 都不如自己活得长久重要 血压 紫妍 也就在血压和紫妍离去之后 一道怒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被斩杀了 真身的飞蟹原音呈现而出 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没错 飞蟹原音并没有离去 当其看到血压二人 居然没有追杀秦晓天之时 心中的愤怒轰然爆发 他恨秦晓天 可是更恨不为自己报仇的 血压和紫妍 哼 然而 就在飞蟹原音呈现之时 一道冷哼声 却是传入了飞蟹的耳朵 这让飞蟹面色一惊 你们没走 飞蟹惊呼一声 只见血压和紫妍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脸上露出一副 奸诈的神色盯着飞蟹 这让飞蟹心中一颤 我们若是走了 哪里还能知道 你这么和我们二人 血压面带嘲讽之色 对着飞蟹喊道 下一刻 飞蟹就要顿空而去 只可惜 他哪里还能逃得掉 噗 血压出手 直接将飞蟹的原音 捏在了手中 脸上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 噗哧 可惜 飞蟹的求饶根本没用 血压手掌一握 直接将飞蟹的原音捏爆 可怜飞蟹 明明可以活命 非要留下来送死 这个小瓜子倒是精明 紫妍看了一眼水潭 脸上露出一副不爽的神色道 不过这话音落地 却是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飞蟹也是大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水潭的方向 这才离开 直奔赵国境内而去 一天 五天 十天 当飞蟹二人 足足离去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就看到秦晓天与林飘然二人冒出头来 总算是捡了一条命 秦晓天的神念扫射了方圆数百里 并没有发现飞蟹二人的存在 这才松了一口气到 一旁的林飘然也是满脸庆幸之色 不过 林飘然却是发现 秦晓天眼中有一丝哀伤 心中明白 秦晓天在担忧玄灵子 玄灵子常做会安然无恙的 林飘然握住了秦晓天的手 眼中满是柔情 望着秦晓天道 秦晓天点了点头 跟着咧嘴一笑 发财了 这次是真的发财了 秦晓天虽然变得欢快起来 可是林飘然 依然从秦晓天眼底 看到了担忧之色 不过并没有点破 嗯 两位元音七的老怪 若是还不能发财 那你真是 林飘然笑而不语 眼中带着一丝期待 仿佛在期待秦晓天吃扁一般 假的吧 果然 秦晓天寄出了两位元音七老怪的尸体 搜刮了一番之后 秦晓天直接傻眼了 真的让林飘然说中了 这两个元音七的老怪 除了拥有三件宝器之外 其余的物品价值 连两亿零食都不到 你们俩还真是该死 秦晓天面色不爽的骂道 跟着两团火焰寄出 直接将两位元音七老怪的尸体 化成了灰烬 刚才那两个老怪说 宋国有什么要开启了 这时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看了一眼林飘然 这让林飘然心中一跳 小天 我们刚刚脱离危险 就不要去设想了吧 既然那两个老怪去宋国 很明显 还有更多的老怪 我担心 我也没说现在去啊 再说了 只要这些老怪 不是有意提防我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秦晓天眼中寒光一闪 脸上充满了自信 不过 我们还是先回去 跟金胖子的人会合吧 秦晓天话音落地 与林飘然一起 直奔洛阳城而去 五天之后 秦晓天与林飘然二人 进入了洛阳城 给金胖子传了消息 很快 金胖子和妖月接到秦晓天 大哥 你没死他好了 老祖 你没死啊 这二人看到秦晓天满脸激动地呼喊一声 气得秦晓天直瞪眼 这话说的 好像自己必死一般 在秦晓天的一顿胖揍之下 二人见到了玄天子等人 玄天子看到秦晓天 立刻上前露出恭敬之色 拜见老祖 秦晓天看了一眼玄天子等人 心中不免叹息一声 人不强大 被人欺啊 玄天宗数千弟子 如今只剩下了八人 起来吧 在我们这里 没有那么多的理数 老祖 有件事情 弟子不知当说不当说 秦晓天还没有坐下呢 那玄天子就露出了一副为难之色 对着秦晓天说道 但说无妨 刷 当秦晓天这话出口 玄天子直接展开了一卷画像 这画像上面画的 正是秦晓天 金胖子 妖月 以及林飘然四人 不但如此 在这画像的旁边 还有一些小字 秦晓天看到 面色一黑 不灭了这神武宗 这神武宗 真当本祖好欺负了 秦晓天怒骂一声 只见那画像上面 书写了三个大字 通缉令 秦晓天就做出了决定 让玄天子等人画整为零 免得被神武宗一锅端 因为这赵国 秦国 吴国 正是神武宗统治的地盘 而秦晓天的目标便是宋国 之所以定在宋国 一方面是宋国 并非是神武宗的势力范围 一方面 这宋国有造化出现 至于这宋国 恰好是三不管的地带 在宋国 龙蛇混杂 宗门无数 强者更是隐藏得很深 掌管赵国 秦国 吴国的神武宗 以及掌管七国 魏国 蜀国的飞行宗 都想要侵占宋国 只可惜 每当两大宗 想要入侵的时候 宋国隐藏的那些强者 都会联合所有宗门 进行抵御 两大宗足足入侵了三次 可是三次都吃了亏 从那时起 这宋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 没有人能够统治 也不知道谁在统治 弟子也是这样想 只要进入了宋国 不但可以保住 我玄天宗的血脉 更是可以避过 神武宗的通缉 玄天子赞同了 秦晓天的提议 只可惜 二人去了宋国才知道 想要打入宋国内部 那是多么的艰难 很快 秦晓天便做出了详细的计划 如何化整为零 如何进行联络 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这让玄天子和玄弟子等人 暗自佩服 他们没有想到 秦晓天看似年轻 却是如此的老谋深算 三日之后 秦晓天一行人化整为零 纷纷离开了赵国 直奔数千万里之外的宋国而去 他们不敢使用赵国的传送阵 担心被人盘查 发现问题 不过 数千万里 对于秦晓天等人来说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洛阳城外 秦晓天与林飘然告别 虽然二人都不舍得对方 可是秦晓天知道 若是他们四个人在一起 目标太大了 很容易就被发现 所以 在秦晓天的授意之下 秦晓天与金胖子一路 林飘然与妖月一路 而玄天子和玄弟子 各自带领三人 同时 秦晓天将最近的所得 分配了林飘然三人 算是这段时间的生活费 在一番深情的告别之下 秦晓天等人分道扬镳 一时间 秦晓天与金胖子二人 专门挑选山路前行 十数日的时间 都没有遇到任何事端 二人也足足行了数百万里路 大哥 前面有个村子 我们去歇歇吧 金胖子看到一座山脚下 有一个村落 立刻对着秦晓天喊道 这十几日都在赶路 着实将金胖子累得够呛 好吧 就歇息半日 秦晓天应了一声 虽然有林丹服用 可是如此急行 他也有些累了 很快 二人便来到了这村落外 可是 秦晓天和金胖子都是眉头一簇 只见这村落之中 飘散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圣子 这村子都是一些凡人 吞噬他们的精血 根本提升不了多少修为 不如我们去天阳城吧 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在这村子里面 走出了三道身穿黑色斗篷的人 刚要与秦晓天二人碰了照面 邪秀 秦晓天眉头一簇 脸上露出一丝怒涩 口中嘀喝一声 哦 没有想到 这里还能碰到 还是两个住击漆的小子 吞了这两人的精血 圣子 您就可以突破金丹七大圆满了 对面的三位邪修 看到秦晓天和金胖子 非但没有亚色 反而脸上充满了惊喜之意 尤其是那被称为圣子的人 看到秦晓天和金胖子 立刻发出一道恐怖的笑声 结结结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既然如此 本圣子就用你们俩的精血 来突破金丹七大圆满 哈哈 听到这恐怖的声音 秦晓天眉头再次一蹴 因为这声音有那么一丝熟悉 一时间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丝亚色 云无痕 秦晓天脱口而出 直接喊出了这圣子的名字 这圣子不是别人 正是云无痕 果然 这云无痕露出一丝亚色 仔细端向秦晓天 终于从秦晓天的眉宇之间 认出了秦晓天 秦晓天 是你 圣子 您认识这个小子 何止认识 本圣子跟这位可是相熟得很了 他们二人还是玄天宗的余念 云无痕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可是那眼中却是充满了杀鸡 秦晓天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想不到 今日会落到本少的手中吗 云无痕这话说的 仿佛秦晓天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 表面上看 确实如此 毕竟秦晓天只是助击期的修为 而他却是金丹期后期 云无痕啊云无痕 人啊 要多多行善 作恶多端 会遭天谴的 然而 秦晓天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反而口中低音一声 这让云无痕直接大笑起来 哈哈 秦晓天 你是在说自己吗 你真的认为 本少还是当初的云无痕吗 基本上没啥两样 甚至比起之前的你 更加不如 哼 死到临头 还嘴硬 今日本少就让你明白 你与本少的差距 如同鸿沟 云无痕冷哼一声 就要出手 那两个手下却是上前一步 圣子 杀鸡 何须宰牛刀 就这两个住机器的小娃子 我们俩就收拾了 圣子放心 我们不会杀了他们俩 最后还是需要圣子亲自出手的 这二人的马屁功夫非常了得 看得金胖子都一阵羡慕 而这二人很明显看出了 云无痕与秦晓天有仇 这才会说 留下二人的性命 云无痕看了一眼二人 又看向了秦晓天 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从牙缝之中 挤出了一句话来 也罢 那个瘦子可以随便杀 但是这个秦晓天 本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圣子放心 三个呼吸 直接拿下他们二人 这两个跟班应了一声 瞬间化成了两团黑雾 朝着秦晓天和金胖子袭来 可是 秦晓天和金胖子 居然没有丝毫举动 小子 吓傻了吧 哈哈 乖乖地跪在我们圣子面前 或许我们圣子会给你一个痛快 这二人仿佛吃定了 秦晓天和金胖子 那话语之中 充满了嚣张之意 就是云无痕 也是满脸自信地站在那里 仿佛今日秦晓天必死一般 大哥 他们俩是在开玩笑吗 区区筑基七大圆满 也想要拿下我们二人 也就在二人化成了黑雾 朝着秦晓天和金胖子 吞噬而来的时候 金胖子却是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道 下一刻 金胖子猛地抱成了一团 同时口中大喊一声 大哥 踹我 碰 金胖子的话音落地 秦晓天一脚就踹在了金胖子身上 下一刻 金胖子化成了一道金光 朝着其中一团黑雾猛地撞去 小子 你这是 那人刚要讽刺金胖子一句 可是远处的云无痕 却是面色一变 立刻惊呼一声 不好 快退 可惜 还是晚了 金胖子全身猛地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瞬间就撞进了那黑雾之中 嗡 不不不不 随着一道嗡鸣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黑雾不断地爆炸 直接将那黑雾炸散 一道狼狈的身影 直接飞了出去 不 不可能 这小跟班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的神色盯着金胖子 而此刻的金胖子 却是手持重剑 猛地斩向了此人 不可能的事情多了 你算老姐 去死吧 死了 顷刻间 金胖子的重剑 直接斩过了这人的头颅 将其直接劈成了两半 那烟红的鲜血 如同瀑布一般 直接洒落 就连那五脏六腑 也是混着满是会晤的长子 散落了一地 那死去的样子 十分恐怖猙獰 可怜此人 连神魂都没有逃出来 就直接被金胖子斩杀 就此生死报销 另外一人 直接被吓得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同伴被对方一招 就直接给斩杀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其都忘记了攻击秦晓天 还有你 那命来 金胖子再次大吼一声 提着手中的重剑 再次斩向了那人 那人的心已经被震撼到了 根本不敢与金胖子对拼 直接那黑雾一晃 直接朝着远处飞去 要避开金胖子的攻击 然而 让他想不到的是 金胖子根本没有攻击他 而是回到了秦晓天的身边 大哥 继续踹我啊 嘶 该死 你们俩居然修炼了合击之法 这一刻 远处的云无恒终于看出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 施展的乃是合击之法 一时间 云无恒也是明雾 不要让他俩在一起 云无恒高呼一声 身形一闪 直奔秦晓天杀来 想要分开秦晓天和金胖子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秦晓天一脚踹在了 已经抱成一团的金胖子身上 金胖子再次化成了一团金光 刚好撞向了 那刚刚停下的跟班 去死 我 不不不不 同样的场面再次出现 在一道嗡鸣声之下 金胖子全身爆发出惊人的金光 直接将那黑雾撞的爆裂开来 那人同样被金胖子撞得口喷鲜血 倒飞而去 下一刻 一把重剑 直接在其惊骇的目光之下 将其斩成了两半 滚 与此同时 金胖子再次大吼一声 伸手一抓 直接抓住了一团神魂 正是那被斩杀的人 在最后关头 冲出了神魂 要夺射金胖子 只可惜 金胖子早就预料到 这一手的出现 是那么的顺畅 仿佛做过了无数次一般 将那人的神魂 捏得死死的 不可能 从来没有人能够抓住神魂 那人的神魂惊慌失措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之色 然而 一股大力传来 那人的神魂 直接就被金胖子捏爆 傻圈 别人做不到 不代表我胖子做不到 啪啪啪 金胖子话音落地 拍了拍手 收了这二人的物品 回到了秦晓天的身边 露出一副得意之色 冲着云无痕 挑了挑下巴道 云无痕 你还嚣张吗 云无痕眉头一簇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秦晓天 你这个跟班 还真是傻得可爱 真的认为 杀了本少的两个跟班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跟本少叫嚣了吗 云无痕话音落地 伸手朝着金胖子轻轻一点 一道指令 瞬间洞穿了虚空 发出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朝着金胖子的眉心点来 是 这一指的力量十足 若是被点到 金胖子必死无疑 不过 金胖子速度也很快 身形一矮 堪堪毙过了这一指 刚要发怒出手 却是被秦晓天拦了下来 云无痕 何必跟一个小跟班计较 今日的主角是我们俩 来来来 多年不见 让本少看看 曾经对你的指点 让你有掌进没有 云无痕听到秦晓天的话 面色一黑 想到当年在擂台上 与秦晓天对战的情景 一时间怒火中烧 可是 看到秦晓天轻蔑的眼神 云无痕却是面色一变 立刻大笑起来 哈哈 秦晓天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无耻 想要激怒本少 你觉得你 还有这个资格吗 云无痕 你在本少眼中 永远都是小弟 哼 那就让你知道 今日的云无痕 已经今非昔比了 云无痕终于压制不住 心中的怒火 冲着秦晓天大吼一声 猛地一拍自己的额头 三枚漆黑的骷髅头 立刻成品自行 朝着秦晓天飞去 哒哒哒哒哒 这三枚漆黑的骷髅头 不断地撞击至上下颚 仿佛要将秦晓天吞噬一般 临近了秦晓天 直接喷出了一道道黑雾 秦晓天也不敢大意 毕竟这云无痕是金丹七后七 虽然自己可以使用神念将其禁锢 可是 秦晓天并没有这样做 只见秦晓天脚下一个滑步 避开了这漆黑骷髅头的攻击 身体一弓 猛的一弹 如同炮弹一般 瞬间射向了云无痕 云无痕 接我一招 风云拳第一势 风雷动 噼里啪啦 随着秦晓天这一拳轰出 立刻有雷霆作响 更有一股惊人的力量 朝着云无痕的丹田轰去 云无痕面色一黑 露出一副怒色 随着一拳对自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侮辱性极大 因为这招式正是他们云家的招式 秦晓天 你找死 云无痕真的怒了 一掌朝着秦晓天拍了过去 可惜 秦晓天直接退走 根本不跟云无痕应拼 云无痕 再接我一招 风云拳第二势 风潮云涌 秦晓天再次大吼一声 改权为掌 朝着云无痕的头颅拍去 这一刻 云无痕气得都要爆炸了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而且是那种非常严重的侮辱 秦晓天 我去你妈 云无痕大吼一声 全身猛的一阵 直接爆发出一团团黑雾 那黑雾形成一只只触手 朝着秦晓天抓了过去 仿佛要将秦晓天撕碎一般 哪里知道 秦晓天招式再次一变 口中同样再次大喊一声 风云拳第三势 风云天下 一时间 云无痕的心中 仿佛有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下一刻 那黑雾再次变化 直接化成了数十丈之巨 要将秦晓天吞噬 云无痕 你终于上当了 然而 秦晓天却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 伸手朝着那数十丈的黑雾 轻轻一点 瞬间 那数十丈的黑雾 居然被定住了 不可能 秦晓天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神念 你到底是什么人 被秦晓天定住了神魂 云无痕倒吸 一口冷气 心中惊骇无比 哎 云无痕啊云无痕 你怎么就跟你父亲云傲天一样 临死之前 就问出了同样的话呢 你 本少的父亲 是你杀的 云无痕大惊 可是云无痕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父亲居然死在了秦晓天的手中 秦晓天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哎 云无痕啊云无痕 这世上若是有来世报的话 你的天谦 为什么会来得这么快呢 秦晓天听到云无痕的话 摇头叹息 那话语出口 秦晓天的手掌轻轻一握 扑哧扑哧 扑扑扑 请客间 云无痕的神魂直接被捏爆 那一团数十丈的黑雾 更是瞬间爆裂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一旁的金胖子看到 踢桌重剑 直接将云无痕的尸体 躲成了碎片 一把火将其化成了灰烬 这才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道 嘖嘖嘖 这天谦 咋就来得这么快呢 云无痕死了 受尽了秦晓天的侮辱死去 恐怕云无痕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堂堂一位金丹七后七的强者 居然被秦晓天 如此轻易地震杀 收了云无痕的财物 秦晓天才看了一眼死记沉沉的村落 脸上露出一副悲伤之色 既然是去 那就没有必要留下痕迹了 跟着就看到 秦晓天一把火 直接将这村落化成了灰烬了 尘归尘 土归土 很快 秦晓天和金胖子离去 只不过 在其离开的数个时辰之后 数道身影出现在了这被毁去的村子面前 小姐 那云无痕应该就死在这里 其中一人 伸手指着一滩灰烬 对着一位蒙着面纱的女子说道 这女子眉头一蹴 看了一眼云无痕死去的痕迹 跟着又看了一眼身边的一位老玉 这老玉明白这女子的意思 伸手一挥 一幅画面立刻呈现在了这女子的面前 这画面 正是秦晓天击杀云无痕的画面 当看到秦晓天和金胖子的时候 这女子脱口而出 是她 小姐认识 这老玉听到女子的话 开口问道 认识 曾经坑了本姑娘一笔零石 没有想到会是她 此子不简单 以助击期的修为 能够击杀金丹期的云无痕 仿佛是被神念禁锢了 看来 此子身上有秘密 听到老玉的话 这女子嘴角微微翘起 眼中透出一丝兴趣的神色 这让老玉看到 眉头一簇 小姐 你忘记老祖宗怎么告诫你的话了吗 姥姥 我知道 这女子面色一明 那兴趣的神色消失 口中应了一声 记得就好 这次能够让小姐出来 老神可是跟老祖宗保证过 不会让小姐出现任何意外的 嗯 谢谢姥姥关心 我们走吧 这女子应了一声 心中却暗道 哼 看你的路线 应该是去宋国 不会也是为了那件事情来的吧 本姑娘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人 之后 挽起这老玉的手腕 朝着远处飞去 不过 这女子心中 却是对秦小天 生起了一丝兴趣 时间飞逝 转眼就是三月之九 秦小天和金胖子 已经来到宋国的边境 这一路上 秦小天和金胖子 不仅仅遇到了云无痕这次邪修 还遇到了不守 前前后后 被二人杀了数十人 很明显 这邪修在神武宗的打压之下 也是引入了山林 否则不会出现的这么频繁 也不知道 然而怎么样了 望着宋国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一旁的金胖子看到 只能安慰两句 宋国 龙蛇混杂之地 或许在路上遇到一个乞丐 那都是原因期的老妖怪 或许一个不起眼的宗门 背后更有出窍期的强者当后盾 所以 凡是进入宋国的修饰 是龙得盘着 是虎得握着 否则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又是两日的时间 秦小天来到了一座名叫蒙义的城市 这蒙义城算是一座忠城 住着不下数千万人 别看这蒙义是一座忠城 可是里面的势力 却足有数十个 什么不败殿 森罗教 鬼缘府 烽火宗 闪电门的 多不胜数 而这蒙义城的统治者 来是一位元英七大圆满的老怪 道号金云 当然了 这只是名面上的掌控者 实质很多老妖怪 都是隐藏在暗处的 否则这宋国早就被人吞并了 秦小天和金胖子 走在蒙义城的街道上 显得繁华嘈杂 到处都是摆地摊的修饰 到处都是这格纳楼的 甚至 秦小天还看到了几方势力的火拼 但是 他们火拼都是很规矩 并没有破坏街道的任何设施 然而 规矩是规矩 但是却十分的血腥 时常有人惨叫 丢掉了性命 一时间 秦小天和金胖子也不敢大意 老祖 就在秦小天闲逛的时候 那传讯玉佩立刻传来来玄弟子的消息 这倒是让秦小天有些意外 没有想到 这玄弟子居然先自己一步来到了蒙义城 玄弟子 你这是 怎么了 当秦小天看到玄弟子时 在玄弟子身边跟了不下数十人 而且一个个气势汹汹 仿佛要去干架似的 立刻问道 尤其是 秦小天看到玄弟子居然撸起了衣袖 其他人也都跟混混似的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他不知道 玄弟子这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居然变得如此邋遢 老祖 一言难尽啊 这都是被生活所迫啊 玄弟子一时雨色 不过后面的话 却是让秦小天一愣 并没有追问 这玄弟子不说 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来这里多久了 老祖 我们只用了十三天 就来到了蒙义城 不过 玄天子师兄和林飘然老祖宗 没有来这里 玄弟子立刻简单的解释了 一下自己来到蒙义城的经过 原来这神武宗 虽然通缉了整个玄天宗弟子 但是玄弟子还是很轻松的坐着传送阵 一路来到了赵国和宋国的边境 之后用了十三天的时间 就进入了蒙义城 当时玄弟子身边 还只有两位弟子呢 可是在蒙义城待了数天之后 玄弟子发现 想要以散修的身份 在宋国生活 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 玄弟子直接沿用了玄天宗的名号 在蒙义城扎根下来 别说 因为其身为金丹七 还真有不少散修投靠 经过两个月的挣扎 人数也是达到了三十多人 更是占据了半条街道 这不 昨天掌控另外半条街道的 北斗方越界 伤了玄天宗的几位弟子 所以 玄弟子今天带人 准备找回面子 否则哪里还有脸 在这条街上混 没有想到 玄弟子在秦小天进城的时候 立刻感应到了 秦小天的传讯玉佩在镇洞 这才给秦小天传了消息 不是吧 你这是要去跟人干架 一旁的金胖子 听到玄弟子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亚色 冲着玄弟子喊道 尤其是看到这些弟子 一个个坦凶的样子 哪里有半分名门正派弟子而言 这简直就是小混混啊 果然 玄弟子听到金胖子的话 老脸一红 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道 待会 你们就知道了 话音落地 玄弟子露出一副嚣张神色 在秦小天和金胖子的诧异之下 冲着身后那数十人 振臂高呼 兄弟们 今日本宗迎来了两位高手 今日一战 我们玄天宗必胜 揍死那帮北斗方的混蛋 男的杀了 女的抓来当丫鬟 一时间 在玄弟子的高呼之下 那些弟子 不 是兄弟们 立刻激动地大喊起来 跟着就看到玄弟子 带着秦小天等人 直奔街道的中心而去 果然 在这街道的中心 同样出现了一群人 人数比玄弟子这边还多 他们也是一个个撸起了衣袖 露出了半截身体 双目星红 满脸猙獰 盯着玄弟子等人 兄弟们 啥也不说了 弄死这帮玄天宗的崽子 占领整条街道 杀呀 那北斗方的人看到 玄弟子带人来了 立刻怒吼一声 数十人直接冲着玄弟子而来 玄弟子也丝毫不弱 带着众人直接杀了上去 什么道法 什么法宝 统统都被丢在了脑后 一个个手持零剑 当做菜刀 直接朝着对方身上招呼 这让秦小天和金胖子 彻底傻眼了 这哪里是比斗啊 这简直是混混掐架啊 一时间 秦小天与金胖子对视一眼 脸上露出一副兴趣的神色 跟着就听到金胖子大吼一声 都给胖爷让开 胖爷的无敌风火轮来了 随着金胖子的一声怒吼 玄弟子心中一惊 立刻振臂高呼 中间让开 这数十人也算是训练有素 仿佛这样的事情 经历过很多次了一般 直接给秦小天和金胖子 让开了一条二人宽的道路 下一刻 就看到金胖子抱成一团 全身散发出金色的光照 在秦小天一脚猛踹之下 直接翻滚着 冲向了对面北斗方的人 喷喷喷喷喷喷 瞬间 在金胖子无敌风火轮撞击之下 足有十数人直接被撞飞 那身体更是被撞的金断骨折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愣住了 甚至都忘记了厮杀 一个个盯着那站起身的金胖子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妈呀 我的胳膊断了 我去你大爷的 老子的肋骨断了八根 一时间 众人只能够听到那些 金断骨折之人的哀嚎声 而玄天宗的那些弟子 看向金胖子 却一个个露出崇拜的眼神 好好好 风火轮无敌 金胖子威武 风火轮无敌 金胖子威武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立刻 玄天宗的那些弟子 阵臂高呼起来 一个个激动的要起飞 尤其是那轻蔑的眼神 盯着那些北斗方的人 仿佛在说 来啊 小崽子们 我们玄天宗的胖爷 足以挑战你们一群人 该死 这是谁 太威猛了吧 这让我们还怎么玩 北斗方的人也是猛了 一个个惊骇的盯着金胖子 脸上露出畏惧之色 别看他们干架 好似地痞流氓似的 可是他们都知道 这是实实在在的厮杀 稍有不慎 就会陨落 要知道 他们都是鼓足了修为 在互相对抗 谁修为不济 谁就要被斩杀 最差也是腿断胳膊蛇的 当然了 这也是蒙义成的规定 不准使用法宝偷袭 不准使用法术攻击 否则被发现 一缕赶出蒙义成 人人得而诛之 因为他们不是灭门之战 只不过是抢地盘 在宋国 无论是大城 还是小城 都没守着这个规矩 北斗方的小子们 胖爷又来了 此刻 在众人惊骇之时 金胖子再次高呼一声 瞬间就抱成一团 直接滚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那大脚抬起 就要踹出 一时间 北斗方的方主 立刻高呼一声 脚下留人 只见 一位虎辈熊妖 赤裸上身的中年汉子 身上有龙虎的纹身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玄弟子出来相见 玄弟子脚下一点 来到了北斗方房主的面前 脸上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北斗 你这是要认输 归于我玄天宗的管理吗 北斗的面色一黑 露出一副不甘之色 那目光从玄弟子的身上 移到了秦晓天 和金胖子的身上 因为北斗知道 秦晓天和金胖子 是一对组合 若是他连这个 都看不出来的话 愧为金丹七的高手 玄弟子 若是你 老子就算是死了 也不服 北斗立刻怒吼一声 这才将目光 从秦晓天的身上 移到了玄弟子的身上 你这是从哪里 请来的高手 恐怕我北斗方 除了我之外 无人是他们俩的对手 未必吧 听到这北斗的话 玄弟子还没有开口 秦晓天却是开口了 跟着面带微笑 朝着北斗走来 玄弟子立刻给秦晓天 让了一条路出来 这让北斗 微微露出一副压色 你是何人 能够让玄弟子 无声的退避 难道你是玄天宗 背后主侍之人 北斗的眼睛 还是雪亮的 一眼就看出 秦晓天才是 玄天宗真正的主侍之人 算是吧 不过 马上就要成为 这条街的主侍之人了 或许未来 会成为蒙一城的主侍之人 秦晓天面带微笑道 这让北斗双瞳猛的一缩 不过还是冷哼一声 好大的口气 区区一个住鸡妻的小子 就敢口出狂言 既然如此 你可敢与我北斗单挑 哦 秦晓天轻嗷一声 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北斗 已经好多年 没有人敢跟本组单挑了 你 听到秦晓天 说到本组二字的时候 北斗心中猛的一跳 好 若是我北斗输了 这条街就是你的 不 你若是输了 连你都是我的 好嚣张 老子接了 北斗低喝一声 虎曲一阵 全身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的声响 金丹七大圆满的气息 立刻爆发而出 金丹七大圆满 还算不错 秦晓天话音落地 没有任何举动 只是伸手一挥 手中多出一枚漆黑的马桶盖 北斗是吧 你可以出手了 否则你就没有机会了 大言不惭 接我一招 北斗看到秦晓天 拿出马桶盖 神色一愣 不过 听到秦晓天的话 却是心中生起一股怒火 猛的一拳 朝着秦晓天的胸口砸去 是 也就在这一拳轰出之时 这北斗的拳头之上 居然出现了四根尖刺 这四根尖刺 都散发出一股极品灵气的波动 小子 死了 别怪老子 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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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的话还没有说完 秦晓天手中的马桶盖 直接砸在了北斗拳头上的四根尖刺 顿时间 一道巨响传来 这四根尖刺应声而断 不但如此 在秦晓天这大力之下 北斗的拳头 都被震得裂开了一道道血痕 手臂更是被震得发麻 嘶 不可能 老子这可是极品灵气 北斗立刻惊呼一声 满脸无法置信的盯着秦晓天 那真是可惜了 这样的极品灵气 居然落在了你这样的莽夫的手中 若是交给本组 本组绝对不会按在拳头上 而从脚尖 秦晓天露出一副高人的样子 居然直点起了北斗 这让北斗心中猛的一跳 下意识的思考了一下 面色陡然一遍 确实 若是这四根尖刺按在了脚尖 在轰出这一拳的时候 直接提出一脚 那对方必然会出腿抵挡 非但如此 本组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以再出手攻击本组 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邪逆北斗 那话语出口 让北斗心中一颤 扑通 下一刻 北斗直接跪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露出一副沉浮之色 老祖 我北斗服了 以后跟着你混 啊 秦晓天愣住了 这北斗的话语 怎么就把自己变成混混头子了 一时间 秦晓天昂首挺胸 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道 哎 果然做人不能太锋芒毙落 要不然别人怎么活 老祖威武 老祖霸气 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一时间 不知道谁高呼一声 众人立刻齐声呼喊起来 就连北斗和玄弟子 最后也加入其中 至于北斗认输 那是北斗真的服了 在其心中 秦晓天那是一位 隐藏了修为的大佬 别看秦晓天刚才那马桶盖砸出 将北斗的尖刺砸断 事实上 秦晓天在那一瞬间 施展出了强大的神念 禁锢了北斗拳头嘶吼 虽然时间真的很短 可还是被北斗察觉 只不过 北斗能够当上地头蛇 那不是白给的 再没有暴露秦晓天底蕴之下 直接归顺 秦晓天拍了拍北斗的肩膀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北斗 眼中透出一丝赞许之色 那一丝不言而喻 再说北斗会做人 玄天宗总部 一座破旧的房子 秦晓天看到 差点将眉毛都皱在了一起 最后直接举踪迁移 来到了北斗方的大本营 这时 秦晓天才仔细地听着 北斗和玄天子 讲述了有关蒙一城的情况 尤其是北斗 在这蒙一城 已经数年之久 了解甚多 这让秦晓天 知道了许多蒙一城的事情 这么说吧 蒙一城的城主 鼓励诸多门派进行竞争 说白了 就是优胜劣汰 只不过 在蒙一城虽然鼓励竞争 但是绝对不要做大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抢占街道 甚至达到蒙一城的半数 但是 你不能占领蒙一城的所有街道 曾经就有一个大势力 占据了蒙一城所有的街道 一时间直逼城主惊天 可是 半日的时间 这大势力 就被一个新崛起的势力打压下去 甚至只能归缩在了半条街上 如今 这蒙一城被两大势力统治 分别是屠神盟和天煞殿 在这两大势力之下 有许多小势力 比如秦晓天现在的玄天宗 虽然掌控了一条街 但是每年都需要向控制这条街的屠神盟 上缴供品 倒是不多 一条街 一年百万零食 不过 上缴了百万零食 剩下的零食 也就堪堪足够开销 想要大规模发展 根本做不到 所以 这些街道上 时常上演的就是火拼 跟小混混一样的火拼 圣者 自然可以统治街道 败者 自然归顺 倒也现实 大致了解了蒙一城的事情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不过 此刻秦晓天心中的目标 已经盯上了屠神盟 这屠神盟 乃是一位原因期的老怪坐镇 麾下有三十六位金丹七高手 称之为三十六地煞 筑基七的修士 更是达到了数百人 至于筑基七之下 人家根本不收 当然了 想要拿下屠神盟 并非那么容易 最起码 玄天宗要有一位 原因期的老怪坐镇 而秦晓天自然要提拔玄弟子了 可是 突破原因期 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凭借自己的力量 想要突破原因期 简直难于登青天 更何况 玄弟子的寿源 已经不足七十年 凭借玄弟子自己的力量 想要七十年突破 根本不可能 所以 这就需要巨鹰丹 一枚巨鹰丹的价值 足以上亿零食 秦晓天的零食很多 倒是可以买到五枚左右 可是 这巨鹰丹有价无市 多少人想要购买巨鹰丹 而买不到 最后只能寿源走到尽头 不甘心的死去 当然了 秦晓天也有炼制巨鹰丹的方法 可是这个材料 却是很难凑齐 而且 以秦晓天现在的修为 想要炼制巨鹰丹也做不到 炼制巨鹰丹 需要三昧真火 金丹七的修士 虽然拥有丹火 可是比起三昧真火 却是相差甚远 更何况 秦晓天不过是助击七 连丹火都没有 何谈拥有三昧真火 再加上 这三位之火 只有助击七时 拥有九座基台的天级助击 并且在突破金丹七之时 形成三色金丹 才能够拥有 所以 想要炼制巨鹰丹 除非秦晓天突破金丹七 成就三色金丹 或者找到拥有 三色金丹的炼丹师才可 然而 能够达到天级助击七 已经是凤毛麟角 更别说九座基台的 天级助击七了 因此 秦晓天目前的目标 只是占据三条街道 这算是最稳妥的办法 一番商议之后 秦晓天盯上了 左边临界的街道 因为临界的街道 只有四位金丹七的高手 而右边的则是六位 同样的 秦晓天也知道 自己统一了这一条街 恐怕这相邻的两个街道 都盯上了自己 秦晓天猜测的没错 当秦晓天统一了 这条街道之后 相邻的两个街道 就收到了消息 尤其是知道 秦晓天的街道 只有两位金丹七的高手之后 他们更是蠢蠢欲动起来 数日的时间 这两大势力 不断地在秦晓天的街道挑衅 虽然没有爆发大的战斗 但是小摩擦却是不断 这两大势力 左边的较新秀派 右边的角金雷阁 新秀派统治了两条街道 而金雷阁 则是统治了三条街道 直到第十八日 终于爆发了一场较大的战斗 可是 让秦晓天意外的是 这场战斗的爆发 自己的玄天宗 居然成为了看客 原本秦晓天还疑惑 但是稍微一想 便明白了 两大势力 为什么提前开战了 新秀派已经拥有了 四位金丹七高手 若是让新秀派 占据了自己的街道 那就拥有了六位金丹七高手 如此一来 便跟金雷阁不相上下 这样会让金雷阁十分被动 所以 自己的街道 金雷阁是必争之地 只要得到了自己的街道 那新秀派 自然会被金雷阁一直打压 永无崛起之日 所以 这两大势力 才会爆发战斗 以此来决定 自己的街道归谁所有 这让秦晓天 有了一种更大的狂想 既然这两大势力 都想要吞并自己的街道 那自己 为什么不借助双方厮杀 从而吞并他们呢 实力啊 实力啊 在这猛一城 决定了一切 北斗 玄弟子 我们的人当中 有几个人是铸鸡器大圆满的 就在两大势力 为了争夺自己街道 而战斗的时候 秦晓天 却是将北斗和玄弟子喊来 大约有八个人 玄弟子和北斗二人对视一眼 由玄弟子开口道 秦晓天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眼中闪烁着一道奸诈的光芒 嘴角微微翘起 一旁的金胖子看到 心中立刻按道一声 大哥又要坑人了 果然 金胖子这个想法刚刚升起 就听到秦晓天 对着玄弟子和北斗喊道 很好 将他们都叫来吧 今日本组就让你们看看 为什么本组是你们天大的造化 大哥 难道你要早就金胖七高手 金胖子惊呼一声 立刻想到了 秦晓天拥有一员太清丹 而且还是极品的 当初沐云和听雨 就是被秦晓天 用一员太清丹 推上了金胖七 现在 听到秦晓天说 自己是他们的造化时 金胖子就想到了这里 而玄弟子和北斗听到 脸上也是露出惊骇之色 玄弟子还好 毕竟知道秦晓天的恐怖 可是 北斗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只是盯着秦晓天 眼中透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神色 差不多 除非这八个人 运气真的很倍 否则金胖七没有跑了 造就金胖七 北斗终于忍不住 全身颤抖地冲着秦晓天喊道 这简直就是 他听到最大的大话了 想要早就金胖七 说容易也容易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只要有一员太清丹 便可以造就金胖七的高手 可是 一次性造就八位金胖七高手 北斗真的不信 老左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天还没有黑呢 现在就做梦 是不是早了点 北斗相信 秦晓天能够造就金胖七 但是不相信秦晓天 能够一次性造就八位金胖七 然而 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露出一副比仪之色 看了一眼北斗 伸手一翻 一枚灵气充裕的极品议员 太清丹 立刻出现在了手掌之中 嘶 议员太清丹 还是极品呢 北斗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然而 让北斗吃惊的还在后面 只见金胖子想也不想 直接将这极品的一元太清丹 吞入嘴中 随便搅拔了几下 直接咽入了腹中 假的吧 北斗直接傻眼了 这可是极品的一元太清丹啊 随便一枚拿出去 那都是价值数千万零食啊 现在 这个金胖子 居然当糖豆给吃了 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还是老子瞎了 这双太金眼 北斗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口中喃喃一声 甚至使劲地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感受到金胖子身上充裕的灵气 整个人真的当机了 小祖宗啊 你可知道 你吃的不是一元太清丹 也不是数千万零食 而是一位金胖七的高手啊 当北斗回过神来 立刻抱住了金胖子的大腿 在那里哭喊道 此刻北斗的心真的碎了 那是拔凉拔凉的呀 你还我一位金胖七高手 你还我金胖七高手 北斗一想到金胖子 吃了一位金胖七的高手 就直接哭晕在了金胖子的大腿上 大哥 这样的人不堪重用啊 一枚一元太清丹而已 就哭晕了 以后还怎么跟我们混 金胖子一脚将北斗踹飞 冲着秦晓天喊道 至于一旁的玄弟子 也是无语了 他知道秦晓天和金胖子付的流油 却没有想到 这么付 玄弟子 将这些材料找来 越快越好 不要担心花钱 不过 秦晓天却是朝着玄弟子 丢出了一枚玉碱 里面罗列了一些材料 并且交给了玄弟子一个储物袋 当玄弟子看到储物袋里面的零食时 差点惊呼出声 这储物袋里面的零食 居然达到了两亿 秦 老左 你不会洗劫神武宗了吧 要不然 人家为什么要通缉你 玄弟子白了一眼 秦晓天道 跟着身形一闪 开始购买这些材料 足足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玄弟子才气喘吁吁地回来 将所有的材料都交给了秦晓天 不过 秦晓天并没有接 反而再次丢出一枚玉碱道 按照这玉碱里面的 将这些材料 准确地埋入这房子的周围 四 瞒天大阵 看到这大阵的名字 玄弟子惊呼一声 不过立刻明白过来 秦晓天的意思 秦晓天这是准备偷偷地 造就金丹七高手 到时候 好应一把两大势力 二话不说 玄弟子立刻喊人过来 将所有的材料 按照瞒天大阵的方位 埋入了大地杖许的地方 立刻 一座无形的瞒天大阵 将玄天宗的大本营包裹 里面就算是 发生在逆天的事情 都不会有人发现 很快 八位助击七的高手被喊来 秦晓天看了这八人一眼 这才说到 立世吧 永生不得背叛玄天宗 否则五雷轰顶 生死盗销 秦晓天的话 让这八人神色一愣 不过还是各自 发出了天道誓言 秦晓天这才露出 一副满意的笑容 这是赐予你们的奖励 希望不要让本组失望 秦晓天直接将 八枚一元太清丹 交给了八人 这八人结果 立刻露出惊骇之色 极品一元太清丹 一时间 再次朝着秦晓天恭敬一拜 五等绝对会忠诚玄天宗 话音落地 这八人在玄弟子的安排之下 就地吞下一元太清丹 开始突破 一天 三天 五天 终于 有一人身上传来一道咔嚓的声响 那丹田破裂 鸡苔蹦碎 形成了一枚双色金丹 第一位金丹七高手早就完毕 还不错 居然是地级助击 双色金丹 多谢老祖栽培 这人满脸都是惊喜之色 朝着秦晓天恭敬一拜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秦晓天赐予他的 要不然 他还需要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才能够突破金丹七 无妨 以后好好为玄天宗效力便是 弟子遵命 这人话音落地 便站在了一旁等待 而其他人仿佛被这人刺激到了 一时间 足有六人身上 奇奇传来丹田和鸡苔碎裂的声音 不不不不 顷刻间 这六人突破了助击七 成就了金丹七 而且无一例外 这六人居然都是双色金丹 让秦晓天十分满意 破 而那最后一人仿佛是焦急了 体内立刻传来一道沉闷的爆裂声 这人面色一苦 睁开了眼睛 老祖 我 很明显 这人突破金丹七失败 可是 这人话还没有说完 一枚一元太金丹再次飞向了此人 此人接住 直接傻眼了 他不相信 秦晓天居然又赐给他一枚一元太金丹 甚至其他七人 也被秦晓天的豪爽震撼到了 一时间 一个个露出崇拜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眼中充满了狂热 唯独那玄弟子 眼底深处透出一丝伤神之意 秦晓天看到 岂能不明白 玄弟子 是不是觉得 本老祖为什么不早点将一元太金丹 拿给玄天宗的弟子使用 弟子不敢 玄弟子虽然这么说 可是心中却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 当时本老祖拿出来 早就十位 甚至是数十位金丹七的高手 玄天宗就不会被灭了吗 玄弟子身躯一颤 稍微一想 立刻明白过来 是啊 就算金丹七的高手 再多又有何用 两位元英七的老怪 弟子知错 知错就改 善莫大焉 有时候 你看到的 并非是你想想的那般 若是如此 这残酷的世界 并不适合你 秦晓天话音落地 也不在大理玄弟子 而是盯着那人 那人也是在激动之下 直接服用了一元太金丹 再次突破 不不不 一时间 这人体内传来一道道 炸裂的声音 很明显 那鸡台和丹田已经爆裂 就剩下凝聚金丹了 乖乖 大哥造就金丹七的高手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一旁的金胖子低呼一声 眼中除了崇拜就是崇拜 其他人的眼中 则是充满了狂热 有了这样的老祖 何愁玄天宗不崛起 然而 秦晓天听到这人体内的爆裂声 面色一喜 直接从椅子上窜了起来 好小子 难怪突破这么难 原来是天极助击 三色金丹 这一次 玄天宗要起飞了 弟子拜谢老祖 此人成就三色金丹 立刻朝着秦晓天恭敬一拜 你叫什么名字 秦晓天面带喜色的喊道 弟子迁接 刚刚好 跟玄弟子的那些弟子一个辈分 从今以后 你们便是我玄天宗第二十一代弟子了 入得玄弟子的门下 弟子拜见老祖 拜见师尊 随着秦晓天话音落地 这八位金丹七的高手 立刻朝着秦晓天和玄弟子拜道 一时间 玄弟子有些激动的手足无措 这 这让为师多不好意思啊 呸 金胖子看到玄弟子的样子 立刻清脆一声 跟着大刺刺的 站在这八人面前 露出一副我资格很老的样子 喊我胖爷小祖宗 弟子拜见小祖宗 不错 不错 这是小祖宗赐给你们的礼物 希望你们不要让小祖宗失望 金胖子也是大方 出手就是八剑宝器 看得玄弟子都是一阵眼热 而这八人更是激动的 差点将宝器丢在了地上 这两位哪里是什么老祖宗啊 简直就是财神下反啊 光这些议员太清丹和八剑宝器 那价值就足有数十亿零食了 啥玩意 啥玩意 老子怎么感受到了宝器的气息了 还是好几件呢 这时 北斗刚好醒了过来 感受到宝器的气息 立刻惊呼一声 一个鲤鱼打挺 直接跃起 四处查看起来 就是他 成就金丹七这么多年 连一件宝器都没有搞到呢 如何不让他感到激动 拿去 秦小天看了一眼 直接丢出一件宝器给了北斗 北斗还没有反应过来 结果宝器有些愣神 我去 老子发达了 这是宝器 宝器啊 北斗惊呼一声 可是当那目光落在了八位金丹七高手的手中时 北斗一个亮呛 直接扑街 这 这 这 一时间 北斗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自己不过是睡了一觉 怎么面前就多了八位金丹七的高手 还忍手一箭宝器 嗯 北斗 你这一觉睡的有些长啊 足足五天 行了 以后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就你这样的心态 以后如何成为玄天宗的左护法 秦小天看了一眼北斗道 北斗汉颜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一时间 众人哈哈哈哈大笑 转眼 又是两日的时间 星宿派和金雷格的战斗 也是接近了尾声 在双方出动了六位金丹七高手的拼杀之下 星宿派以一位金丹七高手重伤败北 启奏老祖 星宿派战败 如今金雷格正在整装待发 要攻击我们的街道 这时 一位弟子来到了秦小天的面前 对着秦小天说道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自信的笑容 大手一挥 走 都跟本老祖去看看 这金雷格有什么过人之处 很快 秦小天 金胖子 玄弟子 以及北斗四人 带着七八十位弟子 来到了街道的尽头 至于天机八人 则是在瞒天大阵之中等待 北斗 你还真无能 居然被一个兴起之秀给击败了 当秦小天四人出现 对面的一位金丹七高手 立刻冲着北斗喊道 很明显 此人与北斗相熟 原来是思源道友 你不是早就被金雷格收入麾下了吗 今日怎么敢跳出来蹦大了 北斗直接跨出一步 冲着那思源喊道 在齐眼中 思源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不出意外 之前二人应该较量过 哼 那要如何 今日老子就是来收你的 这样 老子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跟老子磕三个想投 老子饶你一命如何 思源听到北斗的话 面色一黑 不过 却是冷哼一声道 如今在齐身边 可是站着三位金丹七的高手 自己会怕区区一个北斗 开什么玩笑 哟 这还真是黑乌鸦插上了凤凰羽毛 真把自己当成凤凰了 岂不知 你在人家眼中 就是一条狗 哈哈 北斗 你找死 来啊 老子怕你不成 一时间 北斗与思源对峙起来 双方骂的是不可开交 思源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下战书 开干 金雷阁的一位金丹七高手看到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对方只有两位金丹七的高手而已 他们四人随随便便就可以镇压了 北斗 这是战书 三日之后 我金雷阁以一条街道来跟你挑战 胜者拥有对方街道 你可敢战 思源话音落地 直接丢出一枚战铁给了北斗 北斗也毫不客气地接过 冲着思源喊道 怕你不成 战就战 好 三日之后 不见不散 我们金雷阁可以让你们出动所有人 哈哈 思源话音落地 大笑一声离开 而秦晓天望着思源的背影 眼中射出一道杀机 三日之后 本组不想再见到这思源 秦晓天话音落地 转身离去 那北斗则是目光一寒 盯着思源背影 如同在盯着一位死人一般 这金雷阁有些拖大了 或许跟秦晓天等人还有一拼 当然了 这是在秦晓天和金胖子不出手的前提下 可是 这金雷阁偏偏定在了三日之后 那这金雷阁必败无疑 三日的时间 秦晓天付出了打量的灵丹 愣是将天机八人再次提升了一个层次 达到了金丹七中七 并且在一番沉淀之后 刚好可以用金雷阁的四位金丹七高手来历练一番 甚至 秦晓天还专门花了大价钱 帮助北斗定制了一套极品灵器的利爪 和各种角度的齐袭 这让北斗更是激动不已 当场就跟秦晓天保证 若是不能弄死思源 他就在秦晓天面前谢罪 三日的时间 天机和北斗等人都是信心大仗 时间一到 北斗立刻带着天机等人出现在了街道的尽头 思源 出来受死 远远的 北斗就看到了金雷阁的六位金丹七高手 缓缓朝着这边走来 北斗立刻大吼一声 全身爆发出一股冲天的战役 思源看到 脸上立刻露出不屑之色 北斗 来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很快 金雷阁的六位金丹七高手来到了北斗面前 其中一人则是站在后方 脸上露出高傲之色 俯视北斗等人 这人便是金雷阁的阁主金雷 然而 当其看向了北斗身后的天机等人时 眉头却是一蹴 不知为何 金雷从天机等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凌厉的气息 这让他心中一突 给我报 就在此刻 北斗立刻大吼一声 天机等人不再压制修为 轰然爆发 八位金丹七中七的气息 瞬间朝着金雷和思源等人扑面而去 嘶 该死 全是金丹七高手 金雷惊呼一声 思源五人也是面带惊骇之色 眼中透出无法置信之色 他们想不到 北斗的身后 怎么在三日之间 就出现了八位金丹七的高手 这还怎么玩 思源 那命来 然而 北斗却是大吼一声 直接轰出一拳 朝着思源杀了过去 北斗 思源面色漆黑 满脸都是猙獰之色 双目更是赤红无比 透出一股滔天的恨意 从牙缝之中 挤出北斗二子 下一刻 思源脚下一点 挤出一件宝器 立刻朝着北斗的头顶砸落而去 这宝器乃是一柄狼牙棒 在思源手中 也是伍得虎虎生威 这一棒子下去 威力绝对超过了千斤 然而 北斗却是浑然不拒 同样伸手一番 一尊大印在手 猛地朝着那狼牙棒砸了过去 宝器 思源看到北斗居然寄出了一件宝器 心中惊骇 不过那狼牙棒 还是狠狠地砸落 当 一道金铁骄鸣声传来 二人的宝器 瞬间撞击在了一起 思源手中的狼牙棒 直接被阵腿弹起 北斗手中的大印 也是猛地一尘 手臂发麻 可是 北斗却是猛地飞起一脚 直接踹向了思源腹部的丹田 思源腹部一缩 刚好避开 可是一股灵力的气息 却是瞬间刺入了他的腹部 不好 思源惊骇一声 那腰部猛的一片 避过了丹田要害 扑吃 然而 思源虽然避过了丹田要害 可是北斗脚尖 突然间出现了四根利刃 却是刺入了思源的腹部 死了 非但如此 北斗刺入思源腹部的利刃猛地一滑 直接将思源的腹部 滑开了一道大口子 那鲜血瞬间混着肠子 喷出了体外 死 北斗 我去你妈的 思源倒吸一口冷气 那疼痛立刻传遍了全身 这让其心中的怒火 瞬间生疼 心中也明白 今日恐怕与北斗只能有一人活着 下一刻 思源也是拼命了 一手提着狼牙棒 来了一个横扫千军 另外一手直接抓住喷出的肠子 塞入了腹中 北斗只能退后 没有与其硬拼 不过 刚刚退后的北斗 却是再次栖身上前 手中的大印再次砸出 思源只能提起狼牙棒硬抗 当当当当当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金铁骄鸣声传来 顷刻间 二人就碰撞了十数次 那手臂都被震得发麻 宝气都差点脱手 不过 思源之前受了重伤 在这几次硬碰之下 那腹中的肠子再次喷出 疼得思源呲牙咧嘴 满头大汗 思源 死去 北斗大吼一声 再次握紧大印 朝着思源猛的一砸 趁你病 要你命 经常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的北斗 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根本不给思源喘息的时间 思源只能提着狼牙棒抵抗 可是伤势太重 在北斗的大印猛砸了四次之后 那狼牙棒直接脱手而出 思源 那命来 北斗趁机猛地冲上去 一脚踢出 那四根利刃再次刺入了思源的腹部 将其腹部直接撕开 那烟红的鲜血和肠子更是收不住 不断地朝着外面烫去 而思源此刻已经没有了再战职能 眼中透出一丝恐惧 朝着后方退去 我 老祖刺你一死 思源刚要认输 可是北斗却大吼一声 那大印直接砸在了思源的头顶 噗哧 咔嚓 咔嚓 顿时间 北斗砸得脑袋瓜子崩裂 烟红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 喷得北斗满脸满身都是 不但如此 北斗因为用力过猛 那大印直接顺着崩裂的脑袋 砸碎了思源的脖梗 直入胸膛 将那胸膛都砸得崩溃了大半 北斗依然没有停手 那大印不断地抬起杂落 接连砸了四五次 扑扑扑扑扑 可怜 这思源连神魂都没有逃出来 就被北斗砸成了肉酱 就此生死盗销 一时间 场面变得鸦雀无声 不但是惊雷五位金丹七的高手惊呆了 就是天机等人也傻眼了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血腥的画面 那位中一阵翻腾 连五脏六腑都差点喷出来了 我去 这北斗还是人吗 多大的丝绸 居然将人砸成肉酱 金胖子看到 也是露出一副无语的神色 口中喃喃一声 倒是那北斗 却是猛地仰天长笑 吼吼吼 还有谁 大哥 这北斗是疯了吧 听到北斗的嘶吼声 金胖子无语的看向了秦晓天问道 或许是这些年被压抑的吧 毕竟是金丹七大圆满的高手啊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道 恐怕像北斗这样被压抑的高手有很多 只不过 那够像北斗这样发泄的人恐怕并不多 金雷 出来一战 北斗仿佛是发了风一般 双目赤红 战意冲天 手持燃血的大印 冲着那金雷格的阁主金雷大喊一声 金雷双瞳猛的一缩 脸上露出一副怒色 可是在看向北斗身后的九名金丹七高手 金雷露出了皱眉之色 毫无疑问 金雷格败了 原本双方金丹七高手就相差悬殊 现在更是死了一位 如此一来 玄天宗便形成了二对一的局面 这让他们还怎么玩 难道跟那思源一样 上去送死不成 不但是金雷沉思起来 就是其他四位金丹七高手 也是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看向了金雷 等待金雷的决定 北斗 老子不相信你们一夜之间 就多出了八位金丹七高手 你说 是不是你花费重金 在别的势力那里请来的高手 金雷心中还是不甘 立刻冲着北斗喊道 哈哈 金雷 你也有怕的时候 当年你还记得 如何将我大哥杀死的吗 若是没有屠神盟 你们金雷格在老子面前算个屁 突然间 北斗大笑起来 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冲着金雷吼道 这让金雷双瞳一缩 而秦晓天 却是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北斗 要知道 之前被灭的那个大势力 如今锁在半条街道之中 可是秦晓天并不知道 那个大势力具体叫什么 在哪里 可是现在看到北斗的样子 秦晓天却是觉得 那个大势力 或许跟北斗有关系 难道本尊捡到宝了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觉得这个北斗 并不像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 恐怕在其背后 还隐藏了一段心酸事 北斗 你不要太嚣张 若是你雇佣的高手 那你就违背了蒙一成的规定 你知道违背这规定的严重后果 金雷明显在威胁北斗 可是北斗却是大笑一声 哈哈 金雷 你怕了就是怕了 凭老子的威名 需要去花钱请高手吗 北斗 你可不要自掘坟墓 那金雷再次低喝一声 可是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忍受不住了 立刻怒吼一声 你大爷的 就会打嘴仗吗 北斗 给小祖宗 我砸死他 还有你们 给小祖宗我上 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满脸桃花开 杀 给我揍死他们 玄弟子也是怒了 直接怒吼一声 直接带着天机等人出手 一时间 金雷阁的人纷纷后退 根本不敢与北斗等人应拼 北斗 这次我们输了 旁边这条街道 是你们的了 一时间 金雷知道 大势不可挽回 只能认输 交出了一条街道的管理权 然而 北斗仿佛早就猜到了 金雷会如此一般 直接从怀中 拿出一枚战铁 丢给了金雷 金雷 我们玄天宗 要与你们金雷阁一战 输者跪拜 胜者亡 金雷倒吸一口冷气 立刻冲着北斗怒吼一声 然而 满脸鲜血的北斗 却是咧嘴一笑 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金雷 你看看战铁先 金雷心中一惊 立刻打开了战铁 只见上面写着 极战二字 北斗 你找死 金雷看到 满脸都是怒容 冲着北斗大吼一声 然而 迎接他的 却是北斗那一尊大印 迎面砸落 去你大爷的吧 北斗大骂一声 直接开战 玄弟子等人 更是直接杀了上去 一时间 数百人如同混混一般 厮杀在了一起 有的人直接拧打在地 不断地翻滚 有的人更是你一拳 我一脚呼 真可谓是混混一条街 胜负全靠杂 终究 金雷阁与玄天宗的势力 差距太大 也就是半个时辰的时间 金雷阁 包括金雷在内 全部归降 而玄天宗 立刻摇身一变 成为拥有四条街的大牢 非但如此 当北斗收入了金雷五人之后 直接带着战铁 和满身伤痕的弟子 来到了新秀派的面前 新秀子 出来接战铁 当北斗将一枚战铁 丢给新秀派的时候 不但是新秀派惊呆了 就是金雷这帮人也惊呆了 这北斗是打算一路崛起 直接受了半座城的节奏 无奈 新秀派更不是此刻北斗的对手 只能俯首称臣 至此 一场混混般的闹剧 以思源付出了性命为代价 就此到终 而玄天宗 却是拥有了六条街道 立刻成为蒙一城中层势力之一 占据了蒙一城十分之一的街道 玄天宗也是一战成名 被其他一些势力津津乐道 不知道这玄天宗撤什么枪要 居然一夜崛起 尤其是玄天宗 一下子从两位金丹七高手 变成了十九位金丹七高手 俨然有一种 要成为十大势力之首的节奏 然而 花五百日红 人五百日好 就在大战结束的第三天 图神盟的使者来了 来人是一位名叫的 奎心的金丹七高手 来到了玄天宗 在下北斗 拜见的奎心 秦晓天知道后 立刻让北斗接见 如今北斗已经成为 玄天宗的代言人 整个蒙一城都知道北斗 而不知道秦晓天 而图神盟的三十六地煞 正是以三十六星宿名名 与天煞殿的三十六地煞 刚好合成蒙一城七十二地煞 北斗 最近你的玄天宗 很是威名啊 得奎心双眼微眯 皮笑若不笑的 邪逆北斗道 那样子仿佛高高在上的皇帝 属下这都是小打小闹 主要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这是今年的供奉 还请得奎心笑纳 北斗立刻送上了一枚储物袋 不过 得奎心却是没有接 反而嘴角微微翘起 北斗 最近图神盟的规矩 改了 每一条街道的供奉 上涨五成 你可知道 这 北斗傻眼了 五成 那可是五十万零食啊 六条街道 那就是多出三百万零食 总和就是九百万零食 以他们收取的那点保护费 根本不够用的 更别说 还要养活接近千号人了 这是规矩 不能破 得奎心没有逼迫北斗 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可是这笔逼迫 更加让北斗难受 逼迫可以反抗 然而坏了规矩 那就要被赶出蒙一城啊 好 得奎心稍等 再下去就来 北斗话音落地 退出了大堂 去找秦晓天了 当秦晓天听到北斗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玄弟子 你跟着去吧 恐怕这地奎心 来要供奉是假 想要探探我玄天宗的虚实是真 不过 你不要选出现 弟子明白 玄弟子应了一声 与北斗离去 而秦晓天则是伸手敲着桌面 眉头青醋 沉思起来 虽然自己收服了 金雷阁与新秀派 可是自己一直没有露面 这新秀派没啥问题 但是这金雷当时就说了 背后还有人 打了狗 主人总是要出来 叫唤几声的 秦晓天担心 背后的人会找麻烦 这才隐忍 没有想到真来了 所以 秦晓天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免得到时候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造就一位元英七的高手 而且要让他尽快地突破 元英七大圆满 可是 造就金丹七的高手 对于秦晓天来说易如反掌 可是元英七老怪 却是难如登天 更别说元英七大圆满了 所以 这条路行不通 需要想别的对策 十几个呼吸之后 秦晓天叹息一声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枉然 想要针对元英七老怪 自己做不到 认耸吧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但是这个耸 不能自己出面 而玄弟子和北斗 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秦晓天知道 暂时的认耸 不代表自己一辈子 被对方压制 而是为了未来 更好的崛起而做准备 果然 在秦晓天等待了半个时辰之后 北斗与玄弟子回来了 老祖 那个的魁心太可恶了 仗着自己背后势力强大 愣是压了我们一头 北斗出现 脸上露出一副愤怒的神色道 就是玄弟子也满脸漆黑 老祖 不出你所料 这帝魁心非要跟我说 让主事的人前来说话 虽然弟子磨了好久 最后还是 玄弟子师兄出面才解决 是的 弟子隔了一刻钟才出现 虽然跟着的魁心说了 弟子是玄天宗主事之人 但是这帝魁心 还是问了弟子许多事情 依弟子看 玄弟子说到这里 却是发现 秦晓天眉头一蹴 目光更是越过了自己 看向了外面 下一刻 秦晓天起身跪在了地上 世尊 弟子真的没有出卖玄天宗 玄弟子和北斗心中一惊 立刻露出一副怒色 哼 不是你出卖玄天宗 我玄天宗岂能被神武宗追杀 最后落魄到此 受人欺压 我 宗主 得魁心前辈驾铃 就在此刻 天机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三人的耳朵 跟着就听到 一道大笑的声音传来 哈哈 玄弟子道友 一个小辈 何须如此对他 那出卖的你们玄天宗的人 并非是慈子 而是惊雷 玄弟子和北斗二人 听到的魁心的话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口中惊呼一声 地魁心 你居然偷听我们说话 你太过分了 哼 别给脸不要脸 能让你们留在蒙一城 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让你们滚出蒙一城 随着冷哼声传来 的魁心直接推门走了进来 只是扫了一眼 地上跪着的秦晓天 便不在搭理 而是看向了玄弟子 玄弟子 我来世有件事情 忘记告诉你了 六个月之后 玄天宗出一半的高手 跟随图神蒙去一个地方 这是命令 六个月后 玄弟子眉头一蹴 不知何意 看了一眼地魁心 而那一旁的北斗 却是倒吸一口凉气 四 是极光府 没错 极光府就要出事了 金云城主 让蒙一城所有势力 出动一半高手 一同争夺极光府的造化 所得上脚五成 得魁心话音落地 大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玄弟子和北斗 这才转身离开 恭送地魁心 哈哈 玄弟子和北斗 立刻恭敬一拜 而那魁心却是大笑一声 扬长而去 几个呼吸之后 秦晓天知道 这地魁心彻底离去 这才站起身来 玄弟子和北斗 立刻上去将秦晓天扶了起来 老祖 委屈你了 无妨 倒是这个极光府 北斗你说说 秦晓天挥了挥手 表示自己无事 这才询问北斗 如果秦晓天猜测没错的话 之前的飞蝎和紫言 应该说的就是这个极光府了 极光府 乃是数万年前 极光老人留下的府邸 传闻之中 这极光老人已经攻参造化 乃是一位杜杰七的强者 这位极光老人名号 可是响于半个圣天大陆 曾经以杜杰七的修为 镇杀数位同晋节高手 更是立斩两位化龄七强者 不过 这位极光老人 不知道为什么 得罪了圣阳宗 被圣阳宗的强者追杀 最后遗憾陨落 据传 这极光老人 之所以能够以弱圣强 力斩两位化龄七强者 正是因为修炼的功法 特殊所致 所以 后世之人都想要得到 极光老人的功法 更是想要得到 极光老人的宝藏 毕竟死在极光老人 手中的强者无数 曾经就有几处 号称极光老人的府邸出世 只可惜 这些府邸都是假的 这不 有人传闻 这次宋国境内的一处决地 即将出世的府邸 正是极光老人的府邸 所以许多强者赶来 都想要得到极光老人的传承 原来是这样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顿时间就失去了兴趣 还以为有什么 今天的仙府呢 原来只是一位 杜杰七的小子而已 老祖 我们怎么办 玄弟子与北斗二人同时问道 秦晓天则是笑了笑道 拾君之路 卫君担忧 既然我们在人家的地头吃饭 当然要派人去了 不过 去之前要好好安排一下 最起码不能让我们损失太大 弟子这就让天机等人好好修炼 谁说让天机他们去了 秦晓天嘴角一翘 露出一副玩味的神色 北斗与玄弟子听到 心中一阵汗言 彼此对望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意思 我们这位老祖 真不是个东西 很快 玄弟子与北斗退了出去 秦晓天也带着金胖子 在自己的六条街转悠起来 只可惜 这六条街 真的什么油水都没有 除了两家商铺 其他的都是酒楼 客栈之类的 根本抽不出啥油水 再去看看人家的商铺 好家伙 什么仙阁 天阁 什么拍卖行 赌当 全都是油水充足的生意 看得秦晓天毫不眼热 大哥 太欺负人了 看看人家的街 这才叫街 咱们那叫什么 死胡同 金胖子抱怨的喊道 自己要是有这样的街道 别说多搅纳五成 就是多搅纳两倍 自己都干 胖子 不要太好高无远 你真以为管理这些街道的 势力不强吗 恐怕背后 都有原因期的老怪在支持 咱们就这么几个金单期的小子 拿什么跟人家比 记住了 人不强大天不容 弱小就要挨打 秦晓天拍了拍金胖子的肩头说道 跟着秦晓天走进了几家商铺 购买了一些灵草 比如一元太清单的灵财 比如巨英单的灵财 只不过 秦晓天并非是在一家商铺收购 而是走了十几家 才将这两种灵单的灵财收购齐全 数量不多 一元太清单的灵财五份 巨英单的灵财两份 就这点玩意 就花费了秦晓天两亿的零食 这让一旁的金胖子 是一路叹息 这个钱是真不经花 稍微买点玩意 就直接变成了穷人了 之后又购买了丹炉 便回到了自己的街道 秦晓天立刻喊来了天机 准备完成自己的造神计划 当然了 秦晓天绝对不会让天机一开始 就炼制什么 一元太清单之类的 自然是壁谷丹 清水丹 元阳丹 一点点的炼制 天机 将你的三妹真火 祭出老祖瞅瞅 天机二话不说 直接伸手一番 手掌之上 出现了三妹真火 秦晓天看得十分满意 满脸都是得意的笑容 很好 很好 从今以后 你就跟在老祖的身边 为老祖炼丹 啊 听到秦晓天的话 天机有些傻眼了 尤其是想到秦晓天 让自己突破金丹七十的目光 仿佛早就在算计这一刻 老祖 你不会一开始就有了这样的打算吗 瞎说 老祖是那样的人吗 老祖当然是看到你拥有三色金丹的时候 才开始这样打算的吗 天机一阵苦笑 这跟一开始 算计自己有啥区别 来来来 这是毕古丹的单方和炼制方法 当然了 你不需要查看 直接按照老祖的提点 催动三妹真火就是了 不 老祖 你这是将弟子当苦力啊 算你聪明 秦晓天露出一副本老祖看好你的眼神 盯着天机 跟着让天机直接催动三妹真火 然后秦晓天寄出丹炉了灵药 还是一一炼制 别说 三妹真火的威力比起地火强大了许多 再加上这火焰由人控制 强弱大小 更是得心应手 当所有的毕古丹灵草 都融化成了药液之后 秦晓天开始宁丹 只可惜 宁丹的时候 居然失败了 咦 不可能啊 本老祖炼丹 怎么会失败呢 秦晓天有些亚然 最后将责任推到了天机身上 认为 是天机跟自己的默契 还需要磨合 一炉 五炉 十炉 数个时辰的时间 秦晓天足足炼制了几十炉壁古丹 可是每一炉 在宁丹的时候 都失败了 为此 天机的脑袋 都快被秦晓天拍成猪头了 那之前的自信更是全无 不可能啊 就算再差 本老祖也不能一炉炼制不成啊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天机 是不是你故意的 最后 秦晓天看向了天机问道 天机满脸苦涩 老祖 你看弟子的头 弟子敢扬奉阴违吗 这倒也是 可是 该死 秦晓天疑惑 那话还没有说完 猛然间虎去一阵 想到了一种特殊的体质 口中嘀骂一声 天机 将你的三妹真火祭出 天机立刻祭出了自己的三妹真火 一时间 秦晓天仔细地查看起来 越看 秦晓天面色越黑 到了最后 秦晓天全身都在颤抖 天机啊 天机 老祖真想一巴掌拍死你啊 你压的 全是废丹体质 秦晓天大骂一声 满脸都是痛苦的神色 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 好不容易造就了一位三色金丹的弟子 居然拥有的是 废丹体质 在仙界 有那么一种独特的体质 这体质产生的火焰 在炼丹师看来 那真是再完美不过了 可是 偏偏就是因为这种完美 却无法用在炼丹之上 因为那火焰炼丹 必成废丹 可以说 这废丹体质 乃是万中无一的存在 只有非常非常非常点倍的人 才能够碰到这样的体质 为此 仙界的许多炼丹宗师 都在寻找这种体质废丹的原因 最后终于被他们 找出了其中的缘由 这样体质的人 体内拥有的火焰 蕴含一种爆裂的质子 所以 这样的人炼丹 必成废丹 秦小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日居然让自己碰到了 凡是这样废丹体质的人 别说成丹了 一到宁丹之时 必然失败 老左 那个啥 弟子正准备突破金丹后期 这就去努力修炼了 看到秦小天满脸铁青 全身颤抖 身上散发出一股 恨不得直接弄死自己的气息 二话不说 撒腿就偷 天机 你压的就是一个废物 看到天机逃走 秦小天大骂一声 没错 天机这样的底蕴 在同境界之中 绝对是高手 可是在秦小天看来 不能炼丹 那就是废物 一时间 秦小天炼制聚音丹的计划 只能搁浅 不过 聚音丹不能炼制 一元太清丹 却是没有问题 八天的时间 秦小天直接抓来了 玄弟子当壮丁 虽然这玄弟子 只是普通的丹火 可是在秦小天的指点之下 愣是将五如一元太清丹 全部炼制成功 这让玄弟子一度认为 自己就是 那传闻中的炼丹奇才 最后 玄弟子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直接被秦小天一脚踹飞 五如一元太清丹 足足承担了十九枚 极品却只有六枚 也算是聊胜于无 不过 秦小天并没有打算 将这一元太清丹 交给弟子服用 而是与金胖子二人 直奔一家拍卖行而去 之前逛街的时候 秦小天知道 这家拍卖行要举行拍卖会 而今天刚好是拍卖的日子 秦小天打算 将十三枚一元太清丹 全部出售 至于那极品的 当然是留下了 毕竟秦小天 还要造就金丹七高手的 将这十三枚一元太清丹 打包拍卖之后 足足等待了三个时辰 这拍卖会才正式开始 进行拍卖的 是一位金丹大圆满的高手 拍卖的物品很多 什么极品灵器 什么宝器 什么灵丹妙药 什么绝世灵草 多不胜数 足有数百件 然而 让秦小天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十三枚一元太清丹 居然成了压轴的物品 当这拍卖师说出 打包拍卖十三枚一元太清丹的时候 整个拍卖行的人都疯狂了 尤其是那些势力 纷纷出手 十三枚一元太清丹 那有可能直接为自己的势力 增添十三位金丹七的高手 就算是减半 那也是六位 更何况 大部分势力的金丹七高手 那都是吞并来的 谁知道有没有异星 所以培养自己的底蕴 正是这些大势力的重中之重 一时间 这十三枚一元太清丹 一路飙升 达到了六亿零食的价格 最后被天煞店的人 以八亿三千万零食购得 当然了 天煞店出手 除了图神盟与其争夺 根本无人能够参与 所以 那最后飙升的两亿 基本上就是图神盟的功劳 八亿零食 差点让金胖子的心脏 都要停止跳动了 一路都是 扶着秦小天的肩膀走的 当来到了交易处 秦小天看到了那位拍卖行的老板 道友 这是八亿零食 剩下的三千万 算是拍卖行的抽成 我们拍卖行给道友打了一个六五折 希望道友以后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多来我们拍卖行 那就多谢道友了 秦小天应了一声 收了八亿零食 准备立刻 不过却是被那老板喊住 道友 我们拍卖行 还有一场小型的交易会 不知道道友想不想参加 若是参加 我们只收取道友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哦 秦小天看了一眼这老板 这老板立刻解释道 这小型的交易会 交易什么的都有 而且都是家财万贯之人 进入的门槛最低也是十亿零食 在下很是看好道友 而且 再有半个时辰就开始了 这才询问 别说 这还真的引起了秦小天的兴趣 这么说吧 刚才的拍卖会 秦小天也出手了 直接买了两把极品零件 花费不多 几千万而已 那就去看看吧 秦小天应了一声 而这老板看了一眼金胖子 秦小天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 胖子 你先回去吧 嗯 对于秦小天 金胖子是无条件的相信 应了一声 金胖子直接离去 而秦小天 也在这老板的带领下 进入了一间密室 同时披上了一件黑色斗篷 将整个人都罩在了里面 这斗篷很是奇特 居然可以隔绝丢失的神念 如此一来 进入这交易会的人 都不会知道对方是谁 也不知道对方什么修为 这密室乃是一处门户 开启了之后 有一条向下的通道 足有数万丈 弯弯区区 不知道通向何方 大约两刻钟的时间 秦小天才进入了 一间非常宽大的房间 这房间里面 足有十七个人 而那老板 则是在外面等候 又过去了一刻钟的时间 又来了两个人 刚好凑上了二十个人 这时 一位原因期的老怪 才从门口走了进来 感谢各位道友的光临 此次交易会 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参加 交易会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老朽拍卖五件物品 一部分是各位道友自行交易 众人都没有说话 而秦小天 却是在打量这些 同样照着A色斗篷的人 虽然只能够看到一双眼睛 可是秦小天心中却是很惊讶 这二十个人当中 除了自己 恐怕都是原因期的老妖怪 虽然感受不到修为 但是凭借秦小天准至尊的经历 还是看了出来 乖乖龙地动 多亏有着斗篷罩着 要不然本尊还不被他们弄死啊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跟这些老家伙交易 那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免得阴沟里翻了船 然而 当这进行拍卖的原因期老怪 说出了第一件拍卖品的时候 秦小天心中就是猛的一跳 第一件拍卖物品 上品宝器 乾坤剑 乾坤剑 乖乖 刚好适合自己的乾坤剑阵 若是能够得到 以这把乾坤剑为主导 自己的乾坤剑阵 绝对可以硬拼原因期老怪了 原本 秦小天的乾坤剑阵 威力就十分的巨大 之前就可以抵御原因期老怪的宝器攻击 若是再得到这把乾坤剑 秦小天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这宝器级别的宝剑 秦小天已经拥有了两把 唯独差一把宝剑 就可以形成一道剑阵 宝器级别的剑阵 可想而知 威力是多么的巨大 乾坤剑 底价两亿零食 我出五亿零食 这原因期老怪的话刚刚落地 秦小天直接开口喊道 并且将价格提升到了五亿 一时间 立刻引来了众人诧异的目光 这个狗东西 是这交易会的拖把 秦小天从这些人的眼中 看出了这样的讯息 这让秦小天心中十分满意 自己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才开口 就是五亿零食 这位道友出五亿零食 还有没有多的 可惜 这些人已经认定 秦小天是拖了 又岂能再出手 而且 一把上瓶宝器 要价五亿 确实有些高了 正常情况下 可以购买两件了 所以根本没有人再出手 好 那这乾坤剑 就归道友所有了 原因期老怪 面色明显有些不悦 毕竟这是小型拍卖会 居然没有人出价 自然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秦小天直接拿出五亿零食 将乾坤剑换到手 然后坐了回去 继续等待下面的拍卖 别说 这原因期老怪出售的物品 都十分惊人 甚至还有一件极品宝器 让众人疯狂的争夺 最后以十六亿零食被人买走 而最后一件物品 则是一张地图 看到这张地图 秦小天心中却是一栋 因为这正是一张海图 而且还是蓬莱仙岛的海图 当然了 秦小天并没有出手 他可不想再去蓬莱仙岛当花肥 不过 还是被一位老妖怪 以三亿的价格拍走 好了 接下来大家可以进行交易了 老朽就算是见证人 分文不取 这原因期老怪话音落地 居然闭上眼睛 坐在了椅子上 仿佛真的 不管众人如何交易 只是为了见证而已 各位道友 在下求购此物 若是哪位道友拥有 在下可以购买 无论是零食还是物品 若是有线索的 在下也可以用一枚巨鹰单来兑换 这人说着 伸手一挥 一幅画面立刻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画面乃是一株灵草 只不过 这灵草拥有一张人类的面孔 显得特别猙獰 鬼面灵花 看到这画面 秦小天脱口而出 立刻引来了那人的目光 甚至目光之中 带着一丝亚色 这位道友 看来知道这鬼面灵花了 就是不知道 道友可否告知 在哪里能够得到 哪怕是线索 也可以 很明显 这人知道在场的人 不会拥有鬼面灵花 甚至都不觉得 众人会知晓这鬼面灵花 而秦小天的话 却是让他看到了希望 既然知道这鬼面灵花 那必然知道 这鬼面灵花的消息 不过 秦小天并没有说话 这人眼中透出一丝焦急之色 虽然不易察觉 但是秦小天还是看出来了 道友 若是知道这鬼面灵花的消息 在下可以将聚音单送给道友 我要这句音单也没用 这 这样吧 我可以告诉你 鬼面灵花的消息 若是你觉得有用 就再加三亿零食 秦小天话音落地 拿出一枚玉剪 贴在了脑门上 跟着将玉剪丢给了那人 那人接过 裂开茶看起来 眼中更是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激动之色 多谢道友 这人倒也是实在 直接将一枚瓷瓶 和一个储物袋 丢给了秦小天 秦小天看也不看 直接收了起来 很快 在场的二十人 开始交易起来 有的用聚音单兑换零食 有的用上品和极品宝器 兑换其他的物品 总之 在场的二十人 都在各自获取所需 而秦小天也不客气 直接将自己无用的宝器出手 再次交换了两枚聚音单 和一把宝剑 这才闭上了眼睛 没有办法 哪怕秦小天拥有 准至尊的底蕴 也是有些压制不住 心中的激动 三枚聚音单 绝对可以造就一位 元英七的高手 甚至有希望造就两位 如此一来 玄天宗在这蒙一城 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之后再寻找玄天子和林飘然 慢慢地将玄天宗壮大 自己便可以离去了 没错 秦小天并没有打算 一辈子都带着玄天宗的人 那样太束缚手脚 毕竟秦小天是要杀回仙界的 岂能在这些小事上缠身 当然了 让玄天宗占据一城 这还是必须要做到的 最差 也要让玄天宗占据半座城 才算是结束 秦小天在那老板的带领下离开 当然了 秦小天也没有吝啬 直接给了那老板三千万灵石 这才回到了玄天宗的地盘 大哥 老祖 看到秦小天回归 金胖子和玄弟子 以及北斗立刻迎了上来 满脸都是期待之色 哎 这个玄天宗老祖 真不是好当的 早晚本祖要卸任的 秦小天叹息一声 直接丢给了玄弟子 和北斗武艺灵石 这才将三人交到了 布置瞒天大镇的房间 只见秦小天伸手一番 三枚巨灵丹 立刻出现在了手掌心 那惊人的灵气扑面而来 北斗和玄弟子看到 激动的倒吸一口冷气 四 巨灵丹 一时间 二人的眼中 透出一股狂热之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 居然能够看到巨灵丹 而且 秦小天拿出了巨灵丹 毫无疑问 是准备将巨灵丹 交给他们二人的 三枚巨灵丹 最起码可以造就一位 元英妻的高手了 老祖 弟子只要一枚便可 这时 北斗露出一副期待之色 对着秦小天说道 并且北斗也知道 自己并非是玄天宗土生土长的人 能够得到一枚 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你是三色金丹吗 然而 秦小天却是咧嘴一笑 冲着北斗问了一声 这让北斗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苦涩的笑容 三色金丹 谈何容易 那都是天之骄子的专利 毕竟想要成就三色金丹 必须要先成为天级助击 你是三色金丹吗 不过 就在北斗认为秦小天 要将三枚巨金丹 都给玄弟子的时候 秦小天居然再次询问了玄弟子 这让玄弟子神色一愣 弟子不是 玄弟子也是露出一副苦涩的笑容 对着秦小天说道 那就是了 既然不是三色金丹 折什么急突破 玄天宗现在需要的是暗中势力 所以 本组准备将这三枚巨金丹 全部交给天纪 秦小天话音落地 北斗和玄弟子身躯一颤 立刻明白了秦小天的意思 瞬间 二人跪在了地上 老祖 弟子知错了 行了 都起来吧 将天机喊过来 本组要造就最年轻的原因期 老祖 你这是要逆天啊 北斗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是啊 自己马上就要去极光府了 现在突破原因期 简直就是去找死 反应过来的北斗 心中真的对秦小天十分的崇拜 他根本就猜不到 秦小天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看得这么远 这算什么 本组曾经传授道业的小子 如今都是玉弟了 秦小天咧嘴一笑道 跟着就看到玄弟子离去 斩查的功夫 就带着天机道来 秦小天则是给玄弟子 和北斗使了一个眼色 让二人在门口护法 这才将天机喊到了身边 老祖 我真的不适合练丹 你不要拍死我 天机面色一苦 还认为秦小天 是为了之前练丹的事情 不过 秦小天却是拍了拍天机的肩头道 天机 你想成为原因期的高手吗 天机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盯着秦小天 不 应该说盯着秦小天手中的三枚巨鹰丹 老祖 我想啊 天机心中涌起万丈巨浪 心脏仿佛都要跳出胸口 传来砰砰砰的声音 那好 放松你的身体 不要做任何抵抗 本祖要给你种下生死契约 秦小天没有隐瞒天机 而天机身躯一颤 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种下生死契约 那就代表 自己以后绝对不能违背秦小天的命令 否则 秦小天一个念头 自己就要魂飞魄散 老祖出手吧 不过 天机还是答应了秦小天的要求 毕竟吃人的嘴短 拿人手短 既然秦小天要将自己造就成原因期高手 那自然要有一些制约的手段 不错 是一块好料子 但是你放心 老祖我不会制约 你很久的 秦小天话音落地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侵入了天机的十海 哪怕天机做好了准备 身体还是一颤 不过却没有抵抗 很快 秦小天在天机的神魂之中 种下了生死契约 这才拍了拍天机的肩膀 以示安慰 同时秦小天拿出了一元太清丹 让天机服用 天机二话不说 直接吞了一枚 开始提升自己的境界 六个时辰的时间 天机的修为 硬生生地被秦小天拔苗柱 长到了金丹七大圆满 为此付出了六枚极品一元太清丹 又经过了半个月的沉淀 秦小天这才将三枚聚音丹 交给了天机 天机不负众望 在服用了两枚聚音丹之后 终于冲破了三色金丹 形成了圆阴 一时间 圆阴七的气息 疯狂地在天机身上爆发而出 若不是有瞒天大震 恐怕整个蒙一城的人都会知道 不过 天机的气息太浮躁了 那圆阴也是不稳 毕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从筑基七大圆满 提升到了圆阴七 这简直就是做火箭的速度 当然了 虽然天机成为了最年轻的圆阴七高手 可是弊端也是极大 在修为不稳之下 差点走火入魔 就是以后想要突破出窍七 恐怕要历经千辛万苦 天机虽然知道这一切 可还是这样做了 本以为自己此生就要停留在了圆阴七 可是秦小天的话 却是让天机重燃了希望 放心吧 圆阴七不是你的终点 本组有的是办法 让你可以继续突破 只不过 你提升的速度也确实太快了 这些年 你就待在暗处 闭关修炼吧 弟子遵命 天机话音落地 进入了秦小天早就准备好的一处阵法之中 一时间 天机感觉这阵法之中的时间流速 仿佛变快了许多 这让天机心中惊讶 不知道秦小天到底是什么人 仿佛无所不能一般 不但能够创造圆阴七高手 更拥有渊博的知识 而且最让天机恐惧的是 秦小天在自己神魂上面种下的生死契约 居然直接带到了圆阴之上 这差点让天机吓死 要知道 修士突破圆阴七 形成圆阴之时 神魂会融入圆阴 这样一来 会让许多禁锢消散 可是秦小天种下的生死契约 居然带入了圆阴之中 可见秦小天的手段多么恐怖 唉 安心的修炼吧 天机叹息一声 只能在这时间流速极快的阵法之中修炼 这阵法名曰时空阵 里面的时间流速是外面的五倍 这是秦小天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时间流速了 若是在先见 别说是五倍 就是五十倍 五百倍 都不在话下 时间慢慢流逝 距离那极光斧出世的时间 剩下不足半月 而这段时间 玄弟子游走在宋国各大城市之中 虽然找到了玄天子 可是始终没有林飘然的消息 这让秦小天心中很是郁闷 不过 在剩下的半个月之中 玄弟子却是找到了妖月 老祖啊 妖月好想你啊 看到秦小天 妖月直接扑进了秦小天的面前 抱住了秦小天大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冲着秦小天喊道 一时间 秦小天心中就生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要知道 妖月可是跟着林飘然一起的 现在只有妖月一个人出现 那林飘然 滚你呀的 然而呢 秦小天一脚直接将妖月踹飞 这才冲着妖月喊道 老祖是 是弟子不孝 祖奶奶被一个老头强行带走了 啪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当妖月的话音落地 秦小天满脸都是漆黑之色 一掌将身边的白玉茶几拍得粉碎 那碎片散落一地 可见 秦小天心中是真的怒了 自己刚刚找回林飘然 玄灵子就被一位老玉给带走了 这刚与林飘然分开 林飘然居然也被一位老头带走了 这是老天在惩罚自己吗 让自己所爱的女人都离自己而去 一时间 无论是金胖子和妖月 还是玄天子和玄弟子三人都不敢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秦小天 发过这么大的怒火 那老头带走人 可要说什么 秦小天的声音再次传来 只不过那语气变得冰冷无比 仿佛要杀人一般 老祖 当时弟子就出手阻拦了 怎待弟子修为不济 根本不是那老头的对手 不过 那老头离去之前 却是跟晚辈说了一句话 姚月立刻冲着秦小天喊道 而那脸上也是露出了一副恐惧之色 这让秦小天心中一突 那不祥的预感更深 那老头说了 要想见到祖奶奶 就去圣天大陆中心的圣阳宗找他 嘶 什么 圣阳宗 玄天子等人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和痛恨之色 圣阳宗 又是圣阳宗 秦小天目光一寒 杀鸡冲天 腮帮子鼓鼓 牙齿咬得更是咯噔直响 从那牙缝之中 慢慢地挤出了一句话来 好 很好 圣阳宗的小崽子们 你们成功惹起本尊的怒火了 本尊发起火来 真的连自己都害怕 寂静 冰冷 阴森 恐怖 这一刻 在秦小天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让在场的金胖子和妖月等人 从心底产生了一丝恐惧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秦小天这般愤怒 又这般冷静 冷静地让他们都感到了恐惧 不管是金胖子 还是妖月 甚至是北斗和玄天子等人 都没有说话 仿佛站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一位老妖怪 让他们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都退下吧 胖子和妖月留下 足足过去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秦小天的神色才变得缓和起来 正当众人心中恐惧之时 秦小天的话语声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弟子告退 很快 玄天子和北斗等人离去 只留下了金胖子和妖月 金胖子还好 可是妖月的身躯 却是在不断的颤抖 额头已经见汗 背脊更是被冷汗打湿 他是真的怕了 妖月 你还有什么 要跟本组说吗 就在玄天子等人离去之后 秦小天的目光一寒 盯着妖月问道 那语气十分的平淡 可是却让人心中站立 老祖啊 一时间 妖月身躯一颤 直接跪在了地上 脸上露出一副痛苦的神色 用膝盖走到了秦小天的脚边 一把抱住了秦小天的大腿 都是弟子不好啊 祖奶奶为了救我 是故意被那个老头抓走的 那个老头以我为要挟 祖奶奶不去 那老头就要杀了我啊 都是我 都怪我 若是我死了就好了呀 那就不会让祖奶奶被那个老头抓走了呀 老祖 你就一巴掌拍死我吧 妖月哭得十泪声俱下 恨不得一头撞死在秦小天的面前 虽然秦小天心中恨 可是也知道 这不怪妖月 起来吧 秦小天喊了一声 妖月依然哭得稀里哗啦 最后在秦小天皱眉之下 被金胖子拉了起来 并且投去了一个 没有必要这么眼的眼神 可是妖月却是回了一个眼神 仿佛在说 这能怪我吗 刚才老祖的样子 你不是看到了吗 这是要杀人啊 那个老头说是圣娘宗的人 秦小天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妖月 妖月则是脖子一缩 露出一副弱弱的样子 冲着秦小天竖起了大拇指 老祖火眼金睛 这那老头 根本不是什么圣娘宗的人 当时弟子被这老头 说是圣娘宗的人 真的把弟子吓傻了 不过 就在祖奶奶被这老头掠走的时候 来了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看到这老头 就直接跟这老头动起手来 当时弟子就让祖奶奶赶紧逃 可是祖奶奶却说 他们面前逃不了掉 所以弟子和祖奶奶 老婆婆大战了几百回合 最后被那老头阴了 说重点 秦小天立刻低贺一声 腰月身躯一颤 赶忙说道 那老婆婆逃走之时 喊了一声天英宗的左护法 真的很强 天英宗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这老头并非是圣娘宗的人 反而是天英宗的人 那老婆婆又是什么人 听那老头说 那老婆婆是掩月宗的护法 掩月宗 秦小天眉头紧簇 心中在猜测 这个老婆婆 是不是那个掠走了玄灵子的人 毕竟强者虽然很多 但是像这样的强者 不应该出现太多 一时间 秦小天沉思了片刻 妖月也是胆颤心惊的站在一旁 连大气都不敢出 大约过去了斩茶的功夫 秦小天这才抬起头来 准备一下吧 你也应该突破金丹七了 秦小天盯着妖月说道 那胆颤心惊的妖月一愣 居然被秦小天的话狗懵了 臭小子 算你运钱 金胖子在一旁看到 心中也是放松下来 是我的在世父母 妖月一把抱住了秦小天的大腿 哭得那是稀里哗啦 滚 赶紧突破 再有几日 跟本组去找那些猿鹰老怪 争夺造化 死 妖月一听秦小天的话 倒吸一口冷气 掉头就跑 哪里顾得上突破金丹七 什么金丹不金丹七的 跟那些老怪争夺造化 那是找死了 不 不要啊 我不要跟那些猿鹰老怪 争夺造化啊 可惜 妖月一把就被金胖子给拎起来了 丢在一个鸡脚嘎啦 转眼间就是数日的时间 妖月没有任何意外的突破到了金丹七 而极光府再有三日 也到了开启的时间 这一日 整个蒙一城的人 都汇聚到了城中心的传送阵 不管是大小势力 皆都触动了一半的强者 秦小天和金胖子三人 赫然在列 由北斗带队 一共触动了十一名金丹七的高手 而这些金丹七的高手 除了妖月和北斗之外 其他人都是惊蕾和星宿的人 望着眼前足有数百位金丹七高手 数千名铸鸡器的人 残酷的修仙界不知他人如何 最起码秦小天知道 自己的玄天宗 这次出动的都是外人 按照秦小天的推测 凡是带队的人 恐怕有一半人 都是后期招收进来的人 根本不是自己的班底 至于这次极光府的开启 蒙一城带队的居然是城主金云 在其身边还有两位元英七的高手 非但如此 在北斗的介绍下 秦小天也知道了 这图神蒙和天煞殿的主事之人 这两人同样是元英七的高手 不过 这次带队的人 并非是这两位主事的人 而是他们麾下的两位元英初期的强者 很快 众人在金云城主的带领下 进入了传送镇 浩浩荡荡的几千人马 数位元英七老怪 在一片光幕之中 直接传送到了 最靠近极光府的城市巷城 而来到巷城的人 并不在少数 各方势力皆都云集于此 到处都能够看到元英七的老怪 金丹七的修饰 更是如同牛毛 在这里 筑基七的人 根本就不上述 哪怕是金丹七的人 看到别人 都要低着头走 生怕被人搞死 不过 在他们出现之后 金云并没有等待 而是带着他们 直奔巷城的西北方飞去 大部队花费了两天半的时间 足足飞越了数十万里 这才来到了一片大山之中 举目望去 这大山足有数千万丈 那山脊更是连绵不绝 连接这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深山 在这里 并非只有蒙一城一方势力 有很多势力早就等待 甚至秦晓天 还看到了不少零散的元英七老怪 这些人没有任何交流 就这样静静的等待 足足过去了大半日的时间 在那娇阳高挂之时 一片鲜光居然从天洒落 直接笼罩了在了一座山头之上 一时间 地动山摇 那数千万丈的大山 在这鲜光的洒落之下 更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这大山直接裂开了一道惊人的缝隙 无数的山石滚落 然而 在众人的面前 在那裂缝的深处 却是出现了一道门户 极光斧开启了 冲啊 冲啊 手快咬 手慢吾啊 这时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请客间 足有数千人冲向了那门户 这一道门户 足有百丈之距 从那裂开的大山之中呈现 一时间 众人兴奋地 直接冲着那极光斧的大门冲去 当我折死 一位原因七老怪怒吼一声 直接将前方的数位金丹七修士拍飞 虽然这几人没有死去 可是却口中喷了鲜血 受伤颇重 都给老子滚 同样的 另外一个方向 也是一位原因七的老怪 瞬间祭出一件宝器 直接收割了数位铸鸡七的修士 扬长而去 这样的事情 比比皆是 一时间 众人都清醒过来 纷纷停下脚步 不敢再继续前行 毕竟 那些原因七的老怪不好惹 总门主事 各自带队 这次所得 上脚四成 就在这时 金云也是冲着身后蒙一城的修士 喊了一声 跟着率先冲了进去 那几位原因七的老怪 也纷纷冲去 一时间 蒙一城的人开始分化 各方势力 各自为政 有的直接带队冲了进去 有的则是等待时机 大约过去了斩茶的功夫 这些原因七的老怪 进去了八成 秦小天这才冲着北斗 使了一个眼色 寻天宗的人 跟着我 北斗嘀喝一声 立刻带着众人 朝着门户之中冲去 秦小天 金胖子和妖月 则是紧紧跟随在北斗的身边 至于金雷和星秀二人 则是对视一眼 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身形一闪 带着自己人 同样冲了进去 这一点 秦小天和北斗 早就料想到了 这也是秦小天 为什么会跟随 在北斗身边的原因 打我折死 小子 那命来 一道道愤怒的嘶吼声传来 当这些原因七的老怪 进入了那百丈的门户之后 剩下的人 立刻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王二 是我 天狗 我去的 一时间 场面十分的混乱 甚至不少人都杀红了眼 连自己的同伴都出手攻击 秦小天四人 顺着裂缝的边路 快速的前行 虽然有不少人朝着他们攻击 但是却都被北斗给挡了下来 也看秦小天四人 就要进入这百丈的门户时 一股灵力的杀机 瞬间朝着四人袭来 小心 秦小天低喝一声 提前给北斗和金胖子三人预警 下一刻 一道怒吼声 伴随着一股灵力的剑气 朝着秦小天四人刺杀而来 北斗 那命来 跟着就看到金雷和星秀等人 快速的将秦小天四人包围 那金雷和星秀 更是直接出手 朝着北斗击杀而去 在他们看来 只要杀了北斗 剩下的秦小天三人 那是必死无疑 金雷 星秀 北斗看到金雷和星秀杀来 面色一黑 口中低喝一声 一箭宝气瞬间出手 直接将二人的灵气给挡了下来 叮叮当当 四 宝气 金雷倒吸一口冷气 没有想到北斗拥有宝气一般 那星秀更是面色一黑 你们出手 先杀这三个小子 星秀低喝一声 跟着与他们一同前来的六人 立刻出手 朝着秦小天三人震杀而去 在他们看来 北斗难缠 难道这秦小天三人 还不是手到擒来 再一个 星秀明显是 准备借助秦小天三人 来让北斗分心 这样才更好地击杀北斗 北斗 今日你必死无疑 没错 来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从今之后 那六条街道 就是我们的了 金雷和星秀二人低喝一声 再次杀向了北斗 北斗满脸都是焦急之色 宝气不断地出手 想要去营救秦小天三人 甚至好几次都显向还生 可是 事实上真的这样吗 就在那六人 杀向秦小天三人的时候 秦小天就已经给北斗传音 让其安心对抗 金雷和星秀二人 所以 北斗才会露出 这样要营救的样子 为的就是麻痹金雷和星秀二人 因为秦小天 要将这二人全部留在这里 让他们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很快 这六人就冲到了 秦小天三人的身边 秦小天三人 也是露出了慌张之色 可是暗中 金胖子和妖月 已经做好了准备 杀 一个不留 秦小天 秦小天低贺一声 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将这六名金丹七的高手 神魂禁锢 这六名金丹七的高手脸上 露出一副惊恐之色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身体 居然无法一动嘶吼 一时间 这六人的眼中 透出一副恐惧之色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之意 下一刻 金胖子的重剑 和妖月星得到的一剑宝器长脊 就狠狠地落在了他们的头顶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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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顷刻间六道好似西瓜爆裂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 这六人的脑袋瓜子瞬间爆裂开来 那烟红的鲜血 混着白色的脑浆 喷洒的到处都是 就是金胖子和妖月二人的脸上 也是都是六人的鲜血和脑浆 可怜 这六人连神魂都没有逃出来 就直接被金胖子和妖月砸死 而金胖子和妖月速度极快 将六人的物品瞬间扫空 金雷 星秀 你们二人该死 北斗怒吼一声 手中的宝器瞬间祭出 朝着星秀杀了过去 星秀和金雷的脸上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将北斗的宝器击飞 这才说道 北斗 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形势 看不到那三个小家伙已经死去了吗 没错 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对抗我们八位金丹七的高手吗 哈哈 真是可笑 到时你们 难道没有发现 你们的那六名手下已经归系了吗 就在此刻 妖月大笑一声道 跟着秦小天三人 直接将金雷和星秀围住 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神念 直接将二人的神魂禁锢 不可能 金雷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而那星秀更是面色恐慌 惊呼一声 不好 有原因其老怪 我不能动了 扑痴 妖月一记长挤杂落 直接将那星秀 连脑袋瓜子和身体都砸成了肉酱 可怜 堂堂一位曾经的门主星秀 就这样死在了妖月的手中 至于此刻的金雷 已经彻底的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神魂 为什么被禁锢了 可是 现在想要逃走 还有可能吗 修士主要就是以神魂之力 辅助修为来操控一切 现在 神魂都被禁锢了 还如何逃 北斗 让老子死个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金雷知道 今日自己必死 可是 就算是死 也要死个明白 总不能去了黄泉路 自己要做一个糊涂鬼吧 然而 北斗却是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 冲着金雷喊道 金雷 你还是做一个糊涂鬼吧 北斗话音落地 手中的宝器 瞬间就飞向了金雷的头颅 扑痴 金雷的头颅爆裂 同样布了新秀的后尘 而秦小天将二人的物品一收 立刻带着北斗三人 冲进了那百丈的大门之中 死 快冲 然而 就在秦小天冲进了这百丈的门户之时 猛地倒吸一口冷气 更是低喝一声 双脚猛地一蹬 就要冲过去 嗖 不过 就在秦小天要冲过去的时候 耳畔立刻传来一道破空声 跟着就看到 金胖子如同飞剑一般 从秦小天身边冲过 不但如此 临近秦小天的身边 还不忘记抓一把秦小天 将秦小天也带了过去 至于北斗和腰越 二人毕竟是金丹七 虽然没有金胖子的速度 可是二人也跟在了金胖子和秦小天的身后 嗤嗤嗤嗤嗤 多多多多 也就在秦小天四人 刚刚冲进大门数十丈的地方 在那身后 立刻传来一道道惊人的破空声 明显有暗器射来 只不过 秦小天四人反应的太快 这暗器并没有射到他们 而是射进了墙壁之上 好险 大哥 幸亏你见机得早 金胖子一抹额头的冷汗 对着秦小天说道 只见 在那门户十数丈的地方 横七竖八的倒下了上千人 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被那暗器直接钉死 不错 有前途 知道逃的时候 带上本祖 秦小天则是拍了拍金胖子的肩头说道 而那腰月 却是用那长脊 正在勾最近的尸体 将尸体的财物 全部搜刮一空 财迷 北斗看到 口中低骂一声 他见过贪财的 可是没有见过这么贪财的 明知道那里有危险 还要去搜刮财物 哼哼 你不用在这里说风凉话 当你身无分文的时候 你就知道 钱财为什么这么重要了 腰月却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邪逆北斗 口中哼哼俩声道 确实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曾经胖爷都差点被饿死了 金胖子这时 也来到了腰月身边 双眼一瞇 露出一副讨好的神色 盯着腰月 小月子 看到当年小祖分给你财物的份上 你是不是也要分我一半 哈哈 小祖宗 你还记得当年怎么跟我说的吗 腰月大笑一声道 跟着不等金胖子答话 腰月就立刻喊道 滚 思想有多远 你就给我滚多远 你 好好好 金胖子面色一黑 冲着腰月喝道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这不但让腰月惊呆了 就是北斗也一个亮枪 差点扑街 只见金胖子脚下一灯 瞬间就冲向了百丈的大门 当其冲过去的时候 地上的尸体 已经少了数十句 赤赤赤赤赤 多多多多 至于那金人的暗器 却是不断地从金胖子身后射出 根本就跟不上金胖子的速度 一时间 金胖子几个来回 地上的尸体 足足少了一小半 半个钟之后 就连那暗器都已经射不出了 而地上的尸体 已经全部消失了 哼 跟胖爷斗 你可知道死了多少人 金胖子冷哼一声道 脸上竟是得意之色 看得那腰月和北斗 彻底的傻眼了 就是那后面来的人 看到秦晓天四人居然在门口溜达 一个个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当看到墙面密密麻麻的暗器时 众人心中都是遗害 不敢停留 纷纷离去 很快 秦晓天四人继续前行 这进入大门之后 乃是一条十分长的走廊 这走廊足有百丈宽 数万丈长 可见 这极光斧的庭径十分巨大 毕竟这极光斧 乃是从一片大山之中出现的 可想而知 这极光斧多么恐怖 一路前行 这庭径十分的明亮 在这墙壁之上 镶嵌了许多的夜明珠 在这些夜明珠的照耀之下 这庭径如同白昼一般 很快 秦晓天四人就深入了这庭径之中 可是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 不断地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当秦晓天四人临近 才发现 这地上躺了不少的尸体 同样在他们的身上 有了许多的暗器 大家小心一些 这极光老人太阴险了 这都让他弄死了一群人 秦晓天提醒一声 跟着看了一眼金胖子 金胖子领会 立刻抱着秦晓天 一路飞奔 嗤嗤嗤嗤嗤 一道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果然从那亭晋之中 不断地射出暗器 还好 秦晓天四人都平安度过 甚至金胖子和妖月 还顺手收了不少尸体 一番操作之后 金胖子和妖月 露出满意之色 将这些尸体 直接丢进了亭晋之中 看着数千句的尸体堆积如山 秦晓天露出无语之色 都说发死人才最赚钱 看金胖子和妖月的神色就知道了 二人是狠狠地捞了一笔 当一行人来到了亭晋的尽头 立刻发现了一座 十分宽敞的庭院 这庭院之中有假山 有池塘 占地面积数十万丈 而此刻 不少人都聚集在了庭院之中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盯着前方的一切 只见 在前方的池塘之上 有观赏的凉亭 而那凉亭之中 居然有数位原因期的老怪在厮杀 细看之下 在那凉亭之中 有一弹桌 石桌之上 摆放了一盘果子 虽然这果子已经干瘪 可是却灵气扑鼻 天香果 看到这干瘪的果实 秦晓天低音一声 难怪这几个老妖怪如此争夺 原来是可以增加寿源的天香果 这天香果直接服用 可以增加百年的寿源 若是炼丹 增加个几百年都不是问题 对于那些寿源将近的老怪来说 这天香果比起别的造化 还要来的实际 毕竟他们有了百年的寿源 很有可能再曾进一步 这样一来 他们的寿源 就会凭空多出上万年 大哥 这天香果这么吃香吗 让这几个老妖怪 下死手的争夺 这简直就是拼命啊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 说出了这天香果的名字 再看到这几个老妖怪 拼死的争夺 心中居然异动起来 秦晓天就仿佛是 秦晓天肚子里面的蛔虫一般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就知道 这金胖子没打什么好主意 胖子 你是想要去抢夺吗 大哥 看你说的 人家是元英七的老妖怪 我哪里敢啊 金胖子老脸一红道 不过 还没有等秦晓天说别的 金胖子就再次说道 当然了 若是你有办法能抢夺 那再好不过了 毕竟从元英七老怪的手中 抢夺宝贝 那绝对是一件 无上荣光的事情 一旁的妖月看到 立刻露出一副鄙夷之色 这不是无上荣光 你这是在找死 你才在找死 你全家都在找死 没听到胖爷说 让大哥想办法啊 金胖子露出一副不爽的神色 盯着妖月喊道 跟着那期待的目光 投向了秦晓天 走吧 这几个老妖怪惹不起 秦晓天看了一眼 那争夺天香果的 几个老妖怪道 对于他们来说 这天香果就是命 自己跟他们证明 他们岂能放过自己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露出一副 依依不舍的样子 只能跟着秦晓天离开 不过 刚走过这庭院 耳中就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一时间 金胖子又来了精神 仿佛是从来没有见过 别人争夺造化似的 立刻冲了过去 急呼吸之后 再次跑了回来 大哥 宝贝 他们在争夺宝贝呢 金胖子露出一副激动的样子 对着秦晓天喊道 什么宝贝 秦晓天却是眉头一簇 询问了一声 好几件灵器 你大爷的 听到金胖子说好几件灵器 秦晓天差点一巴掌 直接拍死他 几件破灵器 居然让他激动成这样了 以后还怎么跟自己混 不过 听到秦晓天骂人 这金胖子忧愿的看了一眼 秦晓天再次冲向了里面别的地方 又是几个呼吸之后 金胖子再次激动的冲了出来 大哥 宝气 宝气啊 我宝你妹 秦晓天怒骂金胖子 只可惜 金胖子掉头就跑 根本不给秦晓天骂他的机会 不过 这一次却是时间很久 足足过去了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金胖子才露出一副不悦的神色 回到了秦晓天身边 大哥 你说那群人是不是傻 为了争夺一张破话 居然杀得昏天暗地 哪里有一点金胖七高手的样子 别说 还有一位元英七老怪 也参与其中 金胖子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对着秦晓天说道 可是秦晓天听到金胖子说 众人在争夺一副话的时候 神色却是微微一愣 走 去看看 啊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有些猛圈 这是咋个回事 那么多灵奇宝器 自己的大哥不去争 不去抢 这帮傻子一般的人 在争抢一张破话 大哥却要去看 这破话 不会是什么逆天的宝贝吧 大哥 等等我 一想到让秦晓天都在意的破话 金胖子立刻将其归于了宝贝的行列 眼中透出一丝贪婪的光芒 直追秦晓天而去 老妖怪 交出真龙飞天图 否则今日你难逃一死 就在秦晓天四人 来到了金胖子所说的地方时 一道怒吼声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四人的耳朵 尤其是金胖子 听到这真龙飞天图 那已经恢复到了五百多斤的身体 猛的一颤 眼中透出一副贪婪之色 都给胖爷放着 这真龙飞天图 是胖爷的宝贝 金胖子嘀喝一声 立刻冲了进去 不过下一刻 金胖子就逃了出来 吓死我了 这帮人都疯了 见人就杀 有一个金丹七大圆满的老头 那真是疯了 居然跟一位元英妻 老怪硬拼呢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心中一喜 很明显 这些金丹七的修士 都知道这真龙飞天图的价值 所以才会宁死 拦住了这元英妻老怪 就是腰月和北斗听到 也是露出一副焦急之色 仿佛再不去 这真龙飞天图 就要被人抢走了一般 你们啊 现在去 纯粹是找死 等他们两败俱伤 再去捡便衣不香吗 秦晓天看了一眼 北斗和腰月二人道 这才冲着金胖子喊道 继续叹 秦晓天的话还没有落地呢 那金胖子已经没影了 对于金胖子来说 秦晓天一台屁股 他就知道 秦晓天要干嘛 大哥 三十多个金丹七高手啊 围攻这元英妻老怪一个人 真惨啊 真的很惨啊 那些金丹七的高手 太他妈惨了 金胖子几个呼吸之后 立刻冲来对着秦晓天喊道 同时 哪话音还没有落地呢 就再次冲了过去 大哥 那些金丹七修士 就是去送菜啊 人家元英妻老怪 一巴掌一个 一剑下去斩杀三个 再一脚飞出 又是一个人倒地 咋地还没有咋地呢 就死了五个 大哥 那元英妻老怪不查 被斩了一道 足有半尺 刚好在尖头 大哥 金丹七高手 又死了八个 大哥 元英妻老怪 又被人斩断了一条腿 那血 喷得到处都是啊 疯了 疯了 那元英妻老怪疯了 直接将那些金丹七修士杀了八成 还剩下四人 再不去 我们可真就晚了 走 抢宝贝去 当金胖子不断地冲回来汇报消息的时候 秦小天终于下定了主意 杀过去 一时间 秦小天带着金胖子三人 立刻冲了过去 果然 看到元英妻老怪断了一臂一腿 此刻面色苍白 与四名金丹七修士对质 而这四名金丹七修士也不咋地 全身浴血 身上有不少伤口 面色苍白却争鸣 在地面 也是倒下了数十名修士 不过 当双方看到秦小天四人到来 紧绷的神经一紧 立刻看向了秦小天四人 眼中透出一丝戒备之色 不过 当双方看到四人当中有两人是助击七 这才放心下来 两位道友 这元英妻老怪已经不行了 我们联手杀了他 所得没人占一份如何 此刻 那四名金丹七修士当中的一人 冲着北斗喊道 毕竟只有北斗修为最高 一看就是带头的 这 我们是四个人啊 北斗露出一副为难的神色道 那人眉头一蹴 道友 这两个人能做什么 不过是助击七而已 话不能这么说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更何况 你觉得我们联手就能杀了这元英七老怪吗 这时 秦小天开口了 下一刻 这四名金丹七高手 面色一骇 眼中透出一股无法置信的神色 噗哧 噗哧 瞬间 北斗和妖月出手了 两剑宝器直接砸在了四人头顶 将四人的脑袋瓜子 直接砸得崩裂开来 我俩确实没用 但是却能杀了你们 秦小天话音落地 看向了那脸上露出惊慌之色的元英老怪 这元英老怪 原本就是强功之末 凭着一口气硬撑着 此刻感受到秦小天强大的神念 那身躯一颤 毒腿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扑倒在地 道友饶命 扑通 这元英老怪话音落地 直接扑倒在地 可是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股不屑之色 双眼寒光一闪 杀 秦小天的话刚落地 那元英七老怪 立刻露出一股惊恐之色 直接低头朝着地面撞击而去 好像要给秦小天磕头 道友不要 我甘愿为奴 就是北斗和腰越二人 也是诧异地看向了秦小天 毕竟这元英七老怪 已经低头要为奴了 为什么秦小天还要杀 So 就在此刻 一道胖胖的身影 瞬间就冲到了 这元英七老怪的身边 手中的一把重剑 狠狠地砸落 去死吧 吃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胖子 此刻怒吼一声 手中的中间 直接将这元英七老怪的脑袋斩落 扑吃 不但如此 金胖子更是一脚踩落 将那脑袋踩成了肉酱 对于金胖子来说 秦小天的话 那就是圣旨 别说秦小天 让他杀一个元英七老怪了 就是将这天筒 一个窟窿 自己也要去做 哼 道友 你觉得能跑了吗 就在此刻 被金胖子 斩落头颅的元英七老怪尸体 瞬间冲出一道光影 那光影 正是这元英七老怪的原因 不要 只可惜 这元英七老怪的原因 刚刚冲出尸体 就被金胖子一把抓住 使劲一捏 扑吃 可怜 这元英七老怪 就这样死在了 秦小天和金胖子手中 至于此刻 秦小天露出一副不悦的神色 看向了妖月和北斗 那不满之意 没有任何的隐瞒 这让妖月和北斗身躯一颤 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哼 也就是大哥脾气好 若是我 早就一巴掌将你们怕死了 这时 金胖子冲着妖月和北斗大骂一声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 一脚将这元英七老怪的尸体 踢翻 下一刻 妖月和北斗二人身躯再次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深深的恐惧和自责 只见 这元英七老怪的身体下面 居然出现了一个方合 这方合上面满是阵眼大小的小孔 明显就是一箭大杀器 现在 妖月和北斗才知道 为什么秦小天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要杀了这个元英七老怪了 因为这老怪居然要下暗手 老祖 我们错了 扑通 妖月和北斗齐齐呼喊一声 直接跪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脸上竟是自责之色 心中更是生起了一股后知后觉的恐惧 若是让这元英七老怪得手了 恐怕他们四个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多亏秦小天的明智 才救了他们一命 哼 什么是差距 这就是差距 以后跟胖爷学着点 大哥的话 那就是圣旨 就算是错的 也要去做 金胖子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冲着妖月和北斗喊道 很明显 妖月和北斗被金胖子给上了一刻 话音落地 金胖子直接走到了这元英七老怪尸体的旁边 将财物收了起来 交给了秦小天 秦小天只是拿了那真龙飞天图 其他的物品全部给了金胖子 这让金胖子一阵激动 可是看到里面的物品 金胖子差点哭了 大哥 这老怪也太穷了吧 就那么几百灵石不说 连一颗灵丹都没有 甚至法宝就那么两三件 还是灵气 这还是元英七老怪吗 此人应该是刚突破 耗尽了所有财物 秦小天应了一声 跟着展开了真龙飞天图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这真龙飞天图之上散发而出 更有一股非凡的道运 浩强 没有想到 本组居然还有得到 飞龙镇天图的一天 只可惜 如此重宝 居然蒙尘 大哥 你说啥呢 这不就是一件 普通的图画灵气吗 金胖子刚好在旁边 根本就没有秦小天那样 能够感受到 这真龙飞天图的气势和道运 在其眼中 就是一件普通的灵气而已 秦小天也没有鄙视金胖子 毕竟精力不同 格局不同 眼界也会不同 其实 这飞龙镇天图之中 隐藏了一个大秘密 可惜 那极光老人 只是将其当成了一件 普普通通的饰品 若是得到这飞龙镇天图的秘密 恐怕就不会死了 不会死 这飞龙镇天图这妖妞 金胖子有些亚然的问道 就是那妖月和北斗 也是站了起来 露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静静聆听 当然了 这可是能够让人承先得到的宝贝 秦小天的话音刚落地 金胖子三人同时露出惊骇之色 口中更是倒吸一口冷气 死 啥玩意 就这么一幅图 就可以让人承先得到 那我们修炼 还有什么意义啊 金胖子三人惊骇之色 还是露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眼神 盯着秦小天 仿佛在询问秦小天一般 你们啊 没事的时候 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你们知道 这世上有一种生物 全身长着坚硬的鳞片 头生鹿角 腹下有四爪是什么吗 秦小天看了一眼金胖子三人 并没有任何不厌烦的神色 对这金胖子三人说道 大哥 你说的不会是龙吧 金胖子还是不可置信地问道 这世上真的有龙吗 这都是传说吧 问得好 秦小天冲着金胖子喊了一声 跟着伸手一挥 一只全身金毛 手持黑色铁棍的生物 出现在了金胖子三人面前 乖乖 是金尊 这么多年 俺胖子都把你给忘在脑后了 哈哈 没错 这金毛猴子正是当初在妖猴山 被秦小天收服的猴王金尊 只不过 金尊一直都在宠物空间 同样也被秦小天给忘记了 其实 这也不怪秦小天 实在是秦小天当年是准至尊的时候 那身边的仙兽 从来都是臣服在秦小天脚下的 什么契约啥的 秦小天根本不需要 因为自己的实力 那就是最强大的契约 所以 这侯王金尊 被秦小天收起来之后 直接被忘在脑后了 这不 跟金胖子等人说起了真龙 秦小天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侯王金尊 金尊拜见主人 侯王金尊 没有丝毫的怨色 反而恭敬地朝着一拜 秦小天拍了拍侯王金尊的肩头 这些年 本尊冷落你了 秦小天虽然只是一句话 可是侯王金尊 却是能够感受到 秦小天真诚的歉意 这让侯王金尊眼中 居然闪烁着泪水 你们看到金尊了吧 筑基期的侯王 未来必成仙道 所以你说 这世上真的没有龙存在吗 是不是世人没有见过的东西 都会被看成是一种传说 啪啪啪啪 就在秦小天话音落地之时 一阵拍手的声音 传入了秦小天四人的耳朵 这让秦小天四人心中一惊 立刻露出戒备之色 那侯王金尊 更是持着手中的玄铁棍 怒视那慢慢走来的人 好一个狐孙 能够遇到本老 那是你的运气 然而 就在这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秦小天嘴角一翘 冲着来人喊道 前辈 你这是打算要出手抢猴子吗 抢猴 这人听到秦小天的话 终于出现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是一位身穿白袍的中年人 满脸的腮胡子 眼中透出一股灵动之意 有意思 这灵猴落在你的手中 完全就是浪费 不如交给在下 在下可以让其发挥更好的灵性 甚至将其提升到金丹七 都不是问题 前辈是 秦小天听到这话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询问这中年人 不过 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揣测 敢说出这样话的人 这圣天大怒 恐怕除了灵寿宗 真的没有别人敢如此夸下海口 做不改信行不改名 灵寿宗玄武真人 大哥 是 听到这玄武真人的话 秦小天没有说话 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露出一副亚色 秦小天以眼神阻止 哦 看来小友是知道灵寿宗了 略有耳闻 看到秦小天应了一声 这玄武真人 才露出一副和蔼的笑容 继续说道 小友 在下看这灵猴 已经有了一些灵性 心中甚是喜欢 不如让给在下如何 说是让 其实就是抢 这玄武真人的意思很明显 自己看上这灵猴了 你若是乖乖的交出来 自己可以给你一点好处 若是不交 那就别怪在下不客气了 前辈 不是晚辈不舍的 若是前辈能够让这灵猴跟着你 那晚辈甘愿让出 秦小天岂能不知道 这玄武真人的意思 在其话音落地之后 并没有任何的不怨之色 反而说出了一番 让玄武真人意外的话来 哦 玄武真人大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秦小天 又看了看侯王精尊 这才口中喃喃一声 有意思 很有意思 总是闲来无事 就陪你玩玩 前辈 玩玩多没意思 晚辈跟人对局 从来都是带有彩头的 秦小天却是开口喊道 这让玄武真人神色一愣 没有想到 这个秦小天 居然要跟自己对局 反而是那在一旁的金胖子 却是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不过却是避过了 玄武真人的目光 在那里投笑 因为金胖子知道 自己的大哥秦小天 又要坑人了 你要跟我对局 玄武真人露出一副兴趣的神色 对着秦小天问道 他不知道 秦小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 要跟自己对局 这个秦小天明明知道 自己是灵寿宗的人 更何况 自己还是元英七后七呢 小辈 你真的要跟我对局 玄武真人再次询问了一声 秦小天点了点头 露出一副自信的笑容 晚辈不才 对于玉兽之道 稍微有些道行 说实话 平白无故地将这灵猴让给前辈 晚辈心中真的不愿 你倒是实在 既然如此 我就跟你对一局 就是不知道 这彩头是什么 玄武真人不知道 秦小天哪里来的自信 可是 人家都要在玉兽之道上面挑战自己 自己身为灵寿宗的太上长老 自然不能够怯场了 晚辈知道 灵寿宗与神武宗乃是同级的存在 晚辈与神武宗有那么一点小矛盾 希望前辈能够成为晚辈的靠山 哈哈 小辈 你倒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没错 在下与神武宗倒是有那么一点渊源 倒是可以帮你印下这误会 只不过 我要是赢了呢 玄武真人大笑一声道 他哪里知道 秦小天的误会跟神武宗是解不开的 秦小天可是坑了神武宗的少主 更是杀了神武宗一弟的子嗣 除了这灵猴归前辈所有之外 晚辈再送上一件宝器 好 一言为定 还请前辈起誓 我玄武真人以天道发誓 与面前这位小辈对局御寿之道 若是败了 就答应这小辈帮其解决神武宗的矛盾 多谢前辈 想必晚辈也不用起誓了吧 毕竟输了 晚辈也不是您的对手 无法赖仗不是 你倒是心言很多 在秦小天与这个玄武真人一对一答之下 双方很快就完成了对局的约定 甚至还发了天道誓约 前辈请出手 只要您能够让这灵猴跟随你 那晚辈就算是输了 秦小天手一伸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那玄武真人 则是高傲地看了一眼秦小天 小辈 别说我欺负你 这是你自找的 秦小天不语 只是面带微笑 看着玄武真人 玄武真人也不再搭理秦小天 而是绕着侯王精尊转了起来 大约过去了半盏茶的时间 这玄武真人才打开了自己的储物袋 直接丢出了一枚黑色的丹丸 这黑色丹丸带着一股芬芳 这侯王精尊看到 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而玄武真人 却是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仿佛这侯王精尊 已经被他吸引了一般 咦 然而 这玄武真人 足足等待了斩茶的功夫 这侯王精尊 并没有为那黑色丹丸所诱惑 依然站在那里不动 这让玄武真人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前辈 拿着低级的兽粮 恐怕很难诱惑晚辈的灵猴吧 这时 秦晓天却是咧嘴一笑 冲着玄武真人喊道 这让玄武真人 直接脱口而出 你知道兽粮 晚辈不才 知道兽粮的存在 不过 晚辈奉劝前辈 还是不要拿出低级的兽粮了 最差也要高级 秦晓天咧嘴一笑 直接过去 将那低级的兽粮收了起来 有了这兽粮 自己倒是可以研制一下 之前那散灵老人 虽然留下了玉兽之道 可是并没有留下兽粮的炼制方法 后来询问侯王精尊才知道 这兽粮已经被他吃光了 哼 玄武真人明显有些不爽 不过 却是伸手一番 一枚蓝色的兽粮丢给了侯王精尊 侯王精尊 侯王精尊依然只是绣了绣鼻子 没有拾去 当然了 这蓝色的兽粮 进入了秦晓天的腰包 前辈 晚辈都说了 需要高级的兽粮 你这 哼 小辈 休要在那里风言风语 信不信我一巴掌直接拍死你 呃 晚辈闭嘴 秦晓天直接闭嘴不言 白色的兽粮丢在了侯王精尊的面前 侯王精尊直接一动 身躯颤了一下 甚至还砸巴了一下嘴巴 这看得玄武真人一阵激动 满眼都是期待之色 然而 侯王精尊却站着未动 甚至闭上了眼睛 这让玄武真人面色一黑 差点就要发作了 一旁的秦晓天乐了 直接将高级兽粮收了起来 就在秦晓天刚刚收起了高级兽粮 那玄武真人面色漆黑 满脸怒容地冲着秦晓天吼了一声 小辈 秦晓天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无辜的神色道 别忘记了 这灵猴是助击器 该死 老子忘记了这一茬 玄武真人话音落地 直接丢出了一枚红色的丹丸 当这红色丹丸丢出来 那侯王精尊直接动了 二话不说 直接将那红色丹丸抓在了手中 而玄武真人立刻大笑起来 小辈 还不认说 前辈 别着急啊 你看他在做什么 就在玄武真人认为自己赢定了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咧嘴一笑 冲着玄武真人喊道 这玄武真人立刻朝着侯王精尊看去 你大爷的 玄武真人低骂一声 只见那侯王精尊收了红色寿粮之后 居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整路出一副贪婪之色 盯着玄武真人 尤其是盯着玄武真人的腰间 仿佛在说 就凭这区区一枚顶级寿粮 就想要将俺勾走 你也太看不起俺了 除非有很多 猴子 你怎么样才能够跟老子离去 这一刻 玄武真人终于明白过来 想要单纯的以寿粮将这灵猴骗走 那是不可能了 这样的灵猴 灵智已经开启了许多 不容易上当受骗 给俺寿粮 侯王精尊直接给玄武真人传音 同时比量了一下手中的红色寿粮 死 玄武真人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更是脱口而出 你绝开了灵智 当这话出口 玄武真人眼中立刻透出一道阴寒的目光 落在了秦晓天的身上 那眼神仿佛要将秦晓天吞噬了一般 要知道只有开启灵智的灵兽才能够与人神念交流 再加上这灵猴与自己交流的十分顺畅 很明显早就开启了灵智 一种被秦晓天吭的感觉 在玄武真人的心中生起 这一刻的玄武真人 恨不得一巴掌直接拍死秦晓天 原本认为稳操胜算的对局 现在看起来 谁输谁赢 还是一个位置 至于秦晓天却魂不在意 反而微微一笑 冲着玄武真人说道 前辈 晚辈也没有说 这灵猴没有开启灵智啊 再说了 你也没有问我啊 好好 你很好 玄武真人口中连说了三个好字 一股灵力的杀机立刻笼罩了秦晓天 仿佛玄武真人要对秦晓天下杀手一般 下一刻 那猴王金尊手持玄铁棍 直接挡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这让玄武真人一愣 没有想到 在其眼中不过是畜生的灵猴 居然会自行护主 一时间 这猴王金尊让玄武真人十分的喜爱 那对秦晓天的杀机也消散了许多 只有你这样的灵兽 才配得上我 来吧 投入我的怀抱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样的主人才更适合你 话音落地 玄武真人居然朝着猴王金尊走去 一股原因后期独有的威压 立刻从玄武真人的身上散发而出 朝着猴王金尊和秦晓天碾压而去 呲呲呲 然而 猴王金尊却是冲着玄武真人一阵呲牙咧嘴 手中的玄铁棍更是狠狠地砸出 带着一股呼呼的风声 哼 玄武真人看到 立刻冷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就算这灵猴是铸鸡漆 已经开启了灵制 可终究是一个畜生 一个畜生 也敢对自己呲牙咧嘴 凶相毕露 简直就是找死 不 在这冷哼之下 一股惊人的力量 居然从玄武真人的鼻子之中哼出 形成一道气浪 直接将猴王金尊的玄铁棍荡开 咻咻咻 荡 不但如此 在这巨大的震荡力量之下 猴王金尊手中的玄铁棍 居然没有抓住 直接脱手飞出 在半空划了几个圆弧 最后落在了地上 哼 就凭你 也敢对本尊出手 玄武真人冷哼一声 冲着猴王金尊喊了一声 就在此刻 秦小天伸手将猴王金尊拉到了身后 前辈 何必跟一只猴子在这里生气 大家可都在周围看着呢 秦小天目光一扫周围 对着玄武真人说道 玄武真人眉头一蹴 随着秦小天的目光扫去 果然 在这周围聚集了十几个人 正露出惊讶之色盯着自己 哼 一群小辈而已 大不了一掌拍死 玄武真人冷哼一声道 那灵力的目光 更是扫向了那看热闹的十几个人 吓得那十几个人身躯一颤 匆匆离去 前辈 这样就不好了吧 毕竟我们只是对局 输赢无所谓 可是您堂堂灵寿宗的 一位太上长老 连累名声 可是要被天下人赤笑的 小辈 休要以名声来拖累老子 老子在乎那些吗 玄武真人低贺一声 虽然如此说 不过那杀鸡却是削减了许多 反而露出一副思索之色 盯着侯王精尊 临后 本尊赐你金丹七修为 你可愿跟本尊离去 这玄武真人居然抛出了重磅炸弹 甚至翻手之间 手中出现了一枚上品的一员太清丹 不但如此 另外一手再次一番 树莓极品的寿粮再次出现 只要跟着本尊 本尊保你吃香喝辣的 修为蹭蹭的往上窜 切 当玄武真人话音落地之时 侯王精尊居然嘲讽了玄武真人 这让玄武真人惊呆了 满脸都是诧异之色 自己居然被一只猴子嘲讽了 自己居然被一只猴子鄙视了 我去你大爷的 老鬼 你这玩意放在手里面 谁愿意跟你走啊 不给本王一些甜头 你认为本王会跟你这样一个 没有前途的人混仙见吗 嘿 就在此刻 侯王精尊的声音 传入了玄武真人的耳朵 这让玄武真人彻底的傻眼了 面前的这个到底是猴子还是人 自己怎么觉得这个猴子 比人还精明呢 不会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吧 哼 这都是谁教你的 不会是这个小辈吧 你猜 我猜你大爷 玄武真人是真的怒了 直接抬起手 就要一巴掌拍下去 前辈是认输了吗 若是认输了 晚辈就指望 你给神武宗解开矛盾了 就在这时 秦晓天立刻呼喊一声 那玄武真人眉头一蹴 这才想起来双方还有对局存在呢 甚至自己还发出了天道誓言 该死的 老子上当了 玄武真人心中低喝一声 真的想一巴掌 直接拍死这个该死的秦晓天 没有想到自己终日打雁 今日居然一只厨雁给啄了 可惜玄武真人哪里知道 他面前的是一只老雁 还是一只很老很老的老雁 跟秦晓天斗 真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好好好 若是这次还不成功 老子认说 玄武真人怒喝一声 跟着伸手一番 一股惊人的灵力 瞬间从其手中散发而出 只见一枚拳头大小 灵气充足 色泽鲜红的果实 呈现在了玄武真人的手掌之中 这是兽源果 秦晓天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痛恨之色 就是那侯王金尊 也是满脸的贪婪 舌头不断地舔着嘴唇 伸手慢慢地朝着玄武真人走去 玄武真人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这一次 他可是下了血本 这兽源果 可是灵兽最喜欢的一种果实 世间罕见 对灵兽拥有奇效 只要灵兽吃了兽源果 便可以增加灵兽的兽源三百年 可以说 这兽源果对于许多灵兽 都拥有极大的诱惑力 这一刻 玄武真人露出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只要这侯王金尊吃了自己的兽源果 那必然要听自己的指挥 身为灵兽宗的人 尤其是太上长老 他们的食物 岂是灵兽可以乱吃的 很快 侯王金尊满脸贪婪地 来到了玄武真人的面前 跟着伸手将那兽源果抓起 就要往嘴中塞 吃吧 吃吧 吃了兽源果 你就是老子的灵兽了 玄武真人看到 心中很是激动 那自傲的神色 更是展露无遗 甚至用一副胜利者的神色 邪逆秦晓天 然而 就在玄武真人认为自己 稳操胜算之时 那侯王金尊 抓着兽源果 掉头就逃 甚至嘴巴里面 还冲着秦晓天喊着 主人 东西终于坑到手了 我们快走 傻眼了 彻底的傻眼了 侯王金尊的呼喊声 让玄武真人的脑袋 直接荡击了 脑海之中一片空白 就算是进物之时 也没有这样空白 咋样 我说啥了 只要大哥跟人对局 保证要把对方坑傻眼了 就在这玄武真人脑袋荡击 一片空白的时候 金胖子的声音 传入了妖月和北斗的耳中 这段时间 三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 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我就静静地 看着你装十三 最后被撂倒 老祖威武 小祖宗霸气 妖月立刻欢呼一声 他跟了秦晓天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知道 秦晓天喜欢阴人 可是这种并不见血的阴人 妖月还是第一次见到 北斗更不用说了 那玄武真人是啥样子 北斗就是啥样子 整个人都傻眼了 要知道 玄武真人 可是元音七后的老怪 随便一口唾沫 就能将他们四个人给淹死了 是 秦晓天神念强大 可以禁锢元音七 大圆满一下的元音七老怪 可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坑人 北斗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 秦晓天做到了 不但明目张胆的坑人 更是将这元音七老怪 坑得傻掉了 噗 蹭蹭蹭蹭 果然 这玄武真人 此刻一口气没有上来 直接被气得喷出一道烟红的鲜血 那身体更是晃了几晃 脚下明显不稳 连连退了数步 才稳住身形 小贝 你好婴啊 玄武真人怒吼一声 满嘴的鲜血 顺着嘴角 滴落在了胸口的白袍之上 将胸前都给染红了 前辈别生气啊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输了也就输了 只要活着 以后还会搞到手的 你若是被气死了 晚辈跟沈武宗的误会 可就真的解不开了呀 噗 听到秦晓天的话 玄武真人再次喷出一道烟红的鲜血 整个人都变得萎靡起来 就是那面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不但如此 秦晓天发现 玄武真人喷出的这口鲜血之中 居然带着一丝金色的血液 这让秦晓天心中一凸 前辈 别生气了 你连圆阴金血都喷出来了 这要是伤了圆阴 你连圆阴气都保不住了 噗 玄武真人听到此话 再次喷出一道鲜血 那金色的鲜血更多 甚至在这一口鲜血喷出之后 玄武真人的气息变得浮动起来 啊 前辈 你的胸要跌落了 噗 秦晓天没有给玄武真人 任何喘息的机会 口中再次呼喊一声 气得那玄武真人 喷出了第四口鲜血 这一口鲜血 里面足有一半是金色的 很明显 这玄武真人的原因 已经受到了重创 完了完了 前辈的原因要爆炸了 一时间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 口中低音一声 仿佛这玄武真人 已经彻底没救了一般 小辈 老子杀 扑 这玄武真人彻底的震怒了 抬起手掌 直接运弓 就要拍死秦晓天 可是 这玄武真人也不看看 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 原因都要爆了 居然还要强行运弓 这不是找死吗 这不 第五口鲜血再次喷出 那大部分都是金色的血液 可见那原因 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害 哎 前辈 何必呢 何苦呢 都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 还要强行运弓 你算是设底没救了 爆了就爆了吧 大不了我再去找别的原因老怪 秦晓天露出一副惋惜之色 那玄武真人身躯剧烈的晃动 脚下再次不稳 蹭蹭蹭蹭蹭 玄武真人脚下接连退出了十数步 终于稳住了身形 那面如金纸的脸上露出一副惊獰之色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惊人的杀机 前辈 千万不要动怒了 要不然你的原因真的要爆了 一旦原因爆了 那你也就陨落了 看到玄武真人惊獰的样子 感受玄武真人对自己充满的杀机 秦晓天再次呼喊一声 甚至脚下一点 还冲向了玄武真人 玄武真人哪里受得了秦晓天如此挑衅 满脸猙獰的咬牙切齿的喊道 小辈 我 要 你 死 玄武真人从满是鲜血的牙缝之中 一字一顿挤出了这么几个字来 那落下的手掌再次抬起 运弓就要击杀秦晓天 破 玄武真人强行运弓 口中再次喷出一口鲜血来 那身体虽然晃动不已 可还是朝着秦晓天狠狠地拍出了一掌 可就在这手掌还没有拍出之时 秦晓天却是冲到了玄武真人的面前 再次大喊一声 前辈 要不我将兽元果还给你吧 秦晓天说着 伸手一翻 那兽元果直接呈现在了手掌心 落入了玄武真人的眼底 还有兽良 低级的到极品的都还给你 只要你别死了 秦晓天不说不做还好 可是这一说一做 再次牵动了玄武真人心中的内伤 那拍出的手掌蕴含的力量 瞬间化于无形 不不不不不 一时间 玄武真人口中喷出了第六口鲜血 而这一口鲜血已经满是金色 甚至在喷出这口金色血液时 他的体内立刻传来一阵暴烈的声音 啊 玄武真人双目一瞪满脸的不甘之色 那手掌定额在了半空 那身体更是逐渐的变软 噗通 这玄武真人一头栽倒在地 整个人都没有了声息 金胖子看到 立刻冲到了玄武真人的身边 一探脉搏 一时间 金胖子露出一副崇拜的眼神 盯着秦晓天 就是那妖月和北斗二人也是冲了过来 探索了一下这玄武真人的脉搏 当感受到这玄武真人的脉搏 没有丝毫跳动 甚至那身体逐渐变得冰凉 就连神魂和元英都已经覆灭的时候 妖月和北斗二人彻底的被秦晓天给征服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晓天坑坑人而已 最后居然叫人直接给坑死了 一时间 妖月和北斗露出震惊和崇拜的眼神 盯着秦晓天 尤其是那妖月更是振臂高呼 老祖万岁 老祖无敌 老祖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这元英后期的老怪 居然活生生被你给气死了 元英后期的老怪 被自己活生生的给气死了 秦晓天听到妖月的呼喊声 嘴角微微一翘 扫了一眼玄武真人的身体 眼中尽是不屑之色 怎么可能 别说是元英期的老怪 就是金丹七 筑基七的人 也不能够被活生生的给气死 妖怪 只能怪这玄武真人不开眼 惹到了秦晓天这尊大仙 不但是大仙 还是仙界三十三重天外 最强的一位准至尊 若是这玄武真人 安安分分的与秦晓天对局也就罢了 坏就坏在这个玄武真人动了杀心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这玄武真人对自己动了杀心 自己岂会放过他 凡是对自己抱有杀心的人 都要死 不要怪秦晓天心焚手辣 怪就怪秦晓天 曾经经历过痛苦的事情 这让秦晓天认知到 凡是牵扯自身利益的事情 身边都没有好人存在 至于这玄武真人 在动了杀心之时 秦晓天却是将琪琪的吐血了 但是这并不能被气死 然而在秦晓天的推波助澜之下 这玄武真人 才被秦晓天用强大的神念 镇压了原因 最后才原因暴力而亡 收拾一下 我们走了 毕竟这里是极光老人的府邸 其他人都已经进入深处了 秦晓天说着 抬手就是一团火焰 直接将这玄武真人毁尸灭迹 金胖子 这才受了玄武真人的物品 交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并没有分给金胖子等人 因为这玄武真人 是灵兽宗的太上长老 不说其靠山如何 就说 这灵兽宗的玉兽之道 就很让秦晓天动心 虽然只是接过的瞬间 秦晓天已经发现 玄武真人的储物戒指里面 除了玉兽的物品 其他物品并不多 老左 以后你就是我的天 有了你 我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光明 从此刻起 哪怕是我妖月死在你的手中 我妖月也不会有丝毫的疑虑 妖月立刻露出崇敬之色 来到秦晓天身边 向秦晓天表忠心 行了 以后跟着大哥 保准你吃香喝辣的 表忠心就算了 要看你实际行动 听到妖月表忠心 一旁的金胖子 则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妖月喊道 跟着就与秦晓天 朝着极光府地的深处而去 妖月看了一眼秦晓天的背影 眼中满是崇拜之色 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至于北斗 则是露出沉思之色 他一开始跟着秦晓天 是因为被秦晓天收服 后来被秦晓天折服 随着时间逐渐变长 北斗也对秦晓天 有了很大的了解 也想着跟秦晓天 一路走下去 可就在刚才 北斗却是发现 秦晓天仿佛太高远了 根本不是自己能够 触手可及的存在 所以北斗在沉思 沉思自己以后的路 该如何走 北斗 你想什么呢 赶紧跟上啊 妖月看到北斗没有跟上来 立刻喊了一声 北斗立刻跟上 不过却是看到秦晓天 投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眼神 这让北斗心中一凸 放心 你有你的路 我有我的路 不需要一直跟上我的步伐 因为这世上 没有人能够跟上我的步伐 就在北斗心中突突的时候 秦晓天声音传入了北斗的脑海 这让北斗神色一愣 跟着点了点头 很快 秦晓天四人便看到了 正在争夺的身影 听到了厮杀的声音 更是看到了遍地的尸体 大哥 要不我们走吧 这里原因期的老怪太多了 虽然没有看到 原因期老怪的身影 可是这些原因老怪留下的气息 却是十分的害人 金胖子感受到 立刻开口询问秦晓天 怕什么 老祖都没有说离开 自然有老祖的道理 你一个小跟班急什么 妖月终于找到机会 奉承秦晓天 顺便还打击了一下金胖子 这让妖月心情十分舒畅 这段时间 自己一直被金胖子欺压 心情十分郁闷 哼 傻圈 金胖子冷哼一声道 跟着不再搭理妖月 妖月更是耀武扬威 不断地挑衅金胖子 一时间 二人骂骂咧咧 朝着里面走去 老祖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留在蒙异城 做玄天宗的奋斗 北斗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这人没有太大的野心 只要能够恢复往日的荣光 便是了 依你 有时间 我帮你拿下蒙异城 秦晓天应了一声 北斗心中亥然 没有想到 拿下蒙异城居然 这么被秦晓天说了出来 多谢老祖 北斗立刻感激到 跟着与秦晓天一路深入 终于穿过了祭出争夺激烈的地方 来到了一群人的身后 哼 这里面必然有重宝 竟然有重宝 而且是大家一起发现的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难道就因为你们是向城的人吗 秦晓天四人刚刚来到了这里 耳中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更有人大喊一声 话语之中明显带着一封怒意 对啊 凭什么这里 只有你们向城能够占领 难道我们蒙异城和陶丘 就没有资格吗 你们向城太霸道了 我们不服 众人立刻一阵叫嚣 很明显 这向城的人应该很强大 所以压制了陶丘和蒙异 两座城市的修士 所以才会引起了两城修士的不满 此刻正在对峙着 哼 这时 一道冷哼声传来 一股猿鹰中气的威压 瞬间笼罩了这方天地 让众人的身体猛的一沉 就连呼吸都变气急促起来 刚才谁在那里叫嚣 是你吗 这猿鹰七的老怪出现 那神念立刻锁定了一位金丹后妻的修士 跟着就看到这猿鹰七的老怪伸手一抓 前辈饶命 这人立刻惊呼一声 转身就要逃走 可惜 他哪里是猿鹰七老怪的对手 直接就被对方隔空抓住了脖子拎了起来 噗哧 跟着就看到这猿鹰七老怪伸手一拍 这人直接当空爆裂 化成了一片血雨 洒落在了众人的头顶 这人连神念都没有逃出 就直接生死到消 至于众人 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尤其是那人死去的样子十分凄惨 再加上那那人的血肉 洒落了他们一身 直接让他们惊恐的站立起来 还有谁 这猿鹰七老怪 满脸都是嚣张之色 眼中透出一股自傲之意 冲着在场的数千人喊道 前辈 还有我 找死 听到有人敢回应他的话 这猿鹰七老怪立刻怒吼一声 那神念立刻在数千人当中 肆无忌惮地搜寻起来 前辈 我在这里 我是来投诚的 就在那猿鹰老怪肆无忌惮地搜索的时候 秦晓天立刻从人群之中挤了过去 来到了这猿鹰七老怪的面前 前辈 不要杀我 晚辈是来投诚的 秦晓天再次高呼一声 露出一股恭敬之色 原因七老怪眉头一簇 那神念在秦晓天身上搜索了一阵 这才喃喃了一声 是的前辈 晚辈是来投诚的 从很远的地方 晚辈就被前辈的气质所折服 尤其是那灵力的手段 更是让晚辈心中震撼 所以 晚辈想要投在前辈麾下 为前辈出点力 哪怕是前辈让晚辈用生命去探路 晚辈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秦晓天面带一副真诚之色 话语更是铿锵有力 被说是在场的数千数万的修饰了 就是这原因七老怪听到 也是为之动容 好 既然如此 你就跟着我吧 这原因七的老怪 对于秦晓天的措辞十分满意 一时间面带笑容 拍了拍秦晓天的肩头 让秦晓天跟着自己 前辈 晚辈还有几个朋友 想要一起 前辈 晚辈对前辈的敬仰 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啊 当秦晓天的话音落地 腰月第一个冲出来 对着原因七老怪看到 前辈晚辈今日见您 惊为天人 只有你这样的强者 才配得上天人的称号 金胖子也毫不示弱 同样冲到了 原因七老怪的面前 喊道满脸都是凤城之色 至于那北斗 则是站在人群之中 满脸都是无奈的神色 原本他也是要跟着秦晓天一起的 可是秦晓天没有同意 说什么 自己太诚实 太死板 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不如直接打道回府 跟玄天子等人 好好搞好玄天宗 北斗就那了闷了 什么时候 诚实和死板 变成了原罪 好好都很好 你们跟着老小来吧 那原因七老怪十分的满意 满脸都是高傲的笑容 实在是这三个小家伙的马屁 拍得太香了 多谢前辈 晚辈三人 必定为前辈干脑涂地 死而后已 秦晓天三人再次恭敬一拜 这才被原因七老怪带着 进入了那大门之中 至于北斗 则是摇头叹息 最后只能默默的低头离开了 其实 秦晓天也是无奈之举 很明显 这面前的通道 是唯一进入极光府地的道路 除非不想进去了 否则只能想方法低头进入 当然了 秦晓天也知道 他们三人进入 势必会成为棋子 成为那趟陷阱的存在 不过 秦晓天并不担心 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神念 只要不是太多人 两三个原因七老怪 还不是自己的对手 很快 秦晓天在这原因七老怪的带领下 进入了这唯一的通道 那大门瞬间紧闭 将外面的人全部挡了下来 可以说 秦晓天用头成的办法 坐上了末班车 进入这里 秦晓天发现 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变换着 看似直直的通道 走过去也是直的 但是双脚落地的时候 却是变了 这个极光老人倒也是强悍 可惜这么一个人才了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这里笼罩了一座大阵 不但如此 在这大阵之中 也是存在着幻阵 两种阵法结合在一起 才有了这样的效果 再加上这阵法蕴含九宫八卦之道 更是让这阵法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不过 当这圆阴七老怪 带着秦晓天三人 进入一个岔路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眉头一蹴 这路不对 应该往左走 这圆阴七老怪 带着我们往右走 不是想要坑我们 就是他们真的走错路了 秦晓天立刻给金胖子和妖月传音 二人立刻心领神会 下一刻 秦晓天三人直接掉头就走 冲向了右方 小贝 不能去那里 那里是刀山火海 去了就是死啊 这突然间的变化 让这圆阴七老怪 心中微微一愣 跟着呼喊起来 其实在这圆阴七老怪的心中 还是很喜欢秦晓天三人的 这都多少年 没有人拍过自己的马屁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三个 居然赶着去送死 哎 可惜这三个马屁精了 圆阴七老怪叹息一声 跟着直接朝着右边走去 因为他们的大部队 正在右边 至于秦晓天三人 进入了左边之后 面前确实出现了一片刀山火海 只见漫天的飞刀 在他们进来的那一刻 直接射向了他们 刺刺刺刺刺 一道道尖锐的破空声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无数的飞刀划破了虚空 发出尖锐的声音 要将他们射成刺猬 胖子 金钟罩 秦晓天立刻惊呼一声 下一刻就躲进了金胖子身后 那妖月看到 二话不说 直接躲在了秦晓天的身后 妖月 你大爷的 秦晓天低骂一声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的虎躯一阵 升起了一团足有丈许的金光 那金光将三人笼罩在内 下一刻 那些飞刀直接射来过来 多多多多多 那飞刀直接刺入了金光之中 仿佛射进了墙壁里面一般 直接将那金光射穿 不过 射进了金光之中的飞刀 仿佛遇到了粘稠的液体一般 行动缓慢 最后逐渐停在了金胖子身前半丈的地方 大哥 灵丹 金胖子立刻大喊一声 因为那些飞刀无穷无尽 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而金胖子 催动如此庞大的金钟罩 消耗特别大 秦晓天不敢怠慢 立刻给金胖子拿出了数十枚灵丹 金胖子直接就吞了五颗 看得腰月连连则舌 直呼这金胖子是一个妖怪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胖子 走 可是 这飞刀无穷无尽 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秦晓天只能让金胖子 撑着金钟罩 不断的前行 这也多亏了是金胖子 拥有吞天神体 吞福灵丹 恢复的速度才会这么快 否则 就算是原因七老怪进来 那也是死路一条 难怪那刚才的原因老怪 不让自己三人进来 感情这里真的是凶险之地 叱叱叱叱叱 多多多多 那飞刀不断地射入金胖子的金钟罩 金胖子也一步一步 带着秦晓天和妖月前行 时常身躯一抖 就掉落一大堆飞刀 渐渐的 一行三人居然通过了飞刀的区域 来到了一片火海之上 这火海的温度极高 从地底冒出 仿佛要吞噬一切似的 秦晓天不敢大意 让金胖子停下 站在了这火海的区域之上 按理说 正确的道路是这里 可是这里为什么会如此恐怖 秦晓天的神魂是准至尊 这点小把戏 岂能看不出来 心中喃喃一声的时间 眼睛便是一亮 乖乖 这是要让我们从后面 捅死那些人的节奏啊 背后痛死人的节奏 金胖子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嘴角微微一翘 大哥 你又要坑人了 秦晓天却是摇了摇头道 不是我要坑人 而是这个极光老人要坑人 还是要坑死人的节奏 秦晓天话音落地 一步迈出 直接就踏进了这火海之中 吓得金胖子和妖月连脸惊呼 大哥 你做什么 老祖 你不要想不开啊 你死了 我们都得死啊 然而 当秦晓天安然无恙地 站在那火海之中的时候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瞠目结舌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之色 怎么会这样 老祖你没被烧死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同时惊呼一声 不过 看到秦晓天杀人一般的眼神 今年胖子和妖月二人脖子一缩 瞬间就冲到了秦晓天的身边 老祖 我们来陪你 大不了一起死 同时高呼一声 满脸都是忠义之色 仿佛不陪着秦晓天一起死去 就不是他们了一般 这是 不过 当二人踏入了这火海之中 却是发现 眼前的景象斗转星移 那火海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条青色石子扑舍的小路 这青色小路蜿蜒齐驱 直通深处 那深处居然有一座茅草屋 那茅草屋的周围 长满了花花草草 虽然距离很远 足有数万丈 可是金胖子眼间 看到那花花草草 双瞳猛的一缩 脸上露出了一副惊喜之色 乖乖龙地动 胖爷 我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片药园吗 天哪 那蓝色的花朵 不会是星空草吧 胖爷还是第一次 见到开花的星空草 要知道 星空草开花 可是需要五千年啊 我去 简直亮瞎胖爷的24K太惊艳 那一丈高的是什么 不会是真灵草吧 胖爷见过几百年的真灵草 不过才半尺 完了完了 胖爷这小心脏啊 坚持不住了 大哥 扶我 金胖子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那心脏的位置 不断地穿里 阿咚咚咚的心跳声 仿佛在雷鼓一般 用秦小天的话来说 那是有万头草泥马在奔腾啊 哈哈 胖爷今后饿不死了 金胖子在震撼过后 高呼一声 脚下一点 就要扑过去 可是却被秦小天的一句话 一把给搂了回来 想死你就去 是 一阵急刹车的声音传来 一阵白烟在金胖子脚下冒出 金胖子这一个急停 脚底板断磨破了 大哥 你没有后背捅死别人 你就先把 我给坑死了 金胖子苦着脸道 跟着回到了秦小天的身边 可怜巴巴的望着秦小天 倒是一旁的妖月 露出一副嘲讽之色 无嘴偷笑呢 此地就算不是极光老人的府邸 恐怕也是他栽种灵药的地方 秦小天没有搭理金胖子 口中只是喃喃一声 可是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一旁的金胖子和妖月 再次惊呆了 啥玩意 金胖子和妖月终于明白 为什么秦小天非要说 这是要让自己 在人背后捅刀的节奏了 这里若真是极光老人的府邸 自己随便出现在他们背后就是一刀 那些原因老怪 还玩个屁啊 用达叔的话来说 直接就升天了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 都露出了激动和期待之色 他们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在背后捅刀 大哥 想啥呢 走啊 金胖子看到秦小天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一副催促之色 就是妖月也一直用手指 在捅着秦小天的后腰 此地是绝地 秦小天没有搭理他们 口中依然在喃喃着 同时那双手不断地在演化着什么 金胖子和妖月看到 立刻闭嘴不言 坤六段西南八地 上天无门入地声 不但如此 秦小天双手演化的时候 口中还在说着一些什么 金胖子和妖月是听不懂 只能干着急 哈哈 好一个极光小儿 居然伸诸阵法一道 若是本尊没有猜错 恐怕你这极光小儿 并没有真的死去 而是躲在地下吧 秦小天突然间的大笑和话语 直接让金胖子和妖月傻眼了 傻玩意 极光老人还没有死去 躲在地下呢 大哥 极光老人没有死去 金胖子和妖月露出一副惊骇之色喊道 若是极光老人没有死去 那死去的可就是他们了 没死跟死去也差不多了 若是本尊没有猜错 这里应该就是极光小儿的府邸了 而这片药园 便是他俩已生存的根本 秦小天应了一声 这才看向了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只不过 二人依然是满脸的疑惑之色 算了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 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 这里便是极光小儿的住处 也是这座洞府的控制中枢 老左 这话 我听明白了 就是我们占据这里之后 便可以在背后捅刀了吧 妖月脸上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冲着秦小天问道 一旁的金胖子 也是露出了激动的样子 毕竟背后捅刀的事情 他最愿意做了 走吧 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跟紧我的步伐 不要破坏这里的一切 尤其是你 秦小天说着 看了一眼金胖子 金胖子大炯 望着那些动辄 就是几千年的灵药 眼中透出一丝失望之色 大哥 我都穷了 进去再说吧 秦小天听到金胖子的话 心中也知道 金胖子需要的灵力太多了 目前所得 就算是全部换成灵丹 恐怕也只够金胖子吃个三五年的 很快 秦小天带着金胖子和妖月 进入了这片大阵 很容易 秦小天就破解了阵法 进入了那茅草屋面前 不过 秦小天并没有破坏阵法 这阵法依然完好如初 而来到了这茅草屋的面前 秦小天也终于断定 这里便是整个极光府邸的中枢地区 老祖 我去探落 这时 妖月为了表忠心 立刻高呼一声 就要推开木门 进入茅草屋 秦小天看到 立刻阻止 可惜 为时已晚 该死 快撤 秦小天惊呼一声 金胖子速度极快 拉着秦小天 就朝着后方退去 恰好这时 妖月直接伸手推开了那木门 一道巨大的身影 瞬间就冲向了妖月 死 老祖救命啊 碰 妖月的话音刚刚落地 那冲出来的身影 直接一脚踹在了妖月的屁股上面 一股恐怖的力量 传遍了妖月的全身 扑痴 一道烟红的鲜血 从妖月的口中喷出 虽然这一脚踹在妖月的屁股上 可是那恐怖的力量 却是震伤了妖月的五脏六腑 老祖 救 妖月直接扑倒在地 想要再次呼救 可是眼前一黑 直接晕死过去 死 秦小天看到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他没有想到 这傀儡的力量居然这么大 一脚就将妖月给踹晕了 没错 这是一具傀儡 一具全身都是赤色的傀儡 这傀儡炼制的并不是很精致 甚至有一些粗糙 可是 秦小天知道 这傀儡绝对不简单 毕竟一脚能够震晕晶丹七的妖月 最起码这一脚 也拥有晶丹七大圆满的威力 晶丹七大圆满的傀儡 胖子 你上 退 就在秦小天让金胖子出手的时候 从这傀儡的口中 居然传来了一道鹤退的声音 这让秦小天心中微微一惊 不过 秦小天的话 对于金胖子来说 那就是圣旨 金胖子从来没有质疑过秦小天的话 这一次也不例外 嗡 金胖子的身上传来一道嗡鸣声 直接将金钟赵崔发到了极致 跟着就看到 金胖子全身金光大放 冲到了那傀儡的身边 狠狠地砸出一剑 胖子 不要摧毁他 秦小天却是再次呼喊一声 金胖子手中的重剑微微一偏 直接砸入了大地之中 顿时间 泥土飞溅 砰 不过 金胖子留手 没有砸到这傀儡 这傀儡 却是一脚踹在了金胖子的肚子上 将金胖子踹得直接倒飞而去 大哥 你可坑死我了 金胖子满脸苦涩地喊道 虽然这一脚没有踹伤自己 可是自己的面子丢了呀 那妖月正趴在地上偷笑呢 死妖月 你要是再装晕 信不信胖爷下一剑 就是劈在你身上 哼 怎么回事 我怎么晕了 妖月听到金胖子的话 终于坐起来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在那里喃喃自语 其实 妖月确实被揣晕了 不过刚好醒了过来 看到了金胖子吃饼而已 快速疗伤 待会还有一场应战要打 此刻的秦小天 却是喊了一声 妖月立刻寄出一枚灵丹吞服 开始疗伤 因为秦小天说的话 都灵验了 妖月不敢拖大 大哥 怎么回事 金胖子此刻却是喊道 不过是一只金丹七大圆满的傀儡而已 难道他们三的还对付不了吗 我的神念对傀儡无效 死 金胖子听到秦小天的话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更是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秦小天的神念对傀儡无效 那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后面可能还有更加强大的傀儡 原因七 金胖子虎躯猛的一颤 脸上凝重之色 变成了惊骇 大哥 要不我们撤吧 不怕 这些傀儡只是在力量上堪比金丹七大圆满而已 并没有任何道法手段 只要抗住他们的攻击 我们就死不了 我去 那胖爷我岂不是成了活靶子 这一刻 金胖子终于明白过来 感情自己只是活靶子 挨揍的活靶子 废话真多 这时 妖月疗伤之后 立刻嘀喝一声 跟着就看到妖月脚下一点 冲向了那金丹七大圆满的傀儡 这个世上 除了老祖和小祖宗之外 没有人敢踢妖月的屁股 你这是找死 对 就在妖月冲上去的时候 那白色的傀儡 再次嘀喝一声 跟着一脚踹出 那位置刚好是妖月要落脚的地方 乖乖 这么强 金胖子看到 立刻呼喊一声 更是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仿佛不敢去看妖月被虐一般 碰 啵 果然 这一脚重重的踹在了妖月的肚子上 将妖月踹飞了不说 更是再次踹的吐血 你大 妖月更是怒火攻心 一口气没有上来 再次晕死过去 唉 无用 金胖子叹息一声道 就是秦晓天也露出一副无奈的神色 算了 毁了这句傀儡吧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不舍之色 这傀儡建造的好不错 若是自己能够将其镇压 将会得到不小的助力 别看秦晓天曾经身为准先尊 可是也有许多不是秦晓天能够知道的事情 好比如这傀儡知道 秦晓天就不知道如何炼制 当然了 之前身为准先尊 还没有死去的秦晓天 需要知道炼制方法了 下一刻 秦晓天也是祭出了永恒卢盖 朝着那傀儡直接杀了过去 金胖子提出重剑 配合秦晓天与这傀儡大战起来 当当当 秦晓天和金胖子二人上去就是一阵猛攻 那永恒卢盖和重剑 不断地砸在了这傀儡的身上 咔嚓 咔嚓 终于 这傀儡不堪重负 身上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更是在胸前裂开的地方 跌落了一枚翠绿的灵石 乖乖 居然是极品灵石 金胖子眼疾手快 瞬间就冲到了那极品灵石的旁边 将其抓在了手中 这极品灵石大约全都大小 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然灵气充裕 小心 不过 此刻的秦晓天却是惊呼一声 跟着就看到 从那木门之中冲出一道黑影 这黑影速度极快 顷刻间就冲到了金胖子身边 哇 金胖子也是反应速度极快 身上的金钟罩 立刻催发到了极致 下一刻 那黑影直接撞在了金胖子身上 当 蹭蹭蹭蹭 搜 一道震耳的撞击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脚下连连后退 那黑影也是在撞击之下 倒退了回去 一时间 金胖子的脑袋嗡嗡作响 在这撞击之下 金胖子气血翻腾 胸口更是剧烈的起伏 破 金胖子只感觉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终于忍不住 直接从口中喷了出来 然而 说时迟 那时快 就在金胖子口喷鲜血之时 秦小天直接化成了一道轻影 冲向了那撞击金胖子黑影而去 手中的永恒颅盖 更是狠狠地砸落 伤我小弟 镇压你 秦小天口中低吼一声 这一盖子砸下去 毫无疑问 这黑影也要受挫 搜 碰 哪里知道 这黑影仿佛早就预料到 秦小天会趁机出手一般 那身体还没有落地 居然在半空直接回旋 狠狠地穿过了永恒颅盖 朝着秦小天胸口撞去 死 当 秦小天倒吸一口冷气 手中的永恒颅盖撤回及时 刚好挡在了这黑影的面前 将这黑影给挡了下来 这是什么傀儡 秦小天惊呼一声 一般来说 傀儡十分的笨拙 想要在半空回旋 根本就做不到 然而这只傀儡却是做到了 如何不让秦小天感到惊讶 臭小子 俺老黑什么时候说 自己是傀儡了 该死 这只是活的 金胖子听到这句话 立刻低骂一声 就是秦小天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亚色 目光朝着那黑影瞅去 一只黑狗 金胖子脱口而出 当看到这黑影 居然是一只黑狗的时候 金胖子有些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被一只黑狗给虐了 这只黑狗足有六尺 全身都长满了齿许的黑毛 那一双眼睛被遮挡 就连鼻子和嘴巴 也被遮挡了大半 不过 依然能够从这大黑狗的脸上 看到一副高傲之色 尤其是那朦胧的眼神 总是给秦小天 一种嘲讽的感觉 你压的才是黑狗 你全家都是黑狗 你家黑爷乃是麒麟 扑 你家麒麟长这样子 你要是麒麟 你家胖爷就是先帝 你家大哥就是先尊 金胖子听到这黑狗的话 差点喷了 那大笑的声音 直接将晕死过去的妖月 都给惊醒 尤其是妖月听到金胖子的话 一个礼于打挺 直接跃起 冲着金胖子和秦小天喊道 麒麟 哪里有麒麟 妖爷还没有见过麒麟呢 倒是秦小天 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金胖子 眼底深处透出一丝笑意 这个胖子 胡说的时候还真的挺准 只不过 你家大哥 我不是先尊 而是准至尊 秦小天心中喊道一声 不过 秦小天恐怕永远也想不到 今日金胖子说出的一句玩笑话 在未来的某一天 真的成真了 你压黑爷就是麒麟之身 那大黑狗 立刻呲牙咧嘴 露出一股凶相 冲着妖月怒喝一声 嘿 一只破狗 也敢对妖爷露出凶悍之相 信不信妖爷直接把你给烤了 妖月露出一副凶相 冲着那大黑狗喊道 同时手中出现了一团火焰 仿佛真的要把大黑狗给烧烤了一般 退下 这时 秦小天却是喊了一声 喝退了妖月 这才看向了大黑狗 这位道友 我们想要进入木屋 继承这极光釜底 可否行个方便 到时候 我们继承了极光釜底 你也可以自由了 秦小天在这大黑狗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仿佛这大黑狗 真的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一般 乃是一只神兽麒麟 而且 金胖子和妖月没有注意到 这大黑狗乃是口吐人言 要知道 寻常的妖兽 需要达到金丹七 才能够逐渐的口吐人言 这还需要灵性高的妖兽 比如侯王金尊 只要突破金丹七 必定会口吐人言 若是遇到灵性低的 别说是金丹七 就是原因七 甚至是更高的境界 恐怕都不会口吐人言 这大黑狗 居然可以口吐人言 恐怕不是灵性十足的妖兽 就是修为极高 或许 真的如同这大黑狗 自己说的一般 是神兽麒麟 可惜 自己的神魂被封印了起来 否则看透 这大黑狗的本质 还是不在话下 小子 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认为黑夜不知道吗 你不就是想要骗过黑夜之后 再将黑夜丢弃吗 这 秦小天听到大黑狗的话 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自己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了 这个大黑狗 心里有点太黑暗了吧 除非你答应 黑夜一件事情 那黑夜就答应你 放你们进去 如若不然 黑夜将那些原因期的小家伙放出来 你们可别怪黑夜心狠手辣 大黑狗说话间 已经有半个身子 推进了房间之内 仿佛秦小天只要一个不同意 就会将里面的傀儡 都给放出来一般 乖乖 一只大黑狗 居然也会跟人谈条件 这也太八瞎了吧 妖月听到大黑狗威胁的话语 整个人都有些懵圈了 他不知道是这世道变了 还是自己眼瞎了 一只狗也会跟人谈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说吧 秦小天开口道 仿佛这样的事情 司空见惯了一般 让那妖月更是惊讶 心中不住的呐喊 老祖 你为啥要跟一只黑贝谈条件啊 你我之间 签订平等契约 暂时 我要先跟着你 这 秦小天没有想到 这大黑狗 居然跟自己谈的条件是这样的 一时间心中有些纳闷 不知道这大黑狗 到底抱着什么心思 就说 你同不同意吧 大黑狗看到秦小天 露出为难的神色 立刻露出一副 呲牙咧嘴的样子 仿佛秦小天不同意 直接就要让房间内的 那些傀儡出手一般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秦小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一位准至尊转生的人 居然被一只大黑狗给威胁了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还怎么做人 臭小子 别说黑爷没有给你机会 也别说黑爷以大欺小 黑爷给你三夕时间思考 要不然 黑爷以大欺小的话传了出去 你家黑爷还怎么做狗 你大爷的 秦小天心中低骂一声 这大黑狗明显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故意用这话来挤兑自己呢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别后悔 因为跟了我的人 只有被我折服的 没有自动从我身边离开的 因为我 就是你最大的造化 我去 臭小子 你还挺能吹 你家黑爷还真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能够留住你家黑爷 一时间 秦小天与这大黑狗 缔结了平等契约 当这契约的力量生效的时候 秦小天和大黑狗的嘴巴 都微微翘起 露出一副奸济得逞的样子 你居然赢我 该死 上了你的当了 这一刻 秦小天和大黑狗同时出口 喊出了几乎同样的话语来 从一开始 秦小天就知道 这大黑狗不简单 因为这大黑狗能够口吐人言 当时秦小天就想要坑一把这个大黑狗 通过接触 这大黑狗居然说出了地结誓约的话 更是让秦小天认定 这大黑狗不同寻常 这更加坚定了要坑大黑狗的决心 而这大黑狗 从秦小天进入的那一刻 就从秦小天的身上 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尤其是在其感知之下 秦小天的神魂 居然让他有了一丝战力的感觉 所以 这大黑狗也是从一开始 就打算跟着秦小天混 因为自己可是先受麒麟 能够让自己都感到战力的神魂 那最起码都是先帝 因此 大黑狗从一开始 就在设计 怎么让秦小天能够收了自己 然后自己还不需要出宫出力 可是 秦小天和大黑狗 都是万万没有想到 二人居然算计到了一起 奸诈的一个人 奸诈的一条狗 一时间 二人再次脱口出 跟着二人愣神的片刻 一切静在不言中 小黑 还等什么 带着我去找那极光小儿的神魂吧 当秦小天这句话想起的时候 大黑狗猛的一甩满头的长发 露出了一副狠狠的神色 果然 你的奸诈比我到高一筹 小黑 你特么的真黑啊 当秦小天被大黑狗带到了这木屋之中 看到眼前足有两只无法移动 处于半报废的傀儡时 秦小天脱口而出 大黑狗则是咧嘴一笑道 若是这傀儡有动力源 黑爷我还需要跟你们废话吗 直接让这两只傀儡弄死你们了 是的 秦小天看到这两具傀儡 心中着实一惊 因为这傀儡跟自己猜测的一般无二 一具乃是原因期 另外一具则是出窍期 若是这两具傀儡拥有动力源 他们三人真的要被这傀儡拍扁了 到时候 别提什么收服大黑狗 占据极光釜地了 逃走那是最好的结局 小黑 这两具傀儡用的不是极品灵石吗 看到这两具傀儡 秦小天心中甚是喜欢 只要有动力源 这两具傀儡用来因人再好不过了 重生之前 秦小天绝对不是这样长于算计的人 可是在那几位仇人联手杀了秦小天之后 秦小天的心境就发生了变化 若是极品灵石 还有你们什么事 他们的动力源是一种叫做墨金的东西 有了这墨金 再配上极品灵石才能够驱动他们 小黑 你知道的可真多啊 凭你的本事 你怎么就甘心在极光小儿的手下当差呢 秦小天咧嘴一笑道 这话让大飞狗十分的不爽 很明显 秦小天就是在说 它是极光小儿的看门狗 臭小子 你还是仙人了 怎么就甘愿在这里带着两个傻缺呢 这 秦小天顿时间哑口无言 是啊 就算本事再大 那也是前世的事情了 自己现在不也是在委屈求全吗 行了 赶紧接收极光小儿的府邸 我们好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黑夜这辈子都不想再回来了 大黑狗露出一副不厌烦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仿佛这个地方 真的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伤痛一般 秦小天这才在这草屋之中搜寻起来 只见这草屋里面 除了两具傀儡 就是一桌一以一目踏 除此之外 就是一盏油灯了 小黑 那极光小儿的神魂呢 不会在这油灯里面吧 秦小天扫了油灯一眼 跟着对大黑狗喊道 那大黑狗 却是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谁知道在不在 或许那极光小儿的神魂 被我吃了也不一定 唉 听到大黑狗的话 秦小天叹息一声 这才露出一副轻蔑的神色 望着大黑狗 极光小儿 你说你何必呢 又何苦呢 为了存活 居然夺舍一条大黑狗 人做到你这份上 还不如死了算了 漠然间 秦小天喊出了这样一句话来 这让那大黑狗神色一愣 眼底深处透出一丝惊骇之意 不过却很快掩饰 臭小子 真不知道你说什么 黑爷乃是先受麒麟 大哥 一切都不知妥当了 就在此刻 外面传来金胖子的呼喊声 哈哈 好一个先受麒麟 没错 这小黑确实是一只麒麟种 只可惜 被你这为了存活 而不择手段的奸人夺舍 秦小天大笑一声 脸上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反而伸手一挥 嗡的一声 一片光雾 直接笼罩了这种茅草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居然布下了封印大阵 若是你不想与我签订是约 那我们可以解除 大不了 黑爷自己离开就是了 感受到这草屋被封印大阵笼罩 大黑狗立刻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但是依然充满了疑惑的眼神 望着秦小天问道 哈哈 极光小儿 演 继续演 你真以为本尊不知道 你已经夺舍了这仙兽麒麟种吗 区区一名化灵器的半仙 也敢在本尊面前演戏 你还真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呀 秦小天再次大笑一声 跟着双手掐出道道法绝 立刻 在其面前呈现出了一幅明镜一般的图案 这图案出现 立刻射出一道光芒 直接照耀在了大黑狗的身上 下一刻 一道苍老的身影 从这大黑狗的身上显化而出 从一开始 秦小天就感受到 这大黑狗的神魂不对 稍微思索之后 立刻明白 这大黑狗被极光老人给夺射了 所以 秦小天并没有让金胖子和妖月进来 而是让二人布置了一座封印大阵 死 小子 你找死 极光老人看到自己无法隐瞒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愤怒神色 眼中更是透出一股杀机 哈哈 极光小儿 你真的认为你 还有能力 逃出本尊的手掌心吗 秦小天大笑一声 虎曲轻轻一震 同样一道身影显化而出 从这身影之上 散发出一股不可匹敌的气息 这身影 正是秦小天的本尊神魂 虽然只是元音七大圆满的神魂 可是极光老人 面色却是大变 死 你到底是谁 极光老人面露惊恐之色 那身躯轻轻的颤抖 脚下更是不断的后退 从这身影之上 极光老人感受到了一股 僻逆天下之威 仿佛这身影久居高位 掌控一切 是那不可匹敌之人 本尊秦帝 秦小天没有隐瞒这极光老人 直接喊了一声 爆出了自己的家门 秦帝 极光老人露出一副亥然之色 跟着那身躯再次一颤 神魂都差点崩溃了 先 先 先殿 极光老人口中喃喃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甚至在心中惊恐之色 居然从那先兽麒麟种的 尸海之中脱离 好好好 极光老人 那命来 这先兽麒麟种 脱离了极光老人的镇压 居然没有死去 反而口中发出一道道 惊人的嘶吼 就要冲向极光老人的神魂 将其撕碎 是 炸 就在那先兽麒麟种 要撕碎极光老人的神魂时 秦小天口中 立刻发出一道镇压之音 那先兽麒麟种 立刻被镇压在地 哼 在本地面前 也敢行凶 别以为本地解救你出来 就不能再杀了你 秦小天冷哼一声 那先兽麒麟种身躯一颤 立刻匍匐在地 那身躯在微微的颤抖 就连那刚被解救出来的神魂 都在颤抖 那被震惊当场 差点魂飞魄散的极光老人 这才缓过神来 脸上露出一副敬畏之色 身躯更是颤抖不已 朝着秦小天恭敬一拜 晚辈极光 拜见秦帝 就在极光老人 跪拜秦小天之时 秦小天双手掐绝 朝着极光老人 神魂的眉心一点 极光老人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之色 极光老人已经知道 自己这辈子 都要受到秦小天的奴役了 因为刚才那一纸 正是一种契约 只要自己稍有歪心 秦小天只要一个念头 自己便会生死到消 放心 遇到本地 是你的造化 将来成仙得到 自然不必说了 秦小天看到 极光老人苦涩的笑容 就知道对方心中想着什么 当其话音落地 极光老人更是匍匐在地 表示自己的忠诚 这时 秦小天的嘴角微微翘起 脸上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冲着极光老人 喊出了一句 让极光老人都惊呆当场的话语来 起来吧 现在 本地要带着你去坑人了 坑人 极光老人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没有想到 这样的话语 居然从堂堂一位先帝的口中说出 虽然极光老人心中 对秦小天这位先帝 抱有怀疑的态度 可是极光老人知道 秦小天真的比自己强大许多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坑人坑习惯了 你就会跟本地一样 喜欢上坑人的这种感觉 秦小天话音落地 看向了仙兽麒麟种 吓得仙兽麒麟种匍匐在地 全身微微颤抖着 跟着就看到秦小天手起见落 将这仙兽麒麟种的毛发一阵打理 这才让仙兽麒麟种 露出了一副神武的姿态 哎 怎么还是一副大黑狗的样子 秦小天叹息一声 原本认为这仙兽麒麟种 真的跟麒麟一般神物 那刚好成为自己的坐骑 现在看来 依然是一条大飞狗 看来想要真正的进化成仙兽麒麟 你还有许多路要走啊 多谢先帝赐予造化 小黑必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听到秦小天的话 仙兽麒麟种 立刻拍了秦小天的马屁 让秦小天一阵无语 难道跟着本地的人 都是一群怕马屁的主的吗 秦小天心中暗叹一声 跟着那目光 看向了门外的金胖子和妖月 二人此刻正露出一副恭维的神色 极光 开启府邸的中枢控制 本地倒要看看 谁敢在本地的府邸抢劫 秦小天的话 让极光老人一阵心痛 要知道 这可是自己的府邸啊 是自己用了一生的财富 才建造的府邸啊 甚至为此 自己还建造了数作假的府邸 就是为了迷惑众人 那曾想 自己一生的努力 都被秦小天占有了 还是理所当然的占有 属下这就去办 但是 那又如何 极光老人还是露出一副恭敬之色 乖乖的带着秦小天 来到了极光府邸的中枢控制处 主上 这里便可以控制整个府邸 甚至可以 让人神不知 鬼不觉的出现在那些侵略者的身后 极光老人盯着树面铜镜 在那铜镜之中 正是那些入侵者 在争夺自己财物的画面 这让极光老人面露痛恨之色 哼 放心 谁敢对本地的财物染指 下场只有一个 秦小天冷哼一声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杀机 胖子 腰月 准备坑人了 顺便抓一位原因期的老怪回来 让极光夺射 秦小天的话 让一旁的极光老人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极光老人夺舍了仙瘦麒麟种的尸海 为什么没有直接吞噬仙瘦麒麟种的神魂 就是因为极光老人还想要重新做人 再加上这仙瘦麒麟种 确实是一个仙种 就这样让其死去 太可惜了 所以极光老人才留下了他一命 甚至 极光老人已经幻想过 现在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只见秦小天指向了一面铜镜 并且确定了几金丹七的人 极光老人立刻开启了一座传颂镇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瞬间踏入其中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一座房间 在这房间里 只有五个金丹七的高手 金胖子和腰月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去 解决了两个人 当剩下三个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二人再次收拾了两人 剩下一人寡不敌众 直接被击杀 很快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打扫了一番 收了所有财物 再次回到了中枢地区 那传颂镇才直接关闭 这里 秦小天继续指点 这里同样是几个金丹七的高手 极光老人立刻开启传颂镇 将金胖子和腰月再次传颂过去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一时间 秦小天的手指连点 传颂镇不断开启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 不断地收根那些修士的姓名 收取财物 哪怕是极光老人看到 心中也是一阵战力 也多亏没有真身 否则极光老人绝对要出一身冷汗 他何曾见过如此凌厉的手段 何曾见过如此杀伐果断的人 自己跟人家比起来 连毛都不是 渐渐的 半个时辰的时间 秦小天足足收割了数百位金丹七修士的姓名 逐渐的 秦小天盯上了那些原因期的老怪 专门找单独的人下手 一时间 居然被秦小天和金胖子 宰了几个受重伤的人 哼 大哥 这不是追杀你的血压吗 就在秦小天继续搜寻下手对象的时候 一旁的金胖子却是冷哼一声 指着一面铜镜喊道 果然 在那铜镜之中 正有一道身影 原因期的修为 正是那当初追杀秦小天和林飘然的血压 哼 血压血压 你真的别怪本地在你们后背捅刀啊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副狠辣之色 若不是他们 自己岂能与林飘然失散 不过 就在金胖子和腰月 要对血压出手的时候 秦小天却是直接换回了腰月 胖子 抓活的将血压留给极光夺射 秦小天话音落地 二人直接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血压的身后 血压也不亏是原因其老怪 二人刚一出现 就被其发现 不过 一股庞大的神念 瞬间就笼罩了血压的神魂 死 是你 血压被禁锢了神魂 立刻发现 那禁锢自己的人 居然是秦小天 脸上立刻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口中惊呼一声 血压 没有想到吧 我们还能够见面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血压喊道 那血压面色发紫 眼中透出一股恐惧之色 面前这个秦小天 明明就是助击器的修为 居然能够禁锢自己的神魂 很明显 在其体内藏着恐怖的存在 一时间 血压立刻想到 清光等人当初是怎么死的了 那身躯猛被一颤 双腿一软 居然直接跪在了地上 前辈饶命 哼 你倒是聪明 秦小天看到 冷哼一声道 既然你都这样求本地了 本地就给你一个面子 饶你不死 秦小天话音落地 直接给金胖子使了一个眼色 金胖子立刻将血压五花大绑 直接拎回了控制区 死 看到控制区 血压倒吸一口冷气 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等人在拼死拼活的争夺宝贝 人家秦小天早就控制了整座府邸 极光老人 然而 当血压看到了一道神魂的时候 却是惊呼一声 直接喊出了极光老人的名号来 可是 当秦小天的一句话 传入血压耳朵时 血压瞬间面如死灰 眼中透出一副不甘之意 极光 还等什么 这是你夺舍的机会 不 秦小天 你不能这样对我 可惜 血压的惨叫声并没有挽救他的姓名 在极光老人夺舍之下 血压瞬间魂飞魄散 被取而代之 秦小天看到 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口中传来一道冰冷的话语 哼 下一个被捅对象 紫言 紫言啊紫言 要怪 就怪你们当初离开的时候 不应该说话 片刻间 秦小天就找到了紫言的所在 虽然紫言跟一位原因妻修饰在一起 可是秦小天并没有任何惧色 直接开启传送阵冲了进去 紫言 那命来 秦小天一出现 立刻禁锢了紫言的神魂 口中更是大吼一声 手中的永恒如盖 狠狠地砸落 四 是你 秦小天 紫言听到秦小天的怒吼声 立刻认出了秦小天 可惜 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噗哧 紫言满脸不甘之色 脑袋瓜子 直接被砸得崩溃开来 烟红的鲜血混着白色的脑浆 飞溅得到处都是 在紫言背后捅刀 秦小天亲自出手 当来到紫言身后 手中的永恒如盖 直接砸在了紫言头顶 将其脑袋瓜子 直接砸得崩裂开来 翔总 你觉得你还走得了吗 紫言虽然生死 可是原因冲出身躯 就要顿空而去 只可惜 秦小天早就有了防备 一张大网直接将其罩住 让你追杀我大哥 噗哧 金胖子眼急脚快 直接冲到了紫言元英的旁边 一脚踩上去 将其踩得爆裂开来 哼 死不足惜 金胖子再次冷哼一声 跟着收了紫言的财物 看向了另外一位 已经被震惊当场的 原因七老怪 前辈饶命 这原因七老怪惊呼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顿空而去 甚至连那到手的宝贝 都是伸手一甩 丢给了金胖子 算你跑得快 秦小天看到这原因七老怪逃走 口中冷哼一声道 这才坐着传送阵回到了控制区 此刻的极光 已经适应了血压的身躯 看到秦小天回归 立刻露出一副 劫后重生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行了跪拜大礼 多谢主上赐予真慎 起来吧 以后需要你办的事情还有很多 待将这里的人解决之后 你便在这里恢复修为 什么时候恢复到了杜劫期 在什么时候来找我 秦小天话音落地 准备继续背后捅包 可是让秦小天意外的是 那些修士居然纷纷朝着外面逃去 哪怕是原音七的老怪 也是奋不顾身 争先恐后的离去 这让秦小天有些傻眼了 该死 一定是那人通知的 经胖子看到 立刻嘀骂一声 很明显 是他们放走的那位原音七老怪 通知了其他人 这才形成了逃跑的趋势 不行 必须要留下几个人 一时间 秦小天在人群之中搜索起来 很快就找到了蒙城的一些原音七老怪 甚至连那金云都被秦小天盯上了 胖子走 不求杀人 只求捉拿留下 秦小天话音落地 直接将传送阵 开在了图身盟的一位原音七老怪身后 抡起永恒颅盖 就狠狠地再了下去 算你倒霉 跑得最慢 这原音七老怪 心中原本就慌张 被秦小天这一记闷棍下去 直接砸晕 被金胖子拎着 就回到了控制区 丢给了血压 还有你 非要多巧那件宝贝 最后落了一个生死的下场 有意思吗 秦小天再次一颅盖下去 又一位贪心的原音七老怪 被秦小天敲了闷棍 那跟在身后的金胖子 满脸都是欢喜之色 如此敛财的手段 简直就是舒坦啊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没打到 打到五个原音数 五个原音七老怪 这已经是秦小天尽了 最大的能力了 这五人当中 有两人是图神蒙的 一人是天煞殿的 剩下两人 秦小天根本就不认识 只能说他们倒霉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贪婪心在作怪 若不是太贪婪 他们何至于死在秦小天的手中 大哥 发财了 宝七就有十几件 灵石更是有十数亿 还有极品灵石 数百件灵器和上百枚灵丹 金胖子数着敲闷棍得来的财物 满脸都是惊喜之色 那腰月蚕的直甜嘴唇 至于极光 已经彻底的无语了 这哪里是什么先帝啊 这简直就是敲闷棍的行驾 看秦小天敲闷棍的熟练程度 这样的事情绝对没少干 行了 那活着真没有什么意思了 盯着那镜像之中的人逃得干干净净 秦小天这才安排了一番 同时将极光的灵药全部收走 这才再三嘱咐极光 一定要等修为恢复到了杜杰期 再来找自己 当极光热泪盈眶 满心却痛苦的要送走秦小天的时候 秦小天却是回头朝着极光招了招手 极光一阵激动 还以为秦小天要带他离去 哪里知道 秦小天的话 让极光直接留下了两行伤心的热泪 小黑 跟我走 跟着极光 你是没有前途的 虽然仙瘦麒麟种还是大黑狗的样子 可是毕竟是仙瘦血脉 只要好好调教 将来成为自己的坐骑 还是可以的 很快 秦小天骑着大黑狗 身边跟着金胖子和妖月两个小跟班 晃晃荡荡 走进了传送镇 直接传送离开 当秦小天再次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在了外面 距离极光釜底已经不知多少万里 甚至走了几步 秦小天就看到了宋国最大的城市 宋城 大哥 宋城到了 我们是不是出手一批灵器 金胖子远远的看到了宋城 开口询问秦小天 秦小天则是点了点头 去 为啥不去 刚好我们可以坐着传送镇 回蒙一程 好嘞 金胖子露出一副喜色 卖了这些灵器 自己就可以买灵丹吃了 毕竟存活已经不多了 经过上次被邪宗追杀的事情 金胖子是彻底的明白过来 秦小天为什么要炼制那么多 壁骨丹和清水丹了 人无远率必有禁忧 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将一切准备妥当 在修仙界 才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一时间 秦小天一行三人 进入了宋城城门 可是刚刚进入城门 众人立刻朝着秦小天三人 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直到一个孩童 出现在秦小天的面前 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 望着秦小天说了一句话 秦小天这才恍然大悟 大哥哥 人家骑的都是骏马 你怎么骑着一条大黑狗啊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道有莫怪 道有莫怪 立刻 有人过来寻找孩童 刚好听到了孩童的话 虽然面带歉意 可是却忍不住大笑起来 毕竟骑马的人见多了 可是骑着一条狗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歉 你们知道什么 这可是先兽麒麟 秦小天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腰杆挺的笔直 双腿一家大黑狗 大黑狗立刻冲向了前方 同时口中还不断地叫着 汪汪汪 大哥哥 明明是一条大黑狗吗 哈哈 众人一阵大笑 秦小天却是瞬间消失不见 并非是秦小天急着上厕所 实在是秦小天丢不起那个人 当来到了一个无人角落 秦小天这才将大黑狗 直接收到了宠物空间 这才换了一套崭新的长袍 迈着骄傲的步伐 朝着一家商铺走去 可是刚刚来到门口 秦小天的腰间却是一通 一把匕首居然顶在了腰间的地方 不准叫嚷 交出你的财物 否则老子不介意 在背后捅你一刀 现实报来得这么快吗 自己刚在别人背后捅完刀 现在就有人要在自己背后捅刀了 道友 你的刀可要拿稳了 否则 否则如何 碰 那人的话刚刚问完 一根玄铁棍就狠狠地敲在了这人的头顶 将这人直接敲得晕死过去 当然是被敲晕了 秦小天咧嘴一笑 露出一副奸诈的神色 回头朝着那人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 秦小天还真的吓了一跳 清云 当秦小天看清这晕死之人的样貌时 直接脱口而出 因为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飞云宗的清云长老 看到清云长老穿得破破烂烂 面黄鸡兽 气息不稳的样子 秦小天真的惊呆了 就算是被邪宗追杀 也不用这么狼狈吧 狼狈就算了 居然还干起了敲人闷棍的勾当 这还是明门正派的作风吗 当然了 那敲了清云长老闷棍的人 正是侯王金尊 若不是秦小天给的命令 是敲晕此人 恐怕这一棒子下去 清云长老就要交代了 啪啪啪啪啪 秦小天毫不客气的 连扇清云长老几个大嘴巴子 刚好金胖子和妖狱二人追了过来 看到秦小天居然在扇人嘴巴子 立刻来了兴致 大哥 让我也扇几巴掌 金胖子叫喊一声 直接冲了过去 可是看到这人的时候 金胖子神色明显一愣 咦 这不是那个谁 那个谁吗 虽然金胖子一时间没有想起来 不过秦小天知道金胖子的意思 立刻应了一声 没错 正是飞云宗的清云 对 就是清云 这次怎么变成这副德行啊 不会被人洗劫了吧 金胖子说着 看向了秦小天 因为最有可能洗劫清云的人 恐怕就是秦小天了 还真不是我 是这清云要敲我梦滚 谁知道 你明白的 秦小天说着 看了一眼侯王金尊 金胖子立刻明白过来 脸上露出一副亚色 不是吧 混到这种地步了 金胖子的话音刚落地 那清云终于行转过来 当看到秦小天的时候 面色一惊 立刻伸手指着秦小天 你 你 是我 我是秦小天 目前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就算是你看到我 也要喊我一声师叔祖 是的 以四大宗的关系 以秦小天现在的身份 这清云见到他 真的要喊一声师叔祖 秦小天 你怎么是你 清云终于缓过气来 脱口而出 他没有想到 自己还能够见到秦小天 那个 那个人是你 不过 清云好似想到了什么 立刻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 询问一声 没错 还是我 清云啊 你可要记住了 以后这背后捅刀的事情 绝对不能迟疑 下手就要稳准狠 否则吃亏的会是自己啊 秦小天盯着清云 头顶鼓起的一个大包 对着清云教育道 清云立刻明白过来 目前的形势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小清云 你这是咋混的 金胖子也是露出 一副长辈的姿态 冲着清云问道 尤其是那个小子 说的清云满脸都是苦笑之色 实不相瞒 邪宗灭了我们四大宗之后 我飞云宗弟子死的死 逃的逃 最后宗主下令 保留血脉 老朽一路被邪宗追杀 虽然带了不少弟子 可是最后全都陨落了 只剩下老朽一个人 一路逃到了宋国 老朽也因为被人敲了闷棍 才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现在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 清云那最后一声叹息 道出了心中的哀愁和悲伤 倒是金胖子拍了拍清云的肩头道 行了 不要太上线 当年本祖也是 差点被饿死 还好大哥来得及时 现在你居然遇到了老祖我 老祖我自然不能让你饿死的 金胖子话音落地 直接往清云的嘴中 塞了一枚灵丹 清云也不客气 直接吞了 开始恢复修为和体力 斩茶的功夫过去 清云的面色才好转过来 这才朝着秦小天和金胖子一拜道 多谢两位出手相助 小清云 你这就不对了吧 连一声小祖宗都不喊 金胖子露出一副不悦的神色道 好歹自己救了清云 而且辈分在这里 清云如此 让自己有些不爽 告诉你 你们三宗本祖不知道 但是我们玄天宗的大师兄天宗 可是还活着 当时就代师收徒 收了我大哥和我当师弟 还将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传授给了我大哥 金胖子说着 露出一副你应该明白的神色 盯着清云 清云面色一惊 不过还是朝着秦小天和金胖子 再次一拜 晚辈清云 拜见两位师叔祖 我呢我呢 就在清云这一拜之时 一旁的妖月立刻喊道 毕竟妖月现在也是金丹七的修为 比清云可是高出了一个境界 按照秦小天所说 自己的辈分 自然是水涨船高了 晚辈清云 拜见前辈 清云真的恨不得 一头撞死在清小天面前得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四宗大劫 居然让曾经的小辈 变成了自己的师叔祖 行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秦小天也是在享受了 应有的礼遇之后 这才开口问道 清云立刻露出一副难色 这样吧 你先跟着我 一起并入玄天宗 修生养息 突破修为 到时候本祖带你们杀回旧地 灭了邪宗 秦小天志气满满的说道 那样子 真的让清云相信了 弟子多谢老祖 清云也知道 自己已经算是没有家的孩子了 若是四处漂泊 指不定哪天就死了 还不如跟着秦小天再说 这是一些灵丹 最近几日 你先好好休养 代修为彻底恢复 本祖助你突破金丹七 多谢老祖 清云听到秦小天 要助他突破金丹七 心中激动 没有丝毫的怀疑之色 毕竟在秦小天当玄天宗弟子的时候 就拿出过极品的一元太清丹 不过是金丹七而已 有什么可激动的 现在我大哥 可是能够早就原音七的高手 金胖子看到清云激动的样子 脸上露出一副鄙视之色的 那清云听到秦小天能够早就原音七高手 神区更是一震 眼中透出一股渴望的神色 瞬间就跪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噗通 啪啪啪 不但如此 清云更是磕了三个响头 额头都磕出血了 这才满脸期待的冲着秦小天喊道 求老祖赐我原音七修为 弟子要杀那些邪修之人 清云说道 邪修之时咬牙切齿 可见心中对这些邪修的恨 原音七吗 这倒是没有问题 想必这次回去 应该可以造就一批原音七的高手了 秦小天听到清云的话 倒是露出一副轻松之色 对着清云说道 可是清云却彻彻底的傻眼了 啥玩意 要造就一批原音七的高手 小清云啊 你的心境太差了 还需要修炼啊 金胖子看到错愕呆地的清云 立刻拍了拍清云的肩头 这才与秦小天 走进了一家名叫天仙阁的商铺 没错 看到这天仙阁的名字 秦小天就感觉一阵熟悉 稍微一回想 就想到了当初 在玄天宗山下方式的天仙阁 是你 只不过 让秦小天没有想到的是 这天仙阁 居然跟方式的天仙阁是一家 这不 刚进入天仙阁 一位从楼上走下来的女子 就惊呼一声 原来是道友 秦小天看到这女子 立刻认出 正是当年方式那家天仙阁的管事 心中微微惊讶 不过却露出一副微笑 冲着此女说道 还真是缘分 既然如此 不如本姑娘做东 我们聚聚如何 此女面带微笑道 那双甲也是在秦小天的夸赞之下 有些羞红 只不过 在其眼中 却是闪烁了一丝狡黠之色 那倒不必了 秦小天直接拒绝 实在是此女给她一种 自己要被算计的感觉 更何况 上次可是与此女交易之后 就被人追杀了 看来道友 还是为了当年刘继亮的事情 在怪罪本姑娘 若是本姑娘说 那件事情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相信吗 此女面色有些黯然伤神 居然直接点出了 当年的一点矛盾 看来道友明白得很 连那个人是夺赦的刘继亮都知道 不过 我相信 秦小天的话 让此女有些意外 仿佛没有想到 秦小天会相信她一般 其实 秦小天刚才看到她的第一眼起 就知道 此女修为不俗了 看似只有金丹期 实质上原因期都不止 想必这样的人 不会为了那么点零食 就出手针对自己的 所以 十有八九 是那刘继亮自己所为 本姑娘谢过道友 对了 我叫韩晓文 你可以喊我的道号 嗯 就叫小文 或者文文吧 韩晓文露出一副娇羞之色 冲着秦小天盈盈一败道 毕竟秦小天没有询问她的名字 她却自爆家门 那意思不言而喻 就是金胖子和妖月看到 也是露出一副渐渐的笑容 清云更是摸了一下 自己不多的胡须 在下秦小天 他们都喊我老祖 秦小天 老祖 韩晓文下意识的喃喃道 下一刻 面色一红 白了一眼秦小天 你居然占我便宜 哼 哈哈 我只是说 他们喊我老祖 又没有让你喊我老祖 怎么能说是我占你便宜呢 要占 也是你占我便宜啊 秦小天大笑一声 露出一副你懂得的眼神 这让韩晓文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进去 哼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不会又要占灵丹吗 韩晓文冷哼一声道 不过却是冲着秦小天 做了一个鬼脸 便转身上楼 跟我来吧 走到了一半 韩晓文这才回头 冲着秦小天喊道 秦小天立刻跟上 与韩晓文进入了 五楼的一个房间 这次货物有些多 可以换零食 可以换灵丹 灵丹最好是巨鹰丹 灵食最好是极品灵食 当然了 若是有宝器级别的飞剑 也可以给我来三把 秦小天坐下之后 也不客气 直接说出了 自己所需之物 同时伸手一丢 将两枚储物戒指 丢给了韩晓文 好大的口气 别的不说 就说这盒巨鹰丹 可是价值不菲 动辄就上意 韩晓文的话还没有说完 那神念一扫 两个储物戒指里面的物品 直接倒吸一口冷气 跟着露出一副 无法置信的样子 盯着秦小天 秦小天 你不会是去 打劫园鸡老怪了吧 宝器居然就有176件 灵器更多 居然达到上万件 韩晓文直接无语了 这里面的宝器和灵器太多了 就算是天仙阁的储备 也没有这么多的宝器和灵器 不 你应该是挖了人家的古墓吧 最近唯一开启的古墓 就只有极光釜底了 一时间 韩晓文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道 那目光更是上下打量秦小天 仿佛在怀疑秦小天 洗劫了极光釜底 这个小丫头 也太聪明了 秦小天心中暗道一声 没错 这些宝器和灵器 除了敲门棍得到的之外 大部分都是极光老人这辈子的累积 现在极光老人也用不上了 秦小天自然要缩刮出来 卖个好价钱了 毕竟玄天宗的开销很大 你说是 那就是了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淡淡的笑容 直接应了一声 这话语 让韩晓文有些捉摸不透 这些物品价值太大了 恐怕我天仙阁目前还吃不消 不过 若是你只要聚阴丹和宝器飞剑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搞一些过来 这样啊 那句阴丹自然是越多越好 宝器飞剑若是能够搞到三十把最好 要是搞不到 最少也要三把 秦小天敲了敲桌面道 同时伸手一番 手中多出一块废弃的金石 墨金 秦小天刚拿出这废弃的金石 韩晓文就脱口出 喊出了这金石的来历 正是那两具傀儡使用的墨金 一时间 韩晓文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 看了一眼秦小天道 没有想到 秦大哥居然还懂得傀儡之道 好家伙 这就变成秦大哥了 秦小天心中十分无语 就算自己长得英俊潇洒 你身为天仙阁的当家 也不用做得这么明显吧 若是有这墨金 也可以给我来一些 若是这些玩意不够 我可以再加 秦小天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道 丢给韩晓文的这些玩意 那都是低级的玩意 秦小天还有不少高级货没有拿出来 别说是吉兵宝器了 就是人器 秦小天手里也有三件 这人器可是合体器大能 才能够使用的法宝 就算是最差的人器 也是需要出窍器才能够使用 而且出窍器使用人器 也只能催动那么一两次 所以在合体器之前 宝器是最常见的法宝 墨金可以帮秦大哥搞到手 不过 文文有一个条件 韩晓文沉思片刻 这才对着秦小天说道 那盯着秦小天的双目之中 带着一丝金光 带着一丝期待 带着一丝脚侠 条件 只要不是以身相许 什么条件都可以 毕竟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在那些什么仙道 仙山之上 就有不少仙子在等我迎娶他们呢 在眼中透出一丝失落之色 这让秦小天心中一凸 乖乖 这个小丫头 不会真的看上本尊了吧 那真是可惜了 本来想要嫁给秦大哥呢 现在看来 只能让秦大哥入坠了 噗 当韩晓云话音落地 秦小天直接喷了 甚至差点从椅子上面跌倒 口中更是惊呼一声 乖乖 我可不是许仙 敢睡大蛇呀 你 哼 一股凌厉的杀鸡 从韩晓文的身上散发而出 让这周围的温度 瞬间下降了不少 忍不住地打了一个颤抖 甚至秦小天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这嘴欠的 就算知道人家是大蛇 自己也不应该喊出来 什么许仙 什么许大官人 跟自己有毛线关系 秦小天 你到底是谁 其实 韩晓文也没有想到 这秦小天居然一语成衬 没错 自己的本体就是一条大蛇 可以说 自己就是一条美女蛇 说白了 自己就是一名妖修 只不过 妖修想要化形 必须要成就合体器 虽然自己不是合体器 但是在家族的帮助下 在出窍期就完成了化形 韩晓文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来自己的本体 早就被秦小天看穿了 这让韩晓文心中惊骇之时 也是感到了羞愧 而在这羞愧之下 韩晓文自然而然就暴露出了杀机 是的 秦小天第一次见到韩晓文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出来 可是这第二次见到 秦小天裂开 感觉到韩晓文身上有一股妖气 最后还是询问了侯王金尊 和仙兽麒麟种 这才知道 面前这位大美妞 居然是一条大蛇 一条美女大蛇 哎 小文妹妹 相逢何必曾相识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不必对我刨根问底 我也不需要知道你太多 这样不好吗 秦小天叹息一声道 自己失言了 实在是韩晓文的话 对自己冲击太大了 才让自己错不及防地喊了出来 哼 算你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 小妹的身份若是透露半分 就算小妹喜欢你 你也要小心你的脑袋 韩晓文听到秦小天的话 身上的杀机一收 露出一副狡黠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说道 对了 那许仙是谁 听你的意思 那叫许仙的人 跟我们一族 睡 睡 那啥了呗 韩晓文说到这里 露出一副娇羞的样子 对着秦小天问道 这让秦小天一阵无语 不愧是妖族 问的问题都这么直接 那是我在古籍上面看到的 据说人间 有个叫许仙的人 跟一位叫白娘子的千年蛇妖 成为了夫妻 最后还生出了孩子 不过 都是一些无稽之谈 不说也罢 实在是秦小天不敢再说下去了 那韩晓文听到这简单的一句话 双眼就射出道道金光盯着自己 仿佛要吞了自己一般 若是再说下去 秦小天真的担心 这韩晓文要委身自己 毕竟 自己真的不敢睡大蛇呀 哪怕是曾经身为先帝的修为 那些妃子 也都是正八斤的人族 行了 看你的样子 好似我能吃了你似的 当初见到大哥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大哥不简单 第二次看到 大哥杀了那个邪修的什么圣子 更是断定 大哥绝对表面上看到的一般 很有可能体内住着另外一个人 这第三次看到大哥 小妹已经断定了 大哥就是借客重生了 只不过 小妹不知道 喜欢的是大哥里面的人 还是大哥这个外客 不是吧 我们什么时候见的第二面 我咋不知道 你不会一直都在跟我的哨吧 秦小天心中确实惊骇 没有想到上次杀了云无痕 居然被人在一旁看到了 若是人家出手杀了自己 那自己真的就冤死了 一时间 秦小天背脊 生出一身的冷汗 而经过这一次谈话 秦小天在以后的形势当中 变得更加谨慎 说了你也不知道 小妹还是给你准备聚婴单和墨金吧 不过小妹需要时间 多久 三日 三日后 你来取便是了 就这么定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也不介意那些宝器和灵器 会不会被韩晓文给黑吃黑了 直接掉头就逃 哼 还想请你吃饭呢 你这就逃跑了 难道本姑娘就这么可怕吗 韩晓文看到秦小天逃跑 气得一肚莲足 口中冷哼一声道 就算跑 这一辈子 你也休想抛出本姑娘的手掌心 你这许仙当定了 韩晓文话音落地 带着秦小天留下的财物离去 至于秦小天逃到了一楼 心中才稍微放松下来 不过 瞬间背挤 就感到一阵恶寒 吓得秦小天直接冲出了天仙阁 大哥这是抽了什么缝 不会是把人家大姑娘给办了之后 不想要承担责任吧 金胖子看到秦小天慌里慌张地逃走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喊道 就是妖月和清云也是满脸疑惑 不知道秦小天这是怎么了 哼 你说是被秦大哥给办了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三人的背后传来 正是那要去给秦小天换东西的韩晓文 妈呀 吓死胖爷了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金胖子吓得直接炸毛 跳起来的同时 那数百斤的身体硬生生的隔空飘了出去 不笑片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妖月和清云更不敢在这里待着了 紧随金胖子的脚步冲向了远处 追着秦小天去 哼 一秋之河 韩晓文再次冷哼一声 这才喊来一个人交代了一下之后 亲自离开了天仙阁 至于秦小天 那是一路冲到了宋国的传送阵 二话不说 直接选择离开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蒙一成 呼 还是家里舒服啊 秦小天看到熟悉的蒙一成 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浊气道 大哥 你怎么跑得这么劫 不会真的把人家大姑娘给办了之后 不想承担责任吧 这时 金胖子也从传送阵之中出现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喊道 那出现的妖月和清云也是看向了秦小天 露出询问之色 秦小天目光一寒 盯着金胖子 那如刀的眼神 立刻割得金胖子体无完肤 哼 不是大哥把人家给办了 是人家差点把你大哥我给办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扬长而去 金胖子和妖月三人彻底的傻眼了 傻玩意 大哥没有把人家大姑娘给办了 反而是大哥差点被人家大姑娘给办了 乖乖 这不是霸王硬上宫吗 一时间 金胖子三人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这个意思 下一刻 金胖子虎躯一阵 立刻冲向了秦小天 大哥 等等我 胖爷要跟你请教 如何才能被大姑娘霸王硬上弓 蒙一场 玄天宗掌管的六条街 秦小天已经回归 在其面前正站着六个人 金胖子和妖月不说了 那北斗已经回归 清云到来 也是让玄天子和玄弟子惊喜 不过 此刻的众人 却是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因为秦小天宣布 自己要离开了 老祖 您真的要走了吗 之前 北斗回来的时候 已经告知了玄天子和玄弟子 秦小天这次回来 就要离去 当秦小天说 自己要离去的时候 玄天子和玄弟子 真的有好久没有回过神来 玄天子 以后玄天宗这里就交给你了 秦小天的这句话 无疑就是在回答玄天子的话 没错 秦小天就是要离开了 因为玄天宗不是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目标在三十三重天外 不过 这玄天宗第十九代宗主的身份 我不能给你 因为你的私欲太狭隘了 就是北斗和玄弟子 你们也不行 否则玄天宗将会彻底消失 秦小天的话很是不客气 就是在说玄天子三人眼光太浅 若是将玄天宗宗主的身份交给他们 必然会给玄天宗带来灭顶之灾 一切单凭老祖吩咐 玄天子虽然不舍 可是也知道 秦小天的离异已决 想要挽留 根本就无用 玄天子 你主事 北斗和玄弟子从旁协助 当玄天子的决议 无法通过你们俩的表决时 以你们俩的意见为主 弟子遵命 清云 弟子在 这时 秦小天喊了一声清云 清云立刻上前 现在他算是真正的相信 秦小天真的变成了玄天宗的老祖 你现在虽然身为玄天宗老祖 若是有一日 可以重建飞云宗 那你可以离去 其实我也不希望四大宗的香火就此熄灭 清云一阵激动 两行老泪瞬间滑落 现在他才知道 秦小天乃是一位拥有大志向的人 与他们根本不可以一同而语 放心 在本组离去之前 会将你们都提升到原因期 除此之外 找一些信得过的弟子 将他们提升到金丹期 若是有天机这样的好苗子 又信得过的 本组也会帮其突破原因期 秦小天话音落地 站起身来 脸上露出一副严肃之色 盯着玄天子四人 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内乱 当这句话出口 秦小天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跟着就看到秦小天迈开步子 朝着外面走去 金胖子和妖月对视一眼 立刻跟上了秦小天的步伐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秦小天 才留在玄天宗的 否则他们真的不在乎玄天宗的生死存亡 三日的时间 转眼就过 玄天子和北斗这边 挑选了二十几个信得过的人 里面还有两位玄天宗自有的弟子 玄天子准备让二人提升到原因期 至于秦小天三人 此刻已经再次来到了宋城 进入了天仙阁 见到了让秦小天吃不消的大蛇韩晓文 秦大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们都三日没见了 是不是如隔九秋了 韩晓文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扑铃铃的盯着秦小天问道 这个你说是 那就是吧 秦小天无奈的说道 哪里知道这韩晓文眼睛一亮 既然如此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拥抱一下 这 好吧 看到韩晓文期待又狡黠的目光 秦小天只能点头答应 没法子 自己需要的物品在韩晓文手中掐着呢 好耶 秦大哥 我真的好想你 韩晓文扑铃铃的大眼睛之中 居然带着那么一丝雾水 非但没有直接扑上来 反而韩晴默默的盯着秦小天 哎 自古多情空于恨 好梦由来最一行 虽然秦大哥不能一生陪伴你 但是秦大哥强劲的臂弯 永远是妹妹你的港湾 秦小天叹息一声 张开了双臂 将韩晓文搂在了怀中 就这样静静的拥着韩晓文这条美女大蛇 这一刻 秦小天没有丝毫的紊乱之心 这一刻 秦小天没有丝毫的情愫波动 这一刻 秦小天是真的将韩晓文当成了妹妹 秦大哥 我想给你生小龙 一时间 韩晓文含情默默的盯着秦小天 破零零的大眼睛 竟是柔情 甚至有那么一丝迷茫之意 不但如此 在韩晓文的身上 居然产生了一丝幽香 那幽香钻进了秦小天的鼻尖 让秦小天也变得心浮气躁起来 死 不过 秦小天在迷失之时 脑海却是一阵刺痛 让其瞬间清醒过来 当看到面前的景象 秦小天倒吸一口冷气 好险 小文妹妹 大哥差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秦小天盯着韩晓文的衣衫半解 脸上露出一副自责的神色道 倒是韩晓文露出一副忧怨之色 仿佛在气恼 秦小天为什么就醒了过来 我倒是希望秦大哥做点什么 韩晓文说着 从秦小天怀中起身 整理好衣衫 满脸忧怨的伸手一丢 一枚储物戒指丢给了秦小天 里面是十二枚巨鹰单 二十把宝气飞剑 还有两块墨金 这是我能够凑到最多的物品了 多谢小文妹妹 大哥真不知道该如何谢你才好 以身相许吧 嗯 那个大哥还有事情 就先走了 被韩晓文这么直接的话逼迫 秦小天真的有些无法应对 只能借由逃走 不是吧 大哥为什么每次来到天仙阁 都要逃走呢 楼下的金胖子和妖月 看到秦小天下楼就逃走了 脸上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道 有问题 老祖跟着天仙阁的阁主小娘们 绝对有问题 哼 谁是小娘们 就在妖月话音落地之时 韩晓文的声音 传入了金胖子和妖月的耳中 二人身躯一颤 哪里还顾得上面子 撒腿就撩 也就在秦小天和金胖子三人离去之后 在韩晓文的身后 出现了一位面罩紫杀的女子 韩晓文看到 立刻露出恭敬之色 小姐 没错 韩晓文根本不是天仙阁的阁主 只不过是阁主的一位丫鬟而已 甚至韩晓文对秦小天这样 那都是因为阁主受益 这个秦小天还算是正直 不过对于人和妖之间 貌似有很大的界点 嗯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不要外传 更不要让姥姥知道 那面罩紫杀的女子应了一声道 不过这话音落地 韩晓文却是奸诈一笑 小碧明白 若是让姥姥知道了 你跟秦公子就没有机会了 可恶 小文 你逃打 哼 想要试探本尊 你们俩还嫩了一点 秦小天心中冷哼一声 什么韩晓文 什么天仙阁的阁主 什么要以身相许 都是假的 从再次见到了韩晓文的时候 秦小天就感受到了两股妖气 一股自然是韩晓文 另一股则是隐藏得很好 只可惜秦小天是谁 那可是准至尊转世 岂能察觉不到那位的存在 不过秦小天心中也是疑惑 到底这两人要对自己做什么 难道那天仙阁的阁主 真的看上了自己 可是 人妖疏图啊 大哥 你跑啥啊 就在秦小天想到这里的时候 金胖子的声音传入了秦小天的耳朵 这让秦小天双目一瞪 那妖月想要喊的话 立刻噎了回去 去 将玄天子等人喊来 秦小天吩咐一声 妖月立刻屁颠屁颠的 去请玄天子和北斗等人 也就是片刻 玄天子和北斗等人到来 北斗 你先突破 秦小天直接丢给了北斗一枚巨鹰丹 北斗面带激动 也没有多言 直接吞服 在秦小天面前突破 别说 这北斗确实是杀出来的祸 抵运身后 根基沉稳 只用了一枚巨鹰丹 就撞碎了金丹 凝成了原因 同样的 秦小天给其安排了一个居所 让其巩固修为 跟着丢给玄天子一枚巨鹰丹 玄天子也不负众望 一举突破 到了玄弟子 却是用了两枚 清云还是宁气漆 用了一枚极品的一元太清丹 突破了金丹器 之后 秦小天又给了清云四枚一元太清丹 和两枚巨鹰丹 这才让其自己寻找机会突破 十二枚巨鹰丹 一下就分出去了一半 剩下的六枚 秦小天也没有留下 全部交给了玄天子 除此之外 还有数十枚一元太清丹 和十亿的零食 看到秦小天给了自己这么多财物 玄天子非但没有喜色 反而露出一副不舍之意 老祖 你是要离开了吗 这里不是本祖长流之地 所以本祖必须要离开 而且 本祖能够帮你们的 只有这么多了 本祖希望你们能够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能够成为圣天大陆的中流砥柱 能够让玄天宗发扬光大 老祖 玄天子等人面带不舍 恭敬朝着秦小天行了跪拜大礼 对于他们来说 秦小天就是他们的再造父母 走了 秦小天无奈地看了一眼玄天子等人 直接招呼了一声金胖子和妖月 直接离开了玄天宗 至于要去什么地方 金胖子用脚趾头都能够猜出来 天音宗和掩月宗 毕竟 林飘然和玄灵子 被这两大宗门的强者带走 按照秦小天的性格 不将二女带回来 那就不是秦小天了 只不过 想要进入天音宗和掩月宗 却并非那么容易 且不说如何进入人家的宗门 就说横跨数百个国家 就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圣天大陆 除了数百个小国之外 还有最强大的四大帝国 大唐帝国 大元帝国 大明帝国 大清帝国 圣阳宗便是在大清帝国 而掩月宗和天音宗在什么地方 秦小天根本不知道 说白了 秦小天就是一个无头的苍蝇 不过 秦小天不知道 可是秦小天知道 有人知道 当秦小天离开了蒙义城 再次出现在宋城的时候 直奔天仙格而去 小文 你秦大哥又来了 原来是秦道友 实在抱歉 阁主并不在这里 已经在八日前离开了 听到秦小天呼喊 韩小文 立刻走来一位老者 面带恭敬之色 对着秦小天说道 八日之前就走了 秦小天眉头一蹴 八日之前 那正是自己离开天仙格的时间 自己前脚刚走 韩小文后脚就离开了 好吧 请问掌柜 您可有圣天大陆的地图 最好是那种势力分布图 实不相瞒 我这里没有 想要整个圣天大陆的地图 唯有去四大帝国才可以 至于我这里 倒是有去大唐帝国的地图 这老者说完 直接从柜台拿了一枚玉剑 交给了秦小天 至于灵石 你不提 秦小天当然不会点了 多谢掌柜 秦小天只是谢了一声 便离开了天仙格 至于这掌柜 在秦小天离去之后 直接拿出一枚玉佩 说了一句话 便捏碎 在一片深山之中 一根龙头拐杖 画成了树杖之巨 横在了虚空之中 缓慢飞行 在这龙头拐杖之上 一共有五个人 其中是一位老玉 两位女子 还有两位气息沉稳的侍卫 若是秦小天在这里 一定会发现 这两位女子 正是韩晓文 和那蒙着面纱的天仙格格主 此刻 韩晓文轻轻地 对了一下身边的女子 跟着抓住对方的手 在其手心写了几个字 大唐帝国 那蒙着面纱的女子 立刻明白过来 韩晓文说的是 秦小天此刻 应该去了大唐帝国 哼 就在这时 那老玉却是冷哼一声 什么事情 居然在老师面前 偷偷摸摸的 老了 切儿没有 是小文无聊 非要让切儿猜谜 小姐 你好无耻 明明是无聊好吗 这蒙面的女子 与韩晓文 立刻为自己开脱 那老玉 依然是面色不善地说道 行了 今日的事情特别重要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否则你父亲怪罪下来 老师也帮不了你 切儿知道了 切儿虽然蒙面 可是眼中 却透出一丝失落之意 而韩晓文 更是面色异苦 小文罚你一年的俸禄 待坏小姐 是你最大的罪 小文之错 就在这时 那两个侍卫当中的义人 确实为切儿和韩晓文解了围 让二女立刻投来感激的目光 老君 就在前面了 就在这侍卫说话之时 前面立刻出现了 一片绿色的毒杖 这毒杖足有石树里之谣 将一片山谷笼罩在内 甚至 那正午的烈日 都无法将这毒杖穿透 在这烈日的照耀之下 这毒杖散发出一道道耀眼的霞光 哼 这逆子倒是找了一个好地方 可惜 今日休想逃出老神的手掌 这老玉冷哼一声 跟着伸手一抛 一面透明的金钟 从天而起 这金钟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散发出一道道流离的光芒 瞬间从持续大小 变成了石树里之谣 碰 一道巨响传来 这金钟直接将这毒杖笼罩的范围 照在了里面 老玉更是低喝一声 走 随我缉拿这逆子 免得让其祸害人间 下一刻 这金钟开启了一道门户 老玉驾驭这龙头拐杖 直接冲了进去 然而 就在这老玉驾驭龙头拐杖 冲进去的片刻时间 一道惊呼声立刻传了出来 哇 老君 我们中计了 大哥 我们不是去大唐帝国吗 就是啊 老祖您怎么反其道而行吗 同样是一片大山之中 秦小天带着金胖子和妖月二人遇见飞行 金胖子和妖月则是疑惑地问道 因为秦小天所去的方向 根本就不是大唐帝国的方向 而是去了相反的方向 这十数日的时间 他们一直朝着大唐帝国的方向传送 足足穿越了十数个国家 按照地图 再有十数日的时间 便可以临近大唐帝国的边缘了 可是 秦小天偏偏在半路停了下来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穿越 这步 直接来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山之中 本尊自有主意 秦小天露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道 其实为什么半路改道 只有秦小天自己清楚 这地图可是天仙阁掌柜给的 而且自己去了那里 这掌柜仿佛知道自己的来意一般 早就准备好了大唐帝国的地图 很明显 这是天仙阁的阁主交代的 目的就是将自己引到大唐帝国 若是真的去了 自己恐怕要被那两个大蛇给搞死 所以 秦小天在半路的时候 购买了大元帝国的地图 这才改道行 直奔大元帝国而去 为的就是要避开那两个大蛇 哇 前面好美啊 五光石色 美轮美奂 乖乖 怎么还有一个玻璃罩子 就在这时 负责遇见的金胖子却是发现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座透明的赵子 就是这赵子在阳光照耀下 散发出的光彩 秦小天看到这赵子 心中居然莫名的一阵悸动 看到里面的毒物 秦小天更是心中一动 离那个赵子远点 秦小天立刻提醒一声 金胖子立刻将飞剑拔高了数百丈 凌驾于那赵子之上 大哥 里面不会有什么宝贝吧 这赵子一看 就是别人丢下的法宝啊 金胖子盯着那赵子询问道 秦小天却是哼哼了两声 哼哼 这赵子恐怕不止法宝这么简单 很有可能是合体七大能使用的人气 四 人气 金胖子和妖月同时惊呼一声 可是脸上非但没有任何惊骇之色 反而露出一副贪婪之意 双目之中更是释放出道道金光 乖乖 这玩意能值钱啊 金胖子和妖月一口同声的喊道 立刻引来秦小天一阵白眼 也不看看是什么情况 就敢盯着人家合体七大能的人气 更何况 人家还不知道是不是合体七 搞不好是杜结七呢 想死的话 你们就去 秦小天直接丢下了一句话 甚至脚下一点 从金胖子飞剑上面跳了下来 仿佛在说 我看着你们去送死 啊 那个大哥啊 咱也不能看着这么惊人的宝贝 被别人搞走不是 被别人搞走 秦小天眉头一蹴 立刻朝着四周看了过去 别说 秦小天还真的发现了三个人 两位元英七 一位金丹七 这三人分成了两伙人 一人是元英后七 一人是元英中七 和金丹七大圆满 很明显 这两伙人已经盯上了这人气 并且也发现了自己三人 只不过自己三人修为太低 人家根本就不在意 有意思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眼中透出一丝兴趣之色 跟着祭出一把飞剑 朝着那玻璃罩子飞去 叮叮叮 一时间 秦小天驾驭的零件 不断地撞击着玻璃罩子 发出清脆的声响 金胖子和妖月看到 面色一喜 立刻冲到了秦小天身边 为秦小天护发 叮叮叮 秦小天不断地使用零件 撞击玻璃罩子 这里撞三下 那里撞三下 不知不觉间 秦小天撞了大半个玻璃罩子 你们真的想要这玻璃罩子 这时 秦小天停下了所有的举动 望着那玻璃罩子 询问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金胖子和妖月的脑袋 不断地点着 好似波浪谷一般 宝贝就在眼前 我们还能拱手让人不成 金胖子有些大言不惭的喊道 仿佛这宝贝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就是啊 我们的东西 凭什么让给别人 好家伙 秦小天被二人自我的感觉震撼到了 区区两个金丹七的小子 也敢如此张狂 也不看看周围是什么情况 行吧 算你们有点道理 不过 秦小天也是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很明显 连他也是这样认为的 还真是宝贝无限好 生命价太低 心不知天高 脑不知海参啊 那还等什么 我们进去啊 金胖子催促一声 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那妖月更是迫不及待 开始寻找门户 门户我已经找到了 不过 想要进入 还需要一些准备 秦小天的声音很高 仿佛生怕妖月听不到似的 可是 秦小天知道 自己是说给那三个人听的 师尊 那个小子找到门户了 果然 那两人一伙的金丹七修士 立刻朝着那原音中期的修士 喊道 恐怕有诈 那原音中期的修士 只是回应了一句 再没有了任何话语 虽然只是传音 但是秦小天却已经感受到了 此人身上的一丝力量波动 就是那单独的一位原音后期的老怪 周围的力量波动 也是微微一颤 很明显听到了秦小天的话 大哥 门户在哪里 妖月听到 满脸都是惊喜之色 一把就冲到了秦小天的身边 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罢了罢了 从今以后 你也跟着金胖子 喊我大哥吧 秦小天听到妖月激动之下 喊出的称呼 脸上露出一副无奈之色 这让妖月神色 跟着仰天长笑 吼吼吼 胖子 以后看你还敢大辈子来压我 然而 金胖子依然是一副鄙视的神色 邪逆妖月道 就算同辈 你也是我小弟 排行老三 你 一时间 妖月心中 如同有万头草泥马在奔腾一般 被金胖子气得全身发抖 不过 下一刻 秦小天与金胖子和妖月 冲向了这玻璃罩子的下方 速度极快 令人炸舌 不好 拦住他 一道惊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元英后期的老怪 冲向了秦小天 与此同时 还有两人冲上了天际 小子 你们敢 那两人也是嘀吼一声 就要出手震杀秦小天三人 然而 秦小天却是冲着三人咧嘴一笑 你们终于忍不住 出手了 死 不好 快 晚了 这元英中期的老怪 那彻子还没有说出口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将其神魂禁锢 扑通 这元英中期 老怪的神魂被禁锢 那身体直接失去了玉空的力量 跌落在地 师尊 金丹七的修士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朝着这位老怪冲去 而另外一位元英后期的老怪 却是撒腿就逃 根本不给秦小天机会 带着你师尊滚吧 秦小天看到 冲着那金丹七的修士喊了一声 那金丹七修士如蒙大射 立刻抱着自己的师尊 朝着远处顿去 大哥 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金胖子露出一副疑惑之色问道 这绝对不是秦小天的性格 这若是平常 别说是这个元英中期的老怪了 就是后期的老怪也要死 你不懂 做人不能太嚣张 秦小天大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金胖子道 跟着身形一闪 来到了这玻璃罩子的某一处 一掌轻轻拍落 啪 在这一掌之下 这玻璃罩子 居然真的开启了一道门户 让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大哥 门开了 闭住呼吸 嘴中喊两颗解毒丹 秦小天提醒一声 跟着喊了两枚解毒丹 直接闪身进入了里面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立刻跟上 啪 当三人进入玻璃罩子的那一刻 这门户居然瞬间关闭 生怕三人会逃走一般 哼 小子 就让你先为老小探路 就在这时 一道冷哼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 那刚才离去的 原因后期的老怪 去而复返 师尊 这老怪真的回来了 哎 我们就留在这里 等待他们出来相助一把吧 也算是报答 他们的不杀之恩 不但是那原因后期的老怪 去而复返 就是之前被秦小天放走的 那师徒俩也是回归 他们正是看到那老怪 去而复返 才起了报答之心 其实 秦小天何须他们帮助 只要这原因后期 老怪胆胆对他出手 他就让对方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至于秦小天三人 进入了这玻璃罩子里面 立刻被那毒障笼罩 虽然三人闭住了呼吸 可是这毒障 居然通过汗毛孔 侵入了他们的身体 该死 大哥 我好想中毒了 大哥 我也中毒了 就在秦小天感觉不妙的时候 金胖子和妖月的话 立刻传入了秦小天的脑海 下一刻 二人大头朝下 直接再落 唉 秦小天叹息一声 仿佛早就知道 会有这样的结果一般 没有丝毫的惊讶之色 只是将二人扶起 放在了地上 很快 一座小型的阵法 将金胖子二人笼罩在内 一掌拍出 将阵内的毒障清除 再次为了二人 两枚解毒丹 这才朝着四周看去 至于秦小天 在进入的那一刻 就封闭了自己全身 三一六千万的汗毛孔 这毒杖对他根本无用 咦 不过 很快秦小天就发现了 远处有打斗的痕迹 除了那地面有些凌乱之外 还有血迹 秦小天走出阵法 来到了这打斗的地方 当嗅到这血腥味的时候 秦小天眉头一蹴 妖秀 这血腥味之中 充满了一丝淡泊的妖气 正是妖秀受伤之后留下的 一时间 秦小天有了一丝退意 这事 就在秦小天要退走的时候 却是发现在一旁的尖石之上 居然挂着一片衣精 看到这一片衣精 秦小天心中一动 然后一突 不是吧 非要让我当许仙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这衣精的碎片 正是韩晓文身上的 很明显 在这里的人是韩晓文 罢了 好歹你也喊了我一声大哥 我就帮帮你吧 看来想要扯断这孽缘 还真不容易啊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迈开步伐 朝着里面走去 只不过 秦小天十分的谨慎 手中除了抓着的永恒颅盖 还掐着剑绝 一路深入 大约数千丈的地方 秦小天又看到了一滩血迹 按照这血迹的痕迹 秦小天再次深入了万丈左右 一具尸体 映入了眼帘 死 看到这具尸体 秦小天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具尸体 居然是一头黑熊 不过 这黑熊的身上 却是散发出一股肚结气的气息 不但如此 这黑熊的尸体没有头颅 就连身躯 都被吞噬了一小半 是的 就是吞噬 那伤口的地方参差不齐 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撕咬的一般 甚至那伤口的地方已经反黑 明显中了剧毒 不过 合体气的黑熊 那全身都是宝贝 秦小天直接将其收入了单独的储物戒指 继续朝着深处而去 雕九 还不放了小姐 难道你就不怕主上发怒 亲自来击拿你吗 老了 休要拿那个人来吓唬我 若不是那个人 我至于逃到此地吗 就在此刻 远处传来一道怒喝声 秦小天眉头一蹴 慢慢地朝着前方行去 大约走过了八千丈左右 秦小天立刻发现 一只足有三丈的大雕 嘴巴之中 雕着一位蒙面的女子 脸上露出凶悍之响 在其对面 有一位老玉 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眼中却是透出一丝交集 而那韩晓文 正站在老玉的旁边 满脸交集之色 眼泪都滑落下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中年男子 脸上露出一副痛恨之色 双目有些赤红 身上也是燃血 甚至被撕下了一块血肉 乖乖 两个一个合体器 两个肚结器 看到这些人 秦小天心中那道一声 那雕九和姥姥 正是肚结器的高手 那中年人 则是合体器 至于韩晓文 不说也罢 若是目前的形势 秦小天再看不出来的话 那真是白活一世了 那你也不能用小姐来威胁老生 毕竟你是看着小姐长大的 姥姥 你还是看着我长大的 可是那又如何 你还不是一样 对我出手 你 若你不是犯下门规 老生至于来捉拿你 主上至于通缉你吗 若是你对小姐 对我们妖宗 还有那么一丝情谊的话 就放了小姐 哈哈 好一个情谊 姥姥 姥姥 雕九也不是不过情面的人 可是你想想 你们对我留情面了 不过 你们无情 我雕九不能无意 只要你们离开 并且发誓不再追杀我 我就放了小姐 好好 雕九 算你狠 姥姥话音落地 给韩晓文两人使了一个眼色 很快 三人朝着远处退去 收了玲珑中 哼 姥姥冷哼一声 不过还是收了玲珑中 那雕九瞬间就化成了一道黑影 朝着远处顿去 说时迟 那石块 就在这雕九顿走之时 苍穹之上 立刻出现了一座剑阵 那剑阵成八卦的图案 化成万千飞剑 朝着雕九飞射而去 姥姥 还等什么 老太婆 你敢音 不 就在雕九幕后之时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撞击了雕九的石海 将其撞得脑袋嗡嗡作响 口中更是喷出一道晦气 而雕九口中的蒙面女子 也在雕九喷出晦气的同时 被喷向了远处 刚好被一道身影冲了过去 将其接住 一只手掌 立刻朝着蒙面女子的嘴中 塞了两枚药丸 却是一不小心 将其面纱扯掉 死 好美 饶是秦晓天定力十足 可是看到此女的面容 也是惊呼一声 惊为天人 甚至此女跟林飘然和玄灵子比起来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倒是比起那梦中的仙子 差了那么一丢丢 只见此女皮肤白皙 弹指可破 穷鼻闭嘴 晶莹剔透 那睫毛弯弯 眉如弯月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正一眨一眨的盯着面前这人 不过 看到面前这人 此女白皙的双颊瞬间一红 眼神也有了一丝躲藏 不敢直视面前这人 甚至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抱歉 不是有意扯掉你的面纱 你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 扯掉你的面纱 就要娶你吧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 当看到此女天人的容颜 秦晓天真的有那么一丢丢的时间 脑袋当机了 嗯 确实有这个规矩 不过 当这话出口 此女更是露出娇羞之色 用那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轻轻的嗡了一声 秦晓天一个亮枪 差点将怀中的大美妞都给丢出去了 秦晓天根本没有想到 此女居然会这么回答 好吧 看来你就是那天仙阁的阁主了 秦晓天口中应了一声 不过此女却是带眉青醋 口中痛哼一声 嗯哼 你受伤了 秦晓天看到此女面色有些痛苦 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脚下一点 立刻朝着韩晓文的方向冲去 小姐 你没事太好了 韩晓文看到秦晓天抱着自己的此女回来 立刻喜极而泣 从秦晓天手中接过了此女 不过 看到此女面色羞红 而且面纱也掉了 立刻露出一副怒色 瞪着秦晓天 那个啥 我去协助姥姥 秦晓天避免尬 口中喊了一声 直接冲了过去 开始指挥乾坤见证 不断地协助姥姥对战雕酒 在秦晓天救下此女的时候 姥姥就已经杀了过来 缠住了雕酒 雕酒也是在拼命 疯狂地攻击姥姥 雕酒 若是之前你束手就擒 或许你还有一条活路 现在 来年的今日 便是你的死期 姥姥酒攻不下 立刻怒吼一声 跟着摇身一变 瞬间腾空而起 一只足有数十丈的金雕 横在了半空之上 这金雕全身的羽毛 都散发着金光 身上更是散发出一股 超越了渡劫期的力量 只见这金雕仰天长啸 双翅一盏 猛地朝着雕酒扑了过去 那锋利的爪子 寒光闪闪 坚硬无比 可以轻易地撕裂虎豹 雕酒看到 面色大惊 那树杖的身躯 猛地下蹲 瞬间四肢用力 如同脱缰的野马 瞬间冲了出去 想走 没有那么容易 姥姥所化的金雕怒吼一声 双翅猛的一扇 一股惊人的大风 瞬间形成了飓风 朝着雕酒的前方席卷去 雕酒不敢硬冲 只能掉头逃走 可是姥姥所化的金雕 已经扑了上来 那锋利的爪子 瞬间就抓在了 雕酒的背脊之上 撕了 哦 随着一道血肉撕裂的声音传来 雕酒口中立刻发出 一道痛苦的嘶吼声 只见在其背脊之上 出现了数道血痕 甚至 这血痕深刻见骨 炎红的鲜血 正鼓鼓而出 雕酒 内命来吧 姥姥化身的金雕 再次冲向了雕酒 那双爪朝着雕酒的头颅抓去 这要是被抓到 雕酒必死无疑 破 就在此刻 雕酒却是口中喷出一道云雾 那云雾之中 蕴含了一颗蓝色的内丹 这内丹带着一股极大的力量 瞬间撞在了金雕的爪子上 破破破破 一连数次 在这内丹的撞击之下 金雕再次被阻挡了下来 不过 当金雕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雕酒已经舍弃了内丹 逃之夭夭 雕酒 姥姥大怒 立刻发出一道震天的怒吼 他没有想到 雕酒居然连自己的内丹都不要了 要知道 一旦妖修失去了内丹 不但不能够化形 甚至连修为都会跌落很多 没有长时间的修养 修想恢复 只可惜 姥姥的本体是金雕 那一双眼睛无与伦比 瞬间就发现了雕酒的踪迹 双翅一盏 立刻追了过去 也就是呼吸之间 姥姥就挡在了雕酒的面前 那一双利爪 再次在雕酒的身上 留下了数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一时间 雕酒全身都染满了鲜血 因为失去内丹 雕酒也后继无力 直接软倒在了地上 在那里大口的喘息着 姥姥 放过九叔吧 其实九叔根本没有想要伤害我 是我甘心 想要帮助九叔的 就在姥姥所化的金雕 想要抓住雕酒 将其击毙的时候 那少女立刻挡在了姥姥的面前 冲着姥姥喊道 笑 姐 姥姥喊了一声 明显有些焦急和无奈 姥姥 我小时候都是九叔 看着长大的 说实话 没有九叔陪着我 我真的会很孤单 这少女急得 满脸都是泪痕 一阵暴雨梨花之下 更是张开双臂 抱住了姥姥所化金雕的脖梗 姥姥 我真的不要看到九叔死去 求求你 放过他吧 茄儿 让他杀了我 不过 那雕酒却是怒吼一声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般 我梗立刻扑到了雕酒的怀中 搂着雕酒的脖梗 冲着姥姥喊道 哎 茄儿啊茄儿 你可知道 你这样是犯了大忌 这一刻 姥姥再次化成了人形 手中拿着龙头拐杖 走到了茄儿和雕酒的面前 露出一副叹息的神色道 其实 主上早就猜到 你跟着来 就是想要阻拦老生 杀了雕酒 主上当时就嘱咐老生 若是你真的以死相逼 那就放了雕酒 他也不想看到昔日的兄弟 死在老生手中 姥姥话音落地 面带寒霜 盯着雕酒 雕酒 你可认错 姥姥 雕酒没错 为什么要认错 难道爱上人类女子就是错的话 为什么 雕酒立刻反驳 虽然有气无力 可是却让姥姥面色大变 住嘴 若是你再敢多说一句话 老生一记龙头拐杖打死你 哼 雕酒明显心中不服 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不过那目光却是扫过了窄 这让一旁的秦小天心中一动 雕酒 你滚吧 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老生面前 姥姥喝了一声 雕酒神色一愣 就是茄儿也是面色一愣 跟着冲到了姥姥的怀中 姥姥 茄儿知道 你最疼茄儿了 酒说 你快走吧 茄儿说完 回头看了一眼雕酒 脸上露出一副催促之色 很明显担心姥姥会变卦 茄儿 好好的 如果爱 那就大胆地去爱 管他什么人要有别的 爱情面前 老天爷都得靠后站 滚 姥姥听到 立刻怒吼一声 雕酒二话不说 拖着重伤的身体 朝着远处走去 而那茄儿 却是在雕酒的话音落地之后 偷偷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这让秦晓天心中一突 更是感受到了一股 来自姥姥眼中的杀迹 乖乖 这个漂亮的小美妞 不会真的看上我了吧 前辈 若是没事的话 晚辈就离开了 秦晓天心中觉得不妙 立刻朝着姥姥一拜 跟着转身就要离开 哼 老身 让你离开了吗 果然 秦晓天要离开的时候 这姥姥冷哼一声 直接喝住了秦晓天 这让秦晓天身体一僵 不知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去死 秦晓天的话刚落地 姥姥就怒喝一声 吓得秦晓天一个机灵 就是一旁的气儿 也是面色煞白 前辈 晚辈还没有活够呢 秦晓天面色一苦 冲着姥姥喊道 那样子 有多憋屈 就有多憋屈 当然了 若是前辈质疑让晚辈去死的话 那晚辈都是可以答应前辈 只不过 在晚辈去死之前 倒是可以指点前辈一二 秦晓天话音落地 那憋屈的神色消失了 那惊恐的神色也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副高傲之色 尤其是 秦晓天挺胸抬头 双手背负 一副高人的模样 看了一眼 面色有些漆黑的姥姥 好好好 老神倒要看看 你怎么指点老神一二 原本听到秦晓天 前半句话的时候 这姥姥就认为 秦晓天在讨侃自己 那面色就变得发青 可是听到后半句的时候 姥姥彻底断定 秦晓天就是在讨侃自己 那面色都变得发子 不过 这姥姥也是被秦晓天的 讨侃惊到了 倒是想要看看 秦晓天怎么指点自己 不瞒前辈 其实晚辈是仙人转世 秦晓天听到姥姥的话 直接丢出了一个炸弹 当然了 这个炸弹 就是用来迷惑姥姥的 哈哈 好一个仙人转世 那就请你这位转世的仙人 指点老神吧 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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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姥姥大笑一声后 那手中的龙头拐杖 狠狠地砸落在了地面 将那一块花钢盐 都给砸得粉碎 既然你承认 在下是大仙 那本大仙就真的指点你一二吧 毕竟本大仙曾经指点的小姑娘 如今都是西王母娘娘了 扑痴 就在秦晓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一旁的气儿 直接笑出声了 实在是秦晓天这句话 吹得都上天了 还当年指点的小姑娘 都已经是西王母娘娘了 你咋不说 你指点的小子 都已经是御地了 当然了 当年本大仙指点的小子 如今也是御地了 扑 切儿差点喷了 这个秦晓天太能吹了 一时间 切儿在面色漆黑的 姥姥身边吹风 姥姥 看他怎么指点 若是不对 直接抽烂他的嘴 嗯 老身也有此意 一时间 秦晓天双手背负 仰望苍穹 口中喃喃一声 小家伙 你虽然是杜劫七大圆满 可是你遇到了不可突破的平静 此生想要成就半仙之体 难 难 难啊 哼 姥姥 他说你是小家伙 直接抽烂他的嘴 一旁的韩晓文 直接冷哼道 毕竟姥姥都已经一万几千岁了 居然被眼前这个小不点 称之为小家伙 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不过 姥姥并没有说话 因为还真的被秦晓天说对了 姥姥真的遇到了瓶颈 当然了 在姥姥看来 秦晓天这纯粹就是胡周的 不过 姥姥的面色还是很难看 对于秦晓天称呼自己小家伙 心中真的很不爽 很好 这位大仙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老身的杀鸡 果然 姥姥话音落地 一股杀鸡从身上爆发而出 直奔秦晓天扑面而去 蹭蹭蹭 这杀气直接撞得秦晓天连连后退了三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当然了 秦晓天也知道 这杀气里面蕴含了姥姥的气势 不过 秦晓天依然没有丝毫金句之色 反而嫌你姥姥也 你可知道 你杀孽缠身 当你渡劫之时 恐怕会引下九九大天节 对于你来说 无法在这天节之下活命 死 姥姥听到此话 倒吸一口冷气 当然了 你之所以一直没有突破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得不说 秦晓天的话 正说中了姥姥的心坎 一时间 姥姥露出一副无法置信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仿佛真的猜不透 秦晓天是不是先人转世 还是在信口胡说 可是 这一切都对了 看来是被本大仙说中了 不过你放心 有本大仙在 你死不了 秦晓天大手一挥 满是自信之色 冲着姥姥喊了一声 现在 本大仙赐你三条妙计 切记 万万不可打开 否则泄露天机 本大仙必遭天谴 秦晓天话音落地 直接丢给了姥姥三枚玉检 只不过 这三枚玉检都被封印了 甚至上面 还刻着一二三的字体 这个小子 真调皮 在那苍穹之上 一位身具仙气的女子 面露笑意 盯着那不知道多远的地面 口中喃喃一声 小姐 你 在其身边 还有一位老玉 若是秦晓天在此 并然会发现 这老玉正是蓬莱仙岛的那位姥姥 当然了 秦晓天若是在这里 必然会越过姥姥 看到这身具仙气的女子 因为这女子 跟她梦中被霸王印上宫的仙子姐姐 一般无二 可嗨嗨 你也知道 我的结在她身上 这仙子两颗几声 并没有任何尴尬的神色 对着身边的姥姥说道 可是 多少年来 老神从来没有见过小姐 露出这般笑容 若说有的话 恐怕也是十万年了 姥姥的脸上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对着这位仙子说道 这位仙子听到十万年前 脸上露出一副落寞之色 或许 这就是命 是我的命 是他俩的命 也是这个小子的命 这仙子话音落地 却是闭上了眼睛 不再去看秦晓天 可是姥姥知道 自己的小姐心中 还是在意秦晓天的 自从秦晓天离开了蓬莱仙岛 自己的小姐一直跟着秦晓天 甚至几次都要出手帮助秦晓天 这秦晓天也是了得 每一次都能够逢凶化吉 就好似秦晓天自己说的那般 自己是仙人转世 遇到他是大家的造化 这一次 这个秦晓天居然再次逢凶化吉 还真的是让他心中不爽 至于秦晓天这边 在丢给了姥姥三枚玉剪之后 便转身离开 那姥姥二话不说 直接拍碎了第一枚玉剪 咔嚓 这玉剪瞬间碎裂 同时也传来一道声音 小家伙 本大仙就知道 你会如此 哼 姥姥冷哼一声 因为这声音正是秦晓天的声音 跟着姥姥再次拍碎了第二枚玉剪 小家伙 本大仙依然知道你会如此 若是你敢拍碎第三枚玉剪 那你真的要死在天洁之下 不信你就试试 哼 试试就试试 姥姥怒喝一声 抬手就要拍碎这第三枚玉剪 可是当那手掌落下之时 却是停在了玉剪之上 哼 老神暂且相信你 若是有假 老神就算是穷其一生之力 也要将你避于掌下 就在姥姥话音落地之时 那韩晓文立刻指着秦晓天离去的方向 高呼一声 姥姥 那个秦晓天溜了 溜了 秦晓天是真的溜了 再不溜 等在这里找死啊 不过 秦晓天确实在第三枚玉剪里面 留下了帮助姥姥的讯息 信 姥姥能够度过天节 不信 姥姥有99%过不去 当然了 之所以给姥姥留下了锦囊妙计 一方面是自己为了保住小命 一方面则是为了还气儿的人情 当秦晓天来到了金胖子和妖月所在的地方 那毒杖已经消散了大半 直接开启阵法 里面立刻传来了金胖子和妖月的呼喊声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大哥 吓死我们了 还以为你被削死了呢 不吃 不需要秦晓天出手 金胖子一脚就将妖月踹飞 大爷的 你就不能判免大哥好 大哥是谁 能轻易地死去吗 我 妖月刚要反驳 就被你胖子一个眼神给吓了回去 秦晓天知道 这二人保准被说自己好话 快走吧 人家是杜杰妻 我若不是仙人转世 恐怕小敏都要交代了 秦晓天脚步根本没停 直接冲过了二人 口中喊了一声 逃向了远方 是 小子受死 就在秦晓天三人冲出了毒杖的范围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随着一道怒喝声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一把宝剑破开了虚空 瞬间出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直刺秦晓天的眉心而来 哼 早就防备 你这一招了 秦晓天看到 立刻冷哼一声 跟着伸手猛的一轮 永恒炉盖直接砸出 狠狠砸在了那宝剑之上 当 瞬间 秦晓天的永恒炉盖 与那宝剑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金铁骄鸣声 跟着就看到那宝剑 直接划了几个圆弧 朝着远处落去 羞羞羞 嗡 不但如此 秦晓天手中的永恒炉盖 更是传来一道嗡鸣声 甚至秦晓天的手臂已经发麻 永恒炉盖都差点握不住 蹭蹭蹭蹭 在这大力的撞击之下 秦晓天脚下不稳 瞬间退出了十数步 被金胖子从后面顶着 这才停了下来 扑 然而 一道烟红的鲜血 却是从秦晓天的口中喷出 甚至秦晓天的面色胀红 胸口依然在剧烈的起伏 扑 秦晓天喉咙一甜 再次喷出了一道鲜血 这才舒服了很多 伸手一抹自己的嘴角的鲜血 冲着那原音后期的老怪骂道 你该死 居然敢震伤本大仙 哼 蝼蚁而已 也敢在老朽面前叫嚣 请客间 那位原音后期的老怪 出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全神贯注地盯着秦晓天 防备秦晓天施展偷袭的手段 秦晓天也是有苦说不出 若是对方没有防备 那自己突然之下 绝对会将对方神魂禁锢 至于现在 完全不可能 小子 交出宝贝 老朽或许会给你一个痛快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你们俩看到了吧 想要保住宝贝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秦晓天没有搭理那原音老怪 而是回头冲着金胖子和妖月说道 当然了 秦晓天时刻都在关注这原音老怪 只要其有瞬间的放松心声 自己施展雷霆手段 将其镇压 可惜 秦晓天失望了 这原音期老怪根本不上当 只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盯着秦晓天 小娃子 不要想给老朽下套了 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 交出宝贝 就在这原音老怪话音落地之时 一阵呼呼的破空声传来 只见一枚大印 居然从天而降 朝着其头顶碾压来 死 是你们 这原音老怪没有应接 只是避开 立刻发现 攻击自己的人 居然是那之前的师徒二人 区区原音中期 也敢跟老朽对抗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小友快走 老朽来拦住他 不过 那原音中期的老怪 并没有搭理对方 只是冲着秦晓天喊了一声 多谢 再下去 秦晓天毫不客气 口中喊了一声 直接开溜 哪里管对方是死是活 那原音后期老怪看到 心中一急 立刻祭出一件宝器 朝着对方的杂趣 跟着就要冲向了秦晓天 老匹福 受死 然而 秦晓天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那原音后期老怪心急之时 秦晓天直接展开了自己的神念 将其禁锢 虽然只是片刻的时间 可是金胖子速度更快 那脚下猛的一灯 如同一发炮弹一般 射向了那原音老怪 让你欺负我大哥 扑吃 金胖子手中的重剑猛的砸落 直接将对方的脑袋砸得爆裂开来 烟红的血雨 混着白色的脑浆 飞溅的到处都是 可怜这原音后期老怪 明明是稳操胜算的局面 却是因为意外的出现 让其直接毙命 不要让他原音逃了 秦晓天高呼一声 可终究是晚了一步 那老怪的原因 直接冲出身躯 顿空而去 眨眼之间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恶啊 秦晓天低骂一声 不过也没有办法 能够因死这老怪的真身 已经算是运气了 大哥 都是我的错 金胖子喊了一声 不过 还是一把火 将其身躯化成了灰烬 同时受了这老怪的物品 交给了秦晓天 也不怪你 是我们的修为太低了 看来是时候突破了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自从突破住击七以来 秦晓天始终没有修炼 别说修炼了 就连一枚灵丹都没有吞服 所以 这数年的时间 秦晓天一直都是住击出气 当然了 这也不能怪秦晓天 毕竟这数年的时间 秦晓天一直在坑人和被坑的路上 哪里有时间去修炼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这时 秦晓天冲着那师徒二人喊道 那师徒二人 却是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刚才的一切 他们可都看在眼中 一位元英后期的老怪 就在秦晓天手中 轻易地被毁了真身 若不是元英逃得快 恐怕直接就生死盗消了 这样的人 这样的手段 何须自己出手相救啊 道友说笑了 虽然我们师徒没有帮上什么忙 可也算是了却了我们师徒的一个心愿 这人倒也是直接 说的话 让秦晓天很中听 正所谓一报还一报 因果有循环 如此也算是互不向欠 告辞 再见 秦晓天和这位元英中期老怪 并没有过多的语言 一时间 二人大笑着各自离开 不过 在秦晓天等人离开之后 那逃走的元英老怪再次出现 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盯着秦晓天离去的背影 小子 老夫此生不杀你 永不成仙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是 不 花音落地 这元英老怪就想要离去 可是 一只仙仙玉手 却是抓住了这老怪的元英 跟着轻轻一捏 扑吃 这老怪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 那元英直接爆裂 化成了纯净的天地灵气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臭小子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来给你上后 这一刻 一位仙子和一位老玉出现在了这里 正是那蓬莱仙岛的小姐和老玉 听到这仙子的话 老玉叹息一声 小姐 你这是何必呢 不如挥剑斩青丝 直接杀了那个小子算了 然而 这仙子却是目光一寒 全身散发出一股冰冷之意 让那老玉如坠冰窟 老玉 你回蓬莱仙岛吧 我真的不想 杀你 大金国 位于大唐帝国的外围 算是大唐帝国的一道防护墙 只要越过大金国 就是大唐帝国的境地 这大金国比起宋国 要大了许多倍 可谓是地域辽阔 资源丰富 在这里 金丹七的修饰比比皆是 就是元阴七的老怪 在这大金国也是经常见到 而掌控大金国的宗门 便是金丸宗 这么说吧 圣天大陆的势力分布 就好似金字塔 越是靠近圣天大陆的中心 宗门势力越是强大 圣天宗最强大的宗门 便是圣阳宗 圣阳宗的所在 便是天朝 天朝统治了所有的国家 其麾下便是四大帝国 大唐帝国 大元帝国 大明帝国 和大清帝国 同样的 四大帝国也是被四大宗门掌控 这四大宗门 分别是掩阅宗 天英宗 天龙宗 和紫霄宗 这四大宗门算是顶级的势力 比起圣阳宗 也就低了那么一个阶层 同样的 在四大帝国之下 也有十六大国 而大金国便是大唐帝国的一道门户 金丸宗便是其掌控者 当然了 金丸宗不会参政 可以说 大金国是金丸宗扶持的一个势力 通过大金国每年上缴的资源 来供给金丸宗的弟子修炼 这一日 三道身影来到了大金国的外围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晓天 金胖子 和邀越三人 秦晓天三人 经过长途跋涉 数十天的时间 才来到了大金国的外围 当然了 在路上金胖子也询问了秦晓天 为什么又转到往大唐帝国而去 秦晓天立刻展开了一篇 大唐盛世的篇章 解释了一番 虽然金胖子和邀越二人不信 可是却不能说什么 因为秦晓天说的大唐盛世太好了 说的连他们都向往去大唐帝国 大哥 前面有座村庄 我们去里面歇歇脚吧 长途跋涉数十天 别说是邀越 就是金胖子也累得气喘吁吁 刚好前面有一座村庄 邀越提议歇歇歇脚 可以 但是遇到邪宗 可别怪我 秦晓天应了一声 说到邪宗的时候 金胖子和邀越露出了不屑之色 他们赶来 胖爷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没错 他们赶出来蹦的 我邀越一巴掌拍死他们 一时间 金胖子和邀越气质满满 秦晓天只能答应他们去 这个村庄歇歇脚 可是 当他们三人踏空而来的时候 这村庄的人 居然匆匆退回了村子 看到他们三人 仿佛是看到了妖怪一般 这让秦晓天三人有些傻眼了 只不过是想要来歇歇脚 至于这样躲着自己吗 片刻之后 从那村子里面走出来一位老者 这老者修为倒是不低 居然是金丹七出七 看到秦晓天三人 那白白的眉头一皱 三位道友 是来挑选弟子的吗 挑选弟子 秦晓天三人听到这话 有些傻眼了 老赵 我们不过是来歇歇脚的 并不是你说的人 呼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秦晓天的话 这老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口中喃喃两声 脸上的神色放松下来 道友勿怪 实在是上宗往年来挑选弟子 每次挑选走的人 都不曾回来过 所以看到 三位道友到来 还以为是上宗的使者 这老者稍微的解释了一番 这让秦晓天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上宗 挑选弟子 从来没有回来过 这上宗是专门坑杀弟子的吗 居然收了人家孩子当弟子 也不放回来 给人家当爹娘的看看 原来是这样 秦晓天应了一声 跟着在这老者的邀请下 进入了村子 也给沏好了灵茶 秦晓天也不客气 先喝了一杯 老赵 你说的上宗是哪个宗门 不会是金丸宗吧 正是 金丸宗每隔三年 都会在大经国各地 挑选资质上家的孩子 拜入宗门 当初说是修行五年 便可以回家探望 可是 我们村子足足送走了八批孩子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回来过 这不刚好有事 上宗挑选弟子的日子 所以才会与了之前的误会 这金丸宗太可耻了吧 就算是妖 也知道对父母感恩啊 他们居然不放弟子回来看望 太可恶了 妖夜听到后 脸上立刻露出一副怒容 仿佛自己也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一般 只不过 他不是被挑选成了弟子 而是父母为了修行 将他给遗弃了 老丈 这金丸宗是什么势力 居然这么霸道 为什么你们不去金丸宗告状呢 我们哪里敢啊 且不说金丸宗是大经国最大的宗门 就是他们的靠山说出来 都能够吓死人了 哦 秦小天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朝着老者投去了询问的眼神 金丸宗可是大唐帝国 最强大宗门天龙宗的下属 惹了金丸宗 那就是惹眼月宗 曾经就有一位杜劫妻的强者 一夜之间差点灭了金丸宗 可是眼月宗直接拍出了三位杜劫妻的高手 镇压此人 他们双方的战斗 刚刚开启了不足半刻钟的时间 最终那杜劫妻高手被当场格杀 从此之后 谁也不敢再惹金丸宗 而且金丸宗每隔五年 同样会输送一些天之骄子 败入眼月宗 更是会送上一些资源 所以金丸宗的底蕴 真的很强大 还有这么一档子是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金丸宗有什么厉害之处 秦小天口中应了一声 原本按照秦小天的打算 直接进入大唐帝国 败入眼月宗 然后寻找玄灵子的下落 那样一来 或许会有些唐突了 这下刚刚好 这金丸宗不是每隔五年 都要送弟子败入眼月宗吗 那自己就加入金丸宗 然后再进入眼月宗 这样神不知 鬼不觉 等找到玄灵子 直接就带走 让金丸宗来背锅 道友千万不要 再有两年 便是金丸宗输送弟子的日子 若是进入了眼月宗 恐怕真是去送死了 哦 这又是如何 秦小天疑惑 进入了眼月宗 怎么又是去送死了呢 可是 就在这老者要解释的时候 村子外面 立刻传来了 一道嚣张的声音 金丸宗使者驾到 你们村子的村长 为什么还不前来迎接 听到这声音 这老者面色一变 立刻低声道 道友 你们快点离开吧 晚了 恐怕就要遭殃了 老丈 不要担心 在下倒是有一个办法 秦小天说着 脸上露出了一副奸诈的笑容 跟着递给了老者一个储物袋 里面放了数千的零食 老者神色一愣 没有想到秦小天居然要冒名顶替 尤其是说出的办法 更是让老者心中惊讶 直接用钱砸 用钱砸 村长的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仿佛从来没有想过 在金丸宗的使者面前 居然可以用钱砸 道友这是怕零食不够 秦小天眉头一挑 再次丢出了一枚储物袋 里面的零食 比起之前还多 足有十万 村长看到如此数量的零食 那身体一抖 双手差点没接住 甚至这储物袋握在手中 都感觉沉甸甸的 道友尽管使用 至于用多少 那就看你自己的意思了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们三人都要成为金丸宗的弟子 秦小天话音落地 也不再搭理着村长 而对着金胖子和妖月说了些什么 跟着二人的气息 居然逐渐下降 变成了助击初期的样子 这村长看到 心中惊骇 如此高明的隐匿之法 他何曾见过 也只有那些大能才能够做到 一时间 这村长的脸上露出一副难色 很明显秦小天想要成为金丸宗弟子 是抱着什么目的去的 一旦秦小天在金丸宗 做出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 恐怕自己 甚至整个村子都要交代了 道友 老朽要一千万零食 你们走了之后 老朽要带着所有人搬离大金国 听到这村长的话 秦小天眉头一簇 不过还是丢出了一枚储物袋 钱财对自己来说 虽然喜欢 但是该花的地方 从来不会手软 多谢道友 此事老朽一定帮道友办成 不过老朽还是要提醒道友一下 最好将修为降到宁七七大圆满 可以 秦小天应了一声 三人的修为再降 直接跌落宁七七大圆满 这让村长面色再次一害 直接转身离开 倒是精明 这村长离去之后 秦小天口中低音一声 这村长知道要坏事 这才狮子大开口 要了一千万零食 当然了 若是这村长将事情办成也就罢了 若是无法办成 那就另说了 云山 大约过去了半个时辰 一道低贺一声 传入了整个村落 跟着就看到 村长带着一批人来到村外 只见村外有三人 一位中年人和两位青年 中年人身穿悬袍 那两位青年则是身穿 镶着金丝花纹的白袍 显得极其奢华 这中年人乃是元英七 两位青年也是金丹七 三人的脸上都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甚至那鼻孔朝天 元山拜见飞羽先掌 这村长名号元山 立刻露出恭敬之色 朝着来人一拜 元山 这次你们村子派谁跟我离去 告诉你 太差了 绝对不行 飞羽这是这位元英七修士的名号 元山听到飞羽的话 根本不敢怠慢 直接上前两步 半个身子挡住了那两名金丹七的弟子 拿出了一个储物袋子 交给了飞羽 很明显 这元山村长这样的事情 没少做 哼 你能有多少资源 这飞羽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眼中净是轻蔑 仿佛根本看不起元山一般 更是直接给元山传音 不过 当飞羽接过储物袋的时候 面色却是微微一愣 跟着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元山 元山 看来你们村子最近过得不错呀 既然如此 你们村子要比往年多出几个人啊 飞羽面带一副你知道的神色 伸手拍了拍元山的肩头 元山立刻露出一副苦闷之色 飞羽先长 您知道的 我们村子就靠着种植那几亩林田过活 而且马上就要收成了 若是没人 那我们村子就要饿死了 您看 今年我们村子送上三位宁七七大圆满的村民可好 元山露出一副痛苦的神色 最后牙齿一咬 再次塞点了飞羽一个储物袋 跟着那神色立刻变得萎靡起来 飞羽看到 心中明白 从元山手中也刮不出什么油水了 这才笑道 罢了罢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既然如此 你们村子就出三人吧 多谢飞羽上仙 元山立刻拜谢 跟着回头看向了人群之中的秦小天三人 你们三个跟飞羽先长走吧 记住了 好生修炼 争取早日出人头地 好为我们村子带来福音 村长 我们一定会紧进您的教会 三年 不出三年 我们一定会让村子变得更好 唉 去吧 元山露出一副颓废之色 仿佛这样的话语听到过很多 可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一般 就是那飞羽眼底深处 也是露出了一副笑意 仿佛秦小天说的话很可笑一般 不过 并没有点出 你们三个 跟上了 飞羽眼中尽是不屑之色 邪逆了秦小天三人一眼 口中喊了一声 下一刻 祭出一把飞剑 踏剑而去 秦小天三人同样祭出飞剑 跟随飞羽直冲天际 只不过 却是被飞羽落下了很远 当然了 这也是秦小天三人刻意为之 当飞羽带着秦小天三人离去 那元山原本为你的样子 瞬间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副激动之色 哼 飞羽 你也不过就是三两万零食就打发的主 老小里外里 赚了一千零几万的零食 没错 元山第一次给了飞羽一万零食 后来又给了两万零食 这比起往常 足足多了七八千零食 可是 不要忘记了 秦小天可是给了他十万零食 让他打点的 所有人 拿走必须要物品 我们举足搬迁 元山高呼一声 带着村民立刻收拾行李 也就是半个时辰的时间 元山之前的村落就空无一人 至于秦小天三人 一路跟着飞羽 挤持了数万里之地 只不过 秦小天三人 却是露出一副气喘吁吁 满头大汉 厚力不济的样子 哼 山村就是山村 能够出现什么样的天之骄子 这才多远的路 就跟不上了 我们飞羽长老 可是放慢了速度 寻常时间 早就身在十几万里之外了 一名金丹七的金鸾宗弟子 冲着秦小天三人喝道 脸上竟是嘲讽之色 前辈 我们实在是飞不动了 听到这人话 秦小天干脆直接停了下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在那里大口的喘息着 甚至还拿出了一根红薯 在那里啃着 罢了 就暂且歇息一把 飞羽也知道 秦小天三人 根本就跟不上自己的速度 而且对于宁气气的三人来说 之前那人再次冷哼一声道 金胖子听到 气得那是咬牙切齿 若不是秦小天提前交代 不准惹事 金胖子早就上去揍死他压的了 算了师兄 等到了宗门 测试林根资质 若是真的无用 也只能去当杂役 他们能有什么资质 恐怕就是伟林根罢了 师兄 不说了 喝水 这二人倒是说说罢了 可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尤其是秦小天 听到说要测试林根 秦小天直接就傻眼了 一时间 秦小天心中苦笑 本尊想要低调的非生仙剑 可是实力真的不允许 天灵根 那可是绝无仅有的天灵根 别说是大经国了 就是整个圣天大陆 恐怕天灵根的弟子也不多 要不然 秦小天在玄天宗 岂能受到那样的待遇 现在不过是 想要通过金鸾宗 成为掩月宗的弟子而已 这倒好 非要搞一个什么灵根测试 这不是要将自己 从低调推到高调吗 做人啊 真的不能太优秀 行了 长老喊了一声 再次驾驭飞剑 急迟而去 又是数个时辰的时间 秦小天一行人 足足飞行了数十万里 这才看到了 一座城市京城 大哥 这大经国是真的大啊 比起宋国 最起码大了数倍不止 这是金胖子和妖月 这一路上 唯一跟秦小天说的话 数十万里的路程 只是见到了一座城市 可见这大经国的地域 多么辽阔 来到了京城 菲宇直接将秦小天三人 丢给了那两位金丹七的弟子 自己独自离去 通过这两位金丹七弟子的聊天 秦小天知道 这京城的城主 正是金鸾宗的一位长老 不但如此 秦小天也知道了这人的名号 那师兄名叫云星 那师弟名叫云翼 师弟 他们三个交给你 唯兄出去一趟 这时 那位看不起秦小天三人的云星 邪腻了一眼秦小天三人 这才对着云翼说道 只不过 看向云翼的时候 眼中透出一丝猥琐之意 师兄你 师尊可不让我们进女色的 耽误修行 云翼劝阻了一声 可是那云星却是怒道 师弟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平时维兄那么照顾你 现在让你帮着一点小忙都不行 这 我就知道师弟会答应 维兄就去几个时辰 到时候 我们就启程回宗门 云星不等云翼说完话 立刻就断了云翼的话语 更是掉头就跑 根本不给云翼阻拦的机会 哎 云翼叹息一声 这才看了一眼秦小天三人 你们跟我来吧 很快 秦小天三人跟着云翼 来到了一家客栈 云翼倒是很随和 并没有像那云星一样 看不起秦小天三人 非但如此 这云翼还细心给秦小天三人 讲述有关金鸾宗的门规 云翼师兄 我们金鸾宗的门规这么森严吗 秦小天开口问道 听到云翼说 金鸾宗门规森严 若是伏逆长辈 轻则逐出师门 重则直接废除修为 是 我金鸾宗对于尊师重道十分严格 或许你今天失手打死了一位师弟 宗门不会说你什么 大不了面壁思过 或者做苦意 可是 你若是服逆了宗门长辈 那真是一个凄惨 曾经就有一位师兄 不小心得罪了一位长老 这长老直接将其大卸八块 甚至人神魂都没有放过 可怜这位师兄 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 你们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得罪长辈 这比你杀了同门师兄弟 要严厉多了 听到云翼的话 秦小天大致就明白了 说什么 这金鸾宗尊师重道 其实根本没有那些玩意 这金鸾宗就是强者为尊 快吃吧 吃完了好赶路 想要回到宗门 还需要数天的时间呢 乖乖 云翼师兄 这大金国到底有多大 俺胖子是乡下人 从来没有进过城 你就跟俺们三个说说呗 金胖子此刻开口问道 这都进入京城了 可以做传送阵了 回到金鸾宗 居然还要数天的时间 听到金胖子如此询问 云翼立刻露出一副自豪的神色道 在我金鸾宗的掌控之下 大金国地大物博 纵横相加 数十亿万里之遥 这也太大了吧 这么说来 那大唐帝国岂不是更加巨大 你想的倒是不远啊 多少人穷其一生 都没有离开大金国 更被说大唐帝国了 恐怕几百亿万里 甚至几千亿万里 都有可能 云翼也是露出一副神网的神色 冲着金胖子三人说道 可见 这云翼也是没有离开过大金国 行了行了 赶紧吃吧 少许 云翼催促到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那云星回来了 神色虽然有些微靡 可是依然对秦晓天三人横眉竖眼 走了 继续赶路 耽误了行程 为你们试问 一时间 秦晓天三人跟着云星和云翼二人 直接传送了三座城市 这才祭出飞舰 继续飞行 在大金国 无人敢对金鸾宗的人无礼 甚至众人看到云星和云翼二人 那都是露出羡慕和尊敬之色 所以 秦晓天一行人这一路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在七天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片连绵不绝 灵气充裕的山群之中 能够看到 极远的地方 那大山足有百万丈 山峰足有一大半 被云雾遮挡 而那里便是金鸾宗的所在 来者何人 虽然距离很远 可是秦晓天他们 还是被一行人直接拦住了去路 看到他们的服饰 就知道是金鸾宗的弟子 因为跟云星和云翼一样 是那么的骚气 师兄 我是云星 外出任务 这才回归 云星立刻拿出了自己的腰牌 递给了对方说道 原来是云星师弟 飞与长老呢 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这人将腰牌送还了云星 这才露出笑容道 飞与长老有些事情 让我们先回来 不知其他师兄是否都回归了 他们早你们一天回归 你还是赶紧带着他们进去吧 毕竟你们已经晚了一日 错过入门测试的话 小心长老们怪罪你 都是你们三个 若是老子被长老责罚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云星立刻冲着秦晓天三人怒喝一声 跟着飞也似的冲向了金鸾宗的山门 物怪 云翼看到 秦晓天三人飞向了山门 也就是十个呼吸的时间 秦晓天便站在了这山门的前方 一尊足有十万丈的大青石 处立在了山门旁边 上面书写着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秦鸾宗 看到秦鸾宗的山门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这样的宗门才像个样子 这样的宗门才配得上自己 也罢 本尊就以秦鸾宗当起点 征战整个盛天大陆 盛阳宗的小瓜子们等着站立吧 别神游天外了 快点 测试仪式已经开始了 看到秦晓天神游天外 那云翼立刻催促一声 秦晓天这才露出一股尴尬的笑容 立刻跟在了云翼的身后 也就是片刻时间 秦晓天三人就来到了金鸾宗的半山腰 来到这里 秦晓天才知道 之前的青石不过是大门而已 真正的山门正是在这里 而在这山门前 更是聚集了不少人 密密麻麻的 足有数千 这些人都是在等待测试灵根的人 只有被金鸾宗认可的人 唯有去当杂役的份 当然了 就算是当杂役 这些人也是削减了脑袋 想要往里钻 毕竟金鸾宗已经是无限接近了权力的中心 四系杂灵根 杂役处 五系伟灵根 站一旁 待会送你下山 这时 一道道声音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只见在那山门前摆放了三枚金石 这些人只要将手掌放在上面 吐出灵力 便可以测出灵根的高低 目前为止 测试完毕的一共分成了三波 第一波数十人 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 第二波上百人 面色尚渴 第三波却足有数百人 面色苦逼 秦晓天看到 心中便是知晓 也不言语 就这样静静的看着那些人装十三 三系人灵根 入门弟子 四系杂灵根 杂一处 五系伟灵根 嗡嗡 就在这时 两道嗡鸣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 一人手掌下面的水晶 直接闪烁出两道不同颜色的光芒 这光芒分成了红绿两色 红色的较大 杖许正是火木双灵根 不错 不错 终于出现一个看上眼的地灵根 火木地灵根 去那边单独站着 那负责测试的一位原音七老怪 面露满意的笑容 冲着那位地灵根的人说道 那人也是满脸激动 身体都有些颤抖 甚至连自己怎么走过去的都不知道 继续 三系 五系 一时间 很少有这样双系地灵根的出现 不是三系 就是四系 更多的却是五系伟灵根 当面前的人越来越少 剩下不足百人的时候 终于再次出现了一位双系地灵根 而且还是一位女子 是水木地灵根 不错 没有想到 今年的正式弟子 居然有两位是地灵根 希望你们 这十几个人当中 会对我惊喜 这位原音七的老怪面带满意之色 那目光扫向了秦晓天等人 目前包括秦晓天三人在内 只剩下十个人 很快 前面的人基本上都完事了 只剩下秦晓天和金胖子三人 妖月第一个上前 将手掌放在了上面 汪汪 又是两道惊人的光芒生腾而出 妖月居然是双系地灵根 一时间 还没有等那原音七老怪说话 妖月立刻冲着 投来羡慕之色的众人 比亮了一个爷的手势 妖爷就是一个天才 妖月高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鄙夷之色 扫视那些看向自己的人 更是昂首挺胸 想要再次给众人训话 啪 妖月刚要炫耀一番 那原音七老怪 直接给妖月来了一个暴力 臭小子 老朽还没同意 你加入金鸾宗呢 啊 妖月直接傻眼了 不过这原音老怪 地灵根人的旁边 哇 这位姐姐好漂亮啊 柳眉大眼 穷鼻闭嘴 是妖爷喜欢的类型 若是姐姐没有许陪人家 不如把妖爷收了吧 妖月看到那女子长得俊俏 那花花肠子 立刻躁动起来 开始撩拨那位女子 那位女子被妖月撩得面红耳赤 接下来就是金胖子 金胖子大摇大摆 走向了那水晶 样子比起妖月还要牛叉 仿佛自己就是天灵根的资质一般 可是 当金胖子的手掌 放在了那水晶上面 别说是天灵根了 就是那赤橙黄绿青蓝子 多加了两个颜色 那也没有任何光芒爆出 哈哈 居然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小子 不是吧 没有灵根 这他娘的比起天灵根更难见啊 众人看到 一阵嘲讽 金胖子被气得面色漆黑 鼓足了力气 想要显示一二 可是就没有任何改变 小子 你也是万中无一了 居然是没有灵根的人 老朽倒是很奇怪 你这个没有灵根的人 是怎么修炼到了宁气气大圆满 别说是那些嘲讽的人了 就是这圆英七老怪 也是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冲着金胖子问道 甚至那眼中竟是疑惑之色 然而 就在这圆英老怪的话音落地 金胖子那是累得气喘吁吁 直接朝着嘴中丢了一枚灵丹 嚼巴了几下 就吞了下去 圆英七老怪看到 一脸的猛逼 他还没有见过 吃灵丹这么随便的人 小胖子 你很有意思 今日老朽救 前辈稍等一下 晚辈刚才急着赶路 有点饿了 让我再吃两枚灵丹 金胖子说着 再次吞了两枚灵丹 这才大吼一声 给我谢 随着这一声大吼 金胖子的手掌 直接拍在了那水晶之上 差点都将水晶给拍碎了 终于一道漆黑的光芒冲天起 变异灵根 看到这冲天的黑光 那圆英七老怪见多识广 立刻认出了这黑光的来历 正是变异的灵根 那黑光直接冲出了石树杖 这才停了下来 甚至此刻 在那金鸾宗之中的山峰之上 直接冲下来了树道身影 甚至那树道身影身上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威压 让在场的众人呼吸 都变得有些困难 就是那圆英七的老怪 也是露出了一副金融 跟着变成恭敬之色 朝着来人恭敬一拜 是谁 居然拥有变异灵根 这黑暗灵根啊 那几个人还没有到 声音就立刻传了过来 跟着就看到那树人 直接从天而降 开始打量金胖子 因为只有金胖子一人 站在了那水晶的面前 那手掌还没有拿下去呢 小胖子 是你拥有黑暗灵根 其中一位老者面带诧异之色 盯着金胖子问道 眼中更是带着一丝夺目的光彩 看到这些人的架势 金胖子非但没有任何聚色 反而露出了一副嚣张的样子 没错 正是胖爷拥有黑暗灵根 哈哈 从机遇起 胖爷就要崛起了 嘿 这小子有意思 都别跟老朽抢 这小胖子 一看就是一个闹腾的主 只有在本职法堂手下当差 才能够磨练他的心性 谁都不要跟老朽抢这个小胖子 这个小胖子 刚好适合修炼老朽的一种古怪心法 一时间 这从山门之中冲下来的三位老者 开始疯强起来 实在是黑暗灵根太罕见了 一旦培养得好 绝对可以冲天气 成为胶子 可嗨嗨 那个啥 三位前辈 胖爷其实有件事情没说 然而 金胖子的话 根本就没有引起三位老者的注意 人家此刻正在争论 金胖子属于谁呢 告诉你们 谁敢跟老朽抢这小胖子 老朽跟他没完 这月 你不就是执法堂的堂主吗 有什么可装十三的 告诉你 金日本座给你抢定了 浑天 你还真是一个混蛋 浑天风有你这样的常做 简直就是浑天风弟子的悲哀 行了 你俩都别吵了 这个小胖子灵根古怪 还是等宗主检查后再说吧 离火太上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你不就是想骗过我们 然后将这小胖子带走吗 想都别想 这三位老者 争得是面红耳赤 就差要动手过过招了 而那圆阴七的老怪 根本不敢插嘴 因为这三位都是出窍期的主 在金鸾宗属于第二阶梯的强者 一时间 这场面变得有些尴尬 三位大佬在争执 完全将金胖子丢在一边 圆阴老怪也不敢说话 其他人更是胆怯 嗡 然而 就在三位大佬争执不休的时候 一道惊人的嗡鸣声 瞬间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只见一道足有百丈的光柱 冲天起 这光柱只有一种颜色 乃是璀璨的金色 是天灵根 而且是极致的天灵根 百丈的光柱 就算是整个大金国 也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这一刻 一道惊骇的声音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原本就被这百丈的光柱 惊呆的众人 更是变得惊讶无比 因为那说话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小天自己 而那金色的光柱 也是秦小天的手 放在水晶之上导致 天纵之才 妖孽之姿 将来必成仙道之人 几位前辈 还不速速出手抢夺 傻眼了 在场之人都傻眼了 这明显就是推销 而且推销的东西还是自己 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 更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小子 你确定你的脑袋没有袖斗 离火态上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冲着秦小天询问道 再好不过了 秦小天的话刚出口 离火态上直接出手 抓住了秦小天的肩头 就冲天起 直奔山顶去 离火 你敢 离火佬 留下辞子 一时间 坠月和魂天二人都是低吼一声 尤其是坠月 更是直奔离火态上追去 原本魂天也想追去 可是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回头看了一眼金胖子 直接抓住金胖子的肩头 腾空而去 胖哥 我呢 我呢 邀月看到 满脸都是委屈之色 刚才自己还是耀眼的星星 哪里知道 片刻之后就有人超越了自己 还是两个人 不但是两个人 还是自己认识的两个人 甚至 这两个人居然把自己给丢下了 你先自己玩去吧 金胖子被魂天抓着 根本不需要自己用力 听到邀月的呼喊声 立刻回头冲着邀月喊道 尤其是金胖子 满脸都是嘲讽的神色 让邀月有些抓狂 天哪 刚才老子看到了什么 天灵根 居然是天灵根啊 简直亮瞎老子的24K太惊眼 就算是这辈子都当杂役 老子也算是牛过一会了 最起码亲眼见证了天灵根的诞生 乖乖 一个天灵根 一个黑暗灵根 金鸾宗这是要爆炸的节奏了 当邀月这一声呼喊 立刻将众人喊醒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起来 不是说秦晓天的天灵根 就是说金胖子的黑暗灵根 至于邀月 完全被众人抛在了脑后 尤其是邀月 看到那之前调侃的女子 居然满眼的小星星 盯着秦晓天和金胖子离去的方向 哭得心都有了 很快 众人就在这位原音老怪的安排下 各自去了该去的地方 更多人却是被送下了山 只不过 那些送人下山的弟子 只是半个时辰就回到了金鸾宗 若是秦晓天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明白过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金鸾宗 都是有无音许 至于此刻的秦晓天和金胖子 已经被三位大佬 带到了金鸾宗的大殿之前 举目望去 就连曾经是先帝的秦晓天 多为之赞叹 不愧是蜀经的宗门 就连这宗门大殿 都是金碧辉煌 如同世俗界的皇宫 这大殿足有千丈高 坐落在金鸾宗最高的山峰之上 整体都是流金制成 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是夺光刺目 前辈 完备只是刚入门而已 不需要这么高的规格来接待吧 秦晓天露出一副恐慌之色 开口问询那离火态上 这离火态上 则是斜眼盯着秦晓天 小子 虽然你是天灵根 会被宗门重点培养 可是你的身份可疑 需要查明正身 若你被人夺射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死 秦晓天听到此话 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金鸾之色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些人要查明自己的真身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刚好 金胖子此刻被魂天带来了这里 看到秦晓天惊骇的样子 立刻询问一声 没事 太上常老在跟我开玩笑呢 你们是兄弟 不过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那坠月执法长老 听到二人称兄道弟 眉头立刻一皱 询问秦晓天 没错 我们在村子的时候 就是称兄道弟 除了我们俩 还有那个叫妖约的弟子也是 我们是飞羽长老带来的 说是成为金鸾宗弟子 可以承先得到 秦晓天应了一声 看到三位大佬 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盯着自己 秦晓天立刻昂首挺胸 双手背负 身上散发出一股若鱼若无的霸王之气 能够说我为弟子 那是金鸾宗的造化 因为弟子将会是金鸾宗第一个成仙得到之人 秦晓天话音落地 露出一副哀声叹气的样子 唉 实力真的不允许我低调啊 好大的口气 本宗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成仙得到 只嘎 就在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等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那大门开启 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抓住秦晓天的脖梗 朝着那大殿开启的大门 直接丢了进去 噗哧 秦晓天四仰八叉地被丢在了地上 一片金光 直接映入了秦晓天的眼帘 这大殿的地面 居然是金砖制成 真奢侈啊 秦晓天看到 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笼罩了秦晓天的全身 下一刻就将秦晓天禁锢 哗啦啦 秦晓天的脑海之中 传来一阵好似翻书的声音 这神念居然在自己的石海之中 不断地翻看自己的记忆 哼哼 秦晓天心中冷哼两声 别说是自己了 就是金胖子和妖月的记忆 都被自己创改了 对方想要看到 根本不可能 倒是很干净 虽然是天灵根弟子 不过也不能坏了我金丸宗的门规 下去先当一个外门弟子吧 就在这声音传出之时 那只无形的大手再次出现 拎着秦晓天的脖梗 再次丢出了殿外 啊 不要啊 秦晓天确实惊呼一声 这大手居然用力过猛 将自己丢下了山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得秦晓天差点忘记了玉空之法 可恶 见过牛叉的宗门 就没有见过金丸宗这妖牛叉的宗门 居然敢对本尊出手 秦晓天嘀骂一声 跟着才站起身体 凝视这片天地 因为秦晓天知道 自己算是进入了真正的修炼圣地 至于外面的那些国家 那些宗门都是蝼蚁 说白了 在人家金丸宗的眼中 那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外门就外门吧 本尊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就要俯首称臣 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 立刻昂首挺胸 露出一副指点江山之色 开始指点金丸宗的一切 嗯 这里还算不错 这山峰倒是灵气十足 虽然配不上本尊的身份 可也算尚可 哇 大哥 你怎么从天上飞下来的 你这是什么姿势 屁股向后 凭沙洛艳势吗 就在这时 一道敬意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不是吧 妖月是谁 感情秦晓天被人家 直接丢在了山门处 还被妖月看到 不 不止妖月 还有一男一女 站在妖月身边 甚至在他们身后 还有为数不多的弟子 就连那原音七老怪 也是露出一副诧意之色 盯着秦晓天 秦晓天也是很无语 虽然自己真的很强大 可是如今 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哼 你大哥 秦晓天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对着妖月喊道 甚至那目光带着一丝冰冷 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唯独到了那原音七老怪之时 目光稍微缓和了一些 不过 依然是一副我很牛 真的不要惹我的神色 历练 听到秦晓天的话 不但是妖月有些猛圈 就是其他人也都猛圈了 唯独那原音七老怪 露出一丝笑容 秦晓天根本没有搭理他们 只是微微朝着那原音七老怪一败 这才开口问道 长老 请问外门弟子需要去哪里办理入宗手续 啊 外门弟子 妖月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眼中静视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秦晓天 逐渐的脸上充满了笑意 哈哈 大哥 你这哪里是历练 简直就是外放啊 就连小弟都是那门弟子 隶属京都丰弟子 你咋还整个外门弟子呢 滚 思想有多远 你就给我滚多远 秦晓天怒骂一声 一脚直接将妖月踹飞 啊 不要啊 大哥 接住我 就在这时 只不过这声音并非出自妖月 而是从天上而来 死 只见一道身影不偏不倚 刚好朝着秦晓天头顶砸来 吓得秦晓天直接朝着旁边挪了一步 砰 这身影直接砸在了秦晓天之前所站的地方 四仰八叉的躺在那里 噗 胖子 你咋也来了一个五体投地啊 妖月看到 差点喷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秦晓天和金胖子都是被人扔出来的 妖月 你 可嗨嗨 我乃是被宗主派下来历练的 将来是要被委以重任的 你们岂能跟我相提并论 金胖子一看到这么多人 立刻昂首挺胸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冲着妖月等人喊道 噗痴 听到金胖子的话 看到金胖子的神色 那地灵灯的女子 直接忍不住笑出声来 实在是这金胖子和秦晓天如出一辙 明明在大家面前出球 非要装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哼 看在你是女子的份上 胖爷就不跟你计较了 金胖子看到是一位女子 而却此女长得还算漂亮 立刻变得有些温和的说道 长老 党恶外门弟子 去哪里办理入宗手续 宗主派我先到外门历练一番 扑痴 这句话 再次将那女子给逗笑了 因为秦晓天也是这样说的 这两人真不愧是兄弟 妹妹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是胖爷的菜 可是你这样就不好了吧 难道你就不怕胖爷 把你压在身下 哼 一秋之河 金胖子的话 让此女面色一红 狠狠地瞪了一眼金胖子 这才冷哼一声离去 咋了 金胖子有些傻眼了 直接看向了秦晓天 投去了询问之意 可嗨嗨 那个啥 维兄也是被宗主派下来历练的 秦晓天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便没有了下文 可是 金胖子却直接傻眼了 终于明白 为啥那女子婚那样了 大哥 你也是被丢 可嗨嗨 被派下来历练的 哈哈 终于 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就连那元英七老怪也忍不住 脸上充满了笑容 行了 该干嘛干嘛去 不过 这元英七老怪知道 秦晓天和金胖子 确实是被派下来历练的 否则以二人的灵根资质 绝对不可能 送到外门弟子这里来 被元英七老怪这么一说 那些人立刻被其他弟子带走 只剩下了邀越一个人 飞云长老 弟子也要跟大哥在一起历练 元英七老怪眉头一簇 看了一眼秦晓天 却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指了一个方向 去那里 那里是办理外门弟子入门的地方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历练 元英七老怪便带笑容地说道 那意思不言而喻 不过 秦晓天却是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飞云长老放心 要不要多久 你我二人便会以师兄弟相称 秦晓天话音落地 直接带着金胖子和妖月离去 只留下那元英七老怪 脸上露出一副古怪的神色 臭小子 确实该历练历练 放心 笨 为兄帮助你的 金鸾宗 半山腰 外门弟子所在 秦晓天三人已经办理了入门手续 成为了金鸾宗的一名外门弟子 由门归得知 在这金鸾宗一共拥有五座先锋 最中间的那一座 便是丢请小天下来的宗门大殿 所在名叫金鸾峰 左边的一座名叫浑天峰 正是那浑天长座掌管的所在 这浑天长座乃是出窍七大圆满的修为 右边的一座名叫金都峰 正是之前邀越要去的地方 金都峰的长座名叫金都 都是以先锋的名字来命名的 也是出窍七大圆满的修为 至于最左边的乃是执法堂 就是那之前要抢夺金胖子的长老 是离火太上掌管的 只不过这离火太上没有啥要值 就是金鸾宗的大管事 说白了 吃喝拉撒都是离火太上管理 此刻的秦小天三人便是在离火峰之下 属于离火太上管理的 不但如此 外门弟子想要晋级那门弟子 除了修为要达到金丹七之外 还需要宗门贡献 宗门贡献需要做任务才能够得到 在金鸾宗任务很简单 因为是太平盛世 很少有战乱发生 所以这任务除了种种花 就是养养灵兽 原本秦小天想要种花种草的 可是看到有饲养灵兽的任务 秦小天立刻想到了 被自己弃死的那灵兽宗长老玄武真人 玄武真人死去之后 那遗物自然归了秦小天所有 这遗物里面就有殉兽的法门 还有炼制寿粮的单方 李火峰任务发布出 秦小天带着金胖子和妖月到来 三人的到来 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你看 那就是拥有天灵根的小子 叫秦小天 旁边那个胖子是 便一灵根叫金胖子 乖乖不得了 这个叫秦小天的人 听说是被宗主从封顶丢下来历练的 何止啊 那个胖子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二人很嚣张 连飞云长老都不放在眼中 说什么要跟飞云长老称兄道弟 哼 也不看看他是什么德行 金鸾宗的天之骄子多了去了 可是又有几个能够崛起 是啊 就怕他们还没有崛起 就被人弄死了 听说有人就看不过二人的样子 要给二人一些颜色看看 咱们还是离远点吧 免得惹祸上身 很快 这些前来领取任务的弟子 皆都跟秦小天保持了三丈以上的距离 至于秦小天三人 听到众人的议论 面色立刻变得不爽起来 秦小天还可以 毕竟有那个自制力 金胖子一切都要看秦小天的 秦小天没有发话 他就算是气死 也不会张嘴 唯独那妖月 从一开始听到众人议论 就是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面红耳赤 目入凶光 因为众人议论的 只有秦小天和金胖子 哼 你们的嘴巴都吃那啥了吗 一个个这么丑 妖月双手气掐腰 立刻露出一副怒色 冲着那些议论的人喊道 不得无礼 秦小天看到低音一声 而那妖月却是没有在意 反而伸手指着那些人喊道 听到没有 我大哥说你们不得无 礼 一时间 妖月反应过来 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盯着秦小天 大哥 你说的不会是 胖子 你说 秦小天邪逆妖月 给了一个你闭嘴的眼神 让妖月后面的话 直接噎了回去 小妖 你啊 从来不知道大哥的心思 以后多看着我 是怎么成为大哥肚子里面蛔虫的 金胖子伸手拍了拍妖月的肩头 脸上露出一副 你真的还需要学习的神色说道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腰杆笔直 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那手指一直在场的众人 底气十足的喊道 告诉你们 今日起 整个外门 由我们大哥统治 谁若是不服 胖爷直接弄死他 金胖子的一声大吼 直接震傻了众人 尤其是妖月 脸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色 仿佛根本没有想到 金胖子会如此嚣张 不过 妖月震惊的脸上 那目光却是越来越炙热 甚至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跟着秦小天这么多年 妖月唯一知道的是 秦小天真的抵运真的很强大 原因期的老怪都不是其对手 可是 今天才知道 秦小天不但是抵运强大 秦小天更是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这一刻的妖月 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自己的心境 仿佛这一切对他来说 真的很妖月 但是 奔袭宁可付出一切 也要跟上这遥远的步伐 哼 小子 不过是刚入门而已 你们太嚣张了吧 就是啊 不过区区一个宁气气大圆满的小子 也敢如此叫嚣 就算你是天灵根 那又如何 天之骄子死在路上的无穷无尽 你算老解 是啊 你算老解 一时间 众人开始叫嚣起来 尤其是两个出头的人 更是面带轻蔑之色 扫向了秦小天三人 嗖 喷喷 然而 就在众人叫嚣之时 金胖子瞬间化成了一道残影 出现在了那二人面前 一脚一个 直接将二人踢飞 哼 不过是助击妻而已 也敢在胖爷面前叫嚣 不需要大哥出手 胖爷自己 就玩死你们了 金胖子踹飞二人之后 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二人喊道 一时间 还真的将众人震住了 纷纷闭口不言 哎呀 我的腰啊 小胖子 你给老子等着 有种别走 那被踹飞的两个人 此刻才爬起来 只不过 那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可见金胖子这一脚踹得多狠 不过 二人依然是不服 冲着金胖子怒喝一声 跟着个鸭子似的 一瘸一拐 朝着任务 发不出的外面去 哼 说场面话的人 胖爷见多了 你们算老解 金胖子嚣张的喊道 只要请小天不发话 自己就可以无限嚣张下去 搬救兵 哼 来一个灭一个 来一双 胖爷灭你们一双 小胖子 接不接任务 不接任务赶紧滚 省得待会在这里捣乱 就在金胖子嚣张的时候 那负责发放任务的长老 立刻怒喝一声 金胖子脖子一缩 露出一副恭敬的神色 满脸都堆满了笑容 接 当然要接 不过接啥任务 我大哥说的算 那负责发放任务的长老 听到此话 上下打量了一番秦小天 这才露出一副 饶有兴趣的神色的 你就是那个天灵根的小子 正是弟子 秦小天昂首挺胸 一副十分自我的样子说道 难怪 难怪会派到外门来 长老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小天眉头一蹴 有些不悦的 盯着这位长老问道 其实 秦小天心中早就明白 会发生什么 只不过 这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当中 待会过了那一关 再告诉你 不迟 这长老话音落地 外面立刻传来一道怒吼一声 哪个小兔崽子 居然敢伤老子的人 找死不成 听到此话 秦小天非但没有任何的担忧之色 反而露出一副兴趣之意 甚至看了一眼那长老 刚好 二人四目相对 只听秦小天低音一声 长老 你就瞅着 弟子为啥要来外门历练 封师兄 就是那个小胖子 就在秦小天话音刚落地 那之前被金胖子踹飞的一人 伸手一指金胖子 冲着那满脸怒容 嚣张不已的男人 喊道 是封在天 这回他们三个要倒霉了 是啊 封在天可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物 死在他手中的人不在少数 看到来人 那些旁观的弟子 小声议论着 甚至有了避让之意 很明显对这封在天有些畏惧 小胖子 就是你欺负老子的人 这封师兄名叫封在天 乃是外门弟子当中 两大势力之一的小头目 在外门弟子当中 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要喝 这刚踹飞出去 就带人回来找虐了 金胖子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反而一如既往的嚣张 那话语出口 直接让那封在天然爆了 哈哈 小胖子 你倒是嚣张 封在天大笑一声 饶有兴趣的看着金胖子 跟着那面色一寒 露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可是 欺负了老子的人 你的下场只有 这封在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那金胖子 直接祭出了一把重剑 瞬间冲到了自己身前 朝着自己的头顶砍了下去 去你大爷的 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 今日不将你给揍趴下了 你家胖爷 就不是被宗主拍下来历练的 金胖子嘀吼一声 那重剑 没有丝毫的留守 狠狠的砸了下去 是的 是用砸的 并非是斩 金胖子一直以来 都是将重剑当闷棍使用 不过 这封在天也算是老道 临危不乱 直接朝着旁边一闪 避开了金胖子的重剑 可是 封在天这一闪不要紧 直接将后面那被揣的弟子 露了出来 小子 算你倒霉 金胖子看到 咧嘴一笑 那重剑狠狠的砸落 而那弟子 却是满脸惊恐之色 想要逃跑之时 已经为时已晚 碰 咔嚓 咔嚓 金胖子的重剑 狠狠地砸在了那人的尖头之上 不但将尖头砸得血肉模糊 就连那筋骨 都直接断了好几节 啊 我草 那人疼得惨叫不已 口中刚要大骂 却是发现 金胖子的重剑一片 直接拍在了他的太阳穴之上 啪 扑通 那人直接被拍得晕死过去 一头栽落在地 不省人事 还真是废柴 呸 金胖子低骂一声 口中直接吐出一口唾沫 将自己嚣张的一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 就你 你叫疯在天是吧 你咋不上天呢 金胖子杂晕那人 直接收回了重剑 露出一副嚣张之色 冲着疯在天喊道 一时间 疯在天面如猪肝 被金胖子气得全身发抖 胖子 你找死 疯在天彻底的怒了 自己成为小头目以来 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这个金胖子 不但将自己的人杂晕了 居然还敢向自己挑衅 是 只见 疯在天轻拍 自己的腰间 一把宝剑瞬间飞出 直奔金胖子的心口刺去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宝剑不错 胖子 收了 就在这风在天寄出宝剑的时候 秦晓天却是喊了一声 金胖子立刻冲着风在天喊道 风在天 你这宝剑 我大哥要了 话音落地 金胖子虎去一阵 一片金光直接映照而出 同时伸出一手 朝着那宝剑直接抓了过去 好一个金钟照铁布山 看来这宝剑真的保不住了 就在此刻 那长老却是喝彩一声 金胖子施展的 正是金钟照铁布山 而这话语落在风在天的耳中 却是显得那么刺耳 当 瞬间 这宝剑直接刺进了金胖子的金钟照之上 一道金铁交鸣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就在那风在天要收回宝剑的时候 说时迟 那时快 金胖子直接出手 展现了一招空手入白刃 直接将那宝剑抓在了手中 吱吱吱吱吱吱 风在天看到 立刻用尽了全力 想要收回宝剑 一时间 这宝剑慢慢在金胖子手中抽出 发出刺耳的声音 就好似有人拿着铁钉划剥了一般 嘿 有点本事 金胖子看到 口中喊了一声 跟着那抓住宝剑的手 猛的一沉 风在天立刻感觉到 这宝剑之上仿佛重欲千斤 一时间把持不住 那宝剑直接脱离了掌控 大哥 宝剑到手 金盘子咧嘴一笑 直接将宝剑丢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也不客气 抓住宝剑 看了一眼 露出一副略微满意的神色 直接收了起来 一般 勉强能用上 你马 风在天原本宝剑被夺 心中就充满了怒火和不甘 现在听到秦晓天评价自己的宝剑一般 怒火瞬间生疼 小子 这是你们自己找死 风在天怒喝一声 不再留守 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一大截 所有的底蕴 皆都爆发出来 助击七大圆满 修为倒是不错 真是可惜 金胖子感受到 风在天的最强修为 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口中嘲讽一声 不过 那话还没有说完 金胖子直接化成了一道金光 栖身上前 一拳轰出 砸向了风在天的面门 嘶 小子 你 风在天大惊 没有想到金胖子 居然冲到了自己身前 要跟自己近身站 那惊呼声还没有说完 就被金胖子 一拳砸在了面门之上 噗哧 咔嚓 咔嚓 风在天的面门直接中了一拳 那鼻子直接断裂 烟红的鲜血 直接喷洒出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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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金断骨折的声音 随着金胖子的拳头不断落下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一时间 众人直接惊呆了 眼中透出无法置信之色 盯着金胖子和金胖子身下的风在天 他们没有想到 金胖子居然这么猛 更没有想到 风在天居然不是金胖子的对手 这是完全被暴虐啊 就这鸟样 还敢跟胖爷叫嚣 金胖子再次嘲讽一声 那拳头不断的落下 就好似在打沙包一般 江峰在天揍得鼻青脸肿不说 身上的骨头更是断了十数根 这一刻 场面变得鸦雀无声 除了那峰在天口中 不断涌出鲜血和哼哼声 再也没有人说话一论 再看峰在天 此刻已经从天上坠落 脑袋肿得跟猪头一样不说 那吐出的鲜血里面 居然混着二三十颗牙齿 甚至峰在天已经出气多 静气少 眼看就要不行了 看什么看 没有看过农村人打架吗 这时 金胖子收手 站起身来 灵了还不忘记 一脚将峰在天踢飞 这才一扫众人 脸上露出一副臭屁的神色 告诉你们 俺们村里人都这么打架 啪啪啪 就在金胖子话音落地之时 一阵拍手的声音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一行数人走了进来 面带不屑之色的 看了一眼 脚边晕死过去的风在天 好 好一个村里人都这么打架 今日袁某人算是见识到了 袁霸天 众人虽然被金胖子震撼到了 可是看到来人 立刻惊呼一声 甚至脸上带着一丝恐惧 脚下不断地后退 完了完了 他们欺负了风在天 恐怕袁霸天不会放过他们 没用的东西 袁霸天口中低骂一声 居然一脚将那风在天踢飞 看得金胖子眉头一蹴 而袁霸天身边的人 居然没有丝毫怜悯之色 想必这位就是新入门 拥有变异灵根的师弟吧 袁霸天面带笑容地问道 脸上没有任何的怒色 仿佛风在天被金胖子暴虐 完全不关他的事情一般 正是胖爷 难道你也是来领教胖爷高招的 金胖子露出一副狠调的样子 冲着袁霸天喊道 甚至那胖胖的身躯一阵 金钟照铁布山再次施展而出 那一道金光足有丈许 让金胖子仿佛化身成圣一般 这一手横练功夫 让那始终看戏的长老 心中再次赞叹一声 好小子 这金钟照已经达到了大成 恐怕再有个十几年 或者几年的功夫 恐怕就会真挚化尽 难怪他们村里人打架这么野蛮 这长老对于金胖子的身份 没有丝毫的怀疑 毕竟金胖子已经通过了宗门的探查 若是有问题 早就逐出师门了 所以 在他们这些长老看来 金胖子和秦晓天这样 拥有卓越之姿的人 被送到了外门 确实就是来磨练的 哈哈 领教不敢当 袁某人只是看到胖爷如此神威 心中很是喜欢 若是胖爷看得起袁某人 不如来我袁某人麾下某个差事如何 死 听到袁霸天的话 那些围观的弟子皆都惊呆了 这么好的事情 他们是八辈子也搭不上边 可是这个金胖子 不但将袁霸天的人给揍了 这袁霸天不收拾金胖子 反而要给其差事当 这简直就是踩了那啥 撞了大运啊 一时间 众人都朝着金胖子 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差事 给你当跑腿的呀 你家胖爷 我怎么那么牵牵的 有人不当 非要去当狗啊 金胖子的话 直接打消了袁霸天的心思 更是让那些围观的人露出了无法置信之色 啥玩意 这胖子居然不同意 这么好的差事都不做 难道非要跟袁霸天对着干 这是不想活了吗 众人心中不断的嘶吼 恨不得替代金胖子 成为袁霸天的差事 可见这袁霸天在外门是多么的嚣张 而袁霸天听到金胖子的话 面色一寒 尤其是袁霸天身后的那几个人 更是面如黑炭 秦小天这一句话 直接将他们都给骂了 这让他们如何不怒 小胖子 你这是找死 冲着金胖子喊道 而袁霸天这次也没有阻止 很明显是对金胖子心生不满 想要胖也死的人多了 你们算老姐 金胖子根本不给对方面子 这话出口 算是彻底让双方成为了对立面 好好好 小胖子 今日老子就教你怎么做人 啪啪啪啪啪 就在袁霸天的人要出手的时候 又是一阵拍手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一位虎辈熊腰的壮汉 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袁霸天看到 眉头一簇 口中冷哼一声 脸上净是不悦之色 乖乖 失令外一位巨头苍明汉 众人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日外门的两大巨头 居然都到场了 袁霸天 苍明汉 这二人正式统治整个外门的存在 在众人眼中 那就是外门双雄 无人敢对他们不敬 霸天 你倒是可以啊 居然带人欺负新入门的师弟 这要是传出去 对你的名声不好吧 苍明汉面带一股霸气 冲着袁霸天喊道 不过那族有西瓜大的脑袋 却是微微一歪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的名声本来就不好 就算是再坏 又能坏到哪里去 哈哈 苍明汉说完 立刻大笑起来 这让袁霸天 面色瞬间变得紫障 眼中透出一股凶光 盯着苍明汉 苍明汉 你休要在那里说风凉话 老子就不信 你今日到来 不是为了拉拢他们二人的 你嘛 又把妖爷给忘在脑后了 听到袁霸天的话 别人倒是没有觉得咋地 可是妖爷却是觉得那么刺耳 为啥这帮人 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呢 就算自己不是天灵根 不是便衣灵根 可是自己也是地灵根啊 若不是自己要跟着大哥来外门 这回自己都是那门弟子了 你们算个球 凭什么不将妖爷放在眼中 当然了 妖爷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秦晓天 已经抓住了自己的肩头 投来了安慰的眼神 大哥 我委屈啊 妖爷想哭 本以为自己已经算是逆天了 可是在人家眼中 居然完全不将自己当回事 本钱都是自己赚回来的 不过 你有大哥我在 你怕什么 秦晓天面带笑容道 这句话 让妖月心中很是温暖安慰 一时间居然透出一股豪气 眼中更是充满了感激这敬意 哈哈 袁霸天 你觉得现在还有机会吗 苍明汉直接大笑一声 不过 金胖子的一句话 却是让苍明汉的笑声 戛然而止 那个傻大哥 你笑啥 是不是胖也给你塞脸了 听到金胖子的话 苍明汉身后的那些手下 立刻露出了怒容 不过 却很有规矩 居然没有擅自出口 啊 胖师弟 说话不要这么冲嘛 维兄已经备好了韭菜 准备给你们俩 不 是为你们三人接风吗 苍明汉也没有想到 金胖子说话这么冲 但是为了拉拢金胖子三人 苍明汉也是忍了 为我们兄弟三人接风 金胖子反问一声 跟着回头看了一眼秦晓天 发现秦晓天脸上露出一副笑意 金胖子瞬间明白过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个有几分蛮力的傻大哥 哈哈 苍明汉 看到没有 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金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袁霸天立刻大笑一声道 一时间 苍明汉的面色也是如同黑炭 那巨大的身躯都在微微发抖 明显是被气的 两个傻缺 告诉你们 今日 我们兄弟三人就是来取代你们的 从今日起 你们都是小弟 嘿 小胖子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法酒了 苍明汉怒喝一声 很明显就要发飙了 可是金胖子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反而脚下一点 退到了秦晓天身边 这时 苍明汉和袁霸天才将目光看向了秦晓天 而秦晓天则是面带笑容 语气平淡地说道 罚酒就算了 今日就让你们吃吃拳头吧 嚣张 狂妄 金胖子就够嚣张了 可是袁霸天和苍明汉都没有想到 这个秦晓天居然更加狂妄 居然要请他们吃拳头 看来这位就是天灵根的骄子 秦晓天失地了 虽然秦晓天的话十分嚣张 可是袁霸天和苍明汉并没有发怒 毕竟秦晓天是天灵根 搁在哪里 这样的资质都要被供着 在他们还没有弄清楚 宗门为什么要将秦晓天送到外门来之前 他们是不会真的对秦晓天出手的 看来 你们俩是想要被我当大哥了 秦晓天没有回答二人的话 依然是一副平淡的神色 对着二人说道 只不过 那眼中却是充满了戏虐之意 袁霸天和苍明汉二人神色一愣 没有想到秦晓天会这样说 一时间 二人不知道如何回答 要知道 自己可是爱赵安的 怎么就变成自己被赵安了呢 没错 秦晓天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起 就知道二人抱着什么心思 只不过 秦晓天想得比他们更深远罢了 在秦晓天看来 二人也不过是别人扶持的傀儡而已 恐怕那幕后之人才是重头戏 只不过 现在还不得知 二位不说话 这是答应了 秦晓天依然是面带平淡的笑容 盯着二人问道 一时间 二人有些难办起来 秦晓天 就问你一句话 能不能入伙 袁霸天倒是很直接 开口询问秦晓天 而那苍明汉 别看是一个傻大哥 苍明汉比侯王金尊还精 这金鸾宗外门的天 应该变一变了 秦晓天没有回答袁霸天的话 口中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一时间 袁霸天和苍明汉 都露出一副难看之色 尤其是那些围观的人 若果还听不出 秦晓天话中的意思 那他们算是白活了 唯独那长老 此刻双眼一眯 盯着秦晓天的背影 心中暗道一声 看来 这金鸾宗外门的天 真的要变了 秦师弟 告辞 不过 在告辞之前 唯兄奉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想得太多 因为想多的人容易死 袁霸天话音落地 转身离去 那苍明汉 也知道自己 留在这里无趣 跟在袁霸天的身后 同样离开 想要跟着我大哥 尽管来胖也我这里报名 每个人每个月 只需要一百零食 就可以收到我大哥的庇护了 当二人离去 金胖子立刻来了精神 冲着那些还没有离去 面色惊骇的弟子 喊道 不得不说 金胖子这惊伤的头脑 赚的就是比腰越快 这不 腰越一阵无语之色 不过也是加入进来 现在报名打八折 只要八十零食 若是等我大哥成为了外门之主 那就不是八折了 而是八呗 金胖子听到这话 立刻看了一眼腰越 投去了一个你够狠的神色 而那些弟子 却是一个个露出看傻去的神色 盯着金胖子和腰越 在他们看来 是真的看不好秦晓天 那个啥 我很穷 每个月五十零食可以吗 就在众人认为 没有人会保命的时候 一位瘦小的弟子 露出一副弱弱的样子 来到了金胖子面前问道 小子 你很有眼光 这个头子是对的 既然你是第一个报名的 就依你 收你五十零食 金胖子看到终于有人报名 立刻大笑一声道 跟着上前收了这人五十零食 同时拍了拍这人的肩头问道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平常可有人欺负你 你放心 只要有人欺负 胖爷不把他揍的 连爹妈都不认识 我就不是胖爷 我 我叫白浪 在家的时候水性很好 所以别人叫我浪里小白龙 只可惜 林根资质太差 是三系人林根 浪里小白龙 这名号好啊 简直骚的一批 这么看来 平时都是你欺负人了 金胖子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冲着白浪问道 这让白浪瘦小的身躯一颤 立刻回头看向了一处 只见那里有个人 居然露出怒涩 等着白浪 金胖子一看就明白过来 你 过来 就是你 瞪眼的那个小子 金胖子伸手 一直那怒瞪白浪的人 从起喊道 那人脖子一缩 掉头就跑 你大爷的 有种别跑 就算跑了 你压的 也是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看到那人比兔子还快 金胖子只能高呼一声 显示自己的危言所在 小白龙 你放心 以后有胖爷罩着你 谁要是欺负你 直接抱上胖爷的名号 胖爷弄不死他 金胖子拍着胸口保证道 跟着看向了其他人 还有没有寻求我们保护的 有的趁早 没有的立刻丢滚 金胖子最后半句话 直接怒吼出来的 吓得那些人 直接掉头就逃 什么任务不任务的 先保住小命再说 这倒好 本长老今日清闲了 这时 那负责发放任务的 长老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翘起二郎腿 拿出一壶酒 开始喝了起来 别接呀长老 我们还要接取 培养灵药 和饲养灵兽的任务呢 金胖子听到 立刻冲上前去 冲着那长老喊道 那长老直接丢出八枚玉检 给了金胖子 里面正是两种任务的发放 秦晓天心中明白 这长老是一位拥有智慧的人 跟着口中低音一声 便离开了任务发放处 众人皆罪我独醒 众人皆信我独罪 好好好 好一个秦晓天 好一个天灵根的胶子 希望别忘老小失望 这长老听到秦晓天的话 看着秦晓天离去 那口中再次喊了一声 秦晓天嘴角一翘 却是没有回话 静止地离开了任务发放处 有些事情 没有必要非得点名了 聪明人不说都知道 这长老给出八份任务 很明显是将小白龙也给算了进去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小白龙并非自己表面看得这么简单 三系人灵根 秦晓天心中鄙夷 目光有意无意 扫了一眼小白龙白浪 三系你大眼 三系人灵根的话 会被派到自己身边当奸险 咱能不搞笑吗 浪里小白龙 那就是来监视自己的 可是秦晓天又有什么办法 若是自己还是先帝的修为 随便一口气 就能让整个大金国飞回烟灭 现在只能忍了 住处 当然是小白龙白浪帮着安排的 是尽量靠在李火峰最近的地方 当然了 秦晓天住的地方 与袁霸天和苍明汉很近 大约相隔了三千丈左右 而这个地方 是小白龙白浪 借助秦晓天的威风 强行从一个弟子手中抢夺的 那人是敢怒不敢言 谁让小白龙白浪 如今攀上了秦晓天这棵大树呢 至于其他的外门弟子 那都是在观望 因为他们知道 秦晓天和袁霸天 以及苍明汉 早晚有一天会决一胜负 只不过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小白龙白浪这般地位了 住处还算不错 占地大约千丈 至于剩下的两千丈 那是袁霸天和苍明汉的地方 秦晓天也懒得理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是 获得宗门积分 只有这样 才能够尽快地成为内门弟子 得到更多的便利 任务 秦晓天已经查看了 饲养灵兽 乃是饲养一种可以吃的灵兽 比如灵鸡 比如灵蛇 比如灵珠 这些灵兽 都是宗门用来赚取灵食的 当然了 还有更高级的灵兽 只不过以秦晓天目前的积分 还无法获取这样的任务 至于培育灵草 则是给了你一些种子 自己去栽种 只要培育成形 交给长老 便算是完成了任务 所以 这两个任务 都是一个长期任务 可是 对于别人来说是长期任务 可是对于秦晓天来说 那只是手道擒擒 千丈之地 早就拥有一处药园 地方不大 占地也就是百丈 同样也有一处 饲养灵兽的地方 占地约四百丈 不但如此 这两处地方都被布置了阵法 很明显是担心别人来过来捣乱 秦晓天将这两座阵法 重新布置了一下 比起之前要高级了许多 以外门这些酒囊饭袋 想要破开 根本不可能 非但如此 秦晓天直接在药园 布置了一座小型的聚灵阵 并且将亿万灵食 埋入了地下 这才种植了灵草的种子 同样的 在饲养灵兽的地方 秦晓天也是布置了一座小型聚灵阵 同样将亿万灵食埋入地下 这才将灵机的幼崽丢入其中 这饲养的任务 自然是交给了妖月和小白龙白浪 至于秦晓天 已经开始寻求突破的契机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运养 秦晓天的十座基台 已经十分的稳固 以此为基础 来提升修为 那底蕴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夜深人静 秦晓天开始按照前世修炼的心法 默默地运转起来 弃走玄金 利入百脉 玄金出现 经脉必成 九经成现 方成九天 九天成仙 九九归一 苍灵现世 九天苍灵诀 这是秦晓天在成就先帝之时 得到的一部无上心法 正是凭借这一部无上心法 才让秦晓天有了晋级至尊的机会 只可惜 在晋级至尊的途中 被那几个仇人联手暗害 让秦晓天遗憾终生 不过 幸运最终还是落在了秦晓天的头上 秦晓天重生了 并且带着记忆重生 这让秦晓天拥有了再次崛起的根本 甚至 一旦这次秦晓天崛起 势必会引起一场惊天的浪涛 这上面的口诀 只是九天苍灵诀的基本口诀 这九天苍灵诀 还是有细分的 一共分成了九层 而当初秦晓天修炼的 便是第九层 可以说 前八层根本没有机会修炼 这九天苍灵诀的第一层 也是最基础的一层 便是从筑基期开始的 并且需要的是完美筑基期 这也是秦晓天 为什么要在一开始 就要形成完美筑基期的原因 也是秦晓天被人霸王硬上弓之后 有那么一瞬间失落的原因 至于这些年 秦晓天一直都在酝养的自己的玄晶 也就在昨日入得金鸾宗之时 这玄晶终于被秦晓天给打通了 能够看到 在其体内出现了一道精英的脉络 这脉络好似透明一般 那里面流动的灵力 闪烁着精英的光芒 让秦晓天的这个玄晶 如同璀璨的金石 一股浑厚的灵力 在秦晓天运转九天苍灵觉之下 从那玄晶之中爆发而出 这灵力直接充斥着秦晓天的全身百脉 让秦晓天的气息变得更加沉稳 更加凝聚 仿佛秦晓天就是一座大山一般 一道高亢的龙音声 居然从秦晓天的体内传出 仿佛秦晓天体内的玄晶 画成了一条苍龙一般 这苍龙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劲爆的力量 仿佛要冲出秦晓天的身体 当这苍龙出现之时 立刻在秦晓天体内翻腾起来 甚至围绕秦晓天的身体 足足转了一圈 在这苍龙转了一圈之下 秦晓天体内居然多出了一条经脉 这经脉便是真正的玄脉 不属于七经八脉 更不属于百脉 这一刻 秦晓天给人一种天人的感觉 仿佛这玄脉只因天上有一般 不属于凡尘之物 当这玄脉形成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一抹自信的笑容 仿佛这玄脉形成是必然一般 渐渐的 这九天苍龙爵足足在秦晓天玄脉之中 游走了七周天 秦晓天这才停了下来 旺旺天色已经浮晓 噼里啪啦 只见秦晓天身躯微微一阵 体内立刻传来一阵暴斗的声音 如同有短暂的惊雷 在秦晓天内体乍响一般 叔父啊 没有想到 这九天苍龙爵的第一层玄脉 居然让人这么酸爽 秦晓天忍不住的脱口而出 跟着迈开步伐 走出了房间 只不过 在其离开之后 那之前盘坐地方的一处木榻 居然已经碎成了积粉 可见 这玄脉的形成是多么的恐怖 秦晓天的底蕴是多么的恐怖 就好似秦晓天站在金鸾宗山门前 说的那一句话一般 这金鸾宗 便是自己崛起之地 大哥 奇迹啊 简直就是奇迹啊 就在秦晓天走出房间的时候 一道惊呼声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手中抓着一只足有半斤重的灵机 出现在了秦晓天面前 大哥 这灵机一晚上的时间 居然长了三两肉 简直不可思议啊 金胖子眼睛放光地盯着秦晓天 将那灵机提到了秦晓天面前说道 是啊 昨晚半夜 我和胖子 可是足足盯了数个时辰 这灵机绝对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啊 妖月也是满脸激动的喊道 不过 却是引起来金胖子一记飞脚 大哥 别听妖月瞎说 秦晓天说道 秦晓天却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很明显 这二人半夜是想要偷鸡果腹 这才发现灵机的变化 不过 灵机增长这么快 秦晓天早就预料到了 此刻手中提着灵机掂量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副略微满意的神色 跟我的预期差是差了点 不过也可以了 明日我们便可以拿去兑换积分了 秦晓天话音落地 这才发现小白龙居然不见了 小白龙呢 不知道 昨晚就没有见到他 金胖子只是盯着灵机 不断地砸拔着嘴 对着秦晓天应了一声 大哥 我知道 昨晚小白龙担心药园被人破坏 说要守着药园 此刻应该还在药园里面吧 这时 那被金胖子踹飞的妖月 再次跑来 冲着秦晓天喊道 药园 秦晓天眉头一簇 口中低音一声 不好 出事了 秦晓天低喝一声 身形一闪 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瞬间消失在了金胖子和妖月的面前 让金胖子和妖月微微一惊 好快 恐怕比胖也还快 金胖子口中低音一声 同样冲了过去 当来到了药园 却是感受到秦晓天身上 散发出一股阴冷的气息 四 小白龙 不过 金胖子还是看到 在那药园之中 倒在了血泊里面的小白龙 已经那已经被摧毁的 不成样子的药园 很快 金胖子就冲到了小白龙的身边 仔细地检查一番 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哥 小白龙没有性命之忧 只不过是腹部中了一剑 失血过多 晕死过去了而已 我知道 秦晓天阴冷的声音 传入了金胖子和妖月的耳朵 这让金胖子心中 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大哥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因为大哥生起气来 连他这个胖也都害怕 蛇我 那个小兔崽子 居然将药园破坏成这样了 这时 妖月也是赶了过来 看到被破坏的药园 立刻怒上心头 怒吼一声 可怜我的灵药 这都已经发芽了 尼玛 还有已经长到三寸了 我去他大爷的 妖也要弄死他 弄死他 哼 不出意外 应该是小白龙熟悉的人 秦晓天冷哼一声道 毕竟昨晚没有打斗的声音 很明显 小白龙的伤势 是被人偷袭所致 这简直就是给自己上眼药啊 噗 这时 在金胖子的调养之下 小白龙口中喷出一道污血 终于清醒了过来 看到金胖子和秦晓天等人 小白龙的脸上 露出一副自责的神色 大哥 都是我的 小白龙面色苍白 十分虚弱的说道 不过 这话没有说完 就被秦晓天打断 无妨 现养好伤再说 秦晓天的语气十分平和 没有任何怪罪小白龙的意思 这让小白龙更加内疚 胖子 将小白龙扶进去养伤 然后将这里收拾一下 全部拔了 直接去换积分 大哥 这样子还能换积分 金胖子有些傻眼的问道 换 能换多少换多少 最重要的是换种子 秦晓天应了一声 跟着脸上露出一副阴寒之色 哼 原本想要低调行事 既然他们比我高调 那老子就高调给他们看看 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天之骄子 秦晓天话音落地 直接回到了房间 至于干什么 金胖子三人不知道 之后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将小白龙扶进房间养伤 二人开始收拾要原的灵草 虽然这灵草被破坏了不少 可是还有许多顽强之辈 生长得很好 这也算是给金胖子二人一些安慰 足足过去了三个时辰 金胖子和妖月才满脸惊喜地 拿着两个储物袋冲了回来 大哥 我们足足换了三千积分 然后又用三千积分 换了之前十倍的种子和灵情 金胖子将手中的两个储物袋 交给了秦晓天道 这两个储物袋 一个里面装着灵草的种子 一个装着灵情 将这些灵食 全部埋入药园和灵情园 同时将两座阵法都给我撤了 今日老子要逆天 秦晓天口中嘀喝一声 直接拿着两个储物袋 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灵情园 金胖子和妖月 立刻撤了阵法 刚要埋入灵食 秦晓天却是阻止了 先不要埋进去 直接给我喊人 让外门弟子全都过来观看 最好连内门弟子和长老 都给我引来 秦晓天直接喊道 既然要玩 那就玩一个大的 他们不是要打压自己吗 那今日自己就崛起 让他们连打压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了 秦晓天也考虑了 这是不是小白龙 跟人里应外合搞的事情 最后按照秦晓天的推断 百分之七八十的 可能是这样 但是 秦晓天会怕吗 秦晓天会担心吗 自己这一举动 绝对要在金鸾宗 引起滔天大浪 别的不说 最起码在离火太上这里 自己就是一个香饽饽 到时候 谁敢动自己 那都要掂量一下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直接奔向了外门弟子的那些洞府 二话不说 用强硬手段 直接将他们全都逼了出来 这外门弟子 足有数万人 黑压压的一片 全都云集在了秦晓天的住处外围 不但如此 这里面有袁霸天和苍鸣汉的人 在他们小弟的通知下 二人匆匆赶来 甚至 这外门弟子全都出现 同样震惊了离火峰上面的长老 一时间 足有五六位元英七老怪 和数十位金丹七弟子奔来 尤其是那离火太上 此刻眉头青醋 站在了离火峰之上 望着那下方 黑压压的人群之上的秦晓天 口中喃喃一声 秦晓天 你这又要做什么要 秦晓天 你太欺负人了 就是 凭神腰拔 我们都给逼来 难道你就不怕 我们一起伤动死你吗 别跟他废话 大家离开便是了 一时间 被秦晓天聚集来的众人 立刻发泄心中的不满 甚至因为人多的原因 众人胆子也大了 准备离开 哼 今日若是你们离开 就再也没有机会 看到本尊崛起了 而且 本尊发起火来 连本尊自己都害怕 就在众人叫嚷着 要离开的时候 秦晓天立刻嘀喝一声 直接将众人给震住了 哈哈 秦晓天 咱能不倒消吗 随便说说就行的吗 袁霸天听到秦晓天的话 立刻大笑起来 那话语之中 充满了嘲讽和不懈之意 他不认为一夜的时间 秦晓天就能够崛起了 秦晓天 我们都等不及看你崛起了 赶紧开始吧 哈哈 哈哈 苍明汉也是高呼一声 与袁霸天形成了合为之事 一时间 众人大笑起来 都等着看秦晓天的笑话 哼 一群蜀目寸光的东西 就在此刻 一旁的妖月 却是冷哼一声 眼中带着一丝冰冷之意 扫视了一眼众人 下一刻 妖月做了一个 连秦晓天都点赞的举动 哗啦啦 只见漫天的灵光十足 无数的灵石 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从天而降 这妖月 居然直接拿着秦晓天的 亿万灵石 冲上虚空数百丈 将千万灵石 直接洒落 哎呀 你大爷的 怎么这么疼 天啊 这是灵石 这数量 恐怕有数千万啊 我的 我的 谁敢跟我抢 我弄死他 一时间 众人如同强盗一般 疯狂的抢夺灵石 就算是分摊下来 每个人好有几百灵石呢 这一刻 别说是这数万的弟子了 连那袁霸天和苍明汉都惊呆了 如此手臂 他们一辈子拍马都追不上啊 单单只是袁霸天和苍明汉吗 此刻就连那里火风之上赶来的几位长老 和数十位内门弟子 都差点从半空跌落了 千万灵石 这么丢出了 只有傻子才会做啊 可是 这个傻子就在他们眼前 还是他们要盯着的主 长老 是弟子眼瞎了 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一个外门弟子 随便就把千万灵石给扔了 简直亮瞎老子的二十四K太惊眼 这尼玛还是人吗 这简直就是冤大头啊 不行 这是我的餐盒一脚 哼 不就是千万灵石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种他在撒一千万灵石 一时间 那数十名金丹器的弟子 说啥的都有 可是这人的话音刚刚落地 就看到那妖月 再次撒出了一片扑铃铃的灵石 我特么的 老子服了 我的 都是我的 谁敢动 很快 这些金丹器的弟子 也加入了其中 甚至连那元霸天和苍铃汉 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只有那些长老 一个个傻眼地盯着那些疯强的弟子 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秦小子 居然这么富有 看得老朽都要上去抢了 在那离火风之上的离火态上 露出一副贪婪的目光 盯着那扑铃铃的灵石 又看了看秦小天 口中喃喃一声 推坏了 这个妖月啥时候学得这么快啊 这一刻 秦小天身边的金胖子 终于回过神来 口中低音一声 嗯 这个妖月有一些资质 若是培养得好 或许能够超越你 秦小天也是面带笑容 对着金胖子说道 对于拿两千万灵石 秦小天根本就不在乎 反正这些灵石 都是洗劫别人来的 大哥 你这是在夸赞我吗 这时 妖月也是觉得差不多了 这个轰动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但是外门弟子 就是那几封的内门弟子 也都红着眼睛盯着这里 若不是有派系限制 他们都要冲过来抢夺了 很好 大哥给你点赞 只要是争面子的事情 随便搞 可是我肉疼啊 两亿零食啊 噗 看到妖月满脸抽搐的 说出了一个数字 就是秦小天 也差点喷了血 那金胖子 直接吐血三声 乖乖 两亿啊 可嗨嗨 不错 不错 比胖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身为大哥 就要有大哥的样子 哪怕是心脏疼 秦小天也要撑着 大哥 你嘴角怎么歪了 哼 经不住三句夸试吧 这样抢夺的情况 足足围车半刻钟才停了下来 众人一个个露出激动之色 望着秦小天 就仿佛望着天神一般 此刻的他们 腰包已经鼓鼓 每个人最少都得到了 近千的零食 多得数万 最后众人终于明白 人家洒出来的 根本不是两千万 而是两个亿 可嗨嗨 现在 有我们大哥讲话 这时 妖月轻了轻嗓子 冲着众人喊道 一时间 众人变得鸦雀无声 可见 这零食的力量 是多么的巨大 现在 本尊要让你们亲眼见证 本尊是如何崛起的 你们相信吗 秦小天高呼一声 原本静悄悄的场面 立刻变得轰动起来 众人一口同声的喊道 相信 好 那现在本尊要成为 外门弟子当中的大哥 你们认吗 认 好 很好 认我当大哥 一人一百零食 便可以受我保护 你们愿意吗 当然愿意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 开始回收零食 别说 数万人 还真的回收了数百万的零食 当然了 这些都是秦小天 散出去的零食 众人当然愿意不花钱 还受到秦小天的庇护了 大哥 现在我们已经受你庇护了 你总要兑现诺言吧 让我们看看 你如何一名金人 崛起于金鸾宗 对啊 让我们看看 你怎么崛起的 别来了一个虎头蛇尾 那可有意思了 立刻有人喊道 当然了 秦小天知道 这必然是袁霸天等人安排的 不过 秦小天会在意吗 胖子 妖月 开始了 秦小天高呼一声 金胖子和妖月艺人 拿着一个储物袋 立刻冲向了药园和林青园 二话不说 上亿上亿的零食 往大地里面埋 天哪 这是干嘛 糟蹋零食吗 可恶啊 我说这个秦小天 昨天采领的任务 今天怎么就去交任务了 感情都是零食养出来的 众人看到秦小天 直接洒零食 所有人都眼红了 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 将这埋入大地的零食挖出来 不但是这些外门弟子 就是那数十名内门弟子 和数名长老 也都傻眼了 现在 他们终于知道 秦小天为什么要说 自己要崛起了 甚至 他们恨不得直接冲上去 揪住秦小天的衣领 冲着秦小天怒吼 我承认你崛起了 那零食都给老子 然而 这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当金胖子和妖月 埋下了数亿的零食之后 秦小天直接将聚灵阵布置完毕 天哪 这阵法怎么那么疏险 聚灵阵 居然是失传已久的聚灵阵 就在众人认出聚灵阵吃惊的时候 一道怒吼声 从天而降 跟着就看到一只大手 朝着众人一扇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就将众人退走 不是那离火太上 还能是谁 秦小天 你带的 你已经逆天了 让他们都给老朽滚 这聚灵阵以后 是离火风的资产 一掌之威震群狼 在离火太上这一掌之下 那些外门弟子 皆都被拍飞 可是力量也恰到好处 根本没有伤及他们 这让众人知道 自己不能在这里逗留了 因为秦小天真的已经崛起了 从今以后 金鸾宗的人都要高看一眼秦小天 最起码 在离火风之上 没有人敢动秦小天嘶吼 非但如此 见到秦小天 还要喊一声秦也 这不是离火太上吗 什么风把你吹到 我这个外门弟子的住处了 秦小天没有任何的惊诧之色 反而神色平淡 带着一丝笑意 仿佛早就预料到了 离火太上会出现一般 小子 老朽要带你去见宗主 离火太上 立刻嘀吼一声 一手直接抓住了秦小天的肩头 就要冲天气 今日起 秦小天为内门弟子 执掌离火风 要员与灵情愿 就在离火太上 要带着秦小天 去见宗主的时候 在那金鸾大殿之中 传来了宗主的声音 一时间 离火太上有些懵圈了 他本应该带着秦小天 去找宗主再次查看石海的 现在宗主居然直接封命 很明显 宗主这事 在告诉他 秦小天的这件事情 宗主已经知道了 无需再进行探查了 秦小天脸上 露出一丝平淡的笑容 望着离火太上道 太上 可以松开弟子了吧 好歹弟子 现在也是金鸾宗的名人了 你 你 你 混账小子 离火太上 已经彻底无语了 感情这个秦小天 早就想到了会发生的一切 人家早就跟宗主交代了 小子 走吧 离火太上喊了一声 此刻起 你就是离火风的内门弟子了 时刻要以离火风的名誉为己任 千万不准备 其他三丰给我比下去 否则有你好看 放心吧 只有三丰弟子求我的份 没有我求他们的时候 秦小天仰手挺胸 大刺刺的冲着离火太上喊道 那样子 仿佛自己就是金鸾宗的老大 不过 秦小天做的这一切 只有秦小天自己知道 什么金鸾宗的老大 什么崛起 只不过是自己有意为之罢了 当然了 秦小天的第一步 已经做到了 让自己打入了敌人内部 接下来了 就要展开第二步计划了 成天金鸾宗 真正的天之骄子 自己是天灵根 圣天大陆都绝无仅有的天灵根 在别人眼中 自己已经拥有了天之骄子的抵御 只要好好培养 必然成为最耀眼的那颗心 可惜 秦小天会在乎这些吗 好小子 够豪切 希望你能够记住今天的话 离火太上话音落地 就要离开 不过却是被秦小天一把抓住 嗯 离火太上眉头青醋 看了一眼秦小天 轻恩了一声 太上 该把我身边的奸细带走了吧 那小白龙昨晚做的一切 不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 是如何应对的吗 这 离火太上被秦小天的话给噎到了 他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看出来 这小白龙是他们安排的了 大 大哥 我错了 就在这时 小白龙面色有些苍白的 来到了秦小天面前 对着秦小天喊道 小弟是真的错了 从今日起 小弟就跟着大哥您了 希望大哥不要介意 小弟之前做的事情 有时候 真的是 失命难为啊 小白龙看了一眼 离火太上道 很明显 这离火太上 就是小白龙的师尊 好好 你这小子 有了大哥 忘了师尊 很好 很好 离火太上听到小白龙的话 立刻大笑一声 跟着身形一闪 直奔风顶而去 至于秦小天 则是大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小白龙 真的吗 秦小天留下这样一句话 直接大笑着离开 小白龙则是面色有些尴尬 不过 那目光看向秦小天背影的手 牙齿却是咬了咬 心中下定了决心 哪怕是被师尊责罚 从今日起 自己也要站在秦小天的身边 可以说 小白龙是真的被秦小天折服了 却不说这些手段用的如何 就说 那数亿数亿的零食洒落 都不带皱一下眉头 就证明 秦小天要比自己强太多 而且 秦小天还是天灵根的资质 这样的人 只要不夭折 将来必定会崛起 最最最主要的是 小白龙跟了秦小天之后 就有了靠山 对于那些人 小白龙就可以勇敢的说不 大哥 等等我 小白龙喊了一声 立刻跟在了秦小天身后 至于那药员和灵兽员 此刻已经被金胖子 和妖月蛙第三尺收走了 元凶 我们是不是白活了 在秦小天一行人离去之后 那苍鸣汉 满脸苦涩笑容 冲着一旁观望的元霸天问道 或许 我们成为金文宗的弟子以后 真的胆小了 元霸天的脸上露出一副神网之色 恨不得那个走向了 李火峰的人是自己 多少年了 自己已经没有了 像秦小天这样的热血 从外门弟子到内门弟子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热血男 就因为入宗之时的测试 自己是三系灵根 就一直被压制到了现在 恨啊 元霸天的口中吐出了两个字 好似倒进了这些年 无数的压抑一般 跟着转身离去 是啊 恨啊 恨自己变得懦弱 苍鸣汉也是咬牙切齿的 低音一声 他们恨的只有自己 而不是那个压着他们崛起的秦小天 他们恨自己无能 恨自己懦弱 恨自己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一腔热血 这辈子 注定他们只能是凡人 顺则烦 逆则先 被一位元英七的长老亲自接待 当看到这位长老 秦小天面色微微一愣 弟子秦小天 拜见飞鱼长老 好小子 没有想到 当时老朽居然看走眼了 恐怕当时你给了那老头不少好处吧 飞鱼也是今天凌晨回归的宗门 刚才也是在远远的观望 看到秦小天的时候 就觉得秦小天熟悉 当想起来的时候 飞鱼知道自己上当了 不多 一千零几十万零食而已 该死的老匹夫 飞鱼低骂一声 因为那村长只给了他几万零食 很明显 那十几万零食 是秦小天准备给他的 长老误怪 我们兄弟三人 实在是太想加入金鸾宗 只是苦于无门 没有办法 才出此下策 不过长老放心 宗主已经探查过了 秦小天说着 直接递给了飞鱼一个储物袋 里面不多 千万零食 飞鱼看了一眼秦小天 结果零食 小子 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我在李火峰排行老七 飞鱼话音落地 直接踏空而去 一旁的小白龙 却是露出一副羡慕之色 这世道 怎么变成了这样了 有钱都使魔推轨 小白龙 你说错了 钱这东西是好的 但是也分人 不需要秦小天教育小白龙 甚至连金胖子都懒得出口了 那妖月自告奋勇 拍了拍小白龙的肩头道 跟着与秦小天三人 一同走进了 被飞鱼长老安排的住处 这住处非常不错 乃是一座单独的小山峰 在这里火峰之下 像这样的小山峰 足有八座 秦小天能够获得一座 可见其地位在金鸾宗 是多么的重要 大哥 这要远好大 足有十万丈 这段时间 我是不愁挨饿了 哈哈 金胖子话音落地 直接抓了一颗灵草 塞入了嘴中 一股扑鼻的灵气 瞬间从金胖子的口中一出 太奢侈了 灵草直接吃 灵丹直接造 这也就是你 好似一个无底洞 要是别人造成死了 妖月看到 也都是一阵羡慕极度恨 可是妖月也是疑惑 这金胖子这么吃法 怎么修为就不见长呢 大哥 这胖哥怎么这样 不怕被撑爆了吗 小白龙也是满脸疑惑地问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灵草直接就吃了 而且 这会吃了十多猪了吧 他是个怪胎 不要管他 你跟我讲讲 这另外三封和李火峰的事情吧 很快 在小白龙的讲述之下 秦小天大致明白了 这金鸾宗的势力分布 金鸾宗一共五大封 其一便是金鸾峰 乃是金鸾大殿所处立的地方 乃是金鸾宗的权力中心 由金鸾宗宗主金鸾子执掌 其余的便是金都风 魂天风 李火峰 以及执法唐所在的星空风 五大封分成了五个派系 分别以金色服饰的宗主一系 这一系之人乃是最强的存在 红色服饰的乃是执法唐一系 这一系的人也都是各个金汉 而且下手很辣 蓝色服饰的乃是金都风一系 算是排名第三 玄色服饰的乃是魂天风一系 排名第四 而白色服饰的就是李火峰一系 排名最弱 所以李火峰每一次五峰大比 那都是垫底的存在 所以什么杂气杂八的活 都交给了李火峰 比如秦小天现在被安排养制灵草 饲养灵情 人家四峰的人都不敢 除此之外 五大派系 每一个派系都有几位天之骄子 比如金鸾峰斩自备的斩天 斩地斩云 比如金都风战自备的战峰 战火战雷 比如执法唐的行龙 行虎 行豹 又比如那魂天风的飞日 飞月 飞星 当然了 在李火峰也是有的 分别是千山 千谷 千魂 可以说 这五大戏的弟子当中 当属这十五位为天之骄子 不过 按照秦小天的推测 恐怕金鸾宗真正的骄子 并非是这十五人 因为小白龙说 这十五人已经霸占金鸾宗骄子行列 二十多年了 按照秦小天所知道的 金鸾宗每隔二十年 都会向眼月宗输送弟子 能够成为眼月宗的弟子 可想而知 其底蕴如何 毕竟 输送的弟子 越强 在眼月宗 就越能站稳脚跟 有了他们荡靠山 金鸾宗也不会有人来欺负 否则 眼月宗控制的四大宗 哪个对对方不是虎视眈眈 行了 这段日子都消停点 种种花草 养养灵晴 从今日起 我们就指着这些发财了 秦小天嘱咐一声 便回到了房间 开始修炼自己的九天苍灵诀 金胖子毫无疑问 承担起了药员的工作 至于饲养灵晴 则是交给了妖月和小白龙 当然了 到了这里 秦小天已经没有必要大把的洒灵石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 巩固修为 突破金丹七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够在这个圣天大陆 来自仙界三十三重天站稳 总是用偷鸡摸狗的手段 不是长久之计 遇到修为低的 还可以哄骗一番 否则遇到修为高的 只有干瞪眼 秦小天不傻 这些道理是懂得 单凭自己是准至尊重生 根本就不顶事 七大圆满 九天苍龄绝运转 第一层的悬脉 立刻划成了一条苍龙 在体内不断的转动 那一条晶莹剔透的悬脉 如同萤火虫一般 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三天的时间 秦小天的悬脉越来越坚固 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 可是也逐渐完善 哼 信不信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三师兄 不用跟他们废话 直接镇压 我们自己进去采摘 毕竟 修行不是一日之功 当秦小天被一群嘈杂的声音吵醒时 秦小天面带不悦之色 走出房门 刚走到门口 就发现在自己的门外 站满了人 个个都是金丹七 数量不下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 都是身穿蓝色长袍 京都风的弟子 哼 就你们三个 也敢拦住我们 按照辈分 你们连舔脚趾都不够资格 这些人当中 一位面带轻蔑之色 长着一对三角眼的 一看就是奸诈之徒的弟子 冲着金胖子三人喊道 金胖子三人面色丈红 身躯微微颤抖 双拳紧握 眼中透出一股凶色 明显在极力的忍耐 三师兄 不过是三个废物而已 何须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们还是早点采摘灵药 回去复命吧 看你们一个个废柴的样子 以后招子放亮一些 免得得罪了你们不该得罪的人 那人话音落地 众人一阵大笑 跟着就走向了药园之中 想要采摘灵药 啪啪啪啪啪 这时 一阵拍手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走出了房门 面带一副轻蔑之色 藐视那些京都风的弟子 大哥 看到秦晓天出来 金胖子三人立刻呼喊一声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好 很好 胖子 我们药园的规矩 是什么来着 擅闯药园资势者 直接踢出药园 永远不得进入药园 金胖子立刻高呼一声 下一刻 众人还没有任何反应 依然是面带嘲讽之时 金胖子直接化成了一道精影 砰砰砰砰砰砰 顷刻间足有七道金色身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金色身影速度极快 飞起就是一叫 刚好踹在了这七人的肚子上 四 可嗨 你 你 这七人直接捂着肚子 倒吸一口冷气蹲了下去 尤其是那之前说话十分嚣张的人 更是伸手 指着已经回去的金胖子 口中的气息 只够喊出一个你字来 我什么我 记住了 我们大哥乃是离活小霸王 想要找虐 自管来 金胖子看到 满脸都是不屑之色 冲着那人喊道 跟着回身看了一眼秦晓天 大哥 我是不是下手太轻了 金胖子 你居然出手 那所谓的三师兄 看到自己的人 被金胖子暴虐 立刻怒吼一声 就要问罪 只可惜 秦晓天比他快了一步 胖子 擅闯药员者 门规怎么说 凡是在药员闹事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弄死 同样的话 再次从秦晓天 和金胖子的口中传出 不但如此 就连同样的事情 也都发生在了 这三师兄的身上 只见金胖子 化成了一道金光 出现在了三师兄等人的面前 搅起脚落 直接将三师兄等人 踢翻在地 一时间 三师兄等人都捂着肚子 叫苦连连 苦水更是不断地 从嘴角滴落 显得十分狼狈 胖子 你怎么不执行门规呢 就在三师兄等人认为 事情要结束的时候 秦晓天的话语声 再次传来 这让他们苦思的神色一恶 一个个想要起身离去 好汉不吃眼前亏 暂且避过风头 这愁容后再报也不迟 只可惜 他们快 金胖子更快 不但如此 这一脚金胖子 用的力道更大 直接将三师兄等人 踢飞十数杖 砰砰砰砰砰 破破破破破 一时间 三师兄等人 口中喷出烟红的热血 身体倒飞而去 不多不少 刚好被踢出了药源的范围 哼 曾经西王母那小丫头 还在本尊前面乖乖的 你们算了什么东西 秦晓天冷哼一声 目光之中尽是轻蔑之意 这让三师兄等人 面色一变 从今日起 药源不欢迎你们 若是胆敢踏入药源半步 直接废了你们的修为 秦晓天话音落地 手指隔空连弹 叱叱叱叱叱叱 一道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十数道指令 瞬间贯穿了 三师兄等人的尖头 扑扑扑扑扑 一蓬蓬烟红的血雾飞溅而出 让三师兄等人 立刻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 啊 我的手臂 秦晓天 我去你妈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不弄死你 老子就不是 扑扯 就在这人话音出口之时 金胖子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脚直接灌在了他的脸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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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金断骨折 牙齿崩裂的声音传来 金胖子这一脚 顿时间将那人揣得七荤八素 不但如此 此人眼睛发黑 满眼都是惊心不说 鼻子已经骨折 那嘴巴里面更是断裂的牙齿 如我大哥者 杀无赦 这就是下场 金胖子低喝一声 下一刻 一指直接点在了此人的丹田之上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一道清脆的碎裂声 咔嚓 死 凡是听到这碎裂声的人 皆都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眼中更是充满了恐慌 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金胖子居然真的敢废了他们的修为 啊 我的修为 我的金丹 嘎 那被点碎金丹的人 更是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 整个人一口气没有上来 直接晕死过去 可是 在金胖子和秦小天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怜悯之色 反而眼中带着一丝不爽之意 还不快滚 将那人一并带走 从今以后 药员就是你们的禁地 金胖子低吼一声 这三十兄弟等人 吓得仓谎而逃 连那晕死的湿地都顾不上了 若不是金胖子提醒 他们真的就将气给丢下了 大哥 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金胖子看了一眼他们逃走的背影 口中低音一声 无妨 待会准备关门打狗 秦小天喊了一声 跟着在那药员的外面 随便走了一圈 这才回到了房间 药员所处的山峰 乃是一处单独的小山峰 既然这里归秦小天掌管 那秦小天自然要稳妥一下 设置一些阵法了 阵法很简单 就是一种迷魂阵 可以让人迷失方向 只要不是阵法高手 最终进入的人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被秦小天暴虐 也就在秦小天 等待金都峰弟子上钩的时候 那所谓的山师兄 已经逃回了金都峰 大师兄 大师兄 在那金都峰内门弟子 大师兄的住处外面 立刻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 那大师兄面带不悦之色 走出了房间 在其后面 还跟着一位女子 正在整理衣衫 那人看到 心中暗道一声 该死 破坏了大师兄的好事 哼 什么事情这么大惊小怪的 大师兄 三师兄被人欺负了 虽然这大师兄 面色有些漆黑 但是听到此话 却是面色一变 那女子看到 知道有事发生 静夜师兄 师妹先告退了 去吧 这位大师兄名号静夜 乃是金都峰内门弟子当中 最强的人 当然了 这静夜是没法跟战峰三人相比的 战峰三人乃是清传弟子 他不过是内门弟子而已 饶是如此 这静夜在金都峰之中 也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详细说来 静夜面色不善 眼中带着一丝怒意 冲着那人喊道 大师兄 静言三师兄 早上去离火风药员索要灵草 哪里知道那管理药员的秦晓天 非但不给 还将三师兄给击伤了 甚至 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位师弟 也被那个秦晓天的手下金胖子 给废了修为 这人有些恐慌的说道 那身体有些颤抖 生怕这静夜会对他动手一般 大胆 碰 哗啦啦 果然 这静夜一掌拍出 将旁边的一块山石拍的粉碎 吓得那人身躯一颤 露出惊慌之色 大师兄 您去看看吧 静言师兄正在请求静飞师兄 找秦晓天报仇 混账 静言怒喝一声 立刻迈开步伐 朝着静飞的住处走去 这刚刚到来 就看到静飞和静言满脸怒容 带着数十名手下 要去离火风 静飞 静言 你们干什么 大师兄 静飞和静言看到 立刻呼喊一声 尤其是那静言露出了一副惊慌之色 有些颤颤巍巍 大师兄 老三被新入门的秦晓天欺负了 我正准备去找回厂子呢 是啊大师兄 我不但被踹了一脚 还有一位师弟 更是被废了修为 静丹都被点碎了 我们出事是小 可是我们静都风的面子是大 静言可是稍微壮了胆子 冲着静言喊道 这静言听到 面色变得更黑 一股冰冷的气息 在其身上散发而出 这让静飞和静言等人 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废物 一群废物 我们静都风要你们何用 大师兄 就算是出找回面子 去这么多人有用吗 之前人家都不怕你们人多 现在就会怕了 哼 还不都给我回去 静丹怒骂一声 那些弟子对望一眼 立刻鸟座受散 纷纷离去 而这里只剩下了静丹三人 大师兄 难道我们 就这么放过那个清晓天不成 静飞有些不满的喊道 但是语气也没有那么强硬 因为他知道静丹的手段 放过他 静丹眉头一挑 看了一眼静飞 你觉得 维兄能够放过 伤了我们京都风的人吗 那大师兄 为何还要阻拦我们 二弟啊 平时你很聪明的一个人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愚昧了 若是为兄没有猜错 三弟早上应该是去闹事了吧 这 静飞看了一眼静丹 静丹立刻面色一红 很明显 静丹说对了 大哥 那我们怎么办 静丹听到此话 眼中透出一股杀机 哼 既然我们有错在先 那人家教训我们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 我们想要报仇 必须要师叔有名 大哥 没来人挨揍啊 当日下午 从那静丹离去之后 已经过去了三个时辰 可是三个时辰的时间 除了一些弟子 前来索要灵草和灵情之外 金都风根本没有来人 这眼看就要日落了 金胖子有些耐不住寂寞的 进入了房间 冲着秦小天喊道 小白龙回来没有 秦小天并没有回答金胖子的话 反而询问了一下 小白龙有没有回来 大哥 我回来了 也就在秦小天的话刚刚落地 在那房间外面 立刻传来了小白龙的呼喊声 跟着就看到小白龙 直接冲进了房间 大哥 你吩咐的事情办妥了 这是我师尊让我给你的 小白龙说着 拿出了一枚玉剪 秦小天接过 神殿扫了一眼 脸上浮现了一副满意的笑容 去 将这玉剪挂在大门之上 好嘞 小白龙并没有质疑秦小天 直接带着玉剪去挂在了大门上 该死的小白龙 倒是很上道 金胖子看到 低骂一声 这个小白龙才跟着他们几天 就已经学会了他的精髓 只要是大哥吩咐的 直接就做 算算时间 对方应该差不多快来了 胖子 喊上腰月 准备打狗 秦小天站起身 走到了房间外面 看看天色 口中才低音一声 好嘞 胖爷已经等不及 要暴虐他们了 金胖子直接化成了一道金光 将那妖月从睡梦中揪了出来 搞得妖月差点破口大骂 干嘛呀 人家睡得正香 看到秦小天 妖月这才收了起床怒 面带不悦的 冲着金胖子喊道 准备打狗了 听到打狗 妖月眼睛一亮 好好好 妖月正是无聊 这才睡了一觉 没有想到 那帮兔崽子终于要来了 妖月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直接冲向了药园外面的某一处 手中提着一杆漆黑的大棒子 正性冲冲地望着外面 不但如此 就连金胖子和小白龙 也都是拿着一杆大棒子 各自站在了一个方位 甚至连提手玄铁棍的侯王金尊 也都被安排了位置 秦小天这边刚刚安排好 就看到数十道身影 从那金都风 直接遇见飞来 方向正视自己的药园 终于来了 小黑 拿出你得气势来 秦小天伸手一挥 小黑立刻出现在了身边 二话不说 直接聊跨上狗 别说 这小黑族有账许 秦小天骑在上面 颇有一副狗将军的架势 当小黑四提一灯 直接窜到了药园门口的时候 刚好那金都风的弟子落下 小黑立刻冲着他们 怒吼了几声 这药园什么时候养狗了 这落下的金都风弟子 听到狗肺的声音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别他妈的废话 直接去叫朕 竟然看到 一脚踹在此人的屁股上 将此人踹得 直接飞到了前面 疼得此人是呲牙咧嘴 药园的人给我听着 今日你们犯下门规 私自费了同门师兄弟的金丹 我们长座特别下令 让我们擒打你们归案 呱呱呱 此人的话音刚落 小黑就立刻狂吠了几声 吓得此人一缩薄 你也只配跟我们家小黑对话 还不去 让你家主子出来答话 此刻 秦小天终于开口了 那声音不大 却是字字清晰 不但落在了那人的耳中 更是落在了静业等人的耳中 啪啪啪啪 那静业听到 一阵拍手 这才走上前来 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盯着那骑在小黑背上的秦小天 静飞和静严 也跟在了静业的旁边 尤其是那静严 脸上露出一副 你死定了的神色 盯着秦小天 你就是要援的新主人秦小天 静业来到了前方 脸上竟是轻蔑之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你是哪家的小娃子 居然连爷爷是谁都不知道 还敢来我要员闹事 就不怕爷爷将你给揍死 哈哈 就凭你们几个 静业大笑一声 那满是轻蔑的目光 扫向了金胖子三个人 和一只猴子 他们早就看到 金胖子三个人 和一只猴子手持大棒 站在药园的旁边了 一个个跟傻子一样 拿着大棒 是准备要敲我们吗 哎我去 你还挺聪明吗 跟我家小黑有的一片 秦小天听到此话 立刻拍了拍小黑的脑袋 小黑立刻露出一副不满之色 冲着静业再次狂吠几声 汪汪汪 听到没有 我家小黑说了 你连他都不如 秦小天 你找死 静业你吼一声 他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这么嚣张 居然那他跟狗比 而且 这狗还骑在秦小天的胯下 这不是在骂他 自己要受秦小天的胯下之辱 想本尊死的人多了去了 你算老姐 对面京都风的小子们 咱能不墨迹吗 没看到妖夜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敲你们闷棍了吗 就是啊 就你们这点小崽子 哪里够我们割几个敲 干脆把你们京都风的弟子 都给喊来 让我们敲 不是妖月 就是金胖子也高呼一声 还真是有什么大哥 就有什么小弟 简直嚣张的一批 好好好 原本今日在下是奉尸命起来 那你问罪 既然你这么挑衅 我们京都风 那就别怪为兄不客气了 静业毕竟是一个老油条 在其心中 今日必定暴虐秦小天 甚至将其废了 所以要师出有名 废话真多 虽然跟秦小天三人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不过却沾染了秦小天三人的脾性 不 应该说 小白龙躁动的心 终于在遇到秦小天之后 得到释放了 哎 这群臭小子 虽然我们京丸宗 鼓励弟子之间死斗 而且伤亡的事情也经常出现 可是老朽怎么就觉得 今天的事情 要被我们几个玩大了呢 在那京丸风之上 有几位长座正喝着灵茶 品着灵石 正在观望下面 离火风要员的战况 离火师弟 京都师兄 你们俩真的要玩大了 就是不知道 你俩的弟子谁要倒霉 不过 依我看 这个秦小天不一般 这说话的人 正是星空风的坠月长老 和魂天风的魂天长座 这俩人还真是看眼不怕乱子大 居然在一旁搓火 哼 京都长座露出一副不悦之色 口中冷哼一声 京都师兄何须生起 这次我们鄙视 可是有两位师兄和宗主师兄见证的 你要是输了 可别忘记我们俩的约定 离火 你真的认为你能胜 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赌约是我京都风弟子 拿下你离火风 请小天掌管的要员 京都的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离火太上喊道 这一句话 不但让离火太上有些傻眼 就是那坠月长老也傻眼了 该死的京都 你居然玩文字游戏 坠月长老低骂一声 跟着露出一副苦逼之色 冲着魂天喊道 魂天师弟 咱俩的赌约可否作废 我做你妹啊 小弟好不容易有机会坑你一把 你觉得 小弟会让这赌约作废吗 可嗨嗨 成何体统 就在此刻 一阵咳嗽声传来 正是那丢请小天下山的 金鸾宗宗主金鸾子 拜见宗主师兄 立刻 坠月四人朝着金鸾子恭敬一拜 嗯 他们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可是京都师弟居然玩文字游戏 小弟算是背 你们都下赌约了 对对对 宗主师兄也要来一手 我们赌的 可是这次试炼的名额二人 坠月面色一喜 这个局就是他窜多的 为此他可是下了血本 好吧 唯兄就来一手 一人压你们一个名额如何 当然好啊 那你呀谁赢 金鸾子面色一笑 拿出一枚玉剪 放在了桌子上 跟着端起一杯零茶雅的一口刀 看戏吧 今天应该会有一场好戏 我们要有当观众的自觉性 一出好戏 怎能没有观众 金鸾宗的五位大佬 便是这一出好戏的观众 只不过 他们这个观众是唯恐天下乱 小白龙 老子是不是给你赛脸了 你忘记当初是怎么跪在老子面前求饶的了 金鸾怒吼一声 满脸都是猙獰之色 他没有想到 曾经跪在自己面前求饶的小白龙 如今也敢如此 对他们这么说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韩兴都能够忍受胯下之辱 我浪里小白龙 只不过一跪而已 又算个球 小白龙满脸都是不屑之色 不过那手中的大棒 却是紧了紧 别废话了 金鸾 你不是很嚣张吗 来来来 今日你家白龙爷爷就让你知道 三十年河西是什么样子 小白龙 你找死 金鸾怒吼一声 就要冲上前去 不过却是被金鸾一把拉住 三爹 何须你出手 让他们去 就能弄死小白龙几个人了 金鸾给金鸾递了一个眼色 金鸾立刻明白过来 金鸾是担心里面有陷阱 大哥说的对 杀计 何须宰牛道 你们几个 去将小白龙给我抓来 金鸾一直跟随他们而来的京都峰的三人喊道 那三人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宝剑 朝着小白龙杀了过去 小白龙 就凭你也敢跟我们三哥叫嚣 今日老子就能够揍得你 分不清东南西北 没错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们三哥面前如此嚣张 难道就因为跟了一个屁都不是的秦晓天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干翻他 这三人一边冲杀过去 一边冲着小白龙叫嚷 完全没有把小白龙放在心上 小白龙不做 此刻 秦晓天却是拍了拍身下小黑的脑袋说道 因为面对曾经欺压小白龙的人 小白龙居然没有丝毫剧色 当然了 这也是自己这几天时间给他的信心 让他有了改变 让他对自己相信 下一刻 秦晓天伸手轻轻一挥 一杆另起在其手中出现 当那三人冲向小白龙的时候 居然失去了小白龙的身影 怎么回事 小白龙 你压得躲到哪里去了 有种出来 有些不对劲 你们俩人呢 这三人当中的一人突然间发现 自己的同伴不见了 立刻惊呼一声 你们呢 这时 那两人才发现 不但小白龙不见了 就是他们互相也看不见了 不好 中计了 是迷魂阵 大爷的 你们三个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拿下小白龙 静言这时大骂一声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 这三人好似无头苍蝇一般 居然在那十几丈的地方 不断地转圈 甚至有一人 渐渐地转到了小白龙的面前 却没有发现小白龙的存在 呼 就在此刻 那人的耳中传来一阵呼呼的风声 心中一紧 不 碰 噗通 这人的好字还没有喊出来 一根漆黑的棒子 直接敲在了这人的头顶 将这人直接给敲晕 栽倒在地 该死的玩意 你在干什么 怎么送到小白龙面前 让人敲 静言看到 立刻大骂 可是那三人仿佛听不到静言的话一般 在一人被敲晕之后 又有一人走到了小白龙的面前 碰 噗通 这人再次被小白龙敲了闷棍 直接倒在了小白龙的脚边 恰好那第三人也瞎闯了过来 小白龙手起棒了 你大爷的 让你说我大哥 碰碰 咔嚓 小白龙大骂一声 直接敲了这人两肌闷棍 敲得这人直翻白眼 甚至有一棍滑落 直接将其尖头敲得筋断骨折 静言 跟我小白龙叫嚣 你可知道 多少人倒在了我的闷棍之下 小白龙冲着静言喊了一声 说来也是奇怪 小白龙的话 静言居然能够听到 甚至静言看到 小白龙此刻正在摸索 被敲晕三人的腰间 将那储物戒指和储物袋 全部收走 小白龙 你找死 静言彻底的怒了 将小白龙拿下 反而被小白龙敲了闷棍 敲了闷棍不说 还搜怪了财物 连那手中的宝剑都被收走了 找死又咋地 有种你来啊 看你家白爷不将你敲的 连你爹妈都不认的 哇呀呀呀 大哥 我受不了了 我要弄死他 弄死他 弄死他 静言不断的哇哇大叫 迈开步伐 提着宝剑就要冲进去 弄死小白龙 可是又被静业给拉住了 不要莽撞 这里明显被布置了迷魂阵 轻易冲进去 恐怕要被对方算计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看着不成 进攻不行 难道我们就不能远攻吗 远攻 静言眉头一簇 跟着眼睛一亮 立刻冲着静业 竖起了大拇指 大哥 高 实在是高啊 话音落地 静言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盯着小白龙 眼中透出一股锐意 仿佛在说 小白龙 你等着吧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看来 他们已经发现了 这阵法的缺陷之处 就是不知道 这个秦晓天如何应对 此刻 在那金鸾峰之上 金鸾子品了一口灵茶 吃了一枚零食 这才口中喃喃一声 原本面色有些漆黑的京都听到 面色微微一喜 师兄 你说静业他们已经看出 这阵法的缺陷了 继续看着吧 本宗倒是想要看看 这个秦晓天 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 师兄 你是说 秦晓天赢定了 离火态上 露出一副很臭屁的样子 盯着满脸漆黑的京都 这让京都心中恼怒 手中的茶杯直接捏死 咔嚓 京都师兄何必动怒 平常心 平常心 不就是三个试炼的名额吗 不至于 不至于 离火态上不说还好 这一说 京都更加恼怒 直接站起身 冲着那静业等人喊道 若是输了 全部去后山面壁一年 京都师兄 你这就不好了 居然提醒你的弟子 这不是耍赖吗 离火态上露出一副不悦的神色 冲着京都喊道 京都则是一副我就这样 你能把我怎么低的神色 回进离火态上 好好 欺负我离火锋无认识吧 离火天上说着 同样站起身 冲着那秦晓天的方向喊道 秦晓子 给我枉死的揍 揍死一个算一个 只要你赢了 老朽让你当清传弟子 还给你一个试炼的名额 这一刻 毫无疑问 京都风和离火锋 算是彻底的对上了 那京都听到 面色一横 直接冲着京都风喊道 战风 战火 战雷 立刻率领我京都风弟子 拿下离火锋要员 否则这次失恋的名额 你们都别想要了 怒了 彻底的怒了 疯了 彻底的疯了 小黑龙 小黄龙 立刻率领我离火锋弟子 协助秦晓天 若是败了 统统将你们逐出师门 乖乖 师兄 你也不拦着点 这让师弟我怎么赢啊 坠月露出一副无语的神色 冲着金鸾子小声喊道 金鸾子则是笑而不语 而那魂天 却是瞪了一眼坠月 怎么 你也想派出弟子 怕你不成 好好 一时间 京都风之上 飞出了近百名弟子 其中三人带头 身上散发出一股 堪比猿鹰漆气的气息 而离火锋之上 同样飞出了近百名弟子 由小黑龙和小黄龙带队 率先冲向了 秦晓天所在的要员山峰 不过 在两队人马刚刚出现 秦晓天这边 却是嘴角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他等待的一刻 终于来临了 离火锋的弟子 全部退下 区区几个小崽子 何须劳动各位师兄 小弟一人 足以踏平整个京都风 秦晓天 你太嚣张了 今日为兄就看你如何一人 踏平我们京都风 迎面赶来的战风 脸上露出一丝怒容 冲着秦晓天喊道 就是其他人 也都是哥哥怒火滔天 别说是京都风弟子了 就是其他三丰观望的弟子 皆都露出鄙视之色 实在是这个秦晓天 太过嚣张了 就连那京都风之上的 四位大佬 也都是面面相去 眼中竟是不可思议的眼神 唯独那京都风子 老神在在 仿佛早就预料到了 小师殿 你太嚣张了吧 甚至 刚刚赶来的小黑龙等人 听到秦晓天的话 也是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盯着秦晓天问道 就算秦晓天再强 也不能独自一人 战胜京都风的所有人吧 就算是能够战胜寻常弟子 可是战风 战火 战雷三人呢 要知道 战风 战火 战雷三人 那可是京都风的骄子 在整个金鸾宗 那都是排上名号的人 就连他们二人见到了 也要甘拜下风 至于小白龙 更不用提了 他们二人甚至不知道 师尊为什么要收小白龙 为清传弟子 各位师兄放心 小弟心中有数 为了避免各位师兄 见血身上 还请各位师兄 退出要风 秦晓天面带笑容 冲着小黑龙和小黄龙喊道 这二人眉头一蹴 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看出了 对方一丝不悦之色 既然小师弟如此说 那为兄等人就退到一旁 为小师弟摇旗呐喊 话音落地 小黑龙和小黄龙 带着百余人 退出了要风 遇见悬浮在了半空 而此刻 秦晓天则是回头 看向了金鸾峰之上 再次高呼一声 离火长座 弟子要四个名额 否则 弟子宁可放弃这场赌斗 当秦晓天这话出口 所有人都愣住了 很明显 秦晓天是为了 小白龙和金胖子等人 索要试炼名额 这能够看出 秦晓天对身边的人真心不错 只不过 这个秦晓天 有些太嚣张了吧 居然连离火太上都敢威胁 完了 在金鸾峰 还没有哪个弟子敢威胁长辈 这秦晓天 简直就是找死啊 他不是找死 他是变招法的找死 这下有好戏看了 离火太上最是小心眼 估计要被离火太上 重重惩罚 众人听到秦晓天威胁的话 一个个脸上满是惊讶之色 不过 更多人却是在看秦晓天的笑话 混账 你是在威胁老朽吗 长座这是说的什么话 弟子确实是在威胁长座 总不能你们在赌斗 那我们弟子的命开玩笑吧 好好好 你是第一个敢威胁老朽的人 哈哈 老朽答应你了 只要你能踏平金都峰 离火太上 非但没有发怒 反而大笑一声道 只不过 这个前提是 秦晓天必须踏平金都峰 金都峰的师兄们 还等什么 出手吧 本尊还要去参加试炼呢 秦晓天立刻冲着金都峰的弟子高呼一声 尤其是那轻蔑的神色 扫过了金都峰的弟子 立刻就让金都峰的弟子燃炸了 秦晓天 你太嚣张了 今日不将你们要峰踏平 我们还有 和爷面去见世尊 没错 今日不将你废了 老子就不是金都峰弟子 一时间 众人满脸怒容 不断地冲着秦晓天怒吼 只不过 那战风 战火 战雷三人 却是闭口不言 只是皱眉盯着秦晓天 大哥 你刚才不是说有办法吗 只要我们能够成功 必然会得到掌座赏识 到时候说我们为青传弟子 都有可能 静言此刻对静业传音 如今的局面 谁都没有料到 可是 这局面虽然过于宏大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是啊大哥 这或许是我们的机会 就是那静非野传音道 危险与机遇并存 若是能够成为青传弟子 他们的身份 也会水涨创高 大哥 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不能错过了 好 我们兄弟三人就拼一把 静业的脸上露出一副决然之色 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就看到静业双手掐绝 祭出了一把宝剑 悬浮在了头顶 大家跟我一起使用御剑诀 镇压秦小天此聊 不论生死 只要能将其镇压 一切由我负责 先杀小白龙等人 静业大吼一声 率先驾驭宝剑 朝着小白龙直接招呼而去 请客间就冲进了迷魂阵的范围 直奔小白龙胸口而去 哇 秦小天倒吸一口冷气 那脸上露出一副惊慌之色 静业看到 心中一喜 直到自己猜对了 一时间满脸都是得意之色 哼 秦小天 你真的认为 布置了区区一个迷魂阵 就能够战胜我们京都风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老子不进入迷魂阵的范围 你奈我何 静业立刻冲着秦小天得意的喊道 仿佛已经抓到了秦小天的小辫子 就要妄死的打压一般 静业 你傻了吧 本尊说的不好 是你这宝剑 要成为无主之物了 也就在秦小天话音落地之时 只见那展向了小白龙的宝剑 居然游自的颤抖起来 更有一股搭理 直接撕扯着宝剑 朝着地面落去 该死 我的宝剑失控了 静业看到 立刻立刻到夕 一口冷气 刚才的一瞬间 自己的宝剑 仿佛被人用手抓住一般 朝着地面落去 自己虽然拼尽了全力 想要抬起宝剑 可是宝剑重欲千金 自己根本无法抬起 破 下一刻 静业的宝剑直接落在了地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静业 跟本尊斗 你还是太嫩了 借用你们掌座的一句话 赶紧回京都封后山面 避思过去吧 秦小天说完 一阵大笑 而静业则是满脸漆黑 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静业不是 远攻也不行 那还让他怎么玩 难道真的跟秦小天所说的一般 直接退走 回京都封后山面避思过 一时间 静业面色漆黑 哑口无言 可是那静严不服啊 立刻怒吼一声 杀 都给我冲进去 老子就不信 我们这么多人 一个都冲不进去 只要进去一个人 请小天必败 下一刻 静严带着数十人 冲进了迷魂阵之中 砰砰砰砰砰 哎呦 哪个混蛋敲我脑袋 大爷的 脑袋这么硬 快赶上老子的金钟 照铁布山了 去你的吧 给我晕 砰 扑通 终于 那抗了一记闷棍 没有晕厥的弟子 在金胖子第二棍之下 直接倒地不起 不省人事 这样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发生 小白龙 妖月 甚至侯王金尊 都将手中的 闷棍舞的虎虎声威 每一次敲出 都有人的脑袋要遭殃 轻则挨了一棍晕死 重则挨了两三棍 脑袋都差点开花了 鼓起拳头那么大的包 静严带着数十人 冲进了迷魂阵 最后无疑幸免 全部被闷棍敲晕 外门的静业和静飞看到 心中明白 他们已经输了 可是 他们心中不敢啊 若是真刀真枪的干 他们不一定会输给秦晓天 甚至他们有信心 能够战胜秦晓天 可是现在 他们却是倒在了 秦晓天的阴险狡诈之下 这让他们怎么服输 哼 废物 若是连累了我们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时 战风 战火 战雷三人 终于落在了静业身边 脸上露出一副怒色 冲着静业喝道 静业下的身躯一颤 连个屁都不敢放 还不快滚 静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们金都风的面子 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战风再次低喝一声 静业和静飞立刻退走 直奔金都风后山而去 估计是面壁撕过去了 哟 这是揍了小的 由来大的 等本尊将你们也揍了 不会连老的都要出手吧 秦晓天 你 你什么你 别磨磨叽叽的 跟个娘们似的 赶紧出手 本尊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去参加试炼了 唉 这时 在那金鸾峰之上 传来一道叹息声 不但是四位大佬听到了 就是秦晓天和在场的 所有人都听到了 好一个奸诈的小子 居然要激怒对手 让对手失去理智 做人 真的不能太秦晓天啊 死 听到这声音 整个金鸾宗的人 都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鸾宗的宗主金鸾子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宗主金鸾子 居然开口帮助金都风的弟子 这是在告诉他们 宗主金鸾子 是偏向了金都风吗 大爷的 本尊有这么奸诈吗 不过 秦晓天倒是不这么认为 在秦晓天看来 这金鸾子 是想要看更加精彩的节目 是将自己和金都风的人 当成了猴子 宗主 弟子这里有猴子 你就不用在那里装猴搞笑了 搞得好似猴子 派来的救兵一般 秦晓天天不怕 地不怕 既然这金鸾子 敢拿自己开玩笑 自己自然要开回去了 而且还是明着那金鸾子开玩笑 死 果然 秦晓天这话一出口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知道 秦晓天胆大包天 可是没有想到 这么胆大包天 居然跟那宗主开玩笑 这是找死的节奏啊 完了 这次是真完了 秦晓天死罪是跑不掉了 敢拿宗主开玩笑 这是寿星老上吊 嫌自己命长了吗 众人都不看好秦晓天 一方面 秦晓天确实在得罪宗主 另外一方面 秦晓天太嚣张了 嚣张得连他们都看不顺眼 哼哼 本宗看你怎么赢 赢了便罢 输了 哼哼 然而 让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宗主金鸾子居然没有发火 但是 这话语却是表明了 金鸾子的态度 只要秦晓天赢了 一切都好说 若是输了 心账老账一起算 该死啊 这个秦晓天 难道是亲妈养的不成 就是啊 搞得我们好似后妈养的一样 都给我晋升 宗主自然有宗主的道理 而且 这是相互的 只要我们赢了 好处自然不会少 听到京都风弟子有些不满 战风立刻低喝一声 免得他们的话 传入了宗主耳中 宗主对他们发难 有本事 直接针对秦晓天 战雷也是低喝一声 狠狠地瞪了眼那些弟子 仿佛对于他们的宣泄 感到了不满一般 大师兄 这秦晓天占据天时地利 远攻进战皆都不可行 我们还怎么杀 战火双目一寒 盯着那要风深处的秦晓天 看到秦晓天一副必胜的样子 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拍死秦晓天 确实有些难办 不过 我们可以逼迫秦晓天出战 战风的脸上露出一副稳妥的笑容 冲着战火和战雷说道 二人眉头一簇 不知道战风抱着什么心思 战雷 你去喊人 人越多越好 将我京都风弟子全部喊来 好 战雷直接一飞冲天 回到了京都风 不消片刻 就足有千人飞来 这些人都是京都风的弟子 甚至连静夜和静飞都被喊了过来 一时间 要风之上 不满了人 那秦晓天看到 眉头一簇 心中生起一丝不妙之感 这迷魂阵 寻常之人根本无法破除 可是 这迷魂阵有两个缺点 一个就是 无法阻止远攻 而这远攻 已经被秦晓天完善 在地里面埋下了巨型磁铁 可是将法宝吸到地面 这也是金胖子 甚至是侯王妖尊 为什么使用木棒的原因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太小了 这迷魂阵 只是围绕着方圆 自己的要员这么点地方 算起来 也就是山头这百余杖 若是来的人太多 便可以挤满迷魂阵 到了那个时候 这迷魂阵不攻自破 现在 这战风明显是看出了这一点 想要以人海战术 来铺满迷魂阵 倒是遇到了一个聪明人 只可惜 哪里会让你这么容易 就破除本尊的阵法 秦晓天倒是没有隐瞒 直接喊了出来 证明这战风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倒是让战风眉头一蹴 没错 战风正是看出了 这第二个缺陷 所以才喊了这么多人 准备挤满迷魂阵 可是这秦晓天 居然自己说出来了 明显是留有后手 秦晓天 你是在威严耸听吗 你觉得 维兄会上当吗 战风喊了一声 跟着指挥众人 手牵手 形成盾牌阵 开始朝着迷魂阵走去 大哥 不太好敲啊 金胖子看到 眉头一蹴 这些前头的人 头顶上顶着一面面铜镜 形成了一个盾牌 自己的闷棍 很明显失去了作用 无妨 准备敲便是 可是 秦晓天却是喊了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自信的神色 跟着就看到 秦晓天手中再次出现了一面令旗 这令旗被秦晓天直接抛向了空中 落在了那迷魂阵的中心 插在了大地之上 一时间 这要风之上 居然出现了浓厚的迷雾 这迷雾直接涵盖了整个要风 阻挡了所有人的目光 别说是这些金丹七的修饰无法穿透 就是原因七的老怪也无法穿透 唯独那超越了出窍七的强者 才能够神念查看 好小子 居然布置了连环阵 恐怕战风的做法 已经无法奏效了 金卵子口中赞许一声 让京都和离火太上等人神色各异 他们还没有金卵子那种眼力 能够看出秦晓天这阵法 有什么玄妙之处 大师兄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师兄 不好了 我们好似走不到尽头了 大师兄 我们已经无人可用了 这时 那些金都风的弟子 皆都进入了阵法之中 可是这阵法 好似并非眼睛看到的那么大小一般 简直就是无边无际 别说族有千人了 就是有万人 恐怕也无法挤满这个阵法 一时间 战风的面色有些漆黑 他不知道秦晓天施展了什么手段 居然让这摆仗的范围 变得这么巨大 秦晓天 你就是一个孬种 有种出来与维兄正面对战 维兄若不将你揍得满地爪牙 维兄就不是战 战风也是怒了 这种无赖的打法 谁受得了了呀 难道要去别的山峰见人不成 一时间 战风直接开口 挑衅秦晓天 扑痴 就在战风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一堂黑乎乎的东西 直接砸在了战风的头顶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别说是战火和战雷了 就是战风也傻眼了 一时间 一股臭臭的气味 立刻钻入了战火和战雷的鼻尖 让二人一阵作呕 更是捏着鼻子 逃离了战风的身边 哦 好臭啊 战火忍不住的喊道 而那战雷更是瞪大了眼睛 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 盯着战风的头顶 大师兄 这是一坨降 秦晓天 你找死 战风怒吼一声 不需要战雷提醒 战风已经知道 落在自己头顶的是什么了 一时间 战风全身颤抖 双拳紧握 哪怕是被这驼降砸中 也能够看到 战风的脸上有青筋暴突 仿佛战风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喊出了这一句话来 更有一股疯狂的杀意 从战风身上爆发而出 你奈我何 然而 秦晓天却是没有丝毫聚色 反而露出一副 老子就在这里等你的样子 冲着战风喊道 只是没有想到战风迎风而上 被砸中而已 当然是 这实施者并非是秦晓天 而是那一头会飞的大鹅 不要问这大鹅为什么会飞 因为这是灵晴啊 也不要问这大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一拖响 因为这是灵晴啊 秦 晓 天 战风一字一顿 口中怒吼 可见心中对秦晓天的恨 下一刻 战风冲天起 直接施展了清水术 先将自己冲洗干净 这才双手不断的掐绝 瞬间就是数百道 跟着在自己腰间一拍 搜 只见一尊大鹅 直接从其腰间飞出 悬浮在了上空 在其法掘指点之下 这大鹅瞬间化成了数十杖 带着一股万军之力 不但如此 在这大鹅之上 更是垂下了滔滔威压 那威压不断的冲刷那浓雾 一时间 居然将这浓雾洗刷的有些消散 我要将药风直接碾平 秦晓天 你就接受老子无休止的怒火吧 战风彻底的怒了 他要将这药风摧毁 哪怕这里有秦晓天布置的迷魂阵 哪怕在这迷魂阵之中 有他的签名师弟 给我帮 战风再次怒吼一声 掐绝的双手朝着下方一按 那数十杖的大鹅 瞬间朝着药风碾压而去 看来这战风已经发现 这药风的秘密了 或许人在愤怒之下 真的会发现一些细小的事情 在那金鸾风之上 金鸾子口中低音一声 在场的四位大佬面色有些不好 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见到的景象 一旦战风真的将药风摧毁 那是金鸾宗的损失 可是 他们的宗主 居然没有丝毫想要出手阻止之意 本宗倒是想要看看 这个秦晓天如何应对 金鸾子的脸上露出一副 饶有兴趣的神色 口中再次低音一声 这让四位大佬眉头一蹴 小子 再不出手 恐怕要风真的就没有了 金鸾子居然再次喊了一声 让金鸾宗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包括那秦晓天在内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心中低骂一声 这个金鸾子 居然想要看本尊的底蕴 也罢 就让你看看 猴子派来的旧兵 弟子可以出手 但是那些被弟子拿下的人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出手了 秦晓天高呼一声 不过没有等那金鸾子回话 秦晓天自己就喊了一声 当然了 他们出不出手 已经无所谓了 当秦晓天这话音落地 直接秦晓天冲天起 双手掐着剑绝 朝着那从天而降的大印 猛的一指 刺刺刺刺刺刺 顷刻间 足有九九八十一道飞剑飞出 从这八十一道飞剑之上 立刻散发出一股宝气的气息 好小子 居然能够控制八十一道宝气飞剑 金鸾子高呼一声 明显带着一丝赞许之意 就是离火太上四人 也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眼中带着一丝无法置信之意 要知道 秦晓天从入门以来 都是以计谋见长 从来没有施展过什么过硬的手段 现在 秦晓天居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神殿之力 着实让他们有些心惊 看来这个小子修炼的回天术 果然不同凡响啊 回天术 曾经叱咤大清帝国的回天老人 修炼的回天术 离火太上四人听到 脸上立刻露出惊骇之色 他们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法门 一时间 离火太上四人眼睛微眯 盯着秦晓天 心中生起了一个想法 一个让他们有些惊讶的想法 师兄 难道你要将他送到 暂时有这个想法 金鸾子应了一声 便继续查看秦晓天 只见秦晓天祭出的九九八十一道宝剑 四乾坤八卦 正是秦晓天目前修炼的唯一主法手段 乾坤剑阵 赤赤赤赤赤赤 在这乾坤剑阵呈现之下 无数的宝剑三三为一组 九九无穷 不断的射出 撞在了大印之上 叮叮叮叮叮叮 当当当当当 虽然这大印足有数十杖 拥有万军之力 可是在这乾坤剑阵不断的撞击之下 也是在不断的削减 在这大印还没有砸在要风之上时 居然被秦晓天的乾坤剑阵 直接给撞飞了 嘶 不可能 战风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重于万斤的大印 居然会被小小的飞剑给撞飞了 秦晓天 你终于出来了 不过 战风还是怒吼一声 伸手一抓 将那大印直接收了起来 同时再次一拍腰间 数十道尖锐的破空声 直接传来 赤赤赤赤赤赤 顷刻间 在其头顶 悬浮了数十把飞刀 这飞刀每一枚大约六寸 闪烁着寒光 带着一股锐利之意 只见战风双手一指 那数十把飞刀 直接化成了一座飞刀阵 与秦晓天的乾坤剑阵对峙起来 细数之下 这飞刀足有四十九枚 同样都是宝器 可见 这战风的神念之力 也是不弱 能够同时控制四十九枚宝器飞刀 就这 然而 秦晓天却是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冲着战风喊出了两个字来 这让战风面色一黑 立刻明白秦晓天这话的意思 废话修要多少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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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知道自己在神念上面 比起秦晓天 要弱了许多 可是 战风浑然不惧 虽然自己的神念较弱 可是自己的修为 要比秦晓天高出了一个大境界 这一个大境界 可是如同鸿沟 想要愉悦 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只可惜 战风嘀咕了秦晓天 别看秦晓天 如今只是注击中期 可是秦晓天的底蕴 乃是完美注击 就算是此刻只是注击中期 也不是战风想的那么简单的 何为天之骄子 恐怕你并不知道 何为天之骄子当中的骄子 恐怕你更不知道 何为天之骄子当中 骄子之中的妖念 恐怕你这辈子都无法体会 这时 秦晓天却是高呼一声 那话语之中表明的意思 不言而喻 你 战风 不过是一位普通弟子而已 连天之骄子都不算不上 我 秦晓天 不但是天之骄子 还是天之骄子当中的妖念 下一刻 秦晓天指挥自己的乾坤剑者 朝着战风猛的一指 口中更是低喝一声 全身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战意 你要战 那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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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风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驾驭自己的飞刀 与秦晓天拼斗起来 不但如此 战风居然借机朝着秦晓天逼近 在其看来 秦晓天修为低了一个大境界 只要让自己靠近 就算秦晓天拥有着乾坤剑阵 也是无用 秦晓天的声音传入了战风的耳朵 战风下意识地看向了下方 可就在此刻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死 不好 上当了 战风刚低头 瞬间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 当其倒吸一口冷气 吐口而出的时候 却是为时已晚 是 死了 一把无形的宝剑 居然从战风的上空飞射而出 战风虽然避过了这无形的宝剑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被这宝剑 直接在尖头撕裂了一道伤口 秦晓天 我去你大爷的 战风怒吼一声 再也不上秦晓天的当 甚至那一双满是愤怒的眼睛 死死的盯着秦晓天 哎 战风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看看下面你的那些师弟 秦晓天叹息一声 可是这战风根本不上当 不过 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却是从下方传入了战风的耳朵 啊 不 死胖子 我你 砰砰砰砰砰 大爷的 再让你骂我 再让你骂我 胖爷敲不死你 同样的 除了战风那些师弟的惨叫 还有金胖子的怒骂声 一时间 那些进入阵法的人 不断的被金胖子三人 和一猴被敲晕 甚至这还没完 金胖子三人 直接将这些被敲晕的人 搜刮了一番 甚至那猴王金尊 也是有样学样 将那些被自己敲晕的人 洗劫一空 秦晓天 你混蛋 战火和战雷二人怒骂一声 战风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战火这战雷 却是看到了 这让战风嘴角一阵抽搐 不用看 战风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 战风怒火滔天 眼中满含杀鸡 那滔天的怒火 化成了一股惊人的杀意 冲向了秦晓天 完了 战风说了 京都风败了 在那金鸾风之上 金鸾子看到战风的样子 立刻低音一声 这让京都心中一突 离火太上却是面带笑容 魂天 让飞日出手 然而 金鸾子此刻 却是再次低音一声 这让在场的人皆都一乐 师兄 这样不 追悦 让行龙准备 那金鸾子却是打断了离火太上的话 一时间 就是坠月等人 也是露出了骇然之色 不是吧 这么看得起这个小子 你知道什么 师兄这是准备将这个小子的底蕴逼出来 看看他到底有多强 一时间 魂天和坠月 立刻给自己的弟子传音 这让飞日和行龙都是一乐 不过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秦晓天 那命来 果然 此刻的战风怒吼一声 不顾一切地杀向了秦晓天 秦晓天嘴角却是微微一翘 跟着那自信的话语声 传入了战风的耳朵 战风 你说了 就在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在这战风的脚下 居然又出现了一座乾坤剑阵 九九八十一道宝剑 瞬间将战风围困 每一把宝剑都指向了战风周身要害 只要战风敢移动丝毫 保准战风会被刺成刺猬 败了 战风盯着面前围困自己的八十一道宝剑 脸上露出一副颓废之色 眼中更是充满了无法置信和不甘之意 短短的两个字 其实你还算可以 但是你在本尊眼中真的不入流 此生想要成仙 已经无望 扑 就在秦晓天这句话出口之时 战风口中直接喷出一道烟红的热血 身体摇摇欲坠 脚下更是亮强 蹭蹭蹭蹭蹭 战风脚下不断地后退 足足退出了十数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这口鲜血喷的 你已经有了半成的几率 可以成仙了 秦晓天咧嘴一笑道 刚才他是故意刺激战风的 若是不然 战风恐怕会受伤 一直更会就此消沉 到时候别说成仙得道了 就是突破原因期都是问题 你可以退下了 本尊还要迎接其他的对手 不过 你的失败并不可耻 因为本尊是妖孽 在圣天大陆更是无敌 秦晓天这后半句话说的声音非常大 不但是战风等人听到 就是金鸾峰之上的金鸾子五人 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好小子 够嚣张 够狂妄 单单就是这一份气势和自信 就足以合理集群了 金鸾子非但没有恼怒 反而露出一副赞许之色 过来领教本尊的高招 本尊今日心中痛快 就此你们一败 秦晓天确实不管那些 再次大吼一声 直接挑战其他的山峰师兄 因为秦晓天知道 这一切都是金鸾子所谓 目的就是想要看自己的底蕴 只可惜自己的水多深啊 就凭一个金鸾子 还想要看自己的底蕴 他够资格吗 秦师殿 为兄来战 这时 飞日终于赶来 口中高呼一声 从那魂天风之上踏空而来 魂天风的飞日 秦晓天看到此人 从魂天风之上踏空而来 立刻询问一声 没错 正是为兄 你还不过资格 退回去吧 让他行动来战 秦晓天伸手一挥 大有一副 不愿与飞日动手的架势 那话语之中 更是充满了不屑之意 秦晓天 你这 飞日有些郁闷 自己这还没有出手呢 秦晓天就说自己不是对手 这也太看不起自己了吧 然而 飞日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有九九八十一道飞剑 直接将他围困 你这牛叉 为兄服了 飞日感受到 这九九八十一道飞剑之上 散发出的灵力之气 瞬间开口认输 飞日 你太丢人了 就在飞日认输之时 一道怒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星空风之上 一道身影踏空而来 这人速度不快 一步一步走来 如同天神一般 俯瞰秦晓天 脸上竟是轻蔑之色 秦师弟 你有些太过分了 不过 到了威兄这里 你的嚣张也就到头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星空风执法堂的行龙 看到行龙到来 笑意盯着行龙喊道 可是行龙师兄 正是为兄 实相的 你直接认输吧 然而 秦晓天听到此话 却是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眼中净是笑意 冲着那缓步而来的行龙 叹息一声道 哎 行龙师兄 本尊能说 其实你也是宗主 拉来当垫背的吗 大言不惭 行龙低骂一声 没有想到 自己出场 这秦晓天 还是如此嚣张 嚣张不说了 非要说自己是拉来当垫背的 这是在告诉自己 其实秦晓天真正的对手 是金鸾峰的斩天吗 这个臭小子 眼光毒辣 心思缜密 确实是一个人才 在那金鸾峰之上 金鸾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脸上露出一副赞许之色道 不过 在其眼中 也是带着一丝诧异之色 仿佛没有想到 秦晓天居然连自己 将胜负压在斩天身上 这一点都看出来了 秦晓天 接我一招 行天低喝一声 直接祭出一把弯钩 那弯钩在虚空 滑出一道圆弧 直奔秦晓天袭来 去 秦晓天则是伸手一点 那乾坤剑阵 立刻飞射出数百道飞剑 朝着那弯钩刺去 小师殿 你想得太简单了 行天却是高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自信之色 仿佛可以给秦晓天 一些颜色看看似的 叮叮叮叮叮 瞬间 秦晓天乾坤剑 这射出的飞剑 只见撞在了行天的弯钩之上 发出一道道清脆的撞击声 咻咻咻咻咻 然而 就在秦晓天的飞剑 射到这弯钩的时候 这弯钩非但没有被击退 反而不断地划出圆弧 甚至 在这飞剑的撞击之下 每撞击一次 那弯钩就会奋出一道分身 就这一回的功夫 这弯钩被撞击了数百次 奋出了数百道分身 有点意思 秦晓天看到 咧嘴一笑道 不过 那乾坤剑阵 依然在疯狂地射击那弯钩 那弯钩不断地 奋出一道道分身 从之前的数百道 变成了数千道 而此刻 那邢天却是变色大变 不好 邢天惊呼一声 下一刻 邢天全身传来一股无力之感 仿佛所有的灵力 都被抽干了一般 那身形一阵亮呛 差点跌落在地 咻咻咻 而那弯钩 此刻也是 划出了几道圆弧 朝着远处坠落而去 不过却是被秦晓天伸手一抓 抓在了手中 邢天师兄 多谢自保 秦晓天高呼一声 更是冲着邢天一败 伸手一抹这弯钩 弯钩里面那下的神魂烙印 瞬间就被抹除 秦晓天 你太过分了 邢天立刻低骂一声 自己的宝器被夺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邢天师兄 之前本尊说了吧 让你退去 你骗不听 既然本尊出手了 那自然要收取一些好处 不信你看看京都风的那些弟子们 秦晓天说着 一指那些晕死在地 被搜刮得干干净净净的京都风弟子道 一时间 邢天面色一愣 跟着露出一副无奈之色 这京都风的弟子 就是前车之剑 自己为啥还要出手呢 这下好了 不但丢了面子 更是丢了自己的随身宝器 算你狠 邢天低骂一声 直接认灾 身形一闪 直接回到了星空风闭关去了 他实在是没有脸见人了 金鸾峰的展天师兄 你可以出手了 我已经等不及 想要领教你的手段了 当邢天离去 秦晓天立刻冲着金鸾峰之上喊道 若是你不出手 那你的师尊这么长时间 岂不是白白的铺垫了 好小子 居然引到了本宗的头上 金鸾子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咧嘴一笑 从弟子一开始 拜入金鸾宗 宗主您 不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吗 只是弟子帮你推进了而已 好好 既然如此 那展天 你就出战吧 别给其他的师兄弟丢脸啊 免得有人说 这一切都是本宗指使的 弟子领命 就在金鸾子话音落地之时 展天出现在了金鸾子面前 恭敬的硬道跟着脚下一点 画成了一道金光 直奔秦晓天而去 就算是本宗指使的 也不能丢脸啊 金鸾子再次来了这么一句话 直接让展天一个亮呛 脸上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 出现在了秦晓天面前 为兄展天 见过秦师弟了 不愧是主风的师兄 比起其他风的师兄 要有礼貌多了 秦晓天看到展天如此客气 面带笑容的硬道 只不过这话语捧了展天 却是损了其他三风的行天等人 当然了 秦晓天这话出口 那坠月 浑天和京都面色都是一黑 说他们弟子没有礼貌 自然就是 他们这些当师尊的 没有管教好 说白了 秦晓天就是在指桑骂槐 秦师弟说笑了 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也不能说出来 毕竟现在说实话的人容易挨揍 展天说着 面带笑容 朝着金鸾峰之上挪了挪嘴 仿佛是在告诉秦晓天 那几位长座 都在金鸾峰看着呢 我就是说给他们听的 秦晓天咧嘴一笑道 展天则是神色一论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秦师弟 唯兄喜欢你 我可没有断袖之痞 秦晓天话音落地 掰开了架势 展天的笑容也是骤然收缩 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望着秦晓天 不知道师兄是文斗 还是武斗 何为文斗 何为 你耍诈 就在展天询问秦晓天 文斗如何 武斗又如何的时候 秦晓天居然直接展开了攻击 这让展天心中一惊 兵不厌诈 当你出现的那一刻 我们的比斗已经开始了 叱叱叱叱叱 一时间 秦晓天施展的乾坤剑阵 骤然扩大 足有数百丈之巨 直接涵盖了整个要风 两组九九八十一道飞剑 直接融合在一起 那九把飞剑形成了一组 一组当中又分成了三小组 顷刻间 这组有五十四组剑阵 形成了循环之势 直奔展天飞射而去 一股凌厉的剑气 瞬间笼罩了展天的全身 不但如此 展天发现 这剑阵居然封锁了自己所有的退路 出手应战 秦师殿 好手段 不过 想要以此来战胜为凶 你还不够资格 展天话音落地 双手掐出道道法绝 跟着就看到一尊童钟横空而出 直接罩在了自己的身上 封挡了所有的剑阵 叮叮叮叮叮 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这些剑阵都被这童钟给挡了下来 非但如此 这童钟居然拥有护主之能 那震耳欲聋的声音 身在其中的展天 居然没有丝毫的难受 好妆 秦小天嘀吓一声 双目放光 盯着面前的童钟 脸上露出一副贪婪之色 甚至 秦小天的这个目光 让身在童钟之中的展天 有了那么一丝战力 实在是秦小天的目光 蕴含着一丝 切而不舍的精神 乖乖 这要是输了 老子的童钟不保啊 展天心中暗道一声 恰好这时 秦小天开口了 展天师兄 你这童钟好啊 你 你要干什么 展天下意识地硬道 看到秦小天那贪婪奸诈的神色 展天的心颤抖了 展天不是惧怕秦小天 而是惧怕秦小天那种 是要得到自己童钟的决心 他能够感受到 秦小天是真的盯上了自己的童钟 虽然这童钟是一剑顶级的宝器 可是对其来说 也并非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童钟施展起来 太好灵力 只是秦小天施展的乾坤剑阵 太过恐怖 他这才施展了童钟 进行抵抗 可是 这乾坤剑阵再恐怖 也没有秦小天贪婪恐怖 秦小天的那种贪婪 是真心的贪婪 是那种不择手段 也要得到的贪婪 若是说起来 这童钟给秦小天也无妨 但是被秦小天夺走 那自己的面子就丢大了 展天师兄 咱们打个伤了 小弟认输 你这童钟给我如何 这句话 秦小天是以传音入密的方式 对展天说道 这让展天神色一愣 那牙齿紧咬 秦师弟 这童钟给你其实无妨 但是你总要给我一点什么吧 至于你认输 为兄做不到 我们要来一场真正的比试 这是你对我的尊重 展天的话 让秦小天神色一宁 深深地看了一眼展天 好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 这要缘 你们金鸾峰的弟子随便来 而且给你们的灵草和灵情 都是极品的 现在 撤了童钟吗 秦小天话音落地 伸手一挥 那乾坤剑阵消失不见 说实在的 这乾坤剑阵 就是一个耍赖的招式 以自己的能力 别说是施展一天一夜 就是三天三夜 那也不是问题 可是展天 想要抗住这童钟 一天一夜的时间 几乎不可能 所以坚持下去 展峰必败 不过 秦小天所要这童钟 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金胖子 金胖子 若是能够融合这童钟 那金钟赵的威力 绝对要提升一个档次 只不过 像童钟这样 重型法宝很少 所以很难让金胖子 有机会融合 现在看到 战峰有顶级的宝器童钟 秦小天自然不会放过 好 今日就与秦师弟大战一番 展天高呼一声 直接收了童钟 当然了 至于交易 那是私下的 现在并不能交易 借我一招 雷鸣银 展天双手掐绝 一拍额头 寄出一把飞剑 和一个好似喇叭一般的宝器 那飞剑悬浮在头顶 手中抓着那喇叭放在嘴边 秦小天看到 面色凝重 恐怕斩锋要施展的 乃是音波弓 果然 秦小天这个想法刚刚升起 展天嘴边的喇叭 立刻吹奏起来 一道道声浪 画成了如同海浪一般的波纹 朝着秦小天洗脚去 非但如此 在这声浪的传出之时 那悬浮在展天头顶的飞剑 随着声浪变得弯曲起来 就好似一条蛇 甚至这如同蛇的飞剑 居然一画二 二画四 四画八 也就是片刻时间 就画成了万千之数 秦小天心中震惊 这喇叭的声音 就给他一种迷幻的感觉 虽然被自己强行抵抗住 可是这幻化的飞剑 他也没有办法看出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一时间 秦小天眉头青醋 认真地看了一眼展天 太无耻了 展天师兄 你居然是原因期大圆满 秦小天突然间喊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 秦小天才发现 展天居然是原因期大圆满 若不是因为展天施展了 这所谓的雷鸣的道法 自己还无法察觉 毕竟秦小天的神念强大程度 也就是原因期大圆满 若是有人刻意隐瞒的话 秦小天想要察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果然 展天的眼中透出一丝难色之意 仿佛在对秦小天说 这也不是我的本愿 无妨 就算你拿出全部抵御 那又如何 秦小天脸上露出一副笑意 仿佛并没有怪罪展天一般 不过 秦小天却是拿出了一个漆黑的马桶盖 正是那永恒卢盖 劈喀 一道道惊雷的声音 立刻从那荡漾而来的音浪当中传出 就如同那惊雷在耳边乍响一般 让秦小天心神一震 叱叱叱叱叱叱 顷刻间 那金铁交鸣声不断地传来 无论这飞剑多么恐怖 皆都被秦小天的马桶盖子砸落 一时间 展天的眼中透出一丝惊讶之色 要知道 自己以原音七大圆满的修为 施展雷鸣营 绝非是一般人能够抗衡的 就算没有比自己击败 也无法硬抗多长时间 可是秦小天呢 非但没有落败 反而精神抖擞 仿佛自己的音波弓 被弃无效一般 要知道 控制这么多的飞剑 是相当消耗神念的 就算是自己 恐怕也承受不住半可钟的时间 展天师兄 我就看看 你能够坚持多久 就算是号 我也能够把你给耗死 你信不信 这一刻 秦小天的话语 深刻传入了展天的耳中 这让正在施展雷鸣营的展天 神色一愣 他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一眼 你是妖孽不成 展天口中低骂一声 直接受了雷鸣营 因为这雷鸣营 已经对秦小天无效了 哼哼 我之前已经说了 我是天之骄子当中的骄子当中的妖孽 秦小天冷哼两声道 头向展天的眼神 仿佛在说 这是我之前就说过了 你咋就没有留心呢 算你狠 不过 想要以此来战胜为凶 恐怕你还不够格 展天话音落地 也不再隐藏了 那虎去一阵 原因期大满原的修为 疯狂地爆发而出 一股惊人的气浪 直接朝着秦小天涌去 你终于肯拿出真本事了 秦小天看到 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冲着展天喊道 果然你早就看出 唯一兄的修为不止如此 展天也是盯着秦小天道 对于秦小天的眼力 展天算是服了 可是 秦小天听到展天的话 却是咧嘴一笑 展天师兄 你觉得你以原因期大圆满的修为 来针对我一个助击中期的人 这是传出去 别人不会耻笑你吗 我看谁敢 秦小天的话刚刚落地 展天就高呼一声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屁腻天下之气 目光更是一扫四封弟子 臭小子 你就跟他形容一个德性 就在此刻 那金卵子的声音 传入了展天的耳朵 这让展天一愣 秦师弟 你耍 炸 展天的这个炸字声音很小 仿佛十分无奈的吐出一般 眼睛盯着自己胯下的一把宝剑 满脸都是苦笑之色 展天师兄 兵不厌诈啊 秦小天笑道 满脸都是奸诈的神色 这让展天真的很无语 他不知道秦小天这把宝剑 是怎么翘无声息的 来到自己胯下的 你 伟兄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你 要知道 修士毕竟要以强大的底蕴做基础 才能够奥立于世间 你这样 早晚要吃亏的 展天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对着秦小天说道 可是 秦小天却是咧嘴一笑 展天师兄 你觉得我不耍诈 公平吗 这 展天顿时间无语了 确实 自己以原音七大圆满的修为 来欺负秦小天这个 住基七中七的师弟 确实有些过分了 可是 失命难违啊 维兄败了 不过 这宝剑是不是该拿走了 你别一个不小心 维兄就要变成 没人爱的假男人了 嘿嘿 算你实确 秦小天黑黑一声 收了宝剑 这才挺胸抬头 仰望金鸾峰 不过 那目光和神色之中 皆是傲慢之意 身上更是散发出一股 屁腻天下之威 这也就是在下方仰视 若是在上方俯视 秦小天绝对要被人揍扁了 臭小子 有些嚣张了 金鸾子口中低音一声 脸上尽是笑意 在其身边的李火太上 那更是昂首挺胸 露出一副天下之大 舍我其谁的感觉 各位师兄 承让了 这三个失恋的名额 小弟就笑那了 哈哈 李火太上 冲着京都和魂天二人说道 那脸上 尽是得意之色 最后那一声大笑 更是显出其心中的得意 至于京都和魂天 当然是面色漆黑了 原本有六个名额 这一次就输了三个 不 四个 这还搞毛 恐怕这一阶的弟子 自己的山风 要比其他的山风弱上很多 师兄 这个臭小子怎么办 要不让师弟我下去 一巴掌拍死他 京都露出一副 恨恨的样子道 不过 金鸾子却是瞪了一眼京都 仿佛在说 输了就输了 拿弟子撒什么气 走吧 既然侯戏已经看完了 我们该去哪去哪吧 金鸾子这时起身 对着李火太上等人说道 跟着迈步离开 不过 要走进大殿的时候 却是回头看了一眼京都 京都师弟 别忘记了 你和魂天一人 欠我一个名额 不 京都和魂天二人 喷血三声 论起无耻了 秦小天排第一 这金鸾子绝对排第二 嘎 这就走了 这时 那等待夸赞和奖励的秦小天 却是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 盯着离去的金鸾子等人 宗主 弟子的奖励呢 找你师尊要 我去你大 哼 一时间 秦小天想要骂娘 可是金鸾子的一声冷哼 却是让秦小天止住了后面的话 毕竟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不过 这一战 自己算是闯出了威名 虽然使用的手段 有些让人不耻 可是胜了就是胜了 从今以后 在金鸾宗 自己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这要风 从这一刻起 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捣乱 大哥 发财了发财了 就在秦小天 落在要风之上时 金胖子 妖月 和小白龙三人 立刻冲了过来 这一次 他们可是在金都风弟子身上 搜刮了许多的财物 别的不说 光宝器就足有两千多件 其中一半是宝剑 当然了 这宝剑全部进了秦小天的腰包 剩下的财物 三人平分 至于侯王金尊 则是与小黑在一起 乖乖地站在一旁 经过这一战 秦小天也是沉淀了自己的修为 虽然并非十分激烈 但是对于秦小天的修炼来说 还是有好处的 当秦小天回到了房间 开始运转九天苍灵爵的时候 体内的悬脉变得十分充裕 秦小天体内的传出 声音虽然不大 却是十分清澈 能够看到 在其体内的悬脉 此刻居然生出了一片片 好似龙灵一般的硬物 甚至细看之下 这悬脉的样子 就好似攀附在秦小天体内的一条苍龙 在那丹田的地方 有龙头逐渐显化 那与龙头相接之处 便是龙尾 在那子府之处 也有龙爪凸显 虽然这一切 还没有彻底成形 但是距离化成苍龙之脉 已经距离不远了 甚至 若是有人在秦小天身旁的话 一定会发现 秦小天的身上 居然散发出一股清香 这清香 让人嗅之清醒 肺腑舒畅 而这清香 正是那苍龙之脉形成之时 散发出来的龙香 经过一夜的时间修炼 秦小天的气息 变得更加沉稳 甚至修为更是 突破到了筑基期后期 这就是天灵根的资质 这就是至尊仙谷的经验之处 同样 这也是九天苍龙诀 和玄脉形成的效果 秦小天的修为 可算是一日千里 当走出房间 看到那一缕阳光的时候 秦小天的口中 居然吐出了一股清香之气 看来这第一条玄脉 就要彻底成型了 第一条玄脉的成型 便是化成一条苍龙形状 如今已经逐渐成型 相信用不了多久 便可以彻底成型 而凝聚第二条玄脉了 大哥 今日你好早啊 看到秦小天走出房间 刚好小白龙从外面走了过来 面带微笑的喊道 在其手中 还抓着四枚奇特的令牌 嗯 你这一大早去到哪里 秦小天看了一眼 小白龙手中的四枚令牌 心中隐隐有了一丝猜测 不过 还是询问了一声 大哥 我被师尊喊去了 他给了我四枚试炼的令牌 让我交给你 小白龙说着 将四枚奇特的令牌 交给了秦小天 秦小天接过 脸上却是露出一副怒色 哼 这个离火太上 太不是东西了 本尊为他打下了江山 他居然担心 本尊坑他宝贝 小白龙 你这师尊真的很差劲啊 秦小天冷哼一声道 可是这话语 却是让小白龙惊呆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会往这方面想 大哥 不能吧 好歹师尊也是一封之主啊 小白龙有些亚然的问道 他觉得秦小天有些匪夷所思了 这都是哪跟哪啊 小白龙啊 你还是太嫩了 既然是本尊胜了 为什么不喊本尊去领取好处 非要让你去呢 这 被秦小天这么一说 小白龙倒是有了几分相信 秦鸾宗的这些大佬 那都是老油条 老狐狸 一个个惊得跟猴似的 你能玩过他们 不过 秦小天话音落地之时 却是口中冷哼一声 目光盯着离火风的主风 脸上露出一副狠狠的神色 既然他做初一 那本尊就做十五 日照香炉生紫烟 摇看龙形挂药山 不知炼丹谁认为 只见诈响满天飞 炼丹 没错 此刻的秦小天决定了 要在这要风之上炼丹 既然这离火太上 不给自己一点好处 那自己就寻求好处 而这要风之上 唯一能够寻求的好处 便是这灵草了 所以秦小天决定炼丹 丹炉 是新的丹炉 是金胖子献去购买的 数量不多 也就是几十顶丹炉 为啥买这么多 秦小天怕炸炉啊 毕竟想要炼丹 需要三昧真火 而三昧真火 只有金丹七的人才有 还是那种三色金丹的人才有 瞧好 这小白龙就是三色金丹 否则也不会被离火太上 收为弟子了 只不过 这小白龙从来没有接触过炼丹 火候控制绝对要出问题 所以秦小天提前准备了 不少的丹炉 以防炸炉 大哥 灵草都准备好了 当这丹炉摆好 秦小天和小白龙 已经就位的时候 金胖子拎着数个厨物袋 冲了过来 药园里面最顶级的灵药 我都给带来过来 刚才有个叫什么 云天长老的来索药 我都没有给他 云天 我们金鸾宗炼丹 最好的那个云天长老 小白龙听到云天的名号 身躯一颤 立刻询问金胖子 金胖子立刻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他说他就是炼丹的 还是什么二品炼丹师 我都没戏得搭理他 有谁炼丹 能比我大哥还要牛的 哼 那老朽倒要看看 你这个大哥炼丹怎么牛 就在金胖子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冷哼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 一位白胡子老头 面带不悦之色 走了进来 嘿 你这老头找抽了吧 你可知道 擅闯药员 那是死罪 金胖子看到这老者 立刻露出一副不愤之色 冲着老者喊道 死罪 这老者询问一声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整个金鸾宗的人 都不敢拦着老朽来药员 你一个个区区看园子的 也敢跟老朽提死罪 胖爷管你是谁 擅闯药员者 药员规矩处置 金胖子喊了一声 同时那拳头就已经轰了出去 不吃 这一拳狠狠地轰在了 老者的面门之中 你居然以下犯上 这老者也是不简单 受了金胖子一拳 比两股眉断不说 居然还能够站起来说话 甚至 金胖子还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仿佛在说 自己的拳头咋回事 揍人怎么没有力气了 扑吃 就在那老头怒喝的时候 金胖子再一次 出其不意地轰出了一拳 这一拳又是结结实实地 轰在了这老头的脸上 小胖子 你又砸老朽的脸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是要背 扑吃 这老头的话还没有说完 迷迷糊糊之中 就看到一枚硕大的拳头 朝着自己的面门轰来 这三拳 简直砸得他晕头转向 差点就晕死过去 这不 这回居然蹲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脸 在那里回神呢 小胖子 你倒血没了 这老头蹲在地上 一手捂着自己的脸 一手指着金胖子喊道 我去你大爷的吧 金胖子何曾被人这么指着骂 二话不说 拳脚相加 直接将这老头 做得哭爹喊娘 这时 小白龙才反应过来 直接冲上去 拉住了金胖子 胖子哥 这真是主要负责练单的云天长老啊 你这是以下犯上 门规要处置你的啊 啊 他真的是云天长老 辈分比我们高 金胖子这才反应过来 这小白龙说的都是真的 一时间看着云天发愣 我去他大爷的吧 反正都踹了 直接踹得够 然而 金胖子却是一脚上去 口中大骂道 跟着又是一阵霹里啪啦的胖揍 揍得这云天长老北 都找不到在哪里了 随着金胖子的一句话传来 金胖子一棒子直接砸了下去 饶视云天长老再怎么强悍 也受不住金胖子如此摧残 直接被金胖子一棒子敲晕了 干脆 我们一不做 二不休 八光塔 金胖子说着 直接拉着小白龙动手 小白龙是哭天喊地啊 自己这都遇到了什么人啊 非要拉自己下水啊 别说 被金胖子一阵拉扯 小白龙到头来都乐了 若说整个金鸾宗谁最富有 当然是负责练单的云天长老了 别的不说 光临时就有数十亿 还有那灵丹妙药更是多不胜数 全部被金胖子和小白龙给分了 你们干啥呢 这时 那妖月终于从外面回来 看到金胖子和小白龙的举动 立刻明白过来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妖月一阵呼喊 大下起手 只可惜留给他的东西不多了 这让妖月一阵翻白眼 咦 这腰带不错啊 腰也瘦了 妖月一看 这云天长老的腰带极其奢华 二话不说 直接撤下 困在了自己的腰上 不过 妖月刚捆上这腰带 直接就喷了 但是那脸上居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乖乖龙地动啊 这腰带居然是储物腰带 这是啥玩意 嘖嘖嘖 极品零食啊 妖月从这储物腰带里面 掏出几枚金银剔透 灵气充裕的 令人发指的极品零食 冲着金胖子和小白龙喊道 哈哈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妖也要发了 大爷的 让你捡了一个便宜 金胖子看到 立刻嘀骂一声 不过 进了妖月的口袋 就跟进了自己的口袋一样 想要要出来 比登天还难 直接将这云天长老丢在一旁 金胖子三人 这才来到秦晓天面前 开始练丹 当然了 秦晓天看着金胖子三人 做的这一切 并没有指责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谁让这云天长老 没事来要员找茬 这没有将他丢下要风 就算是不错了 大哥 这次准备练什么蛋 金胖子露出一副期待之色 眼中尽是贪婪之意 秦晓天练丹 对他的好处最大 开阳长生丹 秦晓天随口应了一声 金胖子听到 立刻跳跃起来 乖乖 这开阳长生丹 试了之后 能够长生不老吗 还行吧 主要是给你当零食吃 秦晓天再次应了一声 跟着开始练丹 而那倒在一旁 晕死过去的云天长老 此刻心中却是低骂一声 哼哼 你这个死胖子 还想长生不老呢 先不说这小子 能不能练制出来 就算是炼制出来 一颗就能够撑爆你 可恶 人比人气死人 咱们吃一颗灵丹 都要吸收很久 胖子吃灵丹当零食 大哥 你不能区别对待 妖月满脸都是羡慕 极度恨的神色 冲着秦晓天喊道 不过那目光 却是落在金胖子的身上 你家胖爷 自从遇到大哥那天起 就一直把灵丹当糖豆吃 咋的 你有意见 看到妖月羡慕 极度恨的神色 金胖子立刻邪你妖月 也就是大哥吧 要是别人 谁有那个水准 炼丹可以百分百的成功率 搁别人那里 你早就饿死了 一群臭小子 你们不吹牛能死啊 石成的炼丹成功率 别说是你们这些半吊子了 就是老朽 也没有那个水平 云天长老躺在地 恨不得现在就跳起来 教训这四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啥玩意 灵丹当糖豆吃 啥玩意 炼丹有石成的成功率 咱能不开玩笑吗 这满天飞的 都不是仙情易寿 全是牛啊 没错 云天长老并没有晕死过去 好歹他也是原因期大圆满 半步踏进了出窍期 岂能随便 就被金胖子挤脚踹晕 他只是想要看看 这几个胆大包天 敢对自己出手的小子 要做什么又 不过 他是真没用想到 这四个小家伙 不但胆大包天 牛皮更是吹上天 哼 你家胖爷乃是天选之子 当然育人不同了 你怎么跟你家胖爷比 天选之子 听到金胖子 敢说出这样的话 秦小天也是满脸笑容 确实 这金胖子算是天选之子了 吞天神体 就算是仙剑 都绝无仅有等我存在 必将成为绝世强者 当然了 金胖子这个天选之子 多亏遇到了自己 否则早就变成天选之子 入土为安了 一时间 秦小天也不去搭理金胖子 和邀约二人斗嘴 这样的事情 二人那是天天斗的 吩咐小白龙 增加减少三昧真火 开始逐渐的将灵草丢入其中 开始炼化 大爷的 居然是顶级的灵草 这简直就是暴殖天物啊 你们这四个臭小子 是要造雷劈的 看到秦小天丢入 丹炉之中的灵草 都是李火峰培育的顶级灵草 云天长老心中狂呼 恨不得现在就跳起来 一巴掌直接拍死这四个小子 嘶 不好 就在此刻 金胖子倒吸一口冷气 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一尊顶级宝气筒中 直接将秦小天和自己 罩在了里面 碰 也就在金胖子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一道狂暴的炸响 传遍了整个金鸾宗 我滴妈呀 咋个回事 有人攻打我们金鸾宗了吗 谁 到底是谁 老子刚要突破 谁没事乱放炮 一时间 金鸾宗武风之上 纷纷冲出无数的弟子 一个个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冲天咆哮 甚至有人在突破修为之时 刚好被这炸响 惊动了气血 差点走火入魔 是要疯 该死的 是秦小天 啊 为什么是这个煞星 我去 当众人看到这人是秦小天的时候 一个个脸上的愤怒之色 变成了无语 无奈 和无能为力 实在是秦小天现在风头正盛 想要与其对着干 只有吃瘪的份 所以 他们只能认栽 可恶啊 老子忍了 众人纷纷低骂一声 跟着冲回了洞府 继续修炼 至于这时 秦小天却是看了一眼小白龙道 小白龙 你这火候掌控的不对 要减半分 你这加了三分 不炸炉才怪了 那个啥 大哥 刚才紧张手一抖 火力加大了 没事 再炸几次 你就习惯了 秦小天混不在意的说道 跟着伸手一挥 又是一枚丹炉成线而出 这个臭小子有点本事啊 还知道 那个小白龙 火力加大了三分 躺在地上的云天长老 心中暗道一声 秦小天说的丝毫不差 刚才小白龙若是减少半分力 那这一如开阳长生丹就成了 有点意思 老朽先不拍死你们 看看再说 云天长老倒是对秦小天有点兴趣 若是这控制火候的人是 秦小天自己 那这一如开阳长生丹必成 很快 第二如开阳长生丹炼制起来 半炸香过后 金胖子再次惊呼一声 直接将铜钟罩在了秦小天身上 炸了 炸了 又要炸了 碰 果然 这一如开阳长生丹再次炸炉 那炸炉形成的威力 直接席卷四周 我去你大爷的秦小天 你想搞死老子吗 啊 秦小天 老子跟你没完 没完 一时间 又是许多弟子冲出住处 看向了要风 冲着秦小天疯狂的怒吼 秦小天居然又炸炉了 这在金鸾宗并不常见 哪怕是云天长老炸炉 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可是 他们也不想想 云天长老炼丹的地方 有阵法笼罩 就算炸炉 声音也传不出去 当然了 云天长老设置阵法 并非是担心惊扰到这些弟子 而是为了面子 自己堂堂二品丹师 岂能在这些弟子面前丢粪 第二次 第十次 第二十次 当秦小天炸炉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众人彻底的疯狂了 整整三天时间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 秦小天一直都在炼丹 可惜 每一次炼丹 这丹炉必炸 那个煞心还在炼丹 五大山峰之上的许多弟子 都在观望 他们在看秦小天 是否还在炼丹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砰砰砰砰砰 这三日的时间 没有人修炼 没有人睡觉 甚至有许多弟子 直接接了任务外出 那些留下的弟子 也纷纷派出小弟进行观察 每隔半个时辰 就要汇报一次 师兄 不好了 又要炸了 炸了 而且 许多弟子 已经被秦小天培养出来了 最起码 他们看到金胖子寄出童中 就知道要炸炉了 砰砰砰砰砰 爆点天物 爆点天物啊 这炸炉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一直在装晕的云天 长老心在滴血 那一声声嘶吼 恨不得现在 就直接起身拍死小白龙 没错 就是拍死小白龙 因为秦小天指点的 没有丝毫之差 只是这个小白龙 每次都差了那么一丢丢 导致炼丹失败 形成炸炉 砰砰砰砰砰砰 终于 这炉炉炸的 足有五十几次的时候 小白龙立刻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大哥 我真是天才啊 只是炸了五十几次的炉炉 我就能够跟上你的节奏了 秦小天点了点头 终于小白龙的三妹真火 可以帮助自己炼丹了 而那一旁 一直装晕的云天长老 再也忍受不住 一个鲤鱼打挺 直接跃了起来 冲到小白龙身边 抓住小白龙的衣领怒吼道 你压的就是一个废柴 还天才 天才至于炸炉五十八次吗 我的灵药啊 我的顶级灵药 老朽恨不得一巴掌 直接拍死你这个 暴天天物的废物啊 大哥 我说啥了 这个老头在装死吧 就在云天长老 彻底愤怒爆发的时候 金胖子的声音 传入了秦小天和众人的耳朵 这让云天长老神色一乐 哼 老朽不管了 老朽要弄死他 弄死他 云天长老掐着小白龙的脖子 声嘶力竭地喊道 小白龙则是不敢还手 被云天长老掐得双眼泛白 长老 您若是弄死小白龙 我还怎么炼担 不炼担 又如何让你突破单道宗师 终于 秦小天开口了 脸上露出一副自傲之色 冲着云天长老喊道 那样子 仿佛要传授云天长老炼担经验一般 小子 你是在嘲讽老朽吗 云天长老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怒色 冲着秦小天问道 同时松开了小白龙 眉头紧簇盯着秦小天 若是长老这么想的话 那就是了 秦小天并没有委婉 反而顺着云天长老的话 直接应承了下来 这让云天长老怒急返笑 哈哈 秦小天 你太狂妄了 或许你在某些方面 真的很出色 可是在担到意图之上 想要传授老朽经验 你还真是敢说 唉 听到云天长老的话 秦小天摇头叹息 秦小天永远是秦小天 不可凋叶 秦小天 我去你大爷的 老朽要跟你斗丹 就算是云天长老寒养再好 此刻也终于承受不住 伸手指着秦小天的鼻子喊道 斗丹 听到斗丹二字 秦小天愣了一下 虽然在仙界经常看到那些丹仙斗丹 可是自己斗丹还从来没有试过 要知道 仙界的丹仙斗丹 那可是惊天动地 天崩地裂 动辄有日月崩溃 有大河干枯 有仙山崩溃 可以说 仙界的丹仙斗丹 那简直就堪比两位仙君 甚至仙王在拼命 动辄一方天地就要崩塌的 为啥 因为都是仙气乱飞 仙斗成精啊 所以秦小天听到云天长老要斗丹 这才是有些傻眼 不过也是瞬间回过神来 这里是修仙界 应该不会像仙界那样 没错 老朽要跟斗丹 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才是丹道 云天长老 录出一副打肘为师的样子 下巴都要翘天上了 切 不就是二品丹师吗 在我大哥眼里 什么都不是 妖月在一旁看到 立刻喊了一声 这让云天长老面色一怒 就要发火 不过那金胖子 却是面色一怒 先指责妖月 妖月 你怎么能跟云天长老这么说话呢 云天长老看到 露出一副满意之色 这还差不多 然而 金胖子却是嘴角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云天长老 根本就没被大哥放在眼里 对 老朽根本就 小胖子 你找抽呢 原本云天长老 还是一副得意之色 可是回过未来 面色一黑 冲着金胖吼道 长老 您真的要跟我斗单 这时 秦小天终于开口了 脸上露出一副 饶有兴趣的神色 对着云天长老问道 哼 小子 今日老朽跟你斗单 一方面是告诉你 但真的不是这么练的 一方面则是告诉你们 什么是尊师重道 云天长老很显然是铁了心 要教育秦小天一番 不过 秦小天确实咧嘴一笑 恐怕又是宗主受益的吧 秦小天这句话 让云天长老老脸一红 很显然是被秦小天说中了 不过 云天长老却是心一横 那又如何 老朽也确实看你们不顺眼 啪啪啪啪 云天长老话音刚落 秦小天就是一阵拍手 好吧 既然长老执意如此 那晚辈就教教长老 真正的炼丹之道 秦小天 你太狂妄了 老朽可是二品丹师 你居然敢应战 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你是真不知道 马王爷几只眼 好 这个斗丹弟子硬了 但是 弟子跟人对局 要拿什么来跟弟子斗丹 秦小天面带自信之色 冲着云天长老问道 这让云天长老心中一愣 不知道这个秦小天 有什么底气 敢于自己斗丹 不过 既然这个小子硬了 那自己完成宗主的任务之时 也算是狠狠地教育他一番 没错 原本云天长老 是真的来索要自己需要的灵草 只不过碰到了几个愣头青 居然对自己施暴 当时自己可是要弄死这几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的 可就在这时 宗主来了传音 让自己稍安勿躁 所以自己才会装晕 后来看到小白龙抱舔天物 忍受不住 要出手教训 哪里知道 宗主居然让自己挑起 秦小天的怒火 与他斗丹 这不是让自己欺负人吗 用自己的长相 来打压弟子的短板 这是要搞死他们的节奏吗 哦 云天长老轻嗷一声 双眼微眯 盯着秦小天 看到秦小天自信的神色 云天长老倒是来了兴趣 他不相信 秦小天如此年轻的年纪 在丹道意图上 会有多深的造诣 你想要逗什么 既然这个小子上杆子 要给自己送东西 那自己身为长老就瘦了 这样吧 对于丹师来说 一个灵石 一个丹芳 一个灵草 买是重中之重 我们就斗这三样 秦小天应了一声 跟着看了一眼金胖子和邀约二人 二人立刻会议 直接丢出四个储物袋 两枚储物戒指 长老请查验 秦小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 云天长老也不客气 神色轻松 神念一扫 跟着一个亮枪 长老 你怎么了 金胖子看到 立刻冲上前 就要辅助云天长老喊道 不过却被云天长老 直接瞪了一眼 没有想到 你们还挺富裕 五十一下品零食 一千万种品零食 好 很好 老朽接下来的几十年 都不愁恋丹的灵财了 这个臭小子 居然这么有钱 都快赶上老朽一声的积蓄了 大爷的 人比人 气死人啊 云天长老心中暗道一声 他这一辈子 也就累积了这么点玩意 人家随随便便就拿出来了 这不是在打击人吗 不过 身为长老 岂能丢粪 只能咬牙 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 临时差点 用这些灵丹代替 云天长老丢出几个储物带道 不过 秦小天看也不看 仿佛并不在意一般 非但如此 秦小天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山上的大佬们 观望的诸位师兄 这一次可是难得捞钱的好机会 难道你们就不想来一手 秦小天这丝 居然直接喊人下主 一时间 无论是金鸾峰之上的五位大佬 还是武峰之上观望的弟子 一个个都傻眼了 好小子 居然知道我们在暗中观察 既然如此 各位师弟 还等什么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金鸾子听到此话 心中也是不爽 毕竟被人当面叫嚣 岂能示弱 这一次 他就陪着秦小天玩个大的 很快 包括金鸾子在内 皆都发出了法旨 让武峰弟子参加斗丹 一时间 这临时累积程度达到了200亿 就是金鸾子看到 也是吓了一跳 哪怕是小白龙 也是有些颤抖了 这斗丹斗的 也太逆天了吧 然而 这时的金胖子和妖月 却是面露惊喜之色 手舞足蹈 冲着秦小天喊道 大哥 二百亿 突破二百亿了 这次我们是真的发财了 按照我们的计划 终于坑到全宗人的灵石了 当听到金胖子和妖月的呼喊声 不管是那些带着 各自山峰弟子灵石来斗丹的人 还是当事人云天长老 甚至是金鸾子五人 皆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心脏猛的一跳 尤其是那金鸾子 更是拍暗而起 口中惊呼一声 坏了 我们上了这个臭小子的当了 师兄 你这是 想要坑死我们几个 坠月和离火太上四人 露出一副苦逼的神色 冲着金鸾子喊道 啊 金鸾子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对着坠月四人喊道 你们不会都逗得秦小天书吧 啊 这次轮到坠月四人惊讶了 很明显 从金鸾子的语气里面 他们听到了一丝 不属于他们同伴的气息 师兄 你不会斗得秦小天胜利吧 那倒是没有 金鸾子应了一声 坠月四人这心理算是平衡了 最起码输了 大家一起输 我还没下注 就在坠月四人心理平衡的时候 金鸾子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直接让坠月四人 差点扑向了山崖 师兄 我们恨你 坠月等人悲呼一声 心中充满了一种 又被秦小天坑 又被他们的宗主师兄坑的感觉 被你们这么一提醒 维兄倒是觉得 应该下注秦小天赢 斗单开始 下注停止 然而 就在金鸾子话音刚落 秦小天的声音 就传入了金鸾子的耳朵 一时间让金鸾子直接愣住了 倒是坠月和离火太上四人 一个个露出一副活该等我神色 正捂着嘴头笑呢 虽然这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也是算是被河水溅了一身尸 该死的秦小天 本宗就失神了那么一丢丢 居然就错失二百亿零食 可恶啊可恶 做人真的不能太秦小天了 是的 秦小天就好似算到金鸾子 不会轻易下注似的 所以在狮子大开口之后 立刻收紧了口袋 这时 就算是金鸾子想要下注 也为时已晚了 因为老子不收了 哼 秦小天 你不要太张狂 熟胜熟败 还是一个未知数 看到秦小天四人满脸得意 仿佛赢定了的神色 身为金鸾宗单道长老 还是二品单师的云天长老 岂能甘心 长老 我们之间的独斗 还没有结束呢 这时 秦小天却是冲着云天长老 喊了一声 这让云天长老神色一愣 这才想起来 秦小天斗丹说出了三样 哼 老朽不信 你能拿出什么惊人的丹方 不知道长老知不知道 有一种可以让人毫无副作用 连升三级的灵丹 世上有这样的灵丹 无论是什么灵丹 能够突破一个境界 已经是逆天了 连续突破三个境界 当云天长老说到这里 突然间倒吸一口冷气 脑海之中浮现了一种绝世仙丹 说是仙丹 有些为过 但是这种灵丹 确实可以让人 在没有任何副作用之下 在出窍期 连升三级 当然了 这所谓的三级 只是一个大境界当中的三层而已 而且只能在出窍期使用 可就算如此 也可以让人疯狂 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自己身为二品丹师 有幸见到过这样的灵丹 只可惜 苦于没有丹方 无法炼制 因为这样的灵丹 都是掌握在四大顶级宗门的手中 霹雳乾坤丹 云天长老脱口而出 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不过 却是瞬间变得落寞 不可能 这样逆天的丹方 凭你怎么会有 云天长老话音刚落地 一枚玉剑 从秦晓天手中 丢向了云天长老 被云天长老一把抓住 嘶 这真的是霹雳乾坤丹的丹方 神念一扫 云天长老就看到里面记载的内容 确实是一种丹方 而且名字叫霹雳乾坤丹 你不会是在糊弄老朽吧 是不是真的 一事便知 因为晚辈跟你斗丹 要炼制的 正是这霹雳乾坤丹 秦晓天面带微笑道 而这话 却是让云天长老一惊 小子 你休要夸下海口 就算是这霹雳乾坤丹的丹方是真的 可是想要炼制这样逆天的临丹 别说是你了 就是老习也做不到 最起码需要二级大丹师级别 丹道意图 分为丹师 大丹师 丹宗 丹圣 而丹师分为九品 大丹师分为三级 丹宗者分为小丹宗和大丹宗 之后便是丹圣 不过 云天长老虽然身为二品丹师 可是他却知道 在圣天大陆 只有一位小丹宗 至于丹圣 连大丹宗都没有 何来丹圣 长老 弟子若是说 我乃丹圣转世 你信吗 当秦晓天这话出口 一旁的金胖子 立刻别过了身子 在那里偷笑 丹圣 咱能不搞笑吗 曾几何时 在那玄天宗 秦晓天也是这样 欺骗过沐云长老的 不过 那沐云长老 可是深信不疑 而这个云天长老 一看就要比 沐云长老精明 秦晓天想要以此 来欺骗云天长老 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 金胖子偷笑 是因为秦晓天又要坑人了 而且 秦晓天想要坑人 这一路走来 有谁能够逃脱 秦晓天的魔掌 就算是这云天长老 也不例外 甚至金胖子 一下就猜到了 秦晓天的心思 也终于明白 恐怕秦晓天 就已经在算计别人了 甚至更早的时候 恐怕秦晓天 就有了一套坑人的计划 而这云天长老 恐怕只是 秦晓天坑人的一环 目的就是让云天长老 跟那沐云长老一样 为秦晓天炼丹 单胜 果然 云天长老反问一声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好一个单胜啊 若是你是单胜转世的话 那你一定是来自仙界了 当云天长老的话出口 不但是秦晓天 就是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都傻眼了 这云天长老是怎么猜到 秦晓天是仙人转世呢 大哥 咱能不自己 吓自己吗 这老头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金胖子第一个反应过来 立刻给发呆的秦晓天传音 免得被看出什么来 可嗨嗨 算你有眼力 本身正是从仙界重生而来 秦晓天连可几声 对着云天长老 露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道 仿佛云天长老真的猜对了 若是秦晓天没有这么说 云天长老刚才看到 秦晓天三人惊恶的样子 心中还真的是轻轻一徒 现在是被秦晓天这么一说 云天长老就觉得 秦晓天又在吹牛皮了 好好好 你是仙界转世来的丹圣 既然如此 老朽也不是你的对手 这样吧 只要你能够炼制出来 这霹雳乾坤丹 老朽认输 拜你为师 云天长老立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对着秦晓天说道 仿佛秦晓天就是在吹牛皮而已 这样不好吧 虽然本圣乃是仙界转世来的 可终究 这身体年岁太小 收你为徒 让人笑话你 哼哼 怎么了 不敢了 云天好似抓住了秦晓天的小辫子 口中冷哼两声道 那倒不是 只是这个赌约有些过了 这样吧 本圣若是炼制出霹雳乾坤丹 你就为我做事三年 反之 我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包括我们四人 君子一言 快马一遍 然而 在那金鸾峰之上的金鸾子 看到二人的举动 立刻露出一副苦笑之色道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又败了一手 这个秦晓天 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了 师兄啊 是啊 二百亿 二百亿零食啊 足够我们金鸾宗 所有人五年的花销了 炼月满脸苦涩的 冲着金鸾子喊道 就是李火太上三人 也是满脸无语 尤其是李火太上 这次斗丹 他也参与了呀 都是弟子压的 你们怕啥 为兄担心的是 我们丢人了 金鸾子瞪了一眼 炼月四人道 输在秦晓天手中两次 他不甘心啊 这几次秦晓天被针对 看似是别人挑衅 秦晓天嚣张反击 实则 这是秦晓天与金鸾子在掰万子 而且这两次 都是秦晓天赢了 从秦晓天败入金鸾宗 被金鸾子搜查了十海之后 金鸾子就制定了 针对秦晓天的计划 当然了 金鸾子也是有私心的 这个秦晓天身上有问题 可是问题在哪里 他又说不出来 所以 金鸾子觉得 将秦晓天培养成金鸾宗有名的存在 到时候 炼月宗来要自己宗门的天之骄子 自己就可以将秦晓天送出去了 一方面是 自己不需要担心秦晓天的问题在哪里 一方面是可以完成炎月宗的任务 顶多自己付出一些跟随的弟子罢了 相信 秦晓天到时候 绝对会选择金鸾子等人 这样一来 自己又减少了损失 所以 自己才针对了秦晓天几次 没有想到 秦晓天非但没有被自己算计到 反而绝地反击 坑了自己一把 别的不说 就说这二百亿零食 就绝对让自己肉疼了 原本是找云天长老 去坑请小天一笔的 没有想到反被坑了 可是 自己不能表现出来 要是被人察觉 那自己 这个宗主多丢面 师兄 难道就这样 放过这个小子 京都露出一副 恨恨的神色道 魂天和坠月 也是看向了金鸾子 唯独离火太上 露出一副为难之色 不放过他 还能怎么办 你们谁的弟子 是他的对手 难道真的要让 原音静的长老 出手针对不成 可是 这也太便宜他了 要不然 我们将他送到掩月宗吧 眼不见为尽 京都提议道 这是他能够想到的 最好办法了 对 就这么办 将他送去掩月宗 让他霍霍掩月宗去 坠月和魂天 也是高呼一声 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不好吧 金鸾子露出一副 为难的神色 对着京都三人问道 最后目光 落在了离火太上的身上 一时间 京都三人杀人的目光 立刻盯着离火太上 只要离火太上不同意 他们三人绝对要发难 师弟也觉得 这个提议很好 不过 距离掩月宗前来收图 还有数年的时间吧 再说了 掩月宗收图 可不是随便哪个人 都能拜入掩月宗的 需要四宗大笔 离火太上立刻同意了这个提议 但是却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四宗大笔 今年还会有四宗大笔吗 金鸾子双眼一眯 脸上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神色 心中暗道一声 不过 金鸾子很快就回过神来 看向了离火太上四人 这都不是问题 到时候推 也要将秦晓天推上去 至于现在 金鸾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离火太上四人都看到 金鸾子的嘴角上扬 眼中透出一丝奸诈的味道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 金鸾子这次又要算计秦晓天 会不会再次被秦晓天逆袭 实在是他们被秦晓天逆袭怕了 也被金鸾子的算计怕了 金鸾子算计秦晓天不说 还屡屡被秦晓天逆袭成功 这还让他们怎么玩 说句不好听的 输的就剩下一个裤衩子了 坠月和离火太上四人 有他们四人的想法 金鸾子同样也有自己的想法 只不过 金鸾子看得比他们更远 更深 正是因为这样 金鸾子才要屡屡算计秦晓天 至于秦晓天这边 已经与云天长老谈妥了条件 开始真正的斗丹 只不过 从之前双方斗丹 变成了现在秦晓天 自己炼制霹雳乾坤丹 很快 秦晓天指使小白龙 开始加热丹炉 然后一枚枚的灵草 不断地放入了丹炉之中 非但如此 秦晓天一边放着 一边露出一副 长者教育晚辈的口吻说道 霹雳乾坤丹 乃是无上灵丹 我们金鸾宗虽然强大 拥有许多资源 可终究缺少了紫藤肉火花 和紫青莲理智两种灵才 不过 本圣已经找到了替代的灵才 虽然削弱了霹雳乾坤丹的药效 不过却可以让人提升两个境界 天云 炼丹意图 重在变幻 随着斗转心仪 许多曾经存在于世间的天才地宝 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这让许多古方都没有了可以炼制的灵才 没有灵才 却不代表着不能炼制 之前你看到霹雳乾坤丹的时候 恐怕就想到 本身会缺少这两种灵才吧 秦小天话音落地 云天长老的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眼底深处 藏着一种无法置信之意 他没有想到 秦小天早就猜到了他的心思 没错 当他看到霹雳乾坤丹的时候 就知道金鸾宗缺少这两种灵才 因为这两种灵才 唯独掩月宗独有 可以说完全被掩月宗掌控 这或许就是人家掩月宗 为什么能够成为金鸾宗上宗的原因吧 天云 记住本圣说过的话 不单单是在单道意图方面 就算是在做人方面 也要懂得变通 这一点 金鸾子做得就非常不错 死 当天云长老听到秦小天的这句话时 直接倒吸一口冷气 金鸾子是谁 那可是金鸾宗的宗主 不但如此 金鸾子的修为早就超越了出窍七巅峰 半只脚迈入了合体七 甚至有人说金鸾子已经是合体七的大能了 现在秦小天敢直呼金鸾子的名号 难道这个秦小天真的是单胜转世 一时间 天云长老沉思起来 脑海之中立刻浮现了金鸾子这段时日 考验秦小天的事情 或许 金鸾子早就知道了 秦小天是单胜转世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一番事情来 哼 怎么可能 世间强者多了去了 秦小天区区一个住基期的小子 何德何能 敢说是单胜转世 天云长老心中还是不信秦小天的话 更是嘀咕了一声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可是 当一股单香的气息钻入了天云长老的鼻尖时 天云长老直接露出了惊骇之色 不可能啊 难道霹雳乾坤丹真的要炼制成功了 当天云长老吃惊的时候 秦小天的话语声也是传入了天云长老的耳中 天云 本圣的教会 你可记在心中 弟子 天云长老听到这句话 习惯性的想到了自己师尊 刚要回应 却是幡然醒悟 秦小天 你还没有炼制成功霹雳乾坤丹呢 所以 你的说教 还是先收起来吧 唉 知之为之之 不知为不知 何必为了面子强撑呢 秦小天叹息一声 双手不断的掐绝 正是宁丹的法绝 很快 在秦小天的宁丹的法绝掐出之后 这丹炉立刻传来一道霹雳之音 皮卡轰 这霹雳之音十分的清脆 当传入云天长老的耳中时 却是让云天长老身躯一阵 脸上露出一副激动之色 皮卡轰 又是一道清脆的霹雳之音 这更是让云天长老心神振奋 不但如此 在这丹炉之上 居然出现了一条惊人的丹气龙 这丹气龙环绕着丹炉 宁而不散 紧紧守护 那惊人的丹香更是弥漫开来 哪怕是众人秀上一口 都让他们神清气爽 属 属然是地品 云天长老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灵丹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和极品 在这之上 还有人品 地品和天品 在之上 便是神品和圣品了 只不过 这地品和天品 在圣天大陆 已经很难有人炼制出来 唯有那小宗师 勉强才能炼制地品 更不要说天品了 甚至那神品和圣品 更是奢望 可是 眼前这个秦晓天 炼制出的霹雳乾坤丹 居然是地品的 这如何不让云天长老吃惊 要知道 这可是只有小宗师 才能够勉强炼制出来的 难道这个秦晓天 是小宗师不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秦晓天的修为 只是助击期 就决定了这个秦晓天 无法成为小宗师 难道这秦晓天 真的是单胜转世 云天长老心神一震 双膝一软 差点就扑街了 若这秦晓天 真的是单胜转世 对于云天长老来说 那就是担到意图的 姥姥姥姥祖宗了 一时间 云天长老眼中 尽是炙热的眼神 看向秦晓天的目光 也是带着一丝难言之意 仿佛是尊敬 仿佛是不甘 又仿佛是羞愧 不过 秦晓天也没有在意 毕竟此刻的他 心中也是有着一丝担忧 生怕这最后的阶段 出现变故 还好 当这丹炉之中 出现一道高亢的龙银声时 秦晓天的脸上 露出一副满意的笑容 更是看了一眼云天长老 这云天长老更是不济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甚至那一双眼睛之中 已经容不下任何事物 只是盯着丹炉 唉 云天 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这才是炼丹师该有的准则 像你这样 何时才能够成为丹宗 甚至是丹圣 被秦晓天这么一说 云天长老立刻露出了一副羞愧之色 老脸更是微微一红 深深地看了一眼秦晓天 那眼中带着一丝尊敬 当然了 不是因为秦晓天是丹圣转世 而是因为秦晓天 对丹道的理解和掌控 最起码 你自己现在丹道方面的经验 远远不如秦晓天 这才对吗 想当年 本圣授业的一个小子 最后成就了丹祖 本圣还记得 那个小子貌似后来起了一个太上老君的称号 专门炼制仙丹 听到这话 云天长老一阵无语 自己刚刚对秦晓天 有了那么一丢丢的崇拜之意 现在荡然无存 实在是这个秦晓天 太能够吹牛皮了 还当年授业的一个小子 居然是太上老君 要知道 太上老君可是所有丹师的老祖宗 秦晓天用丹师的老祖宗 来吹捧他自己 云天岂能愿意 丹城 开炉 秦晓天看到云天长老的眼底深处 带着一丝不怨 立刻高呼一声 这才让云天长老的情绪再次被调动起来 当丹炉的盖子被掀开 一股扑鼻的丹香 瞬间弥漫了周围数十丈的范围 让人闻之肺腑舒畅 神清气爽 成了 成了 居然真的成了 云天长老一阵激动 口中更是不断的呼喊着 脚下步伐一脉 直接来到了丹炉的面前 我尼玛 看到这丹炉里面 静静地躺着四枚金银剔透 隐隐有雷虎闪现的霹雳乾坤丹 云天长老直接口爆粗口 四枚地品霹雳乾坤丹 假的吧 云天长老的脸上露出一副无法置信的神色 看也没看秦晓天 而是冲着那四枚地品的霹雳乾坤丹喊的 假你妹啊 用不用本胜晒你一个大嘴巴子 啪啪啪啪 秦晓天话音响起的时候 那手掌就是一阵连山 不多不少 刚好四个大嘴巴子 一枚霹雳乾坤丹一个 你 云天长老直接被删蒙了 自己好歹也是一千多岁的年纪了 现在被秦晓天这么删 面子何在 更何况 那金鸾峰之上的几位大佬 此刻正在看着呢 这让自己还怎么见人 你什么你 从这一刻起的三年 你是我的努力 当然了 这努力我也不让你白干 除了本胜传授 你担到的知识外 你可以获得三枚霹雳乾坤丹为奖励 噗 听到秦晓天的话 云天长老直接喷出三生老血 当然了 这不是被秦晓天气的 而是被秦晓天用地品的霹雳乾坤丹给砸的 虽然不能说 这三枚霹雳乾坤丹价值连城 可是也要说 每一枚恐怕不低于百亿的零食 三枚 那可就是数百亿的零食啊 自己不过是被秦晓天使用三年而已 就获得了数百亿零食的霹雳乾坤丹 还是有价无事的零丹 绝对是赚大了呀 甚至 云天长老恨不得秦晓天 现在在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将那最后一枚霹雳乾坤丹也丢给自己 这一枚本胜有用 不过 秦晓天好似看出了云天长老的心意 立刻喊了一声 同时将一枚霹雳乾坤丹给收了起来 云天长老看到 哪里还敢怠慢 伸手一捞 先收了霹雳乾坤丹再说 至于秦晓天 却是将目光从云天长老的身上移开 最后落在了那金鸾峰之上 刚要与金鸾子投来的目光相对 一时间 金鸾子口中大骂不已 该死的秦晓天 金鸾子看到秦晓天挑衅的目光 双眼一瞇 露出一副奸诈的神色 一旁的坠月和离火泰上四人看到 心中一颤 暗道一声 坏了 师兄真的又要算计秦晓天了 一时间 坠月和离火泰上四人 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一个讯息 完了 我们四个又要倒霉大叔写了 就算坑 也不能咳着我们四个人坑啊 坠月 你们四个准备一下 果然 就在坠月和离火泰上四人心中刚刚呼喊 不要咳着他们四个人坑的时候 金鸾子的话语声传入了他们的耳朵 师兄请吩咐 不过 坠月和离火泰上四人 却是露出一副恭敬之色 对着金鸾子一败道 没法子 谁让人家是金鸾宗的宗主呢 说出的话 那就是法旨 三个月之后的失恋 我要看到秦晓天的第一 金鸾子话音落地 直接迈开步伐 进入了金鸾宗大殿 不再搭理秦晓天 至于坠月和离火泰上四人 却是一愣 跟着脸上露出一副激动的神色 还好 并不是要坑我们 虽然不是坑我们 可是让秦晓天 在三个月之后的失恋上面 获得第一 是不是有些无法下手啊 这时 离火泰上露出一副为难的神色 对着坠月三人说道 一时间四人再次为难起来 毕竟秦晓天只是助击期 想要胜过那些金鸾期 甚至是原因期的弟子 恐怕比登天还难 别看现在秦晓天好似很嚣张 碾压了五丰弟子 可是这时在要风 秦晓天占据了天时地利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一旦是去了试炼之中 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毕竟这试炼 也是因为争夺造化 经常有人死去的 主委师兄 小弟倒是有一戒 这时 离火泰上看到坠月三人 露出为难之色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开口喊道 说 一时间 坠月三人立刻满是期待的 盯着离火泰上 我们这样 当离火泰上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后 坠月三人立刻冲着离火泰上 竖起了大拇指 好 高 实在是高 武师殿 你的奸诈跟大师兄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你们大爷的 离火泰上低骂一声 看着坠月三人大笑着离去 自己也回头看了一眼 药风之上的秦晓天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离火风 时间流逝 转眼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的时间 秦晓天没有一丝一毫的闲着 因为他正在监督云天长老练丹呢 而云天长老 却是叫苦连天啊 用云天长老的第一句话来说 就算是一头老黄牛 也有休息的时候 凭啥自己要一刻不停歇地练丹两个月 不过 这两个月的丹 真的没有白练 云天长老在丹到意图上走得更远 短短两个月 就已经能够与三级丹到大师相比了 非但如此 云天长老更是得到了两个古方 虽然这古方已经被秦晓天改变了一些 但是那古方炼制的灵丹效力 却是没有减弱多少 所以 用云天长老的第二句话来说 自己痛 并快乐着 当然了 这两个月的时间 秦晓天让云天长老炼制了八十八炉灵丹 大部分都是给金胖子当糖豆吃的 这让云天长老心中震撼 按照这金胖子体质惊人 恐怕并非是自己看到的这般 很有可能是妖孽之辈 至于小部分 则是分给了妖月和小白龙 算是给二人的好处和救命之用 剩下的一个月时间 秦晓天更是变本加厉 让云天长老快马加鞭 赶制了四十炉灵丹 这差点让云天长老泪成死狗 要知道 这三个月的炼丹数量 简直比得上他三年炼制的数量了 如果他自己没有记错的话 上一个三年 自己一共才炼制了八十九炉灵丹 也就是说 这三个月炼制的灵丹 比他三年的多不说 还多出了三十一炉 接近五年炼制灵丹的总量 三个月就炼制出来了 可见这云天长老要裂成什么样子 当然了 秦晓天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上次斗丹之后 秦晓天就收到了李火太上的法旨 也就是明天 试炼就要开始了 代表李火峰的人 除了秦晓天四人之外 还有整个李火峰的弟子 人数接近了三千人 后来金胖子用了五枚糖豆 哦不 是五枚灵丹的数量 才答应到了消息 说是这次金丸宗的试炼规则改变了 不仅仅是五枫的天之骄子 而是五枫的所有人 人数加在一起 足有三万八千人 其中的一万五千人 乃是五枫的弟子 剩下的两万三千人 乃是五枫的外门弟子 也就是说 整个金丸宗的那外门弟子 都出动了 当秦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就开始让云天长老疯狂的恋丹 因为秦晓天知道 自己的好日子已经不远了 云天 当时间到了试炼前一日的傍晚 秦晓天将云天长老喊到了面前 一时间 云天长老露出一副复杂的神色 最后叹息一声 哎 罢了罢了 老朽这一是英明 毁了就毁了吧 云天长老话音落地 朝着秦晓天恭敬一拜 弟子云天 拜见师尊 当云天长老这句话出口的时候 秦晓天倒是愣住了 跟着连壳几声 那个啥 云天啊 虽然这三个月 本圣传授了你不少的丹道知识 可是 依你的资质 根本不如本圣的法眼啊 噗 听到秦晓天的话 云天长老直接喷出了一口老血 脸上露出一副恨恨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 感情自己都低头豁出 这张老脸喊秦晓天师尊了 这秦晓天居然没有看上自己 说句不好听的话 除了自己 秦晓天还上哪里找自己 这样任劳人员的弟子啊 你瞅啥呢 本圣的弟子 不是西昆仑的王母 就是天庭的御帝 再不就是丹道之祖太上老君 你觉得 你有资格跟他们平起平坐吗 很明显 秦晓天是在说 得了您呐 您还是老实的在金鸾宗待着吧 本圣根本就是 把你当奴隶来使唤的 噗 云天长老再次喷出一口烟红的热血 这热血 足有三声啊 很显然 云天长老已经听出了秦晓天话中的意思 最后只能牙齿一咬 转头就走 不过 秦晓天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云天长老身躯一颤 狠狠的堕足离去 云天啊 在本圣这次试炼的时间内 你要给本圣炼制出三十炉霹雳乾坤丹 而且要保证各个都是中平以上 否则本圣怎么放心 让你闯荡江湖啊 云天长老只能用一句话来回敬秦晓天 我尼玛 无耻 当当当当当 第二日清晨 金鸾峰之上就传来一阵壮钟的声音 宗主发指 金鸾宗所有弟子注意 半个钟之后 金鸾宗广场集合 试炼正式开始 要风之上 秦晓天早就醒来 此刻听到这壮钟的声音 就一直在望着那金鸾峰的方向 尤其是这所谓的宗主法指传来之时 秦晓天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又想算计本圣 你压的是 石海查看多了 脑袋混乱了吧 秦晓天口中低骂一声 思绪被拉到了 刚进入金鸾宗之时 自己辈辈带到了金鸾宗大殿之中 被金鸾子查看了石海记忆之时 镜头回转 当时秦晓天被金鸾子所画的大手 抓入了金鸾宗大殿之中 一股庞大的神念 立刻侵入了秦晓天的石海 倒是很难干净 就算是天灵灯的资质 也不能快坏了金鸾宗的门规 下去当 这事 就在金鸾子要丢秦晓天出去的时候 一抹金光在秦晓天的石海爆发而出 一道身影更是幻化在了金鸾子的面前 这身影宝像庄严 给人一种圣洁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息 在这身影之上散发而出 就算这身影宝像庄严 双眼紧闭 也是让金鸾子 有一种想要膜拜的冲动 转世之身 金鸾子立刻惊呼一声 认出了这宝像庄严的身影 乃是一具转世的大能 如今 身为合体期的金鸾子 已经知晓了不少事情 别的不说 最起码知道 从这仙界之上 有仙人转世重生 眼前这宝像庄严的身影 就给他一种 如同仙人转世一般的压迫感 强者 金鸾子不是没有见过 别说什么渡截期 就是化灵期 飞升期的强者 自己也是见过 可是 从来不曾有人 给自己这样的压迫感 所以 金鸾子断定 这宝像庄严的身影 必然是仙人转世 然而 看到秦晓天一副茫然的神色 金鸾子心中也是明白过来 这秦晓天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是仙人转世 此人得罪不起 金鸾子很快就有了决定 他知道 这样的仙人转世 一旦真的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必然会在关键时刻苏醒 一旦苏醒 恐怕就是自己的灾难 哪怕这秦晓天 只是助击期的修为 可是这仙人的神魂 却足以瞬间灭杀自己 甚至为了保存秘密 整个金鸾宗都会遭到毒手 前辈抱歉 晚辈并非有意打扰前辈 这就送前辈下山 金鸾子知道 自己的金鸾宗 养不起这个尊大神 只能送他下山 可就在金鸾子话音 刚刚升起的时候 一道灵力的目光 居然落在了金鸾子的身上 让金鸾子身躯一颤 立刻匍匐在地 这里便是本圣崛起的跳板 那宝箱庄严的身影 口中居然传来这样一句话 这让金鸾子全身颤抖不已 匍匐在地 连头都不敢抬 晚辈谨遵法指 金鸾子连大气都不敢出 就这样匍匐在地 而那宝箱庄严的身影 也没有再说话 直到那股碾压他的威严消失 金鸾子这才抬起头来 果然 那宝箱庄严的身影消失不见 这让金鸾子送了一口气 盯着那逐渐苏醒的秦晓天 眼中透出一股惊人的光彩 金鸾子知道 只要自己伺候好这尊大仙 自己将来必定飞黄腾达 甚至金鸾宗也会彻底崛起 小子 金鸾宗要遭大难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还是想想 如何保住自己和金鸾宗众人的小命吗 就在金鸾子心中激动的时候 那茫然的秦晓天口中 居然传了这样一句话 这让金鸾子心中一阵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这声音 跟刚才那尊大仙的声音一般无二 很明显 这尊大仙预示到了什么 这才有一出口提点自己 而此刻 秦晓天因为说出这句话后 那身躯也是猛的一颤 口中喷出一股灼气 人也清醒了过来 金鸾子立刻收拾了一下惊慌的心 露出一副长辈该有的姿态 揪着秦晓天的衣领 直接丢出了外面 同时 那口中喊道 倒是很难干净 就算是天灵根的资质 也不能快坏了金鸾宗的门规 下去当个外门弟子吧 这孙子 真的姓了 当秦晓天被金鸾子丢出大殿的时候 心中喊道一声 刚才的一切 那都是秦晓天有意为之 为此 秦晓天还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最起码 那被封印的神魂 短期内是无法借助其力量了 看来是真的姓了 哎 你也别怪本尊 本尊也是迫于无奈啊 秦晓天心中再次喊道一声 在金鸾子面前演化这一切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危 如此一来 这金鸾子必然时刻关注自己 一旦自己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 必然会出手帮助自己 这样一来 自己在金鸾宗的小命 就算是保住了 而金胖子和妖月 也是因为自己篡改了十海 这金鸾子也必然会加以保护 毕竟这俩人是自己的跟班 这就叫介事 借助金鸾子的事 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 秦晓天就回过神来 之所以有了这么多算计 正是因为 自己在金鸾子面前显化的一切 这金鸾子也是抱着自己的私心 想要早点让自己突破 因为每一次突破 都会让转世的神魂归位 一旦自己的神魂归位 金鸾子便可以接自己的事了 可是 自己岂能那么容易让金鸾子戒势 所以金鸾子这几次算计都失败了 可惜 可叹 哪怕秦晓天是准至尊转世 也有算错的时候 这金鸾子一开始 是要借助秦晓天的事 只不过 秦晓天的所作所为太过害人 而金鸾子又不敢得罪秦晓天 所以 金鸾子早就想把秦晓天 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了 若是秦晓天知道 金鸾子要将自己甩出 而且还是甩给掩月宗的话 恐怕秦晓天就不会跟金鸾子对着干 而是逆来顺受 顺着杆子爬了 所以 此刻的秦晓天 听到金鸾子发出了法指要试炼的时候 秦晓天依然觉得 这金鸾子是想要逼迫自己 早日真魂归位 大哥 你在看什么呢 试炼就要开始了 我们要赶快去广场集合啊 这时 金胖子的声音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也算是彻底将秦晓天从那种思绪当中给拉了回来 很快 一行四人直接来到了广场之上 而金鸾中的数万弟子 已经赫然在列 在祈祷来之时 所有人的目光 皆都落在了他们四人身上 开开开 那个啥 本圣知道自己 想要低调很难 可是 你们这样看着本圣 你们就不觉得尴尬吗 秦晓天连可几声 立刻昂首挺胸 没有丝毫的尴尬之色 冲着那数万弟子喊道 此时此刻 谁敢搭话 谁尴尬 可是 总是有人惦记本尊的气势 来破坏这种气氛 秦晓天还不速速回归 装什么大头算呢 这次试炼 信不信老子直接弄死你 有挑事的 这一刻 不但是秦晓天 就是金胖子 妖月 以及小白龙三人 心中都是暗道一声 朝着那话语传来的地方看去 小子 别躲 你家胖爷认得你 你是金都风 那个叫战雷的 金胖子眼间 立刻找到了那要躲起来的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都风的战雷 是又如何 告诉你 别给老子逼急了 逼急了 老子分分钟跌死你们四个人 信吗 既然被金胖子抓到了 战雷也不躲了 直接站出来 冲着金胖子喊道 那样子 要多嚣张 就有多嚣张 太好了 然而 金胖子却是高呼一声 双手连拍 露出一副激动的样子 你家胖爷还担心 这次试炼 没有啥激情吗 毕竟你们之前被虐的样子 犹在眼前 你家胖爷担心 你们的师尊教育你们 不要招惹我们呢 现在看来 胖爷想多了 我尼玛 听到金胖子的话 不单单是战雷 就是在场大的其他弟子 也都一个个露出愤怒之色 盯着金胖子 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 拍死金胖子 没错 那些外门弟子 或许没有收到消息 可是他们这些内门弟子 却都收到了 来自自己掌座的法指 法指内容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将秦晓天放在首位 让其夺得试炼第一名 当时像战雷这样的 清传弟子就疑惑了 直接询问掌座 为什么要这样做 甚至他们一个个脸上 露出不服的样子 毕竟他们的修为 要比秦晓天高出很多 上次失利 完全是秦晓天 占据了天使地利 可是这次不同 这次是试炼 在外面的试炼 他们不相信 秦晓天会归缩一地 布置了阵法 等着他们钻 原本他们认为 这次是他们复仇的机会 可是哪里想到 他们的掌座 会发出这样的命令 然而 在他们的询问之下 他们的掌座 只告诉他们一句话 他们就乖乖地听话了 想要不再遭受 秦晓天的气 那就听话 早点送他走 聪明的人 立刻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金鸾宗会 每隔几年 就往掩月宗 输送天之骄子的事 这次的时间就快到了 很明显 他们的师尊 已经做好了决定 送秦晓天离去 所以 他们才会乖乖地听话 就好似其中一位 掌座说的那般 让秦晓天去 霍霍眼月宗的人不好吗 战雷 你忘记师尊的话了吗 就在战雷等人 要发火的时候 战风立刻给战雷传音 战雷这才狠狠地 瞪了一眼金胖子 不再说话 哎 没见 还以为现在就可以干一家呢 原来是一个缩头龟 金胖子叹息一声 露出一副惋惜的神色 冲着那战雷喊道 战雷就要发怒 却是被战风直接拉走 眼不见 心不凡 也就在此刻 数位大佬直接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除了那金鸾风来的人 是一位长老之外 其他四风 皆都是掌座 所有人听令 跟随自己的掌座 立刻发出 前往试炼之地 很快 那位金鸾风的掌老 手持宗主令牌 冲着众人喊道 那四位掌座 也是低头领命 跟着伸手一挥 五尊金人的顶级宝器 立刻横空而出 金鸾踪的乃是一根 泛着青光的长脊 星空风的乃是一尊金人的金葫芦 金都风的 则是一只漆黑的爪子 浑天风的乃是一尊大印 而李火风的 则是一把宝剑 无限接近人气的宝剑 这五件金人的顶级宝器横空 剑风便掌 瞬间就化成了千丈之巨 悬浮在了众人的头顶 剑 一道呼喊声传出 立刻 五位带队的大佬 纷纷腾空而起 落在了宝器的最前端 并且盘膝而坐 五封弟子 纷纷踏空而行 纵上了 这五件顶级宝器之上 就是秦晓天四人 也落在了那宝剑之上 站在了最前方 靠近了李火太上 虽然很多人都不满意 却没有人敢说什么 毕竟他们都接到了同样的讯息 全力帮助秦晓天获得第一 很快 一道道惊人的光芒 从这五件顶级宝器之上爆发而出 形成了一种保护罩 将所有的弟子都保护在内 跟着 五件宝器冲天起 瞬间就冲向了九天的刚风之中 在五位大佬的驾驭之下 这五件宝器 立刻化成了一道流光 在这刚风之中不断的穿梭 长座 我们这是去哪里试量 秦晓天心中有些奇怪 一个试炼而已 至于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吗 废墟 你知道吗 李火太上没有回答 倒是在其身边的小黑龙 开口说道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簇 看向了小黑龙 露出了询问之意 废墟 难道我们盛天大陆 还有什么上古仙界 遗留下来的战场不成 秦晓天 你想多了吧 还上古仙界遗留下来的战场 暂且不说是什么地方 这仙界真的存在吗 仙人真的存在 我不知道 小黑龙露出一副不屑之色 对着秦晓天说道 这让秦晓天一阵无语 想要反驳小黑龙几句 确实没有出口 师兄 还是我来说吧 这时 小黄龙上前 拉住了小黑龙 生怕小黑龙 做出什么不治之举 废墟 岂是曾经的一片战场 这战场乃是十万年前 圣天大陆第一大宗玄天宗的所在 只不过 十万年前 玄天宗被圣娘宗破灭 这才成为了历史尘埃 而我们试炼 便是选择在了 玄天宗的废墟之上 小黄龙说着 脸上露出一副神网之色 别看玄天宗被灭了这么多年 可是依然没有人找到 曾经创立玄天宗的鼻祖 圣天道人的传承 不过 却有不少师兄 在这玄天宗的旧址之上 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从此冲天起 成为圣天大陆中心的天之骄子 听到小黄龙的解说 秦小天恨不得现在出口呼喊 都别去了 这玄天宗遗留之物 全是本尊的 可是 秦小天不能啊 若是自己透露了 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的身份 恐怕会被这些直接用唾沫淹死 饶是如此 秦小天心中也是在发痕 甚至一旁的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也是露出了一丝愤怒之色 他们都在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一个讯息 我的 都是我们的 谁若是感染指玄天宗的宝贝 都给我死 这一刻的秦小天 命运使然 让其稀里糊涂的 就奔向了玄天宗的旧旨 或许 这是天意 或许 这是巧合 可是 秦小天知道 自己的心 确实有了那么一丝激动 恨不得此刻 就站在玄天宗的旧旨 仰天长笑 都别动 老子就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七代 虽然秦小天乃是准至尊转世 可是心中也是充满了期待 自己很想去看看 这个所谓十万年前圣天大陆最强的宗门 是什么样子 惊人的宝剑 不断地穿透了钢峰 在这钢峰之中穿梭 速度极快 大约过去了大半日的时间 就横跨了数千万里之遥 最终 停在了一座大山之上 能够看到 在这大山之上 有一座巨大的平台 这平台之上 则是布置了一座 可以容纳数千人的传送阵 很快 众人按照所在的山峰 开始分批传送 秦小天所在的离火峰 便是最后一波 当一片光芒将其笼罩 在传送之力的作用下 秦小天出现在了另外一片天地之中 倒不是说 这天地是什么隐藏的天地 这里居然是大唐帝国的边境 想要进入玄天宗旧址 必须要经过大唐帝国 并且得到掩月宗的同意 很快 那金鸾峰的长老 就通过了掩月宗的同意 并且在掩月宗的带领下 直奔玄天宗的旧址而去 玄天宗的旧址 乃是在大唐帝国的北方 占地足有一万里之遥 原本是最强大的一个帝国 大秦帝国 如今 这玄天宗被灭 大秦帝国也走向了落寞 只能在边陲之地求生 恰好就是之前玄天宗所在的地方 大约又飞行了百万里 秦小天等人再次做了一次传送阵 这才来到了大唐帝国的北方 甚至在这里 秦小天看到了一处连绵不绝的山峰 这山峰仿佛将大唐帝国与玄天宗旧址 给隔开了一半 这连绵不绝的大山 足有百万丈 最低的地方也有七八十万丈 想要飞越这样的山峰 必然会被巡查之人发现 可以说 这里简直就是一处天然的屏障 当秦小天等人来到了这连绵不绝的大山之上 秦小天才知道 这大山是多么的雄伟 八达岭之上 坐落着一处处惊人的烽火台 甚至在这八达岭之上 更是修弃了长城 长城延绵无数万里之遥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能够在这连绵不绝的大山之上 修弃长城 可想而知 曾经的玄天宗是多么的强大 大秦帝国又是多么的强大 不过 当秦小天朝着北方举目望去之时 却是发现 北方一片凄凉之色 有寒风萧条 有白雪覆盖 甚至还有一声声惊人的售吼 能够看到 无数破旧的城墙 无数败坏的村庄 甚至还有破碎的雕像 就在秦小天心中 生起一丝悲壮之意时 金鸾宗的几位大佬终于发话了 这里便是你们的试炼之地 在这里 随时都要面对生死的危机 或许是凶兽 或许是人 又或者是你们身边的人 所以 想要试炼成功 你们率先要做到的一点 便是在三个月之内 让自己活命 之后才是在这废墟之中 寻求造化 至于试炼的结果 就以各自寻求造化的多少基础 来判定各自的胜负 现在 出发吧 本座希望看到你们活着回来的一天 请客间 金鸾宗数万人 皆都冲向了废墟之中 可就在他们冲进了废墟之时 在那大清帝国的西方 居然也出现了数万人 这让四位长座 和那位长老神色一惊 该死 看那服饰 应该是大七国的齐天宗弟子 他们怎么也来了 何止 你看东方 千云宗和天极宗的人也来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 来到这里失恋了 李火太上有些惊讶地喊道 而此刻 当这三宗的弟子 飞向了玄天宗旧旨之时 三宗的大佬 也是直奔李火太上等人这边来 可恶 李火太上口中嘀骂一声 跟着那三宗的大佬 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脸上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哈哈 我当是谁 原来是金鸾宗的几位道友 就你们金鸾宗现在的样子 还有资格进入这里 让弟子试炼 一位身穿金色长袍的中年人 面带一副嚣张之色 冲着李火太上五人喊道 那话语之中满是嘲讽之意 这中年人胸口修着一个齐天二字 正是齐天宗的一位大佬 在其身边的几个人 同样穿着金色长袍 胸口也修着齐天二字 很明显都是一个辈分的人 齐恒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在老朽面前如此说话 也不知道当年是谁 被老朽一巴掌差点拍死 坠月面色一黑 冲着那说话的齐天宗大佬羞辱道 这齐天宗的大佬名叫齐恒 乃是齐天宗宗主的一位子嗣 坠月 你找死 敢对我们齐师兄如此说话 在齐恒身边的几个人 立刻怒喝一声 大有一副要跟坠月动手的架势 来来来 老朽就在这里 你们大可以让老朽看看 你们这些年有什么长进 一群走狗而已 也敢嚣张 坠月也不是怕事的主 手指一勾 露出一副轻蔑之色 冲着齐恒身边的那个人喊道 在齐眼中 那几个人就好似齐恒的走狗 坠月 你这是在找 哟 我们还没有来 你们就干上了 是啊 快点出手 让我们看看 如今的金鸾宗和齐天宗哪家墙 若问宗门哪家墙 还得咬指金鸾宗啊 就在这时 数道声音传入了坠月和齐恒等人的耳中 跟着就看到千云宗和天极宗的几位大佬 前后赶来 他们也都是一个个脸上露出挑衅之色 冲着金鸾宗和齐天宗的人喊道 大有一副看眼不怕乱子大的神色 哼 坠月看到 只是冷哼一声 不再言语 而那齐恒更是瞪了一眼千云宗和天极宗的人 这才对着身边的几人说道 诸位师弟无须动怒 就算我们不出手 你们觉得金鸾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齐恒 你说什么 信不信老朽真的出手抽死你 听到齐恒的话 坠月立刻怒吼一声 甚至就要出手抽死齐恒 却是被离火太上给拦了下来 好大的口气 齐恒 就凭你们齐天宗 也想针对我们金鸾宗 离火太上给坠月使了一个眼色 同时传音 诸位师兄 这齐恒话里有话 不如我们先套套他的话再说 果然 在离火太上的话语相机之下 齐恒直接冲着离火太上伸出了三根手指头道 没错 我们齐天宗口气就是这么大 不信你们金鸾宗的人就试试 你们金鸾宗能否存在超过三年 听到此话 坠月和离火太上五人 皆都暗中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更是暗道一声 嘶 不好 咬出大事 心惊 震撼 惊骇 这一刻 坠月和离火太上五人心中皆都一震 很明显 这齐恒的话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很有可能 在这三年之内局势要出现动荡 而这动荡 很有可能危及到金鸾宗的生死存亡 齐恒 咱能不吹牛皮吗 你说我金鸾宗三年灭亡就三年灭亡吗 你以为你是上宗吗 离火太上继续套齐恒的话 不过 齐恒仿佛也是意识到了什么 居然不再谈乱这件事情 哼 不跟你理论 现在 你们应该担心的是 进入玄天宗旧址的那些弟子 能不能活着走出来 齐恒话音落地 离火太上五人再次一惊 立刻看向了玄天宗旧址的地方 果然 三宗弟子居然直奔金鸾宗的弟子而去 齐恒 天河 千百 你们找死 坠月看到 立刻怒吼一声 口中喊出的名字 正是那三宗执掌者的名字 那天河便是天机宗的一位大佬 千百则是千云宗的一位大佬 坠月 你们弟子的试炼任务 或许是寻求自己的造化 可惜 我们这些弟子的试炼任务 却是猎杀你们的弟子 死 当天河这话出口 坠月和离火太上 无人齐齐 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愤怒之色 身体更是气得发抖 那双拳都在紧握 手背上有青筋暴突 关节更是泛白 可见五人愤怒到了什么程度 齐河 天河 千百 你们该死 坠月怒吼一声 就要出手针对三宗的大佬 可是 那天河却是伸手一挥 一尊金色的法指 瞬间横空 瞬间 这金色法指 爆发出一轮金色的月亮 这月亮散发出道道金光 如同仙光一般 笼罩了这方天地 掩月宗法指 坠月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就是离火太上四人 也都是齐齐一振 奉掩月宗法指 此次四宗弟子试炼 互相猎杀 凡是在三月之内 能够活命者 可入掩月宗试炼 没错 就是掩月宗法指 难道你们金鸾宗 没有收到这法指吗 天河的脸上露出一副嘲讽之色 冲着坠月五人喊道 很显然 坠月等人 并没有收到掩月宗这样的法指 掌座 掌座 掩月宗法指 也就在此刻 一道急促的呼喊声传来 这让坠月五人心中一惊 因为来人正是离火风的飞鱼 飞鱼 离火太上惊呼一声 一个闪身 直接来到了飞鱼的面前 飞鱼立刻拿出一枚金色的法指 交给了离火太上 看到这金色法指 离火太上身躯一阵 看向了坠月等人 掩月宗法指 果然 当离火太上五人看到这法指的内容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他们没有想到 掩月宗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法指 而且 这法指 为什么来得这么慢 宗主让我传一句话 这时 飞鱼对着离火太上和坠月五人说道 离火太上五人立刻露出恭敬之色 天意 当飞鱼说出天意这两个字的时候 离火太上和坠月五人身躯都是微微一阵 尤其是京都 更是口中喷出一道烟红的鲜血 扑 为什么 很显然 这掩月宗法指 是在他们离去之后 才送到了金鸾宗 所以 金鸾子才会传来这样两个字 可是 事实真是这样吗 京都 你这心血 还真是不值钱啊 齐衡此刻嘲讽一声 脸上竟是看热闹的神色 齐 京都一字一顿 从满是鲜血的牙缝之中 挤出了齐衡这两个字来 可见其心中对齐衡的恨 也说明 京都将怒火都撒在了齐衡的身上 怎么 你想要咬我啊 来啊 让我看看 你这些年有什么长进 齐衡终于将坠月用在他身上的话 用在了京都的身上 很明显 当年京都应该败在了齐衡的手中 那你就试试 京都怒吼一声 直接出手杀向了齐衡 而这一次 离火太上和坠月等人都没有拦着 因为他们的心中也是充满了怒火 哼 就在此刻 一道冷哼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仿佛带着一股莫名的威严 让京都等人 甚至是齐衡和天河等人 皆都微微一震 只见一道身影 不怒自微 身上更是带着一股渡劫的气息 出现在了他们的上空 这人满脸都是褶皱 手中拿着一根龙头拐杖 郑冷咽扫尸众人 俨然是一位老玉 晚辈拜见上使 这一刻 无论是京都 还是齐衡 皆都露出恭敬之色 冲着这位老玉恭敬一拜 哼 好大的脾气啊 在我眼月宗的大地之上 你们也敢私斗 晚辈不敢 京都身躯一颤 立刻应了一声 朝着后方退去 算是表示自己 不会再出手 哼 这还差不多 老玉冷哼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跟着看向了众人 老神是来溜达的 你们大可不必 这老玉话音落地 果然从众人头顶飞过 只不过 却是悬浮在半空 望着那玄天宗旧旨的地方 京都等人 哪里还敢怠慢 立刻来到老玉身后 恭敬的伺候在一旁 生怕惹怒了这位老玉 会出现什么 不可估量的后果一般 不过 老玉并没有回头看他们 只是盯着玄天宗旧旨的地方 口中喃喃一声 看样子 四宗今年又没有什么好货色 如此一来 就可以彻底的取缔了 死 这老玉口中喃喃的一句话 却是让京都 甚至是其他三人的大佬 心中皆都是一惊 很明显 掩月宗针对的 并非是金鸾宗一个 而是四宗都涵盖在内 毫无疑问 这些年掩月宗 对于四宗输送的弟子 皆都不满意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才让掩月宗 想要将四宗取缔 晚辈之错 京都和齐恒等人 哪里还敢纷争 皆都胆颤心惊的 朝着老玉恭敬一拜道 存在的就该存在 不该存在的 就不该存在 至于谁该存在 谁不该存在 老身也不想过问 这老玉突然间冒出 这样一句话来 这让京都等人眉头一簇 开始深思这老玉的话来 至于怎么做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死 京都等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不过 那老玉话音落地之时 已经踏空而去 连头也不回 仿佛四宗的灭亡 根本就不放在心中一般 当老玉离去 在场的所有人 面色都十分难看 哪怕是之前 嘲讽金鸢宗等人的齐衡 也是默不作声 哼 害人者 忠害己 现在老朽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谁无法撑过三年的时间 坠月此刻开口 脸上竟是不屑之色 很明显是在针对齐衡所说 这让齐衡面色一黑 狠狠地瞪了一眼坠月 你觉得 你们金鸢宗 还是当年的金鸢宗吗 那也能轻松地灭了你们齐天宗 好大的口气 别今日说话的 来日却是印在了你们自己头顶 齐衡双眼一眯 盯着坠月喊道 跟着伸手一挥 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此地 去向了别处等待 天河与千百也是互相对视一眼 各自带人离去 寻找安稳的地方 等待这次试炼的结果 可是 坠月却是眉头一簇 虽然天河与千百的联系不多 可是那眉目传讯 却是被坠月看得清清楚楚 事情不好 恐怕这三宗已经联手 要先针对我们金鸢宗了 二师兄 你先回去通知宗主大师兄准备 听到坠月的话 浑天立刻提议道 不过那京都却是大骂一声 还准备个屁 我们的弟子都在这里呢 一时间 坠月等人都皱起了眉头 虽然说宗门的存在与否 跟这些弟子没有多大关系 可是他们都是金鸢宗未来的顶梁柱 是 真的厮杀起来 现在的他们根本无用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强者 才能够左右占局 可是这些弟子都死了 他们的金鸢宗也就完了 哎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坠月叹息一声道 其他人也都露出一副无奈之色 这一次试炼 是这些弟子的造化 又何尝不是他们的造化 可以说 金鸢宗的这些弟子 若是被三宗弟子消灭 那金鸢宗的他们 也没有必要进行抵抗了 对于他们最好的结果 便是被掩月宗收编 可是 金鸢宗是他们祖辈一手创立起来的 已经存在大经国许多年的时间了 甚至经过了他们这一代 更是达到了一个制高点 然而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制高点 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毁灭 不甘 他们心中极其的不甘 恨不得现在就将三宗弟子全部灭杀 至于此刻 深入玄天宗旧址的秦晓天等人 却是露出了一副凝重之色 不管其他人有没有发现 秦晓天是发现了 有很多人进入了玄天宗旧址 看来 是朝着我们来的 感受到这三方面的来人 身上都撒发出一股杀击 秦晓天的口中低音一声 大哥 你说什么 一旁的金胖子听到 开口问询秦晓天 因为除了秦晓天之外 其他人还没有感知到危险的来临 算了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金鸾宗 不过是本尊的一个跳板而已 秦晓天口中再次喃喃一声 并没有回答金胖子的话 这让金胖子一阵付费 不知道秦晓天发了什么疯 至于妖月和小白龙 更是一脸茫然 不过 也就在此刻 金鸾宗的其他原音器的弟子 都发现了事情的不妙之处 不好 有外人进入 他们对我没有杀意 大家小心 准备迎战 一时间 金鸾宗的这些弟子 皆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纷纷举目朝着远处望去 果然 一道道身影 不断地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身上散发出惊人的杀鸡 很明显来者不善 该死 是齐天宗 千云宗 和天祁宗的弟子 这时 也有人认出了这三方人马的来历 立刻露出了愤怒之色 很显然 金鸾宗的弟子 对于三宗弟子 都没有什么好心情 大家快撤 终于 展天等人发现了事情的不妙 立刻高呼一声 带头朝着玄天宗旧址的深处冲去 众多弟子哪里敢怠慢 纷纷冲向了深处 毕竟敌众我寡 跟三宗弟子应科 那就是找死 至于秦晓天 眉头青醋 却是 没有像展天等人一样 带人逃走 反而放缓了速度 该死 秦晓天 你做什么 展天等人看到 立刻怒吼一声 毕竟他们这次来的任务 便是帮助秦晓天得到第一 若是秦晓天出现意外 他们也是难辞其咎 大师兄 哪里还有心思管他 他要找死 就让他去 跟我们何干 展风看到 立刻喊了一声 本来他们对秦晓天 就没有什么好感 现在秦晓天又故意放慢速度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住口 不过 展天却是低贺一声 脸上露出严厉之色 再怎么说 秦晓天也是我们的师弟 是我们金丸宗的弟子 既然是金丸宗的弟子 我们就不能放弃 可是 展风 你若是这样 从此以后 你不是我兄弟 展天再次怒吼一声 身形一闪 朝着秦晓天奔去 而此刻 那些三宗弟子 发现秦晓天 一个个露出了争鸣之色 这里有几个金丸宗落单的弟子 谁都不要动手 让我们齐天宗的人来 该死 展天看到 立刻低骂一声 速度更快 朝着秦晓天营救而去 该死 你们还看什么 跟着大师兄上 大不了今日 陪着那个秦晓天一起死 到时候入了黄泉路 我们再暴虐他 展风看到 也是怒了 直接大吼一声 带人冲向了秦晓天那边 想要进行营救 哼 你们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救别人 而千云宗和天极宗的弟子 岂能让展天 展风等人得逞 纷纷朝着他们杀了过去 至于秦晓天 说实话 没有想到展天和展风等人 会掉头杀过来 来营救自己 一时间 秦晓天眉头青醋 露出一丝不悦之色 静回来捣乱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不过心中也是暖暖的 若是自己在仙界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般班底 或许自己就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 自己上一世独善其身 真的错了 秦晓天不想回忆 上一世的事情 上一世 秦晓天精彩艳艳 妖孽之姿 何曾将任何人放在眼中 最后 导致自己身死的那一刻 都没有任何人出手相助 非但如此 很多人都是倒打一耙 联合那三个仇人 来踹自己一脚 所以 现在看到展天和展风 甚至整个金丸宗的弟子 都回头来救自己 秦晓天心中除了温暖之外 还多了一丝别样的情绪 罢了罢了 本尊还是仙人转世吗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那神色猛的变得冰冷起来 那虎曲更是猛的一阵 一道高亢的龙银声 在秦晓天的身上爆发而出 今日感动我金丸宗弟子者 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 秦晓天怒吼一声 跟着双手掐绝 数百道宝剑冲天起 画成了一座剑阵 这剑阵成乾坤八卦图案 正是乾坤剑阵 都给我死 秦晓天再次大吼一声 瞬间从那乾坤剑阵之中 射出了无数的飞剑 朝着那些扑向了 展天和展峰等人的 三宗弟子射了过去 叱叱叱叱叱 扑扑扑扑扑 一时间 这些飞剑全部横空射出 直接穿透了那些 杀向了展天和展峰等人 三宗弟子 每一把飞剑 都射穿了一人的头颅 一道道烟红的热血 随着那飞剑抽出 疯狂地滋射而出 直达数丈 喷得三宗弟子和展天展峰等人 都是满脸的鲜血 嘶 不可能 三宗弟子看到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口中更是惊呼一声 哪怕是展天和展峰等人 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这个小子是谁 为什么之前大笔没有见过 立刻有人低喝一声 甚至那冰冷的双目 带着一股凌厉的目光 落在了秦晓天的身上 不认识 而且只是助击七巅峰 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金鸾宗 有这么一号强悍的人物 展天 你们何必为了我回头 至于秦晓天 并没有在意那些人的目光 也没有在意那些人的话 而是带着金胖子三人 来到了展天等人面前 秦晓天 没有想到 你之前还私藏了 算是为兄看走眼了 展天苦笑一声 心中明白 就算自己等人不回来 恐怕这些人也奈何不了秦晓天 反而秦晓天的话 让他有一种 自己变成秦晓天累赘的感觉 不管你是谁 你有多强 既然你是我金鸾宗弟子 我身为大师兄 就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人 好 当之无愧是金鸾宗的大师兄 有你这样的热血汉子 金鸾宗何愁不会壮大起来 秦晓天高呼一声 对于展天 心中充满了感觉 也充满了欣赏 既然这展天 是一副热血男人的姿态 那自己的姿态 也不能太低了 你放心 本身会将你塑造成 金鸾宗最强的一代弟子 哪怕是胜过你的师尊 本身也有十足的把握 我去 秦晓天 咱能不吹牛皮吗 一旁的展风听到 立刻嘲讽一声 对于秦晓天 他还是看不惯 不说别的 眼前这局面 对我们就十分不利 你难道有把握 将他们全部都击杀吗 秦晓天看了一眼展风 跟着摇了摇头道 你的杀念太重 未来想要有大的成就 已经不可能了 顶多就是一个合体气 你 大爷的 合体气也行啊 展风原本想要大骂秦晓天 可是反应过来 秦晓天说的是合体气时 连展风自己都愣住了 合体气 在这里已经算是顶级的大佬了 自己的师尊金卵子 也不过是合体气而已 想要活命 何必要杀了他们 难道将他们震退不好吗 杀念太重 未来必将成为后患 你好自为之 秦晓天如同长辈教育晚辈一般 说的展风是哑口无言 却是满脸惊愕 哼 好一个展天 真的认为杀了我们十多位同门 就可以在这里安枕无忧地唠家常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和展天等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一位身穿白袍 胸口秀着一个齐天二字的修士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哼 一个穿白袍的小子 在我们金丸宗 不过是外门弟子的标志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狂吠 不需要请小天和展天等人出口 金胖子就第一个站出来 伸手一指那人 大放厥词道 谁家的狗没有拴住 还不赶紧牵回去 否则别怪你家胖爷不给面子 待会吃了狗肉 我尼玛 那人听到金胖子的话 立刻怒骂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掐着剑诀 朝着金胖子一指 是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一把宝剑 直接破开了虚空 朝着金胖子胸口射了过去 小心 这是人齐天宗的一位骄子 原因期的修为 名叫疾风 展天看到 立刻提醒一声 就要出手相助 不过却是被秦小天一把拦住 若是胖子连这样的人都无法战胜 那就没有必要在本圣身边当跟班了 死 听到秦小天如此狂妄的话 展天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盯着秦小天 他不知道秦小天是在吹牛皮 还是真的 不过 看秦小天的样子 还有金胖子淡定的神色 秦小天倒不像是在吹牛皮 饶是如此 展天也是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更是做好了准备 随时准备出手相助 在胖爷眼中 你算个球 来来来 胖爷让你三剑 看你能不能破开胖爷的防御 金胖子也是一高人胆大 虽然还没有突破金丹七 可是其底蕴绝对超越了原因期后期 当然了 金胖子若是在之前 绝对不会这么嚣张跋扈 可是来到这里之前 金胖子可是经过了秦小天的考验 用秦小天的话来说 就这一身金中赵的功夫 原因期的老怪是别想破开了 唯有出窍期的强者 能够勉强破开 所以 金胖子看到对方 不过是原因期中期的小子 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 居然要应接着疾风三招 小胖子 你找死 疾风怒骂一声 力道再次加大了三分 那宝剑更是带着一股凌厉的气息 瞬间就出现在了金胖子胸口 嗡 说实迟 那石块 就在疾风的宝剑 要刺入金胖子胸口时 一道嗡鸣声立刻传来 跟着就看到 在金胖子身上 撑起了一道金色的光照 这金色的光照 如同一座桐钟 甚至这虚幻的桐钟 让秦小天身边的展天眉头一簇 有了那么一丝熟悉的感觉 奇怪 这桐钟怎么那么严 我想起来 好像跟我的那个顶级宝器 桐钟一般无二 展天口中低音一声 猛然间想起来 这金胖子身上罩着的虚幻桐钟 不就是跟自己 被秦小天夺走的桐钟一般无二吗 好眼力 本圣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能够认出这桐钟来 秦小天冲着展天 竖起了大拇指道 这让展天面色一宁 不会 没错 正是你的那顶桐钟 只不过 如今已经被金胖子给炼化了 完全成为了金胖子 金钟照功法的养分 我尼玛 当展天口中低骂一声之时 一道清脆的金铁交鸣声 立刻传入了展天的耳朵 这样展天神色一愣 猛地看向了金胖子 大爷大 这是什么硬气功 不可能 不但是展天惊呼一声 就是那疾风也是惊呼一声 满脸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盯着那射在了金胖子胸口前 被那虚幻金钟挡下的宝剑 嘎嘎嘎 多谢道友赐宝 然而 金胖子却是露出一副猥琐的神色 冲着那疾风大笑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伸手抓住了这把宝剑 强行斩断了这宝剑与疾风的联系 好一手空手入白人的功夫 胖爷威武 胖爷霸气 胖爷财运横通 小白龙立刻高呼一声 为金胖子叫好 金胖子也是露出一副得意之色 看了一眼小白龙 这才回头看向了疾风 小子 有什么本事 不 有什么宝气 全都使出来吧 你家胖爷就这样站着 让你杀 金胖子冲着疾风高呼一声 那话语之中 充满了嚣张霸气之意 一时间让那疾风面色一黑 我屈你大爷的 老子弄死你 疾风怒吼一声 伸手一翻 手中多出一杆八尺三分的狼牙棒 跟着猛的抛出 朝着金胖子砸了过去 这狼牙棒见风便涨 瞬间从八尺三分 画成了十数杖之巨 在疾风的操控之下 狠狠的砸向了金胖子的脑袋 别说是他人了 就是金胖子看到这狼牙棒 心中也是猛的一颤 但是却没有露出丝毫畏惧之意 因为秦晓天并没有什么提醒 这让金胖子胆子大了起来 既然秦晓天没有提醒啥的 那表示自己的金中罩 完全可以抗住这狼牙棒的攻击 小胖子 老子要把你砸成肉酱 来啊 忽怕忽啊 胖爷若是皱一下眉头 就是你养的 金胖子胆气很壮 根本不将疾风的狼牙棒放在眼中 更是大吼一声之下 直接将自己的脑袋送了上去 妈妈咪啊 千万要顶住啊 要不然胖爷的脑袋瓜子 就要报销了呀 大哥 你可不要骗我呀 我的小命可是捏在你的手里啊 金胖子虽然胆气很壮 不过心中也是担忧 暗中将金钟罩催发到了极致 甚至连那面孔都憋得通红 去死吧 随着疾风一声怒吼 那十数丈的狼牙棒 狠狠地砸在了金胖子的脑袋上 金胖子也是倔脾气上来 非但没躲 那脑袋更是往上窜了窜 当 咔嚓 当那十数丈的狼牙棒 狠狠地砸在了金胖子脑袋上的时候 一道惊人的金铁骄鸣声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不但如此 那一道咔嚓的声音传来 直接让众人惊呆了 死胖子 还砸不死 当这一棒子砸在了金胖子的脑袋上时 疾风的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口中更是吐出一句豪言壮语 可是那话语还没有说完 疾风就傻眼了 咋回事 这死胖子的脑袋还是好好的 为啥自己的狼牙棒居然断成了两截 为啥 这是为啥 我 疾风刚要大骂一声 爆出粗口 可就在此刻 一根漆黑的玄铁棍 狠狠地砸在了疾风的脑袋上 噗哧 顿时间 烟红的鲜血 混着白色的脑浆 飞溅得到处都是 疾风的脑袋 此刻居然被一棒子砸爆了 哼 欺负我家胖爷 找屎 一道冷哼声传了出来 只见一只全身金毛 手持漆黑玄铁棍的金毛猴子 正露出一副呲咬嘴的样子 冲着那被自己砸爆的疾风喝道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身为原因期中期的疾风 居然死在了一只金毛猴子手中 不但如此 这金毛猴子 还只是助击器巅峰的修为 这怎么可能啊 猴哥威武 猴哥霸气 猴哥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这时 一道呼喊声传来 正是那秦小天身边的小白龙 不过 小白龙的呼喊 确实引来妖月一阵白眼 为啥 因为小白龙 抢了自己拍秦小天马屁的机会 没错 这金毛猴子 正是秦小天收服的第一只灵兽 猴王金尊 这猴王金尊突然出现 当然是秦小天指示的 非但如此 猴王金尊 不过是助击器大圆满 能够一棒子砸死疾风 也是秦小天帮的忙 想跑 受死 不过 就在众人吃惊之时 那猴王金尊 却是再次大吼一声 手中漆黑的玄铁棍 再次狠狠的砸落 不 饶 一道求饶声传来 只可惜 猴王金尊根本不管那一套 手中的漆黑玄铁棍狠狠杂落 直接将那从疾风体内冲出的猿鹰 砸得爆裂开来 噗哧 疾风的猿鹰彻底爆裂 化成了一缕纯净的灵气 被猴王金尊 一口吞入腹中 甚至还砸罢了几下嘴 仿佛意犹未尽的样子 一双贪婪的怒目 扫射在场的众人 饶是知道这猴王金尊 只是助击器巅峰的修为 可是众人还是身躯一颤 实在是猴王金尊 给他们带来了太大能够震撼 一只杀了猿鹰妻中期的金毛猴子 一只只是助击器巅峰 就杀了猿鹰妻中期的金毛猴子 这金毛猴子 居然还将这猿鹰妻中期的人 猿鹰杂暴 杂暴不说 居然还吞了那猿鹰之气 这是什么灵宠 不 这哪里是灵宠啊 这简直就是恶魔 一时间 众人都将目光从金毛猴子身上 移到了金胖子身上 满脸都是金骇之色 盯着金胖子 仿佛这金毛猴子 就是金胖子的灵宠一般 跟金胖子一样 是一个怪胎 没错 就是怪胎 这金胖子 在那石树杖的宝气狼牙棒猛砸之下 那脑袋根本就没有爆裂 非但没有爆裂 人家的把脑袋 还将石树杖的宝气狼牙棒给撞断了 尤其是现在 那金胖子 只是晃了晃脑袋 露出一副有点晕眩的样子 身体晃了晃就站定了脚跟 跟着冲着众人大喊一声 都蒙圈了 不管是三宗弟子 还是金鸾宗弟子 都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不但如此 心中更是大骂一声 我尼玛 你不出手 可是你的灵宠出手啊 不但出手 还一出手 就要了原音器修士的命 然而 只有几个人知道 这一切都是秦晓天所为 因为这金毛猴子 是秦晓天的灵宠 一时间 那展天暗中冲着秦晓天 竖起了大拇指道 师弟牛叉 师弟威武 师弟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你简直就是歌心中的偶像 是歌心中的神 听到这话 秦晓天昂首挺胸 腰杆挺的笔直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俯视展天道 歌不是神 但是歌创造神 牛皮真的让你吹上天了 展天真想这么对秦晓天说 可是 眼前的事实 让展天没有说出口 只是心中暗道一声 实在是这金胖子 就是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以筑击七大圆满 来硬抗原音器中期的强者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却发生在了他的眼前 这就由不得他不信 是不是觉得 本圣在吹牛皮 秦晓天看到展天的神色 脸上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 对着展天说道 这 展天尴尬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无妨 当你成为众人眼中的神时 就会知道 今日本圣说的话 都是真的 秦晓天丝毫没有在意的样子 语气十分的轻松 仿佛在其手中 造神就是搜一贼的事情一般 展天看到秦晓天的神色 听到秦晓天那话语的语气 心中一阵无语 不过眼中却是透出一丝羡慕的神色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把这个胖子练出来的 放心 用不了多久 我也会把你练出来 秦晓天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这让展天看到 那小小的心脏一颤 差点没有吓破了胆 对于秦晓天的奸诈 他实在是被吓到了 之前在金鸾宗的一幕幕 不断地在眼前划过 让其身躯微颤 秦晓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展天盯着秦晓天那奸诈的面孔 脸上露出一副苦笑之色 冲着秦晓天问道 本圣乃是造神之人 秦晓天话音落地 也不再搭理展天 因为又有人来挑衅金胖子了 死胖子 居然敢杀我师兄 今日老子弄死你 同样是秦天宗的一位原音七弟子 不但是他 秦天宗的更多人 此刻也是回过神来 一个个露出争鸣和愤怒之色 死死得到盯着金胖子 你瞎啊 没看到胖爷都没有出手 他自己来攻击胖爷 被胖爷的护体钢器震死了 反倒怪起胖爷来了 金胖子一摸自己的脑袋 仿佛在显示自己的护体钢器 真的很强一般 冲着男人喊道 要不你也站着不动 让胖爷敲你 若是胖爷被震死了 胖爷认栽如何 我去你的 明明是你的灵宠 敲死我师兄的 你居然耍赖 齐师兄 不用跟他废话 我们一起出手 直接弄死他 一时间 秦天宗的那些弟子 蠢蠢欲动 仿佛要集体出手 直接弄死金胖子一般 赤赤赤赤赤 可就在此刻 在他们的上空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剑阵 这件镇成乾坤八卦的图案 正是秦晓天的乾坤剑阵 从这乾坤剑阵之中 散发出一股灵力的气息 更有一股惊人的危机 在秦天宗的弟子心中生气 那每九把宝剑形成的一组剑阵 不断地在半空飞舞 细数之下 居然足有八十一组 死 这时 他们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这才发现 这九九八十一组的剑阵 就是天极宗和千云宗的弟子 也傻眼了 九九八十一组宝剑组成的剑阵 每一组九把 算在一起 就是七八十九把宝剑 无法想象 什么样的神魂之力 才能够操控如此多的宝气飞剑 别说是这三大宗了 就是金鸾宗的展天等人 也傻眼了 他们还记得 秦晓天第一次施展乾坤剑阵的时候 只有九组 每组九把 算在一起 就是九九八十一把 当时秦晓天操控八十一把宝气飞剑 就已经让他们吃惊不已了 可是现在呢 居然操控了七八二十九把宝气飞剑 这简直就不是 他们这个级别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最差也要出窍气大圆满啊 这一刻 展天是真的梦了 他不知道秦晓天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更不知道秦晓天 为什么会隐藏在金鸾宗干当一位弟子 难道有阴谋 可是又不像啊 就凭秦晓天刚才出手解救自己等人 就可以看出来 秦晓天就算有阴谋 可不是针对他们的 可是 秦晓天到底为什么啊 你们可以群战 但是本胜乾坤剑阵的七八二十九把宝剑 可是不长眼睛 到时候伤到了各位 或者是弄死了各位 那就别怪本胜了 秦晓天在那个弄死两个字上 语气加重了一些 仿佛在回敬齐天宗的弟子 刚才说要弄死金胖子一般 一时间 齐天宗的人皆都露出了一副凝重和惊骇之色 他们已经不敢群殴金胖子了 那悬浮在头顶的剑阵 恐怕会随时要了他们的小命 大爷的 来啊 你们来啊 金胖子看到秦晓天出手 胆气更壮 立刻伸手一指齐天宗的众多弟子 不断的嚣张喊道 还有你们 什么天极宗 什么千云宗 在胖爷眼中 你们都是屁 不 是连屁都不如 你家胖爷这辈子最恨的 就是以多其少 金胖子嚣张的话语 立刻让齐天宗 天极宗和千云宗的弟子 满脸战红 可是更多的却是愤怒 他们何曾被人如此叫嚣过 而且 这叫嚣的人 居然只是一个死胖子 死胖子 你太嚣张了 老子还会会你 齐天宗的这位师兄 你暂且忍一忍 看小弟怎么弄死他 这时 天极宗的一位弟子忍不住了 冲着金胖子 和齐天宗的那位齐师兄 喊了一声 便虎去一阵 散发出一股原因期后期的修为 直接冲到了金胖子的面前 死胖子 记住今日 因为来年的今日 便是你的忌日 这天极宗的这位弟子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场面化 当其话音落地之时 直接化成了一道清光 直冲云霄 下一刻 一股惊人的威压 从天而降 许多金丹七的四宗弟子 在这威压之下 露出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 不但如此 一只足有数十丈的惊天巨掌 居然横空而出 带着一股无坚不摧之力 狠狠地从天上拍落 这巨掌纹路清晰 掌心有霹雳呈现 那一道道霹雳 不断地在掌心跳跃着 仿佛要击碎一切 死胖子 接我一掌 天极掌 风云化急 借天之力 好一招天极掌 只可惜 你还没有资格 跟我们家的胖爷斗 就在这一掌拍来的时候 一道怒吼声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更是让金胖子微微一愣 跟着就看到一道身影 冲天起 行龙 是你 看到这道身影冲天起 从那苍穹之上 立刻传来一道怒吼声 喊出了这人的名字 没错 这冲天起的人 正是星空风的行龙 而这行龙也是 大吼一声 乌锦华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那个鸟样 一点掌镜都没有 就知道突然下狠手 显然 这个行龙与乌锦华交过手 甚至知道这乌锦华的套路 当其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高亢的龙银声 瞬间传入了这方天地 区区天机掌 也敢在行某人的面前 丢人现眼 给我崩 真龙在天 行龙怒吼一声 跟着就看到 行龙仿佛化成了一条真龙 那紧握的拳头 如同合在一起的龙爪一般 狠狠地砸向了那天机掌 行龙 你真当如今的老子 还是当年的老子吗 今日老子 不但要杀了那个死胖子 就连你 老子也要一起弄死 碰 瞬间 乌锦华的天机掌 就与行龙的真龙 在天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惊人的炸响 呼啦啦 一时间 在两者撞击的中心 居然出现到了一道气浪 这气浪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直达数千丈 才逐渐停歇 扑扑扑扑 当这两者的攻击 撞在了一起时 无论是那乌锦华的天机掌 还是行龙的真龙在天 此刻都纷纷爆裂开来 不但如此 二人被这巨大的震荡之力 同时震得倒飞而去 足足退出了数十丈远 这才稳住了身形 这一次碰撞 二人居然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逗了一个半斤八两 干嘛 放炮仗呢 金胖子就在二人的攻击之下 那碰撞的气浪是直冲面门 那感受可以说跟二人差不多 还好 金胖子的惊中照真的不一般 愣是挡住了这冲击 只不过那招式崩溃的声音 让金胖子心中十分不爽 这才出口 大家不用跟他们废话了 别忘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一起出手 直接弄死他们 那乌锦华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 立刻怒吼一声 冲着在场的三宗弟子喊道 该死 秦小天看到 口中低骂一声 这让一旁的展天一愣 还等什么 快走 能走一个是一个 我的见证 只能阻止一个宗门的弟子 你怎么不早说 听到秦小天的话 展天立刻低喝一声 展峰等人率领金鸾宗弟子 朝着后方退去 不好 他们要逃 不 看到展天等人要退走 天极中的一位弟子 立刻惊呼一声 可就在句话音落地之时 这句话 便成了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扑吃 只见一道飞剑 直接穿透了此人的眉心 不但将此人的头颅穿透 更是将石海绞碎 这人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把飞剑 会穿透自己的眉心 甚至他的脸上 还是刚才惊呼的样子没有变 或许 这样死去 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哼 找死 当这人死去 秦小天口中冷哼一声 因为这把飞剑 正是秦小天祭出的 而这时 秦小天一双冷雾 却是扫过了在场的所有三宗弟子 一时间 凡是被秦小天目光扫过的弟子 身体都是微微一颤 脸上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今日谁想要针对我金鸾宗弟子 那就别怪本圣送你们归系 嚣张 跋扈 疯狂 秦小天的话 直接燃爆了在场的众人 区区一个铸鸡器的小子 也敢对他们这么说话 就算是能够操控这么多宝剑又如何 小子 你比那死胖子更可恨 大家不用担心 他不过是威严耸听罢了 区区一个铸鸡器 连金丹器都不是的小子 能有什么本事 大家杀 乌锦华再次大喊一声 众人立刻杀向了秦小天 甚至还有一大部分人 直接去追击展天等人 好 很好 既然你们想死 本身就送你们一程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丝冰冷之色 若是之前展天等人没有回来营救自己 自己真的不会在乎展天等人的死活 可是 展天等人的营救 让秦小天第一次感受到了同门的温暖 所以 秦小天不会让展天等人死在自己的面前 当秦小天这句话刚出口之时 金胖子 妖月和小白龙 瞬间形成了脊脚之势 将秦小天护在了中间 赤赤赤赤赤 下一刻 从那乾坤剑阵之中 飞出了一道道惊人的剑光 那剑光无穷无尽 仿佛拥有数万一般 疯狂地射向了那些追击展天等人的三宗弟子 吱吱吱吱吱 一道道飞剑 不断地划过了那些三宗弟子的脖梗 带起了一道道烟红的血雨 不但如此 当那飞剑划过他们的脖梗之后 他们的脖梗之处 居然滋出了一圈的血水 扑扑扑扑扑 下一刻 他们的头颅居然被一道惊人的血柱 喷得直接飞上了半空 足足飞出了树杖之高 这才朝着地面坠落 而在这些坠落的头颅之上 露出一副死前的猙獰 仿佛他们根本就没有预知到自己的死亡一般 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依然是那猙獰的样子 数百颗头颅 同时飞起 数百道血柱同时喷出 直接染红了这方天地 更是震撼了那些追击展天的三宗弟子 死 他们一个个停下了脚步 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恐惧 眼中充满了无法置信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秦小天的一句话而已 居然真的斩杀了他们数百位同门 不可能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会有这么强大 而且 这个人还是助击器 太恐怖了 这还让我们怎么杀 这个人不是隐藏了修为吧 要不然怎么掌控这么多宝气飞剑 这一刻 三宗弟子皆都停下了脚步 他们完全被秦小天的这一手给震撼到了 大家怕什么 操控这么多宝气飞剑 就算他的神念强大 又能操控多久 乌锦华立刻高呼一声 脸上充满了争鸣之色 不过是死去了几百个金丹七的弟子而已 既然他如此嚣张 那我们就先杀了他 下一刻 三宗弟子居然放弃了追杀斩天等人 直接将秦小天和金胖子三人围困在一起 有意思 看来是想要群殴了 秦小天看到 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反而露出了一丝笑意 挥手之间 那乾坤剑阵立刻悬浮在了自己头顶 跟着朝着众人一指 既然你们非要送本圣人头 那本圣就收了 大言不惭 大家不用客气 直接弄死他 就算他再强 我们有十万人 弄死他轻而易举 三宗弟子 岂会相信秦小天的话 就算秦小天再强 还能杀了他们十多万人吗 嗡 就在三宗弟子叫喊的时候 一道嗡鸣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的身上 呈现了一座巨大的虚幻桐中 这桐中足有三丈 散发出道道金光 直接将秦小天三人笼罩在内 大哥 可以了 好戏终于可以开罗了 做好了防御准备 金胖子的嘴角一翘 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口中更是高呼一声 仿佛不是在提醒秦小天 而是在提醒三宗弟子一般 是的 金胖子就是在提醒三宗弟子 提醒三宗弟子 准备迎接他们无穷无尽的杀招 斩 就在金胖子的话音刚刚升起的时候 秦小天掐绝的手 朝着那乾坤剑阵一指 顷刻间 从那乾坤剑阵之中 居然呈现出了一条惊人的剑龙 这剑龙由9981组 729把宝剑组成 当这剑龙呈现 不可匹敌的剑意 瞬间朝着四周击射而去 不需要组成剑龙的宝剑射击 那惊人的剑气 就化成了一道道虚幻的飞剑 如同刺猬射出了满身的影刺一般 凌乱地朝着四周飞射而去 不好 是剑气 大家快逃 三宗弟子没有想到 他们刚刚围困了秦小天四人 秦小天四人就直接出手 而且出手的招式 如此的灵力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阻挡的 不 应该说 人家秦小天仿佛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就等着他们围困上来 好让人家秦小天出手 就到了人家的大刀面前 让人家随便的砍杀一般 叱叱叱叱叱叱 一时间 在三宗弟子刚要逃串之下 从那剑龙身上飞射出的数万剑气 瞬间就破开了虚空 发出一道道尖锐的声音 出现在了众多三宗弟子面前 吱吱吱吱吱吱 这些剑气根本无法躲避 凡是原因期之下的人 皆都被这剑气斩过了脖梗 那烟红的鲜血直接滋出 扑扑扑扑扑 如同之前秦小天出手一般 在这数万道剑气的斩落之下 他们的头颅 纷纷被脖梗之上喷出的血柱 冲得飞上了半空 足有数丈 这才逐渐坠落 能够看到 他们被斩落的头颅之上 带着一丝不甘 更是带着一丝死前的恐惧 他们根本不相信 明明是暴虐秦小天 震杀秦小天的局面 为什么他们会被反屠杀 只可惜 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过来 因为这一刻的他们 已经魂归故里 一招 震杂龙更是发出一道震天的咆哮 咆哮之中 带着惊人的剑意 锁定了那些逃串的三宗弟子 魔鬼 魔鬼 这是魔鬼 啊 这哪里是人能够做到的 他不是人 他绝对不是人 不 不 我不想死 救我 救我呀 三宗弟子不断的惨叫 他们已经乱了方寸 没有了抵抗的战役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一场屠夫屠杀小鸡一般的屠杀 唉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秦小天看到 丝毫的怜悯之色 只是双目冰冷的盯着那些慌乱逃串的三宗弟子 那指着乾坤剑阵的手指 再次朝着逃生的三宗弟子一指 叱叱叱叱叱叱叱 叱叱叱叱叱叱 噗噗噗噗噗 秦小天的手指就仿佛是催命符一般 不断的收割三宗弟子的性命 那恐怖的场面 让人看到心颤不已 尤其是在这三宗弟子 被斩去了头颅之时 喷出的那烟红的鲜血 直接染红了这方苍穹 染红了这方大地 那烟红的血雨洒落 在大地之上 形成了一条条红色的溪流 朝着低谷的地方流去 逐渐形成了一座座丈许的红色水洼 也就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三宗的十万弟子 直接被秦小天斩杀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那是仓皇而逃 根本不敢恋战 非但如此 就是三宗的那些元英妻的弟子 也都是纷纷躲在了远处 不敢靠近 甚至连营救都没有 不过 他们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色 有的只是憎恨 有的只是争宁 恨不得那个正在大肆 屠戮三宗弟子的人 是自己一般 这样的屠戮 足足维持了一炷香的时间 才停了下来 三宗十万弟子 被秦小天顺杀了五万之巨 又在追杀之下 斩杀了三万之巨 可以说 三宗弟子 基本上已经废了 剩下的两万 恐怕已经吓破了胆 不敢再最针对金丸宗的弟子了 哎 本圣真的不想杀人 你们非要逼着本圣杀人 真的是无形之中 本圣救了整个金丸宗 秦小天望着那些四处逃窜的三宗弟子 脸上露出一副无语的神色道 在其脸上 却是看不到任何怜悯之意 假的 一定是假的 这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秦小天吗 这一刻 金丸宗的那些弟子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盯着那如同天神一般的秦小天 心中涌起了万丈巨浪 他们无法想象 秦小天凭借一己之力 力挽狂澜 救了他们所有人 更是挽救了金丸宗 是的 就跟秦小天说的一般 自己再救了这些金丸宗的弟子之时 同样挽救了金丸宗 一旦这些金丸宗的弟子全都死去 那金丸宗便没有了根本 没有了未来 等待他们的 只有灭亡意图 可是现在 灭亡的恐怕只有其他三宗 而金丸宗将会成为 未来四宗最强大的存在 最起码存在个几千年 上万年不是问题 大哥 这不像你 金胖子看了一眼秦小天道 若是之前的秦小天 绝对不会为了帮助他人 而为自己惹上一身麻烦 现在的秦小天 却是这样做了 仿佛在某一瞬间 秦小天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所以金胖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小白龙 本身给你一个机会 成为金丸宗的顶梁柱 或者继续默默无闻地 跟在本圣的身边 没有回答金胖子的话 秦小天反而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盯着小白龙问道 这让小白龙身躯一颤 露出一副沉思之色 最后双眼露出坚定之色 大哥 对不起 我生是金丸宗的人 死是金丸宗的鬼 我要成为金丸宗的顶梁柱 很好 有担当 金丸宗有了你 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壮大 而你 也不用跟着本圣被人追杀了 秦小天伸手拍了拍小白龙的肩头道 而秦小天的话 却是让妖月神色一愣 大哥 我们会被人追杀 三宗弟子不是都被灭了吗 秦小天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妖月 不过 不需要秦小天回答这个问题 一旁的金胖子就直接踹了一脚妖月 去你带的 又开始质疑大哥了是吧 大哥说被人追杀 那就会被人追杀 金胖子这话落地 别说妖月和小白龙了 就是金胖子自己也傻眼了 大哥 你说啥玩意 我们要被人追杀了 金丸子 本圣帮了你的忙 你也应该回敬本圣才是 这次是了 希望你别让本圣失望 没有搭理金胖子的惊呼 秦小天望着金丸宗的方向 那一双眼睛仿佛是穿透了虚无 落在了那站在金丸峰之上的金丸子身上一般 大哥 我们真的要被人追杀啊 这岂不是说 以后的日子不会寂寞了 一时间 妖月和小白龙认为金胖子也是在担忧自己被追杀时 金胖子却是露出激动之色 高呼一声 恰好 这话被赶了回来的展天听到了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盯着金胖子 仿佛不知道金胖子为什么会被追杀 甚至都要被追杀了 还这么兴奋 胖子 你脑袋秀斗了吧 被人追杀还这么兴奋 展峰直接开口喊道 金胖子却是邪逆展峰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你在金丸峰排名前三都没有 哪里懂得胖爷的寂寞 破 听到金胖子的话 展峰直接喷了 没错 自己在金丸峰之上 排名排在了展云之后 这才让自己默默无闻 说起来就恨啊 当初与展云比斗 就输了那么半招 让自己排在了第四 不过你这牛皮吹得真响亮 展峰冲着金胖子竖起了大拇指道 而金胖子依然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邪逆展峰 仿佛一直在等待展峰接他的话茬一般 牛皮不是吹的 高手的世界 你不懂 就好似胖爷从来不曾领略过弱者的世界一样 我尼玛 展峰直接被金胖子的理论给打败了 金胖子的那份自傲 他真的学不来 弱者就是弱者 金胖子再次说了一声 差点没有把展峰给气炸了 不过 看到金胖子满身金光大方的样子 展峰却是想到了之前金胖子威风的样子 缩了缩脖子展峰不再说话 他还真的担心金胖子一言不合 就要出手收拾他一顿 秦师弟威武 秦师弟霸气 威兄算是真的服了 展天此刻来到了秦晓天身边 面带激动的冲着秦晓天喊道 就是行龙 战峰 飞日 甚至是小黑龙 也都凑了过来 朝着秦晓天投去了感激之色 唉 其实真的跟胖子说的一样 强者的世界 弱者真的不懂 秦晓天也是叹息一声 脸上露出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 甚至耳边仿佛想起了 一首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曲子 牛 你们兄弟二人装十三的本事 那是真牛 展天已经了解了秦晓天的性格 立刻冲着秦晓天竖起了大拇指 开着玩笑 一时间 众人的关系融洽了许多 今天这件事情恐怕不简单 三宗联手针对我们 十有八九下一步 就是三宗联手针对金鸾宗了 就在此刻 秦晓天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展天 口中低音一声 这让展天等人神经一崩 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没错 他们也想到了这一点 同样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点 毕竟三宗联手 金鸾宗想要应对 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很有可能 金鸾宗在这一战之下 彻底的覆灭 可惜了 让三宗剩下的人都逃走了 若是不然 这一场覆灭之战 也就不用继续了 展天口中喃喃一声 满脸都是惋惜之色 这让秦晓天大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展天 没有想到展天能够想到这一点 金鸾宗不需要担心 本身自有办法 显然 秦晓天对展天很是满意 更是对三宗要联手针对金鸾宗 早就有了决策 这让展天神色一愣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知为何 也不知道从那一刻起 展天对秦晓天形成了一种信任 只要是秦晓天说的话 展天都会无条件相信 这一次 应该没有人打扰我们寻找造化了 至于三宗的那些大佬 就交给坠月他们吧 不过 你们也要小心 毕竟三宗弟子 还有数十位元英七的高手 便带着金胖子和妖月离去 甚至这一次 小白龙想要跟着 秦晓天都没有让 小白龙心中知道 这一刻起 自己不再是秦晓天的小弟 而是金鸾宗的一份子 因为这是自己做出的选择 各位师弟 为兄建议 让元英七之下的师弟们 直接回宗 毕竟大家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辅助秦晓天的 这样一来 既可以保证各位师弟的安全 又可以回到宗门照顾 免得三宗前来偷袭 如何 展天此刻开口提议到 行龙等人对视一眼 亲自护送诸多弟子 直奔那长城之上而去 至于此刻的赘月等人 已经兴奋地颤抖起来 而那三宗的大佬 则是一个个面色漆黑 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 直接灭杀金鸾宗的那些弟子 哈哈 我们金鸾宗出了几个妖孽之才 没有想到 三宗联手 居然都败下阵来 齐恒 你的心在滴血吗 赘月大笑一声 那话语的声音很大 生怕那三宗的大佬听不到一般 尤其是后面叫嚣齐恒 更是让齐恒怒不可恕 赘月 你休要猖狂 你们金鸾宗 依然活过三年 齐恒怒吼一声 很明显在告诉赘月 三年之内 他们三宗 依然会联手攻占金鸾宗 哈哈 今日你们不是我金鸾宗的对手 他日你们依然不是我金鸾宗的对手 赘月再次大笑一声道 可是其心中却是担忧 毕竟三宗虽然死去了不少弟子 可是根本未动 之后的大战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很快 展天等人带着那些金鸾七的弟子 回到了赘月等人的面前 赘月更是叫好一番 气得齐恒等人 直接带着弟子离去 因为他们知道 就算是留在这里 对他们也是无用 长座 秦师弟让我告诉你们 让他们先回去 至于我们原因期的弟子 会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得到造化 这个臭小子 赘月低骂一声 不过却没有丝毫怒涩 反而露出一副欣慰之意 去吧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们失望 据我所知 玄天宗的根本 至今没有人发现在什么地方 哪怕是圣阳宗 很快 赘月四人带着大部分弟子离去 只留下了李火太上 和展天这些原因期的弟子 就在展天等人 要再次进入的时候 李火太上却是喊了一声 告诉秦小天 随便折腾 万事有我 展龙露出一副奸诈的笑容 回头看了一眼 李火太上道 秦师弟早就猜到了 长座会这样 所以特意嘱咐弟子 若是长座留下 就让他一同进来吧 毕竟也是区区一个原因期 该死的秦小天 真把老朽当成瓶被看待了吗 破 当李火太上这句话出口的时候 展天直接喷了 这让李火太上眉头一蹴 太上 秦师弟又说了 若是你说出这样的话 就让弟子告诉你 他把你当晚被看待了 展天话音落地 跟着行龙等人 捂着嘴狂奔去 少许 才听到李火太上怒吼一声 秦小天 我去你大爷的 看老朽进去 怎么收拾你 很快 众人纷纷进入了玄天宗救治 只可惜 哪里还有秦小天三人的身影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三两聚在一起 分头去寻找各自的造化了 只不过 他们没有想到 当他们都离去之后 那位老玉再次出现 望着玄天宗身处的众人 脸上露出一丝欣喜之色 此子相当不错 看来这一次 掩月宗能够收到一位 妖孽之姿的弟子了 这老玉话音落地 身形一闪 便离开了此地 只不过 这老玉没有发现 在其离去之后 两道身影出现在了云朵之上 岛主 看来这个秦小天 是被掩月宗的人看上了 若是岛主担心 老身倒是与这掩月宗 有那么一些交情 可以去说说 不用 我会跟着他 我发现这个秦小天 越来越有深度了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蓬莱仙岛的姥姥 和那位岛主仙子 至始至终 二人都跟随着秦小天 随着跟随秦小天 这仙子岛主却是发现 秦小天越来越神秘 这让他有了一丝 想要查清楚秦小天底细的想法 只不过 当其看向这玄天宗旧址的时候 我还有再回来的一天 这仙子岛主口中叹息一声 跟着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去向何处 无人得知 至于秦小天 带着金胖子和妖月 已经深入了玄天宗旧址的深处 来到了一片破旧的建筑面前 一股腐朽的气息 从这破旧的建筑之上扑面而来 可见 这里已经破败了许多年 否则不会有这样腐朽的气息 饶是如此 秦小天也能够看出 玄天宗当年的辉煌之处 这最前面的一座大殿 虽然矗立在平原之上 可是一看就是曾经大秦帝国的皇宫 虽然这皇宫破败 但是那残壁断环 也足有数千丈之巨 占地面积之广 更是无与伦比 足有无数万里之遥 可见 当年大秦帝国是么多牛叉 就算是之前远远地看了一眼 大秦帝国的国都 也没有大秦帝国一半之大 大哥 这里应该是大秦帝国的皇宫了 你快看看 这里埋葬了什么宝贝没有 金胖子双眼放光地喊道 曾经金胖子就想过 能够进入大秦国的皇宫之中 搜刮一番 没有想到 自己大秦国的皇宫没有进去 反而来到了大秦国前身 大秦帝国的皇宫 只可惜啊 这大秦帝国的皇宫已经破败 但是 金胖子相信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是大秦帝国的皇宫破败了 那也必然藏着不为人知的宝藏 哎 你这点小心撒 秦小天摇了摇头道 跟着伸手一挥 小黑直接被召唤出来 小黑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宝贝 汪汪汪 就在秦小天这样指使小黑的时候 小黑立刻朝着秦小天叫嚷了几声 仿佛在说 人家是先受麒麟种 不是小狗好吧 好好 你是先受麒麟种 不是小狗狗 快点去秀秀 哪里有宝藏 一时间 小黑摇头晃脑 这才露出一副欢喜之色 开始寻找宝藏 大哥牛 连小黑都骗 金胖子冲着秦小天 竖起了大拇指 让人家先受麒麟种去秀秀宝藏 这不还是把这小黑当狗狗了 你不懂 有时候语言和语气换一种方式 就会很容易让人 让狗接受 汪汪汪 就在这时 小黑一阵叫唤 更是用那前提 不断地扒着一个地方 这让秦小天心中一动 金胖子更是搜的一下就冲了过去 直接代替小黑 开始扒地 大哥 有个铁环 终于 在将上面的倒塌的建筑 清理干净之后 在下方出现了一枚巨大的铁环 这铁环只是露出了一丢丢 还是因为被倒塌的建筑 砸碎了地面才露出来的 砸开地面看看 秦小天吩咐一声 金胖子立刻手持重剑 狠狠地批落 当当当当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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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几下 这地面就被金胖子给劈开 立刻 一阵连锁反应 这地面直接塌陷了十数杖的距离 哗啦啦 一条足有数杖的生蚝 出现在了秦小天三人的面前 在这生蚝之中 有一根漆黑的铁链 这铁链的一端 正是那巨大的铁环 另外一端 居然延伸了十丈左右 便是深入地下 不知道延伸到了何方 大哥 不会是大秦帝国的宝藏吧 金胖子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正是大秦帝国宫殿的中心 立刻露出一副惊喜之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这里还真的有可能是大秦帝国的宝藏 只不过 这么多年 来了这么多人 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 大哥 这个你就要问我了 这时 妖月露出一副自信的样子 拍着胸口 对着秦小天说道 小弟除了爱才炼丹之外 就喜欢建筑了 你看这里 很明显 这里的墙壁陈旧时间没有周围的长 不出意外 应该是后来人为了寻找宝贝 所以才将这墙壁推倒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才将这地面砸开了一道裂缝 你想啊 寻常人根本不会寻找这样的地方 他们也没有小黑这样狗狗一般的鼻子 所以这里并没有被人发现 小黑听到不满了 什么狗狗 人家是鲜兽麟种 分析的倒是有些道理 既然如此 那就拽开这铁链吧 秦小天吩咐了一声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立刻拉住了那巨大的铁环 准备拉开这大秦帝国宝藏的门户 可惜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副玩卫之色盯着二人 当二人吃奶的力气都湿了出来 也没有拉开这门户的时候 秦小天终于说话了 妖月 还认为是这样吗 这 大哥你就说吧 如果本身没有猜错 这里确实没有人开启过 很有可能真的是大秦帝国的宝藏埋葬之地 只不过之前就被人发现了 可是跟你们一样 那人无法拉开这门户 所以才推到了墙壁 故意掩埋起来 大哥 您简直就是神探 小弟对你的 去你大爷的吧 敢抢胖爷的台词 行了 你们还想不想得到大秦帝国的宝藏了 想啊 当然想啊 大哥 你有办法打开这门户 秦小天咧嘴一笑 看了一眼金胖子道 你去东边石杖的地方 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一样的铁链 金胖子立刻冲了过去 石杖左右开始查看 果然有一根与这铁链一般无二的铁链 大哥 真的有啊 行了 你与妖月一起拽动吧 啊 虽然惊讶 不过金胖子和妖月 对秦小天是无限的信任 一人拉住一个大铁环 石杖那么一拉 当当当当 一阵撞击的声音传来 更有一种声色的转轴声响起 一时间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居然轻松地拽动了铁链 大哥 居然拽动啊 金胖子惊呼一声 一时间 二人直接将这铁链拉到了尽头 只见 在这铁链中间的地方 居然出现了一道向下的门户 果然有宝藏 金胖子远远地就看到 惊喜地呼喊一声 当的一声 松开这铁链 直接朝着秦小天身边冲来 妖月也是如此 大哥 金胖子激动地喊了一声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门户 显然所有的心神 都被这门户吸引了 你们俩啊 就不怕这里是陷阱吗 秦小天无奈地看了一眼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这人啥啥都好 就是太爱财了 真担心有一天 他们会陨落在这上面 可怜那发现了此地的人 若是再精明一些 或许就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 当然了 秦小天也猜测了 那人或许回去之后 甚至是在隐藏了这里之后 就被人杀了 否则这么久 不可能不会来探索 大哥 我已经等不及了 罢了罢了 胖子 撑起金钟罩 慢点走 秦小天嘱咐一声 跟着就看到金胖子 撑起了金钟罩 将三人笼罩在内 秦小天收了小黑 这才朝着门户走了进去 当 当三人走进门户 这门户瞬间紧闭 三人想要回身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面前变得漆黑无比 还好 秦小天准备了许多火折子 三人一人拿着一个 朝着里面慢慢走去 太奢侈了 这么多的夜明珠 不过 当三人转过一个拐角时 眼前立刻变得明亮起来 在那墙壁之上 镶嵌了许多的夜明珠 虽然不能说 将这里照得如同白昼 可是也能够看到 众人伸出的五指了 死 就在这时 金胖子倒吸一口冷气 只先在其面前 出现了一座座 被封印的零石山 这些零石山 都是由零石堆成 最差的都有数十丈高 而且这些零石 各个都是中品 每一座的零石山 数量何止百亿啊 更何况 这还是中品零石 若是兑换成下品的 那可是上万亿了 能够看到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 全身都颤抖起来 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秦小天看到 这些零石是被封印的 封印手法很好 也很特殊 灵气并没有消散 也就是说 只要得到这些零石 他们这辈子 零石都不愁了 砰砰砰砰砰 一时间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 直接上手 猛砸那封印 只可惜 二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砸开 大哥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 露出一副祈求的神色 看向了秦小天 秦小天无奈 只能上前 稍微查看一番 跟着双手掐绝 在这封印之上 不断地点出 不 瞬间 这封印直接崩溃开来 那亿万的零石山 直接呈现在了 他们的眼前 呼呼呼 我尼玛 发财了 发大财了 一时间 金胖子和腰月欢呼一声 直接扑向了零石山 在零石山之上打滚 可是 秦小天却是发现 这两人居然 偷偷的在收取零石 唉 秦小天再次叹息一声 不断的在那些零石山 面前走过 一共九堆 所有的封印 都被秦小天解除 按照秦小天的估计 这些零石 恐怕价值十万亿 可是 当秦小天走出这个房间 进入了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 就是秦小天 也忍不住的嘴角 抽出了几下 大爷的 这玄天宗 到底搜刮了多少财物啊 秦小天嘀骂一声 直接在其面前 出现了三堆零石 只不过 这三堆零石 各个都是翠绿的令人发指 虽然没有灵气泄露出来 可是秦小天 还是一眼认出 这居然是极品零石 三堆极品零石 本身就有三百亿了 这要是兑换成下品零石 那就是三百万亿 哪怕是秦小天 也为之动容 更何况 谁没事去拿极品零石 兑换下品零石 这极品零石恢复灵力的速度 都快赶上灵丹了 甚至 这极品零石 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比如阵法 比如封印 比如 比如 总之一句话 有了这么多的极品零石 秦小天绝对可以守护金鸢宗 三万年不倒 当然了 秦小天会用在金鸢宗之上 甚至会帮助金鸢宗 布置一座护山大镇 维持金鸢宗不倒五千年 要知道 这样的大镇 恐怕只有玄天宗 这样的大宗门才会拥有 就算是掩月宗 这样的宗门拥有 也是比不上 不过 秦小天也知道 为什么玄天宗 甚至是大秦帝国 要累积这么多极品零石 因为那环绕大秦帝国的群山长城 其实就是一座惊人的大镇 只不过 因为大秦帝国的崩塌 玄天宗的毁灭 那大镇自然而也就废弃了 当然了 这大镇不单单是废弃这么简单 而是被人彻底破坏 想要修复 都不可能 扑扑 然而 就在秦小天思绪的时候 两道喷雪的声音传来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到来 看到三堆极品零石 二人直接就激动的 喷出了三声精血 这大秦帝国太尼玛富有了 最终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只能低骂一声 将目光投向了秦小天 等待秦小天破除封印 这些零石 你们俩收取一堆 剩下我有用 啊 金胖子和妖月有些傻眼了 这不是秦小天的风格 秦小天虽然爱财 可是从来都是他们两人帮助收藏的 现在居然自己要留下了 不过 二人也没有问 在秦小天破除封印之下 轻松地收了一堆极品零石 这才跟着秦小天继续前行 是的 就是很轻松 对于二人来说 他们见过的大场面太多了 只要有秦小天在的地方 这样的场面 真的是司空见惯 很快 一行三人再次穿越了一道门户 看到这房间里面的摆设 终于连秦小天都不淡定了 我尼玛 这大秦帝国 绝对是搜刮了整个盛天大陆的资源 满目狼藉啊 到处都是堆放着无数的灵器 最差都是上品的 更多的是极品的 什么斧月勾差 什么刀枪棍棒 十八般兵器 样样齐全 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灵器 就连秦小天都没有见过 比如这个 好似一个帽子 拴着一个铁链 怎么那么像传说中 专门摘取人头的血滴子呢 比如这个 好似剪刀一般的 足有六尺灵器 怎么好像是传闻之中金凤茧呢 总之 稀奇古怪的兵器多不胜数 哪怕是秦小天看到 也不得赞叹大秦帝国的富有程度 收收收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就是一个疯狂收取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足有上百万件灵器 都被二人收了一个干干净净 跟着 金胖子盯着那前面的门户 深吸一口气道 乖乖龙地动 里面的不会都是宝器吧 想想 我这把重剑也该换了 换个球 你知道你这重剑 为啥能够跟宝器对抗吗 秦小天狠狠地敲了一记金胖子 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金胖子还没有发现 自己手中的重剑 乃是一件宝贝 嘎 难道胖爷这重剑 是仙气不成 一时间 秦小天诧异地看向了金胖子 眼中透出一丝亚色 这个金胖子 每每都能够说出一些惊人之语 就比如现在 金胖子说 重剑是仙气 一把被封印的仙气 不是吧 难道真的是仙气 金胖子看到秦小天的样子 立刻露出一副无法置信之色 盯着秦小天喊道 你可知道曾经的仙界 出现过一位独臂大侠 号称神雕大侠 大哥 你别玩我了 胖爷能来到这里 都是占了大哥的光 更别说什么仙界了 金胖子满脸无语地说道 不过秦小天却是露出一副 饶有兴趣的神色 盯着金胖子 一时间让金胖子虎去一颤 大哥 你别说胖爷 我曾经是仙界的某位大仙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 别说 还真的有可能 秦小天咧嘴一笑道 说实话 秦小天也不相信 像金胖子如此惊人的吞天神体 会出现在这样的下界 搞不好就是某位大仙转世 大哥 我呢 我呢 腰月听到 立刻呼喊一声 秦小天上下打量一番腰月 郑重地说道 嗯 你现在什么样 前世也是什么样 我尼玛 哈哈 腰月 你也就那样了 只能跟在我和大哥的屁股后面 吃香喝辣的 所以你这个小跟班就好好地跟着吧 金胖子 你是不是仙界的大佬转世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搞不好 你上辈子是一头猪呢 你家胖爷弄死你 一时间 金胖子和腰月二人杀到了一起 至于秦小天 则是迈步进入了里面的房间 当看到里面房间的事物时 秦小天顿时间惊呆了 大哥 是不是有很多极品的宝窃 金胖子和腰月看到 立刻冲了进去 满脸都是期待之色 冲着秦小天喊了一声 可是 当二人冲到秦小天身边 看到里面的情景时 二人彻底的傻眼了 不可能 我的宝器呢 我的极品宝器呢 天杀的玩意 谁 到底是谁 居然顺走了妖爷的极品宝器 一时间 二人破口大骂 这房间里面 哪里有什么宝器啊 见识就是空空无也 别说是宝器了 除了一些供桌之外 两根毛都没有 看来 这些宝器 应该是当年大战之时 都被用了 秦小天口中喃喃一声 原本还想 这里面会有很多宝剑 到时候 自己的乾坤剑阵 威力会更加巨大 现在倒好 里面连根毛都没有 不过 此刻的金胖子和妖月 却是从秦小天身边冲了过去 直奔那深处的门户而去 当看到那门户里面的情景时 二人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完了完了 都没了 都没了 金胖子和妖月 双眼无神的喃喃道 门户之中同样空空如也 除了一些供桌 别无他物 倒是秦小天 没有在这些 反而看向了这些供桌 能够拥有供桌的宝器 那必然是极品的宝器 这里面的供桌不多 大约十八个 也就是说 大秦帝国当年动用了 十八件极品宝器 很快 秦小天伸手将这些供桌收了起来 虽然这些供桌不是宝器 可是材料也都是极品的材料 这十八个供桌 乃是雷木制成的 雷木好歹也是一种 炼制极品法宝的材料 哪怕是仙器 有时都用得到 真是没有想到 居然被大秦帝国用来制成了供桌 还真是有眼不识经相遇 很快就越过了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进入这同样空荡荡的房间 里面的供桌有八个 而且供桌的材料 比外面的雷木更加奢侈 居然是万年雷木 同样收了起来 秦小天这才继续前行 因为里面还有一道门户 毫无疑问 这大秦帝国当年真的很富有 嗯 还不错 当秦小天进入了另外一个门户 口中传来这样的话语时 金胖子和妖月顿时间来了精神 什么还不错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嘎 大哥 你拿我们俩开刷呢 可是 当金胖子和妖月 看到里面依然是空空如也的时候 顿时间就惊呆了 因为里面只有三个供桌 一时间 二人好似想到了秦小天之前收取的供桌 四目相对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不是吧 难道这供桌就是宝贝 你们可知道 这供桌乃是用超过十万年雷木制成的 虽然还不曾达到天雷木的程度 不过用来炼制法宝 甚至布置沙伐大阵 却是最佳的材料 这玩意能够炼制法宝 金胖子无法置信的喊道 妖月则是终于抓到了机会 一脚踹在了金胖子的屁股上 跟着骂道 大哥说是就是 你敢质疑大哥的话 没听大哥说 这是超过十万年的雷木 人活了个万八千年的 都是牛人 更别说一根木头 活了十万年了 我尼玛 金胖子刚要动手 哪里知道 刚好余光扫到了另外一道门户之中 请客间 金胖子就被吸引了眼球 我低天啊 这样刺激胖爷的小心脏 胖爷会受不了的 下一刻 金胖子直奔那门户冲去 妖月看到 立刻明白 里面有宝贝 同样脚下一点 就冲了进去 然而秦小天看到 却是惊呼一声 不要 那里有进法 劈喀 劈喀 说时迟 那时快 金胖子和妖月 直接触发了那门户的进法 请客间 两道足有持续的雷狐 划成了一把雷狐弯刀 朝着二人驳梗斩来 嗤嗤 这两道雷狐形成的弯刀 速度极快 直接斩破了虚空 发出两道尖锐的破空声 临近了二人的驳梗 嗡 金胖子临危不乱 直接施展了金钟罩 将自己和妖月笼罩在内 下一刻 那两把雷狐弯刀 直接斩在了金钟罩之上 不要硬抗 快撤 然而 就在那雷狐弯刀 眼看就要斩在金胖子的金钟罩之上的时候 秦小天再次惊呼一声 金胖子和妖月心中一跳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后方退去 子子 吐吐 然而 金胖子和妖月还是晚了一步 那雷狐弯刀 直接斩在了金胖子的金钟罩之上 瞬间就穿透了金钟罩 朝着二人斩来 嘶 哇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同时 倒吸一口凉气 口中惊呼一声 本能的身体一朵 死了 死了 下一刻 这两道雷狐弯刀 直接斩过了二人的臂膀 两道烟红的鲜血 直接喷洒而出 两只手臂更是应声而飞 啊 我去你的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同时痛呼一声 二人的臂膀气干断 而那两道雷霆弯刀居然没有停止 再次朝着二人的脖梗斩来 当当 说时迟 那时快 眼看二人就要被这雷霆弯刀斩断脖梗 秦晓天提着永恒颅盖直接出现 狠狠地砸在了两道雷霆弯刀之上 支支支支支 这两道雷霆弯刀 直接被砸得崩溃开来 而秦晓天也是手持永恒颅盖 眉头紧簇 盯着那满脸痛苦的金胖子和妖月 你们俩 也不想想 这里是什么地方 岂能乱闯 秦晓天露出一副责备的神色 冲着二人喝道 这才捡起二人的手臂 大哥 我们 金胖子和妖月疼的是呲牙咧嘴 可饶是如此 也掩饰不住二人心中失去手臂的痛苦 嗯 从今天起 你们二人只能做神雕大侠了 秦晓天应了一声 眼底深处透出一丝笑意 不过很快就掩饰过去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哪里有心思去看秦晓天啊 直接抓过自己的手臂 搂在怀中痛哭起来 啊 我的手臂啊 我亲爱的手臂啊 我的第一次 可是交给了你啊 为什么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啊 可恶 难道这辈子 真的要变成独臂大侠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不断的痛呼 一旁的秦晓天 却是老神在在 没有丝毫担忧之色 这是给你们俩一个教训 免得你们俩以后为了财物丢了性命 秦晓天再次教训二人 可惜 金胖子和妖月 哪里能够听得进去 只是抱着自己的手臂 在那里哭 行了 两个大男人哭什么 不就是断了一条手臂吗 人又没死 大哥 感情断的不是你的手臂啊 你可知道 失去了右手 以后我们连法术都没有办法施展了 金胖子痛呼一声 不过当其看到秦晓天的神色时 身躯却是微微一颤 眼中透出一丝疑惑之色 自己的大哥是什么性格 自己知道 若是自己真的失去了手臂 不可能露出这样的神色 之所以这样 那说明自己的大哥 必然有办法接回自己的手臂 下一刻 金胖子直接抱着自己的手臂 扑到了秦晓天的身边 抱住了秦晓天大腿 露出一副哀求之色 望着秦晓天喊道 大哥 你可不能对我们俩置之不理啊 这手臂 你一定有办法接回去的 是吗 听到金胖子的话 妖月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是大哥是谁 那可是仙人转世 区区一条断臂 岂能没有办法接回去 一时间 妖月也是 抱住了秦晓天的另外一条大腿 露出一副痛苦之色 大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你要知道 我们俩还没有媳妇呢 这一辈子 可就指着右手过活了呀 我尼玛 秦晓天没有想到 这两小子这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能耐 本来还想多教育他们一段时间呢 人未才死 鸟未实亡 这一点无可厚非 可是也要看看值不值得 像今天这样 没有人跟我们抢夺 你们若是丢了性命 岂不是白送 大哥说的是 我们受教了 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 真的受教了 嗯 用这个接回去吧 秦晓天知道 金胖子和妖月的本性很难改的 想要一次就叫二人改过来 根本不可能 只能以后慢慢的教育 将灵丹跌碎 突破在断臂上 说话间 秦晓天丢给二人 一人一枚灵丹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立刻捏碎灵丹 涂抹在了断臂上 跟着接在了臂膀之上 奇迹发生 二人的断臂居然在愈合 不笑片刻 就恢复得完好如初 甚至二人试验之下 这断臂没有任何影响 大哥牛叉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冲着秦晓天竖起了大拇指 而秦晓天却是瞪了二人一眼 仿佛在说 以后小心点 这房间里面 绝对拥有惊人的宝贝 居然是雷霆斩神镜 好家伙 你俩算是捡了一条命 秦晓天看到这镜法 脸上露出一副庆幸的神色 因为这镜法 一旦斩下人的头颅 就算是出窍期 甚至是合体期的强者 也休想活命 这雷霆斩神镜 专门斩杀修士的神魂 这也就是遇到了自己 若是别人 还真的休想破开 这雷霆斩神镜 一道道法觉打出 将这镜法包丝抽剪 不 随着一道清脆的阴暴声传来 也就是片刻的时间 这雷霆斩神镜 就被秦晓天解除 门户里面的一切 立刻呈现在了秦晓天的面前 东西不多 只有一个贡桌 在这贡桌之上 存放着一枚珠子 不过 秦晓天还是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发现没有任何陷阱 这才走了进去 只见这珠子之上 呈现出一道道流光的色彩 在那色彩之中 秦晓天仿佛看到了一条真龙在翱翔 好家伙 居然是一枚龙珠 龙珠 金胖子和妖月听到龙珠二子 脸上立刻露出惊喜之色 不管是啥玩意 跟龙靠上面的玩意 那绝对不能差了 啪 下一刻 金胖子就要伸手去抓着龙珠 可是却被秦晓天一巴掌拍飞 刚才的教训忘了吧 秦晓天狠狠地瞪了一眼金胖子 金胖子立刻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 本能 真的是本能 你呀 真的不能带你来挖宝了 秦晓天叹息一声 让金胖子面色一苦 不让自己挖宝 那还不如杀了自己 你俩离远点 此刻 秦晓天却是喊了一声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立刻退出了树杖 秦晓天这才双手掐绝 朝着那龙珠按了过去 噼里啪啦 下一刻 一阵惊人的暴斗声传来 在那龙珠之上 居然凭空出现了数道雷弧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给我抱 秦晓天口中低喝一声 伸手朝着那龙珠之上一点 果然一道暴裂声传了出来 碰 随着这暴裂声传来 一道轻微的气浪 以龙珠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大约波及了数丈 这才消失不见 嗖 下一刻 那龙珠直接顿空而去 眼看就要顿走 秦晓天却是伸手一抓 哼 在本尊面前 你逃得掉吗 秦晓天冷哼一声 那龙珠直接被秦晓天抓在了手中 饶是如此 那龙珠也是在不断地跳动着 仿佛要脱离秦晓天的掌控一般 原来是一头蛟龙 秦晓天看到 口中低音一声 脸上竟是惋惜之色 不过 想想也是 这样低端的修真戒 哪里会有真龙存在 也罢 蛟龙就蛟龙嘛 有了你 本罪也可以突破金丹七了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双手掐绝 朝着那龙珠轻轻一按 那龙珠立刻变得安稳起来 跟着被秦晓天收走 大哥 这龙珠是什么东东 金胖子眼热 冲着秦晓天问道 就是一道蛟龙的神魂而已 对你俩无用 秦晓天应了一声 这才四周 查看起来 发现并没有任何隐藏之物 秦晓天这才转身离开 很快 一行三人离开了此地 再次出现在了地面上 继续让小黑搜寻宝物 可惜 都是一些次品 不值得秦晓天出手 一路深入 转眼就是数日的时间 秦晓天三人 几乎跨越了整个大秦帝国的旧址 终于看到了一片连绵不绝的灵山 这灵山足有千万丈之高 上面更是坐落着八座山峰 只不过 那中间的山峰 仿佛被人轰断了一半似的 隔着老远 都能够看到那山峰十分的平整 一股破败之意 立刻充斥着秦晓天三人的心头 曾经辉煌一时的玄天宗 居然破败到了这样的程度 别说是这山峰被人轰断 就连那灵山之上的灵气 也是稀薄令人发指 而且这灵山之上的植被 更是枯黄 仿佛要腐朽了一般 大哥 那里应该就是玄天宗了吧 金胖子看到 眼睛放光 只不过 在那眼底深处 却是带着一丝忧伤 毕竟玄天宗是金胖子的本家 而且 秦晓天还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弟子 看到玄天宗破败的样子 心中难免会有那么一丝伤痛 嗯 去看看吧 好歹也是你的本家 秦晓天应了一声 带着金胖子和妖月 直奔玄天宗旧址的所在而去 刚刚靠近 一股凄凉和破败的气息 就迎面来 看来玄天宗的灵根已经被人断了 这是多大的仇恨啊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这灵山的灵根已经被人斩断 现在也就是苟延残喘而已 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灵山就会彻底的腐朽 大哥 好大一尊雕像啊 这时 妖月却是喊了一声 只见在那灵山的山伴妖之上 有一尊超过了万丈的雕像 只不过 这雕像齐腰而断 可想而知 若是这雕像完整的状态下 有多么的巨大 恐怕忽超过两万丈 奇怪 秦晓天口中却是喃喃一声 不知为何 自己刚才好似看到了一道仙影 正站在这断成两节的雕像面前 只不过 当自己临近的时候 那道仙影却是消失不见 最主要的是 这道仙影给自己一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在哪里见过一般 不会是他吧 秦晓天口中再次喃喃一声 想到了自己在蓬莱仙岛梦中的仙子 那仙影倒是跟自己梦中的仙子 有些相似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秦晓天晃了晃脑袋 这才看向了那雕像 很明显 这雕像乃是玄天宗霸主 圣天道人的雕像 而将其斩断的人 恐怕就是圣娘宗的那人了 小黑 我们哥仨可都指望你了 能不能挖出玄天宗的宝藏 就看你的鼻子了 金胖子这时来到了小黑的身边 伸手抚摸小黑的身体道 不过 却是被小黑一脚踹飞 汪汪汪 小黑冲着金胖子一阵狂吠 仿佛在说 我乃是先受麒麟种 不是狗 你压得若是再把我当狗 小心我咬你 不过 小黑还是在这玄天宗的灵山之上 不断的狂奔起来 足足过去了三个时辰 小黑这才转变了 玄灵宗旧址的八个山头 汪汪汪 当小黑回到了秦晓天的身边时 立刻叫唤了几声 跟着脑袋一滴 将秦晓天直接顶到了自己的背上 掉头朝着玄天宗的后山而去 有宝贝 金胖子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立刻跟了上去 腰月也是 满脸激动的跟了上去 也就是片刻时间 三人一狗 就出现在了玄天宗的后山 你说这里 秦晓天看到小黑在地上一阵乱巴 这才开口问道 小黑立刻点了点头 又叫了几声 你俩看啥呢 动手挖呀 难道让我亲自动手不成 看啥 赶紧挖吧 金胖子和妖月一阵恶然 不过 在秦晓天的催促下 二人还是动手挖了起来 一时间 泥土飞溅 碎石横飞 也就是半个时辰的功夫 二人就足足挖了数十丈 当一道清脆的撞击声传来的时候 金胖子面色一喜 大哥 这里有机关 当当当 随着金胖子的话传来 二人一阵猛杂 秦晓天看到 也是一阵无语 这刚刚给二人上了一课 现在又忘了 咔嚓 咔嚓 哗啦啦 终于在二人的猛杂之下 那石板轰然崩塌 不过还好 二人并没有直接下去 而是脚下一点 冲到了上面 大哥放心 我们记得教训呢 金胖子冲着秦晓天 咧嘴一笑道 仿佛猜到了 秦晓天心中想着什么 这还不错 秦晓天应了一声 这才看向了下方 只见一道有黑的洞口 呈现在了面前 从那洞口之中 传来一股冰冷的气息 当烟尘消散 秦晓天这才带头 朝着那洞口 慢慢地降落下去 还好 并没有什么阻碍 只是当三人进入洞口之后 身边传来一道清脆的爆裂声 果然有阵法笼罩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还好 这阵法并非是攻击类的阵法 而是隐藏这方空间的阵法 所以这里才没有被人发现 十分平稳地落地 面前立刻呈现出一座 足有百丈的冰山 这冰山散发出一股阴寒的气息 让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不少 大哥 这冰山里面有人 就在此刻 金胖子惊呼一声 伸手指着那冰山之中 呈现的一道模糊的身影 不会是圣天道人吧 金胖子再次脱口出 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看了看那模糊的身影 又看了看秦晓天 大哥 咱们还是走吧 我怎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妖月在一旁 脸上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对着秦晓天说道 别说是妖月了 就是金胖子也有一种站立的感觉 仿佛这冰山之中的黑影 绝对不简单一般 砸开它 然而 秦晓天却是喊了一声 这让金胖子和妖月二人面色一愣 不过还是基础重型宝器 开始猛砸着冰山 当当当当当 只可惜 这冰山十分的坚硬 根本无法砸开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震得手臂发麻 大哥 砸不开啊 这冰山太硬了 金胖子露出一副苦涩的神色道 一时间 秦晓天则是绕着这摆杖的冰山查看起来 这里 终于 秦晓天发现了这冰山的薄弱之处 伸手一指 让金胖子和妖月动手 当当当当当 咔嚓 咔嚓 果然 在秦晓天的指点之下 金胖子和妖月一阵猛杂 这冰山终于裂开了一道道惊人的裂痕 咔嚓 冰山不断的蹦碎如同蜘蛛网一般 那裂痕不断的蔓延瞬间就覆盖了整个冰山 大哥 冰山要碎了 金胖子呼喊一声 立刻带着秦晓天朝着后方退去 三人刚刚退走 这冰山轰然崩溃 碰 哗啦啦 顷刻间 这冰山化成了无数拳头大小的碎块 散落在地 而那里面的身影也瞬间呈现在了秦晓天等人面前 大哥 不是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口中惊呼一声 还好秦晓天知道二人说什么 要不然别人认为他们在说自己不是人呢 只见 那显化出来的身影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居然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而这尾巴居然跟龙尾差不多 蛟龙 秦晓天见多识广 看到这尾巴立刻认出 这人乃是一条蛟龙所化 细看之下 这人身高足有三丈 若是算上这蛟龙尾巴足有十丈 仿佛这人就是一个半居人似的 且不说那蛟龙尾巴 就是这人裸露的皮肤上 也能够看到一道道灵片 在其眉心 更是贴着一枚三角形的灵片 逆灵 看到其眉心的灵片 秦晓天立刻认出 这正是龙族独特的逆灵 哪怕眼前这人是蛟龙所化 也是拥有逆灵的 大哥 这玄天宗的老祖 不会是一条蛟龙吗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问道 不知为何 金胖子就觉得 眼前这个人 是创立玄天宗的圣天道人 然而 秦晓天却是没有说话 因为这蛟龙所化的人 身上居然拥有生机 虽然这生机很淡薄 可是却被秦晓天发现 只不过 这蛟龙人虽然拥有生机 却是没有丝毫的气息和灵魂 仿佛就是一个躯窍 一个拥有生机的躯窍 一时间 秦晓天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伸手一翻 那枚蛟龙珠子 立刻出现在手掌之上 啪啪啪 当这蛟龙珠子出现 立刻在不安分的 在秦晓天手掌之上跳跃着 仿佛要冲出秦晓天的掌控一般 尤其是这蛟龙珠子 仿佛感受到了这蛟龙人的存在 居然从那蛟龙珠子里面 发出一道道高亢的蛟龙银 大哥 金胖子和妖月看到 立刻呼喊一声 这一刻 他们也意识到 之前秦晓天得到的蛟龙珠 很可能与这蛟龙人有关系 然而 秦晓天却是伸手一握 将那蛟龙珠死死地握在手中 脸上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秦晓天已经感觉到 这蛟龙珠就是这蛟龙人所有 可是 秦晓天不能让其回归真身 实在是秦晓天没有把握 一旦这蛟龙珠回归了真身 这蛟龙人会不会对他们出手 一旦这蛟龙人对他们出手 凭借自己三人的能力 想要在这蛟龙人手中逃命 几乎是做不到 因为这蛟龙人已经是半仙之铁 这一刻 秦晓天正在天人交战 这是一场赌局 若是这蛟龙人是玄天宗的老祖 那自己三人必定会起飞 若是这蛟龙人不是玄天宗的老祖 那自己三人很有可能就此陨落 秦晓天是谁 那可是准至尊准世 岂能打没有把握的仗 他宁可让这蛟龙人就此陨落 也不想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情来 唉 就在此刻 一道叹息声传入了秦晓天三人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三人身躯一颤 尤其是秦晓天更是双目一宁 露出一副亚色 实在是这一声叹息 让他太熟悉了 仿佛当年在蓬莱仙岛的梦中 梦中的仙子 没错 秦晓天断定 这叹息的声音就是那梦中的仙子 这一刻 秦晓天也彻底的傻眼了 秦晓天 给我一个面子 将蛟龙珠给这个人吧 果然 当秦晓天傻眼的时候 那梦中的声音再次传来 虽然不能见到此女的真容 可是秦晓天却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那蛟龙人丢出了蛟龙珠 大哥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看到 不知道秦晓天这是在干什么 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秦晓天的性格 可惜 二人没有听到那声音 若是听到的话 就会明白秦晓天为什么这么做了 随着一道高亢的蛟龙银传来 那蛟龙珠直接化成了一道流光 冲进了那蛟龙人的眉心 瞬间消失不见 死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倒吸一口冷气 瞬间拉着秦晓天倒退而去 而那蛟龙人在吸收了蛟龙珠之后 那身体居然出现了一丝颤动 吸 呼 一道悠长的呼吸声 从那蛟龙人的口中传出 随着这一道呼吸传来 周围立刻形成了一股飓风 那吸伯的天地灵气 立刻以着蛟龙人为中心 疯狂地朝着那蛟龙人冲去 甚至秦晓天三人发下 自己身上的灵气居然也被抽走 不好 快撤 秦晓天惊呼一声 下一刻 不需要金胖子带着秦晓天顿走 一股柔和的力量 立刻包裹了三人 将三人缓缓地送到了外面 谢谢 这时 那仙子的声音再次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你到底是谁 上次的事情 是真是假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眼睛却是盯着苍穹之上 仿佛在那里正是那仙子的所在 这个小子 感知力好强 在那苍穹之上的云朵之中 那蓬莱仙岛的姥姥 看到秦晓天的目光看向这里 立刻低音一声 是真是假 何必在乎那么多 只要认清自己便是了 这 秦晓天眉头一蹴 心中有些不爽 要知道 自己可是被霸王硬上弓了 凭啥你说啥就是啥的 等你有能力成为仙人的时候 仙人 听到这句话 秦晓天口中反问一声 自己何止是仙人 还是仙帝呢 不但是仙帝 正是半步踏入了至尊行列的准至尊 可是 现在的自己又能做什么 自己不过是 一个小小的筑基器大圆满的修士而已 连金丹器都没有突破呢 也就在秦晓天心中私负的时候 一道高亢的蛟龙营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三人的耳朵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金胖子二人神色一惊 大哥 那个蛟龙人活了 碰 哗啦啦 就在金胖子话音刚刚落地 一道身影 直接冲破了这破碎的大山 瞬间就出现在了苍穹之上 我尼玛 真是一条蛟龙 金胖子看到 立刻嘀骂一声 脸上竟是惊骇之色 因为那身影 居然使用一条百丈的漆黑蛟龙 这蛟龙足有百丈 全身都覆盖了漆黑的鳞片 甚至头顶已经伸出双脚 俨然有了化龙的迹象 可是 秦晓天知道 一条蛟龙 想要化龙 谈何容易 别不说要将龙骨修炼出来 就是那真龙节 就很少有蛟龙能够渡过的 你终于来了 这时 那漆黑的蛟龙口吐人言 那身躯也是轻轻一晃 化成了人形 矗立在了苍穹之上 对着某一处喊道 嗯 当年之恩 今日已报 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思 也罢 世上有缘无分的人太多了 或许这就是你我的命 你能够看得开 很好 不过 你这样子太虚弱了 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恢复一下 再飞升仙界吧 哼 本尊是不会放过圣阳的 哎 这又何必呢 事情多过去了十万年了 不行 此事不解决 本尊没有飞升的心情 很明显 这蛟龙便是圣天道人 是玄天宗鼻祖 此刻与其对话的人 正是那位仙子 而那位仙子 应该就是蓬莱仙岛的岛主 若说此刻在场的人 谁心里最复杂 那当属秦晓天了 要知道 秦晓天可是被那蓬莱仙岛的岛主 霸王硬上弓了 恰恰那蓬莱仙岛的岛主旧情人 就在这里 不但在这里 还是玄天宗的鼻祖圣天道人 这让自己情何以堪 这让圣天道人情何以堪 当然了 秦晓天没有露出丝毫的尴尬之色 此时此刻 谁顶不住 谁就会尴尬 林二 你居然失身了 果然 这一刻的圣天道人 却是惊呼一声 脸上竟是无法置信的神色 跟着转为怒火 是圣阳吗 圣天道人怒吼一声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杀机 圣天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何须考虑这么多 我倒是觉得 你能够复生 跟你的那几个宗门后代弟子有关系 如今 你的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危险就会多一份 不如先了却你玄天宗的事情 然后找个地方尽心修炼 好非生仙界吧 蓬莱仙岛的岛主声音不大 可是秦晓天三人 却听得字字清晰 仿佛在有意告诉他们 这蛟龙人就是圣天道人 是他们玄天宗的鼻祖 你说的是那三个小家伙吧 圣天道人看了一眼下方的秦晓天三人 一时间 秦晓天三人立刻单膝跪地 弟子秦晓天 金胖子 妖月 拜见老祖 弟子是玄天宗第十八代宗主 如今老祖重生 还请老祖为我们做主啊 秦晓天立刻高呼一声 那声音丝生力竭 蕴含着惊人的痛苦 甚至那眼泪都哗哗的烫啊 看得金胖子和妖月都是为止震撼 同样与秦晓天泪流满面 一时间 秦晓天三人的哭诉 惊天地 弃鬼神 圣天道人看到 也是为之动容 心中暗道一声 没有想到 我玄天宗的后代 还有如此血性的弟子 老祖 这是弟子的宗主令牌 请老祖查证 秦晓天说着 伸手一抛 直接将玄天宗的令牌 丢给了圣天道人 圣天道人不需要查看 就知道这令牌是真的 一时间 圣天道人露出一副枭雄之色 那语气深长的 被秦晓天三人喊道 孩儿们 苦了你们了 老祖不会让你们再受苦的 今日起 我玄天宗要重现圣天大陆 老祖威武 老祖霸气 秦晓天三人 立刻高呼一声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下一刻 那圣天道人 出现在了秦晓天三人的面前 伸手轻轻一挥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秦晓天三人扶起 这才面带一副凝重之色道 玄天宗的未来 就靠你们了 这是老祖我唯一 能够帮助你们的事情 不要让老祖我失望 圣天道人说着 交给了秦晓天三个储物戒指 秦晓天也不客气 直接接过 不过却神色一愣 老祖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出面吗 出面 老祖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还出面个屁啊 当圣天道人 蹦出这么一句话来的时候 秦晓天和金胖子三人 彻底傻眼了 啥玩意 这还是他们心目中 那个十万年前 在圣天大陆 创立了最强宗门的圣天道人吗 这哪里有大家的风范 这简直就是世锦小人啊 还是奸诈猥琐的世锦小人啊 一时间 秦晓天诧异的看了一眼圣天道人 又看了一眼那苍穹之上 不曾谋面的蓬莱仙岛的岛主 老祖 我 尼玛 秦晓天心中仿佛有万头草尼玛在奔腾一般 很明显 这世上的传闻都是假的 什么圣天道人为了蓬莱仙岛岛主 而被人灭了玄天宗 假的 都是假的 就圣天道人这个鸟样 别说是人家蓬莱仙岛的岛主了 就是寻常的一个女子 恐怕也会唾弃 这还是人吗 对了 他本来就不是人 是一条蛟龙 你大爷的 这一刻 秦晓天为了玄天宗那些保守多年的弟子 感到了不值 更是为了天宗感到了不甘 有这样的老祖 还真不如让玄天宗彻底的破灭了 小子 以后你就是玄天宗的宗主了 万事要以玄天宗为己任 好好的将玄天宗发扬光大 争取早日赶超圣阳宗那帮癖犊子 啊 这一刻不但是秦晓天心中大骂圣天道人 就是金胖子和妖月也是诅咒了圣天道人祖宗十八代 玄天宗有这样的老祖不被灭宗 那才是怪事呢 老祖 咱们玄天宗到底是怎么被灭宗的 这时 金胖子嘴欠的问了一句 一时间 圣天道人老脸一红 连可几声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何须纠缠过去 我们 不 是你们 应该放眼未来 将玄天宗发扬光大 我尼玛 金胖子嘀骂一声 不过那圣天道人并没有训斥金胖子 反而老脸更红 很明显 这玄天宗的被灭跟传闻的绝对不同 不会是老祖 你杜劫不成 反被这劫雷毁了玄天宗吧 秦晓天下意识的问道 这让那圣天道人一个亮枪 瞎说 本祖怎么会做出这么不明智的事情 记住了 玄天宗是被圣娘宗灭的 圣天道人立刻露出一副凝重的神色 冲着秦晓天说道 本祖还有很多事情 就暂且离开了 本祖希望在仙界 可以看到你们的身影 圣天道人话音落地 陶冶式的冲天起 不笑片刻 就消失在了这方天地之中 不过 远远的却是传来一道话语声 李二 本尊祖宗那个战友你的人 生孩子没有屁眼 我尼玛 听到这句话 秦晓天一个亮枪 破口大骂 一旁的金胖子和妖月看到 脸上立刻露出狐疑之色 大哥 那个战友彭安仙岛导主的人 不会是你吧 去去去 小孩子一边玩去 喊道满脸都是嫌弃之色 不过 就在此刻 一道惊人的威压 瞬间从远处弥漫而来 不但如此 随着这威压的出现 一道身影风驰电掣地 出现在了这苍穹之上 圣天 有种别逃 这身影出现 立刻怒吼一声 刚要追去 却是虎躯一阵 莲儿 圣阳 好久不见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圣阳宗的宗主圣阳 当其看到莲儿的时候 面色一怒 莲儿 你怎么 失身了 破 听到圣阳这句话 秦小天直接喷出三声老血 就是一旁的金胖子和妖月 也是满脸惊讶之色 盯着那满脸 尴尬的秦小天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终于明白 那个所谓的莲儿失身 绝对与秦小天有关系 大哥牛叉 大哥威武 居然连人家圣天道人 和圣阳道人的女人都干上 这算啥 你忘记了 大哥差点连大蛇都给睡了 敢当许仙的人 什么事情做出来 你们 大爷的 听到金胖子和妖月的传音 秦小天狠狠地瞪了二人一眼 不过 此刻那圣阳道人 却是怒吼一声 是不是圣天那个混蛋 老子要杀了他 杀了他 圣阳道人怒吼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顿走 去追杀圣天道人去了 这让秦小天一阵尴尬 很想告诉圣天道人 和圣阳道人 其实郑主在这里 只不过 不是郑主霸占了 人家莲儿的身子 而是被莲儿霸王硬上弓了 大哥 你算是惹到了两个不该惹的人 恐怕以后的路 很难走了 金胖子望着远去的圣阳道人 口中喃喃一声 是啊 把人家大佬的女人都给睡了 人家还不弄死你 噼里啪啦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被秦小天一阵胖揍 这才身形一闪 秦小天到来了 苍穹在之上 本尊 能看看你吗 不能 等你成就半仙之体的时候 再看吧 不就是半仙之体吗 别说这个了 就是成仙对本尊来说 那都是易如反掌 好大的口气啊 当秦小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位姥姥却是低贺一声 很明显对于秦小天这牛皮 吹得十分不爽 姥姥也在这里 实不相瞒 其实本尊是先帝转世 秦小天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 僻逆天下之势 仿佛自己真的是先帝转世一般 而事实真是如此 可是 往往你说真话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相信 嗯 我相信你 这时 一道歉力的身影 出现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当看到这身影的时候 秦小天心中一颤 果然是你 梦中的仙子 冤念 一道声音 从那姥姥的口中传出 直接打破了这个宁静温馨的画面 这让秦小天一阵尴尬 姥姥 这不是冤念 能够成为本尊的女人 那是莲儿的造化 也是彭莱仙岛的造化 秦小天再次拿出这句话来 多亏金胖子和妖月不在这里 否则真的会笑出声来 实在是秦小天这句话 用得太老道了 哼哼 好一个造化呀 来 让老神看看 你怎么就是彭莱仙岛的造化 姥姥 就在姥姥也出手教训秦小天的时候 那岛主连儿却是喊了一声 岛主 这个小子太可恶了 你怎么就 天意 岛主连儿说出了两个字来 而秦小天却是点了点头道 没错 就是天意 是天意让你成为本地的女人 让本地带你飞升仙界 领略仙界的风采 呸 岛主连儿清脆一声 这才对着秦小天认真地说道 你是我的结 是我成仙的结 或许有一天 我杀了你的时候 便是我成仙的时候 死 要谋杀亲夫吗 听到莱儿的话 秦小天脱口出 这让那莱儿有些无语 为什么自己这辈子碰到的男人 都是一群无耻之徒 可惜 本尊看不到莱儿的真容 看来 莱儿的真容 只有本尊的孩儿 才能够见到了 秦小天口中叹息一声道 这让那莱儿有些疑惑 下意识地问道 为什么只有你的孩儿才能够看到 因为你是我那孩儿的娘啊 你 哼 姥姥 我们走 莱儿被秦小天搞得无语 只能冷哼一声 与姥姥连妹而去 莱儿 你放心 本尊会让你知道 本尊真的是你的造化 秦小天望着莱儿远去的身影 冲着莱儿喊道 这让远去的莱儿 身躯一个亮枪 大哥 你也太无耻了吧 这时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来到了秦小天的身边 脸上露出一副渐渐的神色 冲着秦小天喊道 就是啊 见过无耻的 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泡妞手段 哼 然而 二人的话语声刚落 两道冷哼声 同时传入了秦小天三人的耳朵 这让秦小天三人虎去一颤 老祖 什么风又把你给吹回来了 你不是要恢复修为 非生仙剑吗 一时间 秦小天露出一股恭维之色 冲着面前出现的两道身影说道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去而复返的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 此刻 秦小天已经猜到 什么圣阳道人的圣阳宗 灭了圣天道人的玄天宗 很明显 这两人就是师兄弟 秦小天 你很好啊 圣天道人露出一股怒涩 冲着秦小天喊道 就是那圣阳道人 也是面带一丝杀鸡盯着秦小天 很好 师兄 你真是交了一个好徒孙啊 啊 弟子不知道老祖和祖师叔是什么意思 听到二人的话 秦小天只能装傻冲漏 而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 更是面色一黑 哼 事到如今 还在这里装无辜 说 你跟连是什么关系 原来是这事啊 很简单 当年弟子去过彭埃仙岛 还差点入坠彭埃仙岛 这不是老祖你当年定下的规矩吗 让玄天宗的后人 迎娶彭埃仙岛的后人 这 貌似本祖记得有这事 一时间 圣天道人想起这件事情来 不过一旁的圣阳道人 却是低贺一声 小子 休要岔开话题 本尊问的是 你与连是什么关系 弟子若是说 连是弟子的女人 两位老祖相信吗 秦小天眉头一蹴 冲着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问道 这反而让两人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说连是秦小天的女人 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 因为连绝对不会委身 秦小天这样的无能之辈 哼 小子 若是让本尊知道你在说谎 小心你的脑袋如同此山 圣阳道人冷哼一声 一掌拍出 直接拍在了那玄天宗旧址的灵山之上 哼 咔嚓 咔嚓 呼啦啦 顷刻间 那灵山的一座山峰 直接被这一掌拍得崩溃开来 无数的碎石更是飞溅的到处都是 弟子说的都是真话 秦小天恭敬的朝着圣阳道人一拜道 哼 希望如此 否则别怪本尊对你下杀手 圣阳道人冷哼一声 直接离去留下了圣天道人 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秦小天 小子 能够得到帘儿的垂青 那是你的福气 希望你能够好好地保护帘 这样本尊飞升仙剑 也就无憾了 老左 你这说的什么话 弟子照做就是了 秦小天应了一声 那圣天道人面色一黑 狠狠地瞪了一眼秦小天 果然是你 大爷的 零儿怎么就失身给你了 一时间 秦小天有些恶然 这个圣天道人是真的奸诈 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验证这件事情 你要杀我 秦小天眉头一挑 看了一眼圣天道人 杀你何须我出手 告诉你 我那师弟圣娘也早就看出来 是你霸占了零儿的身子 此刻起 你就等着我那师弟无穷无尽的手段吧 圣天道人话音落地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秦小天 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也希望在仙界能够看到 你大爷的 秦小天冲着圣天道人离去的地方 嘀骂一声 毫无疑问 自己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可是 想要阻拦本尊登天的步伐 谁也做不到 大哥 我们怎么办 金胖子露出一副担忧之色道 若是真的被圣娘宗针对 恐怕他们往后的日子 真的不好过了 怕什么 你真的认为 圣娘宗能够安安静静地过活吗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副嘲讽之色道 而这话让金胖子和妖月 都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大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圣娘宗要发生变故不成 金胖子开口问道 妖月也是露出询问之色 盯着秦小天 等待秦小天的答案 你们还记得 秦国的玄天宗 是怎么被灭的吗 秦小天嘴角一翘 冲着金胖子也摇跃说道 这让二人虎去一阵 想到了一股势力 大哥 你说的是邪修 没错 就是邪修 恐怕这邪修正在养精蓄锐 准备卷土重来 大哥 不能吧 这只是你自己的揣测吧 你觉得金鸾宗四宗 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大哥 你就不要打雅弥了 秦小天看到二人焦急的神色 脸上露出一副凝重之色道 胖子 妖月 现在大哥能够对你们说的 只有一句话 什么话 从此刻起 我们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而活 若说之前秦小天为谁活 那除了自己和身边的女人 还有玄天宗 当年虽然只是将玄天宗 当成自己崛起的踏脚石 可是自己对天宗承诺过 那自己就必须要做到 如今 这玄天宗的破灭事实 根本与传闻的不同 秦小天岂能还为玄天宗而努力 所以 如今的秦小天 只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而活 当然了 这人不多 金胖子 妖月 林飘然 玄灵子 还有那蓬莱仙岛的岛主连 此刻为自己而活 金胖子和妖月 听到秦小天的话 口中低音一声 眼中的色彩越来越浓郁 一时间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明目 大哥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我们只想跟着你 没错 我们只想跟着你飞升仙剑 掌控苍穹 听到二人的话 秦小天一阵无语 自己的心够大了 没有想到 这俩孙子的心更大 还要掌控苍穹 苍穹岂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不过 秦小天也是被二人的话 勾起了一股豪气 好 待他日为兄 杀回仙剑三十三重天 灭了那几位先帝 我们就奔着掌控苍穹的目标而去 死 说着有心 听者也有意 当听到秦小天要杀回三十三重天 灭了几位先帝时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倒吸一口冷气 大哥 你真的是先帝转世 是啊大哥 你的仇人是仙剑的几位先帝 秦小天看了一眼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点了点头道 怎么 你们怕了 怕个球 胖爷就怕那几位先帝 不够我们兄弟杀的 没错 到时候妖爷一掌一个 全部将他们拍死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说出这话的时候毫无底气 不过 秦小天却是面带感激之色 好兄弟 也算是本地没有白白的培养你们俩 手刃仇人的事情 交给维兄自己便是了 那我们呢 你们当然是继续当维兄的小跟班了 哈哈 秦小天说完 大笑一声 扬长而去 金胖子和妖月对视一眼 立刻跟上 大哥 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小跟班 一时间 秦小天三人直奔玄天宗旧址的外围而去 只不过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这个嘴巴 差点让秦小天受不了 大哥 你说玄天宗真的不是被圣阳宗灭的 大哥 那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真的是师兄弟 大哥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大哥 你真的抢了人家两位大佬的女人 大哥 那个女人岂不是比你大了十万岁不止 大哥 那个女人老牛吃嫩草啊 就是啊大哥 他们 滚 思想有多远 你们就给我滚多远 还有一点 本尊要生命 本尊是被人家霸王硬上弓的 秦小天实在是被这两个孙子给气到了 不过 这两个孙子问的话 却是让秦小天在反思 是啊 这玄天宗到底是怎么被灭的 难道真的是圣天道人自己杜劫的时候 被劫雷劈的 这怎么可能 除非这圣天道人是傻子 杜劫居然在自己宗门杜劫 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真的是师兄弟 怎么听他们的话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呢 至于蓬莱仙岛的连岛主 可嗨嗨 自己真的是被霸王硬上弓的呀 不过 玄天宗和圣阳宗如今已经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不管玄天宗是怎么被灭的 也不管圣天道人和圣阳道人是不是师兄弟都跟自己无关了 现在的自己只想杀回三十三重天 弄死那几个暗害自己的先帝 秦师弟回来了 就在秦小天仨人回到了那万里长城之上时 展天立刻呼喊一声 跟着就看到不少人围了上来 好小子 没有想到你这么有能耐 居然凭借一己之力灭杀了四宗那么多的弟子 现在老朽真的怀疑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唯一一位留在这里的长座 李火太上面大一副探知的眼神 盯着秦小天说道 长座说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 弟子无力辩解 因为弟子真的是先人转世 秦小天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你真的说对了的神色 望着李火太上说道 如此一来 李火太上也不知道秦小天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 对于秦小天 他会一如既往的重视 走吧 回去之后 还有一场应战要打 李火太上说着 带着秦小天等人直奔金鸾宗而去 飞越了无数万里 坐着传送阵 回到了大经国的领地 又经过许久的时间 终于回到了金鸾宗 这阵仗 乖乖 这是在欢迎我们吗 就在众人回到了金鸾宗的时候 金胖子立刻惊呼一声 只见在金鸾宗的山门处 由金鸾子带队 金鸾宗所有的弟子 皆都列队等待 看到秦小天回归 众人立刻高呼起来 秦小天威武 秦小天霸气 秦小天财运亨通 秦小天一统江湖 奇怪 这个口号 怎么感觉好熟悉呢 好像在东方不败那里听到过吧 这样的口号 足足喊了一炷香的时间 震得众人热血沸腾 金鸾子这才独自来到了秦小天面前 露出一副赞许和欣慰之色 好 好的 不愧是我金鸾宗的弟子 在三宗面前 大展神威 养我金鸾宗威风 震我金鸾宗霸气 金鸾子对秦小天赞许有加 尤其是这迎接秦小天的架势 更是隆重 这若是搁在寻常人的身上 必然是感激流涕 是要与金鸾宗共存亡 可是 秦小天却是神色平淡 气息平静 没有丝毫的激动之意 好小子 如此阵仗 都无法让你心境出现波澜 那这个赐予你之后 不知道是否还会如此平静 金鸾子看到秦小天淡定的神色 再次赞许一声 不过当其拿出一枚通体流光的令牌时 金鸾子却是饶有兴趣的盯着秦小天 这是少宗主令牌 周围的人看到这令牌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口中惊呼一声 一个个眼中更是露出羡慕之色 要知道 成为金鸾宗的少宗主 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除了金鸾子之外 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命令 更是可以调兵遣将 可以说 拥有这枚令牌 在金鸾宗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 然而 秦小天却是眉头一簇 看了看金鸾子手中的令牌 并没有伸手接过 反而露出一副玩味的神色 盯着金鸾子 宗主 这少宗主的令牌 你就交给展天吧 本圣早就猜透你的心思了 反正你也是要把本圣送走的 不是吗 这 金鸾子一阵尴尬 哪怕是修炼了好多年 见过许多的事情 那老脸也是微微一红 这话让你说的 本宗是那样的人吗 啊呸 你就是那样的人 秦小天毫不客气 根本不给金鸾子颜面 当中金鸾宗众多弟子的面前 直接下了金鸾子的面子 一时间 在场的众多弟子 皆都露出了一副惊恶之色 他们没有想到 秦小天这么不给金鸾子面子 可嗨嗨 金鸾子一阵倾壳 有些为难 眼神之中也是带着一丝怒意 本圣志不在金鸾宗 还请宗主原谅吧 虽然金鸾子有了一丝怒意 但是秦小天依然是我行我素 没有丝毫担忧之色 眼看金鸾子就要发作 秦小天再次说道 不过宗主放心 在本圣离开之前 展天的修为必将仅次于你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 会超越你 霹雳乾坤丹 听到秦小天的话 金鸾子脱口而出 秦小天则是点了点头 没错 霹雳乾坤丹 想必那云天还没有办法炼制出来吧 在本圣离去之前 会帮金鸾宗炼制一百枚霹雳乾坤丹 死 饶视金鸾子怎么淡定 此刻听到一百枚霹雳乾坤丹 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君子一言 小妞道来 啊呸 听到秦小天回应的话 金鸾子立刻唾气一声 他就知道这个秦小天不是一个好东西 果不其然 这个秦小天肚子里面都是坏水 展天 接着 这是本圣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 就在金鸾子愣神的时候 秦小天一把抽过金鸾子手中的少宗主令牌 直接丢给了展天 展天下意识的结果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骇之色 秦师弟 我 有本圣在 你怕什么 三日 只要三日 本圣便让你突破出窍七大圆满 至于能不能突破合体七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秦小天看到展天为难的神色 冲着展天伸出了三根手指头道 这话出口 别说是展天惊呆了 就是金鸾子和一杆大佬 也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速度 三日就要早就 一位出窍七大圆满的弟子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 先不说秦小天能够炼制霹雳乾坤丹 可以让人在出窍七的时候 连升三级 就说 让展天如何突破出窍七的桎 那就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 毕竟 展天只是元英七后七的修为 宗主 这阵仗该撤了吧 毕竟本圣也不需要 当然了 你不要觉得心里不爽 本圣自从进入金鸾宗以来 你就在算计本圣 本圣还不爽呢 秦小天直接喊了一声 跟着与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直接朝着山门走去 一时间 众人立刻让开了一条路 秦小天三人穿过了人群 直奔耀风而去 对了 让云天来见我 展天三日之时 到耀风等待 在秦小天离去之前 喊出了这样一句话来 人群之中的一位老头 立刻低骂一声 该死的秦小天 你这样做 让老朽还有何颜面 这老头不是被人 却是屁颠屁颠 满脸笑容的 跟在了秦小天身后 师兄 咱们金鸾宗 还是你说的算吗 看到秦小天离去 那坠月等人 立刻露出一副苦笑又疑惑的神色 对着金鸾子问道 金鸾子一阵无语 可终究还是金鸾宗的话是人 谁对金鸾宗有利 我们金鸾宗就听谁的 毕竟现在的修仙界 已经不是当年的修仙界了 金鸾子话音落地 脚下一点 直接踏空而去 门下弟子看到 也都各自散去 可是他们的心中 却是对秦小天又爱又恨 他们爱的是秦小天救了他们的命 他们恨的是 秦小天做人实在是太嚣张了 可是 他们又能怎么办 连宗主都不敢对秦小天做什么 他们身为弟子 又能做什么 还是敲摸地待着 免得被秦小天针对吧 至于秦小天 回到了耀风 稍微修整一番之后 便准备练丹 看到云天长老 早就等在了门外 秦小天投去了一个 你很知趣的眼神 让云天长老一阵富费 圣尊 我们接下来要练制什么灵丹 还是霹雳乾坤丹吗 弟子在圣尊去试炼之后 尝试了好多次 都无法练成 还请圣尊指点 没办法 在云天长老的眼中 秦小天就是单道意图的大佬 是他需要虚心请教的人 哪怕在金丸宗自己的辈分 要比秦小天高 此刻也是以晚辈的身份来请教 云天啊 你若是用心的话 岂会练制不成 秦小天只是给云天长老 丢下这句话 便迈步离开 直奔要员而去 亲自采摘了一些灵药之后 将此工作交给了金胖子和妖月 圣尊 这些灵药 并非是炼制霹雳乾坤丹的灵药啊 云天长老看到秦小天采摘的灵药 并非是霹雳乾坤丹的灵药 立刻开口询问 毕竟身为丹师 还是二品的丹师 若是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那还怎么混 算你还用心 本圣接下来要炼制的灵丹 来是玉衡造化丹 撕 可以让原音七修士 感悟出窍七智骨的玉衡造化丹 听到秦小天的话 云天长老直接惊呼一声 实在是这玉衡造化丹太有名气了 甚至这名气比起霹雳乾坤丹还要高 因为这玉衡造化丹 不但可以让原音七的修士 感悟出窍七的智骨 更是在感悟之下 可以一举突破出窍七 当然了 这玉衡造化丹也是有前提的 那是吞服的原音七修士 能够感悟到出窍七的智骨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饶事如此 云天长老心中也是充满了震撼 对秦小天的敬佩之心更加强烈 毕竟这玉衡造化丹 就算是演乐宗想要炼制出来 也是非常困难 可惜 这玉衡造化丹和霹雳乾坤丹 一人一声只能使用一次 否则 狗屁 那都是故意传给你们穷人听的 听到云天长老的话 秦小天直接口报粗口 这让云天长老直接惊呆了 在这修仙界流传了这样的一种传说 传闻之中 许多灵丹妙药的使用次数 那都是有限的 就比如霹雳乾坤丹 说是只能在初窍期使用一次 比如这玉衡造化丹 再能在原因期的时候使用一次 可是 事实上真的是只能使用一次吗 狗屁 只要拥有这些灵丹 别说一次 就是十次 百次 那都是可以的 可是 这些极品的灵丹 世间太少见了 就算是拥有 那也是一枚两枚 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这世间流传了这样的传说 难道 这些灵丹可以无限使用不成 这可都是如同神言一般的存在 云天长老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的神色 他不相信 横骨流传下来的传闻会是假的 是不是 你待会就知道了 秦小天露出一副兴趣之色 看了一眼云天长老道 今日 就有本圣 来打破这些无知的谣言 让你知道 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创造神的男人 死 云天长老倒吸一口冷气 实在是秦小天的话 太让人震撼了 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创造神的男人 秦小天是说 自己便是那创造神的男人吗 云天长老心中涌起了万丈巨浪 虽然自己不承认 秦小天是创造神的男人 可是秦小天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发什么呆 祭出丹炉 准备炼制玉衡造化丹了 看到云天长老满是崇拜眼神的盯着自己 秦小天咧嘴一笑 将云天长老从那震撼当中喊醒 云天长老立刻祭出丹炉 开始在秦小天的指点之下 炼化玉衡造化丹的灵药 一阵阵药香不断地从丹炉之中飘出 烂宁而不散的丹云 让这要风之上充满了一丝仙境的色彩 云天长老连大气都不敢出 眼睛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秦小天的手法 甚至秦小天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呼吸 云天长老都没有错过 浩强 恐怕这秦小天在丹道之上的造诣 圣天大路无人能及啊 看来秦小天真的是丹圣转世 否则哪里会有这么深的造诣 甚至还这么年轻 云天长老心中不断地喃喃着 可是秦小天在宁丹之时 却是低贺一声 云天心无杂念乃是丹道的根本 你这样总是心无旁骛 本身还怎么炼制极品的玉衡造化丹 弟子之 碰碰碰碰碰 就在云天知错之时 在那丹炉之中立刻传来一阵暴烈的声音 这让云天长老心中一惊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之色 废丹了 很明显 这暴烈的声音就是废丹的声音 可是让云天长老疑惑的是 这丹都废了 秦小天为什么还在不断地打出丹城的法诀 云天 你真的不适合炼丹 若不是本圣转世之后的修为不足 非要一脚将你踹飞不可 秦小天低骂一声 跟着那丹城的法诀朝着丹炉一指 口中也是高呼一声 丹城 嗡 一道嗡鸣声从那丹炉之中传来 这让云天长老直接就惊呆了 脸上布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明明都已经是废丹了 为什么还能够承担 云天长老盯着那丹城之后 才会出现的丹香和丹云 整个人都当机了 实在是秦小天的炼丹手段 完全推翻了他以往的认知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呀 秦小天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云天长老道 这句话说的云天长老无地自容 想想自己都已经一万多岁了 居然被一个二三十岁的小娃子 说自己年轻 年轻不说 还是太年轻 这让自己情何以堪啊 弟子之错 不过 单道意图 打者为师 秦小天既然拥有如此单道的底蕴 云天长老自然不会得罪秦小天 希望吧 本圣总是觉得你 连小黑都不如 小黑是谁 汪汪汪 就在云天长老询问小黑是谁的时候 小黑一阵狂吠 而且那神色之中明显带着一丝不满 仿佛在说 自己乃是鲜兽麒麟种 区区一个云天长老 怎么能够跟自己比 然而云天长老看到小黑的时候 面色立刻变得战红无比 甚至那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双拳更是紧握 那关节都在泛白 我尼玛 这是在说老朽连狗都不如吗 云天长老恨不得找块豆腐 直接撞死算了 哪里有这样讽刺人的 小黑怪 本圣知道他不如你 就在云天长老想要一头撞死的时候 秦小天却是摸了摸小黑的脑袋 对着小黑说道 这让云天长老直接猛圈了 圣尊 你太无耻了 明知弟子不如小黑 你还不多多传授弟子单道 就知道在那里讽刺弟子 啊 云天长老的话 让秦小天愣了一下 跟着就看到秦小天露出一副赞许之色 盯着云天长老 云天 你倒是有一点比小黑强 哦 云天长老面色一喜 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被秦小天夸奖 脸皮啊 你们的脸皮比小黑厚多了 噗 云天长老直接喷血三生 差点就去见了十八倍祖宗 开炉 不过当秦小天喊出开炉二字的时候 云天长老立刻来了精神 一抹嘴角的鲜血 一个鲤鱼打挺 直接跃起 掀开了那丹炉盖子 噼里啪啦 一时间 一阵暴斗的声音传来 在那丹炉之中 足有三枚玉横造化丹乱蹦着 看得云天长老一阵惊骇 圣尊 真的成丹了 还是上品的玉横造化丹 三枚 三枚啊 云天长老惊骇之余 心中更是涌起了万丈巨浪 明明就是一炉废丹 愣是被秦小天炼成了 还是三枚上品 唉 若不是你心不在焉 恐怕这一炉应该成就极拼五枚 秦小天叹息一声 让一旁新潮澎湃的云天长老 直接无语了 感情这丹成了 自己还要挨训呢 罢了罢了 三枚玉横造化丹 应该可以让展天突破出窍期了 秦小天再次叹息一声 这让云天长老一阵惊愕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秦小天真的要打破传统 让展天服用三枚玉横造化丹 还傻站着干嘛 准备炼制第二炉 这次再被你炼废了 小心本身把你当灵丹给炼了 秦小天看到傻站着的云天长老 立刻嘀喝一声 这让云天长老直翻白眼 很想甩手不干了 可是 想到秦小天在丹到意图上的造诣 云天长老还是露出恭维之色 开始炼制第二炉 当然了 这一炉炼制的乃是霹雳乾坤丹 因为金胖子 还没有将秦小天需要的灵药采摘过来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就是三日的时间 这三日 秦小天足足炼制了六炉玉横造化丹 和十炉霹雳乾坤丹 玉横造化丹 足有三十一枚 除了第一炉是上品的之外 其余的都是极品 甚至还有三枚人品 这让云天长老一阵无语 敢听秦小天教训自己 还教训对了 第一炉没有出现极品的 都是因为自己心不在焉 至于霹雳乾坤丹 十炉确实炼制出了一百三十多枚 将三十多枚人品的留下 剩下的一百枚装好 准备交给金鸾子 跟着就看到 秦小天找来了 那早早就等在了要风外面的展天 展天看到秦小天 立刻露出敬佩之色 可是更多的却是期待 可以说 自从秦小天跟他说了那番话 展天是修炼 也没有心思了 吃饭也没有心思了 更别提睡觉了 秦师弟 若是为难 为凶不突破也行的 看到秦小天的神色很是为难 展天的心微微一颤 露出一副苦涩的笑容道 展天 你说啥呢 然而 秦小天却是眉头一簇 瞪了眼展天 这才继续说道 本圣在为难 你这修为 要是一不小心突破到了合体气 那让你的师尊金鸾子 情何以堪啊 秦小天 你不吹牛皮 是不是就不能上天了 就在秦小天的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不满的声音 传入了秦小天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 金鸾子带着坠月四人 来到了要风之上 而秦小天 却是露出一副剑刺子的样子 昂首挺胸 邪腻金鸾子等人道 要 这不是金鸾子吗 在本圣的耀风外面 足足待了三十六个时辰 也不怕的风寒 金鸾子一个亮枪 差点栽了一个跟头 没错 他们五个人 正是在耀风的外面 待了三天三夜 可以说 秦小天从回到耀风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一直盯着秦小天 本以为自己做的十分隐蔽 没有想到 这个秦小天早就发现了 开开 本宗不知道你说什么 现在本宗不过是来验证 你所谓的三日造神计划 金鸾子 你们五个人加起来 都快有十万岁了吧 咱能不搞笑吗 听到金鸾子的话 秦小天直接反驳了一句 金鸾子面色一黑 还不等他说话 秦小天立刻抢言道 造神需要本圣亲自出手吗 云天小儿代表本圣就可以了 秦小天的话音落地 金鸾子五人 集体看向了云天长老 吓得云天长老一阵哆嗦 那个啥 回禀宗主 圣尊他老人家 已经将灵丹交给弟子了 好家伙 在这上万岁的云天长老口中 区区几十岁的秦小天 金鸾子五人一阵无语 他们见过嚣张的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秦小天这么嚣张的 秦小天简直就是 嚣张加无耻啊 好 那金日本宗就亲自验证 你是如何造神的 金鸾子也不想耽误 秦小天造神 毕竟展天若是修为突破 对于他们来说 在未来的大战之时 会有很大的好处 展天上前 云天长老高呼一声 展天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 云天长老直接丢给展天 一枚玉横造化丹 一股惊人的丹香 瞬间充斥着这方空间 别说是展天了 就是云天长老和金鸾子五人 也是位置一阵 嘶 玉横造化丹 金鸾子五人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虽然之前就听到 秦小天和云天长老 谈起着玉横造化丹 可是亲眼看到 又是另外一幅情景 激动的毛线 赶紧服用 一旁的金胖子 看到展天有些激动 一脚踹在了展天的屁股上 展天虽然被踹得 翻了一个跟头 可并没有生气 反而就是坐在了地上 直接将这玉横造化丹吞服 不得不说 展天能够成为宗主弟子 成为所有弟子的大师兄 那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其服用了玉横造化丹 也就是片刻时间 就感受到了 那出窍期的稚骨 甚至展天都没有准备突破 在那玉横造化丹的作用之下 那出窍期的稚骨 瞬间爆裂 不 一道清脆的碎裂声传来 一股惊人的气息 在展天的身上爆发而出 周围的灵气 如同遇到穷精吸水一般 不断地灌入了展天的身体之中 能够看到 展天的身躯微微一颤 一道强大的神魂散发而出 跟着不断凝聚 在其体内化成了一道小人 这小人从展天的眉心钻出 带着一股新奇之意 望着四周 这正是出窍期的特点 可以进神魂凝聚成形 化成元神 以此来攻击对手 只不过 出窍期的形成的神魂太弱了 需要很长时间的酝氧 才能够作为攻击手段 看到展天如此轻易地突破出窍期 金鸾子等人皆都激动不已 一个个眼中充满了惊喜之色 但是他们不敢打扰展天 足足过去了半刻钟 展天的这道神魂才回归身体 人也行转过来 展天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朝着秦小天恭敬一拜 行了 不需要对我做这些 这是你应得的 秦小天说了一声 跟着看向了金鸾子 金鸾子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不得不承认 秦小天真的是金鸾宗的福星 金鸾子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至于想让谁突破 那就看你自己的意思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伸手一挥 转身朝着房间内走去 很明显 秦小天已经下了逐客令 金鸾子看到 很想说什么 但是却没有说 只是带着众人 朝着秦小天恭敬一拜 因为秦小天值得他这一拜 很快 金鸾子等人离去 也就是不长时间 就听到一阵阵冲天的嘶吼声 当然了 这一切都与秦小天无关了 此刻的秦小天回到了房间之后 拿出了几枚巨鹰丹 丢给了妖月 又拿出了许多霹雳乾坤丹 交给了金胖子 如今的他们 也该到了突破的时候了 毕竟距离他们离开金鸾宗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这一夜的时间 妖月终于突破原因期 凝聚了原因 非但如此 在秦小天临丹的催涨之下 更是达到了原因期大圆满 金胖子虽然没有突破的迹象 可是金胖子的底蕴更加强大了 至于能够与什么样的高手对抗 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一句话 凡是跟秦小天挂上边的人 街都冲天起 得到了无尽的好处 至于秦小天 这一夜的时间都在进雾 尤其是那悬脉 更是在不断的巩固 一时间 秦小天在房间之中闭门不出 足足十八日的时间 大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不会是金鸾子等人 半夜偷袭了大哥吧 大哥不会因为那两位大佬的事情 想不开吧 不就是被人霸王硬上宫了吗 妖爷想要人霸王硬上宫 还没有人上呢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在秦小天的门外 足足守了十八日的时间 那话语说的是越来越不堪入耳 秦小天在清醒的时候 虽然很想出来教训一下二人 不过还是因为要突破金丹七 并没有出手 寻常的金丹七 秦小天轻轻松松就会突破 可是秦小天需要突破的是完美金丹七 如今的他一直在酝酿 当一道高亢的龙音声 在秦小天体内传出的时候 秦小天嘴角微微一翘 因为在这龙音声传出之时 又是一道高亢的龙音声传来 若是有人能够看到秦小天体内的话 一定会发现 秦小天的体内 不但有一条成型的苍龙 居然又出现了一条玄脉 甚至另外一条玄脉 已经有了一丝化龙的迹象 正是因为这第二条玄脉的出现 让秦小天有了突破完美金丹七的资本 可是 这样秦小天就会满足了吗 距离四宗厮杀的日子 还有很长的时间 当四宗彻底绝出胜负的时候 才是自己离去的时刻 一个月 半年 一年 一年半 两年 两年半 这一日 乃是满月之日 那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之上 圆月挂高空 清风斧春流 只见在那耀风之上 传来了一道两道高亢的龙鸣声 仿佛有两条苍龙 在这一刻冲天气 直奔那圆月而去 不但如此 更有一道身影 紧随着那两条苍龙冲天气 不消片刻 就进入了那圆月之中 顷刻间 有金光万丈 更有大道在轰鸣 这漆黑的夜 被那金光照得漫天霞光 仿佛有人要飞升仙界一般 我尼玛 大哥不就是突破金丹七吗 至于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吗 是啊 又是龙的 又是金光 还有大道轰鸣 这哪里是突破金丹七 简直就是成仙得道啊 然而 一股金人的气息 从那金色的圆月之中爆发而出 甚至这苍穹都为之一阵 一时间 有金人的黑云碾压而来 铺天盖地 瞬间就弥漫了苍穹之上 不但是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就是整个金鸾宗的人 包括金鸾子 都在关注这样一切 当金鸾子看到这铺天盖地的黑云 面色陡然大变 这是 完美金丹节 不好 大家快撤出金丹节的范围 什么玩意儿 突破个金丹七 还需要杜节 听到金鸾子的惊呼声 那要封之上的金胖子 和妖月二人 露出了一副傻眼的神色 不就是突破一个金丹七吗 至于杜节吗 是 寻常的金丹七 不需要杜节 可是秦小天突破的 乃是完美金丹七 甚至这一刻 只有秦小天知道 自己突破的 也并非是完美金丹七 而是超级完美金丹七 原本秦小天拥有一条 苍龙玄脉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突破完美金丹七 可是秦小天心中 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 既然上天让自己重生 那自己只是一路走出完美 这一世重生又有何用 所以秦小天要走出的 不但是完美 而是超越完美 就好似筑基期的时候 能够达到九个基台 已经是完美筑基了 可是秦小天愣是达到了十个基台 让其走出了超越完美之境 如今 这金丹七 秦小天也要走出超越完美之境 这才用了三年的时间 再次修炼出了一条苍龙玄脉 正是因为这一条苍龙玄脉 才让秦小天超越了完美 达到了超级完美金丹七 这才引来了超级完美金丹七的天节 站在那圆月之下 秦小天俯瞰众生 虽然被那黑云笼罩 可是秦小天全身都散发出一股 屁腻天下之威 下一刻 秦小天身形一闪 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瞬息千里 脱离了金丹宗的范围 而那天节也随着秦小天而去 这个秦小天 重情重义 就是有些 金丹子看到秦小天离去 很明显秦小天是担心 这天节会波及到金丹宗的人 这能够看出来 秦小天是重情重义的人 金丹宗就是觉得 秦小天有些太无耻 太奸诈 太嚣张 太跋扈了 不过 金丹子却是在花音落地之时 身形一闪 直奔秦小天的方向而去 甚至坠月和离火太上等人 也都紧紧跟随 很快 秦小天来到了五千里之外 悬浮在了苍穹之上 望着那黑云之上 已经出现的雷霆 那雷霆在黑云之上 不断地跳跃着 将这漆黑的夜都给照亮 甚至那雷霆不断地跳跃 全部朝着秦小天这边汇聚而来 劈喀轰 一道道金雷不断地传来 在那黑云之上 呈现出一道道惊人的裂缝 这裂缝如同苍穹裂开了一道缝隙一般 十分惊人 十分震撼 苍穹之上 唯独有秦小天一人在处理 望着那头顶的天节 脸上没有丝毫的句色 来吧 让本尊看看 这修仙界的天节 是否与仙界一个档次 秦小天的脸上露出一副轻松之色 虽然这话语 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 可是这天节仿佛听到了一般 裂开的缝隙之中 降下一道劫雷 劈喀轰 来得好 秦小天口中高呼一声 但是并没有任何举动 只是站在那劫雷之下 望着那从天而降的劫雷 死 秦小天 你做什么 快点抵抗啊 此刻 刚好金鸾子五人赶来 看到秦小天居然要硬抗劫雷 立刻惊呼一声 饶势如此 他们也没有进入劫雷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自己进入了秦小天的劫雷范围之内 那这天节必然升级 先不说秦小天能不能扛得住 最起码 自己五人就要死在天节之下 然而 秦小天并没有听金鸾子的劝阻 只是站在等待那劫雷的降临 劈喀轰 瞬间 那劫雷直接劈在了秦小天的头顶 从秦小天的头顶 直接劈到了脚底板 一时间 在秦小天的身上布满了雷霆 那雷狐不断地跳跃 想要将秦小天击杀 可是却无能为力 最后消散 这个秦小天 难道真的是先人转世不成 金鸾子看到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虽然他没有见过天节是什么样子 可是 这天节他 却是听多了 从来不曾有人敢硬抗劫雷 而秦小天 却没有施展任何手段 单纯以着身体 硬抗了这天节的劫雷 太恐怖了吧 这个秦小天还是人吗 就是坠月和离火太上等人 也是满来惊骇之色 从来没有想到 秦小天会如此强大 还行 威力一般般 然而 此刻秦小天平淡的声音 却是传入了金鸾子等人的耳中 那平淡的话语 仿佛在说 这天节真的一般般 简直就是搜一贼啊 破 金鸾子等人 差点喷出三声老血 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人 简直无法想象 师兄 是我们多虑了吗 不 不是我们多虑了 一定是我们眼瞎了 大爷的 老朽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嚣张狂妄的人 难道这天节 真的没有任何威力不成 一时间 金鸾子五人都觉得自己 没有必要跟过来 这个秦小天 简直就是一个妖孽 暂时先为秦小天护法吧 金鸾子应了一声 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为秦小天护法 劈喀哄 在那劫云之中 一道道雷霆不断的乍响 一连两道劫雷 冲那劫云之中降落 直奔秦小天的头顶而来 金鸾子五人都露出了 惊骇之色 可是秦小天却好似 没事人一般 再次硬扛着劫雷 吱吱吱吱吱吱 那批在秦小天 头顶的两道劫雷 立刻画成了一道道 惊人的雷弧 不断地在秦小天 身体之上跳跃着 爽 爽啊 继续 秦小天更是高呼一声 满脸酸爽的神色 在这三道劫雷的轰击之下 秦小天体内的杂志 正在不断地去除 没错 秦小天就是借助 这天结的劫雷 正在淬炼自己的肉身 哪怕自己拥有至尊仙骨 哪怕自己已经服用过 法骨洗嘴丹 可是 在体内的杂志 并非那么容易去除的 而这劫雷 便是最好的淬炼之物 可以让自己的肉身 再次得到淬炼提升 皮卡轰 这天结仿佛被秦小天的样子 给激怒了 那劫云之中的雷霆 不断地乍响 寝刻间 就有六道劫雷 从天而降 不但如此 那六道劫雷 在临近秦小天的头顶之时 居然凝聚在了一起 化成了一道手臂粗的劫雷 直接轰来 嘶 秦小天 快躲 看到这手臂粗的劫雷 金鸾子五人 彻底地被惊害到了 这要是劈在人的身上 还不把人给劈成渣子 可是 秦小天却是露出一副泰然之色 看了一眼金鸾子五人 跟着仰望苍穹 盯着那劈向自己头顶的劫雷 猛地咧嘴一笑 哼 来啊 让劫雷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咔嚓 瞬间 那手臂粗的劫雷 直接轰在了秦小天的头顶 哪怕是秦小天身体素质再好 此刻也是被轰得全身颤抖 秦小天 李火太上看到 立刻就要冲进去 可是却被金鸾子一把抓住 不要轻举妄动 没看到秦小天 连皮毛都没有损坏吗 金鸾子喊了一声 果然 秦小天虽然被轰得全身颤抖 可是却没有出现任何伤势 甚至连皮毛都没有损坏 那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猛然间 在秦小天承受了这一道惊人的劫雷之后 立刻仰天长笑 下一刻 秦小天居然冲天起 一拳朝着那劫云砸了过去 咔嚓 咔嚓 哄 那天劫可能没有想到 秦小天居然敢与自己对抗 甚至还对自己动手 匆忙之中 直接降下了一片劫雷 我尼玛 外围的金鸾子等人看到 也是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这一片劫雷足有数十道 如同瀑布一般 从那劫云之中降落 这尼玛还是三九小天劫吗 金鸾子口中再次惊呼一声 原本他们认为 秦小天的金丹劫是三九小天劫 可是现在看来 最差也是六九中天劫啊 三九小天劫一共会降下二十七道劫雷 六九中天劫则是五十四道劫雷 九九大天劫则是八十一道劫雷 虽然他们不曾见过天劫 可是却从书中见过 因为杜劫期迎接的便是天劫 眼前这一片劫雷 何止三十道 恐怕足有四五十道 也就是说 秦小天的金丹劫恐怕是六九中天劫 来得好 然而 秦小天却没有任何惧色 口中大吼一声 居然收了拳头 将自己的身体迎了上去 大爷的 这个秦小天疯了吗 这么多的劫雷 直接用身体去抗 这是找死吗 金鸾子五人根本没有想到 秦小天会如此行径 这简直就跟找死没有什么区别啊 然而 秦小天身至这片劫雷之中时 金鸾子五人再次惊呆了 不可能 就算是杜劫期的强者 也不敢这么硬抗劫雷啊 硬抗劫雷不是关键所在 关键所在 是这个秦小天是妖孽吧 居然没有任何伤势 只见 此刻身至劫雷之中的秦小天 全身金光大方 不断地接受那劫雷的洗礼 仿佛这劫雷在秦小天面前 就是来增加自己底蕴之物 非但如此 金鸾子五人仿佛看到了一尊仙影 在那仙影的呈现之下 这些劫雷瞬间变得乖巧起来 只是围着秦小天的身体 不断地淬炼秦小天的肉身和根骨 皮卡轰 甚至在那数十道劫雷消失的时候 又是数十道劫雷降临 再次将秦小天的身体笼罩 将秦小天身体之中的杂质 彻底去除干净 果真是九九大天节 天哪 金鸾子五人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这一刻 他们的脑袋直接荡击 除了茫然的盯着面前的画面 没有任何的思绪 算你有功 退去吧 就在那九九八十一道劫雷彻底降临之后 秦小天伸手一挥 口中低音一声 仿佛这话语就是法指一般 那天节居然真的在消散 四 金口玉牙 看来这个秦小天 真的是仙人转世了 否则 哪里会有这样的威能 金鸾子五人面带惊骇之色 口中喃喃一声 跟着就看到那节云不断地消散 那圆月再次呈现在了苍穹之上 将这无尽的黑夜 带来了一丝光明 金鸾子 走吧 这时 秦小天身形一闪 来到了金鸾子面前 面带笑容 对着金鸾子说道 是 金鸾子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就仿佛是晚辈见到了长辈一般 这让秦小天面露满意之色 四宗一战 本圣就不管了 一切就看你们自己得了 今晚回去 给本圣写一封推荐信 本圣要去演月宗 遵命 金鸾子再次应了一声 完全就是一副属下的姿态 实在是秦小天刚才展现的一切 太过于惊骇 不单单是金鸾子 就是坠月和离火太上四人 也真的相信了 秦小天是仙人转世 很快 金鸾子五人随着秦小天回到了金鸾宗 金鸾子也恭敬地送上了推荐信 不需要献写 因为这推荐信早就被金鸾子写好了 当然了 秦小天也不是绝情之人 当才金鸾子五人能够在自己渡劫的范围之外 为自己护法 就足以让秦小天为他们做些什么 所以 秦小天留给了他们一部心法和三种道法 这心法和道法都是仙法 仙术 只不过被秦小天简化了而已 让他们可以施展 金鸾宗五人如获至宝 因为这心法和道法 真的很强大 足以让他们受用一生 转眼就是一夜的时间 当那娇阳慢慢地爬上了山坡 秦小天在金鸾子五人的恭送之下 要离去之时 那负责守山的弟子 急匆匆地赶来 更是惊呼一声 宗主 不好了 三宗来戏 死 来得这么早 金鸾子惊呼一声 没有想到三宗的攻击来得这么早 按照他的推断 最起码还要五天的时间 有意思 这是对本圣的最后考验吗 然而 秦小天却是抬眼望着苍穹 仿佛在看着什么一般 口中喃喃一声 本圣原本想要悄悄地离去 你偏让本圣大放异彩 那就真的不能怪本圣屠戮三宗弟子了 秦小天话音落地 立刻画成了一道金光 带着一股风雷电掣之感 冲向了金鸾宗的山门外 金胖子和妖月紧随其后 没有任何的话语 对于他们来说 秦小天就是他们的标杆 金鸾子五人也是对望一眼 立刻集结金鸾宗弟子 准备迎战三宗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秦小天就来到了山门外 果然 在那远处有数到金人的宝器横空 在那宝器之上 有三宗弟子 正怒气冲冲 奔向了这里 秦小天看到 嘴角微微一翘 双手不断的掐绝 朝着那三宗横空的宝器一点 哼 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本圣面前横空 都给本圣下来吧 劈喀轰 就在秦小天话音落地之时 随着秦小天的手指一点 树到金雷从秦小天的手指之中飞出 直接披在了那三宗宝器横空之处 嘴 不好 是晋空 下一刻 就听到三宗的几位大佬惊呼一声 纷纷从那宝器之上飞出 朝着下方坠落而去 刚好这一幕 被赶来的金鸾子等人看到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盯着那傲然与天地之上的秦小天 一指而已 居然就施展了晋空之力 尤其是那树到雷霆 在他们眼中觉得那么熟悉 就好似是昨晚的劫雷 这雷霆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好像是昨天的劫雷啊 不是吧 昨天的劫雷难道被秦小天收服了 金鸾子五人心中涌起了万丈巨浪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昨天秦小天的金丹节 不但以大姿态度过 就连这劫雷都被收服 甚至金鸾子五人已经感受到 在那前方布满的净空之力 寻常修饰 已经无法在这苍穹飞行 很明显 秦小天这一指 不但将三宗的人逼迫地降落下来 更是让之后的战斗只能在低空进行 金鸾子 受死 今日 金鸾宗毕灭 就在此刻 数道怒吼声传入了金鸾子等人的耳朵 跟着就看到三宗的几位大佬 已经冲到了金鸾子等人的面前 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双眼赤红 那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拍死金鸾子 齐天子 千云子 天极子 金鸾子看到面前的三人 脸上同样露出一副愤怒之色 口中一一喊出了他们的名号 想要灭我金鸾宗 你们真的不够资格 金鸾子 死到临头 还如此猖狂 今日就让你亲眼见到金鸾宗的灭亡 听到金鸾子的话 齐天子立刻怒吼一声 没错 来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也是金鸾宗的忌日 那千云子同样怒吼一声 跟着就看到千云子伸手一挥 身后的弟子 立刻朝着金鸾宗进攻而来 不要跟他废话 直接灭了金鸾宗 千云子再次嘀吼一声 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若是不能拿下金鸾宗 那等待他们的 就是灭亡 给我杀 今日不是金鸾宗灭亡 就是我们毁灭 那天吉子也是怒吼一声 带着门下弟子 疯狂地朝着金鸾宗杀来 千云子交给本宗 金鸾子嘀吼一声 直接迎向了千云子 因为三宗之中 千云子最强 金鸾子 就算你来 下场也只有一个 死 千云子满脸都是猙獰之色 他不但是三宗最强 更是四宗最强 比起金鸾子 还高了一个小境界 达到了合体七中七 天吉子老夫来应对 坠月此刻也是大吼一声 冲向了天吉子 这三年的时间 不单单是展天 有了十足的长径 就是四位长座 也在霹雳乾坤丹的作用之下 突破到了合体七 哼 就凭你也敢挑战我们宗主 坠月 你还不配 这时 在天吉子身边冲出一人 正是天吉宗的一位大佬 不过 当其冲到了坠月面前时 却是面色一惊 嘶 坠月 你居然突破到了合体七 天六子 现在才发现 完了 坠月脸上露出一副争鸣之色 本着速战速决的想法 双手掐掘 直接施展了秦晓天 传授的一种法术 劫我一招 仙人直落 坠月大吼一声 那掐掘的双手 朝着天六子猛的一指 一股澎湃的灵力 瞬间从其体内爆发而出 画成了一根巨大的手指 这手指带着一股无间不摧之力 更有一股惊人的威压 锁定了那天六子 猛地朝着天六子点了过去 这是什么道法 天六子大惊 原本感受到 坠月是合体七的修为 就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心 现在坠月施展的法术 更是惊人 让他有一种要被碾压的感觉 六子 快退 天机子看到 立刻冲上去 想要解救天六子 可是京都却是嘀吼一声 直接出手阻拦天机子 天机子 你的对手是我 接我一招 仙人指路 京都拦在了天机子面前 同样施展了仙人指路 那惊人的手指幻化而出 带着一股呼啸之力 朝着天机子点去 天机子大惊 不可能 京都子 你居然也突破合体了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京都怒吼一声 那仙人指路所化的手指 已经临近了天机子 天机子哪里还敢营救天六子 只能回身自救 不 就在此刻 那天六子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 跟着就看到那坠月 施展的仙人指路所化的手指 直接点在了天六子的身上 咕哧 天六子在这手指的碾压之下 瞬间爆裂开来 那烟红的血雨直接散落了天地 将这天地都给染红 不但如此 在天六子的身体爆裂之时 那手指根本没有消失 直接将天六子的原因碾碎 就连那神魂都没有逃脱 可怜 堂堂天机宗的一位出窍欺强者 就这样死在了自己预判错误之下 该死 他们怎么都突破合体期了 千云子这边也是发现了金鸾宗的变故 口中惊呼一声 想要帮忙 却是被金鸾子缠住 千云子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今日便是你们三宗灭亡之时 我去你 老了 千云子大骂一声 再次与金鸾子厮杀在一起 而此刻 齐天宗的齐天子 分身有数 不断地穿梭在金鸾宗的弟子当中 专门挑那些原因期的弟子下手 可惜 齐天子的所作所为 早就被魂天给盯上了 就在齐天子要袭杀金鸾宗的一位原因期张老大的时候 魂天瞬间挡在了齐天子的面子 齐天子 身为齐天宗的宗主 合体期的强者 这么偷袭一位原因期的晚辈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魂天 你也突破合体期了 感受到魂天身上散发出的合体期的气息 齐天子的脸上露出一副惊讶之色 他没有想到 魂天居然也突破了 下意识的 齐天子看向了离火太上 当感受到离火天上身上 同样散发出合体期的气息时 齐天子虎驱猛的一阵 该死 齐天子低骂一声 二话不说 掉头就逃 根本不与魂天对战 毕竟金鸾宗的合体期强者太多了 足有五人 这根本不是他们三个人能够立敌的 与其自己被杀 不如自己逃走 或许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至于自己的齐天宗 自己老命都要不保了 还会在乎自己的齐天宗吗 齐天子 哪里逃 魂天仿佛看出了齐天子的意思 立刻怒吼一声 朝着齐天子追杀而去 离火 辅助魂天 击杀齐天子 一直在观望的秦晓天 此刻高呼一声 别看秦晓天一直没有出手 在那天的高呼之下 李火太上立刻追向了齐天子 给我拦住他 齐天子却是大吼一声 让自己宗门的人拦住李火太上 很快就有数人拦住了李火太上 不过一道身影 却是提前代替李火太上挡了下来 哼 你们也配当我们李火长座的对手 一道冷哼声 从这人口中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齐天宗的几个人面色一惊 展天 是你 你什么时候突破合体期了 该死啊 金鸾宗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有人暗中服侍不成 面对展天的几个人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他们没有想到 连金鸾宗的小辈第一人 居然也突破到了合体期出去 要知道 三年前这个展天 不过是原因期大圆满的修为而已 三年后 修为居然比他们还高 这如何不让他们感到心惊 感到震撼 若是没有人扶持的话 金鸾宗岂能如此起飞 当然了 在他们的心中 就算猜到有人扶持 也会认为是掩月宗 绝对没有想到是秦晓天 听到他们的话 展天的脸上露出一副不屑之色道 这说明 你们三宗已经走到尽头了 花音落地 展天双手掐绝 朝着面前的几人一按 一股澎湃的灵力 瞬间从其体内爆发而出 形成了一尊方印 这方印虽然是虚幻的 可是却带着一股万钧之力 仿佛是真实存在的一般 瞬间就朝着这几个人碾压而去 接我一招 方天大印 展天口中低吼一声 那虚幻的方天大印 瞬间压在了他们的头顶 一时间将他们碾压的崩溃开来 扑扑扑扑 他们的身体瞬间爆裂 化成了一蓬蓬烟红的血污 在那方天大印的碾压之下 他们没有任何的还手机会 就被碾压的生死盗销 形神俱灭 这方天大印 正是秦晓天传授他们的第二种仙法 演变来的道法 其威力如何 可想而知 而此刻 那追击齐天子的魂天羽 离火太上 也是将齐天子围困 此刻正在大战 那齐天子节节败退 明显有了不知的迹象 斩天在击杀了 这齐天宗的几个人之后 也是加入其中 两个人围攻 齐天子就迫于应付 再加上斩天 齐天子更是无能为力 秦鸾宗 我不服 演叶宗 我不服 很快 齐天子就发出一道不甘的嘶吼 死在了魂天的一掌之下 很显然 在齐天子看来 正是演叶宗扶持了秦鸾宗 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看到齐天子死去 千云子和天极子心中惊骇万分 哪里还有心思在战 而金鸾子看出二人的巨异 立刻怒吼一声 千云子 天极子 还不臣服 否则下一个 就是你们俩 金鸾子 我 臣服 所有人听到千云子和天极子 臣服的话都停了下来 毕竟再杀下去 也是无用 因为金鸾宗胜了 而这一刻 秦小天脚下轻轻一点 那身体如同一条苍龙一般 冲天起 来到了一处云朵之上 露出一副高傲之色 前辈 镇压他们 你觉得需要本圣出手吗 你居然知道 老身在这里 当秦小天的话音落地 在那云朵之上 传来了一道老玉的声音 跟着就看到 一位手持龙头拐杖的老玉 显化而出 这老玉正是掩月宗的人 也是一直在监控四大宗的使者 同样 也是在观察秦小天的人 原本 这老玉看中了四宗的六位弟子 可惜 这六位弟子 在秦小天面前 根本无法掩盖秦小天的光芒 这么说来 你已经知道了 这老玉没有说什么事情 只是询问秦小天 则是咧嘴一笑 本圣乃是仙人转世 自然知晓了 秦小天的话 让这老玉神色一愣 跟着大笑起来 哈哈 好一个仙人转世 希望你这个仙人 能够在掩月宗大放一彩 老玉大笑一声 直接转身离去 这让秦小天神色微微一愣 前辈 你这是 要丢下本圣吗 既然你都是仙人转世了 还需要老神带路吗 限你三日时间 赶到掩月宗 否则哪里凉快 哪里待着去吧 老玉话音落地 直接消失在了秦小天的面前 这让秦小天傻眼了 要知道 之前去过大唐帝国了 可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这还是坐着传送阵 现在让自己三日 赶到掩月宗 自己还玩个屁啊 本圣需要三日吗 一日时间足矣 反正也赶不过去了 能吹一下 就吹一下吧 至于到了掩月宗该如何 到时候 那只能继续吹牛了 很快 秦小天回到了金鸾子的身边 如今三大宗已经归降 成为了金鸾宗的一份子 这对于三大宗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了 金鸾子 你可知道 有没有一日时间 赶到掩月宗的办法 当秦小天将金鸾子叫到了一旁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满脸激动的金鸾子 直接傻眼了 秦小天 你杀了我吧 一日时间赶到掩月宗 恐怕只有杜杰奇的强者 才能够做到 就算是本宗 也需要三日的时间啊 哼 听到金鸾子的话 秦小天直接喷出三声老血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金鸾子去掩月宗 只需要三日时间 早知如此 自己何必在那里吹牛皮 非要一日的时间赶到啊 也难怪那老玉说 要给三日的时间 我哭 金鸾子看到秦小天苦闷的样子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开口道 秦小天 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秦小天一听 有办法做到 立刻露出了惊喜之色 只不过 危险系数太大 毕竟那传送阵太古老了 传送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意外 哦 原来 在大金国 有一座古老的传送阵 可以只见传送到四大帝国的中心 只要进入了中心 便可以坐着其他的传送阵 进入掩月宗 只不过这传送阵 已经荒废许久了 谁也不知道 还好不好用 在什么地方 秦小天可不管那么多 直接询问 那古老传送阵的所在 跟着金鸾子应了一声 便带着秦小天和金胖子三人 直奔传送阵而去 也就是半炷香的时间 一行四人 就来到了金鸾宗后山千里之地 在金鸾子一番寻找之下 终于找到了一座破旧的山洞 噗 这是传送阵 金胖子看到这破旧不堪 满是蜘蛛网 更是布满了厚厚的 足有半尺灰尘的 数十丈大小的传送阵 差点喷出三声老血 只见这被蜘蛛网和灰尘覆盖的传送阵 上面雕刻着十分古朴的花纹 这花纹如同符文一般 给人一种蓝色的感觉 然而 秦小天看到这传送阵的花纹 眼底深处 却是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心中更是暗道一声 乖乖 这破烂的圣天大陆 居然真的有仙人来过 没错 秦小天一眼就看出 这传送阵乃是仙界 才有的传送阵 虽然不是十分的高级 最起码可以让仙人降临 这让秦小天心中疑惑 自己在仙界做了那么多年的先帝 怎么从来不知道 仙界在这破地方 还布置了传送阵 看来 这圣天大陆在许久之前 真的跟仙界有联系 秦小天心中断定 这圣天大陆 有仙人降临过 只不过 自己当时地位太高了 所以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跟着秦小天 就围绕着传送阵查看起来 与此同时 金胖子三人 开始打扫传送阵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这传送阵才打扫干净 胖子 用极品灵石 安放在周围的凹槽之中 此刻的秦小天 吩咐金胖子 安放极品灵石 通过秦小天的勘查 秦小天已经断定 这传送阵 真的可以传送到仙界 说白了 这就是一座双向的传送阵 但是却是那种可控的传送阵 传送到仙界 不过 这传送阵倒是可以使用 而且秦小天相信 这传送阵必然不止一座 嗡 就在金胖子 将极品灵石 全部安放在了凹槽之中 这传送阵 立刻发出一道嗡鸣声 跟着就看到一团光芒呈现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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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这光芒只是呈现了 五个呼吸的时间 便随着一阵碎裂的声音 瞬间消失不见 我去 假的吧 这可是极品灵石 居然只让传送阵 启动了五个呼吸的时间 这还咋传送 金胖子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满脸都是无法置信的神色 就是秦小天 也皱起了眉头 继续放 不过 秦小天继续吩咐金胖子 安放极品灵石 跟着一步踏入了传送阵之中 下一刻 秦小天的面前 出现了一些光点 虽然只有五个呼吸的时间 秦小天却是将那光点的位置 全部映在了脑海之中 跟着在那能量消失之前 再次踏了出来 金鸾子 看看这些都是什么地方 大致地推断一下吧 秦小天将这光点的位置 踏印在了玉碱之中 将玉碱丢给了金鸾子说道 圣尊 这些地方有些古怪 不过 看着距离 这里应该就是大唐帝国 金鸾子指着一个光点说道 因为这光点 距离大金国最近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大唐帝国 不过 秦小天却总是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奇怪在什么地方 秦小天又说不出来 好 我们就传送到这里 不过 我们只有五个呼吸的时间 进入传送阵之后 一切由我操控 秦小天说道 跟着看向了金鸾子 脸上露出一副嘱咐的神色 金鸾子 想要让金鸾宗长久存在 以你的心性 很难做到 记住本圣的一句话 回去之后 借机杀了千云子和天极子 死 金鸾子听到秦小天的话 立刻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虽然不知道 秦小天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想到秦小天 对金鸾宗做的一切 金鸾子还是点了点头 圣尊放心 千云子和天极子必死 在金鸾子的话音落地之时 这古老的传送阵之上 立刻呈现一道金人的光芒 当这光芒升起 秦小天立刻点了 最近的那一个光点 嗡 当一道嗡鸣声传来 一股传送的力量 瞬间就将秦小天三人笼罩 下一刻 消失在了金鸾子的面前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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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啦 紧跟着就听到 一道道碎裂的声音传来 这让金鸾子面色一惊 嘶 哇 只见这古老的传送阵 在一阵剧烈的抖动之下 请客间出现了道道裂痕 瞬间就爆裂开来 尤其是那极品灵石 更是化成了鸡粉 圣尊 金鸾子面上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这古老的传送阵 明显已经损坏 无法再次使用 就是不知道秦小天三人 是否已经传送离开 罢了 罢了 能不能活命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毕竟你是仙人 转世不是 金鸾子口中喃喃一声 他是束手无策 唯一期盼的就是 秦小天这个仙人转世的身份 能够救下秦小天三人 毕竟在传送的过程中 传送阵损坏 很容易在这空间撕裂之下 将传送之人撕裂 再次看了一眼 这破碎的传送阵 金鸾子转头离开 当离开了这山洞 一掌拍出 直接将这山洞拍塌 彻底将此地掩埋 这才投也不回的 朝着金鸾宗飞去 至于秦小天三人 在这传送力量的作用之下 直接被传送离开 一股绚运的感觉 立刻袭变了 秦小天三人的全身 不好 而这时 秦小天却是惊呼一声 只见在其后方的空间 居然出现了叨叨裂缝 那裂缝蔓延的速度极快 如同蜘蛛网一般 瞬间就追到了他们的身后 该死 空间要蹦碎了 秦小天低骂一声 没有想到 自己不过是传送而已 居然要生死在这 蹦碎的空间之中 就是金胖子和腰跃二人 脸上也是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呆呆地望着秦小天 和那蹦碎的空间 大哥 狠狠地瞪了一眼金胖子 这才低骂道 本尊乃是先帝 岂能死在这里 秦小天话音落地 双手掐绝 瞬息数万道 一股庞大的神念 瞬间笼罩了三人 咔嚓咔嚓咔嚓 哗啦啦 也就在那空间蹦碎之时 秦小天口中喷出一道烟红的热血 夹带着金胖子和腰跃二人 化成了一道光芒 瞬间冲进了光点之中 扑通扑通扑通 瞬间 在某一处 一道光芒闪过 爆裂的声音传来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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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碰碰碰 只见 在三人传送出来的地方 那传送阵所在的空间 不断地爆裂 就连那虚空 都被轰得出现到了刀刀裂痕 扑 好险啊 就差那么一丢丢 一个脑袋 从水潭里面钻了出来 吐出口中的潭水 口中低音一声 跟着又是两个脑袋钻出来 盯着那被空间裂缝 折断的几根传送阵的柱子 脸上露出一副庆幸之色 大哥威武 大哥不愧是先帝转世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侥幸逃脱的秦晓天 金胖子和腰跃三人 在最后关头 秦晓天不惜爆发 自己封印的强大神魂 才让三人脱离了险境 吐 好冷啊 这是什么地方 大唐帝国有这么冷的地方吗 而这时 金胖子却是一阵颤抖 周围的寒意 瞬间就侵蚀了全身 这让本就在寒潭之中的金胖子 身体表层居然结了一层寒冰 咔嚓咔嚓咔嚓 不但是金胖子 就是秦晓天和腰跃的身体表面 也是结了一层寒冰 这让秦晓天三人心中微微一愣 直接冲出了寒潭 死 当秦晓天三人扫过了周围的景象 秦晓天三人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布满了疑惑和惊骇之色 这是什么地方 只见映入秦晓天三人眼帘的 乃是一副破败的冰雪事件 到处都是冰川 无论是山峰还是大地 皆都被尖厚的冰川覆盖 尤其是这温度绝对超过了零下一百几十度 因为秦晓天三人刚刚上岸 身体和脚下就开始结满了尖厚的寒冰 扑通扑通扑通 下一刻 秦晓天三人再次跃进了寒潭之中 实在是这寒潭里面的温度 要比这外面的冰川世界强太多了 大哥 这里是大唐帝国 金胖子再次疑惑地询问了一声 虽然没有在大唐帝国待过 可是他们也是经过大唐帝国了 大唐帝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 而且举目望去 这冰川世界何止千万里 恐怕这整个天地都是冰川世界 大哥 这是有古怪啊 我们不会传送到了阴曹地府吧 呸呸呸 妖月 你个乌鸦嘴 什么阴曹地府 就算是 也是黄泉路啊 我尼玛 听到金胖子反驳自己的话 妖月差点骂娘了 不过 这时的秦晓天终于开口说话了 乖乖 这里不会是某位仙人的一个居所吧 可是本尊在仙界的时候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位仙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仙人的居所 金胖子和妖月 听到秦晓天的话 虎去一阵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下一刻 二人口中同时发出一道高亢的嘶吼一声 吼吼吼 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来到了仙人住的地方 哈哈 不对 此事有古怪啊 秦晓天口中再次喃喃一声 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 若是修饰在此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含义化成冰雕 甚至连神魂都有可能被冰封 也唯有仙人 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居住 可是 如此恶劣的环境 却是有这样一座寒潭 别看是寒潭 却是可以保住他们的性命 一时间 秦晓天的脑海之中 不断地搜索有关仙人的事情 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乖乖 这里不会是嫦娥仙子居住的广寒宫吧 广寒宫 嫦娥仙子 月亮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有些傻眼了 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仙人 可是却听过广寒仙子的事情 那可是住在月亮上的仙子啊 嘎 难道这里是月球 秦晓天也有些懵圈了 自己明明是要传送到大唐帝国来着 怎么就传送到月球呢 大哥 不管是哪里 还是赶紧想办法离开吧 我可不想冻死在这里 金胖子满脸苦涩地说道 秦晓天则是看了一眼金胖子 带着一副忧怨的神色 你出去试试 金中照全力撑开 嘎 金胖子傻眼了 但是 秦晓天的话就是圣旨啊 金胖子立刻撑起金中照 就要跃出去 可是却看到秦晓天一头扎进了寒潭底部 我去 大哥 你耍我 下一刻 金胖子与妖月二人跟随秦晓天 一路前进了寒潭底部 外面 指定是出不去了 唯一的出路 就是这寒潭了 大哥 有个洞穴 果然 秦晓天三人来到了寒潭底部 看到在那距离地面的地方 有一个洞穴 金胖子立刻给秦晓天传音 跟着三人一头扎进了那洞穴之中 不不不 三道好似暴烈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秦晓天三人出现在了一处没有潭水的地方 不但如此 在这里还有数颗夜明珠将这洞穴照亮 好暖和呀 金胖子伸了一个懒腰 全身打了一个颤抖 一股酸爽的感觉传遍了全身 这洞穴十分的温暖 最起码秦晓天三人在里面 不会被冻成冰雕 大哥 这里有房间 就在金胖子酸爽的时候 妖月已经开始探索这洞穴了 这洞穴并不大 占地三十多丈 高约丈许 分成了三个房间 虽然看似很粗糙 但是却十分的别致 在那房间的上方都雕刻着古朴的文字 大哥 这都写的啥呀 这文字十分的古朴 妖月根本看不懂 但是秦晓天却是皱起了眉头 练单试 练功房 卧榻 秦晓天盯着三个房间上面古朴的文字 口中喃喃一声 这文字恐怕只有秦晓天认得 因为这是仙界使用的文字 可是 这文字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算是秦晓天所在的仙界 也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仙界文字 说白了 这仙界的文字乃是更加古老的文字 难道这里住着的仙人 乃是上古时期的仙人 秦晓天心中暗道一声 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迈开步伐 进入了这仙人的卧榻房间 这卧榻房间只有一张木榻 而且 这木榻居然是万年铁木制成的 墙壁之上 同样镶嵌了三颗夜明珠 在木榻的旁边 有一张同样是万年铁木制成的桌子 桌子上面摆放了一枚玉检 只不过 这玉检已经失去了光泽 大哥 有玉检 妖月看到 就要伸手去抓起玉检 却是被秦晓天一把抓住 不可 这玉检已经腐朽 稍微触动 就会化成积粉 啊 妖月神色一愣 却是看到秦晓天走上前去 跟着一点自己的眉心 一股强大的神念 带着一股柔和的力量 融入到了这玉检之中 岁月匆匆 仙界降临 本仙躲在这里 已经度过三万年的岁月了 自从仙界崩溃之后 本仙就在寻求回归仙界之路 大星球之间 只可惜 依然没有找到回归之路 难道仙路真的断了不成 可恨 可恨啊 若不是永恒大地砸断了仙路 本仙何以会流落到此 无宁可时光回转 回归仙界大劫之前 扑灵灵 就在秦晓天看到这里的时候 那玉检终于承受不住 秦晓天神念的刺激 瞬间崩溃开来 彻底的化成了一团积粉 然而 这一刻的秦晓天 却是傻眼了 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茫然之中 仙劫降临 仙劫崩溃了 仙路断了 还是被永恒大地给砸断的 仙劫迎来了大劫 啥玩意啊 不可能吧 本尊所在的仙劫好好的 哪里有什么仙劫降临 还有那个仙路 怎么会是被永恒大地砸断的呢 永恒大地 明明是古仙时代的人物 这一刻 秦晓天真的傻眼了 整个人都不知道 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自己无意中 找到了这古仙人的居所 还是说自己转世到了古仙时代 可惜 后面的话还没有看完 这预检就承受不住 自己的神念之力崩溃了 要不然一定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 跟着看了一眼这古仙人的卧榻 发现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查看的东西 这才走出了房间 朝着炼工房走去 这炼工房有一排书架 上面摆放了十几枚预检 除此之外 就是地上有一个蒲团 明显是那古仙人打作用的 秦晓天并没有在意那蒲团 而是来到了那书架面前 想要用神念看看这些预检 扑铃铃 扑铃铃 只可惜秦晓天的神念刚刚延伸到了里面 那些预检就瞬间爆裂 化成了积粉 倒是金胖子 一把抓起了那蒲团 脸上露出一副笑容 不管这蒲团是不是好东西 直接就收了起来 不过看到秦晓天投来的目光 金胖子只能尴尬地将蒲团交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刚接过 脸上露出一丝亚色 好家伙 这居然是菩提树的树枝编织成的蒲团 在上面修炼打坐 事半功倍 好东西 秦晓天美滋滋地收了起来 引来金胖子和妖月一阵白眼 之后 秦晓天才走出了炼工房 进入了炼丹室 当看到炼丹室只有一顶丹炉的时候 秦晓天露出了一副无奈的神色 倒是那金胖子也妖月手快 直接将丹炉盖子掀开了 一股扑鼻的丹箱 立刻钻入了金胖子和妖月的鼻尖 一时间 二人同时惊呼一声 炸了炸了 大哥 里面有一枚仙丹 嗖 古仙时代遗留下来的仙丹 秦晓天也是惊呼一声 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这丹炉的旁边 抬眼看去 果然在这丹炉之中 静静地躺着一枚仙丹 只不过 这仙丹明显存放了太久的时间 再加上没有金法封印 药力已经流失太多太多了 不过 能够看到 在这仙丹上面 居然有三道丹龙 这让秦晓天心中略微惊讶 没有想到 这还是一枚天品的仙丹 想想也是 若不是天品的仙丹 恐怕这么久的岁月 药力早就流失干净了 饶是如此 这仙丹存留的药力 恐怕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也就在秦晓天 查看这仙丹的时候 一只手掌 直接将这仙丹抓起 跟着就听到一阵咀嚼的声音传来 咕噜 嘖嘖 这仙丹也不咋地啊 有一种瑟瑟的感觉 还有一点苦 这时 金胖子的声音 传入了秦晓天和妖月的耳朵 感情这仙丹 被金胖子直接吞了 一时间 妖月满脸怒容地盯着金胖子 仿佛被金胖子抢了些一般 唯独秦晓天 带着一丝惊讶之色 盯着金胖子 胖子 一枚即将腐朽的仙丹二爷 你觉得大哥能跟你抢吗 不好说 最起码那蒲团就被大哥你抢走了吧 大 算你狠 再说了 妖月不是在旁边吗 谁知道这次会不会跟我胖眼 要知道 这可是仙丹啊 金胖子露出一副如此仙丹宝贝 岂能落入他人之手 不 是他人之口 好吧 既然你都知道这是仙丹 那你就等着被撑死吧 啊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傻眼了 大哥 不是你说 我乃是吞天神体 无物不吞的吗 我尼玛 这还怪到本尊的头顶了 秦晓天一阵无语 自己是跟金胖子说过 吞天神体 无物不吞 甚至吞天是地 不在话下 可是 那也要看自己是什么修为啊 难道你一个金丹七的小子 就可以吞天是地不成 好 我的错 既然如此 那本尊现在告诉你 马上你就要被撑死了 你信吗 大哥 我的亲大哥啊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弟 这么被撑死吗 一时间 金胖子直接扑进了秦晓天的脚边 抱着秦晓天的大腿哭喊道 也就在这时 金胖子发现 自己的体内 居然传来一股庞大的力量 不但如此 这力量出现的速度 居然超越了自己身体吞噬的速度 这让他心中惊慌不已 脸上更是布满了哀求之色 大哥 救我呀 也就在金胖子呼喊的这一阵功夫 金胖子的身体 好似气球一般 疯狂地鼓涨起来 眨眼之间 就有了要被撑爆的感觉 看你以后还嘴馋不馋 秦晓天低骂一声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胖子死去 立刻一段仙诀 从秦晓天的口中 传入了金胖子的脑海 按照这个仙诀 将仙丹的要力 引入你的左手 秦晓天立刻指引金胖子 疏导仙丹的仙力 没错 就是仙力 这仙丹里面 宁而不散的 乃是这仙丹保留下来的一丝仙力 虽然秦晓天一眼就看出来 这仙丹保留的是一丝仙力 可是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金胖子这么嘴馋 一时间 金胖子哪里敢怠慢 按照秦晓天的指引 将这仙力慢慢地引导到了左手 那种要爆裂的感觉 这才逐渐消失 只不过 这左右却是发胀 发红 仿佛要彻底崩碎了一般 吓得金胖子 立刻朝着秦晓天求助 秦晓天并没有二话 双手打出一道道南色的法绝 直接将金胖子的手臂先封印起来 这才逐渐地封印了金胖子的左手 呼 总算是保住了你的性命 秦晓天长长地出了一口浊气 现在那仙丹的仙力 已经被封印在了金胖子的左手之上 最差的结果 就是金胖子的左手报废 现在看来 金胖子不但保住了性命 就连左手也保住了 只不过这左手的样子嘛 大哥 这就完事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大哥啊 我的左手 跟我有超有益的关系啊 金胖子背后一声 一双悲伤的眼睛 盯着自己足有持续的左手 冲着秦晓天喊道 跟你发生超有益关系的 不是你的右手吗 你家发生超有益的关系 只有一只手啊 扑 你狠 秦晓天低骂一声 不再搭理金胖子 而是查看四周 只可惜 这炼丹士 除了这一枚仙丹 就是这一尊丹炉了 丹炉 秦晓天这时脱口而出 立刻看向了丹炉 这丹炉没有丝毫的损坏 甚至没有任何的腐朽之意 非但如此 这丹炉上面雕刻着古朴的花纹 这花纹就算是秦晓天 也有一些看不懂 但是 秦晓天却是虎躯一震 伸手一翻 手中多出一枚丹炉盖子 这丹炉盖子 正是永恒炉盖 大 下一刻 秦晓天就将这永恒炉盖 盖在了这丹炉之上 一时间 这永恒炉盖 与这丹炉严丝合缝 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就连那花纹 都是衔接的恰到好处 四 永恒大帝的永恒炉 秦晓天倒吸一口冷气 直接喊出了这丹炉的名号来 正是永恒大帝的 成名仙宝永恒炉 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这里 得到永恒大帝的 成名仙宝永恒炉 一时间 秦晓天抓起了 被金胖子丢在一旁的炉盖 果然 这炉盖虽然炼制的不错 可是终究比起永恒炉盖 差点了一些 乃是后来的防品 不能吧 这古仙人 是永恒大帝不成 秦晓天脸上 布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脑袋有些荡机 之前看着仙人 留下的欲检里面 明明对永恒大的 充满了一丝怨念 这岂能是永恒大帝 自己说自己 然而 就在秦晓天这个想法 刚刚升起的时候 那完整的永恒炉 此刻居然传来一丝震动 跟着一道嗡鸣声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嗡 在这嗡鸣声扩散之下 一道声浪 直接穿透了 秦晓天三人的身体 下一刻 在三人面前 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 一片惊人的世界 充满了惊人的仙气 那一座座惊人的仙山 居然矗立在苍穹之上 仙情异兽 更是环绕仙山 一时间 仙光无数 仙音四起 一道道惊人的仙影 带着慌乱之色 不断地在这苍穹之上 冲天起 这是 上古仙剑 看到这画面 秦晓天惊呼一声 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看到了 上古仙剑的画面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咔嚓 咔嚓 一阵惊人的雷鸣声传来 只见这苍穹之上 居然出现了一片 涵盖整个世界的雷云 那雷云之中 不断地跳跃着红色的雷霆 四 灭仙雷 看到这红色的雷霆 秦晓天更是大惊 倒吸一口冷气 直接喊出了 这红色劫雷的名字来 这红色劫雷 正是灭仙雷 别说是寻常的仙人了 就是仙帝 看到这红色的灭仙雷 不断地劈出 带走一位位仙人 秦晓天的心都在颤抖 咔嚓 咔嚓 哄 不但如此 这灭仙雷恐怖如斯 不但将仙人直接劈得生死到消 形神俱灭 就连这仙山都被劈得崩溃开来 那无数的仙山碎石 不断地坠落 那无数的仙人 不断地化成了劫灰 这一刻 仙界王 然而 就在秦晓天认为 这一切要结束的时候 面前又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 一位仙帝 手持顶炉 硬抗那面仙雷 可是 这仙帝能够硬抗十道 二十道 却是无法硬抗上百道 瞬间 这仙帝被劈得先驱崩溃 不过 那仙帝的仙魂 却是直接躲进了这顶炉之中 这是永恒大帝 下一刻 这顶炉带着永恒大帝的仙魂 疯狂地逃窜 九天十地 街都崩碎开来 只为追逐那逃窜的永恒大帝 一时间 永恒大帝知道自己已经逃生无望 仙魂再次幻化而出 手持永恒炉 猛地朝着前方砸去 砰砰砰砰砰 顷刻间 永恒大帝就猛砸了数十次 只不过 永恒大帝砸的并非是那灭仙雷 而是那仓穹 而是一条四有四无的道路 这道路在永恒大帝猛砸之下 一闪一灭 数十次之后 这道路瞬间崩碎开来 与此同时 那灭仙雷也刚好披在了永恒大帝的身上 永恒大帝的身体逐渐的消散 然而 一道话语声 却是从永恒大帝的口中传出 尤其是这一刻 秦晓天觉得 这永恒大帝的眼神在盯着自己 甚至这话 也是对自己所说 无 愿化身成凡 再续先路 成凡之刻 无 必将走出顾风之境 一时间 秦晓天虎去俱阵 一股惊悚之意 油然而生 仿佛这句话 就是出自自己之口一般 让秦晓天觉得 自己便是那永恒大帝 这便是大帝 这便是永恒大帝 宁可重修 也要走出不一样的先路来 好强 化身成凡 再续先路 一股悲壮的情绪 在秦晓天的心中升起 这让秦晓天对永恒大帝肃然起敬 可是 不知为何 秦晓天总是觉得 永恒大帝这话是对自己说的 当永恒大帝被灭仙雷劈死 那永恒卢直接坠落凡间 而那灭仙雷 却是降下一道 直接劈在了永恒卢之上 将永恒卢劈的分成了两部分 坠落凡间 这一刻 秦晓天终于明白 这永恒卢该为什么是漆黑无比了 感情是被这灭仙雷给劈的 不过 就在秦晓天认为 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面前的画面 却是再次一变 一位身具仙气的老者 发现了一尊顶卢 这顶卢没有盖子 也是漆黑无比 正是那被灭仙雷劈的永恒卢 这老者得到永恒卢 面色大喜 可是当其看到这一幅画面的时候 这老者要将这永恒卢砸碎 可终究没有舍得下手 而随着时光推移 这老者带着永恒卢 回到了仙界 当看到这仙界的时候 秦晓天虎去再次一阵 不可能 秦晓天脱口而出 因为这老者回到的仙界 秦晓天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自己身为先帝之时 三十三重天的大仙界 这里居然是仙界 怎么可能 秦晓天心中不断的狂乎 要知道 这得到永恒卢的老者 乃是古仙界的仙人 早就陨落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 自己身为先帝时的 三十三重天的大仙界 就在秦晓天心中惊骇之时 这画面斗转心仪 猛然间 秦晓天发现 这三十三重天的苍穹之上 居然再次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劫云 灭仙雷 不可能 秦晓天再次惊呼一声 看到这面仙雷 心中生起了一股无法置信的想法 可是这想法刚刚生起 就看到这面仙雷轰然坠落 无论是三十三重天 还是仙山 甚至是仙庭 又或者是无数的仙人 在这灭仙雷的轰击之下 皆都崩溪瓦解 不但如此 无数的仙人想要对抗这灭仙雷 却是根本无用 尤其是 秦晓天居然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一时间 秦晓天身躯一颤 一股杀机弥漫 心中的仇恨 直接就被勾起 青天大地 惊天大地 誓天大地 你们该死 你们该死 这几道熟悉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联手灭了秦晓天真身 毁了秦晓天先根的青天大地 惊天大地和视天大地 能够感受到 秦晓天的身体在颤抖 仿佛是用尽了全身力量 而产生的颤抖一般 在其眼中 透出一股狠纳之色 更是带着一股猙獰 咯噔 咯噔 尤其是秦晓天的牙齿 咬得紧紧的 甚至连那牙齿都直接崩碎 烟红的鲜血 顺着嘴角流淌 在其头顶 有一道道好似球龙一般的青筋暴突 那双手紧握 关节已经泛白 甚至连指甲都陷入了肉中 顺着缝隙 滴落倒倒鲜血 可见 秦晓天看到这三人 心中是多么的恨 毕竟秦晓天就要成为至尊的时候 这三人联手将自己灭杀了 不过 这画面之中 在这三位仇人抗衡灭仙雷之时 居然真的将这灭仙雷抵抗下来 一时间 无数仙人进行避难 然而 大势所趋 就算是抵抗了灭仙雷 也注定挽救不了 这三十三重天大仙界的灭亡 只见一只大手 居然将那红色的雷云扒开 跟着就看到 那大手从天而降 直接涵盖了整个仙界 你们的路错了 终将会毁灭 看在你们能够抵抗灭仙雷的份上 让你们化身成凡 重修一事 若这路第三次走错 那这世界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随着这画音落地 那剧长直接将所有的仙人拍得粉碎 甚至连秦晓天的三位仇人 也没有逃出劫难 纷纷陨落 这三十三重天的大仙界 更是在这一掌之下 被拍得四分五裂 死 秦晓天看到这一切 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想要回归的仙界 居然崩碎了 不但如此 就连那联手灭杀自己的三位仇人 也在这一掌之下 生死倒消 三十三重天不复存在 大仙界已经成为过去 这让秦晓天心中涌起了万丈巨浪 然而 就在秦晓天吃惊之时 仿佛是一道灵力的目光射来 居然跨越了历史的长河 落在了秦晓天的身上 虽然秦晓天看不到那目光 可是秦晓天却觉得如坐针毡 如芒刺背 仿佛在这灵力的目光之下 自己封印的神魂 都要崩碎了一般 窥似天机者 杀无赦 猛然间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跟着就看到那崩碎了三十三重天 毁灭了大仙界的巨长 居然化成了一道指令 直奔秦晓天袭来 不好 秦晓天惊呼一声 想要从这奇妙的状态之中 脱身而出 可是 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锁定了一般 居然无法一动嘶吼 眼看着一指就要点来 猛然间 一道黑影冲天起 直接将那手指 砸得偏离了方向 永恒炉 是你 这黑影正是永恒炉 正是永恒炉的帮助之下 救下了秦晓天一命 而那声音 仿佛认出了永恒炉一般 脱口而出 喊出了永恒炉的来历 哼 看在你选择的道路份上 饶你一命 希望你不要让本尊失望 这声音再次冷哼一声 仿佛是对永恒炉说的 又仿佛是对秦晓天说的 总之 在这话语出口之时 那手指崩碎开来 面前的画面 也是抖转心仪 瞬间消失不见 呼呼呼 蹭蹭蹭蹭蹭 一时间 秦晓天脚下一阵踉跌 不断的后退 更是在那里弯腰大口的喘息着 甚至额头有冷汗低落 后背和前胸 更是被汗水打湿 大哥 你怎么了 看到秦晓天这样的神色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 呼呼呼 秦晓天依然在大口喘息着 甚至面色苍白 透着一丝恐惧之色 甚至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看到 心中一阵吃惊 不知道秦晓天 为什么会如此恐惧 自从认识秦晓天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秦晓天这样 大哥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 再次呼喊一声 秦晓天这才抬头看了一眼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 呼 我没事 刚才你们俩看到什么了 秦晓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对着金胖子和腰跃二人说道 就看到古仙时代的两次毁灭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同时应道 这让秦晓天眉头一蹴 心中明白 或许是因为自己拥有永恒颅的原因 才会有了个金胖子和腰跃不同的景象 大哥 没有想到 真的存在仙人 真的存在仙剑 不过 为啥仙剑都崩溃了 是啊大哥 既然仙剑崩溃了 那我们修仙还有什么意义 这时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看到秦晓天已经好转 这才开口问道 这是他们看到这两幅画面之后的想法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路走错了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不过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却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路走错了 仙剑被灭仙雷蹦碎 跟路走错了 有什么关系 哦 听到金胖子和腰跃的话 秦晓天轻殴一声 很明显 金胖子和腰跃二人所看到的景象并不完全 只知道仙剑两次被蹦碎 并不知道仙剑被蹦碎的真谛 我也不知道 只能慢慢的探索了 不过 我可以断定 在成仙之前 这路没有错 秦晓天的脸上露出一副坚定的神色道 最起码 那人只是毁灭了仙剑 而没有毁灭修仙剑 可见 修仙剑的路没有错 错的只是仙路 不过 秦晓天目前担心并非是这个 而是自己的三个仇人 别看自己的三个仇人被那人灭杀 可是那人也说 因为自己的仇人硬抗了灭仙雷 所以给他们一个重修的机会 毫无疑问 这一切是发生在自己重生之后 可是很明显 这三个仇人也拥有了重生的机会 恐怕此刻 不知道重生在什么地方修炼 而且 秦晓天也相信 这三个仇人 绝对会恢复前世的记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可是秦晓天知道 自己的路更加艰难了 毕竟知道 仇人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位置 秦晓天可以奔着那个目标去 现在 秦晓天就跟一个瞎子一般 两眼一抹黑 啥也不知道 管他那些呢 我们走我们的路 走错了 大不了投胎去 金胖子此刻却是喊了一声 大有一副为我的感觉 而秦晓天听到这话 却是面露苦笑之色 走错了就去投胎 哪里有那么多的好事 恐怕这次走错了路 我们连投胎的资格都没有了 秦晓天想到了那人最后说的那句话 若是再走错路 这个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很显然 这一次若是没有人走上正确的路 那这个世界将会彻底消失 大哥 投胎就投胎 根本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我 我是金胖子 你就是你 你是秦晓天 当听到金胖子这句话的时候 秦晓天神色一愣跟着大笑起来 没有想到有朝一日 还要你来给我说教 没错 我就是我 我是秦晓天 一时间秦晓天的心豁然开朗 管他这路怎么走 此刻自己所需要走的就是自己的路 因为自己不是别人 只是秦晓天 明白这一切 秦晓天心中的郁闷之气消散一空 跟着看了一眼面前的永恒炉 直接将其收了起来 这永恒炉真真的是一剑至宝 不但可以炼丹 更是一剑威力巨大的仙宝 甚至这永恒炉可以成天装地 可以吸纳日月 更是可以存放任何物品 秦晓天没有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可以得到永恒大地的永恒炉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 死不了了 秦晓天嘴角一翘 冲着金胖子和妖月喊道 有了永恒炉 他们想死都难 我们死不了了 没错 非但死不了 大哥带你们去探索广汉仙宫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面色一喜 露出一副狡黠的神色 脱口出 是去调戏嫦娥吗 嫦娥没有 玉兔你要不要 秦晓天狠狠地敲了金胖子 和妖月一个板栗刀 仙界都崩溃了 仙人都陨落 哪里还有嫦娥 要是有嫦娥的话 别说自己还真的想要调戏一下 很快 秦晓天再次探索了这里 发现确实没有任何物品了 秦晓天这才带着金胖子二人 朝着寒潭的上方而去 直接寄出永恒炉 将三人装在里面 直接腾空而去 虽然那永恒炉盖没有盖上 可是三人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寒冷 非但如此 一股火热的感觉 立刻传遍了全身 大哥威武 这宝贝简直无敌了呀 金胖子高呼一声 看着冰川雪地 不断地在自己眼前掠过 金胖子的心早就 飞到了嫦娥仙子居住的广寒仙宫 一时间 秦晓天驾驭永恒炉生空而起 这星球的样貌 立刻呈现在了三人的眼前 虽然不知道 这里是不是月亮之上 可是却能够看到 这星球完全被冰天雪地覆盖 只不过 这星球居然破碎了一半 不过 一座冰封的宫殿 也是呈现在了秦晓天三人的眼前 还好 这宫殿保存的还算完整 大哥 真的是嫦娥仙子居住的广寒仙宫啊 当来到这冰封的宫殿面前 看到那宫殿牌子上 书写着广寒仙宫四个字 金胖子立刻惊呼一声 这宫殿虽然被冰封 但是那广寒仙宫四个字 却是看得清 只不过 这广寒仙宫整体被冰封 想要进入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 秦晓天确实确定了一点 这星球 确实是月亮 只不过 跟圣天大陆看到的那个月亮 并非一个 秦晓天也是无语 自己不就是做了一下传送阵吗 直接将自己传送到月亮上面吗 恐怕这跨越的距离 可是一亿万之遥啊 不过 秦晓天也是一阵后怕 也多亏了自己 当时点击的是 最近的一个光点 若是稍微远一点的光点 恐怕自己三人早就死了 胖子 用你的重剑试试 好嘞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立刻记出了自己的重剑 狠狠地砍在了 这覆盖宫殿的尖兵之上 当当当当当 一道道惊人的金铁交鸣声传来 在金胖子的门槛之下 这尖兵除了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 和飞出一些碎屑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 大哥 太硬了 连郎中都说硬啊 金胖子露出一副苦涩的笑容喊道 不过 秦晓天却是瞪了一眼金胖子的 硬就硬 你不会试试你的左手吗 左手 金胖子神色一愣 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左手里面 可是蕴含了一丝鲜力 二话不说 金胖子隔空一掌拍出 呼 一道强劲的呼呼声传来 只见在金胖子这一掌之下 一股惊人的力量 瞬间从其左手冲出 画成了一尊杖许的虚幻手掌 狠狠地拍在了那尖兵之上 碰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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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道沉闷的撞击声传来 这尖兵之上 好强 妖月看到 立刻惊呼一声 完全没有想到 金胖子这一掌 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那是 也不看那胖爷是谁 你家胖爷也是仙人的小店 金胖子露出一副 沾沾自喜的神色道 甚至还不忘记拍一下 秦晓天的马屁 很快 在金胖子连拍了竖掌之下 这覆盖在广寒仙宫之上的尖兵 瞬间崩碎 那门户也出现在了秦晓天三人面前 秦晓天不敢大意 毕竟这里是嫦娥仙子居住的地方 一旦留下什么禁法 以自己现在的能力 恐怕无法抵抗 还好 或许是因为仙节来得太突然 这嫦娥仙子并没有来得及保护自己的广寒仙宫 再加上这广寒仙宫崩碎了一些地方和历史的腐朽 让其禁法已经失效 能够看到 这广寒仙宫里面十分的凌乱 桌椅板凳四处都是 满地都是花瓶的碎片 就连一些雕像都倒塌 可以猜到 当时仙节降临 广寒仙宫是多么的混满 也可以想象得到 当这仙节来临 仙人们面临死亡的时候 什么主子 什么仙帝之类的 都不如自己的命重要 可惜 这些物品在当时 那可都是惊人的仙料 在这历史长河的腐朽之下 居然都化成废品 看到这地上凌乱的事物 秦晓天口中叹息一声 其实在时间的腐朽之下 若是拥有禁法 或许还能够保存下来 只可惜 仙节降临 谁还想着这些 广寒仙宫并非很大 占地也就是十万里左右 秦晓天三人一路深入 看到的街都是一片腐朽的景象 直到秦晓天三人 来到了广寒仙宫的 正宫广寒宫的时候 秦晓天的眼睛却是一亮 乖乖 终于看到宝贝了 秦晓天呼喊一声 直接从永恒炉里面飞了出来 虽然这里依然很寒冷 可是比起外面 却是强了很多 这禁法倒是很玄妙 已经不属于禁法的范畴 而是仙境了 站在这广寒宫的大门前 盯着这大门之上的仙境 秦晓天口中低音一声 大哥 能破开吗 金胖子和妖月 也出现在了秦晓天的身边 眼睛放光的喊道 要知道 这广寒宫保存完整 很明显里面有仙宝啊 仙宝 那可是仙人使用的玩意啊 想想秦晓天的永恒炉 就知道这仙宝的威力如何了 甚至 秦晓天因为修为的原因 这永恒炉的认主并没有完全 只能说勉强驾驭而已 真要是彻底的认主 单凭这一顶永恒炉 就可以破碎圣天大陆了 虽然本尊的修为不足 但是这仙境在时间的腐朽之下 已经没有多大的威力了 不出意外 可以破除 秦晓天应了一声 跟着就看到 其双手不断的打出道法绝 速度并不快 可是却十分的晦涩 不过 在秦晓天的法绝打出之下 这笼罩广寒宫的仙境 居然出现了松动 甚至激荡出一道道涟漪 准备冲进去 不 秦晓天话音落地之时 一道脆响传来 这仙境直接被秦晓天 打开了一道口子 下一刻 秦晓天三人一头扎了进去 那仙境再次恢复了原样 将广寒宫给封印起来 只不过 秦晓天并没有发现 在其破开了广寒宫的仙境之时 那寒潭居然出现了一阵波动 小子 一道沉重的声音 居然从那寒潭的地步传出 声音甚至传遍了整个月球 只可惜 身在广寒宫之内的秦晓天 并没有听到 这一刻 那潭水翻起了一道道浪花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出现了一般 跟着就看到 一把斧头 居然从那寒潭之中慢慢地飞出 直奔广寒仙宫而去 大哥 这里保存得好完整啊 进入广寒宫里面的金胖子 立刻惊呼一声 面前摆放的桌椅 皆都整齐的排列 甚至那花瓶 天象 以及墙上挂着的图画 皆都完整地呈现 不要乱动 这里面的每一样物品 都存在着仙境 而且十分完整 一旦触发 别说是 你们俩小命不保 就是本尊也要投胎去了 秦晓天立刻告诫一声 实在是金胖子和妖月二人太贪婪了 一旦伸手碰触 恐怕就会触发仙境 听到秦晓天的话 金胖子和妖月 立刻收回了 要抓向那图画的手 脸上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 看向了秦晓天 我尼玛 真想一巴掌拍死你们俩呀 多亏秦晓天出言阻止的及时 否则这回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已经触发了仙境了 本呢 本呢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尴尬的笑着 而秦晓天 则是来到了那整齐的桌椅面前 双手掐出道法绝 将那覆盖在桌椅上面的仙境 逐渐破除 这些玩意收了 秦晓天 抑指这些桌椅和周围的花瓶 冲着金胖子等人喊道 虽然这仙境很完整 但是并不强烈 只是保护这些玩意 不曾腐朽而已 很快 秦晓天开始破除 这些图画和雕像的仙境 这也就是秦晓天 若是别人到来 只能干瞪眼 冰冰冰 一阵清脆的声音传来 金胖子轻轻地敲着一尊花瓶 脸上露出一副满意的神色 这个玩意好啊 全是青花瓷 这雕像才牛叉呢 居然是万年寒铁制成的 算个啥 看到这幅图画没 这可是百兽图 认主之后 可以召唤百兽作战 这才好呢 真正的仙剑啊 想必当年嫦娥仙子 就是用的这把剑 给玉帝五剑吧 随着一路深入 秦晓天破除的仙境越来越多 金胖子和妖月美人一剑 正是不亦乐乎 然而 他们却没有发现 危机正慢慢地朝着他们而去 当秦晓天再次破除一道仙境 收取了一枚如意之石 那从寒潭飞来的斧头 直接穿越了广寒宫的仙境 朝着秦晓天三人而去 奇怪 大哥 你觉没觉得 背脊有一股良意啊 当秦晓天收了那欲如意之石 金胖子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秦晓天的耳朵 别说 被金胖子这一说 秦晓天还真的缩了缩脖子 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气息 自己吓 四 秦晓天回头看了一眼金胖子 刚要说是自己吓自己的时候 却是猛的倒吸 一口冷气 眼睛瞪得大大的 盯着那在金胖子和妖月背后的一把斧子 大哥 你咋了 见鬼了呀 金胖子全身都打了一个颤抖 脸上露出一副无语的神色 盯着秦晓天道 不是见鬼了 是剑斧头了 随后就听到一道冰冷又愤怒的声音 从那斧头之中传来 小贼 擅闯广汉宫者 杀无赦 下一刻 这斧头立刻朝着秦晓天三人批来 秦晓天二话不说 直接驾驭永恒炉朝着深处冲去 大哥 这斧头是啥玩意呀 金胖子面色煞白 露出一副惊恐之色 盯着那对他们三人紧追不舍的斧头问道 嫦娥仙子的守护者 吴刚 秦晓天惊呼一声 这斧头正是那在月亮上陪伴嫦娥仙子 用这斧头砍伐桂树的吴刚使用的 秦晓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吴刚使用的斧头居然还保留了执念 上古仙界和大仙界都崩溃了这么久了 居然还在守护嫦娥仙子 猛然间 秦晓天虎屈一阵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回头盯着那斧头 眼中闪烁着道道金光 下一刻 秦晓天居然停下了永恒炉 一手抓着永恒炉盖 一脚踏在永恒炉的边缘 朝着那追击而来的斧头 猛的砸了过去 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秦晓天手中的永恒炉盖 就猛砸了五六次 虽然被震的手臂发麻 就连永恒炉都倒费了石树杖 可是那斧头居然被挡了下来 吴刚 见到本地 还不下跪 而此刻 秦晓天却是大吼一声 直接喊出了吴刚的名字 更是在这一刻 一道仙影 在秦晓天头顶呈现而出 瞬间 一股惊人的威压 从那仙影之中爆发而出 朝着那吴刚的斧头笼罩而去 哼 管你是谁 哪怕是先帝 进入广寒宫盗窃 也要死 然而 人家吴刚的斧头 根本就不在意 秦晓天呈现的仙影是不是先帝 那斧头猛得变大 直达丈许 带着一股无坚不摧之力 再次朝着秦晓天头顶狠狠斩落 我尼玛 本尊乃是三十三重天外的秦帝 小贼受死 别说是秦帝了 就是玉皇大帝来了 恐怕都不好使 人家吴刚心中只有嫦娥 否则也不会连大仙都不当 去当一个伐木工 当当当当当 一时间 那吴刚的斧头再次披落 秦晓天只能用永恒颅盖抵挡 那金铁交鸣的声音 不断地传来 响彻整个广寒宫 破 毕竟这斧头是仙气 虽然没有人操控 可是也拥有很强的威力 而秦晓天手中的永恒颅盖 却没有彻底解封 如何是人家的对手 几番猛杂之下 秦晓天被震得气血翻腾 手臂发麻 终于忍不住 口中喷出一道热血来 我去你大爷的 信不信本地抽离嫦娥仙子三魂六魄 让其永世不得超生 嗡 当秦晓天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劈来的斧头猛地停止 甚至因为停得太快 这斧头都在微微颤抖 那嗡鸣声更是不绝于耳 大哥 好使啊 金胖子看到 立刻惊喜地喊了一声 告诉你吴刚 你若是再敢嚣张 你家胖爷直接去嫦娥头顶撒尿 你信不信 我尼玛 听到金胖子的话 秦晓天直接傻眼了 你这哪里是危险啊 你这简直就是亵渎啊 别说人家吴刚不愿意 就是自己也不愿意啊 小贼受死 果然 那本来停下的斧头 再次传来一道呼喊声 猛地朝着下方劈去 只不过 这次劈的不是秦晓天 而是金胖子 大哥 救命啊 当当当当当 我去你大爷的嘛 你这嘴 还真你妈欠臭啊 秦晓天大骂一声 手中的永恒卢盖 不断地抵抗那吴刚的斧头 一时间 在这震荡之下 秦晓天口中不断地 喷出烟红的鲜血 我去 大哥 你又吐血了 我吐你妹啊 还不是被你给坑的 秦晓天大骂一声 哪里还敢与吴刚的斧头对抗 驾驭着永恒卢 直奔那广寒宫的尽头而去 仙子仙官之地 擅闯者杀无赦 就在秦晓天驾驭永恒卢 直奔那广寒宫深处 而去的时候 那吴刚的斧头之中 再次传来一道怒吼声 这让秦晓天的虎去一阵 脸上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什么 嫦娥仙子存放仙官之地 我尼玛 本次要大发了 秦晓天的惊骇之色 立刻变成了惊喜 那速度非但不减 反增 也就是片刻时间 就来到了广寒宫的最深处 一座单独的宫殿 立刻呈现在了秦晓天三人的眼前 这宫殿上面 书写着飘香阁三个字 万仙飘灵春长寨 一只独秀迎风来 仙鹿飘渺去何从 万事修行皆成空 当秦晓天三人来到这飘香阁面前 立刻看到 在这飘香阁面前的一座石碑 石碑上面书写了这样一首诗 可见这嫦娥仙子死去之时 心中是多么的悲伤和无奈 吴刚 还不住手 信不信本帝直接毁了飘香阁 秦晓天手持永恒卢盖 做事要砸向这飘香阁 那吴刚的斧头 在披落之时 猛地停在了半空 甚至游自颤抖着 嗡 一道嗡鸣声传来 带着一股悲伤 带着一股思念 哪怕是秦晓天三人 听到这嗡鸣声 心中都是为之一臣 吴宁可粉身碎骨 也要守住曾经的美好 吴宁可万劫不复 也要期待你的归来 从这吴刚斧头之上 传来石碑上面的诗句 下一刻 这吴刚斧头 居然幻化出了一道身影 一道满身肌肉暴吐的身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仙路已断 为什么仙界大劫 无恨 恨那掌天之人灭仙悔戒 无恨 恨那永恒大地砸断仙路 无恨啊 那幻化出的身影 口中怒吼一声 甚至吼到后面 带着一股歇斯底里的感觉 可见这人心中的恨意 是多么的深刻 甚至这身影都在颤抖 仿佛怒火中烧一般 哪怕是秦晓天看到 心中也是为之震撼 吴刚 逝去的已经逝去 你又何必执念 仙路断了 那我们就再次走出一条仙路来 仙界崩了 那我们就再 创造一个仙界来 当年仙界降临 无数仙人陨落 可是上天 没有赶尽杀绝 让所有的仙人 都可以转世重生 想必这嫦娥仙子 同样重生 你又为何 守着这一句曲窍 这幻化的身影 正是吴刚的执念 此刻听到秦晓天的话 吴刚的身躯猛的一颤 脸上露出一副悲痛之色 失去了吗 真的可以放下吗 谁也没有让你放下 只是让你迎接新生 再说了 难道你就眼睁睁的 看着嫦娥仙子 转世重生之后 孤零零的一个人吗 吴刚的身躯再次一颤 不得不说 秦晓天的话 真的说中了吴刚的心思 他又何尝不想 守在嫦娥仙子的身边 可是 他若是重生去了 这广寒仙公又如何守护 本尊知道 你担心这广寒仙公 这一点 你大可以放心 本尊可以帮你守护 我去 大哥的心思好深啊 听到秦晓天的话 一旁的金胖子 和妖月二人 互相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这样的讯息 在二人看来 秦晓天守护广寒仙公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恐怕这守护是假 想要搜刮广寒仙公的宝贝是真 你凭什么守护 就凭本尊是先帝转世 秦晓天话音落地 那仙影再次呈现而出 从那仙影身上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威压 更有一股帝王之气散发而出 好 若是你真能守护广寒仙公 吴重生又如何 吴刚低喝一声 一双怒目瞪着秦晓天 仿佛在等待秦晓天 做出守护广寒仙公的手段 哎 问世间秦魏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罢了 罢了 本尊就损害神魂之力 帮你封印广寒仙公 秦晓天也知道 自己不做出一些实际手段 这吴刚是不会离去的 只见秦晓天双手掐出一道仙诀 在自己的眉心一点 噗 一道烟红的鲜血 从秦晓天的口中喷出 下一刻 在秦晓天的身上 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 不但如此 在这力量爆发之下 秦晓天的眼前一黑 直接晕死过去 可是那一道仙影 却是融合进了秦晓天的身躯 呼啦啦 一股惊人的气息 在秦晓天的身上爆发而出 朝着四周席卷而去 在这气息的席卷之下 无论是吴刚 还是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皆都如同尘埃一般 疯狂地退去 一道庞大的神念 不属于这修仙界的神念 瞬间呈现而出 画成了一尊地影 从秦晓天的头顶轰然爆发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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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啦 一时间 这苍穹都在震动 这大地都在军裂 尤其是这覆盖月亮的冰川 更是瞬间崩溃融化 无论是这苍穹 还是这大地 甚至这月亮的一山一旦 都在剧烈地颤动着 甚至散发出一股沉浮之意 这一刻 无论是吴刚 还是金胖子和妖月 脸上都露出一副惊骇之色 在这地影呈现之下 三人居然下意识地跪在地上 尤其是那吴刚 更是匍匐在地 广寒先公 伐木者吴刚 拜见先帝 吴刚 你执念太深 还不速速转世投胎 重修先身 那地影传来这样一句话 话语之中 带着一股不可抗拒之感 甚至这地影不怒自威 让吴刚始终成 吴刚遵旨 但是还请帝尊封印广寒先公 吴刚也是一个倔脾气 否则当年也不会北伐 只能在月亮上砍树 更不会守护嫦娥仙子这么多年 哼 那地影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冷哼一声 跟着双手掐出一道仙诀 朝着那飘香阁一按 那飘香阁瞬间化成了巴掌大笑 待你重生归来 本地将飘香阁归还于你 谢过帝尊 吴刚感激流涕 不断地跪拜 而那地影也在这一刻 卷起飘香阁 瞬间融入了秦晓天的身体之中 与那地影一同封印 大哥 金胖子和妖月呼喊一声 立刻冲到了秦晓天的身边 扶住了秦晓天 而秦晓天口中再次喷出一道热血 人也行转过来 大爷的 没有想到解封地魂 居然耗费这么巨大 秦晓天醒来 口中嘀骂一声 跟着那目光看向了吴刚 多谢 吴刚看了一眼秦晓天道 跟着伸手一挥 一道神念融入到了秦晓天的脑海 正是有关如何离开月亮的方法 你们先出去 吴刚告知了秦晓天离去的办法 却是开口喊道 秦晓天三人立刻冲出了广寒仙宫 而此刻 吴刚却是再次融入斧头之中 那斧头瞬间化成了万丈之巨 朝着那广寒仙宫猛的一展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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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啦 在这一展之下 广寒仙宫瞬间崩溃 就连大地都被斩出了一道裂痕 那广寒仙宫的旧纸 瞬间埋入了大地之中 此物给你 算是守护飘香阁阵 就在那吴刚将广寒仙宫彻底埋葬之后 一段持续的木头被弃丢给了秦晓天 秦晓天看到面色一亥 月桂之星 没错 正是月桂之星 应该对你有帮助 吴刚口中应了一声 这月桂之星乃是月亮上贵数王尝出来的 一生只有一枚 别说对于修士 就是对于仙人都有无穷妙用 不过 秦晓天并没有感谢吴刚 直接将这月桂之星收了起来 准备离去 但是吴刚却是喊住了秦晓天三人 等等 何事 秦晓天眉头一挑 询问一声 不是找你 找他 吴刚说着 指了一下妖月道 你与我有缘 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 都是那么木讷 此斧虽然比不上开天斧 可也是一件难得的仙宝 我转世投胎也用不上 就给你了 吴刚说着 直接将这斧头丢给了妖月 被妖月傻傻的接在了手中 当然了 傻眼的不止妖月一个人 还有秦晓天和金胖子 他们没有想到 吴刚会这么做 妖月木讷 咱能不搞笑吗 谁有这个小子奸诈啊 希望你不要弱了 慈府的威命 吴刚化音落地 那执念立刻化成了星光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应该是去重生了 妈妈咪啊 妖月 你木讷吗 当吴刚重生 金胖子立刻双眼放光地 盯着妖月手中的斧头问道 很显然 金胖子觉得这个吴刚看走眼了 难道妖月不木讷吗 妖月瞬间就将斧头收了起来 露出一副木讷的神色 对着金胖子说道 你大爷的 你要是木讷 全天下的人都是傻子了 这吴刚 眼睛也太瞎了吧 金胖子低骂一声 明显心中不爽 而秦晓天此刻却是开口道 妖月确实适合这把斧头 以后你就知道了 大哥 你有先保 他也有先保 凭啥我没有先保 人品太差 秦晓天和妖月 同时看向了金胖子 跟着人品太差四字出口 说得金胖子目瞪口呆 大哥 我们怎么离开这里啊 妖月此刻却是问道 秦晓天则是他眉头轻皱了一下 离开简单 只不过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回到盛天大陆 吴刚已经将离去的方法告诉了秦晓天 同样是通过传送阵 只不过秦晓天真的担心 这一传送又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走吧 先修复传送阵再说 很快 秦晓天三人来到了传送阵的地方 之前这传送阵被空间裂缝损坏 只有修复之后才能够使用 秦晓天进入寒潭之中 进入了吴刚之前居住的洞穴 按照吴刚的指引 找到了一间密室 里面存放了百枚仙石和一些材料 这仙石和材料都被封印 保存得很好 秦晓天轻易破除 带着仙石和材料回到了地面 将传送阵修复 将这安放在凹槽里面 秦晓天拿出了四十九枚仙石 交给了金胖子和妖月二人 二人顿时间就被这仙石惊呆了 大哥 这不是极品灵石啊 感觉这力量比起极品灵石还恐怖 倒是跟这把斧子的气息有些相似 妖月伸手一番 仙斧直接握在了手中 跟着妖月与金胖子二人对视一眼 立刻反应过来 我尼玛是仙石 下一刻 金胖子和妖月二人都看向了秦晓天 那目光之中带着一丝炙热 秦晓天岂能不明白二人的意思 若是你们想换也行 听到秦晓天的话 二人立刻收了仙石 换了几品灵石 不过 秦晓天接下来的话 让二人直接喷出三生老血 空间再次崩溃 我可不救你们 金胖子和妖月星在滴血 嘴角更是不断抽搐 将那四十九枚仙石放在了凹槽之中 下一刻 这传颂阵升起一道惊人的光芒 秦晓天三人进入传颂阵 眼前立刻出现了无数光点 比起之前 还要多出数倍不止 秦晓天不敢大意 仔细辨别之后 找到了之前相近的光点点了下去 哇 一股传颂之力 瞬间笼罩三人全身 下一刻 三人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了一片溶洞之中 乖乖 这里不会是仙界吧 走出传颂阵 金胖子望着巨大的溶洞 脸上露出一副担忧之色 可是 眼中却是充满了一丝期待之意 大哥 这是啥玩意 怎么跟奶水一样 而妖月却是喊了一声 走到了一处巨大的中乳石旁边 只见这中乳石滴落的 乃是一滴滴白色的液体 就好似奶水一般 在这中乳石的下方 有一个凹槽 凹槽里面全是这样的白色液体 万年中乳液 看到这白色的液体 秦晓天惊呼一声 直接冲到了这万年中乳液的旁边 脸上露出一副欣喜之色 万年中乳液 这是啥好东东 金胖子听到秦晓天的话 就知道这是好玩意 二话不说 冲到旁边就喝了一口 你大爷的 你这是暴天天物 秦晓天怒骂一声 立刻护住万年中乳液 然后用瓷瓶将其全部收起 一共得到了十八瓶 让秦晓天脸上充满了笑容 而此刻 金胖子却是全身滚烫 满脸通红 一身的大汗 带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甚至周围的温度 都被期待着提升了好几度 大哥 好热 就是一种强烈的春药 哼 听到秦晓天的话 妖月直接喷了 跟着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道 胖子 你不是跟你的左右手 都拥有超有益的关系吗 去那边解决去 我泥马 金胖子低骂一声 恨不得上去抽妖月一个大嘴巴子 不过 秦晓天却是说了一声 不需要 他的身体自己就吸收了 不过这段时间难熬而已 金胖子可是吞天神体 别说是灵丹妙药 就是毒药吞了也没事 更别说 这只是催发授欲的万年中乳液了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就可以被身体吸收 话音落地 秦晓天也不搭理金胖子 开始搜寻四周的出路 渐渐的 三人走到了这溶洞的尽头 找到了一处通风的所在 按照风向的指引 秦晓天三人 终于走出了这溶洞 一抹阳光 立刻刺入了眼睛 让三人有那么一瞬间 睁不开眼睛 适应之后 秦晓天这才发现 自己三人 居然身在一片深山之中 只不过 三人飞到山顶 却是发现 这深山连绵不绝 一眼望不到边 灵气十足 感受不到仙气 这里应该不是仙俭 秦晓天口中喃喃一声 而金胖子的脸上 明显露出一副失望之色 很快 秦晓天三人选定了一个方向 就要冲出这片大山 寻找一下城市 看看这里 是否是盛天大陆 可是 就在三人刚刚飞越了三座山头 面前立刻出现了五道身影 直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在这五人身上 秦晓天感受到了一股妖气 很明显 这五人乃是化形的妖羞 来者何人 居然擅闯我妖族领定 五人当中 为首的那人面带不善之色 冲着秦晓天三人喝道 请问道友 这里是盛天大陆什么地方 距离大唐帝国 还有多远的路程 秦晓天并没有回答对方的话 而是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而那为首之人听到秦晓天的话 却是痴鼻一笑 小子 你是来拿老子寻开心的吗 这里是大清帝国 一个在东方 师兄不要跟他废话 一看他们就是天鹰宗的奸细 直接弄死他们 咦 就在这时 一道金一声传来 跟着就看到一道倩影 从远处朝着这边飞来 当临近秦晓天的时候 这倩影却是带眉一粗 秦晓天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乖乖 这不是大蛇吗